五道盛世,天骄平出,天灾地祸,妖兽十人,何以生存?唯有五道独尊,徐峰穿越而来,携带着金手指属性面板,一步步走向五道之巅,江源村,万里无云,晴空万里,头好痛,这是徐峰恢复意识的第一个想法,没想到昨晚喝的酒后劲这么大,睁开眼,徐峰看到一个中年妇人紧紧盯着他,正想开口问问对方是谁,不要对方先开口了,嗨他爹,快来,凤儿醒了,带着惊喜的声音传出,只见一个面色有黑的中年男人急匆匆地跑到床边 焦急地问道,风儿,你没事吧?徐峰一脸猛逼地看着面前两人,突然,随着脑袋一阵剧痛,一大堆记忆碎片涌入脑海,徐峰痛苦地抱着头,随着记忆的消化,徐峰明白自己穿越了,他昨晚还在现代都市里和朋友喝着酒,没想到一觉醒来,竟穿越到了这不知哪个朝代的世界,成为了同样叫做徐峰的十五岁少年,面前的中年夫妻正是他的父母,原生昨天下午在河里捕鱼时不慎落水,等到村里人找到的时候,身体都僵了,徐父徐母不愿相信自己 的儿子死了,便将徐峰身体带回来,妥善照顾,恰好地球徐峰的灵魂在这时穿越而来,取代了这具身体,吸收了身体里残留的记忆,徐峰缓缓坐起,他感觉自己的头仍然疼痛,但相比刚才已经减轻了许多,他看着眼前焦急的父母,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他明白,这具身体的原主人已经不在了,而自己现在则是这个家庭的儿子,徐峰,我没事,爹,娘,徐峰轻声说道,试图给父母一些安慰,徐母听到这话,泪水终于忍 不住留了下来,他紧紧握住徐峰的手,仿佛害怕他再次消失,徐复则是一脸的欣慰,他轻拍徐峰的肩膀,说道,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吸收了原神的记忆后,徐峰明白了,这个世界不一般,是个存在个人伟丽的世界,不仅存在着飞天入地的武者,也存在着破城世人的妖兽,在这个世界中,武者修炼武道,以肉身之力对抗妖兽,甚至能够借助天地之力,翻江倒海,无所不能,徐峰所处的江原村,临近江原山,正所谓靠山吃山, 江原村的人多依靠山中资源为生,山中虽偶有妖兽出没,但大多弱小,不足以对村庄构成威胁,再加上村里捕猎队的人大多掌握了粗浅的武功,也足以自保,原神不爱习武,每次徐复要教他练武时,便找各种理由推脱了过去,因此,原神可以说是手无腹机之力,穿越而来的徐峰可没有这种想法,他本就生活在武道不存的世界,来到这武道险胜的世界,再粗浅的武功也能让他为之疯狂,于是,徐峰一脸坚定地看着徐复,说道, 爹,你可以教我练武吗?我想习武了,风儿,你想通了,没问题,你想学,我明天就教你,徐复脸上带着一丝惊喜,没想到,儿子经这一遭,反而愿意跟他练武了,之前他怎么劝都不肯,你先睡吧,养好身体,明天一早,我便教你捕猎队里流传的猛虎拳,徐复拍了拍徐峰,爹,你先跟我说说武道修炼的等级吧,徐峰一脸祈求地看着徐复,徐复作为捕猎队的成员,对武道等级也有所了解,不忍拒绝,想了想便道,我所 了解的也不多,大部分都是从走伤的货郎那听来的,徐复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我们大洲以武立国,以武为尊,因此,普通人都有学习武功的机会,但大部分人都止步武途境,武途境是武者的第一个境界,主断铁,将身体的皮肉筋骨膜一一锤炼至铜皮盐肉,韧金铁骨痰膜便可突破至武士境,武士境将境力内敛生成内力,轻轻一拳便可击碎食人环抱的大树,至于再往后的境界我便没听说过了,徐复的话让徐峰心中一动,他迫 并且地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武道的奥秘,对于他来说,还有什么比未知的武道更迷人呢?爹,那武者之中是否还有更高的境界,比如说能够掌握天地之力,行云不语的存在?徐峰兴奋地问道,徐复摇了摇头,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们将原村消息闭塞,唯一与外界互通消息的媒介就是走伤的货郎,我听他们那听来的武者也只是能够运用自身内力施展一些厉害的武功,至于能否掌控天地之力,那就不得而知了,尽管如此,徐峰心中的激情却丝毫未 相反,他眼中的光芒更盛,武道,内力这些在前世中神话般的存在,这一世却触手可及,这如何不令徐峰惊喜?疯狂,既然重活了一世,何不到武道尽头看看?徐峰还沉浸在思绪中,徐复却开口打断了徐峰的念头,说道,峰二,等你习武之后,可能会加入村里的捕猎队上山猎妖,到时候,你一定要特别小心妖兽,徐峰的这番话也让徐峰想起了记忆中的妖兽,心中一灵,关于妖兽的记忆片段在脑海中闪现,那些妖兽形 太个异,有的壮弱猛虎,有的形似巨蟒,他们的力量和凶残程度远超徐峰在现代世界的认知,爹,我记得,村里的捕猎队虽然能对付一些弱小的妖兽,但若是遇到强大的妖兽,该如何是好?徐峰严肃地问道,徐复的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他缓缓说道,确实,山中的妖兽有强有弱,我们村里的捕猎队虽然成员都有一定的武艺,但面对强大的妖兽,仍需谨慎,通常,我们会根据妖兽的脚印和破 破坏痕迹来判断其强弱,若遇到过于强大的妖兽,我们会尽量避免冲突,保护好自己,徐峰点点头,心中对即将开始的武道修炼更加期待,在这个世界,武道不仅仅是一种强身健体的方式,更是一种生存的必须,夜幕降临,徐峰在徐复的陪伴下,缓缓入睡,这一夜,他的梦境格外丰富多彩,既有现代都市的繁华景象,也有这个世界的山水奇景,还有那些飞天遁地的舞者和凶猛的妖兽,一日,天边才露出一抹白,� 然而,我要教给你的功法,换作猛虎拳,是我们大洲朝基础的入门拳法之一,猛虎拳,顾名思义,是一种模仿猛虎捕食,搏斗的拳法,这种拳法刚猛,凶狠,每一招每一事都充满了力量与速度,他强调的是对身体素质的锻炼,尤其是力量和速度的提升,徐复说完便摆起了猛虎拳的起手势,来,我先打一遍给你看,你记下我的动作,猛虎拳共分四式,第一是猛虎下山,这一招模仿猛虎从山上冲下的姿 要求出拳者迅速前冲,同时挥出强劲的直拳,如同猛虎的力爪,迅猛而有力,第二是猛虎扑食,这一招模拟猛虎捕食时的动作,要求出拳者低伸弯腰,双拳同时出击,如同猛虎的力爪和尖牙,目标只取对方要害,第三是虎为扫,这一招模仿猛虎用尾巴扫击的动作,要求出拳者转身迅速,用腿横扫,如同猛虎的尾巴,既可以防守,也可以进攻,第四是虎扑,这一招是猛虎拳中的核 要求出拳者全身协调,利用腰腹力量带动双拳,迅速而猛烈地向前扑击,如同猛虎跃起,扑向猎物,徐复打完一套猛虎拳,收拳顺气,目光转向徐峰,如何,记下多少了,似是穿越的原因,徐峰发现自己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只看了一遍遍记下了,连所有的出拳细节都无意一落,于是他回到,都记下了,徐复眼中露出一丝诧异,真的都记下了吗?那你打一遍给我瞧瞧,徐峰点了点头,学着徐复的样 摆起了七首饰,分毫不差地把一套猛虎拳完整打了出来,徐复看罢,欣慰地点了点头,说道,不错,你是我们村里第一个看一遍就学会猛虎拳的人,可惜村里没有更好的功法了,有点埋没你的资质了,徐峰倒是对这无所挂怀,能学习武功已经足够让他开心的了,不过他有一些不解,于是开口问道,爹,你说,武图竟主要修炼皮肉筋骨膜,练着猛虎拳能锻炼到吗?我打了一遍,怎么没什么感觉?徐复听完,笑了笑说道,没什么感觉就对了 如果只练拳法,就能达到武图境的断体,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止步武图境了,修炼猛虎拳的时候,还需要搭配密药猛虎拳,才能做到武图境的修炼,锻炼皮肉筋骨膜,猛虎拳是由虎骨加上单身,芙苓等草药炼制而成,伏下一颗,再以猛虎拳将药力激发出来,药力游走全身,滋养全身的皮肉筋骨膜,故本培源,增强体质,日以继日的修炼,达到铜皮炎肉,韧金铁骨痰膜,便可整 和全身净力为一股魅力,突破五十镜了,按皮肉筋骨膜的淬炼程度,将武图境分为十重,皮肉筋骨膜淬炼一成,即为武图一重,淬炼十成,即为武图十重,我现在手头上没有猛虎丸,稍晚吃完饭,我去捕猎队里找人,要一些猛虎丸回来给你,你再修炼,争取早日突破武图一重,身体就没那么虚了,好的,谢谢爹,那我们先去吃饭吧,我已经闻到娘做饭的香气了,徐峰笑着回道,你我父子,客气啥,走吧,吃饭去,吃完早点 徐富便去捕猎队了,徐峰自己在屋旁空地上一朝一世的练着猛虎拳,心绪却回到了穿越前和朋友喝酒的那个晚上,徐峰是一名古物鉴定师,那天晚上一个朋友说自己逃到了一样古鉴,说是先请古物,想托徐峰掌掌眼,便组了个酒局邀徐峰过去,徐峰本想拒绝,但又耐不住好奇,于是便前往了,在饭桌上看到了朋友所说的古物,是一个珠子模样,拿在手里有一股温热感,一时半会也看不出所以然,于是徐峰问朋友能不能带回家里用一些仪器� 检测一下,朋友欣然同意,徐峰将珠子包好揣在兜里便回去了,回到家中,酒一太浓,倒头便睡了,一觉醒来却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不知自己穿越的原因是什么,但总感觉跟那颗珠子有关,正想到那颗珠子,突然,徐峰脑海中浮现了那颗珠子的模样,一下子将他的意识吸入进去,片刻后,徐峰回过神来,一行行字显现在他眼前,宿主,徐峰,年龄,十五,五道境界,五,修炼功法,蒙虎拳,LV,一出窥门镜,五一百,破线点, 一,每个自然越生成一点,作为熟读网络小说的徐峰,自然明白这是他的穿越者福利,紧手指了,看到蒙虎拳后面的数字,徐峰一愣,没想到,蒙虎拳也有掌握程度之说,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蒙虎丸药力的吸收,晚点得找父亲问问,正想到制察,便见到不远处,徐峰正朝着徐峰走来,带徐峰走到跟前,徐峰出口问道,爹,有件事,我想问问你,徐峰以为徐峰在着急要蒙虎丸,于是笑着摆了摆手道,你先别急,我去捕� 找了几个要好的朋友,要来了三颗蒙虎丸,以你现在的水平,够你用一个月了,爹,我不是说这个,我是想问,关于蒙虎拳的修炼,是不是有层次的分别,不同的层次,是不是会影响蒙虎丸的药力吸收,徐峰愣了愣,似是没想到,徐峰会问这个问题,顿了顿,回道,没错,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呢,蒙虎拳的修炼,可以分为六个等级,一次是出窥门禁,越有小城,驾轻就熟,融汇贯通,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层次越高,吸收蒙虎� 要力也就越多越快,以你现在初恋的程度,一颗蒙虎丸够你修炼八,九天了,我从十二岁开始修炼,直到去年,整整二十年的时间,才将蒙虎拳突破到了融汇贯通,境界也突破到五图八重,现在一颗蒙虎丸也要差不多一天才能吸收完,徐峰听完,心中暗自计算着,他明白,蒙虎拳的修炼层次不仅仅代表了实力的提升,更意味着对资源的利用效率,他现在虽然只是出窥门禁,但每一点进步都意味着对蒙虎丸的更高效利用,那爹,要 怎么样才能更快地提升蒙虎拳的层次呢?徐峰好奇地问道,他眼中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对于力量的追求,徐富看着儿子认真的表情,心中不禁感到一丝欣慰,提升蒙虎拳的层次,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勤学苦练,不断重复每一个招式,直到它们成为你身体的本能,二是感悟,蒙虎拳不仅仅是拳法,更是一种对力量的理解和运用,你要在练习中感悟每一招每一式的真谛,这样才能真正提升你的境界,徐峰听完,想到自己面板上面 的蒙虎拳,五一百,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只要将蒙虎拳的熟练度从五提升到一百,就可以提升蒙虎拳的掌握层次提升,如果是的话,那自己只练了一小会就有五的熟练度,细算一下,只要五分钟的时间便可将蒙虎拳完整打一遍下来,增加一点的熟练度,一个时辰可以增加二十四点熟练度,这样算下来,四个时辰的时间就可以把蒙虎拳的熟练度练到一百,到时看看能不能突破到下一层次,这回还是早上八九点钟的样子,修炼四个时辰也就是八个小时大概到下午四五 五点就能蒙虎拳的熟练度练到一百了,于是徐峰扶下一颗蒙虎丸,开始修炼蒙虎拳,除了中午回家吃了个午饭,其他时间徐峰一直在修炼蒙虎拳,终于在傍晚的时候将蒙虎拳的熟练度练到了一百,感觉蒙虎丸的要力也吸收了一些,身体仿佛有始不完的力气,再看面板,宿主,徐峰,年龄,十五,五到境界,五,翠体百分之二,修炼功法,蒙虎拳,LV,一出窥门镜,一百斜杠一百,破线点,一 每个自然越生成一点,赫然多了翠体的进度,看来确实吸收了蒙虎丸要力,接下来再练一遍蒙虎拳,看看是否能够突破到下一层次,说干就干,徐峰随即练起了蒙虎拳,很快,一遍蒙虎拳便打完了,徐峰收拳的一瞬间,脑海中瞬间涌入了无数修炼蒙虎拳的记忆,宿主,徐峰,年龄,十五,五到境界,五,翠体百分之二,修炼功法,蒙虎拳,LV,二略有小成,零二百,破线点,一,每个自然越生 看向面板,果然,蒙虎拳突破到了第二层次,略有小成,看来,自己在修炼功法上没有瓶颈,只要一直修炼,就可以不断突破,想到之前伏下的蒙虎丸要力还没吸收完,徐峰又练起了蒙虎拳,不久,一套蒙虎拳打完,徐峰感觉,要力的吸收,比蒙虎拳未突破前,至少多了三成,看来再过两天,自己就能把一颗蒙虎丸的要力吸收完了,到时应该可以突破五图,成为舞者了,时间不及不徐,又过了两天,两天的时间,徐峰几乎将全部的精力 都投入到了蒙虎拳的修炼中,在这期间,他不仅感受到了蒙虎丸要力的加速吸收,更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对蒙虎拳的理解和掌握有了质的飞跃,每一次出拳,每一式踢腿,都显得更加流畅和有力,在这两天里,徐峰的蒙虎拳熟练度迅速攀升,他的身体也随着修炼的深入,而变得更加强健,他能够感觉到体内的力量在逐渐积聚,仿佛即将突破某种界限,终于,当徐峰再次将一套蒙虎拳完整地打完时 他感觉到一股热流从丹田处涌起,迅速流遍全身,这股热流如同煮沸的水,带给他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感,他闭上眼睛,仔细感受着这股力量的流动,心中充满了激动和期待,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面板上的数据已经发生了变化,宿主,徐峰,年龄,十五,五道境界,五图一重,翠体百分之十,修炼功法,猛虎拳,LV,三架青就熟,二六零四百,破线点,一,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徐峰心中一阵欣喜,他知道 自己已经成功突破了五图的界限,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舞者,这不仅代表着他的实力有了质的飞跃,更意味着他可以参加捕猎队,自己赚取猛虎完了,徐峰正沉浸在喜悦中,突然听闻有人在喊他的名字,徐峰,徐峰,不远处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一边招手,一边对着徐峰跑来,徐峰认出那人是与父亲同样在捕猎队的村民李二牛,于是他走向李二牛,看着一脸焦急的李二牛,问道,二牛叔,怎么了,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吗?徐峰,你� 去山里捕猎的时候,遇到一只一级高阶的虎妖,你爹中了虎妖一掌,肋骨断了好几根,人昏死过去了,徐峰听到这,心意紧,连忙问道,二牛叔,我爹在哪儿,赶紧带我过去,跟我走,李二牛带着徐峰往村口跑去,不一会,两人来到了村口,刚好这时,捕猎队也回到了村口,其中一个年轻汉子,背着徐峰,捕猎队为首的是队长赵大虎,背着徐峰的年轻汉子,赵大虎的弟弟赵二虎,徐峰赶忙走上前去,对 对着捕猎队队长赵大虎问道,大虎说,我爹怎么样了,别担心,徐峰,赵大虎沉着声回道,随队大夫已经给你爹做了一些包扎处理,现在人还昏着,肋骨可能要几个月才能养好了,其他没什么大碍,回去休息一下,应该就能醒过来了,好的,谢谢大虎说,二虎说,我来背吧,说完,徐峰从赵二虎身上接过徐傅背在身后,往家走去,来到家门口,看到徐母已在屋边,眼中擒着泪,手紧紧拽着衣角,徐峰看着略险憔悴的徐母 温生道,娘,爹没事的,养一干时间就好了,而且我今天突破五途一重成为舞者了,后面我去跟着捕猎队进山,不用担心家里生计,以后有我呢,徐母一听徐峰这话,立刻大声反对道,不行的,不行的,你之前受伤,还没恢复好呢,而且你还小,怎么能进山呢,徐峰将徐傅背进屋里,让他在床上躺着,然后回头对徐母说道,放心吧,娘,我已经是舞者了,而且我修炼速度很快的,要不了多久,就比爹厉害了,别担心,你从小就是个有主意的,我劝不了你,你切记去到山里边 不要逞能,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徐母抹着泪说道,我知道的,娘,我不会逞强的,我就跟着捕猎队上山摘点野菜,徐峰嘴虽然这么说道,但他心里却是想着,我现在实力还弱,等我把猛虎拳的熟练度炼满,再把剩下的猛虎丸炼化丸,去到山里,也不至于无自保之力了,晚间的时候,徐傅便苏醒过来了,他知道徐峰突破五途径后,也为他开心,但又得知他要进山,又有点不安,他将徐峰叫到跟前,嘱咐道,你已经突破五途径了,是一名舞 你要进山,我也不拦着你,但你切记,进了山,一定要小心为上,首要任务就是保全自身,千万不要为了一点利益而去做冒险的事情,知道吗?我知道的,爹,徐峰点了点头,还有关于妖兽的一些情况,我也和你说下,你要好好记载心里,妖兽也是有等级之分的,一级妖兽对应舞者的舞图镜,二级妖兽对应舞者的舞视镜,舞者一个境界划分十重,而妖兽一个级别只划分了三个层次,其中一级低阶妖兽相当于舞图三重,一级中阶妖相当于舞图六重,一级中阶� 一级高阶妖兽相当于舞图九重,以你现在的实力,还难以应付妖兽,你跟着捕猎队进山,就跟着大虎他们学习怎么对付妖兽,大虎是舞图九重,只要不遇到二级以上的妖兽,基本都能应付,徐傅嘱咐完徐峰后,便沉沉睡去了,一日,清晨,徐峰早早地来到捕猎队基地,等了一小会,便见赵大虎、赵二虎兄弟二人,朝着捕猎队基地这边走来,早啊,徐峰,你爹怎么样了?赵大虎对着徐峰问道,大虎说,我爹 昨天夜里就醒了,没啥大碍了,后面就在家养伤了,以后就由我代替我爹随捕猎队进山捕猎,徐峰回道,赵大虎还没说话,赵二虎就急匆匆地说道,你还不是舞者,不能进山,你放心吧,你家的生计包在我身上,说到底你爹受伤,也是因为我,徐峰看着脸上带着明显愧疚之色的赵二虎,不解地问道,我爹受伤,不是妖兽造成的吗?你爹是为了救我,帮我挡了妖兽才受的伤,徐峰听完,紧跟的脸略微放松,那不 不怪你,二虎说,而且我昨天已经突破舞图,成为舞者了,我爹也同意我进山了,赵大虎、赵二虎兄弟,听闻徐峰突破舞图,均是一脸震惊的表情,赵二虎更是急声问道,你突破舞图了,怎么可能,你爹三天前才找我哥和我借了三颗猛虎丸,说是你愿意修炼猛虎拳了,拿回去给你用,这还不到四天,你就吸收完一颗猛虎丸的药力了,赵大虎也讶异地说道,是啊,徐峰,我记得你之前应该没修炼过猛虎拳,照理来说, 以你刚修炼,出窥门禁的程度,一颗猛虎丸,怎么也要八天的时间才能吸收完啊,徐峰嘴角微翘,笑着说道,我爹说我姿质挺好的,这几天的时间,我已经将猛虎拳修炼到略有小成的程度了,同时,也将一颗猛虎丸的药力吸收完,突破了五途径,赵大虎听到徐峰说,他已经将猛虎拳修炼到略有小成的程度,瞳孔微缩,说道,徐峰,你可知道,为什么江源村这么多年来,没出过一个武士镜的舞者,徐峰想了想,道,是 那猛虎丸获取不易吗?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修炼的猛虎拳只是不入流的功法,无法吸收天地元气进行脆体,只能靠吸收猛虎丸的药力进行脆体,不仅吸收完一颗猛虎丸的药力需要好几天,而且越到脆体后期,对猛虎丸的需求量也越大,普通人根本难以承担得起那么大量的猛虎丸,听到这,徐峰又不解地问道,我突破五途一重,只用了一颗猛虎丸,为什么会需求大量的猛虎丸,难不成突破五途二重需要五� 猛虎丸吗?五颗猛虎丸能突破五途二重,那可就谢天谢地了,赵二虎不甘地说道,赵大虎拍了拍赵二虎的肩膀,接着说道,普通人突破五途一重是最简单的,只需要一颗猛虎丸便够了,但是从五途二重开始,对猛虎丸的需求量便会大量增加,五途一重突破到五途二重需要十颗猛虎丸,五途二重突破到五途三重需要二十颗猛虎丸,之后每突破一重都需要增加一倍的猛虎丸数量,你想想,五途九重突破到五途十重 需要多少猛虎丸,整整两千五百六十克,徐峰大受震撼,没想到从五途二重往后的境界所需要的猛虎丸竟然成指数级增长,常人一辈子恐怕难以突破到五途十重,更不用说五适近了,赵大虎接着说道,出窥门进的猛虎拳,吸收一颗猛虎丸需要八天的时间,到了略有小成层次则需要四天时间,再到驾轻就熟只需两天时间,每境界一个层次吸收猛虎丸要力所需的时间减半,可要将功法层次境界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去修炼,还要有足够的 我修炼了十几年,也不过才修炼到融会贯通的层次,不过,以你三天就将猛虎拳修炼到略有小成的资质和悟性,只要保证猛虎丸的供应,说不定你会成为我们村第一个突破五适近的舞者,可惜,现在队里也没有多余的猛虎丸能点你了,捕猎队每隔五天会上山一次,每次的收获大概能制作二十颗猛虎丸,捕猎队有十三个人,按贡献大小分配,每个人大概能分到一颗,多得能分两三颗,一个月至少能得六颗,队里有� 几个人的猛虎拳,只是出亏门禁,一个月最多炼化四颗,后面你可以跟他们商量一下,先借用他们的猛虎丸,后面再还,徐峰文言,大敢修炼不易,叹了口气,问道,大虎说,那我们上山主要是搜集哪些资源,哪些东西可以用来换取猛虎丸,首先就是妖兽材料,妖兽一身是宝,皮肉骨血都能卖给走伤的货郎,其次就是一些药材,矿石之类的,赵大虎回道,我们一般这些材料卖给货郎换取铜钱,再用铜钱找他买猛虎 猛虎丸和其他的物品,一颗猛虎丸的价格是100铜,村子里没人会炼制猛虎丸,只能找货郎买,说来猛虎拳还是当时一个走伤的货郎看村子屡兽妖兽侵扰,才免费传售给村里人的,徐峰跟赵大虎了解完信息后便打道回府,继续修炼猛虎拳了,扶下猛虎丸,徐峰便开始修炼,除去吃饭时间,修炼了一整天,把猛虎丸修炼到了融会贯通的程度,猛虎丸的要力也吸收了一半,� 五道境界,五图一重,翠体石,5%,修炼功法,猛虎拳,LV,四融会贯通,62600,破线点,1,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下一次捕猎对近山的时间是三天后,这几天的修炼足够他把猛虎拳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层次,而且徐峰手上还有一颗猛虎丸,也能在这几天里把药力吸收完,转眼到了捕猎对近山捕猎的日子,此时徐峰的面板赫然变成了,宿主,徐峰,年龄,15,五道境界,五图一重,翠体石一, 5%,修炼功法,猛虎拳,LV,五炉火纯青,五八八百,破线点,1,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徐峰一早起床,草草吃完饭,便来到捕猎对基地等着出发,不一会捕猎对的成员就到齐了,赵大胡点了点人之后说道,人都到齐了,老规矩,五图六重以上的跟我到内山猎妖,其余人就在外围采药寻旷,若遇到低阶妖兽,也可杀之,还有徐铁柱,受伤不能进山,刚好他儿子突破五图了,由他代替,他爸跟我们进山,以 出发,一行人往江原山走去,徐峰坠在队伍后方,跟一个小伙走在一起,闲聊着,徐峰,你之前不是看不上猛虎拳吗,你爹要教你,你都死活不学的,小伙,也是赵大虎的儿子,赵强对着徐峰打句道,徐峰没好气地回道,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还有,你怎么才五图三重,我记得你十二岁就开始修炼了,到现在三年了,照理说,至少也要五图四重了,赵强脸色有些暗淡,但眼神中又充满希望,我的资质不太行,到现在,猛虎� 我把多余的猛虎丸都给我爹了,我爹很快就能突破五图十重,有希望去冲击五世镜,等他突破五世,就能带我们越过江原山,到外面的世界去,到时候就有机会学习到好功法了,也不用受那些祸狼的鸟气了,徐峰闻言,想起了江原村的现状,江原村四面环山,被江原山紧紧包裹着,于是隔绝,靠山吃山,江原村的村民靠着江原村的资源,一代代的繁衍下来,但同时也被江原山阻断了去往外界的道路,江原村山顶不仅有大量的一级高 高阶妖兽,甚至有二级妖兽,没有五世镜的实力根本不可能翻过山,走上的祸狼每次过来都五世镜的护卫相随,村民找他买东西倒是和和气气,但说到要请他帮忙带人翻山或者求购高级功法就翻脸不认人,这么多年下来,江原村的村民也知道祸狼是把他们当成免费劳动力了,但猛虎丸的制作方法又在对方手上,也只能把这口气咽在肚子里,只能寄希望于村里出现一个五世镜,带领大家摆脱这个困境,众人走了小半个时辰来到了江原村山� 前面出现了两条路,赵大虎指着左边的路对徐丰他们几个五途六重以下的人说道:"你们几个走这条道去外山吧,其他人跟我去内山,两个时辰后会来这里集合,说吧,便带着人走了,带赵大虎他们走后,赵强对着剩余的几个人说道:"我们这里有六个人,修为最高的是五途五重的李宇大哥,后面就麻烦李大哥带队了,李宇文言,笑了笑说道:"放心吧,外山这边妖兽较少,基本都是一级低阶的,没太大危险,只要不离开我身旁三丈地,大家都可以自由活动。不过,徐丰 徐丰,你不能离开我身旁石石地,不然我护不住你,毕竟你才五途一重,其他人至少都是五途三重了。徐丰明白这是对方的好意,当即点了点头,说道:"好的,谢谢李大哥。徐丰跟着众人在外山采药挖矿,偶有遇到妖兽,也都是一级低阶妖兽,都被李宇轻松斩杀了。很快,两个时辰就要到了,众人把采集的妖兽材料,草药和矿石分门别类收拾好,用兽皮带装着背在身上,便准备下山了。今天真是大收获呀。徐� 徐丰,比以前多了好多妖兽材料,明天估计能多换不少猛虎丸。赵强一脸开心,与捕猎队进山的时间间隔一样,霍郎也是每隔五天来一次,每次都是在捕猎队进山的隔天来。来到山脚,还没见到赵大虎一行人,看来他们还没回来。徐丰一行人也准备烧点东西吃,毕竟有将近三个时辰未进食了,随手捡了些木材垒在一起,用火十点好火,拿出一些瘦肉便烤了起来。你知道吗?徐丰,其实瘦肉也能起到猛虎丸的功 身旁,轻声说道,我记得货郎那边一百斤瘦肉只能卖二十桶,而一颗猛虎丸却要卖一百桶,整整五倍的差距,这帮货郎真是该杀。徐丰心想资本主义也不过如此了,带肉烤得差不多熟了,赵大虎等人也带着收获回到了山脚了,大家都洋溢开心的笑容,说是今天的收获比以往更多。只有赵大虎一个人皱着眉头,感觉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意味,山里的妖兽变多也不知是好是坏,大家赶紧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准备 赵大虎说完,便拿起一块烤熟的瘦肉砍了起来,其他人健壮,也纷纷寻地走下,吃起了肉,徐丰吃肉比谁吃的都欢,比谁吃的都快,毕竟这肉好歹能起到猛虎丸的功效,而他现在手头上可没有猛虎丸用来修炼,只能多吃点肉了,吃完了肉,众人收拾了一下便回村了,回到村中,众人将收获的材料都存放在捕猎堆基地,待明天卖给货郎后,再把钱分给大家,徐丰想着自己吃了很多肉,便接着去修炼猛虎全消化消化了,徐� 一直修炼到夜里,直到徐母来喊他,才会回屋睡觉,隔天,货郎如期而至,如往常一样,在捕猎队进行材料收购和物品售卖,捕猎队的成员们纷纷拿出他们在山林中猎货的兽皮,药材等物品,与货郎进行交易,货郎的货物琳琅满目,从日常用品到稀有的修炼资源,应有尽有,赵大虎作为捕猎队的队长,正在与货郎交涉,还是老样子,一半的钱换成猛虎丸,剩下的钱一半换成粮食 一半给铜钱,好嘞,没问题,你们这次的收获挺多啊,可以换30颗猛虎丸,拿到猛虎丸后,赵大虎便把捕猎队的人叫在一起,准备分配猛虎丸,赵大虎润了润嗓子,说道,在外山的美人先拿一颗,境内山的美人先拿两颗,说完便让大家排成一队,依次分配,徐丰跟在队伍后面也拿到了一颗猛虎丸,13个人共拿了20颗猛虎丸,还有10颗剩余,赵大虎又道,李宇照顾外山的人,可以再拿一颗,至于剩下的猛� 猛虎拳修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层次,他比我更有希望突破五十镜,周围的捕猎对成员们都忍不住发出嘀嘀的惊呼,他们看着徐丰,眼中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听说徐丰三天就突破了五途镜,我还以为是传言,没想到是真的,一个队员低声说道,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惊讶,是啊,我记得他之前还没开始修炼猛虎拳,这才多久,就已经修炼到炉火纯青了,另一个队员也加入了讨论,他的语气中充满了疑惑,徐丰的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猛虎拳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层次,一个年长的队员摇了摇头,显然对徐丰的突破感到震惊,有没有人有意见的,赵大虎环顾众人大声喊道,没人有意见的话,那就这么定了,徐丰,你过来拿吧,徐丰犹豫了会,随即下定决心,走上前去,从赵大虎手中接过猛虎玩,徐丰按下决心,众人的恩情就等他修炼有成之后再来回报吧,徐丰转过头,对着众人拱手道,感谢各位书版,徐丰一定不负 分完猛虎玩后,赵大虎又售卖所得的铜钱平均分给众人,徐丰也得了一百铜,随后,在赵大虎的指挥下,众人将购买的粮食和颜挨家挨户地送过去,时间转眼就过了十天,这十天里,除了修炼之外,徐丰跟着捕猎队又上了两次山,共得了十颗猛虎玩,连同之前的六颗已经将他的武道修为推进了武徒二重,同时,也猛虎拳的层次变到了极限,宿主,徐丰,年龄,十五,武道境界,武徒二重,翠体二 十三,百分之二十五,修炼功法,猛虎拳,LV,六登峰造极,极限,徐破线,破线点,一,每个自然越生成一点,看到面板上猛虎拳已经修炼到了登峰造极的层次,后面出现了极限,徐破线的字样,徐丰明白,这应该是要用破线点来突破了,看来像猛虎拳这种不入流的功法最多只能修炼到登峰造极了,不知道破线之后是什么层次,心念一动,面板上的破线点瞬间变成零,同时,猛虎拳后面的字样也进入了演变之中,徐 追击涌现出了大量观摩猛虎炼拳的画面,慢慢的,他仿佛成了猛虎,回过神来,面板已经变了样,宿主,徐丰,年龄,十五,五道境界,五图二重,翠体二十三,百分之二十五,修炼功法,猛虎拳,LV,七出神入化,零两千,破线点,零,每个自然越生成一点,猛虎拳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层次,这可能是从来没有人达到过的层次,不知道会有什么不同,徐丰来到空地,准备修炼猛虎拳,看看效果,徐丰站在空地上,深吸一口 猛虎拳,准备开始修炼猛虎拳,他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尝试修炼到出神入化的层次,他期待着能够感受到不同,他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猛虎炼拳的画面,他仿佛化身为猛虎,每一拳都充满了力量和灵动,他的身体随着拳法的节奏而动,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随着修炼的进行,徐丰感受到一股清流不断地从天地中涌入他的身体,滋养着他的身体,他的力量,速度和灵敏度都在不断提升,修炼结 后,徐丰睁开眼睛,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喜,出神入化层次的猛虎拳竟然能吸收天地元气,进行萃体,他沉入心神观察面板,速度,徐丰,年龄,十五,武道境界,武徒二重,萃体二十三,百分之五,修炼功法,猛虎拳,LV,七出神入化,一两千,破线点,零,每个自然跃生成一点,修炼一遍猛虎拳,萃体进度竟然增长了零,百分之二十五,这样算下来,只要两三天的时间,他就能达到,武徒拾众的境界,而且不需要 猛虎完的辅助,徐丰盯着面板,喃喃道,果然,我的资质天赋,举世无双,那就试试你的极限吧,徐丰,两天的时间,徐丰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用在修炼猛虎拳上了,终于在第三天早上,将修为突破到了武徒十重萃体,百分之一百了,接下来就是思考,如何突破武士境了,宿主,徐丰,年龄,十五,武道境界,武徒十重,萃体百分之一百,修炼功法,猛虎拳,LV,七出神入化,四零一两千,破线点,零,每个 自然越生成一点,徐丰感受着武徒十重的力量,一拳崩出,似有白马奔腾,周身之皮如同似铁,刀枪难入,徐丰心想,自己现在应该是江源村里最强的了,可惜村里之前没人突破到武士境,也不知道武徒十重如何突破到武士境,只知道需要整合全身净力,进行内敛生成内力,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一辈的见识至少比他多,于是他想着先回家问问父亲,之后再去问问赵大虎,看能否了解一下武士境的情报,徐丰回到了家中,看到徐母正在忙碌的准备 他便走上前去,轻声问道,娘,爹在干嘛,我想找他问问关于修炼的事情,徐母抬头看了徐丰一眼,眼中闪过一丝骄傲,你爹在房间里躺着,没啥事,你去找他吧,饭做好了我再叫你们,徐丰向房间走去,轻轻敲了敲门,进来吧,徐父的声音从里面传来,徐丰推开门,看到徐父躺在床上,爹,我回来了,你的伤好点了吗?徐丰走到床边,看着徐父,徐父看着徐丰,眼中闪过一丝愧疚,如果不是自己受伤,也不用让儿子去山 冒险了,我的伤没什么大碍了,感觉断裂的肋骨也快愈合了,丰儿,你不用担心我,专心修炼就行,徐丰心中一暖,他知道,父亲虽然不善言辞,但他的关心和爱护都在这简单的几句话中,爹,我已经突破五图十重,但不知道如何才能突破五十镜,村里的前辈们都没有突破,我也不知道从何下手,徐丰问道,什么,你突破到五图十重了,你哪来的猛虎丸,徐父一脸震惊地看着徐丰,没错,我突破到五图十重了,而且我不需要猛虎丸,我直接吸 吸收天地元气进行的脆体,徐父沉默了一会儿,似是在消化这个消息,然后缓缓开口,不可能啊,你哪来的功法,吸收天地元气,徐丰沉吟了会,看向徐父,我将猛虎拳练到登峰造极层次的极限后,突然有所领悟,仿佛自己化身为猛虎,回过神来,再修炼猛虎拳就可以吸收天地元气了,毕竟面板的事不能对人说,于是,徐丰只能想出这个理由来回答徐父了,登峰造极之后的境界层次,没想到,丰儿你竟然达到了这个地步,那应 应该是出神入化的境界,传闻只有领悟功法神异的人才能达到的层次,关于武士境的突破,我只知道,需要将全身的境力凝聚成内力,赵大虎之前跟霍狼的一个武士护卫有过交情,他可能知道些情况,你可以去问问他,徐丰点了点头,他也准备去找赵大虎问问,谢谢爹,那我现在去找大虎叔问问,徐丰向徐父行了一礼,然后离开了房间,徐丰来到了捕猎队的基地,看到赵大虎正在和其他队员商量事情,他走上前去,礼貌地打断了他们的讨论,大� 徐丰说,我有事想请教你,徐丰说道,赵大虎抬头看了徐丰一眼,眼中闪过一丝惊讶,然后笑了笑,徐丰,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呢,你先等等,我这边的事情处理完就找你,徐丰点了点头,耐心地等待着,他知道赵大虎是捕猎队的队长,事情繁忙,他不会急着打断,不久,赵大虎处理完了手头的事情,他走到徐丰身边,问道,徐丰,有什么事吗?徐丰便将他的疑惑说了出来,大虎叔,我已突破到武徒实众,但不知道如何才能突破武士境 听我爹说,你可能知道点情况,所以,过来和你讨教,赵大虎第一反应是,不相信徐丰,以为徐丰在和他开玩笑,徐丰直接走到旁边,找到一株识人环抱的百年大树,对着树干一拳轰出,瞬间,这棵大树便在鸡犬点断裂成了两节,赵大虎看到这一幕,眼睛瞪得大大,仿佛看到了什么怪物,嘴巴张着,却说不出话,徐丰走向赵大虎,大虎叔,这下你相信了吧,这种大树只有武徒实众的人才能一拳打断,如果你知道突破武士境的消息,麻烦 那你和我说说吧,如果我成为了武士,那我们靠自己也能翻过江原山了,赵大虎平缓了一下心情,声音颤抖,徐丰,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看,能不能教教村里人,徐丰把之前跟徐副说的解释又跟赵大虎说了一遍,赵大虎有些落寞,出神入化啊,太难了,哎,我们应该是没希望了,赵大虎看向徐丰,黯淡的眼神又有了些许光亮,徐丰,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可以告诉你,如何突破武士境,什么条件,只要不是让我杀人放火,违背本心的,尽管提,放心吧,我的条件对你 来说,应该很简单,我要你修炼有成后,能为村子找来一本入品的功法,供大家修炼,入品的功法,徐丰有些疑惑,赵大虎解释道,不错,入品的功法,就是能够吸收天地元气,进行脆体的功法,我们修炼到蒙虎全是不入流,也就是不入品功法,除非像你一样,修炼到出神入化,不然永远也吸收不了天地元气,功法的品级,从高到低,依次为一品,二品,直至九品,只要你为村子找来一本武图境的九品功法,便可以了,徐丰想了想,武图境毕竟是 武者的第一个境界,搞到一本入品功法,应该不难,于是答应道,没问题,我承诺,待我突破武士境后,为村子找来一本武图境的九品功法,接下来可以告诉我,突破武士境的方法了吧,赵大虎愧疚又有些欣慰地看着徐丰,抱歉,徐丰,我也不想以这要挟你,但村子里的人太苦了呀,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我之前刻意和一个货郎的护卫出好关系,花仲金从他那得到了突破武士境的方法,便是这一本基础内功,赵大虎从胸前掏出了一本书,这本功法里记载了,如何将 全身尽力转化为内力,可惜,只有尽惯全身的人才能修行,不到武图十重根本学不了,给你了,赵大虎将书递给徐丰,徐丰接过基础内功,并不急于翻阅,而是对着赵大虎拱手,谢谢了,大虎说,你放心吧,村子的困境就由我来解决,徐丰辞别赵大虎,回到家中,跟父母说要闭关修炼,便回到房间拿出基础内功,仔细翻阅,在确保自己已经完整记下了基础内功的内容后,徐丰和尚书将书放在一旁,之后,照着书里的方法 朝着武士静发起冲击,徐丰照着基础内功,所述,引导皮肉筋骨魔中的静力穿过基础内功中提到的经脉和学位,将静力转化为内力,随着一丝静力的消失,徐丰经脉内生成了一缕内力,这意味着他已经突破了武士静,到了武士一重,接下来就是继续修炼基础内功,将内力布满所有经脉,便可达到武士十重,武士静的修炼就是经脉的修炼,修炼的是十二正经和七经八脉,十二正经分为守太阴肺经,守阳明大长经,足 足太阴脾肺经,守少阴心经,守太阳小长经,足太阳膀光经,足少阴肾经,守绝阴心包经,守绍阳三交经,足少阳胆经,经和足绝阴肝经,其经八脉分为都脉,人脉,冲脉,带脉,阴脉,阴脉脉,阴脉脉,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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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脉脉,五是一重到十重对应修炼的经脉为,五是一重,守太阴肺经,守阳明大长经,五是二重 足阳明未经,足太阴脾肺经,五是三重,守少阴心经,守太阳小长经,五是四重,足太阳膀光经,足少阴慎经,五是五重,守绝阴心包经,守绍阳三交经,五是六重,足绍阳胆经,足绝阴肝经,五是七重,阴为脉,阳为脉,五是八重,阴敲脉,阳敲脉,五是九重,冲脉,带脉,五是十重,都脉,人脉,突破到五是静后,徐丰又修炼了几遍基础内功,巩固了一下境界,结束修炼,徐丰推脉 而出,娘,给我拿点吃的,我饿死了,中午的饭给你留着呢,在厨房里,赶紧去吃吧,徐母心疼地看着徐丰,风卷残云地消灭了剩菜剩饭,吃饱喝足,徐丰的心思转向了面板,宿主,徐丰,年龄,十五,五到境界,五是一重,守太阴肺经,守阳明大肠经,进度百分之一,修炼功法,猛虎拳,LV,七出神入化,四零一两千,基础内功,LV,一出窥门镜,五一百,破线点,零,每个自然跃生成一点,看来基础 基础内功也是修炼一次能增长一点熟练度,那要不了多久就能修炼到登峰造极了,到时,五是境的修炼应该会快不少,看着面板上的信息,徐丰心中充满了期待,他知道,基础内功的修炼也是一步步来的,每次修炼都能提升一点熟练度,只要他坚持不懈,基础内功也一定能像猛虎拳一样,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到那时,五是境的修炼将会更加顺利,吃完饭后,徐丰回去接着修炼基础内功,随着他一变变的运转,熟 徐丰,年龄,十五,五到境界,五是一重,守太阴费精,守阳明大长精,进度百分之十,修炼功法,猛虎拳,LV,七出神入化,四零一两千,基础内功,LV,一出窥门镜,五零一百,破线点,零,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当基础内功的熟练度达到了五十之后,徐丰在运转内功,经脉出现的阵阵撕裂感,中断了他的运功,看来,经脉的承受能力是有极限的,无法像之前修炼猛虎拳一样,不间断的修炼,而是 这一天只能修炼五十次,就达到经脉的承受极限了,不过,如果自己能找法子增强经脉的话,或者可以修炼更多次,接下来的几天,徐丰在修炼基础内功,之余也会继续蒙虎拳的修炼,期间也跟着捕猎队进了一次山,赵大虎听说了徐丰突破五十镜,先是恭喜了徐丰,随后问徐丰是否打算到江源山山顶看看,徐丰表示自己刚突破五十镜,现在去山顶还有点冒险,于是便还是在江源山内山里捕猎,没到山顶,凭借着徐 徐丰五十镜的修为,捕猎了众多一级高阶妖兽,不过赵大虎并没有全部拿出来卖给霍狼,同时也嘱咐捕猎队的人不要将徐丰突破五十镜的事情透露出去,他担心被霍狼知道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储存了大量的妖兽材料,接下来的日子里,捕猎队暂停了上山狩猎,就这样,徐丰把所有的时间投入到基础内功的修炼,转眼已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三十天了,期间徐丰突破了五十二重,开始修炼足阳明卫经和足太阴� 同时将基础内功突破到了驾轻就熟,此外,面板上的破线点也相应的增加了一点,素主,徐丰,年龄,十五,五道境界,五十二重,足阳明卫经,足太阴脾经,进度百分之十,修炼功法,蒙虎拳,LV,七出神入化,2000斜杠2000,基础内功,LV,三驾轻就熟,100斜杠400,破线点,一,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徐丰昨天便将蒙虎拳出神入化层次的熟练度修炼满了,可惜没有破线点无法突破, 今天刚好增加了一点破线点,就用来破线蒙虎拳吧,徐丰心念一动,想破线蒙虎拳,但等了半天,面板却没有一点反应,看来一点破线点不足以对出神入化层次的功法,进行破线了,徐丰无奈,只能等下一个月有了两点破线点,再对蒙虎拳进行破线了,境界达到了五十二重,徐丰终于有了一丝安全感,或许可以到山顶看看了,徐丰心想,明天便去和大虎叔说说吧,到了隔天早上,徐丰来找赵大虎,大虎说,我准备到山顶看看了, 你看要不要跟我一起上去,赵大虎看向徐丰,有些迫不及待,当然要了,我等这一天等了半辈子了,好,那你看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我们这两天准备一下,后天便上山吧,徐丰对赵大虎点了点头,赵大虎笑着回道,你不需要准备什么,该准备的我早准备好了,你需养精蓄锐,好好修炼便成,那成,大虎说,那我便回去修炼了,我们后天早上村口不见不散,徐丰说完便回去了,徐丰回到家中,跟徐父徐母说了,后天要和赵大虎上将圆山山顶的事 徐父徐母并没有阻拦徐丰,只是嘱咐他,一切小心,徐丰跟徐父徐母说自己已经突破五十二重了,让他们不要担心,自己已有自保之力,徐丰沉浸在修炼中,时间不知不觉的来到了约定上山的日子,早晨,天刚灰蒙蒙的亮,徐丰便起床了,走出房门,发现徐母已经做好了饭菜,似是听到徐丰房门的动静,徐母从房间中走出,指着一桌饭菜对徐丰说道,丰儿,吃饱饭再走吧,徐丰心中涌起一阵暖意,知道了,谢谢娘,待吃� 徐丰对着父母的房间喊道,爹,娘,我走了,徐父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丰儿,一路小心,徐丰来到村口,却见赵大虎已经在等候了,大虎说,早啊,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没事,我也刚到没多久,赵大虎爽朗地笑道,徐丰看着赵大虎身旁的一大包行李,问道,大虎叔,你这带的都是些啥,赵大虎背起行李,就是一些铜钱银子,干粮,驱兽粉,补兽加,还有武器之类,另外,我还把一些比较珍贵的妖兽材料带上了,如果山顶没啥 那我们就翻山,过去到附近的镇子,到时,我把这些材料卖了,看能不能换一本公法,徐丰没想到,赵大虎考虑的这么周全,同时又如此记挂公法的事情,放心吧,大虎说,即使这次翻不了山,再过不久,我也一定能翻,公法的事,你不用太操心,我相信,以我的资质,再过不久,就能轻易获取入品公法了,赵大虎欣慰一笑,没事,尽人事,听天命,成不成的,我不会放在心上的,随后,徐丰和赵大虎便朝江原山走去,很快,便到了江原山山脚下的岔道,赵大虎 赵大虎指着前往内山的路,对徐丰说道,徐丰,要去到山顶,只能走内山这条路,路上如果遇到妖兽,交给我来解决,你先保留体力,到了山顶,再交给你,徐丰心想,虽然内山的妖兽,消耗不了我的体力,解决他们,对我来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但还是得给大虎叔留点面子,于是,徐丰对赵大虎点了点头,行,大虎说,那路上的妖兽,就拜托你了,但如果我感觉妖兽对你来说,有点棘手的话,那我就会出手了,毕竟我们不能把太多时间浪 再浪费在路上,赵大虎点了点头,随后,两人往内山走去,路上遇到了一些妖兽,不过都是一级中阶的妖兽,三两下就被赵大虎解决了,随着离山顶跃进,遇到的妖兽,也逐渐变成了一级高阶妖兽,赵大虎有点招架不住,于是便由徐丰出手解决,基本上没有一个妖兽,是徐丰的一拳之敌,终于,来到了山顶,只见一只三米多高的黑虎正,住立在山顶的一块巨石上,他的身躯雄壮,皮毛如墨,双眼犹 有如两颗璀璨的宝石,闪烁着令人心际的光芒,这只老虎显然不是普通妖兽,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强大而压迫,让人不敢小觑,赵大虎看到这只老虎,脸色微微一变,徐丰,小心,这应该是二级出界的妖兽,黑风虎,徐丰点了点头,二级出界的妖兽相当于武士三重,而自己只是武士二重,恐怕难以立敌,但自己有着出神入化的猛虎权,再加上赵大虎的协助,或许有希望解决他,大虎说,我们一起上,徐丰说着,已经做好了 战斗的准备,赵大虎点了点头,他拿出一把刀握在手上,与徐丰并肩站在一起,两人面对着黑风虎,准备迎接他的攻击,黑风虎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然后猛地扑向徐丰和赵大虎,他的速度极快,几乎在瞬间就来到了两人面前,徐丰和赵大虎迅速反应,徐丰使出猛虎拳的恶虎扑石,挡住了黑风虎,随即一招,虎为扫一腿,提中黑风虎的腹部,将黑风虎扫了出去,黑风虎被击 撞在一块巨石上,口吐鲜血,躺在地上,四肢竭力要站起来,正所谓,趁他病要他命,赵大虎一刀砍向黑风虎的脖子,可惜力道不足,只划破了点皮,这一刀激怒了黑风虎,黑风虎瞬间站了起来,虎尾向赵大虎扫去,赵大虎闪躲不及,眼看就要被虎尾扫中,徐丰一记,虎扑扑向黑风虎,直接将黑风虎压制在地上,赵大虎逃过一劫,趁着徐丰压制黑风虎的时候,举刀不断砍向黑风� 然后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了动静,徐丰和赵大虎喘着粗气,他们看着倒在地上的黑风虎,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他们成功地击败了一只二级出街的妖兽,徐丰和赵大虎收拾了一下,收集了一下黑风虎的妖兽材料,然后继续向前走去,接下来的路上没有遇到一只妖兽,徐丰和赵大虎顺利地翻过了江原山,来到了江原山另一侧的山脚,徐丰,我们成功翻山了,接下来就是找人问问附近的镇子怎么去,赵大虎的声音中带着一� 轻松和兴奋,他们站在山脚下,望着前方蜿蜒的小路,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期待,徐丰点了点头,大虎说,我们走吧,徐丰说着,迈开了步伐,两人沿着小路前行,不久便遇到了一位当地的村民,这位村民看起来朴实无华,但眼中却透着一丝精明,两位,看你们的样子,是从江原山那边过来的吧?村民主动打招呼道,赵大虎点了点头,微笑道,是的,我们刚翻过山,请问,附近最近的镇子怎么走?村民指了指前方,甚至这条路一直走,大约半天路程就能到 清风镇,那里是这一带最大的镇子,你们可以在那里休息,也可以把你们的妖兽材料卖个好价钱,徐丰和赵大虎谢过村民,继续沿着小路前行,他们边走边聊,谈论着接下来的计划和打算,徐丰等到了清风镇,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然后我会去找找有没有人收过妖兽材料,希望能换一本不错的工法,赵大虎说道,徐丰点了点头,好的,大虎说,我也会四处转转,帮忙找找,两人继续前行,终于在夜幕降临之前来到了清风镇,这是一个热闹而繁� 的小镇,街道两旁摆满了各种摊位,行人络绎不绝,徐丰和赵大虎找到了一家客栈,决定先住下,客栈的掌柜是个热情的中年人,看到他们身上的妖兽材料,便知道他们不是普通人,两位,看你们的样子,应该是修炼者吧,我们清风镇虽然不大,但因为靠近江原山,各种买卖商行还是挺多的,你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也可以四处转转,看看有没有需要的东西,客栈掌柜热情地说道,徐丰和赵大虎谢过客栈老板,赵大虎高声道,给我们来一间房间,客 客栈掌柜笑呵呵地伸手,成会五百桶,大周朝的通用货币主要为金银铜,兑换比例为一两金子,可以换一百两银子,一两银子可以换一千枚铜钱,赵大虎有些肉疼地从行李中点出半两碎银递给客栈掌柜,拿稳了,客栈掌柜接过银子后,脸上的笑容更胜了,小二,贵客两位,服饰好了,好嘞,两位客官,跟我来,两人来到房间里,将行李放下,赵大虎愁眉不展,唉,这一间房一晚上就要五百桶,可想而知,那 一次出来,我把捕猎对几年的积蓄都带出来了,也不过才二十两银子,不知道够不够用,只能希望这些妖兽材料能卖个好价钱了,大虎说,不用担心,钱不够的话,大不了我们再去江源山上列点妖兽就是了,徐峰安慰道,两人把行李放下后便准备出门了,徐峰决定先在镇上转转,打探一下消息,毕竟江源村消息太闭色了,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还很少,关于售卖妖兽材料的事,徐峰和赵大虎两人商量,先把行情问清楚,明天再去� 两人分头出发,清风镇虽然不大,得利于江源山的妖兽资源,来往客商熙熙攘攘,徐峰在镇上转了一圈,发现了几家出售修炼资源的店铺,他走进其中一家,准备问问入品工法的事,徐峰走进名叫南北商行的店铺,一进门便有一个小二上前询问,客观,是买还是卖,南北商行买卖一切东西,徐峰心想着商行口气倒是不小,于是便问,有没有修炼工法卖,小二听闻要买工法,眼睛一亮,心想碰到大主顾了,于是 便引徐峰往里间走去,客观随我来,我们南北商行是清风镇最大的商行,收藏了众多修炼工法,其中步伐入品工法,徐峰顿时来了兴趣,哦,都有哪些工法,可有五途径的入品工法,小二拿出了一本小册子递给徐峰,客观,我们商行有的入品工法都在这上面了,您可以看看,徐峰接过小册子并翻阅了起来,其中赫然列了两三页的入品工法,其中步伐八品,七品,九品工法,罗汉俯虎拳,百列千击拳,龙行太极拳,风卷残云腿 燕子穿云腿,雷霆列地腿,八品工法,大力牛魔断体神功,虎啸龙令百步神拳,十三太宝横练心法,七品工法,龙象大力绝,九转练体绝,天地元气功,玄武护身法,千军神力绝,徐峰有些目不暇己,指着册子上七品工法,龙象大力绝,问道,这,要价几何?小二回道,客观好眼光,龙象大力绝,在七品工法,可是数一数二的,传闻练到极限,可拥有龙象之力,可惜我们清风镇南北商行,只是分行,并无存本, 若客观诚心想要,我们可从总行调度过来,价格也很实惠,只要两千两金子便够了,徐峰听到两千两,还是金子,脸一抖,差点连手上的侧子都拿不住,不过他还是镇定地看向小二,那你们分行有存本的,是哪些工法?我们分行有存本的,只有九品工法,客观可有看上的,罗汉拂虎权,什么价格?这本的话,只要十金便可,客观可要带走,怎么这两本工法,价格差距这么大?徐峰不解,小二耐心解释道,客观,我们可不是黑店,我们所有工法的定价,都是在 在朝廷规定下,有总行长柜制定的,朝廷规定,九品工法定价在一干五十斤,八品工法定价一百干五百斤,七品工法定价一千干五千斤,我们算卖的,挺便宜了,徐峰没想到,还有这规定,汉手道,是挺便宜的了,可惜,我没那么多钱,对了,你们商行收购妖兽材料吗?小儿听到徐峰说,没钱,高兴的脸瞬间垮了,妖兽材料也收的,一级妖兽材料的皮,爪,牙等,每样大概一百通钱,二级低阶妖兽材料大概五百通钱, 中阶以上的妖兽,不同部位收购价格各有不同,你准备卖多少?徐峰大卖村里的货廊黑心,不仅猛虎卖卖的贵,连收购价格都压这么狠,我现在没带东西,我明天把材料带过来看看,徐峰走出南北商行,又到其他一些店铺里问了问,行情基本都一样,等回去后,和赵大虎对一下信息,再做决定,天色还早,徐峰走得有些渴了,便去了附近一间茶馆,准备喝点茶,顺便打听一些消息,徐峰走进茶馆,赵立先问下架,毕竟 自己身上只有赵大虎给的半两银子,小二,这茶水怎么收费的?普通茶水十同一壶,零茶一两银子一壶,客观要哪一种?徐峰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给我来一壶普通茶水,好嘞,稍等,马上来,小二提了壶茶水,放在徐峰面前的桌上,问道,客观可要来点点心,不用了,你这茶馆人来人往的,想必你消息挺灵通吧,我想跟你打听点消息,不知可否,当然可以了,不过就像你看书一样,知识都是需要付费的,我这的消息也是有价的,那你跟我说说清风镇的情况,这个消息 要多少钱,这个不值什么钱,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些额外的消息,就收你一百铜,看你愿不愿意了,徐峰希望通过清风镇的情况,以小见大的了解一下大洲,于是便答应了小二,可以,一百铜就一百铜,你说吧,小二搓了搓手,我们一般是先拿钱的,徐峰将半两银子递给小二,我身上没铜钱,只有这半两银子,你给我换一下,顺便把茶水费结了,小二接过银子后,将银子揣入怀中,并拿出了几张纸递给徐峰,铜钱携带太麻烦了,现在整个大洲都在用 这种纸币代替铜钱了,你看,这三张红色的是代表一百铜的,这一张绿色的是代表五十铜的,这张黄色的是代表二十铜的,还有这张蓝色的是代表十铜,找你三百九十铜,凭这些纸币,你可以到各地钱庄兑换铜钱,徐峰一愣,没想到这方世界也搞出了纸币,并且还能广泛使用,看来大洲朝廷的实力很强啊,徐峰接过纸币,看到纸币上面写着面额,心中盘算了一下,确实没差错,便对着小二说道,没问题,你可以说了,于是,小二便开始介绍了 这方世界的面纱也逐步在徐峰面前揭开,清风镇是青州安乐郡辖下的一个小镇,应靠近江原山,出产各种药材,矿石和一,二级妖兽材料而出名,因此,商行众多,镇上大部分人从事彩妖挖矿猎妖的工作,其中最盛的便是三大家族,包括彩妖的林家,挖矿的王家和猎妖的李家,现任镇长李云龙便是李家家主,掌控着整个清风镇的军政,据说前几年刚突破五十镜,晋级五十镜,堪称清风镇第一高手,不过� 虽说是清风镇第一高手,但拿到安乐郡城,乃至青州州府天水府城,那就完全排不上号了,毕竟我们这小地方也没什么强大的宗派,额外附赠一条消息,听说过段时间朝廷列妖丝会来镇上招收人员,那可是颇天的富贵啊,徐峰听到这插了句嘴,列妖丝,那是什么,小二有些鄙夷,你是什么善嘎大出来的,竟然不知道列妖丝,徐峰微微一笑,示意小二继续说下去,他知道,自己的确是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对于许多东西还不太了解,但他并不介意,相反,他 他觉得这是一个了解这个世界的好机会,小二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列妖丝的大人们都是舞蹈高手,他们负责捕猎那些危害百姓的妖兽,保护我们的安全,列妖丝在大洲有着极高的地位,加入列妖丝,那可是无数舞者梦寐以求的事情,徐峰点了点头,列妖丝招收人员,这是不是意味着朝廷对妖兽的威胁越来越重视了,徐峰问道,小二点了点头,没错,最近妖兽活动频繁,朝廷自然要加大力度对付他们,列妖丝的招收,也是为了扩充力量, 更好的保护我们,听说列妖丝里有着种种强大的舞蹈功法,只要努力列妖,就有机会学到,可惜要通过列妖丝的考核太困难了,不然我也想去试试了,徐峰心中一动,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如果能加入列妖丝,或许自己就不用筹功法的事了,他决定去参加列妖丝的考核,看看自己是否能够通过考验,加入列妖丝,徐峰问道,列妖丝什么时候来招人,听说是在三个月后,会有一堆列妖丝的人过来轻脚江元山妖兽,顺便招人,江元山最近妖兽异 非常频繁,有人怀疑山里出了三级妖兽,进山探查,结果了,发现一株紫金灵果树,那可是二级灵果,武士静吃了,不仅能突破一重修为,还能强化经脉,增强底蕴,可惜有只三级妖兽在旁守护,那人只是武士静,无奈便退了回来,后面再一次醉酒中,无意透露了这个消息,传到李家耳中,李云龙仗着武士修为,想要进山摘果,结果那只妖兽是三级高阶妖兽,却反被打了个重伤,狼贝尔归,又担心 那只三级妖兽跑出江原山,无人可挡,只能上报朝廷,还好那只妖兽守着灵果树,轻易不离开,不然整个清风镇都难以幸免,不过待灵果成熟后,可就不好说了,灵果还有四个月成熟,因此,烈妖丝的人便打算三个月后过来把妖灭了,把果摘了,徐峰倒了一杯茶递给小二,接着问道不知烈妖丝的考核是怎么样的,小二接过茶水一口喝下,将空杯子放在桌上,接着说道,烈妖丝的考核分为三关,第一关是资质考核,第二关是实战 实战考核,第三关是心性考核,资质考核主要是对修炼者的基本条件进行审查,包括年龄,修为,武道潜力等,这一关的目的是筛选出有潜力和资质的舞者,实战考核则是检验修炼者的战斗能力和技巧,烈妖丝会根据不同的修为设置擂台,最后留在擂台上的可通过考核,心性考核则是对修炼者的性格和价值观进行考察,烈妖丝希望招募的人不仅能拥有强大的武道意志,更是能够坚守正义,保护百姓 徐丰认真听着小二的介绍,心中暗自盘算着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他知道烈妖丝的考核不会那么容易通过,但他也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准备,就有机会脱颖而出,于是徐丰起身准备回去修炼,在烈妖丝的人到来前变得越强越好,徐丰回到客栈房间开始修炼,刚运转完一遍基础内功,赵大虎便回来了,两人对了一些妖兽材料和修炼功法的价格,大差不离,便决定明天去南边商行把带来的妖兽材料处理了,徐丰 徐丰把烈妖丝的事情告诉赵大虎,不过赵大虎并无心参与,他只想早点买到功法,带回江原村,两人聊了一阵,时间接近晌午了,于是便到客栈大堂,准备点点东西吃,来到大堂,两人挑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招呼小二点了些饭菜,便吃了起来,不一会,饭菜上齐,两人吃了起来,正吃到一半,突然听见灵柱的客人吵了起来,他奶奶的,李家这是把江原山当成他们的私产了吗?竟然把进山的道路给封了,想让大家火喝西北风吗?灵柱一个 长相粗广的有黑男子叫喊道,小声点,不想活了,这可是李家的地盘,有黑男子的同伴,一个文士打扮的俊秀青年,慌忙阻止,有黑男子的声音弱了下来,别人怕他李家,我可不怕,徐丰听到江原山进山道路被李家封锁,有些担心自己和赵大虎回不了村,于是便起身走到灵桌旁,想询问一下情况,两位大哥,我刚听到你们说江原山进山道路被封,不知是什么情况,可否请教一二,有黑男子看了徐丰一眼,见他相貌平平,却又气度不凡,便点了点头,示意他坐 小哥,你是外地来的吧,有黑男子问道,徐丰点了点头,我昨天刚到清风镇,有黑男子叹了口气,哎,江原山的事情,你也知道了,最近江原山上的妖兽活动频繁,尤其是那只守护紫金灵果的三级高阶妖兽,让李家损失惨重,为了安全起见,李家封锁了进山的道路,不许任何人上山,徐丰皱了皱眉头,难道救人有李家这么霸道吗?不上山,乃来的活计,俊秀青年插话道,李家这么做,也是出于无奈,那只三级高阶妖兽,守护的紫金 灵果,对于修炼者来说,价值连城,李家为了得到灵果,不惜派出家主李云龙亲自上山,结果却遭到了重创,现在李家封锁道路,一方面是为了保护镇上居民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其他势力上山争夺灵果,有黑男子痴笑一声,痴,说什么,保护居民安全,都是屁话,李家哪有那么好心,他们还不是想着趁着猎妖丝的人还没来,再尝试看看能不能把果子摘,徐丰有些疑惑,李家的风平不好吗?当然了,李家是清风振兴最黑的,吃人不吐骨 特别是他们安排众多货郎到江源山中的村子去吸血,尤为让人不耻,徐丰听到货郎和江源山中的村子,想到了江源村,于是问道,你说吸血是怎么回事?还不就是用垃圾的猛虎拳和猛虎丸去骗取无知村民的积蓄?用猛虎拳这种一辈子也突破不了五世镜的垃圾功法让村民修炼,在高价都受猛虎丸这种低级药丸,从中牟利,徐丰刚想说话,却见赵大虎已经满眼通红地站在他身边,声音有些嘶哑,陈生问道,你说的都是 是真的吗?那还有假,整个清风阵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赵大虎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愤怒,他紧握双拳,身体微微颤抖,徐丰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怒火,但他也知道,现在不是发怒的时候,徐丰拍了拍赵大虎的肩膀,摇了摇头,大虎输,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赚钱买一本功法,至于其他的事,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坚信,恶有恶报!赵大虎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徐丰也很愤怒,但他知道,李家可是有武师的存在,自己现在 再去讨公道,可能直接入土为安了,接下来的第一要务是赚钱买功法,至于李家,凭自己的资质,要不了多久就能解决了,徐丰转头对那两人说道,两位大哥,你们对清风阵比较熟悉,现在不能上山,不知道有没有别的路子可以赚钱,有黑男子和俊秀青年对视一眼,有黑男子沉思片刻,然后说道,路子还是有的,不过比起猎妖,赚的钱就少多了,镇上的商会经常雇人搬运货物,还有一些小商贩要到外地走商,也会雇佣一些人手,这些活计虽然辛苦一些,但总归能赚 你要是有心思,可以去商行或者接商问问,徐丰对两人表示感谢,之后和赵大虎回到房间,商量接下来的计划,大虎说,最便宜的罗汉扶虎权,需要十两金子,也就是一千两银子,我们现在手里才二十两银子,就算把妖兽材料卖了,也是远远不足,我毕竟是武士进了,我打算下午去接商问问,有没有雇佣护卫的,赵大虎也是愁眉苦脸的,你说的不错,下午我也去问问,有没有我能干的活,而且我们不能再住客栈了,客栈太贵了,我们得去找找,有没有便宜 不错的房子租,实在不行就露宿野外,你我轮流守夜,徐丰表示同意,可以,我没问题,那我们现在就去把妖兽材料卖了吧,赵大虎点点头,两人将行李收拾好便退房离开客栈,来到南北商行,徐丰找到上午见到的小二,说明来意,将妖兽材料交给商行的人清点,不一会儿,清点结果出来了,加上徐丰在江源山顶斩杀的二级妖兽材料,一共卖了135两银子,不过离时金的目标还差很远,卖完材料后,徐丰找商行管事准备询问 找工作的事,管事的,请问一下,你们商行还招人吗?商行管事笑道,巧了,我们商行最近有一批材料,要运往安乐俊城,刚好缺人手,你们要愿意的,可以留下来,武徒进一天二百铜,武士进一天二两银子,徐丰沉吟了一会,他想到自己作为武士进的舞者,如果能上山猎妖,一天少说几十两银子,到商行干活一天才二两银子,而且还会耽误自己的修炼进度,而且就是一天赚二两银子,想要攒够时金少说,也得两三年,未免有点得不偿失,于是他转头看 看向赵大虎,大虎叔,你相信我吗?赵大虎一乐,回道,我当然相信你,好,那我们先回去,徐丰说完走向门口,赵大虎不知道徐丰葫芳里卖的什么药,摸摸头跟上了徐丰的脚步,徐丰边走边对赵大虎说,大虎叔,你是知道我的,武道修为进展很快,我有把握在三个月内进阶武士,到时候直接找李家算账,功法的事也不用愁了,你愿意相信我吗?赵大虎有些迟疑,但想到徐丰的惊人滋质与勤奋程度,又对徐丰有无穷的信心,赵 赵大虎一脸坚定地看着徐丰,好,我便陪你赌一把,不过,我修炼没什么用了,你修炼便成,我出去干点活赚点钱,徐丰有些汗颜,赵大虎说是要陪他赌一把,其实还是有些信心不足的,不过他会用行动来证明的,两人找牙行租了间屋子,每月使两银子,压三负一,租的屋子两室一厅,位于清风镇东南角,离南北商丧挺近,也方便赵大虎上宫,徐丰回到房间,修炼前先看了眼面板,宿主,徐丰,年龄, 十五,五道境界,五十二重,足阳明未经,足太阴脾经,进度百分之四十,修炼功法,猛虎拳,LV,七出神入化,两千斜杠两千,基础内功,LV,三架清就熟,二五一四百,破线点,一,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推算了一下,再修炼三天,便可以将基础内功进阶到,LV,四融会贯通的层次,同时,也能将足阳明未经,足太阴脾经的修炼进度,推至百分之七十,以融会贯通的基础内功,只需再修炼两天,便可突破至五十五,五道境界 五十三重,接下来的日子,徐峰把时间都用在了修炼上,五天突破至五十三重,再五天,突破至五十四重,又五天突破五十五重,同时,基础内功进阶至LV,五如火纯清层次,在十六天,将基础内功进阶至LV,六登峰造极层次,修为连续突破五十六重,五十七重,此时徐峰的面板,宿主,徐峰,年龄,十五,五道境界,五十七重,英维脉,杨维脉,进度百分之十,修炼功法,猛虎拳,LV,七出神入化, 2000-2000,基础内功,LV,六登峰造极,千分之一,破线点,二,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接下来还需要二十天,才能把基础内功的熟练度练满,于是,徐峰继续修炼,第五天,突破至五到八重,第十五天,突破至五到九重,第二十天,基础内功达到登峰造极极限,徐峰直接用了一点破线点将基础内功破线至出神入化,破线点一瞬间,徐峰仿佛置身于原力海洋中,周身的原力不断滋养他的肉体,尽力无尽,内力自生,经脉中的内 不断积蓄,尽无可尽,最终将徐峰的任督二脉冲破,贯通了天地之桥,外界的天地原力瞬间涌入徐峰身体,经脉中的内力被原力冲击,散入五脏六腑,在其中流转,滋生出了一缕真气,沉入丹田之中,徐峰心有所悟,自己突破了五十镜,可与天地交通,酝氧真气,通过玉石真气,可发出寻常百倍的力量,甚至可以以真气催动五计,以气化物,徐峰感到有些不真实,自己这就突破了五十了,看向面板,宿主,徐 徐峰,年龄,十五,五道境界,五十一重,修炼功法,猛虎拳,LV,七出神入化,两千斜杠两千,基础内功,LV,七出神入化,零两千,破线点,一,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自己确实已经突破到五十镜了,总算是没有辜负赵大虎的信任,徐峰走出房门,准备去告诉赵大虎这个好消息,便往南北商行走去,徐峰快到南北商行门口,却见赵大虎一身是伤的躺在地上,旁边一个面容苍白的锦衣男子还在不断地用脚踹着赵大 徐峰看到这一幕,怒发冲关,一个剑步,瞬间来到锦衣男子面前,一记虎尾扫向锦衣男子扫去,动作之快让锦衣男子来不及反应,瞬间被踢飞了出去,倒在地上,口吐鲜血,人事不行,徐峰俯下身检查赵大虎的伤势,大虎输,你怎么样,赵大虎抬头看见徐峰,眼睛里流露出浓浓的惊喜,声音微弱,徐峰,你怎么来了,你修炼怎么样了,徐峰没想到,这时候赵大虎还想着自己的修炼进展,于是给了赵大虎 一个确定的眼神,大虎输,我已经突破了,可以开始我们的计划了,赵大虎听到徐峰突破了,随即大笑了起来,颤颤巍巍的站起身来,指着躺在地上人事不省的锦衣男子,对徐峰说道,那个人说,李家的二公子李鹤,五世二重,我不小心对他露出了一丝恨意,被他发现,因此遭了罪,赵大虎一蹶一拐地走向李鹤,看着毫无意识的李鹤,宁笑道,便宜你小子了,就从你小子开始吧,说完,一手将李鹤脖子扭断,徐峰上前,扶 不住赵大虎,大虎说,我先带你回去包扎一下伤口了,反正李家就在那,也跑不掉,赵大虎摇了摇头,不,迟则生变,李云龙虽说受了重伤,但拖的时间越久,他伤势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现在就去李家,徐峰自是不答应,不顾赵大虎反对,直接把他带回去包扎了,大虎说,你就好好在家养伤吧,李家那边,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徐峰说道,赵大虎有些无奈,行,我就在这等你吧,我去了,也是你的累赘,事不宜迟,徐峰出门,准� 前往李家,不过,为保险起见,徐峰打算先悄悄地进李家探探情况,来到李家门外,徐峰遇使真气一个纵月翻身,便进了李家大院,可惜一落地就被人发现了,看来自己果然是个好人,干不了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既然这样,那就放手大干一场了,几个护卫将徐峰围了起来,你是谁,偷偷摸摸跑进来,意欲合围,徐峰懒得和他们废话,凭借武师境界的修为,一拳一个护卫,不一会,护卫就躺了一地了,大院里的动静传到了 很快,李家大公子李胜便来到了大院,一脸怒容对着徐峰喝倒,赶到我李家来撒野,我看你是老兽心上吊,不想活了,随即一拳轰向徐峰,可惜他只是武士境,徐峰手一抬,抓住了李胜的拳头,李胜想把拳头收回,却发现怎么样也动不了,一脸惊恐地看着徐峰,你不是武士境,你是武师,徐峰轻笑,你发现得太晚了,徐峰将手用力一挥,直接将李胜整个手臂撕了下来,李胜发出凄厉的叫声,啊,快救我,徐峰不管李胜的哭喊 对着他,就是一记猛虎下山,一拳击穿了李胜的胸膛,李胜不甘地看着徐峰,为什么,武者的生命力果然顽强,这都还不死,徐峰不觉得自己有必要回答死人的问题,直接将李胜甩在地上,准备进内院看看,一进内院,便见一个头发半白的中年男子迎了过来,开口道,你所求何物,财物,灵物,都是可以商量的,没必要打打杀杀的,徐峰感受面前的中年男子散发出了一股强大的气势,估摸着,境界应该也在武士境,于是开口道,你就是李家家主,李云� 不错,李人李云龙,我想,我们应该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何不坐下来谈谈,徐峰没一条,哦,我杀了你两个儿子,这还不叫深仇大恨,李云龙脸色平淡,我的孩子很多,没了一两个,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再生就是了,徐峰有些讶异,你可真是冷血啊,难怪能做出欺骗无知村民的事,这样的话,我也没有那么重的负罪感了,李云龙突然咳嗽了一下,紧接着问道,真的不能谈谈吗,看来李云龙之前与三级妖兽交手受的伤还没恢复,难怪表现得这么软弱, 徐峰心里一动,谈谈也不是不可以,把你们李家所有的钱和功法,都给我拿出来,李云龙身体略微放松了些,你太贪心了吧,一开口,就要我李家所有的财产,好歹给我们留点活路吧,这样吧,我给你摆两黄金,再附赠功法罗汉扶虎权,如何,徐峰不至于否,先拿出来看看,李云龙高声喊道,来人,把东西拿出来,话音一落,便见两个仆人,分别手捧着黄金和功法,从李间走了出来,向着徐峰展示,看到食物,徐峰瞬间一个虎扑,上前夺走了黄金和功法,对 这个就当是利息吧,剩余的,就拿你的人头来抵吧,李云龙震怒,你这个出尔反尔的小人,徐峰笑道,我可没有答应你,说完将功法塞入胸前,把黄金包起来,绑在背上,做完这些,看向李云龙,接下来就送你上路吧,李云龙大喊道,放剑,给我杀了他,瞬间无数根利剑从四面八方,朝徐峰射来,徐峰看着这些利剑,直接调动丹田里的真气,以真气使出猛虎下山,一拳轰向李云龙,真气勾连天地原力,一只巨型猛虎 幻化了出来,咆哮着扑向李云龙,李云龙大喝一声,无极护体,瞬间浑身真气涌动,驱动着天地原力,形成一个大钟模样,笼罩着自身,气形猛虎扑在大钟上,发出了震耳欲龙的响声,音波瞬间将所有的利剑震飞了出去,李云龙鸣笑道,嘿嘿,居然是修炼猛虎拳的泥腿子,我还以为是世家大宗的高徒呢,真是枉费我煞费苦心,给我去死吧,天地无极,号令元妾,无极神权,李云龙运转天地 元气宫,一记无极神权轰向徐峰,徐峰感觉自身仿佛被天地元气禁锢了一般,动弹不得,瞬间被击飞了出去,徐峰口吐鲜血,这是什么武功,李云龙心满意得地看着徐峰,教你做个明白鬼,这可是七品功法,天地元气宫,败在这之下,你也不冤了,徐峰站起身来,擦了擦嘴角的鲜血,现在就说,我败了,有点为时尚早吧,以你现在的状态,像这样的拳法,又能够打出几拳呢?李云龙没想到,被徐峰看出了虚 强装镇定,杀你足够了,徐峰的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他的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他知道,这场战斗还远未结束,李云龙的天地元气功虽然强大,但消耗同样巨大,而且李云龙的伤势还没恢复,自己跟他打之久战,好也能耗死他,杀我?徐峰冷笑一声,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嘲讽,那就看看,是你坚持的酒,还是我坚持的酒吧?徐峰深吸一口气,他的身体周围开始聚集起一股蛋黄色的气流,这股气流如同活物一般, 环绕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漩涡,他的眼睛紧盯着李云龙,他知道,自己必须抓住机会,恶虎扑石,徐峰嘀喝一声,他的身体瞬间化作一道残意,速度快到,令人难以置信,天地元力在周身重新幻化成了一只猛虎,带着一股强大的气势,扑石般直奔李云龙而去,李云龙脸色微变,他没想到,徐峰在受到自己一拳之后,还能发挥出如此强大的力量,他匆忙调动天地元气,试图再次使出无极神拳,但牵动了伤� 只发出了六成的力量,碰,两人的拳头在空中相撞,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徐峰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从他的拳头传遍全身,但他并没有被击退,反而借力向前,一脚踢向李云龙的腹部,李云龙躲避不及,被徐峰一脚踢中,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飞了出去,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嘴角溢出一丝鲜血,看来你的无极神拳也不过如此,徐峰站在原地,他的眼神冷漠,声音中带着一丝细血,李云龙 充满了震惊和不甘,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一个修炼猛虎拳的泥腿子打伤,我还没有说,李云龙怒吼一声,他再次调动天地元气,准备发起最后的攻击,然而,就在这时,一股强大的气息突然出现在场中,这股气息强大到令人窒息,让人无法忽视,徐峰和李云龙同时抬起头,看向气息传来的方向,一个身影缓缓走来,他的每一步都仿佛带着无尽的力量,让人无法直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眼神却让人不寒而 你们两个都给我住手,这个人的声音平静,但却充满了威严,他的话音刚落,徐峰和李云龙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压力,让他们无法动弹,来人二十出头,面容俊秀,身穿一身黑色镜装,点缀着几朵赤色云朵,腰夸一柄三尺长刀,刀鞘同体漆黑,叼着一只赤色的五爪金龙,来人走到徐峰和李云龙两人对峙的中间,如刀的眼神看向李云龙,私自封山,该当何罪,紧接着又看向徐峰,私闯民宅,袭� 李云龙浑身站立的看着来人,声音颤抖,飞云浮,黑龙道,你是猎妖卫,来人对着李云龙轻笑一声,呵,你还有点见识,既然你认得猎妖卫,也省得我费,一般口舌了,又转头看向徐峰,看着徐峰一脸不解的样子,开口解释道,本官周正明,猎妖卫百户,本次过来处理江原山三级妖兽,在镇上听说了李家私自封山便过来了,没想到看了一场大戏,周正明拍了拍手,好了,该聊聊你们的罪行了,李云龙慌忙跪 李家以头抵地,大人,饶命啊,小人,是怕有无知小明进山,惊扰了三级妖兽,一旦妖兽被引出到清风阵,无人能抵挡,这里将会生灵涂炭,于是,小的才出此下策,自行封山了,还请大人明察,周正明点了点头,算你情有可原,准你戴罪立功,到时,随我一起,进山狩猎三级妖兽,又看向徐峰,你呢?你是什么情况?徐峰拱了拱手,大人,李家以猛虎拳和猛虎丸,欺骗无知山明,还将人打成重伤,我是来讨公道的 你也随我进山猎妖,到时戴罪立功,我们十天后出发进山,这几天都给我待在这里,不得跨出李家大门一步,为者,扎恩,还有,不得将我到来的消息泄露出去,李云龙产妹的孝道,遵命,大人,家里还有很多空房,我马上让下人收拾一下,大人先到礼物做会,徐峰有些无奈,他并不想在李家待着,迫于周正明的实力,只能硬下,不过,他想到了赵大虎,于是开口问道,周大人,我有个叔叔受伤在家,见我不回,估计会来找我,是否可以让我和他见个面? 可以,只要你不走出大门,不泄露我的信息,其他事我不管,周正明说完,往李屋走去,李云龙欲言又止,随即跟上了周正明的脚步,徐峰心想,自己是李云龙的沙子仇人,估计他不想让自己进屋,不过有着周正明的威慑,自己就算到处走,他也拿自己没辙,想了想,徐峰还是到来外院待着,以免赵大虎来的时候,找不到人,看着大门,徐峰有股迈出去的冲动,但从自己的感应来说,周正明的修为至少在武士六重以上,甚至可能在武士的下一个境界,不是自己能 利敌的,还是不冒这个险了,徐峰在院子里找了个空地盘腿坐了下来,把从李家得来的罗汉伏虎拳,密集拿了出来,放在腿上参悟,期间,李家吓人过来,把李胜的尸体清理走了,还在他旁边放了一些饭菜,估计是周正明的安排,不过徐峰不太敢吃,一口未动,罗汉伏虎拳是以刚劲有力,迅猛灵活而著称,每一招每一事都充满了力量和灵动,共有五个招式,第一是罗汉出洞,此招为身法,象征着罗汉从洞中 走出,准备降妖伏魔,一步踏出,瞬间变到敌人身前,第二是罗汉翻掌,此招为掌法,以灵活的手掌变化,迷惑敌人,攻敌不备,第三是罗汉抱拳,此招为拳法,成手欲之势,第四是罗汉探找,此招为招法,模仿罗汉探抓猛虎,动作迅速而准确,第五是罗汉伏虎,此招为拳法,作为罗汉伏虎拳的傲义,以双拳轰向敌人,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徐峰沉浸在罗 看着远方升起的朝阳,深深吐出一口气,料想赵大虎应该要来找他了,便去大门口处等着,不一会,看到赵大虎鬼鬼祟祟的在门前探头探脑,徐峰出声道,大虎叔,我在这儿,你过来吧,赵大虎伸头一看,发现徐峰坐在门边,便走了进来,焦急问道,怎么回事,怎么以夜未归,若事不可为,我们便逃吧,徐峰站起身来,排排屁股,走进赵大虎,放心吧,大虎叔,李云龙不是我的对手,不过,我现在杀不了他,我从他手上夺来了百两黄金 和罗汉伏虎权秘籍,我们的计划也相当于完成了,徐峰说着,从怀中掏出罗汉伏虎权秘籍,并将背上的黄金取下,递给赵大虎,大虎叔,这秘籍和黄金你收着,你回去先转修罗汉伏虎权,争取早日突破五世镜,我估计再过几天,李家就会放开江原山的封锁了,你若突破五世,便先回村里,我现在脱不开身,具体原因无法明言,你不用担心我,赵大虎见徐峰一脸严肃,便没有多问,只是接过秘籍 塞入怀中,但却将黄金推回给徐峰,徐峰,秘籍是你答应我的,我收下了,黄金我就不收了,你自己留着,我回村里,没什么用钱的地方,反而是你在外面,需要用钱的地方不少,徐峰执意要给,赵大虎执意不收,徐峰无奈,折中道,这样吧,大虎说,黄金我们一人拿一半,你先别着急,这钱不只是给你的,你带回村里,给我爹娘十两,剩下的分给村里人,赵大虎推脱不过,便将黄金收下了,紧紧地捂在怀里,玄机向徐峰告别道,徐峰,那 我先回去了,你万事小心,徐峰望着赵大虎离开的背影,突然想起一事,于是喊道,等等,大虎说,赵大虎回头,怎么了,徐峰不好意思地说道,大虎输,如果最近几天,你还没离开清风镇的话,能麻烦你帮我送下饭吗,我不太敢吃里家的饭菜,又不能出这个门,赵大虎玩耳一笑,这算什么,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每日三餐,我给你送过来,你稍等会,我去给买早餐过来,赵大虎说完便走了,徐峰心念一动,看向面板,宿主,徐峰,年龄,十五,五到境界, 五十一重,修炼功法,猛虎拳,LV,七出神入化,2000斜杠2000,基础内功,LV,七出神入化,02000,罗汉俯虎拳,LV,一出窥门镜,四五二百,可强化,破线点,一,每个自然越生成一点,面板里功法出现了新的状态,可强化,不知道是什么功能,徐峰心念一动,给我强化,瞬间脑海中出现了一道提示,是否以猛虎拳为资量,强化罗汉俯虎拳,徐峰恍然,原来强化是这个意思,那当然选失了,下一刹那, 面板里的猛虎拳功法消失了,罗汉俯虎拳的熟练度不停地上涨,100,200,400,800,最终变成,宿主,徐峰,年龄,十五,五到境界,五十一重,修炼功法,基础内功,LV,七出神入化,02000,罗汉俯虎拳,LV,四融会贯通,645,1200,破线点,一,每个自然越生成一点,瞬间,罗汉俯虎拳便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层次,并且还增加了600点的熟练度,接下来的时间,自己可以一半用来修炼罗汉俯虎拳 一半用来修炼基础内功,不过,自己虽然突破了五世镜,但却对五世镜的修炼一无所知,得去找人问问,问李云龙是不可能了,只能寄希望于周正明了,徐峰边修炼边等着赵大虎,心想,带吃完早饭去找周正明问问看,不一会,赵大虎提着一袋包子和一壶豆浆走了过来,地给徐峰,吃吧,看够不够,不够我再去买,徐峰接过,忙道,够了够了,谢谢大虎说,你赶紧回去修炼吧,行,那我先回去了,中午我再给你送饭过来, 赵大虎说完,迅速地走了,徐峰一天没吃饭,呃的慌,三下午除二地把包子和豆浆都解决了,感受着肚子里的饱腹感,徐峰常常舒了一口气,吃饱喝足,徐峰准备去找周正明问问情况,于是往内院走去,来到客厅,看到周正明正端坐在太师椅上喝茶,于是上前问道,周大人,我在修炼上有一些疑惑,不知可否请您解惑,周正明似乎心情不错,看着徐峰,抿了口茶,看你小小年纪,便已突破五世,看来资质不错,倒也是个可造之才, 有什么疑惑问吧,本官虽然不是什么武道宗师,但想来指导你也绰绰有余了,徐峰盲谢道,谢谢周大人,我想问一下,五世镜的修炼与五世镜有什么不同,还有五世镜的下一境界是什么,该怎么突破,周正明听完服恶大笑,哈哈哈哈,你一个小小的武师一重就妄想着突破五灵了,真是不知者无畏,还有你连五世镜的修炼都不懂,那你是怎么突破五世镜的,徐峰刚想找个理由解释一下,却听周正明接着说道,也罢,本官就好为人师一番,给你解释一下,五世镜修炼的是 五世十重的武者打破了任督二脉后,以内力接引天地原力流转五脏六腑,运生真气便能成为五世,五世镜的修炼就是不断继续真气,直至丹田续满真气便达到五世十重,五世的下一个境界是五灵,需要五世十重的武者凝炼出精神力,领悟意境才可突破,真气在意境的增幅下可以提高十倍威力,乃至百倍,五灵之后的境界依次是五猴,五宗,五尊,五圣,五帝,五神,现在给你说你也听不懂,我也懒得说了,徐峰听完, 心潮澎湃,那五神该有多强大,自己一定要到那境界看看,感谢大人解惑,徐峰拜谢道,大人,我还有一事不解,不同品级的功法是如何划分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周正名手搭在桌子上,双指敲了敲桌子,沉饮了会,说道这个问题,很多人只知道表面的答案,却不知道深层原因,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你要知道功法领悟层次的划分,功法的领悟层次分为出窥门境,越有小城,驾轻就熟,融会贯通,炉火纯青,登风造极,出神入化,圣境,地境, 神境,每一层次对功法的加持程度都会倍增,而只有六品以上的功法能修炼到圣境,三品以上的功法能修炼到地境,一品以上的功法能修炼到地境,这是根据层次的划分,还有一种比较广为人知的,便是根据修炼境界的划分,九品功法只能修炼到五世境,八品功法五世境,七品功法五灵境,一次类推,只有二品以上的功法才能修炼至五神境,徐峰心想自己靠着猛虎拳也突破了五世,想来以层次划分,功法会更准确点,徐峰敏锐地发现了 周正明话语中透露的消息,一品之上的功法,难道还有比一品更强的功法吗?于是开口问道,周大人,您说的一品之上的功法,是指什么等级的功法?周正明文言一论,旋即严肃道,你听错了,我没提到什么一品之上,好了,你下去吧,我要休息会,不要来打扰我,徐峰有些错愕,周正明变脸变得这么快,又会莫如身的样子,估计涉及到某些不可言说的秘密了,徐峰告退,回到外院中继续修炼,中午赵大虎带饭过来的时候,刚好徐峰在演练罗 徐峰练完一遍拳法后,发现赵大虎正正的站着,于是喊道,大虎叔,你来啦,赵大虎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徐峰,我回去参悟罗汉俯虎拳,一直没什么头绪,刚看你在修炼,恰好心有所悟,领悟了其中一事,这是给你带点饭菜,快趁热吃,徐峰接过饭菜,席地而坐,大快朵一,边吃边说道,大虎叔,等我吃完饭,多给你演练几遍,你尽快把整套罗汉俯虎拳都领悟了,赵大虎有些小心翼翼不会耽误 你的事吧,徐峰洒然一笑,没事,我这几天在这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修炼,也是凑巧了,你有不解的地方随时来问我,徐峰吃完饭后,又给赵大虎演练了几遍罗汉俯虎拳,都是给他指点一些修炼的难点,赵大虎才算是学会了整套罗汉俯虎拳,徐峰就这样沉浸在修炼中,偶尔指点指点赵大虎,转眼,十天便过去了,徐峰这十天的修炼成果都显示在了面板上,宿主,徐峰,年龄,十五,五到境界,五十二重, 修炼功法,基础内功,LV,七出神入化,五百斜杠两千,罗汉俯虎拳,LV,五炉火纯青,四四五,一六零零,破线点,二,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破线点增加了一点,修为突破到了五十二重,罗汉俯虎拳也进接到炉火纯青层次,实力更近一步,想来现在对上李云龙,应该一拳就能打死他,今天就是周正明定下的近山狩猎的日子,修为的突破也让徐峰增加了些许安全感,清晨,阳光明媚,是个适合出行的好日子,徐峰 刚刚吃完赵大虎带来的早餐,和赵大虎聊了一会,得知赵大虎重修罗汉俯虎拳已经突破到了五土九重,实力比之前强大了很多,也放心了些,不一会,周正明带着李云龙来到外院,走吧,周正明对着徐峰喊道,又转头对李云龙吩咐道,让人把马牵出来,一人一骑,轻装上阵,李云龙吩咐下人,牵出了三匹马,这三匹马高大而健壮,站立时身高超过两米,体长更是达到了三米,身体覆盖着深棕色的棕毛,阳光下闪� 棕毛从颈部一直延伸到尾巴,四肢强壮有力,肌肉线条分明,每只蹄子都犹如黑药石般坚硬,它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尾巴宛如一把长鞭,灵活的摆动,嘴部宽阔,牙齿锋利,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感,徐峰有些惊讶,这马是妖兽,李云龙有些自得,没见识了吧,土包子,这可是二级妖兽追风马,有着一丝露鼠血脉,日行千里轻轻松松,是我李家培养多年驯化出来,周正明也有些讶� 想到,你这等边缘小镇的家族竟也能训养异兽,倒是小瞧你了,李云龙谄媚的笑道,大人过奖了,这也是我李家几代人的努力才换来的,周正明点点头,事不宜迟,咱们出发吧,说完,翻身骑上一匹追风马,往江圆山而去,跟上我,徐峰和李云龙也翻身上马,紧随周正明,徐峰骑在追风马身上,感受着周围呼啸而过的气流,却没有一丝颠簸感,心生感叹,真不愧是二级妖兽,以后就是自己的了,就算是李家还� 跑下,半课中,便来到了江圆山山脚下,周正明手一扬,喝道,先停下,三人侧马助力,周正明翻身下马,说道,骑马进山动静太大,未免惊动山里的妖兽,我们不行进山,徐峰也跟着下马,他的眼神望向江圆山深邃的临间,心中半是紧张,半是期待,周正明环顾四周,神色严肃,他指了指山脚下一处隐蔽的角落,说道,把马匹安置在这里,我们不行进山,记住,一切行动都要听从我的指挥,三级妖兽非同小可,实力不容小觑,李云龙点 一路上,可能是设于周正明的威势,一路上,可能是设于周正明的威势,基本绝技,三人来到江圆山背影面底山坡上,向下看去,是一片山谷丛林, 树木繁多,宛如无尽灵海,李云龙指着山谷中心,说道,紫荆灵果树就在那里,不过,那里有一只独角莽守护着,我上次就是被那只畜生打伤的,周正明眉头紧锁,你确定是独角莽吗?可有看到金刚园的踪迹,李云龙一愣,金刚园,那是什么妖兽,我没见过,徐峰此时有些憋不住了,于是开口问道,周大人,我想以你的实力,普通的三级妖兽,应该不是你的对手,你让我们两个人陪你进山捕猎,还有这一路上的小心谨慎,可是由 由于这金刚园的存在,周正明的眉头紧锁,他的目光深邃而凝重,他转向徐峰,缓缓开口,你的直觉很敏锐,确实,金刚园是我此行最大的顾虑,他的声音低沉,透露出对这只神秘妖兽的深深忌惮,徐峰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显然他没有想到周正明会如此直白地承认,李云龙则显得有些困惑,他对金刚园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周正明继续解释,金刚园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四级妖兽,他的力量强大,智慧 而且极为狡猾,我曾经与一只金刚园交过手,势均力敌,谁也奈何不了谁,紫金灵果是金刚园最喜爱的食物,有紫金灵果的地方必有金刚园,我应修炼需要用到金刚园的皮肉骨血,一直在寻找金刚园的踪迹,恰巧在猎妖丝听到江园山出现了紫金灵果树,我知道金刚园一定也会跟着出现,便快马家编的过来了,徐峰和李云龙听到这里,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四级妖兽,根本不是他们能应付的,徐峰硬着头皮道,周大人,我实力 对付四级妖兽,恐怕帮不上什么忙,李云龙见徐峰这么说,也忙不迭地说道,我也一样,大人,周正明没好气地说道,放心吧,我周某人虽不是什么证人君子,但也不是什么邪魔歪道,不会用你们的性命去试探金刚园,你们只需在我对付金刚园的时候,不要让其他妖兽来,打扰我就行了,徐峰和李云龙文言皆是松了一口气,毕竟,如果真让他们去对付金刚园,估计死无生,对付其他妖兽,那还有生的希望,周正明见徐峰和李云龙二人,似乎对妖兽的了解 也不多,于是开口解释道,我看你们二人似乎对妖兽支支慎手,未免你们误判妖兽实力,便给你们说说妖兽等级的划分,徐峰大喜,他对妖兽的了解,只来源于记忆中捕猎对说过的一些一二级妖兽,三级以上的妖兽便没听说过了,周正明愿意讲解,正中他的下怀,周正明接着说道,妖兽的等级由低到高分为十级,一级最低,十级最高,一级妖兽也称为野兽级,相当于普通的野兽,力量和速度比肩武图,二级妖 妖兽也称为猛兽级,体型庞大,力量强大,具有更强的攻击性和防御力,比肩武士,三级妖兽也称为异兽级,拥有某种特殊能力,如喷火,电击等,比肩武士,三级到四级是个坎,也是人们称之为妖的原因,四级妖兽为之灵兽,开启灵智,拥有较高的智慧,学习能力强大,可学人组五计划为己用,掌握妖术,非五灵以上不可敌,五级以上的妖兽有什么能力,我也不甚清楚,只知道具体的称 五级妖兽为妖将,六级妖兽为妖王,七级妖皇,八级妖圣,九级妖帝,十级妖神,金刚元作为四级妖兽,灵智已开,有可能埋伏在某处,等人入网,周正明看向李云龙,说道,你之前过来没看到金刚元,可能是你实力太弱,金刚元觉得,你没什么威胁,仅凭独角蟒就足够对付你,才没有出面,不然,你估计已经死了,李云龙听完有些后怕,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问道,大人,不知那金刚元的妖术是什么,先了 了解一下,也好有所准备,周正明摇了摇头,与其郑重地说道,每个妖兽掌握的妖术都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种族的妖兽,掌握的妖术也有可能是不同的,所以不要妄想以偏概全,不然会死得很惨,不过,了解一下妖术,你们遇到了也能避免自乱阵脚,周正明看向远方领海,有些唏嘘,我上次遇到的金刚元掌握了一道名为霍兴的妖术,中了这道妖术的人会把金刚元当成至亲好友,无法对他下手,甚至心甘情愿地被他 他杀死,徐峰文言一惊,出声道,这么厉害的妖术,那中了,岂不是必死无疑?当然不是,掌握意境的舞者可以抗衡妖术,这也是为什么四级以上的妖兽必须武林镜以上的舞者才能应付,周正明解释道,徐峰松了一口气,有办法抗衡就行,周正明上次中了霍兴没死,应该是掌握意境的存在了,周正明上次没能成功猎杀金刚元,这次应该做了些准备,不至于送死,大人,此行可有计划,徐峰问道,计划很简单,你们两个去把那头独角 刀猛杀了,然后把紫禁灵果摘了,那金刚元不会眼睁睁看着你们把他心爱的果子摘走的,我潜伏在暗中,待他出现,一击必杀,徐峰冷汗瞬间冒了出来,这不还是把他和李云龙当成诱饵了,似是看出徐峰的不安,周正明出声宽慰,放心吧,我有一事刀法,不出则已,一出必杀,只要你们机灵点,保你们无恙,随后又出声威胁道,如果你们敢逃,我会先杀了你们,当然,如果你们这次帮我猎杀了金刚元,我也有好处于你们,我可以举荐你们, 净猎妖丝,不愿净猎妖丝的话,我也可以给你们一份精神秘法,这可是修炼精神力的秘法,给了大棒,自然要得填走,李云龙听到精神秘法,眼都直了,要知道,精神力可是领悟意境,突破武林的关键,徐峰相信,凭借自己的实力,通过猎妖丝的考核,应该不难,但精神秘法,同样很让他心动,再加上逃走也是死,不如就拼一把,于是,徐峰和李云龙便向着独角蟒冲去,周正明则施展了某种秘法,瞬间消失在林中,徐少 竭力对付独角蟒可好,毕竟我曾经领教过他的实力,若我们仍心存顾忌,恐怕逃不了好,李云龙对着徐峰商量道,可以,你不来招我,我也不会去惹你,徐峰嘴上这么说,可心里对李云龙的防备,却没有丝毫松懈,话音刚落,两人便来到独角蟒面前,独角蟒发现了两个人类闯进了他的领壁,瞬间大怒,整个身子盘了起来,仰天狂笑,笑声在林海间掀起阵阵波浪,独角凝聚起一颗光球,朝着徐峰射来 李云龙莽喊道,小心,那是独角蟒的异能,电光球,终止会浑身麻痹,使不出力,徐峰不等李云龙出声,看到光球朝他飞来,便一记罗汉出洞,离开了原地,来到独角蟒侧面,接着一找抓向独角蟒,以罗汉探找之势,抓向独角蟒的七寸部位,李云龙见状,使出一记无极神拳轰向独角蟒的脑袋,徐峰一招仿佛抓在百炼金刚上,反被震开,好在李云龙的无极神拳奏效,将独角 独角蟒打飞了出去了,李云龙出声提醒道,这独角蟒皮若金刚,外伤难清,须以隔山打牛之记忆,坏他内脏,不会隔山打牛的话,就用拳法轰他,把他打得那出血,那边独角蟒已经直立起身躯,大口一吐,一团青黑色的粘液朝着李云龙喷洒而去,李云龙盲起元气金钟抵徐,徐峰见状,使出罗汉扶虎拳的奥义,双手握拳向着独角蟒的七寸打去,独角蟒受此一击,口中吐出大量� 鲜血,摇摇欲坠,徐峰正想乘胜追击,却瞥见身旁李云龙一记无极神拳,朝他打来,这老小子果然贼心不死,徐峰忙高高跃起躲过了这一拳,李云龙收力不及,一拳轰在了独角蟒上,独角蟒临死反扑,一尾巴缠住了李云龙,徐峰在空中落下的瞬间,欲使真气覆盖双拳,使出罗汉扶虎拳,轰向李云龙,瞬间一记从天而降的拳法轰在李云龙和盘在他身上的独角� 满地残尸,徐峰落在地上,看向李云龙的残尸,心道,你这是旧游自取,可怪不了我了,又看向独角蟒,已经死得透透的了,于是,按照计划,走向紫金灵果树,准备采摘,不过,他也小心提防着,寻找着金刚元的踪迹,眼看徐峰的手,快要将紫金灵果摘下,一颗石子从灵中射出,射向徐峰的手掌,那石子的速度快到徐峰难以反应,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徐峰手上,瞬间皮开肉绽,徐峰吃疼,缩回了手, 往石子射出的方向看去,试图找出金刚元,却见不到一丝踪迹,徐峰无奈,看来不把灵果摘下来,金刚元是不会出来了,徐峰打算忍着剧痛,把果子摘下来,于是一爪抓向果子,不过这次他学乖了,直接以真气覆盖手掌,迅速摘下果子,徐峰摘下果子的一瞬间,一道怒吼声从灵中传出,徐峰转过头去,看到一道金光,离他越来越近,一只身高五米的黄金巨猿,出现在他面前,一掌朝他拍来,徐峰想躲开,身体却动 重弹不得,眼看徐峰就要被金刚元一掌拍死,一道刀光出现在金刚元背后,斩向了金刚元的脖梗,直接将金刚元一刀两断,头颅飞起,眼中还能看到一丝惊恶,刀光未尽,直接将整个领海削去了大半,金刚元身躯倒地,徐峰才看到周正明的身影,周正明气喘吁吁,以守主刀,半跪在地上,显然消耗不小,徐峰出声问道,这是什么刀法,竟一刀便斩了金刚元,周正明平复了气息,站了起来,回道,这是天地一刀斩,蓄力越久,威力 可以将一个人全身的实力,灌注于一刀斩出,消耗甚大,虽说,你摘下的紫金灵果,还要一个月才成熟,不过也有几分要力了,你自己留着,看是自己用,还是卖掉都随你,那头独角蟒的材料你,也可以拿走,不过,这只金刚元的材料,就不给你了,我自己有用,周正明继续说道,另外,你此次协助我,杀妖有功,你西沙里加仪式,便一笔勾销了,至于我答应你的条件,看你是想金烈妖丝,还是要精神功法,徐峰觉得,周正明应该还算个好人,至少他言而有 我听说一个月后,猎妖丝会来清风阵招人,我想凭自己的实力,通过考核,进入猎妖丝,所以,我选精神功法,徐峰说道,周正明看着徐峰,微微汗手,凭你的实力通过考核应该不难,也罢,不过精神秘法的秘籍,我没有带在身上,需要你跟我回安乐郡城去拿,徐峰有点无语,才想着,周正明应该是个好人,没想到这家伙竟想着空手套白狼,徐峰没好气地问道,你自己修炼的功法你总记得吧,不能把那交给我吗?周正明急了,我可没说要当你师 给你秘籍,已经仁至义尽了,徐峰以首服额,我可没说要给你当徒弟,你把功法给我念一遍,我记下来就好了,周正明吃笑道,你以为精神功法和你学的那些大陆或全法一样吗?精神功法的修炼必须配合观想图才行,我告诉你口诀,你没有观想图,你也修炼不了,徐峰心想那可不一定,自己有着面板,说不定可以绕过观想图,于是便道,我现在可没时间陪你去安乐郡城,要不这样吧,你先把口诀交给我,观想图等我去了郡城再找你啊,行吧行吧,我修炼的精神� 换作九天昆鹏观想法,通过观想九天昆鹏强化精神力,可以助人领悟风之意境,我便是靠着风之意境,配合天地一刀斩,才能一刀斩杀金刚元,具体修炼口诀你且听好了,九天之上,昆鹏斩翅吞山河,神游太虚,心随云动,一容万物,冥想之间,天地合一,徐峰凭借超凡的记忆力,过目不忘,记下了整篇口诀,在心中细细揣摩,周正明传授完口诀,便去处理金刚元的尸体了,周大人,这观想法,没有观想 观想图真的没办法修炼吗?徐峰自己参悟了一会,九天昆鹏观想法,却始终无法入门,忍不住出口问道,周正明正在金刚元的身体上摸索着,听闻徐峰话语,顿时没好气地说道,都跟你说了,你还不信,观想法本质就是,观想强大生灵来刺激,演变自身心灵的功法,观想图是承载观想之物力量本质的载体,所以才需要观想图,不用观想图就能够修炼,九天昆鹏观想法,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亲眼见过九天昆鹏,但那是不可能的, 见过你也不在这里了,听到这,徐峰心里却有别的想法,自己好歹是生活在信息大爆炸时代的人,找出一种神话生物进行观想,还不简单吗?可接下来,周正明的话,却让徐峰打消了念头,你也不要妄想用一些话本传说中的异想生物来观想,空有其形而无其神,就算观想也没什么作用,甚至可能把自己练废了,徐峰把修炼观想法的心思先放在一旁,看着在金刚元尸体上摸索的周正明问道,周大人,我看你像是在找什么东西,需要我帮你找找吗?周正明回道, 不用了,以你的实力也帮不了什么忙,我在找金刚元的妖术种子,需要以意境在其身体上一寸一寸的感应,应该快找到了,只剩下脚掌还没感应,估计就在脚掌上了,妖术种子,那是什么?徐峰有些疑惑,妖术种子是妖兽施展妖术的核心,妖兽将修炼的妖术或天赋妖术凝聚成种,融入肉身,以期将妖术转化为肉身神通,一般只有实力强大的妖兽才有,这只金刚元实力不弱,大概率有妖术种子,妖术种子有什么用吗? 难道人族武者可以借此学会妖术吗?徐峰追问,人族当然不能使用妖术,不过却可以借此参悟武道神通,那可是武宗强者才有的手段,若能提前参悟一二,武宗之下机无对手,终于找到了,没想到竟然是纵地金光,还好这只金刚元被我一刀斩杀,若是一击未死,他凭借纵地金光逃走,我估计也追不上他。周正明手上拿着从金刚元脚底板取出的妖术种子感叹道,徐峰看向那妖术种子,形似肉芽,散发着金光,这就是� 妖术种子,要怎么参悟,直接吃了吗?当然不是那么简单,需要以意境参悟才行,周正明将妖术种子收起,随口道,可惜不是我想要找的金刚不坏妖术种子,又得再去找下一只金刚元了。周大人,为什么一定要找金刚元呢?不能找别的妖兽吗?徐峰对周正明的执着有些不解,我需要借助金刚不坏的妖术种子修炼一门功法,而目前已知的可能拥有金刚不坏妖术的四级妖兽只有金刚元,四级以上的妖兽我也没能力去猎杀,所以只能盯着金刚元了。周正明解释道, 好了,不和你说那么多了,你资质不错,我相信,猎妖司的考核对你来说难度不大,估计你很快也是猎妖位一员了,你记得到时到安乐俊城找我拿观想图?对了,忘了介绍我自己了,我是安乐俊城周家人,你到了一问便知,周家,徐峰暗暗记下,周正明这么年轻便已是猎妖位百户,估计周家全是不小,两人收拾了一下,准备回清风镇,出了江元山,两人找到追风马,周正明率先翻身,上马扬长而去,我先走了,还有两只马,徐峰骑着一只,手牵着一只 追着周正明而去,回到清风镇,徐峰没有再去李家,而是直接去找赵大虎,赵大虎正在修炼,突然看到徐峰回来了,惊喜地上前问道,徐峰,你回来了,没有受伤吧,徐峰摇摇头,我没事,大虎说,我们收拾一下,准备回村吧,出来这么久了,估计家里人也担心不已,早点回去为好,赵大虎听到要回村心情洋溢,没什么要收拾的,钱和秘笈我都放身上了,随时可以出发,徐峰想了想了,自己也没什么要收拾的,于是便道,好,事不宜迟,我们现在马上 走,我们骑这马回去,很快便能到,徐峰将追风马的来历和赵大虎解释了一下,赵大虎有些害怕,毕竟是二级妖兽,他可打不过,徐峰宽慰着赵大虎,让赵大虎试试摸摸追风马,追风马经过长时间的驯化,已经没有野性了,赵大虎硬着头皮摸了摸追风马,确认安全后,赵大虎骑了上去,两人侧马狂奔,很快便来到江源山山脚,由于山里面的四级妖兽和三级妖兽已经被徐峰和周正明杀了,于是徐峰并 没有下马不行,而是直接和赵大虎骑马上山,翻过山顶,山路上由于追风马二级妖兽的威慑,也没见到什么妖兽,二人一路畅通回到了江源村,两人骑着追风马来到江源村村口外,却见村里众人拿着武器在村口战战兢兢地等着,往村口里面走,听到众人一轮纷纷纷,是大虎和徐峰他们,他们回来了,他们怎么骑着妖兽,我还以为妖兽要来攻村了,突然徐峰听到有人喊他,那是徐富的声音,峰儿,你终于回来了,一路上都安好吧,徐峰朝着 出生的地方看去,果然是徐富,徐峰走向前去,声音激动,爹,你的伤好了,我娘呢,怎么没见他,徐富解释道,我的伤好了几天了,我们以为是妖兽公村,你娘在地窖躲着,不用担心,那边赵大虎也和众人解释了缘由,告诉众人以后不用买猛虎丸,修炼猛虎拳了,徐峰给村里带回了一本九品功法,村里人都能修炼,徐峰和赵大虎的归来,无疑给江源村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和希望,村口的人们围了上来,眼神中既有疑惑也有 期待,徐峰的父亲走上前,紧紧握住儿子的手,眼中满是欣慰,风儿,你们真的带回了九品功法,徐富的声音中带着难以置信的激动,徐峰点了点头,是的,爹,我和大虎叔带回来的九品功法,叫做罗汉俯虎拳,有了这本功法,村里的大家便有希望突破五世境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我会待在村里,大家如果在功法修炼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都可以来问我,徐峰接着说道,徐峰的话音刚落,村民们便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接下来的日子里,徐峰 徐峰的生活变得异常规律而充实,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云层,照亮江源村时,徐峰便开始了一天的修炼,他选择的修炼地点是村后的一片幽静的竹林,那里的环境清幽,非常适合进行修炼,徐峰盘膝坐在竹林中的一块平坦的石头上,闭上眼睛,开始修炼基础内功,他呼吸均匀,心无旁骛,全身的精力都集中在丹田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可以感觉到体内的内力在缓缓增长,如同春天的溪水 渐渐汇聚成河,修炼完内功后,徐峰便会开始演练罗汉俯虎拳,这套拳法讲究的是刚柔并济,内外兼修,徐峰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位,拳风虎虎,充满了力量与美感,他的身影在竹林中穿梭,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午后,徐峰会回到村子,开始给村民们演练罗汉俯虎拳,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如行云流水,充满了力量与美感,村民们围着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试图从他的动作中领� 拳法的精髓,徐峰的指导非常耐心,他会一遍又一遍地掩饰,直到每个人都能够理解并掌握,他还会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给出不同的建议和指导,他的这种因材施教的方法,让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修炼方式,转眼,一个月的时间便过去了,期间,徐峰突破了53重,并用一点破线点将罗汉俯虎拳,破线到了出神入化层次,今天又是新的一月的开始,破线点又增加了一点,同时,也在今天,徐峰将基础内功修炼到了出神入化极限 宿主,徐峰,年龄,15,五道境界,53重,修炼功法,基础内功,LV,七出神入化,2000斜杠2000,可破线,罗汉俯虎拳,LV,七出神入化,28454000,破线点,2,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徐峰将罗汉俯虎拳破线到出神入化后,发现罗汉俯虎拳出神入化层次竟然要4000点熟练度,才能达到极限,比蒙虎拳和基础内功多了2000点,徐峰猜测,功法每个层次熟练度的多少,应该跟功法的品级有关 以罗汉俯虎拳作为九品的基准的话,这样看来蒙虎拳和基础内功都是不入流的功法,不过即使是不入流,相信只要不断的破线也能达到高品级功法的效果,基础内功的熟练度已经练满了,也有两点破线点可以破线,不过徐峰有些犹豫,毕竟基础内功只是不入流功法,沉思了一会,徐峰还是决定将现有的两点破线点对基础内功进行破线,毕竟这个世界很危险,各种妖兽与武者都可能是催命符,只有不断提高实力才能更好的生存,一 再用可能会出现人死了,钱还在的悲哀,一随心动,徐峰将两点破线点投入到基础内功中,瞬间,面板上的基础内功化作一点金光冲入徐峰脑海,徐峰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浩瀚星海,金光化作点点繁星,在他脑海中缓缓旋转,逐渐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气流,这气流顺着他的经脉游走,所过之处,徐峰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体内涌动,他的每一根骨头,每一块肌肉都像是在被重塑,被强化,随着气流在体内 徐峰徐峰睁开眼,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他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脱胎换骨,原本已经达到53重的他,现在更是感觉到了质的飞跃,这种力量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53重的范畴,徐峰深吸一口气,感受着体内如同火山般叙事待发的力量,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实力,即使是面对54重甚至5重的对手,也有了一战之力,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徐峰心中暗道,他明白,在这个以武为尊的世界,只有不断变强,才能保护自己,保护身边的人,徐峰 徐峰看向面板,此时面板中基础内功的位置,赫然被一门名叫圣灵心法的功法取代了,宿主,徐峰,年龄,十五,五道境界,五十三重,修炼功法,圣灵心法,LV,一出窥门镜,零三百,罗汉伏虎拳,LV,七出神入化,二八四五四千,破线点,零,每个自然跃升成一点,没想到这次破线,竟然不是突破境界层次,而是将功法,演化成了更高级的功法,徐峰猜测圣灵心法应该是八品的功法,毕竟九品的罗汉� 徐峰在出窥门镜层次需要二百点熟练度,而圣灵心法却需要三百点熟练度,徐峰闭上眼睛,开始尝试运转新的圣灵心法,一股柔和强大的气流在他的体内缓缓流动,这股气流与之前的基础内功截然不同,它更加细腻,更加深邃,仿佛蕴含着天地间某种神秘的力量,随着圣灵心法的运转,徐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他的感官变得更加敏锐,他能听到更远处的声音,看到更细微的 事物,甚至能感受到周围空气中微弱的能量波动,这圣灵心法果然非同小可,徐峰心中暗暗赞叹,他知道自己选择破线基础内功的决定是正确的,虽然破线点消耗殆尽,但换来的却是更为强大的实力,就在徐峰沉浸在圣灵心法带来的新体验中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修炼,他睁开眼,看到赵大虎急匆匆地向他跑来,徐峰,你怎么还没出发,你不是要去清风镇参加烈14的考核吗?徐峰一拍脑 徐峰,陈迷修炼不可自拔,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谢谢大虎说,不是你提醒,我差点忘了,我回去收拾东西了,徐峰说完便往家走,徐家,徐母已经将徐峰的行李打包好了,徐父语重心长地嘱咐着徐峰,峰儿,我听你大虎说了,你准备去参加烈14的考核,他说,以你的实力应该十拿九稳了,等你成为烈腰位后,估计短时间不会回来了,你不用记挂家里,我和你娘,能照顾好自己,好男儿志在四方,是该出去闯闯,爹,我前几天本来打算 和你们说这事的,一修炼又忘了,徐峰解释道,以我现在的实力,静烈14应该不满,等我静烈14赚了钱,就把你们接去郡城享福,徐母眼中含泪,你有这份心就行了,我和你爹在江源村生活了大半辈子了,已经习惯这里的一草一木了,你照顾好自己就行,徐峰心中暗暗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徐峰进屋拿出纸笔,将圣灵心法写下,并交给徐父,爹,这份功法你收着,如果你突破五世镜了,可以修炼,另外,如果村里人有人突破五 写着圣灵心法,知道这门功法必定不凡,郑重地将功法收好,徐峰拜别徐父徐母,便骑上追风马,前往青丰镇,以他如今的实力,江源山几乎可以阻挡他的妖兽,徐峰一路畅通无阻,小半个时辰便来到青丰镇,徐峰抵达青丰镇时,已经是中午时分,不知道列妖丝的人来了没有,先去茶楼打听打听消息,来到茶楼,照例找小二询问消息,得知列妖丝的人昨天便到了,并在全镇各处张贴了告示,严明列妖丝的考核在三天后 这三天里,想参加考核的人都可以去镇长府衙报名,徐峰得知消息后,立马前往府衙,来到府衙门口,发现报名参加考核的人大排长龙,徐峰无奈,只能排在队伍后面,等了好一会,终于轮到徐峰报名了,姓名,报名处,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男子问道,徐峰,年龄,十五,修为,五十三重,第一关合格,两天后来此参加第二关考核,第一关合格,两天后来此参加第二关考核,徐峰文言一愣,资质考核这么草率的吗?难道没有测资 资质的工具吗?不过想来,自己十五岁已是五十三重的修为,这等资质在清风镇应该是独一份了,报名结束后,徐峰来到上次来的客栈订了一间房,开始诚心修炼,准备应付两天后的考核,时间转眼过了两天,徐峰来到府衙报名处,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前来参加考核的舞者,他们或独自一人,或三两成群都在紧张地准备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越来越多,这时,一个声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今天来到这里的都是通过了第一关考核的人才,为了不耽误 大家的时间,我废话少说,第二关是实战考核,在教场里有十个擂台,等会各位到我这里来抽签,共有十个不同的签号,抽到相同签号的为同一擂台,考核开始后,所有人都上擂台,最后,每个擂台剩下的十人,即为通过考核,我是第二关的主考官白义,给你们一刻钟的时间准备,一刻钟后,不上擂台者直接淘汰,第二关的考官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一身黑色净装,周正明的类似,只是衣服上点缀的云朵,是白色的,腰上的刀,也没有雕笼,众人听闻� 这规则后,到处一润纷纷,想不到竟然是擂台大混战,每个擂台通过考核的,有十人,那得找点队友了,这规则不公平啊,独行侠怎么办呢,这不是偏袒有同伴的人吗,猎妖丝选拔的,就是能够队伍作战的人,自然会有所偏袒,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只要实力够强就行了,一人砍翻所有,徐峰不想找什么队友,他相信自己的实力,徐峰上前抽签,签号为一,意味着他在一号擂台,徐峰拿着签号,准备前往一号擂台,不过 此时一道声音将他叫住了,徐峰是哪个,不用参加考核了,破格招授,徐峰听到这个声音,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转身望去,只见第二关的考官正寻找着他,徐峰出声,我就是徐峰,徐峰是吗,白义走到徐峰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露出满意的笑容,我是周百户麾下的总棋,负责这次考核,周百户和我打过招呼了,让我把你招进猎妖丝,我看你已经53重了,当一个小棋绰绰有余,你可愿意,徐峰微微一愣,他没有想到, 周正明竟然还记得自己,不用参加考核,直接当一个小棋,这种好事他当然愿意了,他连忙应道,多谢白总棋,我愿意加入猎妖丝,白义点了点头,然后从怀中取出一块令牌,递给徐峰,这是你的身份令牌,从今天起,你就是猎妖丝的一员了,我们会根据你的能力和表现,安排相应的任务,徐峰接过令牌,没想到,周正明连他的身份令牌都准备好了,看来是认定他一定会进猎妖丝了,不过徐峰心中没什么不适,反而是充满了激动和感激,他知道 这是他五道之路上的一次巨大机遇,有了猎妖丝的支持和资源,他的实力将得到更快的提升,白义微笑着拍了拍徐峰的肩膀,你先回去准备一下,过两天,和我们一起回郡城,徐峰点了点头,转身准备离开,他看了一眼身后的人群,那些还在为考核而紧张准备的舞者们,心中不禁感叹命运的奇妙,他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而现在,他已经迈出了新的一步,两天后,清风镇抚押,徐峰,你来了,我们准备启程回安乐郡城了,白义微笑着看着 徐峰说道,白总骑,我们怎么去郡城,骑马吗?徐峰问道,自然不是,郡城离这里数千里,骑马太费时间了,哪怕是骑你的追风马,也得好几天,更何况,这里大部分人都没有妖兽马,变妖丝训养有一种长途运输的妖兽,叫做天翼鸟,三级的天翼鸟,可些百人日行万里,基本上半天就能到郡城了,你看,那就是天翼鸟,白义指着远方一只巨型怪鸟,对徐峰说道,徐峰顺着白义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只巨大的鸟形妖 白义的妖兽正静静地卧在较长角落,身长近十米,赤斩接近百米,身体呈现出一种深邃的蓝色,仿佛是大海的颜色,给人一种宁静而又神秘的感觉,翅膀展开,几乎遮天蔽日,每一片羽毛都闪着光泽,仿佛是天空中的星辰,徐峰心中不禁感叹,天翼鸟果然名不虚传,这样的妖兽在清风镇这样的小镇上,绝对是难得一见的珍稀存在,这边是天翼鸟,它不仅速度快,而且飞行平稳,非常适合长 白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徐峰转头看去,发现白义正微笑着看着他,我们准备乘坐天翼鸟回安乐郡城,你准备好了吗?白义问道,徐峰点了点头,心中既激动又期待,他知道,前往安乐郡城一定能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也能接触更强大的舞蹈,同时也意味着更强大的敌人和妖兽,我准备好了,徐峰回答,白义点了点头,然后指向天翼鸟,现在,我们上去吧,白义拿出一个哨子吹响,天翼鸟听到哨声便站了起来,展开双 徐峰跟着白义以及其他烈妖丝的成员一起,登上了天翼鸟的背部和翅膀,天翼鸟的背部和翅膀宽阔平坦,足以容纳百多人,他们各自找到一个位置,手拽着天翼鸟的羽毛,确保在飞行过程中不会因为颠簸而掉落,众人落定后,白义大声宣布,出发,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天翼鸟发出一声震天的鸣叫,他的翅膀猛的一震,身体如同离弦之箭,迅速升空,徐峰和其他人紧紧抓住羽毛,感受着天翼鸟 在空中飞行的速度,他们从清风阵出发,向着安乐郡城的方向急迟而去,天翼鸟的速度极快,只用了半天的时间,他们就看到了郡城的轮廓,抓稳了,我们准备下降了,白义对着众人说道,天翼鸟落下在安乐郡城门口,众人从鸟背上下来,妖兽不能进城内,接下来,我们走路前往猎妖丝,白义对着众人说道,他们一行人整理了一下衣物,确保没有落下任何东西,然后跟随白义一起走向猎妖丝的方向,安乐郡城内街道繁华,人流如知, 他们穿行在人群中,感受着这座城市的生机和活力,白义走在前面,时不时地回头确认队伍的情况,徐峰紧随其后,他看着周围的建筑和街道,心中充满了好奇,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安乐郡城,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他们穿过几条街道,来到了一座宏伟的建筑前,白义停下脚步,指着建筑说道,这里就是猎妖丝在安乐郡城的分部,徐峰抬头望去,只见建筑高耸入云,门口立着两尊石像,分别是猎妖丝的标志, 刀河宫,走进猎妖丝内部,一位身穿猎妖丝制服的中年男子,正在等待着他们,白义向他们介绍了那位中年男子,这位是猎妖丝安乐郡城的新人教员王莱,接下来的一个月,他将会负责,你们在这里的任务和训练,徐峰和其他人,纷纷向王莱行礼,表示敬意,王莱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开始向他们介绍接下来的安排,王莱首先每个新人发了一本小册子,徐峰也领到了一本,封面上写着猎妖丝手册,看到所有人都拿到册子后,王� 大家都拿到手册了吧,里面记载着猎妖丝的规矩与讲成,你们有空的时候多看看,作为新进入猎妖丝的你们,猎妖丝给你们每人一次选择功法的机会,当然仅限于八品及以下的功法,具体的功法目录手册上有,你们看中了哪一门,可以来找我兑换,接下来的一个月,你们每天上午来我这里,我会教你们一些妖兽辨别,陷阱制作,隐匿与追踪等的技能,下午你们就自己修炼功法了,猎妖卫统一住在卫所里,稍后我会带你们过去,猎妖卫的制服到了卫所 再发给你们,好了,有没有人有问题的,没问题,我们就去卫所了,王大人,我有问题,我们选了功法后,会有人教我们如何修炼吗?一个面向憨厚的壮汉问道,不会,功法的修炼要靠你们自己,猎妖丝不是武堂,不会事无巨细手把手地教你们,王来回道,好了,我们先去卫所吧,路上,徐峰拿出手册大致看了一遍,猎妖丝的职责就是狩猎大周境内的妖兽,每猎杀一只妖兽可以获得攻击点,攻击点可以兑换一切修炼资源,此外,在猎杀妖兽的过 先掌后座的权力,可见猎妖丝地位之高,猎妖丝的规矩有三不能,不能勾结妖兽,不能自相残杀,不能滥杀无辜,也算是对权力的一点限制,目录有很多的八品功法,徐峰在思考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功法,自己现在有修炼真气的圣灵心法,拳法也有罗汉俯虎拳,短板应该是身法,或许可以选一门身法修炼,徐峰将功法目录中的身法找了出来,有三门是他比较感兴趣的,分别是风行术,影步和游龙身法,风行竹 是一门高深的轻功,修炼者能够借助风力,在空中滑翔,速度极快,适合追击和逃命,影步则是以隐匿性著称,能够让封闭敌人的感知,潜藏暗中对敌人进行出其不意的攻击,游龙身法,扇腾转挪移,如水中游龙,灵活滑腻,使敌人无法沾身,徐峰仔细思考,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内功和拳法,但身法是他的短板,他需要有更快的速度,不仅可以追杀,也可以逃跑,因此最终,徐峰决定选择 风行术,来到卫所,领了一套烈妖丝的制服和刀工,徐峰紧接着便去找王来,把功法领了,迫不及待地回到烈妖丝分配的房间里,准备修炼,风行术,他盘膝坐在床榻上,翻开手中的修炼手册,开始仔细阅读,风行术的修炼要绝,随着阅读的深入,他对这门功法的认识也越发清晰,其核心在于将修炼者的身体与风融为一体,通过控制风的力量来增强自身的移动速度和灵活性,修炼到 大成,甚至有机会领悟一丝风之意境,风行术的核心在于修炼者与风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修炼者需要学会感知风的存在,理解风的性质,最终达到与风合而为一的境界,只有这样,修炼者才能真正掌控风的力量,将其转化为自身的速度和灵活性,修炼到大成阶段,修炼者甚至有机会领悟到一丝风之意境,这意味着修炼者将能够感知到风的细微变化,甚至能够借助风的气息来预测敌 一人的动作,从而在战斗中占据先机,修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开始按照修炼手册上的方法修炼,他想象着自己的身体逐渐变得轻盈,仿佛融入了周围的空气中,他尝试着去感知风的存在,去理解风的性质,随着修炼的深入,修炼感觉自己的身体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他的动作变得更加灵活,他的速度也明显提升,他能够感受到风的力量在他身体周围流转,仿佛他与风已经融为一体,不愧是八品功法,竟 竟然如此神奇,不知道那一,二品功法又是何等一项,真想见识见识,徐丰心想,徐丰看向面板,果然,风行术已经入门,到了出窥门境的层次,接下来就是不断修炼,提高其熟练度了,宿主,徐丰,年龄,十五,五道境界,五十三重,修炼功法,圣灵心法,LV,一出窥门境,15-1300,罗汉伏虎拳,LV,七出神入化,2845-4000,风行术,LV,一出窥门境,0300,破线点,0, 每个自然跃升成一点,在接下来的三十天里,徐丰的生活变得规律而充实,他按照烈妖丝的安排,开始了系统的学习和修炼,每天上午,他都会准时去找王莱,向他学习妖兽辨别,陷阱制作,隐秘与追踪等知识,王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烈妖卫,他的教学方法严调实用,让徐丰受益匪浅,其中有一天,徐丰抽空去周家,想找周正明所要观想图,却被告知周正明有事去俯成了,暂时未归,只能作罢,通过王 来的教导,徐丰学会了如何辨别不同妖兽的特征和习性,了解了如何制作各种陷阱,以及如何在野外环境中隐匿和追踪目标,这些知识对于一个猎妖卫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将在徐丰未来的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下午,徐丰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修炼圣灵心法,风行术和罗汉俯虎拳,他深知,修炼意图,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他每天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内功和武技,在这三十天里,徐丰的修炼进展神速,他的内功变得 更加深厚,拳法更加灵力,而风行术也出现成效,他能够感受到身体与风的微妙联系,虽然还未达到大成的境界,但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中,他已经能够利用风的力量来提升自己的速度和灵活性,除了修炼,徐丰也抽空了学习了这个世界的历史文化地理等知识,对所处的世界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所在的国家名为大洲,大洲以武定鼎,盛世繁华,却有妖兽祸乱人间,妖兽的来历已不可口,百年前,大洲武帝社武堂选拔五道优才, 射猎妖丝捕猎妖兽,射四军抵御妖兽,逐渐将妖兽驱逐到了深山大泽之中,安乐郡位于青州南部,东面是十万里云梦泽,安乐郡的猎妖丝主要就是猎杀云梦泽的妖兽,阻止妖兽走出云梦泽,经过这三十天的修炼,徐丰面板里,功法都大有静静,修为也提升了不少,宿主,徐丰,年龄,十五,五道境界,五十四重,修炼功法,圣灵心法,LV,三驾轻就熟,七五一,一二 罗汉伏虎拳,LV,七出神入化,四千斜杠四千,可破线,风行术,LV,五如火纯青,九百二四零零,破线点,一,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还需要一点破线点,才能将罗汉伏虎拳二次破线,只能再等一个月了,徐丰心想,今天是你们新人期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开始,你们会被分配到各个小队,执行猎妖任务,别的不多说了,祝你们前程似锦,好好活着,王来对着众人说道,徐丰被分配到白衣旗下,由于徐丰是小旗,被定为队长,统 统领一个十人小队,徐丰准备先去队社里和自己的队员见见面,徐丰来到128号队社,这是他的小队编号,徐丰推开门,走进了128号队社,发现屋内已经聚集了十个人,他们各自坐在角落里,有的在整理装备,有的在交谈,还有的在闭目修炼,徐丰走到中央,向大家打了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徐丰,从今天起,我们将一起并肩作战,共同面对猎妖任务,他的队友们纷纷抬起头,目光聚焦在他身上,他们穿着猎妖丝的制服, 神色各异,但都带着一丝好奇和期待,徐丰接着说道,我知道,大家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实力,我希望,我们能够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成长,在猎妖丝,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猎杀妖兽,他的队友们纷纷点头,表示认同,徐丰继续说道,现在,我想了解一下各位的名字和修为,以便我们更好的合作,一个如铁塔般的壮汉说上前,对徐丰说道,队长,我叫李铁,主修炼体与拳法,武士九重,之前一直是队里的� 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吧,那边的兽竹竿是王猛,武士九重,有一手好功法,那边角落的两个人,左边是书位,右边是黄树,都是武士八重,负责妖兽追踪,那边那三个,分别是王苍竹,顾千帆和王武,武士八重,负责妖兽的正面对抗,另外那三个,分别是柳檀,高秀和齐峰,武士七重,负责后勤工作,徐丰听完点点头,这只小队配置挺齐全,站立也不错,基本都在武士八重,这个月,我们小队的任务是什么? 猎妖丝每个月会给每个小队派发任务,完成奖励攻击点,失败则会扣除攻击点,李铁回到,任务昨天刚下发下来,这个月,我们小队需前往于孟泽,猎杀三级妖兽一只,二级妖兽十只,徐丰有些讶异,三级妖兽,你们小队之前猎杀过三级妖兽吗?李铁摇摇头,没有,之前我们队里没有武士强者,无法猎杀三级妖兽,之前的任务都是猎杀二级妖兽,这次给我下发猎杀三级妖兽的任务,� 好吧,原来是自己的原因,不过三级低阶妖兽,自己一个人也能猎杀了,倒也不会害了他们,行吧,没事,三级妖兽,交给我来就行,你们就负责猎二级妖兽就行,听到这话,队里的每个人,看向徐丰的眼神,都不一样了,毕竟愿意单视,不让手下帮忙猎杀三级妖兽的队长,还是比较少的,以他们武士的实力,对上三级妖兽,基本有死无生,因此,难免对徐丰有些感激,我们明天出发前往云孟泽,早点把任务做完早省心,第二天,徐丰 徐丰带着队伍准备前往云孟泽,云孟泽距离安乐郡有千里之远,于是徐丰小队前往猎妖丝租借天翼鸟,不过他们才十一个人,只需租借二级天翼鸟便可,二级天翼鸟的租借费用为两个攻击点,还好以武士修为加入猎妖丝得了十点攻击点的奖励,不然连鸟都租不起,赴完攻击点后,一行人乘坐天翼鸟来到了云孟泽边缘,下鸟准备深入云孟泽,队长,十万 但里云孟泽,妖兽繁多,每深入一千里,妖兽等级便会提高一级,我们之前来云孟泽,猎杀二级妖兽,一般质版深入两千里,这次需要猎杀三级妖兽,估计得深入到三千里才行,李铁看着徐丰说道,云孟泽,位于大洲青州境内,是一片广袤的湿地,以其变幻莫测的天气和丰富的生物资源而闻名,这片区域既神秘又危险,传说中隐藏着古老的秘密和强大的妖兽,在云孟泽,天气� 变化无常,有时风和日丽,有时却暴雨如注,雾气弥漫,云孟泽中的妖兽种类繁多,等级不一,外围是一级妖兽,越往里走,等级越高,听说在云孟泽的深处甚至有妖地的存在,徐丰让小队的人去猎杀二级妖兽,自己则要深入云孟泽三千里,猎杀三级妖兽,徐丰与队员兵分两路,各自出发,徐丰依靠着炉火纯青的风行术在云孟泽中穿梭前进,随风飘摇,润雾 一路上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妖兽,从一开始的一级妖兽,逐渐变成二级妖兽,终于,前方出现了三级妖兽的身影,那是一只赤水蛇,几十米长的身躯,浑身赤红,正在沼泽中游荡着,似乎是在寻找食物,徐丰想起在猎妖丝的培训中有对赤水蛇做过介绍,赤水蛇,三级低阶妖兽,力量强大,尤其擅长在水中作战,其毒液具有强烈的腐蚀性,能够轻易溶解金属,但赤水蛇也 没有弱点,他的视觉较差,尤其在水中,对动态的捕捉能力有限,徐丰心中盘算着,猎杀赤水蛇并非一世,但他早已不是初出茅庐的猎妖者,他决定利用赤水蛇的视觉弱点,从上风处悄悄接近,以风形术的轻盈避开其感知,云梦则的上空,云层厚重,阳光偶尔穿透云层,洒下斑驳的光影,徐丰在这光影中悄无声息的移动,如同幽灵一般,赤水蛇似乎并未察觉到徐丰的存在,依 水草丛时,他动了,风形术发动,徐丰的身体仿佛与风融为一体,瞬间出现在赤水蛇上方,直接一记罗汉拂虎拳,瞄准赤水蛇的七寸,然而,就在拳风即将触及赤水蛇时,那蛇突然警觉,巨大的身躯,灵活的一扭,躲过了致命一击,战斗瞬间爆发,赤水蛇发出愤怒的嘶鸣,身躯如同一道赤色闪电,在沼泽中翻腾,他的毒液如同暴雨般喷洒,所到之处,植被枯萎,土地焦黑,� 在沼泽中快速闪避,每一次躲避都精准无比,仿佛在与赤水蛇跳一曲生死之舞,他寻找着赤水蛇的破绽,同时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气息暴露,战斗持续了许久,徐丰渐渐感到体力有些不知,赤水蛇虽然也有些疲惫,但依旧凶猛异常,他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找到机会,给予致命一击,就在这时,天空突然聚集起乌云,一场暴雨似乎即将来临,徐丰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他知道机会来了,他故 故意露出破绽,引诱赤水蛇发起攻击,赤水蛇果然上当,张开大口,准备用毒液将徐丰吞没,就在这一刹那,徐丰利用风行术,瞬间出现在赤水蛇的头顶,一记重拳毫不犹豫地直击其要害,赤水蛇发出一声凄厉的嘶鸣,庞大的身躯在沼泽中翻滚,徐丰乘击全力一击,终于将赤水蛇斩杀,徐丰气喘吁吁,站在赤水蛇的尸体旁,自己掌握的杀敌之法还是有些少了,看来回去得 找机会多学一些攻法了,待平复气息后,徐丰将赤水蛇的材料收集整理完毕,不知道队友们猎杀二级妖兽如何,徐丰准备过去看看,可恶,这地方怎么会冒出一只三级妖兽,李铁悲愤地大喊,前方王苍竹和顾千帆满身是血躺在地上,其他人正与一只巨型熔猿搏斗着,李铁自己一人抵挡着一只巨型野猪,看到队友身陷险净,直接一拳将野猪击退,趁着空隙,前去与队友会合,你们快退,我来挡着, 李铁大喊,然而,在三级妖兽面前,普通的武士镜根本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王五等人刚想往后退,却被巨型熔猿尾巴一扫,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泥泥的沼泽地上,痛苦地呻吟着,李铁健壮,心中焦急万分,但他知道,此刻只有他能够站出来,他深吸一口气,全身的肌肉紧绷,准备迎接巨型熔猿的攻击,李铁虽然只是普通的武士镜,但他有着一颗不屈不挠的心,和一股保护队友的坚定意志,巨型熔 巨型熔猿转过头来,那双冷酷无情的眼睛紧紧盯着李铁,他的身体庞大,皮肤如同坚硬的铠甲,每一次一动都带起一阵泥浆飞溅,李铁知道他必须找到巨型熔猿的弱点,否则他们所有人都将葬身于此,就在这时,一道清风拂过,紧接着是徐峰的声音,李铁,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徐峰从天而降,对着巨型熔猿连续出拳,强大的气劲直接将巨型熔猿打趴在地,小心,队长,那铁甲,熔猿 皮操肉厚,没那么容易解决,徐峰自然知道,不过铁甲,熔猿速度慢,在他眼中就是个活靶子,放心,这只交给我了,你去对付那只獠牙野猪,徐峰的出现,让李铁等人看到了希望,徐峰的动作训捷而精准,每一次攻击都直击铁甲熔猿的要害,李铁见状,立刻转头对付獠牙野猪,以他五十九重的修为,对付二级高阶的獠牙野猪还是有点吃力,战斗持续了许久,在徐峰不停地击打下,铁甲熔猿终于 发出一声哀嚎,庞大的身躯缓缓倒下,徐峰看到李铁还在跟獠牙野猪搏斗,直接一个风行术来到野猪身旁,一记直拳打爆了野猪硕大的头颅,先谢飞剑,谢谢您,徐峰,李铁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徐峰微微一笑,我们是队友,互相帮助是应该的,看看其他人怎么样了,两人赶忙去检查队友的伤势,王苍竹和顾千帆失血过多,恐怕无力回天了,至于其他人,虽然还有一口气,但全身骨头被铁甲熔猿一 一击打断了不知多少,武道之徒恐怕也断了,最终,王蒙等人还是没有撑过去,死在了云梦泽,只有徐峰和李铁生还,一次猎妖任务竟接近团灭,徐峰不得不感叹猎妖魏的危险,在乘坐天翼鸟回城之后,两人将死去队友的遗物交给猎妖司,猎妖司会有专人将遗物交到他们的亲属手中,同时还有一笔抚恤金,至少能让他们的家人有一口饭吃,由于目睹队友的死亡,李铁心灰意冷,准备退出猎妖魏, 回家养老了,徐峰由于刚来小队,徐峰虽有不舍,但也没有劝他,这次的任务额外猎杀了一只三级妖兽,任务奖励的攻击点翻倍,总共有300点攻击点,徐峰本想分一半的攻击点给李铁,但李铁却只收了50点,他想用这50点攻击点换点金票,回去给死去队友的家人,一点攻击点可以兑换100斤,5000斤够李铁用的了,经历这一遭,徐峰不想再招队员了,他准备当一个独行的猎妖位,虽说一个人完成任� 是麻烦些,但他不太想再看到这种生理死别的事了,徐峰准备用剩下的攻击点去换几门攻法修炼,来到兑换处,负责兑换的是一个有着山羊湖,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头名叫陈老,据说在安乐俊烈妖丝待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徐峰站在陈老面前,手中握着记载攻击点的玉牌,陈老,我想兑换一些攻法,年轻人,你想要兑换哪些攻法,陈老的声音低沉而有力,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不知道都有哪些攻法可以兑换,可 从柜台下拿出一个厚厚的名录递给徐峰,这是《猎妖丝攻法名录》,里面记载了所有可以兑换的攻法,你慢慢看,看中哪一门告诉我,徐峰接过名录,小心地翻开,名录中的每一页都详细记录着不同的攻法,不同品级,不同种类,应有尽有,每一门攻法旁边都标注了所需的攻击点数,徐峰的目光在其中一门六品刀法上停留了片刻,心中暗暗决定,陈老,我决定兑换这门无影碎空刀,徐峰指着名录上的一页说道,� 六品刀法,攻击速度极快,一旦修炼有成,刀光无影,破碎虚空,令人防不胜防,兑换它,需要两百点攻击点,你确定要兑换吗?徐峰坚定地点了点头,我确定,陈老,陈老从柜台下拿出一个徐峰,交给了徐峰,这是你要的攻法,六品以上的攻法都蕴含意境之力,需以徐峰成在,你把徐峰直接贴在额头便可感悟,希望你能好好修炼,不要辜负了这些攻击点,徐峰接过徐峰,感激地向陈老道谢,离开兑换� 徐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他关上门,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开始仔细研读预检中的内容,无影碎空刀的修炼法门深奥复杂,徐峰一字一句地读着,努力理解其中的奥妙,徐峰拿起刀,试着修炼无影碎空刀,演练了一会,心有所悟,看向面板,果然,面板里已经出现了无影碎空刀的字样,接下来就是不断地练习,提高熟练度了,徐峰准备接下来的时间,先修炼圣灵心法和无影碎空刀,风行术要暂 但是放一旁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徐峰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炼中,他每天早早起床,先修炼圣灵心法,但出现经脉不适后,便将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修炼无影碎空刀,日复一日,时间一天天过去,徐峰的修为也在不断提升,他的刀法越发凌厉,刀光如流光般闪烁,每一次挥刀都带着强大的威力,新的一月到来,不仅意味着破线点的增加,也意味着有新的任务下发下来,徐峰需要出去猎妖了,徐峰修炼了三十天,面板也� 宿主,徐峰,年龄,十五,五道境界,五十五重,修炼功法,六品,五影碎空刀,LV,四荣会贯通,二五零零三千,八品,圣灵心法,LV,四荣会贯通,四五一,一八零零,八品,罗汉俯虎拳,LV,七出神入化,四千斜杠四千,可破线,八品,风行术,LV,五炉火纯青,九百二四零零,破线点,二,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徐峰自然不会将破线点存着,而是直接用来转化成实力, 徐峰直接用两点破线点对罗汉俯虎拳进行破线,一阵画面在徐峰脑海不断涌现,罗汉降妖除魔,拯救苍生,功德无量,立地成佛,罗汉俯虎拳演变成了六品功法,如来神掌,宿主,徐峰,年龄,十五,五道境界,五十五重,修炼功法,六品,五影碎空刀,LV,四荣会贯通,二五零零三千,六品,如来神掌,LV,一出窥门镜,零五百,八品,圣灵心法,LV,四荣会贯通,四五零, 八品,风行术,LV,五炉火纯青,九百二四零零,破线点,零,每个自然越生成一点,两门六品功法在身,对即将到来的任务,也没那么忐忑了,徐峰,虽然你只有一个人,但那是你自己不愿意招收队员的原因,任务量是不会给你减少的,列妖司任务处负责人说道,任务该是多少,就是多少,列妖这一块,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徐峰面不改色,声音坚定,任务处的负责人,是个身穿紧服的白面书生,面容有些刻薄,听说是唐家二公子, 来此度金,唐家是安乐郡的大家族,族中无者无数,遍布于安乐郡的各个部门,唐家大公子,更是列妖司千户,年仅二十,便已修炼至五零九重,是列妖司的大红人,任务处的负责人,唐家二公子唐灵云,微微皱了皱眉,他对徐峰的特立独行,有些不喜,但也不得不承认,徐峰的实力和战绩,在列妖司中是有目共睹的,既然你这么有信心,正好有一个列妖任务发布,一年多了,还没人完成,就交给你了,徐峰� 徐峰微皱,积压的列妖任务,不知道难度如何,我虽然有信心,但也只是针对猎杀三级以下的妖兽而已,你这积压的任务不会是猎杀四级妖兽吧?那我可干不了,放心,不是四级妖兽,只是一只三级中阶妖兽,不过这妖兽的能力有点棘手,唐灵云解释道,这妖兽是一只狐妖,善幻化,经常幻化成人族女子,竟成杀人取星,近日,有人在城南发现了这狐妖出手的踪迹,于是,我就想到了这个任务,怎么样?你敢接吗?徐 徐峰微微一笑,区区三级妖兽,自然不在话下,不过,我可没有追踪妖兽的本事,我还是去云梦泽列妖吧,唐灵云有些恼火,徐峰居然敢拨他面子,心中暗恨,脸上却露出假惺惺的笑容,真可惜,这任务的攻击点可是其他任务的好几倍呢,既然如此,那剩下这个列妖任务就是你的了,说完不等徐峰反应,便将一卷任务卷轴塞到徐峰怀里,转头走了,徐峰心中狐疑,打开任务卷轴一看,瞬间� 瞳瞳一说,居然是猎杀黑水玄蛇的任务,徐峰的目光在卷轴上停留了片刻,然后缓缓抬起头,望向唐灵云离去的背影,他知道,这个任务远比猎杀狐妖要危险得多,唐灵云此举似乎是在向他发出挑战,或者是一种警告,徐峰的嘴角勾起一抹苦笑,他明白唐灵云的用意,这个任务无疑是对他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他刚才拒绝的一种反击,他轻轻摇了摇头,心中暗自决定,既然任务已经接受,那就全力 他开始仔细研究任务卷轴上的内容,上面不仅详细描述了黑水玄蛇的特征和习性,还标注了他在云梦泽的活动区域,黑水玄蛇乃是一种罕见的三级高阶妖兽,以其独特的黑色鳞片而得名,这种妖兽通常栖息在云梦泽的深水区域,那里环境幽暗,为其提供了天然的庇护,黑水玄蛇的身躯庞大而修长,长达树丈,粗如水桶,其鳞片呈现出深邃的黑色,如同夜空中的星辰,闪射 闪烁着幽幽的光芒,这些鳞片坚硬异常,寻常刀剑难以留下痕迹,仿佛每一片都是经过天地精华锤炼的金刚,他的双眼犹如两颗红色的宝石,在黑暗中闪烁着诡异的光芒,仿佛能洞察一切,黑水玄蛇的口中长有两颗锋利的獠牙,这是他捕食和自卫的利器,当他张开血盆大口时,可以轻易地将猎物撕成碎片,最令人闻风丧胆的是黑水玄蛇的毒液,他的毒液成深紫色,蕴含着强烈的� 腐蚀性和毒性,一旦被咬伤,毒液会迅速侵入血液,引发剧烈的痛苦,甚至可能导致全身麻痹,最终心脏停止跳动,即使是强大的舞者,如果不及时处理,也难以幸免,猎杀黑水玄蛇一事不可操之过急,黑水玄蛇乃是三级高阶妖兽,而我的修为才只是55重,现在对上胜算不大,还是在修炼几天先突破到56重,同时也要练练如来神掌,徐丰心道,猎妖任务有一个月的期限,徐丰打算等最后七天的时候再前往云梦� 这段时间先修炼强大自身,徐丰选择了一处僻静的山谷作为修炼之地,这里原力充沛,非常适合修炼,他盘息而作,开始运转内力,按照特定的呼吸节奏,引导着天地间的原力进入体内,洗炼着自己的经脉和丹田,日复一日,徐丰的真气逐渐增强,他感觉到自己距离56重的境界越来越近,同时他也没有忘记修炼自己的武技,如来神掌和无影碎空刀,这两门功法都是六品功法,威力无穷,经过这些天的修炼,徐丰的 面板变为,宿主,徐丰,年龄,十五,五道境界,五十六重,修炼功法,六品,无影碎空刀,LV,五炉火纯青,八百斜杠四千,六品,如来神掌,LV,三驾轻就熟,八百斜杠两千,八品,圣灵心法,LV,四融汇贯通,一六零一一八零零,八品,风行术,LV,五炉火纯青,九百二四零零,破线点,零,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徐丰结束修炼,回到自己的房间,养精蓄锐,准备明天 前往云梦泽猎妖,第二天一早,徐丰变成着天翼鸟,前往云梦泽了,与上次一样,天翼鸟在云梦泽边缘落下,徐丰施展风行术,前往黑水玄蛇所在的地方,徐丰化身为风,游荡于云梦泽之中,突然,前来传来一阵声音,嘿嘿,别挣扎了,你已经中了我秘制的十股软筋散了,是不是感觉全身软绵绵的,连手指都抬不起来了,卑鄙无耻的小人,你敢动我一根手指,我爹不会放过你的,听到这对话,徐� 感觉应该是什么狗血桥段,抱着看戏的心情准备前往一探究竟,徐丰的风行术悄无声息,他如同幽灵般靠近声音的来源,林梦泽的雾气在晨光中缓缓流动,给这场偶遇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声音的主人藏在一串密集的灌木丛中,徐丰隐约能看到一个身影被绑在一棵树上,旁边站着一个身着黑衣的男子,手持一把锋利的匕首,眼中闪烁着脚狭的光芒,你跌算什么东西,敢在这里威胁我,黑衣人冷笑道 手中的匕首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徐丰眉头微皱,他认出那个被绑的人是白衣的弟弟,名叫白杨,是白家家主的二儿子,居然是白衣的弟弟,白衣也算对我有恩,既然遇到了,倒是得救下他了,徐丰心中念头一转,决定出手相助,白衣将他带到安乐郡,也算是他的引路人了,这份人情他一直记在心上,如今见到白衣的弟弟陷入困境,他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徐丰施展风行术摆到黑衣人身后,一掌拍向黑衣人后背,如来神掌,不料黑衣人 似乎有所感应,转身以匕首挡住了徐丰的一掌,碰,一声闷响,犹如闷雷般,从交接处扩散而出,黑衣人眼神锋利,立声道,你是谁,为何偷袭于我,徐丰淡淡出声,这个人我要救,你就此离去我不追究,黑衣人气笑了,好大的口气,你一个乳羞未干的小子,敢这么和我说话,真是找死,给我死了啊,黑衣人顶开徐丰的手,弹地而起,杀向徐丰,阴影十字斩,手中匕首朝徐丰刺去,面对黑衣人的攻击,徐丰展现了 惊人的敏捷和冷静,黑衣人的匕首如同毒蛇般迅猛,每一次挥舞都带着致命的威胁,然而,徐丰却像是一阵风,轻松地躲过了每一次攻击,他身形灵动,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他的眼神坚定而冷静,对于黑衣人的攻击,他总是能以微妙的角度轻松避开,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突然,徐丰找到了机会,他栖身向前,施展出如来神掌,他的手掌如同闪电般迅速,直接打在黑衣人的胸膛上,咔� 啊,交接的瞬间,骨头断裂的声响,紧接着刺耳的传出,黑衣人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整个人像是被重锤击中,向后飞出,他的身体重重地撞在一棵树上,然后滑落在地,一动不动,徐丰平复了会气息,走向白羊,将其解救了下来,你没事吧?徐丰问道,白羊声音微弱,谢谢你救了我,你是?不用谢,我是你哥的朋友,我叫徐丰,我哥的朋友,不好意思,我没听他说过,能麻烦你帮忙搜搜那个人身上有没有解药吗?徐丰闻言,走向黑衣人,在其 身上摸索了起来,一会儿,找到了几个瓶瓶罐罐,拿到白羊面前,你知道哪个是解药吗?白羊看了一眼,你把盖子打开,给我闻闻,徐丰将每个瓶子的盖打开,凑到白羊鼻子下方,就是这个,拿一粒为我吃下,吃下解药后,白羊恢复了点力气,站起身来,对着徐丰抱拳致谢,谢谢你,徐丰,如果不是你,我恐怕要死在这了,我现在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等回城了,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你,徐丰摆摆手,不在意地道,不用在意,你自己能走吗?我还有� 不在意地道任务,现在恐怕没办法送你回城,不用不用,我气力恢复了点了,我自己走出去,就可以呼唤天翼鸟了,行,这附近也没什么妖兽了,我就不陪你了,告别白羊,徐丰继续往黑水玄蛇所在地赶去,不久,徐丰根据任务卷轴上的标识,来到了黑水玄蛇出没的地点,这里是一片幽静的湿地,水草风貌,四周弥漫着淡淡的兴气,那是黑水玄蛇特有的气息,徐丰知道,这种生物极为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葬身于此, 徐丰小心翼翼地穿行在湿地中,每一步都极为谨慎,以免惊动可能潜藏在暗处的黑水玄蛇,他的目光锐利如见,仔细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寻找着任何可能的线索,突然,徐丰感觉到脚下的土地微微颤动,仿佛有什么巨大的生物在地下移动,他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他知道,这很可能是黑水玄蛇的踪迹,徐丰居住呼吸,凝聚其体内的真气,准备随时施展风行术以应对突发情况,他缓缓地移动,试图靠近那 颤动的来源,同时保持着高度警惕,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嘶鸣,仿佛是来自远古的呼唤,他的目光立刻锁定在前方的湿地中,只见水面突然翻涌,一条巨大的黑水玄蛇缓缓浮出水面,黑水玄蛇的身躯庞大无比,仿佛是一条黑色的大河,他的眼睛闪烁着绿色的光芒,透露出一种令人心机的冷酷,徐丰深吸一口气,凝聚起全身的力量,朝着黑水玄蛇的身躯一掌拍去,如来神掌,碰,徐丰的手掌打在 黑水玄蛇身上发出巨大的响声,徐丰感到手掌有点发麻,这黑水玄蛇竟如此坚硬,再一细看,黑水玄蛇身躯上覆盖着一层黑色气息,如水般流转,这是徐丰压抑,没想到这只黑水玄蛇竟然掌握了黑甲竹,真的没,徐丰心道,黑甲树乃是黑水玄蛇将全身鳞片凝炼成甲,坚硬无比,黑水玄蛇受徐丰一掌虽无受伤,却恼怒不已,身躯狂摆,嘶吼了起来,仿佛是被小虫子咬了 一口斑,黑水玄蛇大口一张,一道黑色粘液喷向徐丰,这是黑水玄蛇的毒液,处之非死即伤,徐丰依靠风行术不断躲避着黑水玄蛇的毒液,一时间竟难以近身,再这么下去,自己恐怕要被他活活耗死,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徐丰心念一动,拔出了猎妖位的志士长刀,从上到下一个重批,无影碎空刀,咻,一记刀光,瞬间飞向黑水玄蛇,死啦,刀光落在黑水玄蛇身躯上,瞬间撕裂开了一个口子,鲜血迸发而出, 果然,无影碎空刀能够奏效,无影碎空刀,主风锐,可借知领悟风之意境,来自空间意境,是一等一的杀伐神功,眼见一刀奏效,徐丰趁势追击,不断断斩出无影碎空刀,一时之间,黑水玄蛇身躯上布满了道的伤痕,黑水玄蛇眼中出现了惬意,想逃,徐丰怎会如他所愿,脚步一转,直接跃到黑水玄蛇头颅上方,用尽全身气力向下猛的一劈,无影碎空刀,刺,蹦啦,直接一刀将黑水玄蛇 从头到脚斩为两截,手中的刀也随之崩裂开来,呼呼徐丰落在地上,大口喘着气,总算是解决了,不过刀也没了,回去得去物色一把好刀了,徐丰调膝片刻,便开始采集黑水玄蛇身上的材料,牙,可以用来打造一把匕首,皮,可以用来缝制一件皮甲,毒囊,可以用来脆毒,可惜了这身血肉,带不走了,收拾完毕,徐丰乘坐天翼鸟,回到安乐郡,照例来到任务处交任务,将黑水玄蛇的毒囊展示给任务处负责人 以示任务完成,没想到,你竟然能猎杀黑水玄蛇,侥幸而已,不用谦虚,猎妖意图,没有侥幸可言,为实力而,这个任务完成不易,可得600攻击点,任务处负责人说完,在徐丰的身份令牌里,加上了600点攻击点,徐丰面色愉悦,虽然过程很辛苦,但结果却是如此,让人满意,600攻击点够他换三门六品攻法了,自己现在已经有刀法和拳法了,可以考虑找一门心法,把圣灵心法给吸收了,还有身法,也得升级一下了,加上上次剩下的50点攻 总共有650点攻击点,徐丰来到兑换处,准备找陈老兑换几门攻法,陈老,我又来了,麻烦把攻法目录拿出来,给我看看,坐在椅子上假妹的陈老,眼皮微抬,是你小子啊,这么快又攒够攻击点了,陈老有些惊讶,徐丰上个月才兑换了一本六品攻法,没想到这个月又来兑换了,看来他完成的任务难度不小,获得了不少的攻击点,陈老从抽屉里拿出攻法目录递给徐丰,给你,老规矩,只能在这看,不能带走,选好攻法了 和我说,说完,闭上眼,继续假妹,徐丰拿到攻法目录,开始翻阅,他这次想兑换一门心法和一门身法,六品攻法的兑换价格是100至500攻击点不等,攻法越强,需要的攻击点越多,心法很重要,得挑一门值500攻击点的,徐丰将攻法目录翻开到六品心法一类,细细查找,星辰真觉,沟通宇宙星辰,可领悟星辰异景,需350攻击点,优弦密点,席之可通优入弦,可领悟优弦异景,需300攻击点,乾坤无极功 乾坤无极,天地界法,可领悟乾坤异景,无极异景,需500攻击点,涅槃归原诀,灰镜重生,本源回归,可领悟涅槃异景,需400攻击点,万象幻影诀,万象无始,幻影无常,可领悟万象异景,无常异景,需450攻击点,虚空横语经,虚空漫步,横语探忧,可领悟空间异景,需500攻击点,看到虚空横语经的介绍,徐丰眼中一亮,竟然是空间类心法,而且还有虚空漫步的手段,这一下把身法都省 等了,徐丰决定就兑换了虚空横语经,陈老,我决定兑换,虚空横语经,徐丰对着陈老说道,并将功法目录和身法令牌交给他,陈老站起身来,结果功法目录和徐丰的身法令牌往藏金阁走去,在这等着,走了几步,陈老的声音才传来,不多久,陈老带着一本功法回来了,拿去吧,攻击点也给你扣掉500了,陈老将功法和身法令牌递给徐丰,接着又坐在椅子上假妹,徐丰有些无语,这老头到底是不是高手,怎么这么装呢 陈老,我还想兑换一把刀,徐丰想起自己的刀碎了,你要换多少攻击点的刀,陈老问道,徐丰算了下自己还剩下一百五十点攻击点,便决定把剩下的攻击点都用来换刀,毕竟关键时候,一把好的武器能就自己一命,换一百五十点攻击点,徐丰说道,一百五十点攻击点刚好可以兑换这把赤血刀,由三吉林才赤血经打造成,通体鲜红,斩铁如泥,陈老拿出一把刀递给徐丰,徐丰接过刀,拔出一看,果然如陈老 刀所说,是把好刀,换完刀和功法后,徐丰便准备回去参悟功法,刚走两步,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喊他的名字,徐丰,先别急着走,徐丰转过头,原来是唐灵云,找我什么事,徐丰冷冷道,声音中带着一丝疏远,毕竟这小子在安排任务时有些针对他,唐灵云朝着徐丰走来,脸上带着微笑,不过看着有些僵硬,听说你完成猎杀任务了,不错啊,你竟然能杀死黑水玄蛇,你有收集到毒囊吗?开个价,我要了,唐� 这小子以为他是谁啊,说买就买,我还不卖呢,不卖,徐丰说完转头便想走了,一本八品功法,你别不识抬卷,唐灵云的声音接着传出,言语中带着一丝威胁,徐丰气笑了,停下脚步,嘲讽道,都说了不卖,听不懂人话是吗?唐灵云气急败坏,神色恼怒,给脸不要脸,你个土包子,信不信我让你再安乐郡待不下去,他威胁道,语气中充满了阴狠,徐丰摇了摇头,不想与他多费口舌,静止回去了,留 屋下唐灵云面色阴沉地站在原地,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回到住所,徐丰拿出虚空横语经,开始翻阅起来,看罢,徐丰合上经文,闭上眼睛,开始按照经文中的指引,调整呼吸,开始修炼,时间在修炼中悄然流逝,徐丰感觉自己仿佛化为了一缕清风,在无垠的空间中自由飘荡,他开始领悟到空间的深邃和广播,虚空横语经,入门,面板也更新了,宿主,徐丰,年龄,十五,五道境界,五十六重,修炼功 六品,五影碎空刀,LV,五炉火纯青,八百斜杠四千,六品,如来神掌,LV,三驾轻就熟,八百斜杠两千,六品,虚空横语经,LV,一出窥门镜,零五百,可强化,八品,圣灵心法,LV,四绒会贯通,一六零一,一八零零,八品,风行术,LV,五炉火纯青,九百二四零零,破线点,零,每个自然跃生成一点,果然,可以用圣灵心法来强化虚空横语经,徐丰心念一动,强化开始, 面板上的圣灵心法逐渐模糊,虚空横语经的熟练度开始不断增加,一百,二百,四百,八百,虚空横语经直径从出窥门镜,晋升到了融会贯通,宿主,徐丰,年龄,十五,五道境界,五十六重,修炼功法,六品,五影碎空刀,LV,五炉火纯青,八百斜杠四千,六品,如来神掌,LV,三驾轻就熟,八百斜杠两千,六品,虚空横语经,LV,四融会贯通,六零一三千,八品,风行术,LV,五炉 火纯青,九百二四零零,破线点,零,每个自然月升成一点,耶,今夜的月亮格外明亮,就在徐丰沉浸在这美妙的修炼状态中时,突然,他感觉到一股异样的气息靠近,他的眼睛猛地睁开,身体瞬间绷紧,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修修两只弩箭穿破窗户,朝徐丰飞来,看着飞来的弩箭,徐丰心想,正好试试虚空横语经的威力,虚空横语经除了是修炼心法外,还附带了两个招式,一 一是虚空漫步,是一招身法,进入虚空,瞬间移动,二是虚空破碎,是一记杀招,破碎空间,湮灭万物,徐丰抬起手,对着飞来的弩箭向下一压,虚空破碎,瞬间一个空间漩涡出现,将弩箭碾成了虚无,虚空漫步,徐丰进入虚空,穿梭到屋外,看到不远处两个手持手弩的黑衣人一脸骇然地看着他,徐丰在一个虚空漫步来到两人面前,问道你们是谁,为何刺杀于我,两个黑衣人闭口不言,直接拔� 朝徐丰攻来,可惜,连徐丰的衣角都碰不到,徐丰一记如来神掌,直接将两人打成重伤,准备带回去审问,深夜,在安乐郡的另一处豪华釜底中,唐玲云正阴沉着脸,听着手下的汇报,当他听到派出去的两个手下不见踪影后,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力,冷声道,徐丰,你敢不给我面子,我就让你知道,在这个安乐郡,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老大,随后叫来一个手下吩咐道,你拿着这个令牌去找府衙的秦捕头,他知道 该怎么做,徐丰废了一般手段,从两个黑衣人口中得知想要杀他的是唐玲云,这小子心眼这么窄,一言不合就要杀人,真是该杀,两个黑衣人没熬过去,死了,两具尸体被徐丰扔到野外卫妖兽了,处理完后,徐丰继续沉心修炼,第二天一大早,徐丰睡梦中被一阵敲门声吵醒,快开门,徐丰,你的是饭了,门外一个声音不断喊道,徐丰有些疑惑,起身开门,来到门口,你们是谁,找我什么事,徐丰皱着� 徐丰头,看着门口几个捕快说道,有人指控你,滥杀无辜,我姓秦,来府衙补头,此来请你随我们回去接受审问,秦补头走上前说道,徐丰面色不变,我乃裂妖卫,只受裂妖司管辖,你们府衙管不上我,你们回去吧,徐丰头接着说道,唐千户知道这事后,已经将你停职了,让你随我们回去配合调查,徐丰面色沉了下来,唐千户,看来是唐玲云那个哥哥了,不过,自己没做亏心事,也不怕调查,行,等我收拾一下东西,便跟你走, 徐丰默然道,徐丰的态度虽然平静,但他的心中却掀起了波澜,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唐玲云的阴谋,目的就是要将他置于死地,然而,徐丰并没有惊慌是错,他相信,只要自己行得正坐的端,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必须的物品,然后跟着秦补头来到了府衙,到了府衙,徐丰被带到了一间审讯室,审讯室内,秦补头坐在主位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徐丰,有人指控你,滥杀无辜,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秦补头冷冷地问道,徐丰平静地回答,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你说有人指控我,滥杀无辜,这个人是谁?有何证据?唐千护眼中闪过一丝不满,显然他没有想到徐丰会如此镇定,他冷哼一声,接着说道,在你屋外找到了多处血迹,警察,确定是人的血液,你还有什么话说?徐丰微微一笑,有人的血迹就能证明我杀人了吗?人证物证都没有,你会不会办案?说完,身体散发出五十六重的气势,压向秦补头,秦补头不过是五十二重境界,有些承 承受不住,面色微变,证据我们还在查找中,在这期间,希望你配合我们的调查,不得离开安乐郡一步,问询完,被限制出城,猎妖卫的身份也被暂时剥夺了,徐丰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得先去找个住所了,好在身上几十两的金票也够用了,徐丰找衙人租了个小院,小院靠近西城门,虽有点偏,但若想出城,还是挺方便的,徐丰也是想若唐家一手遮天,真要定他的罪,那他也只能跑了,接下来的几天,徐丰就在小院中修炼,他利 用这段时间,更加深入的修炼,虚空横雨精,感悟空间之力的奥秘,六天后,新的一月到来,破线点增加了,徐丰也突破到了57重,不过目前还没有可攻破线的功法,宿主,徐丰,年龄,十五,五到境界,57重,修炼功法,六品,无影碎空刀,LV,五炉火纯青,15004000,六品,如来神掌,LV,三驾轻就熟,15002000,六品,虚空横雨精,LV,四融会贯通,9503000,八品,风行术, LV,五炉火纯青,92400,破线点,一,每个自然越生成一点,门外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徐丰的思绪,徐丰来到院门处,开门一看,全是周正明,周大人,你怎么来了,徐丰问道,脸上带着一丝惊讶,周正明微微一笑,好久不见了,徐丰,不请我进去坐坐呢,徐丰忙请周正明进屋就坐,倒了杯水给他,周大人,寒舍简陋,只能请你喝水了,周正明笑了笑,倒不在意,徐丰,我前段时间去天水府城了,错过了你进入猎妖寺的 那段时间,昨天回来,听闻你被停职了,便想着过来问问情况,你是我招的兵,若你真的犯事了,我亲手处理,若是有人要陷害你,那便是和我过不去,徐丰感受到了周正明的袒护之意,心中有些感动,周大人,我是杀了人,但却不是滥杀无辜,有两个杀手手持劲弩来暗杀我,被我反杀,你觉得我有罪吗?徐丰对周正明解释道,可这是谁指使的,唐铃鱼,哦,你和他有过节,我自认为是没有的,不过他好像觉得我不顺从他,便是有罪,那小子仗着他 他哥嚣张跋扈,像会做这种事的,我虽是百户,但他哥是千户,你的停职命令,也是他下的,我也无法让你复职,周正明声音中,带着一丝歉意,徐丰摇了摇头,无妨,不过,可否请周大人,将衙门对我的宪祖令取消了,我还想出城猎妖,赚点钱,贴补家用,这个容易,回头我说,一下便成,我这次去府城,听到了点消息,可能对你有点用,周正明突然神秘兮兮地说道,看到徐丰露出疑惑的神色,周正明也不藏着掖着,继续说道,你知道武� 武堂准备招生了,上一次招生还是五年前,这一次听说是由于妖兽暴乱比之前频繁了很多,朝中高人推算高级妖兽数量比以往增加了许多,有好些城池都被灭了,因此,天子决定将十年一度的武堂招生改为五年,你算是赶上时候了,武堂招生限至十二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只看资质,不看修为,你今年十五岁,资质不错,可以去试试,对了,之前要给你的观想图我也带过来了,你收着吧,徐丰收下观想图,笑着说道,我等着观想图等好久了, 还以为没机会拿到了呢,周正明脸色乃然,抱歉,没想到让你等这么久,我也表歉意,我把我修炼九天坤蓬冥想法的心得告诉你吧,徐丰有些惊喜,没想到一句调侃换换来了一个指点,那感情好,你给我讲讲吧,周正明坐直了身体,一脸肃然,接下来我和你说的内容,希望你不要外传,这些心得不只是我个人的,也有一部分来自武堂,武堂,你是武堂弟子,徐丰惊讶道,不错,五年前,我和你一样大的时候,参加了武堂的招生考核,成了武堂的一等弟子, 你是武堂弟子,你不是列妖卫百户吗?徐丰震惊了,没想到周正明隐藏这么深,不错,武堂不限制弟子参加其他势力,不仅可以成为列妖卫,也可以参加四军,甚至你也可以加入一些武道宗门,更甚者你可以别的国家,大周五帝设立武堂时说过,武堂是人族的武堂,因此,武堂只有一个限制,就是必须与妖兽为敌,护持人族,徐丰这时才由衷地对大周五帝感到敬佩,这是一个真正为人族命运考虑的强者,似乎看出徐丰还想再问, 周正明摆摆手说道,先别问了,等你加入武堂,自然会知道,我先跟你说一下,九天坤鹏冥想法吧,妖神坤鹏乃是十级妖兽,具有蔑士般的力量,其入海为坤,上天为鹏,九天坤鹏冥想法,乃是上古人族五道强者,观摩弃鹏形态领悟而来,另外还有一部功法,是观摩弃鹏形态领悟而来,换作无量虚坤冥想法,鹏形态善风,鲲形态善水,因此,九天坤鹏冥想法,可助人领悟风之意景,修炼时候要注意, 周正明给徐峰讲述了,九天坤鹏冥想法的修炼要绝,徐峰受益匪浅,周正明离开后,徐峰尝试按照其所教的方法,开始参悟,九天坤鹏冥想法,闭上眼,想象自身化身坤鹏熬想九天,浑身被风包裹着,风之所及,及我之所及,许久,徐峰若有若无地感知到了自身周围的景象,睁开眼,一道金光闪过,徐峰明悟,自己达到了虚势生白的境界,这是精神功法修炼入门的标志,看向面板,徐峰了然,年� 十五,五道境界,五十七重,修炼功法,六品,五影碎空刀,LV,五炉火纯青,一五零零四千,六品,如来神掌,LV,三驾轻就熟,一五零零两千,六品,虚空横雨精,LV,次融会贯通,九零三千,六品,九天坤鹏冥想法,LV,一出窥门镜,一五百,八品,风行术,LV,五炉火纯青,九百二四零零,破线点,一,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没想到,九天坤鹏冥想法, 六品的功法,从周正明纳得知武唐招生的信息后,虽然,已经解除了宪族令,但徐峰还是决定在城中等着,避免错过武唐招生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徐峰将修炼的重点放在了,虚空横雨精,和九天坤鹏冥想法上,争取早日达到五十十重,除了修炼,徐峰也去打听了武唐的一些信息,武唐乃是百年前大周五帝,为对付妖兽,而设立用来培养人族强者的地方,大周五帝,将搜集的各种修炼功法,和修炼资源,都放在 武唐里面,供武唐学子使用,以往武唐每十年招收一次学子,都能引起轰动,令所有武者趋之若鹜,因为进了武唐,便意味着至少能达到武宗境之上,武宗强者,班山填海,断枝重生,不在话下,更是能增寿二百,一个月后,天色浅白,沉稀微露,房间里的徐峰吐出一口气,结束了虚空横雨精的修炼,终于将修为突破到五十十重了,年龄,十五,五道境界,五十十重,修炼功法,六品,五影碎空刀,LV,五炉火纯青, 六品,如来神掌,LV,三驾青就熟,六品,虚空横雨精,LV,七出神入化,三九五零,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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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后出现的 同时也领悟了一丝风之意境 在这一个月的修炼中 将风之意境提高到了一成 凭借着出神入化层次的虚空横语经 徐丰在今天将修为突破到了五师十重 接下来可以准备突破武林的事宜了 不过 现在最重要的是 武唐招生报名 前几天 武唐招生的事情正是在城内张贴告示了 报名时间就在今日 徐丰走出房间 望着天外风起云涌 一股明雾用上心头 大鹏乘风起 翱翔九天外 雨衣若垂云 气势吞山海 徐丰对九天昆蓬冥想法的领悟更深了 看向面板 冥想法的熟练度 直接增加了五百点 真是好兆头 看来这五堂我是禁定了 徐丰来到报名点 这里已经聚集了众多报名的人 从七八岁的孩童 到十六七岁的少年 不一而足 在报名场地的中央 有个台子 台子上立着根石柱 只见一个报名的少年走上台去 一掌按住 不一会 一道蓝光 徐丰出现在少年手掌 按着石柱的位置 并逐渐向上蔓延 最终停在了石柱十分之一的位置 徐丰有些不解 突然听闻一道声音 不合格 下一个 这难道是测试资质的道具 徐丰转头看向一个 一脸习以为常的汉子 问道 这位大哥 请问一下 这是在考核什么 怎么就不合格了 汉子神情诧异 说道 这是资质观 自然是考核资质了 那个人的原力倾和度 只有一成 自然不合格了 原力倾和度 是怎么看出来的 徐丰接着问道 汉子有些不耐烦了 没看到那原力石柱 只亮了一成吗 自然只有一成的倾和度 徐丰恍然 没想到这个世界 确实有测试资质的道具 当时列妖丝去清风镇 招人没用上 估计是没必要 朝廷对武唐招生的重视程度 和规模相比 列妖丝招星 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徐丰暗道 看来竞争很激烈啊 不知道又会涌现出多少天骄 徐丰走向报名点 报名点的负责人 是个文士打扮的中年男人 正坐在椅子上 在岸上记录着 徐丰说道 大人 我要报名武唐招生考核 中年文士微微抬头 瞥了眼徐丰 开口说道 年龄 十五 姓名 徐丰 好了 去那边排队测资质吧 徐丰随即来到测试资质的队伍后面 排着 队伍前面的人 一个接一个的上去测试 期间测试的人无意合格 原力倾和度最高者 也不过是四成 不知过关标准是几成 下一个测试的是个 见眉心目的俊秀少年 一上台 便引得台下一轮纷纷 你看那人 是不是俊守家的二公子李建平吗 没想到 他也来参加武汤的考核了 是啊 听说他哥里景天 资质出众 自小就被天全宗的一个长老 说为弟子了 现在已经敬为真传了 天全宗 可是中周五道大宗 据说乃是武神开创的宗门 门内神功密法无数 这李建平 怎么没被他哥 带入天全宗呢 这李建平 自小傲性无比 凡事都想和他哥比个高低 自然不可能 愿意接受他哥的助力 人声鼎沸 喧嚣嘈杂 李建平却仿若无人般 走到原力石柱旁 抬手 轻浮 手掌一触到原力石柱 一阵耀眼的光芒发出 并瞬间攀升到了石柱 全场哗然 八 八成的清和度 这是近百年来 安乐郡最高的清和度了吧 据说他哥里景天清和度 好像也才八成二吧 台上的武堂考官一脸震惊 没想到在安乐郡 居然又出现了八成清和度 上一次 还是李景天测试的时候 李建平眉头微皱 没通过吗 武堂考官一愣 连忙说道 通过了 通过了 这是你的过关凭证 三天后到此参加弟子临选 说完 拿出一个令牌 递给李建平 李建平接过令牌 一言不发 潇洒地走了 之后的测试中 又有几个过关的 不过清和度 大多在六成上下 最高的是一个少女 七成二 最低的是一个男童 五成五 很快便轮到了徐峰 徐峰莫名地 感到了一股紧张 好像回到了前世 参加高考一样 观想昆蓬 清风俯身 徐峰又回到了淡然的心境 徐峰走上台 近距离望着原理石柱 石柱高约二十米 直径约有半米 整体呈现出一种深黑色 表面光滑如镜 如竹子般 均分成了石节 徐峰看得有些入神 这石柱侧资质的原理 不知道是什么 看来 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石柱及石柱的一瞬间 一股清凉气息 从石柱中传入徐峰的身体 徐峰体内的真气受此刺激 自行运转了起来 吸收起了天地原力 那一股气息 在徐峰身体内转了一圈 又回到了石柱中 一刹那 一道耀眼的光芒 出现在徐峰掌心处 没入石柱 轻染石柱 光芒向石柱上方窜去 直知道了 徐峰看到这一幕 知道自己进入武堂的是稳了 就在石柱光芒停下之际 原本嘈杂一片的场地 瞬间变得寂寂无声 徐峰 看向武堂考官 只见其嘴巴大张 瞳孔放大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徐峰无奈 轻咳了一声 嗨嗨 武堂考官回过神来 刚想宣布 徐峰通过考核 却被一道声音抢了先 你叫徐峰是吗 我乃安乐郡武堂长老 你且随我来 一个鹤发童颜精神绝术的老者 突然出现在台上 对着徐峰说道 徐峰 看向武堂考官 见其点了点头 便在老者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间屋子 徐峰 你知道我为什么 把你叫来这里吗 老者一副高深的样子 看着徐峰 徐峰沉默 见徐峰沉默 一脸茫然的样子 老者仿佛一拳 打在了棉花上 无人捧根 耐不住信仰的老者 接着说道 刚才测试的时候 你的原力清和度 达到了九成 可植入武堂为甲等弟子 不必再参加 后续的弟子临选 见徐峰 还是没什么反应 老者有些着急了 你可知道 武堂甲等弟子 意味着什么 那是多少舞者 梦寐以求的身份 代表着一条通天舞图 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 徐峰笑了笑 长老 你先别急 你说的这些 我都不知道 如何激动呢 要不你先和我说说具体情况 长老默然 感觉自己演了一出大戏 给瞎子看 武堂资质考核标准为 清和度五成 只有清和度达到五成以上的人 才能通过考核 进入弟子临选阶段 弟子临选阶段 乃是对每个通过考核的弟子的资质 物性 星性 机缘等 所综合考量 定下其弟子等级 弟子等级 从高到低分 甲一丙丁四等 等级不同 进入武堂的待遇也不同 甲等弟子出入武堂 可进武堂金格 选取两门五品功法 一等弟子 可选一门五品功法 丙等弟子 可选一门六品功法 丁等弟子 可选一门七品功法 另外 甲等弟子 每个月可获得100点贡献值 一等弟子 每月有10点贡献值 丁 丁两等则无 需要自己去做任务 获得贡献值 贡献值在武堂内 可以换到一切东西 功法 修炼资源 你想到的一切 都能兑换 怎么样 听到这里 是不是激动点了 长老说到这 有些细血地看向徐丰 徐丰听到功法 资源 确实有些心潮澎湃了 按捺下激动的心 徐丰笑着问道 长老 既然弟子等级 不是完全按照原理 亲和度来定的 为何把我直接定为 贾等弟子呢 长老以守福然 愧然探到 当某一项达到了极高水平 其他项也没那么重要了 长老接着说道 亲和度五成 中人之资 亲和度六成 一个郡可能才出一个 为之一郡之财 亲和度七成 义府之财 亲和度八成 义州之财 亲和度九成 义国之财 至于九成之上 先神之之 人间罕见 青州上一次出现 九成亲和度的人 已经是上百年前的事了 所以 以你九成亲和度的资质 当一个贾等弟子 绰绰有余 徐峰释然 果然自己资质逆天 面板不过是 自身资质的显化罢了 长老 原力亲和度 有什么用呢 我好像没感觉到 亲和度的好处啊 你小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以为你年纪轻轻 就达到了武士境界 是什么原因呢 没有原力亲和度 你连吸收天地原力 进行脆体都没办法 原力亲和度 决定你能调动的 天地原力的多少 相同境界的舞者 不考虑其他因素 亲和度高的舞者 一般都强于 我问你 你是否愿意加入武堂 以护持人族 剿灭妖兽为己任 长老正色道 徐峰也摆正了姿态 一脸严肃 我愿意 好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武堂甲等弟子了 现在我带你去安乐郡武堂分部 制作你的弟子令牌 同时 你也可以去选择你要的功法 好的 谢谢长老 徐峰在长老的带领下 前往武堂分部 路上徐峰和长老聊了会 得知长老名叫吕朝 来五豪级强者 坐镇安乐郡武堂分部 分部侠于青州武堂 负责安乐郡内 武道天才的搜索与培养 分部内现有三位长老 四位一等弟子 属石饼 丁等弟子 有一些弟子 为追求更高境界 前往了青州武堂 乃至位于京城的大州武堂总部 也有一些弟子 到了武堂休业年限 而退出武堂 武堂规定 三十岁不破五豪 则需退出 徐峰在吕朝长老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处院子 院子里坐落着树洞楼屿 徐峰 这便是我们安乐郡武堂所在地了 吕朝对着徐峰说道 最左边那栋楼乃是弟子宿舍 供在城内无房产的弟子七夕 旁边那一栋是练工房 可在里面修习工法武技 靠近练工房的那栋楼是蒋武堂 乃是论道言武 讲解工法之地 最右边那栋楼是任务处 供弟子接取任务 赚取贡献值 旁边的是兑换处 可用贡献值兑换资源 而中间最高的这栋 便是藏金阁了 里面收藏了众多工法 乃是从武堂总部抄录而来 不过作为分布 我们只能储存不高于武品的工法 更高的工法得到青州武堂 或者京城武堂才能看到了 吕朝带着徐峰四处逛了逛 在任务处领取了徐峰的弟子令牌后 徐峰随着吕朝来到了藏金阁 作为贾等弟子 你可以选取两门武品工法 你自己进去挑选 由于六品以上工法只能存于预检 因此 金阁里面只有工法介绍 你挑好了和门口的刘老说 他会把工法预检给你 刘老便是安乐郡武堂分部的三大长老之一 负责看守藏金阁 据吕朝所说 刘老修为深不可测 离武宗境 只有一步之遥 徐峰走上前去 对着刘老说道 刘长老 我是新晋的贾等弟子徐峰 这次过来挑选工法 这是我的弟子令牌 说完 将令牌递给刘老检查 刘老接过令牌 仔细看了看 你进去选吧 令牌先留在我这 登记完再还给你 藏金阁共有五层楼 一楼存放的是九品工法 二楼是八品工法 五品工法在五楼 徐峰静止来到五楼 众多的书架一一树立着 存放着众多五品工法的介绍 徐峰逛了一圈 挑了几本看了起来 练心霸体 上篇 接引心力脆体 肉身不坏 意志不朽 炎阳真经 身化炎阳 焚化万物 金刚不坏体 金光点化 肉身成刚 意滅而生存 天地玄黄绝 黄极篇 古老残篇 身化天地 造化玄黄 非物性高绝者不可修 不死天残弓 残 化身天残 久死不灭 此残篇仅收录前三重 仅慎修炼 这些功法都很强大 不过徐峰知晓自己的优势 是无视瓶颈的熟练度 和进阶演化的破线点 因此 他可以不用考虑修炼难度 直接选择最强大的功法 哪怕是残篇 他也能走出一条路来 徐峰选定了天地玄黄绝 和不死天残弓 便下楼了 准备找刘老要功法预检 刘老 我调好了 便要天地玄黄绝 和不死天残弓 徐峰说道 刘老听到功法的名字 眉头一挑 睁大双眼看着徐峰 你可看过这两篇功法的介绍 看过 看过你还选 这两篇功法 放在武堂里 有百年之多了 现在还没有一个修炼成功的 你去换一下吧 别浪费这宝贵的机会 我有信心 刘老吃笑一声 像徐峰这样自大的人 他见多了 最后都会在悔恨中度过余生 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刘老做了下记录 便拿出两枚玉检递给徐峰 拿去吧 有你小子后悔的 徐峰笑了笑 不说话 走了 徐峰在安乐郡有地方可住 便没有住在武堂的宿舍 而是回到自己 租住的小屋 府一回到家 徐峰便迫不及待地 拿出玉检参悟 首先是 天地玄黄绝 将玉检贴在眉心 开始参悟 天地初开 原历史生 感应其息 融入无身 玄黄之力 觉醒于内 天地合一 无所不能 徐峰细细参悟 天地玄黄绝的修炼口诀 逐渐明误 原来此法修炼的玄黄之力 难怪无人能炼成 玄黄之力是一种的原力 需要将天地间所有原力融合为一 才能产生 这难度不是一般的小 天地原力包罗万象 不只有阴阳五行 更有风雷光暗 要将对立的原力都融合为一体 稍有不慎 肉身立刻化为积粉 对于原力的融合 徐峰也不敢轻易尝试 将天地玄黄绝的口诀 熟记于心 徐峰尝试运转功法 看能否入门 但每次运转到关键地方 便感觉无数的原力 在其身体中碰撞 肉身引有破碎质感 不得不停下 无奈 徐峰只能暂时将天地玄黄绝 放于一旁 拿出不死天残功 预检 开始参悟 天地精华 生命源泉 日月之光 天地之源 天残蜕变 生命永延 无身如残 不灭不结 随着功法口诀的参悟 一股意境 传入徐峰脑海 那是一只上古天残 占天斗地 向死而生 急进超脱的画面 不死天残功 就是死中求活的神功 在修炼者受到致命伤时 吸收天地精华 日月之光 涅槃重生 该功法共有九层 每一层可以替死一次 可惜徐峰手头上的是残片 只有前三重 徐峰瞬间便将该功法入门了 但替死之能 必须在每一层的圆满境界 才有可能处罚 因此 徐峰接下来的时间 先把不死天残功 第一层修炼到圆满 之后再修炼其他功法 看向面板 面板上显示的 不死天残功 竟然不是五品功法 而是密法 这又是徐峰没触及过的领域 估计武堂的人也不清楚 不然不然不会放在五品功法中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五十十重 修炼功法 密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一层 一 1100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 五炉火纯青 15004000 六品 如来神掌 LV 三驾青旧熟 15002000 六品 虚空横语精 LV 七出神入化 3950 1000000 六品 九天坤鹏冥想法 LV 四融会贯通 1000斜杠3000 八品 风行术 LV 五炉火纯青 92400 易径 风之易径 易征 破现点 二 每个自然月生成易点 徐峰身为武堂甲等弟子 每月都会增加贡献值 目前也不需要兑换新的功法 于是徐峰便宅在家中 一心一意地修炼 争取把功法的熟练度都炼满 好把两点破现点用了 期间 周正明得知徐峰成为武堂甲等弟子 特意来恭喜他 徐峰见到周正明 想起之前和他一起去猎杀金刚猿的时候 他提起过一品之上的功法 又想到 不死天残宫对应的秘法 于是便再次询问周正明 关于一品之上的事情 这次周正明倒没有隐瞒了 徐峰 之前不和你说 是因为你那时身份和实力都很低位 说了反而对你有害 现在 你已是武堂甲等弟子了 修为也即将突破武林境 和你说说也无妨 一品之上位之秘 秘而不宣的秘 因此 只有少数人知道 一品之上的功法 叫做秘法 一般都是像你我之间这样口耳相传 很少有记载之物 徐峰也才知道了 原来不死天残宫的品级那么高 难怪第一层的熟练度需求那么多 解惑之后 徐峰又投入到了修炼之中 在全力修炼两天后 不死天残宫 第一层的熟练度便干满了 有了一次替死机会 这可是第二条命 而且触发替死之后 不仅重生后 状态进覆 还能更上一层楼 可惜 不死天残宫 必须完成替死智能后 才能达到第二层 继续修炼 再次圆满 才能再次替死 完成了 不死天残宫的修炼后 徐峰下一个目标 便是突破武林了 之前周正明说过 突破武林 需要领悟异景 我已经领悟了 一城的风之异景 想来也足够 只是不知道 如何借助异景 进阶武林 徐峰心想 好在我现在 也不是没有背景的人了 我坐拥武堂资源 关于突破武林的方法 或许可以去武堂问问 徐峰收拾了一番 来到武堂 刚到院门口 便听文院内 传出的阵阵说话声 徐峰走近一看 原来今天是之前招生的弟子 正式加入武堂的日子 通过考核的人都来了 有点前世大学开学的感觉 徐峰也不认识这些弟子 于是直接穿过人群 想直接去找吕巢询问 那是徐峰 安乐俊唯一的九成清和度 有人认出了徐峰 瞬间众人的眼光 聚焦到了徐峰身上 议论声也多了起来 听说他今年才十五岁 就已经修炼武师十重了 真不愧是假等弟子 修炼速度好快 虽然他资质不错 不过长得却是有些平平无奇啊 除了议论声 也有几个人走向了徐峰 其中之一便是李建平 只见李建平面无表情地 走到徐峰面前 双手抱胸 眼神中带着挑衅 徐峰 我也是假等弟子 李建平拽拽地留下一句话又走了 徐峰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孩子 怕不是脑子有坑 另外两个向他走来的 是一男一女 男的约莫十六岁 一身贵气 面相不凡 女的大致与徐峰同岁 娇小可爱 脸上有点婴儿肥 两人来到徐峰面前 其中男的爽朗地笑道 徐峰 你好 我叫王熙照 也是武唐贾等弟子 交个朋友吧 女的有些腼腆 声音有些弱 你好 我叫郑燕然 也是贾等弟子 吕老让我和你认识一下 徐峰露出明媚的笑容 你们好 很高兴认识你们 我现在有点事 晚点再和两位 好好交流交流 说完拱了拱手准备离开 晚点是什么时候啊 郑燕然突然一脸认真的说道 徐峰有些汗言 这姑娘听不懂客套话吗 于是硬着头皮说道 我找吕长老问个事 问完就得闲了 你们可以先去忙你们的事 我没什么事要忙的 要不跟你一起去找吕长老吧 郑燕然睁着大大的眼睛 认真的看着徐峰 徐峰无奈 强撑着脸上的笑容 也行 那你和我一起去吧 等会我们一起去茶馆喝点茶 王兄 你要一起吗 一只羊是感 两只羊也是感 王熙照脸上笑容更胜了 果然 真诚才是必杀技 谁也拒绝不了郑燕然的真诚 当然了 我也没什么事 同去 同去 徐峰找了个人问了吕老的位置 得知吕老在蒋武堂 为新弟子讲解修炼心得 于是 一行三人便前往蒋武堂 来到蒋武堂 入眼所见 众多的弟子正端坐于堂下 而吕老正在堂上绘声绘色地讲着 武师镜的修炼要点 徐峰不好打断 于是在堂下找了个地方坐下 听了起来 不久 吕老讲解完毕 目光看着堂下众人 开口道 好了 大家修炼上有什么问题 现在可以提出来 我给你们解解惑 听到这 徐峰便率先站了起来 对着吕老拱手道 吕老 我最近在修炼中正好 遇到了些许困惑 还请吕老指点 吕老见识徐峰 微微汗手 说来 徐峰于是把自己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 吕老 我想知道 武师如何突破武林 吕老眼睛一亮 哦 你已经准备突破武林了 不愧是九成清和度的天才 武师突破武林 关键在于异景 你已经领悟的怎么样了 徐峰回道 我已经领悟了一成风之异景 是否满足突破武林镜的要求 吕老点头 说道 一成异景已经足够 你哀可以试着 冲击武林镜 吕老轻了一下嗓子 可 其他弟子也都听好了 以后你们也用得到 武林镜与武师镜最大的不同 便是原力 武师修真气 武林修原力 武师圆满后 虚领悟异景 借助异景之力 洗炼全身真气 把真气化为原力 当全身真气都转化为了原力 则成武林镜 另外 不同的异景转化的原力属性 也是不同的 突破了武林镜 受异景原力的滋养 就不怎么需要进食和睡觉了 有更多的时间用来修炼 听完吕老的话 徐峰恍然大悟 难怪哪怕自己不断地积蓄真气 也无法突破至武林镜 原来 需要以异景之力 转化真气 多谢吕老解惑 徐峰对着台上的吕老作一道 吕老摆摆手 还有别的人有问题吗 一时间 有好多个弟子站了起来 想要发问 一个一个来 不用着急 我都会一一解答 吕老说道 随后 吕老针对各弟子的问题 一一解答 徐峰和郑嫣然 王熙赵两人 在听完吕老的讲解 便离开了武堂 准备前往附近的茶馆聊聊 王熙赵突然开口说道 二位 早些时候 我已经让下人去仙居楼 订好了雅间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不如直接去仙居楼品名 稍晚就在那用餐 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郑嫣然听到仙居楼 眼睛一亮 我赞成 徐峰想了想 也是快到饭点了 便同意了 于是 三人改道前往仙居楼 路上 王熙赵对着徐峰调侃道 徐峰 你算有口福了 仙居楼 可是安乐郡最负盛名的酒楼 我也是拖了点关系 才定到今天的位置 郑嫣然也是赞同的点了点头 徐峰有些疑惑 哦 这酒楼 有什么不一般吗 凭你们的家境 竟还要拖关系才能定到 要知道 王家和郑家 可是于李家 唐家 并称为 安乐郡四大家族的存在 去了酒楼 居然还要提前找关系 看来这酒楼背景不小 王熙赵有些颓然 接着解释道 我们两家虽然被人戏称为 安乐郡四大家族 但其实也上不了什么台面 安乐郡 不过是一小郡 放到青州 乃至整个大州 如沧海一宿 毫不起眼 而仙居楼开遍了整个大州 郡集以上的城池 都能看到它的存在 据说 其乃是由皇族开办的 郑嫣然也补充道 不错 而且 仙居楼的食物 都是以药膳之法制成 不仅好吃 还能辅助修炼 我最爱吃里面的烤鸭 乃是以梧桐木勋 烤碧水灵鸭制成 那味道好极了 王熙赵深有同感 点头赞同 不错 那碧水灵鸭 乃是三级妖兽 进仙居楼庙手之后 吃了可助人 感悟水之意境 一般七天只卖一份 能吃上还是不容易的 听他们说得这么美 徐峰真想去见识见识 于是加快了脚步 来到仙居楼 一进门 一个小二便迎了上来 王公子 您可来了 雅间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请上三楼 三人在小二的带领下 来到一间房间落座 房间里古色古香 摆放了不少瓷器字画 小二殷勤地给三人倒水 王公子 您看要点些什么吃喝 不等王熙赵说话 郑嫣然便抢先说道 还有烤鸭吗 小二露出歉意的笑 抱歉 客官 这七天的烤鸭 已经卖完了 郑嫣然一脸失望 王熙赵则接着说道 来胡临风毛肩 上一桌二级妖兽宴吧 好嘞 客官 您稍等 马上就来 小二应道 王熙赵转头对徐丰说道 徐丰 这凌风毛肩乃是由一种二级灵树的叶子 炮制而成 可以增强体质 味道不错 至于这二级妖兽宴 乃是由十二种二级妖兽的材料制作而成的十二道菜 有纯化真气之效 可以尝尝 徐丰有些疑惑 问道 这仙居楼难道就只有二三级妖兽材料制成的零食吗 若只如此 恐怕有些名过其实吧 我只不过武士修为 只能点三级妖兽以下的菜 据说这仙居楼曾经以八级妖兽的材料制作出一道灵针 协助皇族之人突破五地 这也是他九父盛名的原因 不多久 菜便上齐了 徐丰吃了一口后 手便停不下来了 一口一口地吃着 确实是美味 王熙赵和郑嫣然 看着徐丰如狼似虎的样子 也顾不得形象 抓紧吃了起来 饭后 徐丰拍拍肚子 拿起灵茶喝了一口 说说吧 你们两个到底有什么目的 专程请我吃这一顿饭 我看这顿饭价格不菲啊 徐丰说道 王熙赵脸上肉疼之色一闪而过 哈哈 说笑了 徐兄 就是交个朋友 不用这么客套 我年龄比你小 你叫我徐丰变成 徐丰笑道 那感情好 咱们江湖儿女 豪爽一点 你也叫我熙赵就行 王熙赵笑道 旁边的郑嫣然 也低声说道 叫我嫣然就好了 行 熙赵 嫣然 不过这熙赵有点拗口 我是说叫他老王 你别介意啊 老王 王熙赵有些郁闷 笑容有些勉强 你开心就好 好了 不说笑了 我们来谈谈正事吧 王熙赵正色道 郑嫣然也收起了笑脸 感到气氛有些严肃 徐丰也正色端坐 说吧 什么事 王熙赵开口道 你和唐家有仇 没错吧 徐丰想到唐灵云陷害自己 还把自己列妖位的身份搞没的事 点了点头 看到徐丰肯定的神色 王熙赵接着说道 王家和郑家 也和唐家有仇 所谓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因此 我们便来和你交个朋友 可我只是个武师 也没什么家事背景 有必要吗 徐丰有些疑惑 就凭你的九成亲和度就足够了 只要不夭折 你的未来不可限量 我们这是提前投资 当然 现在也有一些事情 想和你合作 王熙赵接着说道 你知道的 李 郑 王 唐四家 被称为安乐郡四大家族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四家 共同掌握了一座原石矿 可以确保武灵境武者不断代 因此 才能确保家族的绵延 原石 那是什么 徐丰问道 从今天 吕老对你所问问题的回答 你应该了解了 武灵境修炼的是原力 而原石 便是原力浓缩之物 不仅可以辅助 武者将真气转化为原力 还可以供武者吸收 转化为自身原力 是不可多得的修炼资源 根据所含原力的精纯程度 可以将原石划分为 下品原石 中品原石 上品原石 极品原石 我们四家掌握的原石矿 乃是下品原石矿 每月可出产100枚下品原石 本来我们四家 共同开采原石矿 相安无事 但最近发生了些情况 唐家的唐凌峰 即将突破五毫 企图占有更多的原石矿资源 因此 提议要重新划分 四家的原石矿份额 唐凌峰便是唐凌云的哥哥 也是害你离开猎妖位的千户 徐丰听完 若有所思 你们四家 没有别的武豪境强者吗 为何唐凌峰敢如此做 唐凌峰不仅修炼资质高 还能借助猎妖四的资源 也才看看修炼到了武林十重 而要突破五毫境 所需的资源更多了 因此 他才把主意打到了这座原石矿上 我记得李家的李锦天 加入了一个强大的武道宗派 现在已经是真传了 难道他也比唐凌峰弱吗 徐丰问道 李锦天已经多年未归了 具体修炼境界不得而知 但想来不会弱于唐凌峰 而唐凌峰也没想从李家手中 抢夺原石矿 他看中的是我们王 郑两家的 我们王 郑两家乃是士郊 共同经营着一家武馆 不仅招收弟子教授武学 也与各大商行有合作 负责列取妖兽材料 以及商队的护送 李家则是世代为官 此任俊首便是李家人 而唐家有猎妖四的背景 每一代都会有人加入猎妖四 当初原石矿乃是四家先祖 共同发现 并由朝廷见证 由四家共同开采原石矿 只是当时并没有规定 每家的份额 这些年一直是均分的 唐凌峰也是抓了这个漏洞 才敢提出这个建议 那你们不从又如何呢 难不成唐凌峰还敢灭了 你们两家吗 朝廷的法度可不是开玩笑的 徐峰问道 唐凌峰可是猎妖四千户 是黑是白 还不是他一张嘴的事 不然 你也不会被停止了 王熙照恨恨道 这倒也是 官字两张口 都不过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徐峰也感觉到难办 王熙照神色飞扬 说出了他想出的方法 我们想了一个法子 限制唐凌峰出手 以擂台战的形式 限制修为在武林以下 设立八座擂台 各家派人抢夺擂台 最后 每家占据的擂台术 便是其所占的原石矿份额 徐峰恍然大悟 你们是要我帮你们打擂台 不错 王熙照和郑嫣然 一口同声说道 很抱歉 我恐怕没办法答应 徐峰拒绝道 王熙照急了 为什么呢 你先听听我们的条件 再拒绝不迟啊 徐峰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 王熙照松了一口气 嗨 吓我一跳 突破武林镜 怎么也得十天半个月吧 擂台战就在五天之后 来得及的 徐峰继续说道 我突破很快的 一晚上就足够了 不信你明天来找我 看看我突破没有 王熙照皱着眉头 露出一丝苦笑 徐峰 你要拒绝 也不用找这么拙劣的理由 你不想参加我也能理解 郑嫣然脸上也是气鼓鼓的 徐峰只能再解释道 这样吧 明天你们去我那找我 若我没突破武林 那我便答应你 参加擂台战 若我真突破武林 那就恕我无能为力了 如何 徐峰的话语 又让王熙照暗淡的眼睛亮了起来 好 徐峰 这可是你说的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你我击掌为事 说完伸出手掌 欲与徐峰击掌 徐峰哭笑不得 只能伸出手掌 和王熙照碰了下 一丝一丝 把事情说定之后 三人把剩下的茶喝完 准备回去了 小二 结账 王熙照手拍桌子 大喊道 来了 客官 您总共点了一壶灵茶 和一份妖兽宴 成会五千斤 小二笑嘻嘻地说道 王熙照从怀里掏出了 几张金票 递给小二 小二数了下 树木无物 三人便离开 准备回家了 徐峰 说定了 我明天一大早就去找你 你可别反悔 王熙照临走前 不忘提醒徐峰 告别这 王二人 徐峰准备返回自己的小屋 知道了如何突破武林 徐峰已经心仰难耐了 脚下的步子也越发得快了 回到家中 徐峰迫不及待地准备开始修炼 来到房间 在床上盘膝而坐 闭目调膝 运转起全身的真气 施展风之意境 洗炼真气 一道道真气 经过风之意境的洗炼 逐渐凝炼 并最终化作一缕缕之原力 风之原力流转全身 并最终重归于丹田 睁开眼 徐峰眼中的世界 变得跟以往大不相同 他能感受到 弥漫在空气中的风原力 在靠近他 亲近他 徐峰心念一动 一缕原力 瞬间从丹田流到指尖 由指尖激发出去 裹挟着周围的风原力 画成一个圈 环绕着自己 徐峰的身体 被脱离了床板 浮在空中 武林镜竟然有浮空之能 徐峰心情无比激动 在前世 飞天一直是人类的梦想 没想到 穿越过来不到一年 自己就掌握了飞天之能 不得不让徐峰赞叹武道的强大 徐峰笨拙地控制着风原力 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多 徐峰越来越熟练 彻底掌握了浮空飞天 空中移动的能力 与此同时 安乐俊 唐福 咔嚓 唐灵云一掌 将房间里的瓶子扫落在地 碎成两半 气急败坏地 对着面前面向威严的中年男人说道 为什么要进我的族 中年男人 便是唐家家主唐靖 只见他微微皱眉 带着不容拒绝的语气 对着唐灵云说道 这段时间 你哪也不许去 就给我在家待着 停顿了一会 唐靖接着说道 那徐峰现在是武唐甲等弟子 名声正茂 你之前和他有过嫌隙 这回不好再去招惹他 唐灵云听到徐峰的名字 争鸣着脸 恨声道 那徐峰 一个香巴佬 竟然敢多次给我难堪 我要他死 唐靖恨铁不成钢地 看着唐灵云 要做就要做绝 你当时派人去杀他 就应该把事情谋划好 而不是现在在这里无能狂吹 那徐峰入了武唐长老的眼 现在不移动他 唐灵云气笑了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哥去府城树植 也快回来了 等他回来了 到时连正 往两家一起收拾了 徐峰还在享受着飞天的快乐 突然想到 自己面板里很多功法熟练度都还没满 于是按下心情 将心思投入到修炼中 武灵境主要修炼意境和原理 徐峰的修炼 还是以虚空横语经 和九天坤鹏冥想法为主 争取早日干满 这两门功法的熟练度 第二天一大早 王西照便火急火燎的 来到了徐峰家门口 快开门 徐峰 我来了 你可别食言 徐峰突破武灵后 发现自己修炼一夜 反而神清气爽 没有半点困的感觉 想起之前吕老说过 武灵境能吸收天地原力 滋养自身 已经逐渐不需要进食和睡觉了 看来没错 徐峰走到门口 打开门 看到神采飞扬的王西照 也不说话 直接凌空而起 居高临下的 看着王西照 王西照看到徐峰浮在空中 瞬间瞪大了眼睛 你 你突破武灵了 王西照满脸的不可置信 徐峰笑着点点头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你是怎么做到的 王西照脱口而出 他实在想象不到 徐峰是如何在一夜之间 突破武灵 按理说 也得尝试个两三天 才能找到洗炼真气的诀窍 徐峰撤去原力 落在地上 对王西照说道 或许是我清和度高的原因吧 王西照无法反驳 毕竟他也没见过 像徐峰清和度这么高的人 徐峰将王西照请进屋里 两人在客厅对坐 徐峰有些歉意 老王 我已经突破武灵 没办法帮你打擂台了 改天我带你去仙居楼 回请你一顿 不用客气 徐峰 虽然你无法帮我打擂台 但我还是真心想教你这个朋友的 王西照摆摆手 徐峰回道 我相信你 我也教你这个朋友 王西照顺着话杆子说道 既然都是朋友 帮的小忙可以吧 你又在这等着我呢 也罢 我今天突破心情好 你说什么忙吧 我能帮就帮 徐峰脸一抽 看着一脸微笑的王西照 有些无语 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能不能帮我列制妖 列妖 不错 我的修为卡在 五十九重一段时间了 为了擂台战 我打算冲击一下五十十重 需要用到一种 妖兽材料辅助修炼 不巧 我家里书版 最近都去给商行运送材料了 不在家中 那妖兽我一个人 恐难以应付 你愿意帮忙吗 王西照解释道 是什么妖兽 徐峰问道 徐峰处于三级妖兽巅峰 即将突破四级妖兽 我对付不了 刚好你突破五零了 应该能够斩杀他 王西照说道 徐峰沉思了一会 问道 四天后就是擂台战了 来得及吗 王西照眼中一亮 来得及的 那容颜巨龟 就在云梦泽中的一口火山口里 一个来回一天就够了 拿到他的血液后 两天够突破了 虽然我突破五零 可以欲空而行 速度比天一鸟还快 但你总不能 让我背着你走吧 你如何前往 徐峰问道 王西照拍拍胸脯 你放心吧 我们五管经常与商行合作 可以去商行那 租借天一鸟 一些商行的实力 可不见得若鱼猎妖丝 特别是南北商行 据说其遍布了数个国家 大洲境内的 也不过是其分布而已 徐峰有些震惊 没想到 之前在清风镇 遇到的南北商行 竟然有如此实力 同时 他听到王西照说的 数个国家 有些好奇 他现在只知道 自己所处大洲青州境 青州之外的地理人文 他一无所知 也无从得知 遇到对这些 有所了解的王西照 他忍不住想打听打听 老王 能给我讲讲 大洲和周围的一些国家吗 我对这些都不太了解 王西照没想到 徐峰对这些感兴趣 他也是因为 家里经常跟商行打交道 而如木染下 才有了一些了解 王西照想了下措辞 说道 徐峰 你知道 我们所处的这片大陆 叫什么名字吗 徐峰自然不知 示意王西照 继续往下讲 王西照接着说道 我们这方大陆 名为五旋大陆 幅园辽阔 不知多少亿里 大洲深处 五旋大陆东南角 毗邻无相海 大洲北部 与大前接壤 西部与大轩隔山相望 听说在大前和大轩之外 还有别的国度 甚至在遥远的西方 存在着万妖之国 不过 我也只是听说过而已 具体什么情况 我也不了解 至于大洲的情况 除了我们所处的青州外 还有中州 汉州 江州 四州 玄州等五州 其中 青州位处东南 毗邻海域 中州处于大洲中心 为天子所在 青州西边是江州 北边是玄州 大抵是这么的情况 听完王西照所说 徐峰不由地感叹 这世界真大 王西照点头赞同 是啊 不知此生能否走遍整个大陆 这次的对话 也更加坚定了徐峰的武道之心 世界那么大 不去看看 不是很可惜 王西照一拍脑袋 不扯这些了 你到底愿不愿意帮我 徐峰微微一笑 没问题 什么时候出发 王西照大喜 事不宜迟 现在就走 王西照带着徐峰前往南北商行 租借天翼鸟 徐峰 虽然你能飞 不过 你最好还是和我同乘天翼鸟前往 保存点体力为好 王西照对徐峰说道 徐峰欣然允诺 两人乘着天翼鸟前往云梦泽 很快 天翼鸟便降落在云梦泽外围 接下来 我带你飞吧 你挂在我的刀上 我提着你飞 你指路 这样快点 徐峰对王西照说道 王西照点点头 行 那就麻烦你了 从这里往西北方向走 会看到一座火山口 那熔岩巨龟就在那里 徐峰提着王西照飞上天 往王西照所指方向飞去 在徐峰全力催动之下 连连触发阴暴 半刻钟后 徐峰眼前出现了一座火山 徐峰放慢速度 落到火山口边缘 王西照有些晕晕乎乎的 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我一口气 差点没上来 王西照喘着气抱怨道 徐峰一脸无奈 不是你说的速战速决吗 而且这速度也不算快了 毕竟挂了个你 没有你我还能快一倍 王西照无力吐槽 行吧 行吧 赶紧把那熔岩巨龟 找出来杀了吧 早点回去 徐峰探头往火山口下望去 只见一片红彤彤的岩浆冒着炮 却没见到熔岩巨龟的影子 于是 他转头看向王西照 问道 没看到那熔岩巨龟啊 你确定这里有吗 肯定有的 相信我 估计他也到了突破边缘了 躲起来了 不过 放心 我有办法把他引出来 王西照说完 从怀里掏出了一包粉末 这是由火星草制成的粉末 可以吸引熔岩巨龟 火星草是熔岩巨龟 最喜欢的食物 王西照说完 将手中的粉末撒向岩浆 粉末落在岩浆里不久 便见岩浆里翻滚了起来 紧接着 一只红色巨龟 冲破岩浆 硕大的龟脑袋 在岩浆上寻找着什么 王西照见此情景 低声对徐峰说 那就是熔岩巨龟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徐峰看着那在岩浆中 对王西照说道 你先离远点 我准备把熔岩巨龟引出来 王西照虽然不知道 徐峰打算怎么做 不过他还是跑得远远的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实力 现在帮不上什么忙 待王西照跑远后 徐峰欲空而起 调用原力催动如来神掌 一道巨大的掌起 轰向火山口 瞬间将整个火山口 轰成一块平地 滚滚岩浆流了出来 熔岩巨龟受此惊吓 想潜入岩浆中 徐峰怎么如他所愿 虚空漫步以虚空 横雨惊中的身法 瞬间来到熔岩巨龟脑袋旁边 一腿扫出 直接将熔岩巨龟 从岩浆中踢飞了出来 熔岩巨龟翻滚落地 同龄般的眼睛紧盯着徐峰 全身激发出了一股 堪比武林的气势 只见熔岩巨龟壳壳上 冒出一阵红光 紧接着龟口一吐 一阵赤红岩浆朝徐峰飞来 徐峰又一个虚空 漫步来到熔岩巨龟上空 拔出赤血刀 一刀砍向熔岩巨龟头颅 无影碎空道 眼见即将砍中 却不料 熔岩巨龟 瞬间将四肢与脑袋 缩回了龟壳内 徐峰一击未成 直接一刀砍在龟壳上 哼 一阵金铁交鸣的声音传出 这龟壳也太硬了 徐峰暗道 熔岩巨龟 未伤分毫 脑袋和四肢 伸出龟壳 在原地四脚乱踏 瞬间地动山摇 所处地面破碎不堪 徐峰直接欲空而起 得找出这龟的弱点才行 徐峰心想 或许可以试试 徐峰飞到王熙赵身边 问道 你那粉末还有吗 快给我 王熙赵文言 直接掏出了三四包粉末 递给徐峰 徐峰接过粉末 重新来到熔岩巨龟身旁 直接把粉末洒落在地 熔岩巨龟 闻到火星草粉末的味道 伸直了脖子 嘴巴在地上 到处舔势着 见此机会 徐峰把刀砍向熔岩巨龟的脖子 无影碎空刀 鲜血飞剑 巨龟头颅高高飞起 碰 巨大的脑袋落在地上 徐峰龟一刀环翘 对着远处的王熙赵说道 过来采集血液吧 王熙赵大喜 赶忙跑了过来 对着徐峰道谢 你太厉害了 徐峰 太感谢了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紧接着开始采集熔岩巨龟材料 徐峰正在烦恼 这么大的龟该怎么扛回去 却见王熙赵手一挥 熔岩巨龟的尸体 瞬间消失了踪影 徐峰震惊 盯着王熙赵 你怎么做到的 哦 这是空间带 可以储物 王熙赵一脸臭屁地说道 我这个空间带 是家族找南北商行买的 最近书败不在 由我保管 刚好可以装置熔岩巨龟 安乐郡 南北商行 徐峰和王熙赵 已经从云梦泽返回 第一时间 徐峰就来南北商行 询问空间带的价格 他可太想要有一个空间装备了 小二 空间带怎么卖 徐峰一脸急切 对着商行小二问道 小二露出灿烂的笑容 这是遇到大主顾了 客观 请随我来 我们商行出售的空间带 有三个尺寸 分别是 长宽高均为三尺 三丈 三十丈 价格分别为 一下品元石 十下品元石 和一百下品元石 小二笑容满面地回答着 徐峰听了微微一愣 他没想到 价格会如此之高 这 这么贵 他有些吃惊地问道 要知道一下品元石 可以换一万金币 一百下品元石 那可是一百万金币啊 是啊 客观 空间带可是稀有物品 能够存储大量物品 方便携带 所以 价格比较高 小二解释道 徐峰沉思了一会儿 他身上满打满算 也不到五千金币 连一个元石都凑不起 看来得想办法搞点元石了 徐峰心想 似乎看出徐峰的窘迫 王西照开口说道 徐峰 要不我先借你点元石 徐峰感激地看着王西照 心里暖意涌动 老王 谢了 徐峰感慨地说道 那你先借我一颗下品元石吧 我会尽快还你的 王西照摆摆手 笑道 别客气了 我们既然是朋友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多了我也没有 一颗还是有的 王西照说着 从自己手上的空间袋里 掏出了一颗元石 递给徐峰 给你 谢谢 老王 徐峰感激地点头 从王西照手里接过元石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好了 这点小事 不必太过在意 王西照打断了徐峰的话 我们先买了空间袋再说 徐峰购买了最小号的空间袋 虽然容量不大 但对于他来说 已经足够了 至少可以解决他 携带物品的难题 徐峰将买来的空间袋 拿在手中 这怎么用 看向王西照 问道 你应该有修炼精神秘法吧 以精神秘法 催动精神力感受它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空间 心念一动 就可以存取了 王西照解释道 徐峰点点头 直接催动 九天坤鹏冥想法 以精神力触及空间袋 徐峰的心神 瞬间沉入了一个空间 空间小小的 只有三尺剑方 徐峰心念一动 想把腰上的赤血刀 放进空间 一个念头 赤血刀便进入了空间内 又一个念头 赤血刀又出现在了手上 徐峰想个买到新玩具的孩子 玩得不亦乐乎 王西照打断道 好了 徐峰 先别玩了 我和你说说 这个空间袋的注意事项 免得你遇到突发状况 栽根头了 这空间袋 只能存放死物 而且必须是你有 绝对控制权的物品才行 如果是别人 拿在手上的东西 你是收不进去空间袋的 我能收取熔岩巨龟 也是因为它死掉了 而且 只有我触及它 而你没有 徐峰点点头 我懂了 就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才能放进去就是了 对了 你知道 有什么法子 可以赚原石吗 我得想办法搞点了 徐峰问道 王西照诧异地看着徐峰 你不知道吗 武唐的贡献值 可以兑换原石 我确实不知道 看来我得去武唐一趟了 看看任务和兑换 都有些啥 王西照一手扶 说道 武唐最为外人称献的 就是号称所有资源 都能用贡献值兑换 你这是入了宝杀而不自知啊 你去武唐看看吧 我也准备回去 借助熔岩巨龟的血液突破了 不出意外 过两天我就能突破五十十重了 王西照说道 徐峰告别王西照 准备前往武唐看看 毕竟借了原石 还是早点把债销了好 安乐郡武唐 兑换处 徐峰来到兑换处 负责兑换的是 武唐三大长老之一的庄城 徐峰上前一步 对庄城说道 庄长老 可有兑换名录 庄城坐在椅子上 拿起一杯茶喝了一口 指了指身后的一面墙 说道 兑换名录在那面墙上写着 每个月都会更新一次 需要换什么自己去看 选好了来找我 徐峰顺着庄城所指方向看去 只看有不少弟子聚集在墙面下 摸索寻找着什么 徐峰走近一看 墙面上密密麻麻 写满了各种材料兑换 所需的贡献值 不过没有功法 看来功法只能到藏金阁兑换了 不仅可以兑换各种灵物 还有由灵精打造成的刀枪剑几甲 空间带也有 价格比起商行还便宜一点 只要800点贡献值 徐峰有点肉疼 早知道来武唐兑换了 恋恋不舍的离开兑换处 徐峰准备前往任务处 看看有没有自己能做的任务 赚点贡献值 任务处负责人是个中年执事 徐峰上前问道 执事 不知有没有我能接取的任务 什么修为 中年执事瞥了一眼徐峰 问道 武林一重 徐峰神色淡然 开口说道 中年执事翻开任务册 到武林镜一页 将册子递给徐峰 这是武林镜的任务 你挑吧 徐峰接过一看 上面列了十几条任务 有的标注着 被接取字样 有的标注着 已完成字样 徐峰找到未标注的任务看了起来 其中大部分是猎杀妖兽的任务 需要猎杀四级妖兽 可以获取数百到数千不等的贡献值 只是 我不能接取猎杀三级妖兽的任务吗 徐峰问道 不能 武唐对弟子的要求是 只能接取与自身修为相符的任务 你若去抢三级妖兽的任务 那武师镜的弟子 就更难获取贡献值了 徐峰汗手 这不仅避免了修为高的独占资源了 也能起到保护弟子的作用 避免跨境界作战 仔细看看册子里的任务 一个任务 吸引了徐峰 我就接取这个任务吧 指示 徐峰指着一个任务 对指示说道 武林进任务 安乐郡与天水城必经之地 阳门山上一只踏燕虎 突破至四级妖兽 三个月前 袭击了南北商行的商队 造成商队人员死伤惨重 请武唐弟子前往朱支 可得贡献值一千 另可得南北商行赏金一颗夏品原石 这个任务奖励很丰厚 不仅有贡献值 还能额外得到一颗夏品原石 徐峰便接下了这个任务 指示 请问一下 去杨门山的路怎么走啊 我对这一带附近的地形不太了解 不知可有地图 徐峰挠了挠头问道 指示正埋头登记任务信息 听到徐峰问话 头也不抬 开口说道 任务具体的细节 你可以去询问南北商行的掌柜 这是他们委托给武唐的任务 徐峰有些诧异 不由地开口问道 这种猎妖任务 一般不都是猎妖丝在干的吗 为什么南北商行会来委托武唐 只是叹了口气 停下手中的活计 抬头看着徐峰 一脸忧愁地说道 最近妖兽暴动频繁 猎妖丝的人大都去云梦泽猎杀妖了 顾不了这零零散散的妖兽 况且 武唐本也是以猎妖为使命的 因此便交给武唐了 徐峰想起 从他穿越以来 已经听到过很多次 关于妖兽活动 比以往更频繁的事了 不知道到底是何原因 徐峰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犹豫了会 徐峰还是开口问道 只是 我最近经常听闻 妖兽出没 比以往更频繁了 不知道你可知道其中的原因 唉 不管是什么原因 总归是不利于人族 你只管多杀些妖兽便是了 只是皱着眉头说道 南北商行 大厅 徐峰与掌柜正相对做 品名交谈 徐峰告别 直视后便来到南北商行 准备询问掌柜的 关于踏燕虎任务一事 掌柜的 我接了五堂猎杀踏燕虎的任务 不过 我对杨门山所处位置不甚了解 便过来和你摇下地图 顺便问问踏燕虎的实力 徐峰开口问道 听闻踏燕虎 掌柜的咬牙切齿 恨恨地开口道 那畜生当时才刚突破四级妖兽 实力估计接近武林一重 灭了我们商行一队人马 不过这三个月过去 不知那畜生实力有没有长进 徐峰霞此去务必小心 说完 转头又对小二吩咐道 把地图拿来给徐少侠 小二应了一声 便去里间拿了地图出来递给徐峰 徐峰接过地图 直接收紧了空间带 掌柜的 我还有一事不明 还请解货 我听说 南北商行势力甚广 为何连一只小小的四级妖兽 都要请武堂帮忙猎杀呢 徐峰问道 唉 徐少侠 你有所不知啊 南北商行是实力广大 遍布各地 不过像我们这种小地方的南北商行店铺 一般是加盟的 从总行进货回来出售 只有像青州州府天水城 或者京城那种地方的南北商行店铺 才是南北商行自家的 这踏焰虎 就是在我们去天水城总行进货时 袭击的我们 掌柜的解释道 徐峰不由地感叹 这世界人马的智慧 没想到 这世界不仅有纸币 连加盟商都有了 那安乐俊的南北商行 没有武林经的舞者吗 徐峰接着问道 自然是有的 不过只有一个 而且他几个月前 护送我儿子 前往京城总行学习 目前未归 掌柜的说道 儿子脸色也是松了些 等他从京城总行学习归来 就可以接替我这把老骨头了 了解完情况后 徐峰起身 掌柜的 你放心 这踏焰虎交给我了 离开南北商行 天色也不早了 徐峰准备先回家修炼一晚 明早再前往阳门山 猎杀踏焰虎 第一天一早 徐峰结束修炼 感觉自己修炼了一夜修为有所精进 看向面板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五零一重 修炼功法 秘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一层 1100 1100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 五如火纯青 15004000 六品 如来神掌 LV 三驾轻就熟 15002000 六品 虚空横语精 LV 七出神入化 3950 1000000 六品 九天坤鹏冥想法 LV 四融会贯通 1000斜杠3000 八品 风行术 LV 五如火纯青 92400 意境 风之意境 意诚 原力 风之原力 百分之一 破线点 二 每个自然越生成一点 面板里出现了原力意象 自己目前只掌握风之原力 之前听吕老说过 五菱镜的修炼 主要就是修炼原力 看来把风之原力的熟练度 炼到100 应该就能突破到五菱二重了 沿着地图指引的方向 徐丰直接玉空飞行 快速来到了阳门山 在阳门山 徐丰不敢再大肆飞行 而是低调隐藏 比较四级妖兽 掌握妖术 不小心中招就完了 徐丰在阳门山 小心寻找着 踏焰虎的存在 吼 突然 一道吼声 吸引了徐丰的注意 徐丰小心翼翼 寻着声音 传来的方向走去 走了一会 徐丰远远地看到 远处一只三丈多长的赤红色巨虎 正在咀嚼着什么 定睛一看 却是人的半截身子 徐丰瞳孔一缩 这妖兽竟然在这吃人 徐丰心中充满怒火 握紧了双拳 情绪激动之下 徐丰不小心踩得中了些 脚步声惊动了踏焰虎 踏焰虎转过头来盯着徐丰 徐丰这时才看清了踏焰虎 踏焰虎浑身赤红 身长约三丈 一个硕大的虎头 高高抬着 嘴里长着两根三尺长的獠牙 一双赤红的虎眼 居高临下望着徐丰 踏焰虎仰头狂笑 一阵怒吼过后 双腿一蹬 高高跃起 一双锋利的虎爪 直接抓向徐丰 虎爪在阳光下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徐丰不敢怠慢 出掌迎击 见到踏焰虎扑来 徐丰探掌而出 如来神掌 一掌拍在了踏焰虎的爪子上 徐丰感受到手上传来的力量感 倒飞出去 这触上好大的力量 徐丰按道 徐丰稳住身子 准备拔刀 却见踏焰虎露出了一丝脚侠的笑容 徐丰不明所以 突然天空一道赤炎朝徐丰袭来 徐丰来不及躲避 只得以左手催动如来神掌 打向赤炎 死了 虽然打散了赤炎 不过徐丰的左手也被烧伤了 剧痛不已 这赤炎看来是这踏焰虎掌握的妖术 赤炎术了 赤炎术 去空中火之力 凝聚火球 无无不然 重者必伤 还好徐丰掌握了意境之力 不然受那赤炎一烧 估计整只手臂都化为飞灰了 右手拔出赤血刀 小心盯着踏焰虎 有点大意了 没想到这妖术竟然如此强大 徐丰心想 日上三竿 阳门山的山顶上 徐丰与踏焰虎的对峙达到了高潮 日光下 踏焰虎的身躯 仿佛被一层淡淡的火光包围 那双燃烧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徐丰 充满了挑衅和杀意 徐丰紧握着手中的赤血刀 刀刃在日光下闪烁着寒光 突然 踏焰虎发出一声震耳欲容的咆哮 整个山林都为之颤抖 他猛地向前一跃 速度快如闪电 那对锋利的爪子 裹着一道赤盐 直取徐丰的咽喉 徐丰迅速后退 身体几乎与地面平行 显显地避开了这一击 虚空漫步 徐丰避开后 施展出虚空漫步 直接来到踏焰虎的侧面 挥舞赤血刀 向其腹部刺去 无影碎空刀 踏焰虎反应迅速 他用尾巴猛地一扫 将徐丰逼退 徐丰被这一击阵的后退竖步 但他很快稳住身形 再次冲向踏焰虎 战斗愈发激烈 踏焰虎的每一次攻击 都充满了毁灭性的力量 而徐丰则凭借着 自己的速度和技巧 巧妙地躲避 并寻找反击的机会 他们的身影 在日光下快速移动 每一次交手 都伴随着金属的撞击声 和踏焰虎愤怒的咆哮 徐丰开始感到压力 踏焰虎的力量和速度 远超他的想象 但他并未放弃 他知道 只有找到踏焰虎的弱点 他才有机会 战胜这个强大的对手 他开始仔细观察 踏焰虎的动作 寻找破绽 就在这时 踏焰虎突然张开大口 一团赤炎 从他的喉咙中喷出 直奔徐丰而来 徐丰瞬间被赤炎包围 但他并未慌乱 他深吸一口气 调动体内的原力 迅速在自己周围 形成一层保护罩 赤炎在保护罩上跳跃 但并未对徐丰造成伤害 徐丰趁机冲出赤炎 手中的赤血刀 直指踏焰虎的左眼 他瞄准这个弱点 用尽全力砍去 无影碎空刀 徐丰怒吼一声 踏焰虎发出一声痛苦的吼叫 左眼被徐丰的刀刺中 鲜血顿时涌出 但他并未就此倒下 反而更加疯狂地攻击徐丰 徐丰被踏焰虎的疯狂攻击 逼得连连后退 没想到这四级妖兽如此棘手 徐丰心面一动 风之意境施展开来 周围的风之原力 绕着徐丰的身体旋转起来 徐丰以意境控制 压缩旋转的风之原力 包裹住赤血刀 压缩的风之原力 卷起了狂风 落叶漫天飞舞 树木羞羞作响 徐丰脚步一转 以虚空漫步来到踏焰虎身旁 一刀斩出 呵 徐丰用尽全身的气力 向着踏焰虎砍去 强大的风鸭 直接将踏焰虎鸭趴在地 动弹不得 踏焰虎惊怒无比 全力催动自身的妖术 只见其四个蹄子 冒出了赤炎 裹住了自身 形成火鸭 与风鸭对抗着 徐丰手中的赤血刀 受火鸭抵挡 停在了离踏焰虎脖子一尺之地 难以寸净 见此情景 徐丰手腕一转 转树匹为斜辽 无影碎空道 鲜血飞剑 半截虎爪 好啊 踏焰虎发出痛苦的声音 徐丰一刀 直接将踏焰虎 一只前爪切断开来 踏焰虎站立不稳 摔倒在地 徐丰乘胜追击 刀锋一转 斩向踏焰虎脖子 咔嚓 一声 直接将踏焰虎脑袋砍了下来 终于解决了 四级妖兽可真难杀 徐丰不由地感叹道 甩了甩刀上的血 收刀入鞘 看着面前庞大的踏焰虎尸体 徐丰有些头疼 自己的空间带太小了 装不下 看来只能挑选一些珍贵的材料带走了 徐丰心道 还是先找找妖术种子 徐丰以意境之力 在踏焰虎尸体上感应妖术种子的存在 从头颅到身躯 再到爪子 尾巴等 终于找到了 竟然是在后腿上 不知这是什么妖术种子 徐丰从踏焰虎后腿里 掏出一颗赤色肉球 以意境之力感悟肉球 徐丰仿佛进入了火的世界 无尽赤焰焰烧大地 一股灼烧感出现在徐丰脑海中 徐丰闷哼一声 感觉精神有所损伤 果然是赤焰树种子 看来不能这样直接参悟 容易损伤自身 得回去问问长老们使用方法了 徐丰收拾了一番 将虎鸭 虎爪和虎皮 收进空间带 便塞满了 其他材料只能丢了 纵身一跃 徐丰往安乐郡方向飞去 安乐郡武堂 任务处 执事 我已经猎杀了杨门山的踏焰虎 这是证明材料 你看看 徐丰将踏焰虎的材料拿出来 给执事检查 执事简单看了看 便将徐丰的弟子令牌要了过去 没问题 这项任务你完成了 令牌给我 我给你记上 还有 这是南北商行的赏金 你收着 说完 拿出一颗夏品原石递给徐丰 徐丰接过原石 放入空间带 带执事将令牌交还后 准备前往阎武堂 问吕朝长老 关于妖术种子的问题 来到阎武堂 却没找到吕朝长老 徐丰想了想 准备去藏金阁问问刘老 毕竟刘老长期镇守藏金阁 轻易不离开 来到藏金阁 果然 刘老如往常一样坐在那里 于是 徐丰上前问道 刘老 弟子有一事不明 想请长老解惑 还请刘老不吝赐教 刘老眼皮一抬 你且说来听听 刘老 我猎杀他焰虎 获得了一枚赤岩树妖术种子 直接以意境之力感悟 反伤了自己精神 不知道有何方法 可以不损伤自己 而参悟妖术种子 徐丰将自己的疑惑问了出来 刘老皱了皱眉头 沉思了片刻 缓缓说道 妖术种子各有不同 有的温和 有的暴力 赤岩树乃是一门极为凶险的妖术 其威力不可小觑 要参悟其种子 掌握火之意境 你为掌握火之意境 强行参悟 只会伤了自己 他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除非 你可以找到一位 精通火之意境的高手 让他帮助你参悟 用火之意境 护持你的精神 以减轻反噬之力 不过 此法亦非无风险 需谨慎斟酌 徐丰听了刘老的建议 心中一动 点了点头 谢谢刘老指点 这妖术种子 如果不用来参悟的话 是否还有其他用途 徐丰想起 之前周正明 要用妖术种子 修炼一门功法 刘老微微一笑 开口道 不错 妖术种子 除了用来参悟神通术法 还可以用来辅助一些功法的修炼 像金刚不坏妖术种子 可以辅助金刚不坏体的修炼 而你这枚赤岩术 则可以用来辅助修炼赤岩神掌 赤岩神掌乃是无品功法 号称一掌出 千里赤地 端得厉害无比 武唐藏金阁 可有这么功法 徐丰出声问道 刘老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道 当然了 武唐藏金阁 收藏了许多珍贵的功法秘籍 其中就包括了赤岩神掌 不过 要修炼此掌法 需要有赤岩之种 而你手中的赤岩术妖术种子 正好可以作为赤岩之种 辅助修炼赤岩神掌 徐丰有些异动 开口问道 刘老 不知这赤岩神掌兑换 需要多少贡献值 要五万贡献值 刘老四笑非笑地看着徐丰 现在知道 甲等弟子的福利 占了多大便宜了吧 徐丰倒吸一口凉气 五万贡献值 那不得杀五十只四级以上的妖兽 想到自己靠着甲等弟子的福利 就选了两门五品功法 真是赚了大便宜 被泼了一盆冷水 徐丰冷静下来 自己现在所学的功法 都还没把熟练度练满 完全没必要 着急去学习新的功法 再说 自己还有破现点 可以破现出更高级的功法 想到此 徐丰脸色一松 微微一笑 感谢柳老解惑 我受益肥浅 告辞 徐丰准备回去 继续干熟练度了 刘老诧异地看着徐丰 不明白 为啥他的情绪转变这么快 想不通 失笑一声 唉 人老了 就是爱瞎想 徐丰把赤岩树妖术种子 放在空间袋里 目前还用不到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先提升修为 先把虚空横语精 练到极限再说 看着面板 虚空横语精的熟练度才在 LV 七出神入化 3950 1000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徐丰打算先闭关 把虚空横语精 出神入化层次的熟练度炼满 把修为提升上去好 去找唐家报仇 毕竟唐临云派人 刺杀他的事 他可忘不了 在徐丰闭关的日子里 王熙照来找过他两次 徐丰也顺便把欠的元石还了 一次是来告诉他 自己突破了武师十重 准备着手进阶武林境 还有一次 便是关于元石矿擂台战的事情了 唐家不知从哪找来了 两名武师十重的武者 实力强劲 在擂台战中大杀四方 夺得了五座擂台 徐丰跟徐丰说 打算闭关 不破武林不出关 跟唐家这笔账后面 再慢慢算 徐丰也有些心骄 唐家获得了更多的元石矿份额 那唐临丰突破五毫径的 可能就越大 一旦唐临丰突破 自己想找唐家报仇 就更难了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在闭关十二天的时候 徐丰终于将虚空横与惊 突破到了下一层次圣境 在突破圣境的那一刹那 徐丰感受到 周深的空间如水一般包裹着自己 自己可以控制着周深的空间挤压 膨胀 压缩 徐丰明白了 那是空间原力的作用 而能做到这一点 意味着自己掌握了空间意境 徐丰欣喜不已 空间意境是众所皆知的强大意境 不仅有强大的破坏力 更能够施展空间瞬移 需要极高的悟性才能领悟 看向面板 徐丰择舌不已 徐空横与惊 圣境层次 竟然需要两万点熟练度 真是恐怖如斯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五零一重 修炼功法 秘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一层 1100 1100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四五零零 一零零零零零 六品 如来神掌 LV 三驾轻就熟 15002000 六品 虚空横与惊 LV 八圣境 120000 六品 九天坤鹏冥想法 LV 五炉火纯青 1000斜杠4000 八品 风行术 LV 五炉火纯青 92400 意境 峰之意境 意乘 空间意境 意乘 原力 峰之原力 25斜杠100 破线点 二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闭关这些天 徐丰收获颇丰 不仅将虚空横与惊 修炼到圣境 领悟了空间意境 空刀也推进到了 出神入化层次 冥想法也达到了 炉火纯青的层次 可惜 原力的进度差强人意 徐丰猜测 可能是由于自己 修炼的心法 不是风属性的 仅以风之意境 吸收风原力效率太慢 刚好自己领悟了 空间意境 后面可以改修空间原力 以空间意境 配合 虚空横与惊 修炼 想来 原力进度 应该会快很多 于是 徐丰催动空间意境 聚拢空间原力 再运转 虚空横与惊 吸收 瞬间一大片的空间原力 涌入徐丰身体 直接将徐丰身体中的 风原力挤到了角落里 随着空间原力的涌入 徐丰感觉到 自己的修为要突破了 徐丰感受到身体中 涌动的空间原力 心中一片欣喜 终于达到五零二重了 修为的突破 让徐丰放松了许多 决定结束闭关 出去走走 老王闭关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去看看他好了 徐丰想起王熙照 准备闭关突破五零 差不多十天过去了 不知道突破没有 便想着去看看 王家的舞馆 位于郡城的东北角 这里是舞者聚集的地方 也是郡城最热闹的区域之一 徐丰踏着轻快的步伐 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 很快来到了王家舞馆的门前 舞馆的门口 聚集了一群人 徐丰走近一看 发现他们正围观着一场激烈的比斗 两名年轻的舞者 在擂台上拼动 他们的身影 在阳光下闪烁着 每一次挥拳踢腿 都带着一股震慑人心的力量 快看 那和王家公子王熙照比斗的人 实力好强啊 安乐俊之前没听说过这号人物啊 听说那人是唐家大公子唐灵云 去天水城途中收服的手下 前几天刚突破五零镜 五零镜 难道那王家公子也突破五零镜了 应该是 听说他十天前就闭关准备突破 现在出来了 应该是突破了 徐丰听着旁人的议论 心中微微一动 没想到王熙照已经突破了五零镜 这让他有些意外 突破速度倒是挺快的 只是不知为何与人在此比斗 与王熙照比斗的是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子 身穿一身蓝袍 浑身散发着一股阴冷的气息 擂台上的比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王熙照和蓝袍人 你来我往 招式犀利异常 王熙照拳风如火 拳招连绵不断 每一招都攻势凌厉 让人不敢小觑 而对手则是稳重沉着 每一次出手都准确无误 将王熙照的攻势一一化解 徐峰深深地吸了口气 眼神专注地注视着擂台上的对决 他能感觉到擂台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是两位舞者间极致的对决 不仅仅是力量和技巧的碰撞 更是心性和意志的较量 随着比斗的进行 王熙照的攻势变得更加犀利 仿佛火焰般炽热 显然炎阳真经已有小成 但对手的稳定却让他难以取得突破 突然间 王熙照身形一动 一招饱含炎阳之力的掌法 破空而出 瞬间击中了蓝袍人的身躯 那一刻 擂台上的气息仿佛凝固了一般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 这 这是何等的掌炼 有人惊呼出声 王家公子的掌法 竟然如此厉害 王熙照胜利的欢呼声 还未完全平息 擂台上的气氛 却突然变得凝重起来 徐峰的眉头微微皱起 他感觉到一股阴冷的气息 悄然涌现 仿佛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而在他的注视下 蓝袍人突然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 一道幽黑的掌影 凭空凝聚 带着阴寒之气直奔王熙照而去 这招音招很绝 让人不寒而栗 眼看王熙照反应不及 就要被黑掌击中 徐峰无法坐视不管 空间之力弥漫而出 直接顺移到蓝袍人面前 一掌如来神掌 对着黑掌拍出 蹦 队掌之间爆发出巨大的响声 蓝袍人掌力不敌徐峰 被徐峰一掌打飞了出去 感受到蓝袍人手掌 传来的阴寒至极的掌力 徐峰的手掌 隐隐有动伤的感觉 这时 王熙照发觉过来 迅速转身 惊讶地看着徐峰 他没想到 徐峰会出现在这里 还帮他挡了一掌 更没想到 对手竟然如此阴险 谢了 徐峰 王熙照向徐峰道谢 语气中充满了诚挚之意 徐峰微微一笑 摇了摇头 举手之劳罢了 众人纷纷议论起来 他们不约而同地 将目光聚焦在徐峰身上 毕竟 在场的人都目睹了徐峰的出手 以及他所展现出来的惊人力量 一时间 徐峰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这位兄台 敢问你尊姓大名 有人好奇地询问道 徐峰微微一笑 抱拳道 在下徐峰 徐峰 是那个超高清和度的 武堂甲等弟子 难怪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有人笑道 就在这时 蓝袍人爬起身 目光中闪烁着一丝狠力 他并没有被徐峰一掌打倒后 失去战斗力 相反 他似乎愈加凶狠 小子 你竟敢插手我的战斗 既然如此 就拿你开刀吧 蓝袍人怒视着徐峰 声音冰冷刺骨 徐峰淡然一笑 不是我想阻止你 而是你的手段太过阴险 这种不择手段的行径 怎能放任不管 找死 蓝袍人怒喝一声 体内的气息再次涌动起来 仿佛一头 凶兽欲要出笼 蓝袍人周身 散发出阴冷的气息 身影一转 直接逼近徐峰的身旁 玄冰掌 蓝袍人一掌打向徐峰胸膛 徐峰神色平淡 从之前的一记队长 他已经感知到 蓝袍人实力不如自己 只有武林一重 竟然还敢向自己出手 简直是找死 刚好自己刚转修完空间之力 就拿他试试威力好了 徐峰直接空间意境喷勃出 瞬间周身弥漫了空间之力 只见徐峰轻飘飘地抬起右手 对着蓝袍人袭来的手掌 轻轻握拳 空间压缩 瞬间 一道空间裂痕 出现在了蓝袍人手掌附近 裂痕不断扩大 枪 一声 裂痕破碎 一个黑洞出现在蓝袍人手掌处 直接将他的手吸了进去 如同绞肉筋一般 蓝袍人的手一寸寸地碎裂 粉碎 直至虚无 啊 蓝袍人发出凄厉痛苦的喊声 脸上露出一丝狠色 用另一只完好的手 将碎裂的手齐尖而断 并迅速后退 远离徐峰 见蓝袍人后退 徐峰施展空间 瞬移来到蓝袍人身旁 一记浩大的掌力 打向蓝袍人胸膛 咔啦 鼓励的声音传出 蓝袍人飞了出去 骨头不知断了多少 躺在地上 生死不知 徐峰正想上前查看 却不见一道黑影闪过 抱起蓝袍人 瞬间消失无踪 徐峰脚步一动 想去探查一二 却被王熙赵拦住了 徐峰 不用去看了 我知道那人是谁 那两人是唐凌峰收服的手下 之前是道上捡径的强人 号称黑鸣双煞 那蓝袍人 一手玄冥掌力英狠无比 人称鸣煞 至于那道黑影 据说修炼了大黑天 自在法一身身法诡诀无比 人称黑煞 王熙赵解释道 徐峰点点头 紧接着问道 你为何和那名煞再次比斗 那黑鸣双煞之前 都参与了擂台战 我当时侥幸赢了那名煞一招 他心有不甘 此次突破武林 想来找回场子 王熙赵摇了摇头 说道 你伤了那名煞 估计唐凌峰会因此找上你 你自己一个人太危险了 这几天你要么待在我们武馆 要么去武堂待着吧 王熙赵想起唐凌峰的实力 担忧地对着徐峰说道 徐峰想了想 还是决定去武堂待着 毕竟武堂长老 都是武豪进的强者 让那唐凌峰不敢乱来 我去武堂待着吧 刚好在那跟吕长老请教请教 徐峰说道 已早不宜迟 早点过去 以防万一 王熙赵一脸愁容 对着徐峰说道 抱歉 连累你了 徐峰 徐峰摆摆手 无所谓 我和唐家本来就有仇 他不来找我 早晚我也会去找他 那我先去武堂了 有事来武堂找我 徐峰说道 王熙赵本想送送徐峰 但想到徐峰有顺移之能 自己去送 不过是添乱 徐峰现在 顺移只有十里范围 武堂离此有几十里路 于是 徐峰一连顺移了几次 才来到武堂门口 走进武堂大门 徐峰静止前往阎武堂 准备找吕朝长老问问 能不能给自己安排一间宿舍 来到阎武堂 徐峰看到吕朝长老 正在指导一群年轻弟子 进行拳法练习 他走到长老身边 恭敬地行了一礼道 吕长老 我有些事情想请教您 吕朝长老抬起头 认出了徐峰 微微点头 示意他说下去 我最近遇到了些麻烦 唐凌峰那边 可能会找我麻烦 徐峰解明恶药地 向吕朝长老解释了情况 吕朝长老沉阴片刻 他知道唐凌峰的恶名 也知道徐峰的实力 但这种事情不容忽视 他沉声说道 唐凌峰是个麻烦 但你也别小看他的手下 你先在武堂住下 我会安排人保护你 徐峰心中一宽 知道吕长老这么说 自己就有了一份安全感 示意他去找堂内的管理人员 安排住处 徐峰转身离去 安排好了宿舍 徐峰来到宿舍内 准备开始修炼 增强自身实力 只要自己足够强大 就不用怕这怕呢 转修空间原力 突破502重后 面板里的 多了空间原力的熟练度 徐峰估摸着 以盛进的虚空横语经 吸收原力 大概一天能有100点的进展 不出意外的话 很快就能达到5010重 到时候再和唐凌峰算算账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502重 修炼功法 秘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一层 1100 1100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4500 1000 六品 如来神掌 LV 三驾轻就熟 15002000 六品 虚空横语经 LV 八圣境 一 200000 六品 九天坤鹏冥想法 LV 五如火纯青 1000斜杠4000 八品 风行术 LV 五如火纯青 九百二四零零 意境 风之意境 意乘 空间意境 意乘 原力 风之原力 25斜杠100 空间原力 一二百 破线点 二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徐峰就这样在武堂宿舍内修炼 偶有疑惑 会去找武堂长老达一解惑 在徐峰的权力修炼下 两天破503重 三天破504重 四天破505重 五天破506重 十四天过去 徐峰达到了506重 面板也有了较大变化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506重 修炼功法 秘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一层 1100 1100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 八圣镜 8500 2000 六品 如来神掌 LV 三驾轻就熟 15002000 六品 虚空横与金 LV 八圣镜 一 200000 六品 九天坤蓬冥想法 LV 六灯风造极 500斜杠5000 八品 风形术 LV 五炉火纯青 九百二四零零 一镜 风之一镜 一成 空间一镜 一成 原力 风之原力 25斜杠100 空间原力 1600 破线点 三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徐峰将五影碎空刀 也修炼到了盛进层次 九天坤蓬冥想法 提升了一个层次 实力的提高 让徐峰越发沉迷于修炼 突然 一阵声响传入徐峰的耳朵 经查 武唐弟子徐峰勾结妖兽 证据确凿 奉列妖司指挥使之命 前来诛杀徐峰 违抗阻扰者 杀无赦 徐峰听到这 心中一沉 没想到 唐凌峰竟然又用栽桩陷害那一套 有列妖司的正式命令 估计武唐也不好保自己了 就在这时 吕朝长老的声音传出 唐千户 徐峰是我武唐弟子 断无可能勾结妖兽 你说的证据确凿 不知人正物正何在 徐峰松了口气 看来 吕长老还是顶住了压力 我说的话 还不足以成为证据吗 吕朝 一道宏大的声音 从天边传来 这是安乐郡列妖司指挥使 单元正武宗一重 为安乐郡最强者 单指挥使 徐峰是我武唐甲等弟子 其资质 也已受到总堂的关注 你这么做 不怕总堂怪罪吗 吕朝怒吼道 少拿总堂压我 这是安乐郡 我说了算 一道身影 落在了武唐上空 赫然是单元正 凌峰 你只管去杀了那小子 我想 吕长老不会包庇罪犯的 单元正微笑地 看着吕朝说道 得了单元正的示意 唐凌峰直接来到武唐宿舍楼前 对着里面喊道 徐峰 给我出来 徐峰刚想动手 却听吕朝长老 带着一丝愤怒的声音传来 徐峰 不用理他 我看谁敢在武唐动手 听到吕朝长老这么说 徐峰便不打算出门了 他倒要看看 唐凌峰是否敢跟武唐对着干 徐峰 你不出来 我现在就去屠楼王 正两家人 唐凌峰看徐峰不出来 于是威胁道 听闻此言 徐峰勃然大怒 没想到唐凌峰竟然这么卑鄙无耻 拿无辜人的性命来威胁他 不做犹豫 徐峰一脸决然地来到宿舍楼外 对着唐凌峰说道 要战便战 当我怕你不成 见到徐峰出来 唐凌峰轻蔑地笑了笑 对着徐说道 徐峰 你太天真了 就你这样的星星 武道之徒也走不远 死在我手上 也算是你的光荣了 说完 直接一个纵步来到徐峰面前 一拳打向徐峰胸膛 无极霸拳 这一拳 仿佛压制了整片空间 徐峰想使出空间瞬移 却感到空间凝滞无比 难以脱身 不得已 只能出了一掌 挡下唐凌峰这一拳 如来神掌 拳掌相交 无尽气浪涌起 徐峰修为 毕竟比唐凌峰弱了四重 加上徐峰出掌 乃是仓促而出 利有未待 挡不住唐凌峰这一拳 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碰 徐峰飞落倒地 只感到手掌一股钻心的疼痛传来 好霸道的拳法 远处的吕朝长老 见此情景 怒发冲关 喝道 唐凌峰 你敢 随后 朝着唐凌峰手一抓 天空中幻化出一道巨掌 抓向唐凌峰 唐凌峰惊目 眼神瞟向善元正 只见善元正微微一挥手 滔天巨掌 变化为乌有 唐凌峰不禁反省 直接一个剑步 冲向徐峰 是要把徐峰斩杀 吕朝见自己的招式 被善元正摧毁 无奈之下 喊道 徐峰 快逃 老柳 快来帮忙 徐峰见到唐凌峰的身影 逼近自己 心念一动 从空间带离 取出赤血刀 右手握住赤血刀刀吧 朝着唐凌峰 从上到下一级重劈 无影碎空刀 出神入化层次的无影碎空刀 直接撕裂了整片虚空 并从虚空中 生出一道刀器 劈向唐凌峰 唐凌峰看到一道巨大刀器 向自己劈来 速度之快 竟来不及出拳抵挡 只见他浑身散发出黄色光芒 挡住了这一记刀光 无极霸铁 这是唐凌峰修炼的功法 无极霸铁 一霸道压万道 体质无双 无影碎空刀的刀光 落在其身上 也不过是增了一道白痕 空间的凝质感消失了 徐峰刚想发动空间 顺移往城外跑去 突然 扇元正一直点向他 徐峰浑身无法动弹 连发动空间顺移都办不到 无尽的大恐怖 出现在徐峰心头 那是死亡的气息 就在这时 天地间落下一柄剑 挡下了这一只 那是刘老的佩剑 扇元正 以大欺小 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刘老走了出来 对着丹元正摇了摇头 说道 扇元正神色平淡 就凭你们两个 还拦不住我 庄成呢 让他出来吧 你就这么着急见我吗 庄成长老的声音传出 扇元正 徐峰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如此针对他 庄成长老问道 扇元正神色漠然 他挡了凌峰的路 何解 废话那么多 先做过一场再说 丹元正说完 便与吕朝三人站在一起 虽然丹元正是武宗境存在 但吕朝三人在武堂 竟饮武学多年 修为也无限接近武宗 一时之间竟胜负难分 空间的凝质感消失了 丹元正又被三位长老拖住 徐峰趁机发动空间 瞬移往城外跑去 唐凌峰看着徐峰离开的方向 直接追了过去 徐峰一次瞬移 只有十里的距离 每次瞬移 还需间隔三西 无法甩开唐凌峰 一直被唐凌峰摇摇地坠着 唐凌峰越追越近 眼看就要到徐峰十丈之内 徐峰直接向着唐凌峰拍出一掌 如来神掌 一道巨掌打向唐凌峰 唐凌峰以无极霸体之力 直接将巨掌撕裂开来 随即脚步一旋 无极霸 瞬间来到徐峰身前 伸出双拳打向虚空 无极霸拳 霸道的权力将空间镇压住了 徐峰无法施展空间瞬移 无奈之下 徐峰改斩为刀 瞬间向唐凌峰砍出无限刀光 可惜 刀光落在唐凌峰身上 连一丝血都没流 唐凌峰痴笑一声 吃 你就这点本事吗 枉我这么大费周章的来杀你 徐峰停下手中的刀 问道 你到底为何如此针对于我 刚单元正说我挡了你的路 我一个无名小卒 如何挡你的路呢 也罢 便让你做个明白鬼 你坏了我的心境 不除你 我难以突破五毫 我和你似乎并无接触 如何坏你心境 因为你是九成清和度 本来我才是安乐郡资质最强的人 我也借此养了十年的霸道心境 想以此来突破五毫 没想到你出现了 我的心境出现了一丝阴霾 不除你 我心脏不消 难破五毫 徐峰明白了 原来这丝是霸道惯了 见不得人比他好 说白了 就是极度心作祟 看来已经没有转环的余地 既如此 那便只能死战到底了 既然你镇压了这片空间 那我就把这片空间打破 无影碎空刀不断地挥出 无数的空间裂痕显现 最终整片虚空破碎开来 徐峰借此挣脱 一个顺移到了十里开外 破碎的空间 在天地法则的修复下 又恢复了正常 唐凌峰突然出现在徐峰面前 没用的 你把空间破碎 那这空间便不存在距离一说 你顺一多远 我一步走出便是多远 你甩不开我 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我这就送你上路 唐凌峰朝着徐峰轰出一记重拳 无极霸权 徐峰无法躲闪 眼见就要死于这霸道的权力之下 突然 他想起了之前修炼的天地玄黄绝 于是便狠下心来运转天地玄黄绝 将天地间种种原力纳于己身 瞬间 无数原力充斥着徐峰身躯 徐峰身体里炸了开来 唐凌峰右手的拳头触及徐峰的身体 只感到一股爆炸性的力量从徐峰身体传来 唐凌峰感觉不对 想伸回拳头 却不料这股力量沿着唐凌峰的拳头 蔓延至右手臂 随着这股力量的涌入 唐凌峰感到一股剧痛从手臂传来 只见唐凌峰的手臂从从拳头处逐渐粉碎化为虚无 啊 我的手 唐凌峰痛得喊出声来 眼见即将蔓延到肩膀 唐凌峰一咬牙 左手以掌为刀 手起刀落 直接将右手臂其肩而断 可恶啊 徐峰 我要你死 唐凌峰愤怒地大喊 眼睛看向徐峰 却见徐峰的身体逐渐膨胀 砰的一声 徐峰身体炸裂开来 头颅以下的部分粉碎开来 化作一块块血肉 顿时漫天血雨落下 唐凌峰一脸愕然 徐峰就这么死了 徐峰剩余的头颅从空中掉落 一条手臂毁于徐峰之手 怒上心来 于是直接来到徐峰头颅面前 想要将徐峰剩余的头颅也毁灭掉 只见唐凌峰抬起右脚 重重地朝徐峰头颅踏去 给我消失吧 徐峰 唐凌峰癫狂地大笑 时间回到徐峰爆炸之时 此时徐峰正竭尽全力运转着 天地玄黄绝 无数原力涌入身体 碰撞融合 就在徐峰爆炸之际 一丝玄黄之力出现在徐峰体内 徐峰正欲借助这丝玄黄之力 镇压体内无数原力 不料唐凌峰一拳轰在徐峰身上 顿时打破了徐峰体内原力微弱的平衡 无数原力四散开来 在徐峰体内四处乱撞 有德则顺着唐凌峰的拳头 侵入唐凌峰身体 这些四散的原力 造成了唐凌峰手臂的粉碎 和徐峰身躯的爆炸 爆炸之时 徐峰的意识陷入一片虚无 不死天残功 悄然激发 时间回到现在 就在唐凌峰的脚要触及徐峰的头颅之际 天地间突然涌起一阵气浪 徐峰的头颅突然飞到空中 一道蓝光涌现 包裹住徐峰头颅 散落各地的徐峰身躯部分 像被蓝光吸引一样 没入到蓝光之中 徐峰的身躯在蓝光中重塑 最终成形和头颅组合到一起 全身上下不留一丝疤痕 蓝光没入徐峰脑海 徐峰的意识从虚无中归来 一阵恍惚 便知晓了自己复活的缘由 睁开眼 徐峰发现自己浮于空中 身体不着寸缕 于是从空间带中 拿出之前猎杀踏验虎 获得的虎皮 裹住自己下身 向下望去 只见唐凌峰一脸惊恶地望着自己 徐峰怒从心来 想到唐凌峰害自己浪费了一次 不死天残宫的复活机会 恨不得立马杀了他 徐峰正欲调动原力 杀向唐凌峰 却感觉身体之前产生的玄黄之力还在 徐峰大喜 难不成自己修炼天地玄黄诀 成功了 徐峰看向面板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五零八重 修炼功法 密法 天地玄黄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一 初窥门镜 一两千 密法 不死天残宫 残 第二层 一二二零零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四五零零 一零零零零 六品 如来神掌 LV 三驾轻就熟 一五零零两千 六品 虚空横语经 LV 八圣镜 一二零零零零 六品 九天坤鹏冥想法 LV 五炉火纯青 一千斜杠四千 八品 风行术 LV 五炉火纯青 九百二四零零 一镜 风之一镜 一成 空间一镜 一成 原力 玄黄之力 五零八重进度 一八百 破现点 三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果然 自己凭借着不死天藏宫的复活能力 将天地玄黄诀修炼成功了 修为也跃升到了五零八重 凭借着玄黄之力 再加上唐凌峰没了一只手 或许能将他斩于此地 徐峰正准备动手 却听唐凌峰带着一丝惊怒的声音传来 断枝重生 你是五宗敬强者 为什么 不可能 吃笑一声 徐峰说道 有什么不可能的 少见多怪 活该你死于此地 说完运起玄黄之力 一记如来神掌 直接轰向唐凌峰 见到徐峰这一掌的威势 唐凌峰不禁反省 笑道 哈哈 徐峰 你果然不是五宗 就凭你也想杀我 无极霸体 唐凌峰想用无极霸体 直接抵挡住徐峰 这一记如来神掌 毕竟之前徐峰可打不破他的防御 却不料 这一记掌力打在身上 一股异样的原力 如石骨之刀一般 将唐凌峰的身体 打得皮绽肉开 鲜血肆意 唐凌峰被打飞了出去 口吐鲜血 脸上充斥着不可置信的神色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原理 徐峰笑了笑 死人就不必知道那么多了 我这就送你上路 说完 抽出赤血刀 一记刀光斩向唐凌峰 刀光之快 如电如雷 唐凌峰见刀光袭来 仓促之下 只能侧身躲避 但终究没能全身而退 刀光带走了唐凌峰剩余的一条胳膊 死啦 唐凌峰的左手 起肘而断 徐峰见一刀没杀掉唐凌峰 于是 一个瞬移来到唐凌峰面前 唐凌峰此时惊惧无比 没想到徐峰的实力 突然变强了这么多 随意一击 便能破了自己无极霸体的防御 看到徐峰向着他而来 死亡的压力 笼罩着唐凌峰的脑海 他开口求饶道 徐峰 你不能杀我 我师尊乃是猎妖卫指挥使善元正 他可是武宗强者 你杀了我的话 他不会放过你的 徐峰感到很好笑 在生死之战中能说出这番话 唐凌峰也是幼稚的可怜 摇了摇头 徐峰失望的看着唐凌峰 唐凌峰 你太让我失望了 没想到会从你的口中听到这番话 我还以为 你的武道之心多么坚定呢 没想到在死亡面前 你竟是如此不堪 废话少说了 你今天是必死无疑的 徐峰说道 紧接着对着唐凌峰脖梗一刀横斩 人头飘空 血如泉涌 唐凌峰 死 斩杀了唐凌峰后 徐峰在其尸体上摸索了一番 找到了一些战利品 其中便有唐凌峰的修炼功法 无极霸体 其他的便是一些财物了 徐峰翻开 无极霸体 粗略看了一下 里面包含了无极霸体的修炼功法 另外还有无极霸权 和无极布两门武技 也算是不小的收获了 虽然把唐凌峰杀了 乐了一桩事 不过徐峰却有些烦恼 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单元正身为武宗强者 安乐郡在其控制下 自己回去 估计是死路一条 不如前往天水城 刚好之前找南北商行掌柜 要扬门山地图的时候 里面也有前往天水城的路线 徐峰目光遥望安乐郡 似是与过去道别 毅然转头 迈向前往天水城的路 徐峰依靠顺移能力 朝着天水城的方向不断前进 累了便停下来休息一下 终于在夜幕降临之前 来到了天水城 天水城城门 一对卫兵 正在对进城人员进行盘查 徐峰走上前去 对着卫兵说道 几位大人 我要进城 不知需要什么条件 其中一个卫兵 听到徐峰的话 向着徐峰走来 问道 你是哪里人 进城所为何事 我是安乐郡武堂弟子 前往青州武堂学习 徐峰想起 之前吕朝长老说过自己 已在青州武堂里备了案 于是说出这个理由 可有凭证 卫兵问道 徐峰拿出武堂弟子令牌 递给卫兵检查 这是我的弟子令牌 你可以检查一下 卫兵接过令牌 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你是假等弟子 不错 徐峰点头说道 卫兵将令牌还给徐峰 脸上露出了讨好的笑容 您是假等弟子 可直接进城 见到卫兵脸色转变这么快 徐峰不由地感叹 武堂这块牌子还是好使 收下令牌 徐峰顺势开口问道 天水城对进城人员管控这么严格吗 每个人都要询问一遍 卫兵脸上闪过一丝犹豫 旋即消失 开口道 这倒不是 只是 最近城里出现几起妖兽识人的案件 上头怀疑可能有化形妖兽 混入了城中 于是让我们仔细检查进城人员 不可让可疑人员入城 化形妖兽 徐峰惊讶道 那可是六级妖兽才有的能力 相当于武宗进武者 放任他在城中岂不是很危险 难道朝廷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吗 卫兵一脸无奈 道 谈何容易 天水城人口不下千万 茫茫人海中去找一只化形妖兽 无异于大海捞针 只能等他下次犯事 看能不能找出一点蛛丝马迹 那现在城中岂不是很危险 谁也不知道 自己是否会被妖兽盯上 徐峰眉头微皱 说道 卫兵解释道 那倒不至于 城中武宗尽以上 强者不守 那妖兽也不敢太放肆 若你害怕的话 就在三司四宗武家的地盘上待着 那妖兽也不敢过去 三司四宗武家 这是什么 徐峰不解 问道 哦 忘了你是外来人了 三司四宗武家 乃是天水城十二大武宗 及势力 其中三司 乃是朝廷势力 分别为武唐 列妖司 和龙湘郡 四宗为四个武道宗派 分别是飞羽宫 沧海教 辟新盟 和天武门 武家则是天水城最强的五个家族 分别是祝家 龙家 万家 英家 和武家 卫兵对徐峰说道 你是武唐弟子 直接去武唐待着就行了 那妖兽敢去武唐 就是找死 天水城武唐唐主 乃是武尊敬的强者 其实力 在整个天水城 也是数一数二的 了解了天水城的基本信息后 徐峰还是决定前往武唐 毕竟武唐乃是一方大势力 在这个世道 背靠大势力 能免除很多麻烦 于是 徐峰向卫兵问道 前往武唐的路怎么走 对了 天水城能可以预空飞行 或者施展身法类攻法吗 如果可以的话 徐峰想着 直接空间顺移过去 也省事 卫兵摇了摇头 说道 预空飞行是不行的 施展身法 只要不危害他人 倒是没啥要紧的 武唐的话 你看那边 城中最高的那座楼 便是武唐所在地了 徐峰点点头 到了生县 随即往武唐所在的地方走去 徐峰走在天水城街上 看着道路两旁 各种商行林立 人来人往的景象 不由地赞叹道 不愧是青州州府啊 果然繁华似锦 徐峰抬起头 看着远处那座最高的楼 你难道 那里便是武唐吗 倒是有点远 还是顺意过去吧 不一会儿 徐峰便来到了 天水城武唐门口 门口有个门房大爷在 徐峰上前问道 大爷 你好 我是安乐郡武唐甲等弟子徐峰 过来府城武唐学习的 不知道可否进去 门房大爷 一双浑浊的老眼 看向徐峰 上下打量了一会 说道 可有凭证 徐峰拿出武唐弟子令牌 递给门房大爷 说道 这是我的弟子令牌 可否为凭 门房大爷接过令牌 仔细检查比对 不一会儿 将令牌还给徐峰 说道 你且先在这等着 我进去汇报一下 说完 颤颤巍巍的往里走去 徐峰百无聊赖的在门口等着 思考着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自己现在修为 已经到了武林八重了 过不了多久 就能修炼到武林十重 得先问问 武林突破五毫的关键了 早做准备 另外 自己所学的这些功法 也得抓紧时间 把熟练度练满 六平五学 已经跟不上自己的脚步了 若是不能从青州武唐 获取一些更高级的功法 青州武唐的藏经阁的话 得找找有没有 天地玄黄绝的后续篇章 还有找找有没有 不死天残功的其他部分 毕竟这两门功法 都堪称神迹 如果用破线点破线的话 不知道消耗多少 徐峰还沉浸在思绪中 却见门房大爷 带了一个浑身白衫 面容坚毅 略带点胡扎的中年男子 来到了门口 中年男子看着徐峰 沉声道 你便是徐峰 假等弟子 徐峰回道 不错 你是 中年男子脸上 露出一丝僵硬的笑容 回答道 你好 我是武唐招生处 执事何永元 听门房说 有个安乐郡的假等弟子过来 于是我便过来处理一些事宜 徐峰听到此人乃是执事 拱手道 何执事后 我欲入天水城武唐修炼 不知需要什么手续 何永元摆摆手 说道 无需什么手续 你之前入安乐郡武唐的时候 那边已经将你的资料提交到这边了 你的九成清和度 乃是青州近几十年最高的 堂中很多长老都对你有所关注 甚至连堂主都听说过你的名字 既如此 可否请执事为我安排一间宿舍 我刚到天水城 还无处落脚 徐峰说道 何永元点点头 可以 你随我来 说完带着徐峰往里走去 对了 徐峰 虽然你是安乐郡武唐甲等弟子 但按规矩 郡武唐甲等弟子到周武唐 只能为一等弟子 而且你原来的贡献值 这边也是不认的 需要你重新做任务 去获取贡献值 随后 我带你去重新制作一份弟子令牌 何永元对着身后的徐峰说道 徐峰闻言一愣 旋即一笑 没问题 何止是 做任务还是有点心得的 天水城武唐的布局 与安乐郡武唐大致相同 都有藏经阁 任务处 兑换处 严武唐 弟子宿舍等设施 唯一不同的是 天水城武唐多了一个物道楼 可以辅助弟子领悟意境 不过每次进去 都要耗费不少贡献值 何永元带徐峰到武唐各个位置熟悉了一下 待制作好令牌后 便带着徐峰前往弟子宿舍 好了 徐峰 大部分情况 你都熟悉了 我就不陪着你了 你的房间 在168 你自己去收拾一下吧 何永元说完便向徐峰告辞走了 徐峰来到自己的房间 房间虽小 但一应俱全 床 桌 也都整整齐齐摆放着 将自己的东西 简单收拾了一下 徐峰便准备前往任务处 接取任务了 毕竟在武唐修炼 什么都离不开贡献值 任务处有三个执事负责 分别对应猎杀妖兽 资源采集和委托处理 顾名思义 猎杀妖兽和资源采集就是猎妖 才要采矿之类的任务 而委托处理则是一些其他武唐里的人 或其他势力的人委托的任务 徐峰担心遇到那只化形妖兽 短期内不太想离开武唐 因此 他想在委托处理里 找找有没有在武唐内就能做的任务 徐峰开口问道 执事 我想接取在武唐内就能完成的任务 无需迈出武唐大门的 不知可否这类任务 执事文言 一脸讶异地看着徐峰 说道 你等等 我找找 执事在任务册子上翻阅了一回 说道 还真有这类任务 是一个陪练任务 不过要求接受任务的人 必须有接近武林十重的实力 你可满足条件 徐峰估摸着自己虽然踩武林八重 但自己把武林十重的唐灵峰都打死了 也算接近武林十重了吧 于是点点头 说道 我有接近武林十重的实力 这个任务我接了 麻烦执事把详细信息告诉我 你先度一道原力 给我感受一下 我看看你的实力 执事看徐峰 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 似乎不太相信 于是想试试徐峰实力 徐峰伸手度了一道原力给执事 接着说道 我虽然踩武林八重 但我的实力不弱于武林十重 执事感受着徐峰度来的原力 这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原力 似乎蕴含着庞大的能量 也罢 算你满足条件了 不过如果委托人不满意 把你退回来 可怨不得我了 执事说道 随后将任务详细信息递给了徐峰 徐峰点点头 接过任务详细信息后 翻阅了起来 任务委托者名叫武星海 武唐甲等弟子 武家人 修为武林十重 找人陪练的目的是为了突破武豪境 要求陪练者抱着杀死他的信念 与之对战 让其在生死之战中激发潜力 从而突破武豪 徐峰看到详细信息的第一个想法是 这人怕不是个武痴 追求极致的战斗 以突破自身智骨 任务地点就在演武堂38号修炼室 时间的话是每天子时 任务奖励 每场战斗5000点贡献值 不可谓不丰厚了 子时 那不就是夜里12点吗 怎么搞个这时间 徐峰微微皱眉 看在贡献值的份上 晚上过去看看吧 徐峰心道 离这任务时间 还有几个时辰 徐峰便先回房间修炼了 把功法的熟练度提一提 以备晚上的战斗 徐峰看向面板 准备挑一门即将突破的功法修炼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508重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黄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1 初窥门镜 一两千 秘法 不死天残宫 残 第二层 一 二二零零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四五零零 一零零零零 六品 如来神掌 LV 三驾轻就熟 一五零零两千 六品 虚空横语经 LV 八圣镜 一 二零零零零 六品 九天坤鹏冥想法 LV 五如火纯青 一千斜杠四千 八品 风行术 LV 五如火纯青 九百二四零零 一镜 风之一镜 一成 空间一镜 一成 原力 玄黄之力 508重进度 一八百 破线点 三 每个自然越生成一点 便修炼 如来神掌吧 应该能在子时前 修炼到下一层次 于是 徐峰便一招一式 打起了如来神掌 熟练度 也一点一点地增加着 很快 夜幕降临 时间也即将来到子时 面板里的如来神掌 已经变为 如来神掌 LV 四绒会贯通 一三千 见到如来神掌突破了 徐峰结束修炼 准备前往阎武堂 渐渐任务委托人 延武堂38号修炼室门口 徐峰轻轻敲了敲门 不一会儿 门开了 一个英姿飒爽的俊秀少年 从门里走了出来 徐峰抬眼望去 只见少年风度翩翩 气质不凡 但美中不足的是 头上眉毛 是个光头 光头少年看向徐峰 问道 你是来做任务的 徐峰点点头 说道 不错 我接了你的陪练任务 我叫徐峰 武堂仪等弟子 光头少年喜出望外 笑着说道 你好 我叫武兴海 我等着有人接任务 等好久了 说完引着徐峰进入修炼室 我们进去吧 徐峰跟着走进门 一看 好家伙 这修炼室竟然有数千平方 得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任务情况 你都了解了吧 那就让我们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战斗吧 武兴海兴奋道 等等 还是先聊一下吧 毕竟你的任务要求是生死战 我可不敢真的把你打死 徐峰急忙出声阻止道 哼 真是大言不惭 说吧 想聊什么 武兴海轻哼一声 说道 徐峰环顾了一下四周 问道 这里就我们两个吗 你没找你家族里的强者 过来看护一下吗 我听说 你们武家乃是武宗世家 应该不缺武豪进武者吧 这个任务我家族里的人都不知道 也不能让他们知道 你出去了 也不要乱说 武兴海严肃地说道 哦 为何 徐峰有些疑惑 问道 毕竟 我要求的是生死战 我家里人不想让我冒险 如果他们知道 派人在旁边看着 那生死战在我心中就变位了 也起不到生死之战的效果了 武兴海叹息着说道 沉思了一会 武兴海看向徐峰 说道 你不用担心打死我 我竟然委托了这样一个任务 自然有我的手段 倒是你 被我打死了 可不要怨我 徐峰轻笑了一声 说道 也罢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留守了 武兴海点点头 说道 我也不会留守的 徐峰和武兴海相对战 空气中一片凝滞 突然 武兴海一个顺身 来到徐峰面前 一拳打向徐峰 徐峰看着武兴海袭来的拳头 精神一阵恍惚 脑海中一只鲲鹏亮起 徐峰回过神来 武兴海的拳头已近在咫尺 徐峰躲闪不及 抬起手臂挡下了这一拳 徐峰的身体被这股力量 震得向后飞出 但他并没有摔倒 而是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你这是什么拳法 竟然有获神之效 徐峰出声问道 武兴海看着徐峰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他没想到 徐峰竟然能接住他的一拳 而且看起来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武兴海惊讶道 没想到你 竟然能从我的精神拳中回过神来 看来你也修炼了精神功法 我倒是小瞧你了 精神拳吗 挺不错的一拳 徐峰赞道 我也施展些手段了 免得被你看扁了 徐峰飞到空中 居高临下看着武兴海 猛地朝他俯冲过去 同时一掌推出 瞧好了 我这从天而降的如来神掌 哈哈来得好 看我的灭神掌 两人的手掌在空中相撞 发出一声巨响 一股强大的气浪 从他们的手掌中爆发出来 周围的空气都为之扭曲 两人僵持之际 武兴海抽掌后退 转身 一腿朝徐峰戳去 陆神腿 徐峰双臂何时挡下了这一腿 但手臂不断传来的酸麻感 提醒着他 这一腿并不简单 一丝丝的酸麻感 在手臂上不断蔓延 徐峰赶紧运转玄之力 将其镇压 手臂也恢复了正常 好强悍的腿法 徐峰惊讶到 武兴海没有搭理徐峰 再次向徐峰发起了攻击 这次的攻击比刚才更加猛烈 徐峰只能全力以赴 才能勉强接住 两人的身影 在练武场上快速移动 每一次碰撞都会发出一声巨响 他们的力量在空中碰撞 形成一道道强大的气浪 周围的空气都为之扭曲 又一次交锋过后 徐峰拿出了赤血刀 握在手中 说道 接下来我要使出刀法了 我这刀法无误不切 你小心啊 徐峰的无影碎空刀乃是出神入化层次 配合上玄黄之力 武林石虫的唐灵峰 在催动无极霸体的情况都被其斩杀 因此他出声提醒五星海 无影碎空刀 徐峰一刀斩出 一道刀气瞬间出现在五星海身边 朝其斩去 感受到这股刀气的风略 五星海不敢大意 催动原力 身体瞬间覆盖上了一层古铜色 不灭五体 刀气凌身 切隔着五星海的身躯 一道微弱的血痕出现 旋即消失 徐峰见状 不断挥出无影碎空刀 一刹那 无数刀气出现在五星海周身 不断在他身上制造出一道道血痕 五星海的身体来不及恢复 一道道血液流下 停 停 停 快停下 五星海大喊道 徐峰听到五星海的声音 停止挥刀 问道 怎么了 不打了 今天先到这里 五星海气喘吁吁的说道 问啥不打了 不是生死战吗 一直被你这样砍 谁受得了 现在停止 贡献值也要招负哦 徐峰收起了刀 说道 五星海没好气的说道 放心 该给你的贡献值 不会少你一份 你不是说 要在生死之间突破五毫吗 你这才哪到哪就停下来 怎么突破 徐峰问道 五星海气愤说道 你这就像拿着盾刀子在割肉 不会让我感到 生死之间的大恐怖 只会让我难受 说完 掏出一个信物递给徐峰 说道 这是任务完成的凭证 你拿着去任务处 就可以换取奖励了 徐峰接过信物 顿了顿 问道 你这任务后面还委托吗 我可以继续陪你打 既可以揍人 又可以赚贡献值 这么好的任务 徐峰实在是不想放弃 后面再看吧 通过与你一战 我也意识到了自身的不足 接下来 我要闭关修炼一段时间 若此次闭关 没突破五毫境 这个任务后面 还会继续委托 五星海回答道 徐峰点点头 有需要可以来找我 告别五星海 徐峰便回自己屋了 现在毕竟是深夜 任务处的执事也不在 只能等天亮 再去领取任务奖励了 徐峰回屋修炼了一会儿 天便亮了 可以去任务处领奖励了 顺便去屋道楼看看 徐峰心想 来到任务处 一大早还没什么弟子在 不用排队 徐峰直接上来 找执事领取奖励 执事 我过来领取任务奖励 这是我昨天接取的 陪练任务的完成凭证 徐峰说着 将五星海给他的信物 递给执事 执事接过信物看了眼 确认没问题 要过徐峰的令牌 在里面记下了五千点贡献值 便还给徐峰 多谢执事 领完奖励 徐峰准备前往误道楼 看看误道楼 到底是怎么住人误道的 误道楼门口 执事 我想进误道楼 麻烦你帮我安排一下 徐峰对着门口的执事说道 你要参悟什么意境 执事问道 都有哪些意境可以参悟 我不太了解 徐峰回道 看你自身需要精进哪种意境 便选择哪一种 里面有地火风水 日月星辰 阴阳五行 生死枯荣等等 执事解释道 有空间意境吗 有的话我就选这个 没有的话就选风之意境 徐峰回答道 空间意境没有 那便给你安排个 风之意境的房间吧 执事说道 悟道楼每次进入 需要一千点贡献值 徐峰将令牌递给门口看管的执事 扣掉一千点贡献值后 执事对着徐峰说道 进去吧 你的房间是三号 进入悟道楼 里面遍布着众多房间 徐峰找到三号房 推开门进去 只见里面摆放着一张八仙桌 桌前地上放了个蒲团 桌上有个盒子 徐峰走近一看 盒子上刻着一行字 打开盒子 取出其中的意境结晶 坐在蒲团上参悟 便可领悟相应意境 个人悟性不同 领悟程度不同 徐峰打开盒子 只见里面一颗色的圆珠 静静地躺着 徐峰将其握在手中 一股清凉之意 直冲脑海 徐峰按照文字所说 在蒲团上坐下 以精神力去参悟手中的结晶 随着精神力触及意境结晶 一股强大的风之意境 在徐峰脑海中爆发出来 徐峰沉浸在这股风之意境之中 感觉到自身领悟的风之意境程度 也在一点点的提高 看向面板 发现面板里的意境一向 出现了熟练度的字样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五零八重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黄诀 秘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二层 一二二零零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四五零零 一零零零零零 六品 如来神掌 LV 四融会贯通 一三千 六品 虚空横语经 LV 八圣境 一二零零零零 六品 九天坤鹏冥想法 LV 五如火纯青 一千斜杠四千 八品 风行术 LV 五如火纯青 九百二四零零 意境 风之意境 一乘五一百 空间意境 一乘百分之一 原力 玄黄之力 五零八重进度 一百斜杠八百 破线点 三 每个自然跃升成一点 风之意境的熟练度 正在一点点提高 徐峰估算着 大约每一息可以增加一点 而每次进入雾道楼 可以待一刻钟 相当于每次进来 就能增加一百八十点熟练度 时间一点点过去 徐峰的风之意境 也进阶到了二成 动动 一阵敲门声 打断了徐峰的餐物 你的餐物时间到了 收拾一下出来吧 外面传来 只是催促的声音 这么快就结束了 徐峰有些惊讶 在餐物时时间 好像过得特别快 收拾了一番 徐峰离开房间 来到雾道楼外 对着执事问道 执事 我还有贡献值 可以再进去参务吗 执事摇了摇头 说道 雾道楼就几十个房间 每个弟子 一天只能进入一次 不然就被那些 贡献值高的霸占找了 哪里轮得到普通弟子 徐峰想想也是 这还是比较公平的 如今的峰值疫境 已经到了 二成 80200 明天再来 就能到三成了 先去接点任务 赚贡献值吧 日头逐渐升高 阳光逐渐刺眼 任务处的弟子 也多了起来 有不少弟子 正在排队接取任务 看到领取猎杀妖兽的弟子 排队排得很长 徐峰走上前 对着一个正在排队的弟子 问道 这位兄台 你是在排队接取 猎妖任务吗 那弟子文言一论 回道 对啊 听说最近猎妖任务的 贡献值大涨 再不接就要 被别人接完了 我听说 城里有只化形妖兽 到处吃人 你就不怕出城的时候 被其抓走吗 徐峰问道 那弟子文言笑了起来 说道 你说那个啊 那只妖兽 昨天晚上被猎妖丝的人 引出来 重伤逃跑了 短时间不会出现了 听闻这个消息 徐峰放下心来 也想接取猎妖任务 赚取贡献值了 于是 徐峰跟着 排在队伍后面 准备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任务 徐峰前面的人 一个个的接完任务 很快就轮到徐峰了 直视看着徐峰 问道 现在只有无相海猎妖任务了 你要接吗 不知道贡献值怎么算的 徐峰回问道 直视回答道 三级妖兽 一百至一千贡献值不等 四级妖兽 一千至一万贡献值不等 五级妖兽 你现在遇到了 应该跑不掉 此外 任务处也收购妖兽材料 特别是妖术种子 收购价很高 几万到几十刀贡献值 都是有可能的 直视接着说道 徐峰 现在正缺贡献值 听到猎妖有贡献值 连材料都能卖贡献值 新潮澎湃 大声道 这任务我接了 猎妖任务 吴向海猎妖 吴向海位于五旋大陆东侧 海中妖兽众多 天水城濒临海域 时常遭受海兽侵袭 近年来 妖兽侵袭事件旅犯 对天水城百姓的安全 造成了巨大威胁 为缓解妖患 特发布此任务 凡是猎杀吴向海妖兽 所得贡献值 照常理翻倍 徐峰大致扫了眼任务信息 果然 猎妖任务的贡献值翻倍了 倒是一个好机会 之前听王熙赵说过 吴向海 不过其也不甚了解 这次要去吴向海中猎妖 徐峰准备 先去找找消息 了解一下吴向海情况 为猎妖任务做好准备 先找任务处的直视打听打听 直视 不知道可有这吴向海的详细信息 徐峰问道 直视文言应道 吴向海那么大一个地方 我一时半会 也很难和你说明白 你自己去藏金阁一层找找吧 里面存放了很多 去吴向海猎妖探险的心得 好的 多谢直视 徐峰谢过直视 转身前往藏金阁 藏金阁门口 同样有个直视守着 徐峰上前问道 直视 我想进藏金阁一层 查看一些吴向海的资料 不知是否可以 直视文言 抬头问道 你接取了吴向海猎妖的任务 不错 徐峰点头 直视看着徐峰 满意地点点头 说道 不错 小小年纪便有如此觉悟 勇于猎妖 为人族安危 贡献自己的力量 很好 藏金阁一层 主要存放一些人文地理 游记意识等等的资料 在里面阅读资料 每个时辰 需要一百贡献值 直视补充道 这还珍贵啊 徐峰心道 不过表面却是不动声色 问道 我看藏金阁有七层之高 不知道其他层分别存放的是什么类型的资料 而且 一个时辰在里面 是随便我看吗 还是有限制 只能看多少本书籍 二层至七层 分别存放九品 八品 直至四品功法 二层每个时辰 需要二百点贡献值 三层需要四百 四层需要八百 五层需要一千六百 六层需要三千二百 七层则需要六千四百 一个时辰内 随便你看 随便你学 能看多少 能学多少 全凭你自己的本事 直视回答道 徐峰心中狂喜 凭借自己过目不忘的本事 近一次不得赚大发了 不过想到六品以上的功法 都是存储于预检 自己的过目不忘本事 也起不了太大作用 徐峰又冷静了下来 我要进去一层 就先一个时辰吧 徐峰对直视说道 扣除一百贡献之后 徐峰走进了藏金阁一层 众多书架零次制笔 并按不同的分区排布着 有大前 大周 大勋这些人族国度的分区 也有云梦泽 吴向海等妖兽聚集地的分区 徐峰走到吴向海分区 拿起一本书 封面写着吴向海随文 作者是心语山人 书里面介绍的是 作者在吴向海游历探险时 所听所见所闻 从其中 徐峰也窥得吴向海一脚 吴向海除了存在众多的妖兽 也有不少人族 生存在遍布吴向海的岛屿上 一些大型岛屿 也存在着强大的五道势力 以庇护岛上人族 吴向海海底存在着四个妖兽势力 统领着整片吴向海的妖兽 这四个势力 分别为海神殿 金黄岛 龙宫 浮游海 其中 靠近天水城的势力 是海神殿 海神殿的妖兽 大部分为鱼类妖兽 高阶者 不少为鱼人和鱼形态 徐峰看完之后 又接着看了几本吴向海的相关书籍 不知不觉 一个时辰便过去了 徐峰走出藏经阁 大有收获 对吴向海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前往吴向海裂妖之前 得先把自己的保命手段准备好 徐峰打算把 不死天残宫 第二层的熟练度炼满 以防万一 因此 徐峰回屋 开始闭关修炼 干满 不死天残宫后 再出发猎妖 闭关了四天 不死天残宫 熟练度变满了 这四天里 徐峰除了修炼 不死天残宫 便是修炼 天地玄黄绝 将修为推进到了509重 天地玄黄绝 也提高了一个层次 看着面板 徐峰满意点了点头 可以出发了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509重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黄绝 黄继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敬 LV2 略有小成 14000 秘法 不死天残宫 残 第二层 200200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4500 10000 六品 如来神掌 LV 四戎会贯通 13000 六品 虚空横雨精 LV 八圣境 12000 六品 九天坤鹏冥想法 LV 五炉火纯青 1000斜杠4000 八品 风行术 LV 五炉火纯青 92400 意境 风之意境 二乘 80200 空间意境 一乘 百分之一 原力 玄黄之力 509重进度 100斜杠900 破现点 三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收拾了一番 徐峰准备前往天水城港口 再从港口前往无向海 走出房门 徐峰往五堂门口走去 半路 一个声音叫住了徐峰 等等徐峰 徐峰转过头朝声音来远处望去 是五星海 徐峰亚议问道 五星海 你不是在闭关吗 怎么 你突破五毫了 五星海脸上露出了不自然的笑容 说道 没呢 还是差点意思 对了 你是不是接了无向海猎妖的任务 见徐峰点点头 五星海接着说道 我也接了这个任务 要不要一起 看着五星海期待的眼神 徐峰想了想问道 你家族没派人和你一起吗 五星海摇摇头 脸上有些黯然 说道 没有 我自己一个人 一句话 痛快点 要不要 可以是可以 不过 贡献值怎么分配 徐峰问道 只要你答应我以一件事 贡献值都给你 我不要 五星海说道 什么事 你先说说看 我要猎杀一只五级妖兽 你帮我掠阵 五级妖兽 那可是相当于五毫进武者的实力 你能对付的了 徐峰一惊 问道 放心 这只五级妖兽 之前受过伤 实力介于武林与五毫之间 凭我们的实力 就算杀不死他 也能逃走 五星海回答道 徐峰想了想 自己现在有了一次保命的机会 而且 修为又增进了一重 倒是可以一试 于是点了点头 说道 可以 不过 你得和我说清楚 为什么要猎杀这只妖兽 以及为什么找上我 徐峰心里有点担心 毕竟之前陪练任务的时候 把五星海虐了一顿 他担心这小子 会不会把他骗到城外 对他下黑手 五星海叹了口气 说道 我要与这只妖兽生死一战一期 突破五毫进 至于为什么找上你 出声道 若只是要护你离开 以你家族的实力 找出一个五毫进五者 陪你前往 应该不难吧 我多次未能突破 家里有点 对我失去信心了 他们已经将重心 放在我弟弟身上了 不打算管我了 五星海解释道 不过 我也能理解 毕竟我弟才十五岁 就已经突破五毫了 潜力确实比我大多了 十五岁的五毫 徐峰有些震惊 这个修炼速度 是他目前为止 了解到最快的 自己有着面板的存在 修炼了近一年 一定能突破五毫的 你到时尽管放手打 善后交给我 五星海眼中有一丝感动 谢谢你 徐峰 吴湘海 一艘小船上 徐峰和五星海相对坐 没想到 你竟然还有这样一艘船 徐峰对着五星海感叹道 这不算什么 我之前好歹也是家族的 重点培养对象 有一些存货也是正常 五星海傲然说道 还有多久到达目的地 都大半天了 要不我们直接飞过去得了 徐峰问道 吴湘海上妖兽众多 你一飞 就成了众多妖兽的活靶子了 这一船速度虽然慢点 但打造材料中 掺杂了碧神灵精 可以躲过妖兽的探查 要对付的 毕竟是五级妖兽 还是先保存体力为好 五星海解释道 趁这个机会 我先给你说说 我们要对对付的 这只妖兽的情况吧 五星海接着说道 这只妖兽名叫电光蛮 深如闪电 速度奇怪 掌握有两枚妖术种子 分别是电光一闪和电光网 电光一闪不仅是身法 也是功法 化身一道闪电 直击敌人 终者非死即伤 而电光网 乃是以电光化网的困敌之法 两者配合之下 威力倍增 这两枚妖术种子 不管是卖掉还是自用 都有不小的价值 之前有人出一百元时收购过 自用的话 可以用来领悟电制意境 没想到 还有这些说法 徐丰顿感学到了不少 百无聊赖 徐丰趁这个机会修炼了起来 毕竟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 小船航行了大半天后 五星海环顾了四周 说道 到了 就是这里 抛锚吧 将船锚抛入海中 小船定在原地 那电光蛮 就在这下方的一处海底洞穴中 我们下去吧 五星海说道 武林静武者 不仅微闭鼓 不睡觉 甚至可以水中呼吸 这都是依靠天地原力的作用 因此 两人直接下海来到海底 在四周搜索了一番 五星海手指前方一个洞穴 对着徐丰原力传音道 徐丰 就是前方那个洞穴 我前去一站 你在此等我 若我不敌 请诉救我 徐丰没掌握原力传音的技巧 只能点点头 已是明白 只见五星海向着洞穴游去 停在洞穴口 一掌拍出 一道巨型掌力 裹挟着海水 直接冲向洞穴内部 只听轰隆一声 整个洞穴炸了开来 一道蓝光闪过 一条巨型电蛮 出现在两人眼前 那便是电光蛮 电光蛮眼神四处群循 发现只有近处的五星海 和远处的徐丰二人 露出了争鸣的牙齿 仿佛在嘲笑二人 自不量力 只见电光蛮化作一道电光闪过 朝着五星海冲击而去 速度之快 五星海 只能勉强撑起不灭无体 一道光穿透了五星海的肩膀 一个血洞赫然出现 五星海的不灭无体 挡不住电光蛮的电光一闪 电光蛮见状 嘴张得越发大了 没想到这电光一闪 威力如此强大 五星海有些错过了电光蛮的实力 恐怕在承受几次电光一闪 五星海便要命丧此地 徐峰想了想 比起突破修为 还是命重要 想来五星海也不会怪他 于是徐峰直接瞬移来到电光蛮身躯旁 一掌打出 可惜电光蛮早有察觉 化作一道电光 再次袭向五星海 五星海身上又出现了一个血洞 五星海想要反击 但他的速度根本跟不上电光蛮 只能被动挨打 徐峰不断施展空间瞬移 追逐着电光蛮 终于找到一个机会 缠绕着玄黄之力的一掌 轰在了电光蛮身上 电光蛮受此一击 皮开肉绽 口吐鲜血 眼睛中流露出一丝金木 只见其大口一张 无数电光涌出 化作一道大网盖 像徐峰 可惜 徐峰利用空间瞬移 轻松躲开电网的覆盖 趁此机会 徐峰拿出赤血刀 直接扎向电光蛮的身躯 电光蛮还处于张口吐电的状态 来不及躲闪 被徐峰一刀扎在身上 徐峰眼神示意五星海 五星海心领神会 一套精神拳 陆神腿 灭神掌 不断往电光蛮身上招呼 电光蛮身体不断颤抖 玉化电逃走 可惜被徐峰一刀扎住了 无法脱身 只见电光蛮口中 鲜血不断涌出 越发虚弱了 徐峰见状 拔出赤血刀 以玄黄之力 缠绕刀身 催动无影碎空刀 一刀横斩 瞬间 海水被血水染红了 电光蛮被一刀两断 两截身体落在海底地上 还在不断颤抖 可惜眼中的光芒已经暗淡 猎杀电光蛮 完成 五星海手一挥 将电光蛮两截尸体 收入空间带 急切地对徐峰传音道 徐峰 快回船上 这动静太大了 估计惊扰了不少妖兽 赶紧走 说完直接朝着海面冲去 徐峰见状 也跟着往海面上游去 回到船上 两人将船毛收起 驾驶小船 往天水城方向驶去 就在小船离开后不久 海面上冒出众多妖兽 群寻环顾着 小船上的两人 感知到远处传来的妖兽动静 也是轻行自己跑得快 不然被那么多妖兽包围 估计很难活着离开了 徐峰 这次能猎杀这只妖兽 主要还是你的功劳 这妖兽身上的妖术种子 便归你吧 五星海对着徐峰说道 徐峰点点头 这是他应得的 毕竟 如果不是他出手的话 五星海很可能死在那里 唉 我这次突破又失败了 我果然不是什么天才 五星海心情有些低落 叹了口气 说道 徐峰开口安慰道 没事的 最近一段时间 我都会在武堂待着 你若想挑战五级妖兽 都可以找我帮忙 五星海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谢谢你 徐峰 等后面要猎妖 我一定找你帮忙 而且我收藏了不少 五级妖兽的资料 我就不信我突破不了五毫了 不多久 小船行驶到了天水城港口 港口上有不少商行 再收购妖兽材料 徐峰 这电光芒的材料 你打算卖吗 要卖的话 就在这里处理了 方便 价格也不错 五星海看向徐峰 提议道 徐峰想了想 自己也没什么出售渠道 干脆就在这处理了 也省事 于是点点头 问道 这里这么多商行 哪家靠谱点 要说最出名的 那肯定是南北商行了 遍布各地 但要说最靠谱 最有诚意的 还得是红甲商行 他们不仅价给的高 而且 一切交易信息 都是保密的 很让人放心 五星海解释道 那便去红甲商行吧 做买卖 这么选没错 两人来到红甲商行 五星海很自然地 招呼了小二过来 说道 我们来出售一些 妖兽材料 给我们安排一个房间 转头又对着徐峰解释道 红甲商行每一笔交易 都是在私密的房间中进行的 买卖什么 只有当事人 和商行对接人知道 小二将两人 引到一个房间 说道 两位客观请进 商行的鉴定师 在里面等着 走进房间 看到一个满面笑容的老头 等着他们 五星海上前说道 我们要出售一只 电光蛮的材料 说完 从空间袋里 把电光蛮的两节尸体 取了出来 放在地上 鉴定师 老头看到电光蛮 眼睛一亮 随后上前检查 摸索了一番 对着徐峰二人说道 这妖兽大部分 部位保存的还可以 可惜这身皮断成两节了 不然价格 还能再高点 这尸体里 还有两颗妖术种子 要一并卖了吗 徐峰摇摇头 说道 妖术种子不卖 除此之外 其他材料 能卖多少钱 不包含妖术种子的话 这身材料 我可以给到五十下品原石 鉴定师老头 思索了一回说道 徐峰眼神看向五星海 见五星海点了点头 知道这应该就是行情价了 可以 没问题 徐峰说完 取走妖兽身上的妖术种子 将其余材料卖了 鉴定师老头 将妖兽材料 收进空间袋 并递给徐峰 五十枚下品原石 空间袋怎么卖 老头向徐峰介绍了一下空间袋 基本与安乐郡南北商行卖的一样 只是价格便宜了一半 长宽高均为三十张的空间袋 要价只要五十下品原石 让徐峰不得不感叹 安乐郡的南北商行真黑 只是中间商赚差价 竟然提价一倍 刚到手的原石又给了出去 徐峰换了一个大的空间袋 现在也没有储物焦虑了 交易完成后 两人离开红甲商行 走在路上 徐峰对五星海说道 我准备回五堂交任务 顺便把这两颗妖术种子 换成贡献值了 你是打算和我一起回五堂 还是回五家 我和你一起回五堂吧 突破五毫前 我不打算回家了 五星海一脸决然说道 也行吧 反正你之前 也基本都在五堂练功室里 估计你家里人都习惯了 对了 徐峰 那两颗妖术种子 你不打算留着自己用吗 电光一闪和电光网 尽可攻退可守 若是能借之领悟出对应的神通 对自身实力有很大的提升 五星海问道 徐峰回答道 我不太需要 你要吗 你要的话 便宜点卖给你 五星海摆摆手 说道 算了 我知道自己的悟性 没什么机会领悟出来 最多也就是拿来感悟电之意境 太浪费了 徐峰点点头 说道 我现在比较缺贡献值 用这两颗妖术种子 兑换贡献值是最好的选择 两人边走边聊 很快就来到了五堂任务处 只是 我完成了猎妖任务 过来领取奖励 徐峰对着执事说道 凭证和令牌给我 检查一下 这两颗妖术种子 可否作为凭证 徐峰将妖术种子和令牌 递给执事 说道 执事皱了皱眉 问道 没有妖兽血肉材料吗 徐峰回道 妖兽材料在港口卖给商行了 剩下这两颗妖术种子了 下次记得 留一点血肉材料作为凭证 不是所有的妖兽 都有妖术种子的 执事提醒道 好的 谢谢执事 我想把这两颗妖术种子 说道 电光一闪和电光网 品相不错 你猎杀的这只妖兽 应该是初入五级 猎妖奖励 给你算两万贡献值 这两颗妖术种子的话 给你换五万点贡献值 你可愿意 徐峰急用贡献值 虽然有些亏 但还是答应了 行吧 我换了 你给我登记一下 兑换完贡献值 徐峰身上多了七万贡献值 可以在藏金阁待上好久了 和五星海道别后 徐峰迫不及待地前往藏金阁 准备到七层看看 徐峰来到藏金阁 门口的执事换了个人 徐峰上前问道 执事 你好 我记得 之前是另一个执事 在此负责 不知道为何换人了 你是新人吧 藏金阁负责执事 一个月换一次班都不知道吗 执事面无表情说道 这我倒是不知道 对了 我要上藏金阁七楼 这是我的令牌 跟执事说明 要上七层 扣除了六千四百点贡献值 便上楼了 藏金阁七层 一排排书架上 放了众多功法御检 却不见任何说明 这要在其中 找一门合适的功法 无异于大海捞针 难怪进入的门槛不高 合着我得花上几十万贡献值 找上几十个时辰 才能把这里面的御检都看一遍 从而找到自己心意的功法 来都来了 徐峰也不可能又下楼 于是他上前取了一枚御检 放在眉心 准备看看是什么功法 徐峰精神探入御检 映入脑海的 却不是功法 而是一句话 无火之意境 无法参悟 徐峰有点猛 这怎么看个预检 还有意境要求了 徐峰不信邪了 又拿起一个预检参悟 结果显示 无土之意境 无法参悟 一连好几个预检都提示无法参悟 终于 徐峰找到了个有着不同文字的预检 峰之意境层次不足 无法参悟 这次显示的是 意境层次不足 而不是没有相应意境了 看来第七层的四品功法 都有这样的限制了 没有相应的意境修为 无法参悟相关意境的功法 徐峰把峰之意境 相关的预检位置记下 等以后峰之意境提高了 再来看看 离一个时辰的结束时间还远 徐峰又把周围的预检 都拿起来参悟 结果只有两个 和峰之意境相关的 时间结束 徐峰下楼 来到楼下 脸上浮现一丝生气的神情 对着藏经格指示问道 指示 这第七层楼的功法预检 怎么都要有意境才能参悟 你怎么没告知我 这不是白白浪费我的贡献值吗 指示脸上一丝脚狭闪过 说道 你不问 我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呢 是不是很心疼 你拿6400点贡献值 我有方法能让你提前知道 每枚预检对应的功法 你想知道吗 哦 是什么方法 徐峰脸色恢复淡然 问道 他就知道 藏经格不可能这样坑弟子 应该还是有功法名录之类的东西 只是这个指示 对他有所隐瞒 我这里有一份第七层楼 每一枚预检对应的功法名录 我看你小子挺顺眼的 便宜卖给你 只要100颗下品原石 直视眯着双眼 笑道 徐峰身上 可没有那么多的原石 于是 其对只是贺问道 这是武唐允许的吗 还是你已全眸私 直视脸上的笑容消失 变得面无表情 冷冷说道 小子 你以为你是谁啊 不想买就滚 你信不信我去跟武唐长老 说你故意隐瞒功法名录 而且高价乡弟子兜售 徐峰露出一丝笑容 说道 哼 你觉得 长老会相信你吗 是吗 你倒是嘴硬 我现在要再进一次气楼 告诉我功法名录吧 不然就只能找长老来了 徐峰说道 直视听到徐峰这么说 脸上露出一丝慌张 语气放缓说道 好了好了 年轻人氧气功夫 还是不够啊 不过功法名录不能给你 这是武唐的规定 你要找哪类的功法 我可以和你说在哪个位置 那你前面 还说要卖给我 合着你是骗我的 徐峰怒问道 直视没好气说道 没骗你 你不是说我已全眸私吗 你又不要 我只能公事公办了 行吧 公事公办 就公事公办 我突然又不想进藏经阁了 徐峰说完 转头便走 反正藏经阁只是一个月一换 大不了下个月再来就是了 只是牙痒痒的 看着徐峰离去的方向 真是气煞我眼 徐峰准备前往悟道楼 提升一下自己的意境层次 毕竟藏经阁七层的功法 都需要较高的意境修为 走在路上 徐峰想到自己修炼的 天地玄黄诀 和不死天残功 便是在安乐郡武堂里习得的 这两门功法强大无比 可惜有所残缺 等下次进入藏经阁 一定要找找 有没有这两门功法的后续部分 走了没多久 徐峰便来到了悟道楼 支付了一千点贡献值 徐峰来到修炼风之意境的房间 随着徐峰参悟意境时 风之意境的熟练度不断增加 很快 一刻钟过去了 风之意境增加到了风之意境 三成 六零三百 这意境时 真是好用 得想想办法看 能不能搞点自己用 去找五星海问问吧 毕竟他出身大家族 见多识广一些 徐峰想着 五星海应该会在 阎武堂的修炼室待着 于是便往阎武堂的方向走去 修炼室内 五星海正在修炼不灭霸体 与电光蛮一战 让他意识到 自己的不灭霸体 还没练到家 不会也不会连一下 电光一闪都挡不住 听到敲门声 五星海心想 现在来找他的 应该只有徐峰了 于是来到门边将门打开 果然是徐峰 五星海开口说道 进来吧 你不是去藏金阁了吗 来找我啥事 别说了 去藏金阁 被一个指示给坑了 没给我功法名录 我到了藏金阁七楼 两眼摸下 白白浪费我六千四百点贡献值 徐峰一脸怨愤说道 五星海一拍脑袋 说道 哎呀 我忘了你是新弟子了 没提醒你这回事 不过 没事 我这有功法名录 先借给你用 你用完再还我 徐峰一脸讶异 问道 你找他买了 花了一百下品元石 五星海不好意思笑了笑 说道 嗯 反正也不贵 买了省点事 真是狗大货啊 徐峰心里吐槽道 对了 你知道异静石怎么获得吗 异静石 你去过悟道楼了 那东西是挺好用的 不过价值不菲 一般来说 只有两种获取方式 一种是在天地秘境中 孕育而出 一种是由五尊强者 以法则凝练异静 化为异静石 五星海说道 徐峰听得一头雾水的 忙道 等等 天地秘境是什么 还有五尊和法则又是怎么回事 五星海解释道 天地秘境 乃是由一些武道强者 开辟出来的小世界 或者意外由空间乱流 开辟而出 刚开辟不久的天地秘境 会运生出很多先天宝物 异静石便是其中之一 五尊是掌握法则的存在 他们可以利用法则 将异静固化成异静石 供其他人修炼 开辟世界 那得什么修为啊 徐峰震惊着问道 听说五帝镜 便可以开辟小世界了 很多大宗派 大世家祖上出过五帝 现在都还掌握着多个小世界 才有那么多的资源培养弟子 五星海说道 五尊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还很遥远 现在还是以突破五毫为第一要务 五星海看着徐峰 心持神网的样子 忍不住提醒道 徐峰回过神来 说道 不错 不过 我相信五帝不会是我的终点 从五星海纳建了《功法名录》后 徐峰便回屋修炼了 回到屋中 徐峰先拿出了《功法名录》 翻越了起来 想在其中找出《天地玄黄绝》 和《不死天残功》 可惜 将一整本书册看完都没看到 徐峰无奈 随即将心神都投入到修炼中 修炼还是以《天地玄黄绝》为主 争取早日突破五灵十重 修炼了四天 徐峰的修为突破了五灵十重 这四天里 五星海也来找过他 想邀请他在一起去猎妖 不过听闻徐峰准备突破五灵十重后 便和徐峰约好带徐峰突破后 再出发猎妖 年龄 天地玄黄绝 《黄继篇》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2 略有小城 2000斜杠四千 密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二层 2002006品 无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四五零零 一零零零零零 6品 如来神掌 LV 四荣会贯通 一三千 6品 虚空横与精 LV 八圣镜 一二零零零零 6品 九天坤鹏冥想法 LV 五如火纯青 一千斜杠四千 八品 风行术 LV 五如火纯青 九百二四零零 易镜 风之易镜 三成 六零三百 空间易镜 一成 百分之一 元力 玄黄之力 武林石重进度 零一千 破线点 三 每个自然跃升成一点 此时突破了武林石重 徐丰底气也足了些 可以去找五星海出发猎妖了 来到五星海的修炼室 徐丰对着五星海说道 想好这次的猎杀目标了吗 五星海点点头 说道 有一只八爪章鱼几个月前刚突破五级 现在是猎杀的好机会 而且 这只妖兽 没有掌握妖术 只有一身几手的再生能力 转头又对着徐丰问道 你突破武林石重了吧 见徐丰点头 五星海提议道 那我们现在出发 如何 没问题 走吧 徐丰硬喝道 两人来到港口 走上五星海的小船 往吴向海航行而去 船板上 徐丰盘息而坐 看着五星海 说道 我修炼会 到了目的地叫我 五星海笑着说道 要不要这么勤奋啊 你资质好还勤奋 让我压力很大呀 徐丰自顾自的修炼 五星海见没人搭茬 只有专心控制控制船的方向了 小船航行了好一会 似是到了目的地 五星海喊了徐丰一声 徐丰 到了 徐丰睁开眼 看着被风掀起波澜的海面 问道 就在这海峡吗 大概在这附近 具体在哪就不太清楚了 得找一找 五星海回道 行 那我们下去找找吧 你先把传音入密的诀窍 告诉我一下 免得在下面不好交流 徐丰说道 五星海将传音入密 传授给了徐丰之后 两人跳入水中 徐丰向五星海传音道 你确定那妖兽就在这附近吗 怎么看不到半点踪迹 肯定是在这附近 这可是我花大价钱搞来的消息 不会有错的 五星海信誓旦旦 两人找了一圈 没看到妖兽踪迹 正准备回船上的时候 突然 几根触须 快速朝两人袭来 徐丰拔出赤血刀一斩 直接将触须斩断 小心 应该是那章鱼出来了 五星海提醒道 只见一只巨大章鱼 从海底泥土中翻滚出来 看着两人 吐出一口墨水 墨水瞬间将整片海水染黑 墨水沾到徐丰和五星海的身上 五星海身上 泛起一道金光 阻挡着墨水的侵袭 徐丰没有炼体功法 那墨水直接侵入徐丰身体 徐丰感到一阵恍惚 眼前的景象 突然变得如梦似幻 耳边传来五星海的声音 小心 那是章鱼妖兽的置换墨水 会扭曲人的五感 运转原力消除它 徐丰赶紧运转起玄幻之力 将墨水之力消除 脑袋也恢复了清明 看向五星海 似乎没受影响 我修炼的不灭五体 可以抵御墨水的侵袭 这也是 我选择来这里猎杀这只章鱼妖兽的原因 我想借着妖兽之力 推高我的不灭五体层次 五星海解释道 行 扛不住了 和我说上 那章鱼妖兽剑 两人如此轻视于他 瞬间爆目 八只触手 从四面八方席 向徐丰和五星海两人 徐丰不想让这触手 影响到五星海 于是直接使出 无影碎空刀 无数刀器 直接将章鱼妖兽的触手 统统切断 可没想到 那断掉的触手一截 一阵扭曲后 居然变成了小一号的章鱼 并朝着两人席杀而来 这妖兽有再生能力 只能跟他拼消耗了 五星海解释道 徐丰有些不信邪 我倒要看看 你能再生多少次 徐丰不断挥出刀器 章鱼碎片不断落下 并不断生成新的章鱼 一时之间 竟陷入了僵持 就在徐丰与章鱼妖兽僵持之际 突然 远处一股波动 顺着海水传过来 波动越来越大 徐丰定睛朝波动方向看去 却见一道白痕 直直地朝自己飞速射来 那章鱼见到这一幕 无数分化出来的小章鱼 瞬间溶解 重新铭聚出八根触手 触手飞舞着 从徐丰的四面八方袭来 徐丰一时被白痕夺去心神 不慎被触手缠住手脚 一时挣脱不得 那白痕越发近了 徐丰看清了 那原来是一只几十米长的剑鱼妖兽 宛若一把剑向他刺来 眼看徐丰就要被剑鱼刺中 五星海如离弦之剑般迅速冲来 对着剑鱼侧面一掌拍出 灭神掌 啊 五星海一记灭神掌击中剑鱼身躯 将剑鱼的轨迹打歪了点 自己却被剑鱼的冲击之力震飞出去 五星海一只手掌颤抖着 整只手臂渗出了大量鲜血 显然被剑鱼震伤了 那剑鱼受此一掌 轨迹偏离 从徐丰身旁飞过 将一部分缠绕徐丰的触手 都化为了积分 徐丰趁此机会 正脱开触手的束缚 同时 手中的赤血刀不断挥出 给我死了 无影碎空刀 一时间 无数刀器弥漫在这片海域中 刀器不断切割着章鱼妖兽和剑鱼妖兽 那章鱼妖兽的身躯 在刀器中不断分裂又重组 而那剑鱼身上 则出现了一道道伤痕 刀器散去 徐丰与五星海站在一处 看着面前的章鱼妖兽和剑鱼妖兽 有些发愁 一只五级妖兽还能勉强解决 两只五级妖兽可就有点难度了 怎么办 五星海传音问道 还能怎么办 你不是一直想要生死之战吗 这不就来了 不赢就是死了 这次 徐丰语气沉重 说道 五星海皱着眉头 若若说道 也不是非要现在来生死之战了 要不我们逃吧 徐丰没好气说道 怎么逃 以那剑鱼的速度 就算我会空间瞬移 也不一定有机会逃走 更何况你呢 徐丰握紧手中的刀 眼神看着章鱼妖兽和剑鱼妖兽 对五星海说道 你帮忙扛住那只章鱼妖兽 我来对付那只剑鱼 但我解决了它 再来帮你 五星海叹了口气 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徐丰 我的命就交给你了 徐丰点点头 放心吧 以你的不灭无体 一时半会 那章鱼妖兽也奈何不了你 你也趁此机会 看能不能突破五毫吧 说完 徐丰直接施展空间 瞬移来到剑鱼妖兽身旁 那剑鱼妖兽虽然身上伤口众多 但都只是轻伤 根本无法对其造成太大危险 那剑鱼妖兽被徐丰的攻击积木 直接击射而出 在徐丰的四面八方不断穿梭 化作一张剑网朝徐丰覆盖而来 徐丰施展空间瞬移离开原地 没想到那剑鱼妖兽 只是一瞬间便又来到徐丰身边 一头刺来 徐丰无奈举刀抵挡 咔啦 徐丰的赤血刀直接被剑鱼击碎 剑鱼去世未尽 刺向徐丰 徐丰艰难躲避 还是被剑鱼带走了一块血肉 徐丰手捂着手臂 只见其手臂上一块血肉不翼而飞 远处的剑鱼咧开了嘴 徐丰手臂上的血肉赫然在其口中 徐丰武器断 手臂伤落入了极难的境地 徐丰不断施展空间瞬移 出现在剑鱼妖兽身旁 如来神掌不断打出 轰在剑鱼妖兽身上 发出了阵阵砰砰的声响 剑鱼妖兽虽然不断承受着徐丰的攻击 可惜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 只有一道道掌印印在其身躯上 不断地击打 使得剑鱼妖兽更加愤怒 其张开满身尖牙的大嘴 对着徐丰宁笑 突然 剑鱼妖兽变得浑身赤红 速度猛地增加了数倍 静止朝徐丰飞来 徐丰虽然靠着空间瞬移 静力躲闪 但身上还是被擦出了一道道伤痕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得想想法子 只能试一试了 徐丰心想 靠你了 面板 心神沉入面板 意识集中在破线点上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五灵十重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黄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2 略有小成 2000斜杠4000 秘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二层 200200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7出神入化 4500-1000-000 六品 如来神掌 LV 四融会贯通 13000 六品 虚空横语经 LV 八圣境 120000 六品 九天昆蓬冥想法 LV 五炉火纯青 1000斜杠4000 八品 风行术 LV 五炉火纯青 92400 意境 风之意境 三乘 60300 空间意境 一乘 1% 原力 玄黄之力 01000 破线点 3 每个自然跃升成一点 破线点 给我破线 徐丰心中怒吼道 猛的一道提示出现在徐丰脑海 是否使用破线点对功法进行提升 徐丰毫不犹豫 是 请选择要提升的功法 没有了武器 只能依靠赤手双拳了 给我提升 如来神掌 只见面板上的破线点一片模糊后 变成了零 如来神掌的样子也逐渐消失 一团灰气取代了如来神掌的位置 灰气不断翻滚 最终演变成五个大字 取代了如来神掌的位置 天地独尊掌 六品的功法 如来神掌 演变成了四品功法 天地独尊掌 徐丰迫不及待地想试试 这门功法的威力了 于是他直接顺一道箭于身旁 运转起玄黄之力 施展出天地独尊掌 只见一道巨大手掌 凭空出现 将海水都挤压开了 宛若摩西分海一般 海被分成了两半 巨大手掌压下 打在箭于身上 发出一道轰然巨鸣 啪哒 只见箭于身上 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身体逐渐崩裂开来 并最终消散 巨大手掌 击杀了箭于妖兽后 消散开来 海水也恢复了正常 远处的章鱼妖兽 见此一幕 使出吃奶的力气 欲要逃走 可惜 徐丰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顺一过来 同样一掌将其解决 解决了章鱼妖兽后 徐丰过来查看 五星海的情况 只见五星海浑身浴血 宛若雪人 你没事吧 徐丰问道 五星海咧开了嘴 说道 放心 皮外伤 而且我大有收获 我感觉 我的不灭五体 快突破了 回去应该可以冲击五毫劲了 是吗 那可恭喜你了 徐丰笑道 恭喜的话 等我突破五毫再说吧 反倒是你 突破五毫了吗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猛 五星海说道 徐丰摇摇头 说道 没有 这是我压箱底的五技 消耗甚大 轻易不能施展 徐丰想着 这么说也没错 毕竟用去了自己 仅有的三点破限点 消耗不可谓不大了 这么厉害的五技 恐怕不止五品吧 五星海一脸惊讶 问道 徐丰点点头 说道 不错 这是四品功法 难怪 好了 不说那么多了 我们收拾一下回去吧 免得等会又有妖兽来 徐丰提议道 五星海没有立马回应 沉思了一会 问道 你那掌法 还能打出几掌 不知道五星海何意 徐丰估摸了一下 以自己的原力 应该还能打出五掌 于是说道 大概五掌吧 五星海眼睛一亮 那鉴于应该是五级低阶的妖兽 都被你一掌而杀 估计五级低阶妖兽 没有你的义和之敌 离这不远的地方 有一只五级低阶的玄玉龟 你帮我杀一下如何 我只要玄玉龟的心脏 有了他 我突破五毫镜就稳了 哦 那玄玉龟心脏 有何妙用 徐丰问道 五星海解释道 玄玉龟的心脏 是辅助不灭五体修炼的灵物 至少可以将我的不灭五体 推进两个层次 我可以借此突破五毫镜 徐丰听完 点了点头 可以 你带路吧 我们速去速回 免得夜长梦多 两人将建于妖兽 和章鱼妖兽的材料收拾一番 便前往玄玉龟所在地 五星海带着徐丰 来到一座小岛上 小岛遍布林木 郁郁葱葱 那玄玉龟在这岛上吗 徐丰不解 问道 不错 那玄玉龟的巢穴 便在这岛上 这岛上有一处圆池 那玄玉龟 常年在那修炼 五星海解释道 圆池 这是什么灵物 徐丰问道 圆池乃是由极度浓郁的 圆栗叶化而成 介于圆栗与圆石之间的产物 可以辅助修炼 五星海说道 我们把那玄玉龟宰了 顺便把那圆池也搞走 想不到还有这等宝物 徐丰心情也变得愉快了 两人往岛中走了不久 便见前方出现了一口大池塘 一只通体雪白的巨大乌龟 正躺在其中 原力如雾气般 不断涌入巨龟身体 五星海低声说道 徐丰 那便是玄玉龟了 怎么样 有把握吗 徐丰一脸沉重 说道 不好说 感觉这巨龟的实力不简单 估计比那剑鱼强多了 那怎么办 要不回去 五星海有些愁愁 你确定 这龟只是五级低阶 徐丰问道 五星海重重地点点头 五级低阶 那便试试 而且乌龟一般速度不快 要跑也容易 徐丰说道 徐丰直接一个空间 瞬移来到玄玉龟头顶上空 趁其不备 天地独尊长往下轰去 玄玉龟被轰入水底 见起无数水花 水花逐渐消散 化作无尽的原力雾气 徐丰贪婪地吸收着这些原力 却见玄玉龟从水底爆冲了出来 巨大的头颅 仰天怒吼 双目赤红死死盯着徐丰 一张口 一道水柱喷向徐 徐丰 徐丰顺移躲开 那水珠落在地上 直接将地融穿了 五星海提醒道 徐丰 小心 那玄玉龟喷出的水 具有溶解之力 处之急融 徐丰直接顺移到 玄玉龟脑袋旁边 施展天地独尊长 贴在玄玉龟的脑袋打下去 碰 不 玄玉龟的脑袋 如西瓜一般爆了开来 鲜血不断涌出 这么简单就杀死了 徐丰有些惊讶 不过想到玄玉龟 你自己采集下 这圆池这么大 我们在这修炼一番吧 徐丰说道 五星海跑了过来 在玄玉龟身上摸索了起来 将其心脏取了出来 收拾放好 也来到圆池中修炼 徐丰全力运转天地玄黄绝 吸收圆力 不断转化玄黄之力 不一会儿 便感到了一股保障感 看向面板 果然 玄黄之力 已经到了武灵境的极限了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武灵十重 修炼功法 历法 天地玄黄绝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2 略有小成 2000斜杠四千 密法 不死天残宫 残 第二层 200200 四品 天地独尊掌 LV 四戎会贯通 14200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4500 10000 六品 虚空横语经 LV 八圣镜 120000 六品 九天昆蓬冥想法 LV 五如火纯青 1000斜杠四千 八品 风行术 LV 五如火纯青 九百二四零零 异镜 风之异镜 三成 六零三百 空间异镜 一成 百分之一 原力 玄黄之力 1000斜杠1000 破线点 零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接下来便要考虑如何突破五毫了 看向五星海 其仍然在吸收着原力 徐峰没有打断它 便在那等着 顺便回忆一下五毫镜的相关内容 五毫镜需要将精神力化作神识 以神识控制原力名单 这不仅需要微妙的神识控制力 还需要一副强横的肉体 才能扛住原力凝聚式的冲击力 徐峰想到自己当时融合玄黄之力 都九死一生了 这次要将玄黄之力凝聚承担 得好好准备准备了 五星海睁开眼睛 吐出一口长气 不灭五体 终于突破了 五星海起身来到徐峰身边 对着徐峰说道 徐峰 你修炼怎么样了 徐峰看向五星海 说道 我已经修炼的瓶颈了 接下来就该准备突破五毫镜的事宜了 五星海有些惊讶 说道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这一步了 你可有把握突破 徐峰摇了摇头 说道 没有 我还没修成神识 而且断体功法也没修炼过 大概率突破不了 五星海沉思了会 说道 神识和断体 确实是突破五毫镜的必要条件 像我之前 就是因为断体修为不足 而卡在五毫镜前 徐峰问道 神识修炼和断体功法你 可有推荐的 五星海说道 你之前有修炼过精神秘法吗 如果有地化 炼成神识 就会简单很多 徐峰点点头 说道 我修炼过九天坤蓬冥想法 如何转化为神识 转化神识 需要修炼炼神秘法 最好是与冥想法配套的炼神秘法 这样才能无损的精神力 转化为神识 若是不配套的炼神秘法 虽也能转化神识 但会损耗部分精神力 甚至损伤神识 不利于突破五毫 五星海回答道 你可知道 九天坤蓬冥想法 对应的炼神秘法 徐峰问道 五星海摇摇头 说道 这我倒不知道 不过 你可以去五堂藏金阁找找 我之前不是把功法名录借给你了吗 你可以在里面找找 说不定有 徐峰点点头 又问道 那断体功法呢 断体功法 我是修炼的家传的 不灭五体 至于你 可以去五堂藏金阁里 找找适合自己的断体法门 我听说过比较出名的有 炼心霸体 金刚不坏体 等等 这些功法需要的贡献值都不低啊 看来 我回去得疯狂做任务 攒贡献值才行了 徐峰笑着说道 收拾了一番 两人准备返回天水城 临走前 五星海用空间带 将圆池里的水收走了大半 笑着对徐峰说道 这圆力池水挺好用的 我带点回去 你需要用了 就来找我拿 徐峰羡慕地 看着五星海的空间带 真想要有一个大空间的空间带 看来 自己攒贡献值的洞里 又多了一个了 两人往岛外走去 坐上小船 往天水城急迟而去 到了天水城 两人将收集的玄玉龟的材料 出售给了红甲商行 由于玄玉龟的龟壳保存完好 红甲商行 给了200枚原石的收购价 五星海 因为拿了玄玉龟的心脏 因此 这笔原石 便全部给了徐峰 徐峰有了原石 就有了消费冲动 于是便向红甲商行掌柜问道 掌柜的 你们这可有更大空间的空间带卖 自然是有的 不知客观 想要多大空间的空间带 我们商行 目前最大的空间带 为300杖建方 如果客观想要更大的 我们也可以为客观定制 掌柜笑着说道 300杖建方的 要多少原石 徐峰问道 原价是要500原石的 当然 如果客观诚心想要的话 400原石便可拿走 掌柜一脸大气地说道 好 我现在原石还不够 等我下次再来 应该够了 先给我留着 徐峰一拍桌子说道 客观放心 我们商行空间带存量还有 不用担心买不到的掌柜说道 离开商行 两人回到武堂 五星海因为要突破五毫 便前往他的练功室闭关了 徐峰则前往任务处 领取猎妖的奖励 由于章鱼妖兽和剑鱼妖兽在 天地独尊掌之下 化为积粉 连一点血肉都没保留 因此 徐峰只能领取 击杀玄玉龟的贡献值 还好 由于玄玉龟 乃是五级低阶的资深妖兽 徐峰得了三万点贡献值 徐峰算了算 自己身上 现在也有八万多的贡献值了 却连一本五品功法都换不了 毕竟五品功法的兑换 动辄十万贡献值起步 徐峰回屋后 拿出之前向五星海借的功法名录 仔细翻阅了起来 功法名录上记载着 五堂藏金阁 一层到七层的所有功法的介绍 包括九品功法到四品功法 徐峰在其中细细查找 与九天昆鹏冥想法相关的炼神秘法 但却没有找到 突然 一个功法映入徐峰眼中 无量徐坤冥想法 徐峰看其介绍 乃是与昆鹏相关的冥想法 不知道与九天昆鹏冥想法 是否有关联 或许可以去藏金阁看看 无量徐坤冥想法 也是六品功法 在藏金阁第五层 进去一个时辰 只需一千六百点贡献值 这对徐峰来说 已经是洒洒水了 还需要一门炼体功法 徐峰主义 炼心霸体 毕竟这门功法 之前在安乐郡武堂 藏金阁看到过 但是上篇 便已是五品功法 如果是全篇 至少是四品功法 徐峰翻开功法名录中 介绍四品功法的位置 果然 在其中找到了 炼心霸体 而且是全篇 默默记下其在 藏金阁第七层的位置 合上功法名录 徐峰准备前往藏金阁 将这两门功法学到手 一倍五毫劲地突破 来到藏金阁 守门执事 还是那个惹人厌的执事 徐峰面无表情 将令牌递给他 扣出了上第七层 所需的贡献之后 便上楼了 来到七楼 徐峰快速走向 炼心霸体 御检所在位置 拿起御检感悟 一行字出现 星辰意境层次不足 无法参悟 需要星辰意境吗 看来得去误到楼看看 有没有星辰意境的意境时了 徐峰心想 无法参悟 炼心霸体 徐峰只能下到五楼 找到 无量虚昆冥想法 参悟了起来 有着 九天昆蓬 冥想法的经验 徐峰很快就参悟成功了 无量虚昆冥想法 成功将其刻印在了面板上 接下来就可以刷熟练度了 徐峰将星神沉入面板 却发现 面板上 九天昆蓬冥想法 和 无量虚昆冥想法 交融在一起 一道提示 出现在脑海中 九天昆蓬冥想法 与 无量虚昆冥想法 可融合 是否使用破线点进行融合 看到面板提示的内容 徐峰大喜 九天昆蓬冥想法 竟然可以与 无量虚昆冥想法 融合 不知道融合后 会变成什么功法 徐峰有些期待了 可惜 目前没有足够的破线点 用来融合 看来只能再等一些日子了 等破线点增加后 再进行融合 徐峰心想 还是先将心思 放在星辰意境上吧 当务之急 还是先前往悟道楼看看 能不能参悟星辰意境 若是能的话 先将星辰意境修炼上来 再来参悟 练星霸体 徐峰下楼 直接一个空间 瞬移来到悟道楼前 徐峰走上前去 对着悟道楼 指示问道 指示 请问一下 悟道楼里 可以修炼星辰意境吗 指示看着徐峰 一脸了然 说道 你是想修炼 练星霸体吧 武堂里很多弟子 也看中了这门功法 可惜 要有五成的星辰意境 才能参悟 而且 星辰意境的领悟极难 到现在为止 也没几个弟子 修炼成功的 我劝你 最好还是换一门功法 免得白白浪费时间 和贡献值 徐峰正色说道 多谢指示提醒 不过 我还是想试试 若是有星辰意境的房间的话 麻烦指示 给我安排一个星辰意境的修炼房间 徐峰感激不尽 指示叹了口气 说道 哎 你们这些弟子都眼高于顶 不撞南墙不回头 也罢 年轻总是有失错的机会 令牌拿来吧 徐峰将自己的令牌递给指示 指示接过令牌 将徐峰的贡献值 扣出一千点后 将令牌还给徐峰 说道 进去吧 七号房间 徐峰再次到了升泄后 便进入了误道楼 找到七号房间 推门进入 房间布局 和之前参悟峰之意境时一样 徐峰拿出盒子里的意境时 坐在蒲团上参悟起来 一片无影星空 出现在徐峰脑海 徐峰观看着其中星辰的运转 生灭 似有所悟 只见面板上的意境一栏 出现了星辰意境的字样 而且 其后的熟练度 还在一点一点不停增加 随着熟练度的不断增加 星辰意境达到了一成的层次 并且 熟练度还在不断增加 最终在徐峰结束参悟时 星辰意境层次达到了二成 意境 峰之意境 三成 六零三百 空间意境 一成 百分之一 星辰意境 二成 一二百 接下来的日子 徐峰每天都会来一次悟道楼 参悟星辰意境 其他时间便在修炼室里 修炼其他功法 第二天 星辰意境层次达到三成 第四天 星辰意境层次达到四成 在第六天的时候 徐峰的星辰意境层次达到了五成 拥有了五成的星辰意境 徐峰长舒一口气 终于可以参悟 练星霸体了 徐峰结束修炼 准备前往藏金阁 参悟 练星霸体 来到藏金阁 扣除贡献之后 徐峰直接上到七楼 拿起 练星霸体的预检 开始参悟 一道来自远古的意念 传入徐峰脑海 一幅画面 缓缓在徐峰脑海浮现出来 只见画面中 一个精壮的远古巨人 行走于无垠星空之中 不时地用双手 拿起周围的星辰 吞入口中炼化 巨人浑身绽放着各色光芒 所到之处 万物皆化为积粉 徐峰沉浸在这一幅画面中 两久才回过神来 画面结束 练星霸体的修炼口诀 映入徐峰十海中 星河无尽 我星独明 感应星辰 融入我身 星辰之力 练我血肉 星河凝聚 霸体乃成 徐峰不断没诵着修炼口诀 恍惚间星至神灵 徐峰知道自己将 炼星霸体 修炼成功了 看向面板 果然 炼星霸体这门功法 已经出现在了面板上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五灵十重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帝玄黄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3 驾轻就熟 一千斜杠八千 秘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二层 1800 5600 4品 炼星霸体 LV 一出窥门镜 1700 6品 五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4500 1000 6品 虚空横语经 LV 八圣镜 120000 6品 九天坤鹏冥想法 LV 五炉火纯青 一千斜杠四千 6品 无量虚昆冥想法 LV 一出窥门镜 1500 8品 风行术 LV 五炉火纯青 92400 易镜 风之易镜 三成60300 空间易镜 易镜 1% 星辰易镜 5成 1500 元力 玄黄之力 1000斜杠1000 破线点 零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炼星霸体的修炼 需要以星辰易镜接引星光 以自身肉体吸纳星光 并将其炼化 炼星霸体每一层次的突破 都会使修炼者的气力和体质大增 传闻将炼星霸体炼之大成 可拥有摘星之力 甚至可以进入域外星空 摘取星辰本体 进行炼化 炼星霸体的修炼 需要确定一种星辰之力 作为主修的星辰之力 不断吸取炼化该种星辰之力 突破后 可让自身拥有对应星辰的属性和能力 徐峰首选的便是太阳之力 毕竟 不论是在神话传说中 还是现实事件 太阳以其治刚治阳 始终是让人敬畏的 徐峰以星辰易镜 接引了一丝太阳之力 融入自身 准备以炼星霸体法门进行炼化 不曾想 这一丝太阳之力 腐移进入徐峰的身体 一股强大的烧灼感 便遍布徐峰全身 啊 徐峰痛苦的身影出生 差点连异景都维持不住 险些让这丝太阳之力 重新溢散出去 关键时刻 徐峰紧锁心神 以强大的毅力 不断收束着这丝太阳之力 徐峰咬牙默默催动 炼星霸体的修炼法门 开始炼化太阳之力 从徐峰炼化第一丝太阳之力 开始算起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周 这些日子里 徐峰一直在修炼室 和悟道楼两点一线 不是在修炼功法 就是在参悟异景 收获破峰 看向面板 破线点 又增加了一个了 可以试试吧 九天坤鹏冥想法 和无量虚坤冥想法 融合了 年龄 十五 武道境界 武灵实众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黄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武尊境 LV4 融会贯通 212000 秘法 不死天残宫 残 第二层 200200 四品 天地独尊长 LV 五炉火纯青 1800 5600 四品 炼心霸体 LV 五炉火纯青 4900 5600 六品 无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4500 1000 六品 虚空横语经 LV 八圣境 一 2000 六品 九天坤鹏冥想法 LV 五炉火纯青 1000斜杠4000 六品 无量虚坤冥想法 LV 四融会贯通 13000 八品 风行术 LV 五炉火纯青 92400 意境 峰之意境 三成 60300 空间意境 一成 1% 星辰意境 九成 201900 原力 玄黄之力 1000斜杠1000 破线点 一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炼心霸体 修炼到了第五层次 徐峰感受到 自身肉体的强悍 在遇上之前的五级妖兽 估计只需轻轻一拳 就可竞数杀之 徐峰将意念 集中在破线点上 心里默念给我融合吧 九天昆蓬 无量虚昆 只见面板上仅存的一点破线点 瞬间化作一道流光 穿过面板上 九天昆蓬冥想法 和 无量虚昆冥想法的字样 将两者串联起来 两门功法的字样 互相碰撞 并逐渐模糊 最终化作一道清光 在其中不断翻腾 清光在翻腾中 演化成五个字样 昆蓬化神诀 徐峰沉入心神 感受着昆蓬化神诀传来的信息 昆蓬化神诀 是通过冥想昆蓬增长精神力 并将精神力 转化为神识的功法 修炼而成的神识 既有蓬之素 又有昆之大 不可谓不强大 看着面板中显示的 三品 昆蓬化神诀 LV 一出窥门近一八百 徐峰兴奋不已 这可是自己的修炼神识的三品功法 神识与断体皆备 接下来 只要将这两门功法的 熟练度提升上去 自己突破五毫镜 也就水到渠成了 徐峰盘腿坐 运转起昆蓬化神诀 徐峰感到精神力 仿佛被收束一般 逐渐凝聚 慢慢的 凝聚成了一只昆蓬的模样 昆蓬在石海中遨游 一瞬间 徐峰的心神 被昆蓬吸纳进去 昆蓬的样子 变成了徐峰 徐峰往石海伤口冲去 冲破石海的禁锢 冲破肉体的禁锢 神识化形而出 感受着周遭的一切 徐峰练成了神识离体 感知范围估摸着 大概有十里范围 十里范围之内的一切 在徐峰的神识之下 先豪必先 徐峰试着控制神识 拿起一个杯子 竟然成功了 看来神识具备欲物之能 为了测出神识所能控制的物体范围 徐峰又做了多次实验 最终得出 目前的神识强度 大概具备十斤的力量 超过这个重量的物体 便举不动了 徐峰神识 重新没入肉体 接下来就试试突破五毫镜吧 徐峰试着以神识 控制着全身的玄黄之力聚合 企图将其凝聚成丹丸形状 但是随着玄黄之力的浓缩 爆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冲击力 直接将徐峰附着于 玄黄之力上的神识 冲突开来 这股冲击之力 扩散到徐峰的整个身体 即便是有着第五层次的恋心霸体 徐峰的身体上 也出现了道道血丝 缓缓睁开眼 徐峰长出一口气 看来 以自己目前的神识和肉体 还无法突破到五毫镜 看向面板 面板里多了一个神识栏目 其中只有昆鹏神识一项 而且 等级在第一层次 看来当务之急 还是要继续修炼神识与炼体功法 于是 徐峰继续着他的修炼生活 修炼室和悟道楼两点一线 徐峰打算将神识修为有所突破之后 再尝试突破五毫镜 四天后 徐峰的昆鹏化神诀 突破到了第二层次 相应的昆鹏神识 也提升到了第二层次 炼心霸体也突破到了登峰造极层次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五灵十重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黄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四 融会贯通 212000 秘法 不死天残宫 残 第二层 200200 三品 昆鹏化神诀 LV 二略有小成 21600 四品 天地独尊长 LV 五炉火纯青 1800 5600 四品 炼心霸体 LV 六登峰造极 207000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四五零零 一零零零零 六品 虚空横语精 LV 八圣镜 一 200000 八品 风行术 LV 五炉火纯青 92400 意境 风之意境 三成 60300 空间意境 一成 1% 星辰意境 十成 1000斜-1000 元力 玄黄之力 1000斜-1000 神识 昆鹏神识 LV 二 破现点 零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神识与霸体更进一步 徐峰开始第二次尝试突破五毫镜 突破之后的神识之力是原来的十倍左右 控制玄黄之力更加得心应手 徐峰控制着全身的玄黄之力凝聚成团 与上次一样 一股冲击力爆发而出 但徐峰凭借着第二层次的昆鹏神识 牢牢控制住了玄黄之力 此外 凭借着第六层次的恋心霸体 强大的身体素质 直接将这股冲击力抵消了 随着玄黄之力聚合程度的加深 逐渐液化 全身的玄黄之力一团圆利液 徐峰控制神识对圆利液进行压缩 压缩的一瞬间 徐峰发出一声闷哼 嘴角一雪 徐峰眉头紧皱 这股冲击力较之前强了十倍不止 部分内脏受了点小伤 徐峰凝神 到了突破五毫镜的关键时刻了 昆鹏神识的强大 在这时显现出来了 庞大的神识之力包裹着圆利液 控制着圆利液继续压缩 随着圆利液的压缩 一粒结晶出现在圆利液中心 并逐渐将其附近的圆利液进化 最终 全部圆利液转化为结晶 一个圆丹出现在了徐峰的丹田之中 从这一刻起 徐峰正式成为五毫镜武者 面板也发生了变化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五毫一重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黄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4 荣惠贯通 212000 秘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二层 200200 三品 昆蓬化神诀 LV 二略有小成 21600 四品 天地独尊掌 LV 五炉火纯青 1800 5600 四品 炼心霸体 LV 六登峰造极 43007000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4500 1000 六品 虚空横语经 LV 八圣境 一 2000 八品 风行术 LV 五炉火纯青 92400 异境 峰之异境 三成 60300 空间异境 一成 百分之一 星辰异境 十成 1000斜杠1000 元丹 一分 千分之一 神识 昆蓬神识 LV 二 破线点 零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面板上出现了元丹 后面显示的一分 不太清楚 是什么意思 突破了五毫 徐峰准备出去走走 先去看看 五星海突破成功没有 再有 就是问问五毫镜的修炼要点 由于突破五毫镜的元丹 是由神识与元丽凝聚 因此 五毫镜的舞者施展元丽 只需星神移动 神识便会催动元丹之力 喷勃出大量元丽 攻其使用 这也是五毫镜舞者 强于五灵镜舞者的原因 5G释放速度和元丽质量 都不在一个层面 徐峰星神移动 空间瞬移 便将他带到了五星海的修炼室中 徐峰的凭空出现 将五星海吓了一跳 徐峰 你怎么进来的 我记得我没开门啊 五星海压抑说道 徐峰笑着说道 我已经突破五毫了 神识范围之内 我的空间瞬移一念可达 不再像之前那样目之所及才可达 五星海震惊了 瞳孔放大 直勾勾盯着徐峰 说道 你突破五毫了 这才几天啊 你就突破了 看到徐峰点头 五星海愣住了 好一会才说道 虽然我也突破五毫进了 但我为了突破五毫 可是整整准备了两年啊 徐峰听到五星海 也突破五毫了 向其道的声恭喜 恭喜你 得偿所愿 徐峰说道 本来我突破是很高兴的 但一跟你比 我又高兴不起来了 五星海叹了口气 说道 徐峰默默笑着 没有出声 毕竟自己拥有着面板 其他人想跟上自己的脚步 太难了 对了 你这次过来找我干啥 难不成是单纯来向我炫耀的 五星海狐疑地看着徐峰 说道 徐峰美好气地说道 我才没那么恶趣味呢 我是来看看 你突破没有 顺便问问你 关于五毫镜修炼的一些事情 五星海恍然大悟 说道 说来 虽然你修炼速度很快 但你在修炼意图上的了解 确实没我多 也就这样我才能相信你是 从小山村出来的小子 不然我都要以为你是什么影视大族的子弟呢 别说笑了 赶紧跟我说说 徐峰拍了拍五星海 说道 五星海沉思了一会 说道 五毫镜的修炼 还是以断体和圆丹为主 整个五毫镜的修炼 都是在为突破五宗镜做准备 你应该知道突破五宗镜 可以增售两百载吧 可以说 五宗镜是五道长生的第一镜 在此之前的境界 都是为突破五宗镜服务的 因此 哪怕是五毫镜 也只是五道的初学者 五宗镜之前的修炼 可以概括为 断体 炼神 名单 一些大家族 大宗门的弟子 在修炼之初 便会针对性地去学习这些相关的功法 不会把精力浪费在其他功法上面 像我便是从小修炼神石功法 十二岁身体长成之后 便开始修炼断体功法 与原力修炼法门 到今天才堪堪突破五毫镜 整整五年的时间 到了五毫镜 便是不断地强化肉体 神石 圆丹 最终神石入丹 荣丹入体 达到可断之重生的五宗镜 增瘦二百 徐丰听着五宗镜的话 露出了一丝向往的神情 寿命的增加 对人具有无穷的诱惑力 沉默了一会 徐丰看向五星海 问道 五毫镜的修炼这么简单吗 只要按部就班的修炼 就能突破五宗镜 五星海听了徐丰问的话 不由失效 说道 怎么可能 五宗镜的门槛 不知道卡了多少舞者 想要做到神石入丹 不仅需要将神石修炼到万金之力 圆丹也要达到九寸之大 这还不止 还需要有圆满的意境辅助 才能保证神石融入圆丹 九寸圆丹 看来面板里圆丹后面的一分 指的是圆丹大小了 自己的圆丹 目前只有一分之大 需要将圆丹粉碎 这意味着神石也会粉碎 常人根本无法承受 粉碎之后 每一丝神石携带着圆丹粉末 融入身躯 圆丹之力何其强大 肉体缠弱者 直接被圆丹粉末化为积粉 扛过了这一步 神石 圆丹 肉体三者合一 视为五宗 五星海说着说着 突然有些失落 叹息道 哎 太难了 突破五宗太难了 也不知我有生之年 能否突破五宗 徐丰道没什么感觉 无非就是甘熟练度罢了 不过 看五星海失落的样子 徐丰也出声安慰道 放心吧 我们都还年轻 一定有机会突破五宗的 但愿吧 五星海呢难道 知晓了五毫境的修炼要点 徐丰告别五星海 准备回去继续修炼了 自己面板上的功法 都还没修炼到极限 是时候闭关一波了 徐丰心想 回到屋中 徐丰正准备修炼 却听到屋外有人在喊他 徐丰 你在吗 有故人来访 是管理弟子宿舍的 执事声音 徐丰开门 却见执事在门口等着他 执事 不知是谁要找我 徐丰问道 执事回到 有一个叫周正明的猎妖位 和两个安乐郡的武堂弟子 过来找你 他们就在楼下 你下去见见他们吧 说完 执事便自顾自走了 徐丰来到楼下 只见周正明与王熙照 郑燕然三人 正在大门处交谈着 看见故人自然是欣喜的 徐丰快步走上前去 周大人 老王 燕然 你们怎么来了 好久不见了 徐丰开口问道 周正明三人见到徐丰 也露出了一丝喜悦之情 王熙照抢先出声说道 徐丰 好久不见了 你当时怎么一声不吭就跑了 周正明把王熙照往后推了推 说道 好了 徐丰 别听他瞎说 当时那个情况 我们都清楚 你只能离开安乐郡了 我这次过来 其实是把王熙照和郑燕然 送来武堂的 只是听门房大爷说 前段时间 也有个安乐郡的武堂弟子过来 又问了名字 和你一样 才想着过来见见你 你也别叫我周大人了 我毕竟吃掌你几岁 看得起的话 就喊我一声 郑明兄便是了 徐丰摆摆手 说道 没事的 郑明兄 话说安乐郡现在怎么样了 三位长老没事吧 这件事 我也是后来才听说的 当时三位长老与单元郑大战了一场 凭借着一门合机密法 三位长老 勉强挡住了单元郑 单元郑退去后 听说了唐临风被杀的消息 便不断针对猎妖丝中的武堂弟子 导致很多武堂弟子都退出猎妖丝了 安乐郡的妖患也变得比以前更严重了 周正明回答道 王熙赵也趁机插嘴道 不错 那唐家借着善缘政的事 还不断压迫排挤我们郑王两家 再加上妖患增加 不少商路都被妖兽霸占了 我家老头子便打算举家迁来天水城 不过这毕竟是大事 便让我和燕燃先来打探打探 那丹元政做事妖患增加 朝廷就不管吗 徐丰语气中带着一丝怒气 问道 周正明摇了摇头 说道 那善缘政只要护住安乐郡一城 不被妖兽攻破 朝廷便不会怪罪于他 这笔账迟早要跟丹元政算 徐丰握紧了拳头 说道 先不说这些了 你在这边过得怎么样 修炼顺利吗 周正明拍了拍徐丰肩膀 说道 我在这过得挺好的 我已经突破五毫禁了 徐丰回道 紧接着又对周正明打句道 怎么样 你突破了没有 周正明三人都被震惊了 王熙照更是失声叫道 什么 你突破五毫禁了 你之前不是才刚突破五毫吗 怎么这么快 徐丰露出一丝微笑 说道 你知道的 我资质很好的 没想到啊没想到 你竟然已经是五毫禁了 有件事 本来我还挺发愁的 刚好你突破五毫了 或许你可以帮帮帮忙 周正明震惊过后 感慨说道 徐丰听到需要帮忙 于是开口问道 什么是需要我帮忙 不只是郑王两家 打算迁来天水城 我们周家也有这个打算 但是三个家族那么多人 来到天水城如何立足 这是个问题 我去府城衙门问过了 我们这种举足搬迁的 可以在城郊租一块空地 用来安置族人 不过 需要有五毫禁修为才能租 周正明说道 顿了顿 周正明借着说道 虽说三家也有五毫禁武者 不过轻易不好脱身 而且一来一回也很花时间 不若你帮忙租一下 租金我们来给 我们把地拿了 先做一些安置的准备 到时候牵过来了 也不会那么仓促 徐峰文言点点头 说道 这都是小事 我现在便和你们 一起去把地租了 几人一起来到府城衙门 徐峰展示了一下五毫禁的修为 便轻易地租到地了 租金是一亩地 一年一颗夏品原石 周正明掏出了十颗夏品原石 租了十亩地 期限一年 租的地位于天水城南城郊 是一大片荒地 临近泽江密林 偶有妖兽清洗 不过大部分都是四级以下妖兽 问题不大 租完地之后 周正明三人 要去雇人 来此新建一些房屋 因此便准备和徐峰告别了 徐峰 这次多谢了 但我们将这些事处理好了 到时请你喝酒 周正明笑着说道 徐峰摆摆手 说道 不必客套 我后面一段时间 都会在武堂修炼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随时来找我 分别之后 徐峰回到武堂继续修炼 徐峰运转起天地玄皇诀 开始吸纳原力 圆丹 一分 二一千 圆丹的熟练度涨了一点 看来想要将圆丹 修炼二分的大小 需要投入一千丝玄皇之力 一天大概能提炼二百丝玄皇之力 也就是说 五天能突破到二分 不知道之后 所需的熟练度会不会增加 徐峰开始闭关 五天后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五毫一重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皇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4 融会贯通 四千一二零零零 秘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二层 二零零二零零 三品 昆蓬化神诀 LV 一月有小成 二百一六零零 四品 天地独尊长 LV 五炉火纯青 一八零零 五六零零 四品 炼心霸体 LV 六登峰造极 四三零零七千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四五零零 一零零零零 六品 虚空横语精 LV 八圣镜 一二零零零零 八品 风行术 LV 五炉火纯青 九百二四零零 易镜 风之易镜 三乘 六零三百 空间易镜 一乘 百分之一 星辰易镜 十乘 一千斜杠一千 元丹 二分 一两千 神识 昆蓬神识 LV 二 破线点 零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元丹涨到了二分 不过所需的熟练度变成了两千 这样看来 要将元丹修炼到九寸耗石颇长了 不知道有没有快速增大元丹的法门 或许可以去问问五星海 徐凤一个空间 顺移出现在五星海身边 五星海被突然出现的徐凤吓了一跳 抱怨道 徐凤 你这神出鬼没的 也太吓人了 下次不要这样突然出现了 我会被你吓死 徐凤笑着说道 抱歉 抱歉 我下次注意点 五星海目光中带着一丝羡慕 对着徐凤说道 真羡慕你能领悟空间意境 有了空间顺移 这家伙无事不登三宝殿 来找他 肯定是要问他事情 徐凤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 微笑着说道 我确实有事情要问你 元丹修炼增长得很慢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法则 能够加快元丹的增长 五星海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 说道 感情你把我当成你的工具人了呀 一有问题就来问我 徐凤拍了拍五星海肩膀 说道 快别这么说 你是我的工具人 我也是你的工具人 你有需要猎妖 随时喊我 快跟我说说 有没有快速增长元丹的法门 五星海一拍额头 长出一口气 说道 真是败给你了 行了 行了 我便和你说说吧 元丹 顾名思义便是元丽之丹 因此 能够增长元丽之物 都能增长元丹 有很多灵物 都有这个功效 当然 最便捷的 就是元丽了 根据你修炼的功法属性 吸收对应元丽属性的元丽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但是 只有极品元丽 才蕴含单一元丽属性 下品元丽 中品元丽 乃至上品元丽 其中的元丽 都是庞杂不一 要从中吸收到 自己属性的元丽 困难无比 而极品元丽 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根本是奢求之物 想都不要想了 你还是老老实实地修炼吧 五星海对着徐峰劝道 徐峰听完 心想 自己修炼的玄黄之力 需要吸收各种属性的元丽 那上品以下的元丽 不是正合用吗 等会回去试试 徐峰虽然心中有想法 不过表面不露声色 接着问道 那除了元丽 还有什么我们能用的灵物 还有我们之前 击杀玄玉龟收取的元丽池水 元丽浓度 虽然不如原石 但也比直接从虚空中吸取快得多了 你要的话 等会带点元丽池水回去 五星海回答道 徐峰摆摆手 说道 先不着急 你接着说 五星海看徐峰 没有要元丽池水的意思 接着说道 除了这之外 想先居楼的灵扇 也有这个功效 不过那个耗费颇多 一般人吃不起 其他便是一些天才地宝了 一般都在天地秘境之中 或者深山老林妖兽遍布之地 再一次听到天地秘境 徐峰心中一动 问道 你有经过天地秘境吗 天水城附近 可有天地秘境 五星海回答道 天水城是有一个天地秘境 由三思四宗五家共同掌控 每三年开放一次 每次可进入五十个人 要求年龄在二十岁以下 修为在五宗境以下 三年前那一次 我没夺得资格 今年我突破五毫了 一定要摘下一个名额 徐峰急忙问道 这进入秘境的资格 怎么获得 这资格 只有三思四宗五家的弟子 才有机会获得 你是五堂弟子 也符合这个要求 在秘境开启前一个月 三思四宗五家会 组织一次弟子比武 取前五十名进入秘境 五星海解释道 照往常秘境开启时的 比武情况来看 前五十名 最少也要五毫进才行 现在距离秘境开启 还有三个月时间 也就是 离比武还有两个月时间 好好准备一下 取得一个秘境资格 应该不难 五星海补充道 知道了天地秘境的事情后 徐峰被修炼 有了更深的紧迫感 告别五星海 徐峰回到屋中 拿出之前售卖玄玉龟 获得的原石 徐峰盘腿坐 两手分别握着一颗原石 运转天地玄黄诀 吸纳原石中的原力 在天地玄黄诀的吸收下 两颗原石化为积粉 两股庞杂的原力 冲入徐峰丹田之中 徐峰控制着原丹 镇压住这两股原力 以天地玄黄诀 不断将这两股原力 转化为玄黄之力 并投入到原丹之中 徐峰看向面板 原丹的熟练度 长了二十 看来一颗夏品原石 可以增长原丹十点熟练度 那两百颗夏品原石 便能将原丹突破到三分之大了 徐峰之前售卖锁的原石 共有两百颗 刚好足够突破 徐峰不断地吸收着原力 很快 二百颗原石便被吸收一空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五豪一重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黄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敬 LV4 融会贯通 四千一二零零零 秘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二层 二零零 二零零 三品 昆蓬化神诀 LV 二略有小成 二百一六零零 四品 天地独尊长 LV 五炉火纯青 一八零零 五六零零 四品 炼心霸体 LV 六登峰造极 四三零零七千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四五零零 一零零零零 六品 虚空横雨晶 LV 八圣镜 一二零零零零 八品 风行术 LV 五炉火纯青 九百二四零零 意境 风之意境 三乘 六零三百 空间意境 一乘 百分之一 星辰意境 十乘 一千斜杠一千 元丹 三分 一三千 神识 昆蓬神识 LV 二破限点 零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短短不到半天 徐峰依靠着元石 便将元丹突破到三分 徐峰不由地感叹 超能力真是强大 想到自己身上 还有五万多点的贡献值 可以兑换五十多颗元石 徐峰便起身前往兑换处 来到兑换处 徐峰查了一下自己的贡献值 还剩五万八千八百点 可以兑换五十八颗下品元石 徐峰将其全部兑换 不过五十八颗 并不够自己再突破一次元丹 因此 徐峰准备前往任务处 再接几个猎妖任务 除了赚贡献值外 还能卖材料赚元石 来到任务处 徐峰对着直视说道 直视 我要接猎妖任务 可有适合我的 直视感受着徐峰的气息 脸色一变 问道 你突破五毫镜了 徐峰点点头 说道 不错 给我五毫镜的猎妖任务吧 直视有些震惊 眼光中带着一丝羡慕 赞叹道 没想到啊 你这么快就突破五毫了 看来你还是个修炼天才啊 徐峰笑了笑 说道 不敢当 运气比较好罢了 不过 你刚突破五毫 就要接猎妖任务吗 要知道 你现在 只能接五毫镜的猎妖任务 面对的妖兽 可都不弱于五毫三重的五级妖兽 你要不先巩固一下修为 再来接血 直视建议道 放心吧 直视 我已经猎杀过不止一只的五级妖兽了 你只管将任务给我就行 徐峰充满自信说道 毕竟他还有一次 不死天藏宫的复活机会 没什么害怕的 行吧 那你最好几个同伴一起做任务 有帮手的话 危险性没那么高 直视无奈说道 徐峰点点头 说道 有的 我有一个五毫镜的同伴 听到徐峰这么说 直视便将一个猎妖任务分配给了徐峰 徐峰接过任务册子一看 是要猎杀一只五级低阶的妖兽 五毫镜猎妖任务 猎杀五级低阶妖兽碧林海蛇 近日 一只碧林海蛇 盘踞于天水城与黄金岛之间的商路上 伺机袭击商队 掠夺资源 吞食人肉 为凭妖惑 特班此任务 成功猎杀者 可得贡献之五万 黄金岛无向海近海 乃是黄金的重大产地 其上生存着众多低阶舞者 以淘金挖矿为业 因此 每隔一段时间 便有商队从天水城出发 前往黄金岛收购黄金 并售卖一些修炼资源与日常用品 天水城与黄金岛商路 背断 不仅影响着各商行的生意 也会导致黄金岛物资缺乏 影响名声 徐丰看了眼碧灵海蛇的资料 心里也有了一些把握 碧灵海蛇在吴湘海上 有着不小的名头 掌握有妖术碧灵妖火 和妖术灵光万道 碧灵妖火 乃是碧灵海蛇的本命妖术 威力其强 焚山主海不在话下 碧灵海蛇将全身鳞片进行淬炼 生成妖术灵光万道 将全身鳞片击射而出 宛若天女散花 对范围内的敌人 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徐丰目前已经将炼星霸体 修炼到了第六层次 想来抵挡灵光万道 不在话下 而碧灵妖火 徐丰有着空间瞬移 不用怕沾上 感觉自己一个人就能够应付了 徐丰也没去叫五星海 想着自己凭借着空间瞬移过去 把碧灵海蛇杀了再回来 不用再坐五星海的船 徐丰将神石溢散出体外 第二次的坤鹏神石感知范围 足有一百里的范围 碧灵海蛇所在地 也不过数千里远 无非就是多来几次空间瞬移 在连续的空间瞬移之下 徐丰来到了碧灵海蛇所在海域上空 由于施展了多次的空间瞬移 徐丰原力有些许损耗 因此 他直接运转起天地玄黄绝 吸收着周遭的原力 瞬间一个笼罩数十里范围的原力漩涡 便在徐丰头顶形成 庞大的原力流从徐丰头顶灌入 徐丰将这些原力转化为玄黄之力 补充着刚才消耗掉的圆丹之力 吸收完毕 状态恢复得差不多了 徐丰直接下落潜入海中 以神石感知着碧灵海蛇的位置 徐丰向着感知的位置游去 没多久 徐丰便远远地看到了一只巨大的碧色海蛇盘 在海底 看其样子 应该是在睡觉 徐丰加快速度 想趁着碧灵海蛇不备之际将其斩杀 似乎感觉到了徐丰的杀意 碧灵海蛇突然睁开双眼 一双三角眼紧紧盯着徐丰的位置 徐丰健壮速度不减 同时运转起恋星霸体 全身泛起赤红 宛如一颗小太阳 直直地冲向碧灵海蛇 碧灵海蛇张开争鸣大嘴 一道碧绿色的火焰出现在七口中 那是碧灵妖火 碧灵海蛇大口一吐 口中的火焰向外喷出 由小便大 形成燎原之火 将整片海域覆盖 海水沸腾 无数蒸汽生腾 无数高温蒸汽 夹杂着丝丝腰火 向着徐丰缠绕而来 徐丰连忙运起原力 护住头发和已无一物 腰火烧着着徐丰身上的原力 发出烧出滋滋作响的声音 徐丰周遭海水一空 见状 徐丰直接一个空间 瞬移来到碧灵海蛇上方 以炼星霸体之力 催动天地独尊掌 一掌打在碧灵海蛇身上 借着周身碧灵的保护 碧灵海蛇 受此一掌口一鲜血 掉落一堆鳞片 肆无大碍 不等徐丰动作 碧灵海蛇浑身旋转起来 无数鳞片脱落 朝着徐丰击视而出 徐丰以双臂护住眼睛 鳞片打在身上 发出坑坑腔腔的声音 在徐丰身上 留下一道道白痕 见碧灵海蛇的鳞片 无法对自己造成威胁 徐丰直接逼近碧灵海蛇 一掌接一掌 打向碧灵海蛇 碧灵海蛇浑身乱颤 鲜血四溢 不一会儿就出气多 进气少了 徐丰见状 直接瞬移到碧灵海蛇头颅旁边 一掌朝着头颅拍去 碧 碧灵海蛇的头颅爆炸开来 肉块四溅 一个散发着绿色光芒的肉块 吸引了徐丰的注意 徐丰将这块散发着绿色光芒的肉块 拿在手中 略意查探 果然 里面是碧灵妖火的妖术种子 徐丰将其收入空间带 将碧灵海蛇的尸体 收入空间带后 徐丰直接施展瞬移神通 返回天水城 从徐丰出发 猎妖到徐丰斩杀碧灵海蛇 再到徐丰返回天水城 竟才用去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 徐丰不由地感叹 空间瞬移 真是个神迹 如果能进入天地秘境 一定要找找 有没有空间意境时 来到港口 徐丰前往红甲商行 准备出售碧灵海蛇的材料 红甲商行的小二 已经眼熟徐丰了 见到徐丰来了 立马笑着上前说道 客官 您又来了 这次打算卖什么妖术的材料 徐丰对着小二点点头 说道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吧 碧灵海蛇 妖术种子 应该价值不菲 小二的笑容更胜了 说道 好嘞 客官跟我来 除了碧灵妖火妖术种子 徐丰在碧灵海蛇身上 又找到了灵光万道的妖术种子 连着碧灵海蛇全身的材料 总共卖了三百颗夏品原石 足够徐丰将圆丹修炼到三分大了 有了原石之后 徐丰返回武堂便开始了修炼 徐丰运转天地玄黄诀 不断吸收着原石 不多久 刚五热没多久的三百颗夏品原石 便又消耗一空 看向面板 徐丰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五毫一重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黄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4 荣慧贯通 4150 12000 秘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二层 200200 三品 昆蓬化神诀 LV 二略有小成 21600 四品 天地独尊掌 LV 五炉火纯青 1800 5600 四品 炼心霸体 LV 六灯风造极 43007000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4500 1000 六品 虚空横语经 LV 八圣境 一 2000 八品 风行术 LV 五炉火纯青 92400 意境 风之意境 三成 60300 空间意境 一成 1% 星辰意境 十成 1000斜-1000 圆丹 四分 五八一四千 神识 昆蓬神识 LV 二 破线点 零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圆丹已达三分 接下来就是不断猎腰赚取圆石 利用圆石壮大圆丹 只要赚取圆石的速度够快 说不定能在密境资格赛前突破到五毫九重 徐丰正沉浸在美好愿景之中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想象 以神识感知 来人是周正明 脸上挂着浓浓的忧愁之意 看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徐丰起身开门 对着周正明问道 正明兄 可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我看你愁眉不展的 周正明叹了口气 开口道 徐丰 前几天 你不是和我们一起去租了快递吗 这几天 我们找了些工匠 准备起些房子 刚开工没两天 就有一伙自称是沧海教的教众 过来说要收保护费 本来如果是比小钱 给了也就算了 没想到那几人看我们 租了那么大一块地 便狮子大开口 要摆梅下品原石 我们三人全身上下 也没那么多 西兆一时气不过顶了几句 便被他们打成重伤 还撂下狠话 三天不交 不仅要废了我 还要把燕燃卖去抵债 我去衙门寻求帮助 可衙门说 成交之地的安危 由个人自负 这是租地的时候便说明了 因此才要求五毫进修为 而且没抓现行 他们也不能对沧海教教众 做出什么处罚 毕竟沧海教势力不小 我也是没辙了 才来找你 徐峰听完 心中充满愤怒 问道老王没事吧 那三个人是什么修为 离三天的期限 还有多久 周正明回答道 西兆全身骨头 被打断多处 估计要休养挺长一段时间了 那三人修为都比我高 至少也是五零七重以上 明天便是最后期限了 等会我和你一起回去 待到明天 他们赶来的话 我倒看看他们的骨头有多硬 徐峰愤怒地说道 徐峰跟着周正明 来到之前租的地方 这里已经起了几栋屋子了 周正明带着徐峰 走进其中一栋屋子 只见王希照 全身包着白色绷带 躺在床上 床边郑燕然 大滴大滴的眼珠子往下掉 牙齿咬着嘴唇 生怕自己哭出声来 徐峰走上前去 拍了拍郑燕然 说道 放心吧 燕然 后面就交给我了 郑燕然听到徐峰的话 猛地一声哭了出来 床上的王希照 听到哭声 睁开双眼 看到徐峰 声音微弱 说道 徐峰 你来了 徐峰点点头 说道 放心吧 老王 我跟你保证 他们三个只要赶来 我就不会让他们走着出去 徐峰找了个屋子 修炼了一夜 第二天 天边才献出雨堵白 一阵嘈杂的声音 便传入徐峰耳朵 赶紧给钱了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 给不了钱 这小娘们就归我了 嘿嘿 徐峰听到这些话语 便知道 沧海叫那三个叫众过来了 神识一扫 果然 三个身穿灰色衣服的中年男子 正堵着周正明和郑燕然 徐峰一个空间 瞬移出现在周正明身旁 问道 就是他们三个吗 周正明点点头 三个叫众见徐峰突然出现 吓了一跳 其中一个叫众指着徐峰威胁道 你是什么人 敢管我们沧海叫的事 想找死吗 徐峰懒得跟他们废话 直接依靠着恋心霸体 带来的强悍力量 用拳头对着三人不断打出 三人不过是武灵镜修为 根本抵挡不了徐峰的拳头 噼里啪啦 三人全身骨头 被徐峰一一打碎 宛如肉泥瘫在地上 徐峰甩了甩手 说道 不过是小小的武灵镜 赶到五豪所租的地方 要保护费 真是找死 这次留你们一条命 再有下次 便送你们归西 三人痛苦地在地上呻吟 一脸惊恐地看着徐峰 徐峰对周正明说道 正明兄 找几个人 把他们扔到城门口 周正明眉头不斩 担忧地说道 徐峰 这样做 会不会得罪沧海教 沧海教 可是武宗及势力 徐峰安慰周正明道 放心吧 武堂也是武宗及势力 我是武堂弟子 沧海教的武宗 不会冒大不韦对我出手 至于武宗静以下的 哪怕是武豪静十重 我也有信心斡旋一二 听到徐峰这么说 周正明也很下心来 叫来几个人 让他们帮三个沧海教教重 搬去城门口 这几天 我便在这里修炼吧 你让工匠继续起房子 徐峰说道 谢谢你 徐峰 我已经脱商行的人 送信回去给安乐郡的族人了 相信他们很快就来了 到时 凭借着三家之力 也能有一定的自保之力 周正明说道 处理完三个沧海教教重后 徐峰回到周正明 给他安排的小屋里 继续修炼 午后屋外 工匠们正如火如荼的工作着 一群不速之客 打断了工匠们的工作 一个浑厚的男生传来 是谁 将他们三个人 打成这副鬼模样的 徐峰走出屋门 看到一个精壮大汉 指着之前 被他打断骨头的 三个沧海教教重 高声问道 徐峰直接走上前去 说道 是我 精壮大汉 脸色愤怒 死死盯着徐峰 问道 阁下是何人 不知我这三位属下 如何得罪你了 静下此狠手 徐峰神色不变 说道 你的三个下属 将我的兄弟打成重伤 我不过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吧 至于我 我是武唐弟子 你又是何人 精壮大汉 听到徐峰是武唐弟子 神色微变 拱手道 原来是武唐高足 我乃是沧海教水鸟 堂堂主同父 我们沧海教 一直致力于 维护天水城的治安 估计是你的兄弟 有什么不当的行为 我的三个下属才会出手 而你未报私仇 打伤我的属下 哪怕你是武唐弟子 也得给我个交代 徐峰听到同父的话 怒急而笑 说道 嘿 真是够不要脸的 你们干着什么够当 自己不清楚吗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不仅抢收保护费 还要抢抢民女 谁给你的胆子 同父摇了摇头 说道 世人只知其一 却看不到 我们为维护治安所做的努力 也罢 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 领教一下武唐高足的手段 徐峰痴笑一声 说道 是 不用假惺惺了 想出手就来吧 同父让周围的人退到一旁 对着徐峰拱了拱手 说道 请指教 说完一个剑步冲向徐峰 手持鹤行 对着徐峰一手啄去 凌鹤真心拳 徐峰推动恋心霸体 一拳打出 抵住了同父的拳头 双拳碰撞 爆发出一阵巨响 声浪翻滚 同父借着徐峰拳头的力 倒飞而出 稳稳地落在地上 开口说道 不愧是武唐高足 小小年纪竟已达到了五毫境 可惜你太年轻了 不过是刚入五毫 而我已在五毫四重竞赢多年 估计你不是我的对手 徐峰甩了甩手臂 手上传来的酸麻赶弱了些 说道 不打打看 怎么知道呢 徐峰说完 空间顺移到同父背后 一掌拍出 天地独尊掌 朝着同父后背打去 同父似有防备 如白鹤展翅一般 跃到空中 鹤流行 只见同父的身躯 如白鹤一般在空中四处飞舞 徐峰一击不中 便想要往后退去 同父瞅准机会 飞到徐峰身前 鹤行拳不断打出 叮叮当当 鹤行拳在徐峰身上 打出了叮叮当当的声音 好在徐峰练兴霸体足够强大 鹤行拳在其身上 不过留下了小小的白点 过不了多久就消失了 面对五豪四重的对手 徐峰不得不小心应对 好在自己的练兴霸体足够强大 同父根本破不了防 先天立于不败之地 徐峰施展空间 瞬移来到同父身旁 再次一掌打向同父 同父的鹤六行身份 仿佛有未卜先知之能 每次都能巧妙地 躲过徐峰的攻击 再次躲过徐峰的攻击 同父咧着大嘴笑道 嘿嘿 别做无谓的尝试了 你打不中我的 说完 同父身影一闪 顿时在徐峰面前 出现了五个同父的身影 五个身影 同时对着徐峰攻击而来 鹤影分身 五个同父的身影 不断变换位置 一时之间 竟让徐峰有些眼花缭乱 在攻击临身之前 徐峰直接瞬移到空中 居高临下地看着同父 通过刚才与同父的交手 徐峰已经摸清了 同父身法的秘密 鹤流行身法 是通过感知周身风的流动 来判断攻击来源的 因此 只要出手时 不会引起气流变化 那鹤流行便感知不到 对付这种身法最好的攻击 便是无声无息的空间攻击 徐峰刚想拿出赤血刀 施展无影碎空刀 猛然想起 赤血刀已断 无奈之下 徐峰以手做刀 施展出无影碎空刀 手刀不断挥出 瞬间无数刀器出现在四周 朝着同父急斩而去 同父见此情景 脸上现出一丝凝重之色 无影归一 同父大喝一声 风之异境 给我破 同父的手不断挥拳 仿若无影手 拳风化为锋刃 将袭来的刀器一一击碎 没想到 同父竟也领悟了风之异境 徐峰见状 直接施展出星辰异境 加持己身的恋心霸体 瞬间徐峰的身躯 散发着一层淡淡的白光 这层白光是星辰之力外显 镇压住了徐峰周围的空间 同父发出的锋刃来到徐峰周围 便被这层白光湮灭 徐峰快速冲向同父 双掌不断打出 在白光的覆盖下 徐峰的攻击巧弱无声 连同父的鹤流行都无法感知 等同父发觉 徐峰的手掌已经击中了他的身躯 蹦蹦 徐峰的手掌击打在同父身上 发出崩崩的声音 同父在徐峰的攻击之下 瘫倒在地 一大口鲜血喷尸而出 徐峰健壮 停下了攻击 收起星辰之力 看向同父 说道 如何 你可认输 毕竟对方是沧海叫的人 徐峰也不好下杀手 同父咳了口血 说道 阁下武艺精湛 我自愧不如 徐峰说道 这次就这样接过了 我不希望 下次再有人来这里收保护费 如果再有下次 哪怕你是沧海叫的人 我也照杀不握 看着躺在地上面无血色的同父 徐峰对着沧海叫其余众人说道 你们把他抬回去吧 众人如蒙大赦 忙不迭地把同父扶起 迅速离开了 待沧海叫众人走后 徐峰看向周正明说道 正明兄 我这次给了他们一个教训 拉同父受伤颇重 短时间应该不会再来了 这段时间 你们可以这里修缮一下 把安乐郡的族人都接过来 顿了顿 徐峰又说道 接下来的时间 我应该会在武堂修炼 偶尔会出海做一些猎妖任务 如果还有人敢来闹事 你可以来武堂找我 若我不在 可以给我留言 周正明感激地看着徐峰 说道 太感谢你了 徐峰 我们三家的族人 估计到月底就能到来了 等人都到齐了 到时你过来 请你吃酒 徐峰笑着点点头 告别周正明 便回武堂了 徐峰回到武堂后 便开始了修炼 偶尔出海烈烈腰转点贡献值 期间 周 云 正三家族人到来后 徐峰也去和他们见了一面 吃了顿酒 周 云 正三家 有多个五毫敬舞者 在城郊一带 也无人敢去招惹 沧海啸的同父 自那之后 也销声匿迹了 徐峰估计他 也在备战秘境资格赛 无暇他顾了 时间在徐峰的修炼中 悄然流逝 转眼便已是两个月后 这段时间里 徐峰在猎妖与修炼中度过 面板也变了个样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五毫四重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黄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6 登峰造极 6150-2000 秘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二层 200-200 三品 昆蓬化神诀 LV 五炉火纯青 26400 四品 天地独尊长 LV 五炉火纯青 1800-5600 四品 炼心霸体 LV 八圣镜 28000-28000 极限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4500-1000 六品 虚空横语经 LV 八圣镜 一二零零零零 八品 风行术 LV 五炉火纯青 92400 意境 峰之意境 石成 1000-1000 空间意境 意境 意乘 百分之一 星辰意境 石成 1000-1000 圆丹 三寸七分 五八一七千 神识 昆蓬神识 LV 五 破线点 二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徐峰不仅突破了五毫四重 圆丹达到了三寸七分的大小 峰之意境 也在悟道楼中 领悟到了石成圆满层次 而且将恋星霸体 修炼到了圣境极限层次 浑身气血如海 宛如人形凶兽 昆蓬化神诀 突破到第五层次 昆蓬神识 也跟着晋级 以徐峰现在的神识强度 足足可以感知 近二百里范围内的一切 几天前徐峰面板里 便积累了两点破线点 那时徐峰的恋星霸体 也已达到圣境极限 徐峰试着用破线点破线恋星霸体 却收到面板提示 破线点不足 无奈只能放弃 离天水城天地秘境开放的时间 只剩一个月 照五星海所说 进入秘境的资格争夺战 应该快要开始了 徐峰起身 准备前往五星海的修炼室 问问情况 一个瞬移 徐峰来到了五星海的修炼室 不过却不见五星海人影 这小子跑哪去了 徐峰有些疑惑 算了 我去任务处问问吧 徐峰准备前往任务处 问问关于秘境资格赛的事情 问问道 这位兄弟 请问一下 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多人围在这 被问的弟子一脸愤慨地 说着徐峰说道 兄弟 你也是五堂弟子吧 你知道秘境资格赛吧 以往五堂派出去 参加的弟子 都是在五堂内公开选拔的 这一次听说不打算公开选拔 而是要由五堂十大长老 各推荐一人前往参赛 这太不公平了 因此 我们众多弟子聚集在此 要讨一个说法 秘境资格赛 是由天水城三司四宗五家 十二个五宗级势力 各派出十人共计一百二十人 从中选出五十人 进入秘境探索 探索所得 需将一半收获 提交给对应的势力 其余可自留 秘境里面有不少的天才地宝 是不少弟子 逆天改命的机会 徐峰听完 大感不妙 自己连长老都不认识 如果改成了长老推荐制 自己去拿倒名额呀 于是 徐峰开口问道 这是确定吗 武堂不会无缘无故 改变选拔的制度吧 被问弟子回答道 我也是听说的 但看到大部分弟子都来了 我也就跟着来了 好吧 原来是个随大流的人 徐峰心想 看来得去找个知情人问问了 徐峰正想凭借自己的炼体修为 挤到直视面前 却听到一道宏大的声音 在头顶上空盘旋 各位弟子稍安勿躁 此次资格赛的选拔方式 乃是由堂主亲自定下的 并不是二等人为的那般 每个长老有一个推荐名额 但是这个名额的选拔 乃是根据预先定好的规则来选的 总体来说 还是公平的 修为 神识 炼体 意境 刀剑 拳掌 身法 暗器 毒竹 隐秘 这便是十个长老对应的考核方向 每个方向取一人参加秘境资格赛 你们可以根据你们擅长的方向 前往对应的长老处进行考核 你们也不用担心 长老有训思的情况 所有的考核都在堂主的关注下进行 每项考核对应的长老 已经张贴在阎武堂 各弟子可自行前往查阅 徐峰听完这道声音所说的话 顿时明白过来 看来 武堂是要挑选出不同方向的最强者 前往参加秘境资格赛 确实 如果是擂台战的形式 很可能出现 强者相遇一方淘汰的情况 而以不同方向来考核 能最大程度保证 选出来的都是各个方向的最强者 更有可能在秘境资格赛取得好成绩 徐峰思考了一下自身情况 自己修为不过五毫四重 不具备优势 倒是炼体一项 自己已经达到了炼心霸体的极限 很有机会胜出 徐峰决定参加炼体的考核 于是便前往阎武堂 查看炼体一项对应的长老 来到阎武堂 已经有众多弟子 在这里盯着长老名单了 徐峰挤上前去 从名单中找出与炼体对应的长老名字 炼体考核 负责人成不坏长老 五宗三重 金刚不坏体大成者 考核地点位于阎武堂甲五号修炼室 看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 徐峰转头前往甲五号修炼室 甲五号修炼室门口 已经被众多弟子团团围住 还不等徐峰动作 一道爽朗的声音 便从修炼室内传出 五毫镜以下弟子都退去吧 想来你们也知道 突破五毫镜 需要不俗的炼体修为 不到五毫镜 你们在我这是没有机会的 你们可以去其他长老那试试 还有二十岁以上的弟子 也退去吧 你们就算在我这赢了 也没机会参加秘境资格赛 此言一出 有不少弟子面露不甘地退去 不一会儿便只剩十来个人了 成不坏看着面前 留下来的十来个弟子 以手辅然 笑着说道 还不错 竟然还有十来个人 顿了顿 又说道 好了 我知道 你们都很关心具体的考核方式是什么 我这边考核的是炼体修为 规则很简单 只靠炼体 不用原力 谁在我手下称的招数最多 谁就能获得我的推荐 公平起见 上场顺序抓究决定 你们都到我这来抽一根签 在场众人 陆续到成不坏面前 抽了根签 徐峰运气还行 抽了的六 第六个上场 可以借前五个人上场的时间 观察成不坏的招式 好做准备 看到众人都抽完签了 成不坏走到修炼室中央的擂台上 对着众人说道 既然都抽完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一号挑战者请上场 话音刚落 一个标形大汉 身形一转 变上了擂台 标形大汉上台后 对着成不坏作一道 成长老 我是龙家的龙红光 修炼家传的龙相 大力爵炼体法门 还请长老指教 成不坏备手而立 看着龙红光 说道 龙相大力爵 不错的炼体功法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就出手了 龙红光面露凝重之色 点点头 说道 可以了 成不坏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脚底一转 直接出现在了龙红光面前 云淡风轻的一拳 打向龙红光 龙红光不敢大意 全身肌肉囚结 青筋抱起 双臂交叉放在面前 防御成不坏打来的一拳 成不坏的一拳 看似轻飘飘 打在龙红光的手臂上 却发出轰天巨响 激发起 阵阵声波 龙红光被这一拳打得 向后滑行数十米 才堪堪停下 两只脚在地上 滑下长长的印子 龙红光揣着粗气 双臂不断颤抖着 成不坏健壮点点头 赞许道 不错 能挡下我这一拳 说明你的龙相大力爵 确实练到家了 说完 又是一拳轰向龙红光 龙红光勉力挡下了第二拳 嘴角一出丝丝血迹 成不坏健壮说道 好了 你下去吧 你的成绩为两招 龙红光听完极了 说道 成长老 我还能坚持 成不坏摇摇头 说道 你已受了内伤 到此为止了 下一个 二号挑战者 龙红光目光颓然 走下了擂台 不过接下来的二号到五号挑战者 都难以在成不坏手下撑过一招 龙红光健壮 眼睛又亮了起来 随着五号挑战者下台 轮到徐峰出场了 六号挑战者上台吧 成不坏喊道 徐峰来到台上 对着成不坏拱了拱手 说道 成长老好 我叫徐峰 修炼了练心霸体 还请赐教 成不坏目光精益 居然有弟子 修炼成了练心霸体 这倒是个新鲜事 练心霸体需要的星辰意境 可不好领悟 准备好了吗 成不坏问道 徐峰点点头 摆起了防御架势 成不坏健壮 同样是顺身来到徐峰面前 一拳打出 徐峰双臂交叉 挡下了这一拳 徐峰身体定在原地 没有后退半步 成不坏健壮有些惊讶 收拳后退 你叫徐峰是吧 你很不错 可以告诉我 你的练心霸体 修炼到什么层次吗 成不坏问道 徐峰有些犹豫 不知道该不该说出事情 想了想 还是决定稍微隐瞒一些 于是说道 成长老 我的练心霸体 已经修炼到了第七层次了 徐峰少说了一个层次 成不坏大受震惊 徐峰看着 不过是个小年轻 怎么就把练心霸体 修炼到第七层次了 要知道 他自己可是在金刚不坏体上 静宁了数十年 才达到了这一层次 气氛一时陷入沉默 成不坏开口 打破了这份沉默 仅凭练体修为 或许我也奈何不了你 不过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 接下来 我会把你当成真正的对手 你小心了 徐峰有些无语 怎么自己就要享受这份待遇呢 像之前那种轻飘飘的拳头 随便来个几百上千下 自己也能承受 成不坏 可不管徐峰的想法 身躯泛起一丝金黄色 又是一拳朝徐峰打来 这一拳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 利弱千军 徐峰不敢怠慢 恋心霸体全开 对着成不坏的拳头 一拳轰出 双拳相交 碰 徐峰一拳 仿佛打在一块坚硬的铁板上 发出一道巨响 成不坏被击飞了出去 徐峰受此力道 也不断向后滑去 待站定后 成不坏继续不断地朝着徐峰攻击而去 徐峰不断招架 台下众人看不清两人的出手 只听到一声声喷 喷在空中环绕 徐峰一直被动招架着成不坏的攻击 也有些恼怒 于是他瞅准机会 待招叫住了成不坏的拳头后 一边腿朝着成不坏的甩出 成不坏一时之间难以招架 眼看就要被徐峰的腿击中 不小心爆发出了五宗镜的原力 成不坏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 对着徐峰说道 抱歉 我一时没控制住 比试算你赢了 接着转头又对着其余弟子说道 看了刚才我们两个的交手 谁有信心比徐峰强的就上台来 不然的话 这次的推荐资格就给徐峰了 台下未上场的众人面面相去 无人敢上台 毕竟连成长老都甘拜下风了 自己也不好再上去献丑了 看到无人上台 成不坏点点头说道 行 那就这么定了 炼体一脉推荐人选 徐峰 徐峰拱手对成不坏称谢道 多谢成长老 成不坏摆摆手 说道 不用谢 这是你应得的 接着又对着众人说道 好了 没什么事 你们就都退去吧 徐峰 你留一下 不一会儿 修炼事理就只剩成不坏和徐峰 徐峰一脸疑惑 看着成不坏 问道 成长老 不知你把我留下来有什么事 成不坏回答道 徐峰 你的炼体修为已经比肩五宗 或许可以在这次的秘境探索中 大放异彩 我打算把你的情况 跟堂主说一下 不知道你可愿意和我去见一下堂主 徐峰听到成不坏要带他 去见五堂堂主 第一反应是 有些疑惑 不过转面一想 凭自己现在的实力 在五毫境内 应该也算是顶尖的那一撮人了 参加秘境资格赛 赢得进入秘境的资格 应该不难 成不坏要带他去见堂主 估计是进入秘境后 有什么事情 需要他去做 徐峰想了想 对着成不坏问道 成长老 去见堂主 不知所为何事 可否跟我透露一下 成不坏见徐峰这个反应 摇头失笑 说道 不用担心 去见堂主是好事 有你的好处 成不坏都这么说了 徐峰再不跟着去 就太不给面子了 于是徐峰说道 行 成长老 我和你去拜见一下堂主吧 说来 我在五堂修炼了这么久 都还没见过堂主呢 成不坏点点头 说道 算你识相 跟我走吧 说完便外走去 徐峰见状 跟上了成不坏的脚步 成不坏在前头走着 徐峰在后面默默跟着 突然 成不坏冷不丁地开口问道 徐峰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的五堂 我对你好像 没什么印象 徐峰回答道 成长老 我不是天水城本地人 我之前是安乐郡五堂甲等弟子 几个月前 从安乐郡过来 加入天水城五堂 为一等弟子 成不坏听完徐峰的话 目录沉思 嘈咕道 徐峰 安乐郡 突然 成不坏停下脚步 转身 一脸震惊地看向徐峰 说道 你就是安乐郡那个 九成清和度的天才 徐峰回答道 如果没别的徐峰的话 那应该就是我了 成不坏 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说道 我记得当时说你才五十镜 这才多久 你就突破五毫镜了 不等徐峰回答 成不坏自顾自说道 也是 天才的修炼速度 总是异于常人的 我之前听说 中州那边有十五岁的武宗 还不太相信 看到你让我觉得 这应该是真的 成不坏 说完便转身走了 徐峰挠了挠头 怎么这些人都爱自说自话 问了我又不让我说 摇摇头 徐峰也跟着继续往前走 堂主所在地 位于阎武堂内部 两人走了没多久 便来到阎武堂 成不坏对着徐峰说道 堂主平常 就在阎武堂的 假意修炼室里待着 我们进去吧 两人找到假意修炼室 成不坏敲了敲门 对着里面喊道 堂主 成不坏求见 不一会儿 一道浑厚的男生 从里面传出 进来吧 成不坏带着徐峰推门进入 只见一个面容坚毅的中年男子 盘腿坐在一个蒲团上 五星朝天修炼着 此人便是武堂堂主 看着倒是不一般 徐峰心想 武堂堂主名唤仁仪 乃是五宗十重的强者 见到两人进来 仁仪睁眼起身 走到两人面前 问道 此来所为何事 成不坏对着仁仪抱拳行礼 说道 堂主 我在考核参加 秘境资格赛的弟子中 发现了一个天才 这人你之前也听说过 是安乐俊那个九成清和度的弟子 叫做徐峰 或许能帮上你的忙 成不坏说完 把身后的徐峰 推到仁仪面前 说道 诺 就是他 徐峰被推上前来 直面武堂堂主 心里有些发怵 抱拳行礼道 堂主好 我是徐峰 仁仪上下打量着徐峰 徐峰感到一股神识 覆盖着自身 身体有些僵硬 仁仪健壮 露出一丝微笑 说道 不用紧张 这是我的神识 我看看你的底赞 徐峰听到仁仪的话 略微放松了些 仁仪感知了会 脸上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朝着徐峰问道 你的恋心霸体 已经修炼到圣境圆满之境 徐峰面露惊奇之色 竟能以神识 感知出自己的恋体修为 仁仪看到徐峰的神情 笑着说道 不用惊讶 这只是神识的妙用之一 想学我可以教你 徐峰确实有些眼缠 不过他还是按耐下心思 问道 堂主 我确实已经将恋心霸体 修炼至圣境 不知道要我做什么事 陈不坏 听到徐峰说 已经将恋心霸体 修炼到圣境 顿时瞪大了双眼 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徐峰 问道 这么说来 你之前考核的时候 和我打并没有拿出全部的实力 徐峰腼腆一笑 说道 陈长老 你不也没用五宗境的实力吗 陈不坏大喊道 那能一样吗 我可是负责考核你的五宗境长老 任一见词 摆了摆手 说道 好了 不用再纠结这些事了 接着又对徐峰说道 徐峰 我确实有些事需要你办 不过 那得等你进入蓝空秘境之后才能做 现在你的第一要务 是尽可能地强大自己 蓝空秘境 这便是天水城秘境的名字吗 徐峰问道 任一点头道 不错 蓝空秘境 乃是蓝空五帝所开辟的小事件 数百年前 无相海妖帝 携无数妖兽 白犯天水城 昔时蓝空五帝 以无上修为将众多妖兽拦于天水城外 可惜虽然挡住了妖惑 但蓝空五帝 还是伤重而逝 蓝空五帝死于天水城 因此 其开辟的小事件节点 便落在了天水城附近 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 才找到具体位置 从那之后 每隔三年 天水城众多势力 便会组织人员 进入秘境探索 不过由于节点不是很稳定 因此 只能让五宗境以下的人进入 徐峰问道 不知道蓝空秘境里面 具体是怎么样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进去的人 也不知反几了 想必秘境内部的情报 都很明朗了吧 人一回答道 秘境内部大致的地形分布 都已经整理成册 等会可以拿一份给你 不过由于这是五主秘境 因此 其内部的变化 也是不受控的 三年前的信息 不一定适用 但只要实力足够强大 在里面可以不具一切 人一顿了顿 接着说道 至于我想让你做的事 其实很简单 对你来说 也是顺手的事 我需要你在秘境内 帮我寻找一份法则碎片 带出来给我 法则碎片 那是什么 徐峰不解 问道 法则碎片是五宗镜 突破五尊镜的辅助之物 你知道五宗镜 与五尊镜的区别吗 人一说道 徐峰说道 我知道五尊镜 可以掌握法则 莫不是法则碎片 可以帮助五者掌握法则 人一点点头 说道 不错 借助法则碎片 可以更快地 将五者的意境 转化为法则 徐峰神色一动 说道 意境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难道都可以用同一种 法则碎片参悟吗 自然不是 人一解释道 需要参悟与意境相同的 法则碎片才行 那堂主 我需要帮你找 哪一种类型的法则碎片 徐峰问道 人一说道 不用局限于哪一种法则碎片 只要找到一份 法则碎片变形 毕竟 根据法则碎片的类型 重新领悟一种意境 比找到与自己意境 对应的法则碎片 简单多了 徐峰点头赞同 也是 随后问道 对了 那法则碎片 是有形之物吗 可以直接放空间袋里吗 不完全是 人一解释道 法则碎片 介于有形无形之间 可以神识收取 不过空间袋太脆弱了 承受不住法则之力 会爆开 需要用以空明石 打造的空间戒指 才能收取 人一说完 掏出了一枚戒指 递给徐峰 说道 这枚空间戒指你收着 到时候 可以用这个收取 神识探查的手段 也放在里面一枚玉剪中了 徐峰接过空间戒指 神识一探 发现戒指内的空间 宽广无比 足有数十里方圆大小 见到这么大的空间 徐峰有些爱不释手的 将戒指戴在手上 笑着对人一问道 堂主 这戒指是送给我的 还是借给我的 自然是送给你的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 我给你一个特权 你可以无限制的 在藏金阁和物道楼里修炼 尽可能的提升实力 人一笑着说道 人一说完 拿出了一枚令牌 递给徐峰 说道 这是我的令牌 你要进藏金阁和物道楼的话 把这给负责的直视看就行了 徐峰接过令牌收好 徐峰本想找人一 要些原始修炼 不过 听到人一给了这么多好处了 也不好再开口了 于是徐峰说道 行 谢谢堂主 我一定尽我所能 帮堂主找一份法子碎片回来 人一微微汗手 说道 尽力便可 你去吧 告别人一后 徐峰准备前往藏金阁 找找适合自己的功法 把面板里的功法升级一下 最好把四品以下的功法 都换成四品的功法 徐峰看向面板 其中的五影碎空刀 虚空横与金和风行术 都可以找找替换的功法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五毫四重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黄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6 登峰造极 6150 2000 秘法 不死天残弓 残 第二层 200 三品 昆蓬化神诀 LV 五炉火纯青 26400 四品 天地独尊长 LV 五炉火纯青 1800 5600 四品 炼心霸体 LV 八圣镜 28000 28000 极限 六品 五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4500 1000 六品 虚空横与金 LV 八圣镜 120000 八品 风行术 LV 五炉火纯青 92400 一镜 风之一镜 十成 一千斜杠一千 空间一镜 一成 百分之一 星辰一镜 十成 一千斜杠一千 圆丹 三寸七分 五八一七千 神石 昆蓬神石 LV 五 破线点 二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四品工法的参悟 需要对应的一镜 徐丰现在掌握有 风之一镜 空间一镜 和星辰一镜 其中风之一镜 和星辰一镜 都已达到了 十成圆满的境界 而空间一镜 还处于一成的层次 看来只能找 风之一镜 和星辰一镜 相关的工法了 徐丰先拿出之前 找五星海界的 工法名录 翻阅了起来 直接翻到四品工法一栏 在其中细细查找 与风之一镜 和星辰一镜 相关的工法 很快 一门工法 出现在徐丰眼前 无相风云录 四品工法 含风篇和云篇 风篇领悟 需掌握五成风之一镜 云篇领悟 需掌握五成云之一镜 风篇包括无形神风腿 自在随风身法 云篇包括无相换云掌 行云相变绝 风篇里面有腿法和身法 刚好可以把风行术 给换了 接下来找找 与星辰意境相关的工法 将工法名录中的 四品工法看了一遍 其中有一些 星辰意境相关的工法 可惜 除了练星霸体 这门练体工法外 剩下的 大多是全掌腿的工法 徐丰的全掌腿工法 都已经有四品工法了 也不想再花时间 学一门同质性的工法 找找看 有没有一成空间意境 便可参悟的四品工法吧 实在不行 就学五品工法 徐丰心道 徐丰又将四品工法的介绍 翻越了一遍 还是没找到 只需一成空间意境 便可参悟的工法 无奈 徐丰将目光看向五品工法 五品工法的参悟 不需要意境 徐丰只需找出 其中最适合自己的工法变形 自己现在需要一门刀法 来替换无影碎空刀 徐空横雨经 当时让自己领悟了空间意境 或许可以先留着 等后面破线看看 打定主意后 徐丰找起了 五品工法中 与空间意境相关的刀法 将五品工法的介绍 都看了一遍 徐丰找到了一门心仪的工法 无剑虚空斩 五品刀法 刀过无痕 虚空分割 杀人于无声无息之间 这么刀法 不仅威力强大 还有阴人之效 选好了工法之后 徐丰来到藏金阁 给执事出示了 一下仁义给的令牌后 在执事不可置信的目光中 进入了藏金阁 徐丰直接来到七楼 挑出 无相风云路的工法预检 参悟了起来 风无形 云无相 风云变幻 灵动自如 气随意动 亦随心动 将预检的内容 参悟了一遍后 徐丰便将这门工法 铭刻在了面板之上 徐丰接着来到六楼 找出 无剑虚空斩的秘笈 开始参悟 很快便参悟成功 将其学会 将两门工法参悟完毕后 徐丰看向面板 果然 这两门工法可以强化 年龄 十五 五道境界 五毫四重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黄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6 登峰造极 6150-2000 秘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二层 200-200 三品 昆蓬化神诀 LV 五炉火纯青 26400 四品 天地独尊长 LV 五炉火纯青 1800-5600 四品 炼心霸体 LV 八圣镜 28000-28000 极限 四品 无香风云露 风篇 LV 一出窥门镜 1700 可强化 五品 无剑虚空斩 LV 一出窥门镜 1600 可强化 六品 无影碎空刀 LV 七出神入化 4500-1000 六品 虚空横语经 LV 八圣镜 12000 八品 风行术 LV 五炉火纯青 92400 易镜 峰之易镜 十成 1000斜杠1000 空间易镜 易镜 1% 星辰易镜 十成 1000斜杠1000 圆丹 三寸七分 5817000 神石 昆鹏神石 LV 五 破线点 二 每个自然越生成一点 徐峰也算摸清了功法强化的规则了 只有同一种易镜的高熟练度功法 可以用来强化低熟练度功法 风之易镜的风行术 可以用来强化无向风云露 风偏 无影碎空刀和虚空 横语经都可以用来强化无间虚空斩 不过虚空横语经已经达到了圣经层次 徐峰还是想留着后续用破线点破线制更高级的功法 于是 徐峰心面一动 将风行术和无影碎空刀化为资量强化无相风云露 风偏和无间虚空斩 只见面板上的风行术和无影碎空刀分别化作流光 没入无相风云露 风偏和无间虚空斩中 无相风云露 风偏和无间虚空斩的熟练不断增加 最终变成了 四品 无相风云露 风偏 LV 三架青旧熟 2700 2800 无品 无间虚空斩 LV 七出神入化 1400 12000 直接将无间虚空斩推进到了出神入化层次 省去了一番修炼的功法 功法修行完毕 可以离开藏经阁 回去修炼了 徐峰下楼走到藏经阁门口 却见远处成不坏一脸焦急的朝他走来 徐峰不明所以 却听见成不坏开口说道 徐峰 先别急着走 刚才有些事忘记跟你说了 什么事 徐峰问道 就是密进资格赛的事情 我估计 这两天 十个长老的考核 应该就都结束了 到时候就会确定参赛的十人名单 按往年的惯例 会对你们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 你这几天 就在武堂好好修炼 不要乱跑 免得到时候找不到你人 成不坏解释道 好的 我明白了 参加密进资格赛前 我不会离开武堂的 有事直接到我屋里找我就行 徐峰点头硬道 那行 其他也没啥事了 你回去修炼吧 成不坏说道 告别成不坏 徐峰回到屋中 进入了修炼状态 三天后 参加密进资格赛的十人名单 张贴在武堂各大场所 引起了武堂内的轰动 演武堂大厅 一群弟子 围着十人名单 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这徐峰是何人 竟然能占据一个名额 你们有人知道他吗 没听说过这号人 该不会是某个长老的亲属吧 不可能吧 听说这次的选拔规则 是由堂主拍板的 每个长老一举一动 都在堂主眼中呢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人 据说是不久前 从安乐郡过来的天才 没想到他竟然能夺得 一个资格 与外界的沸沸扬扬不同 徐峰仍是在屋中沉静修炼着 直到一阵敲门声 将其打断 扣扣 伴随着敲门声 一道声音传入徐峰耳中 徐峰在吗 长老让你前往演武堂大厅一趟 徐峰回答道 我在 可知是什么事情吗 门口的人说道 说是参加密进资格赛的 十人名单确定了 要给你们特训一下 好的 徐峰上去查看 看到了张贴在墙上的 十人名单 徐峰扫了眼 五星海不在其中 估计他是回去用武家的名额了 徐峰又细看了眼 十人名单里的名字 发现里面竟然没有武大家族的人 看来武堂也是有意控制着 不让其他势力的人 来占用自己的名额 就在徐峰沉思之时 武堂堂主带着十位长老 出现在了阎武堂大厅 堂主任意高声说道 十人名单里的弟子留下 其余弟子且先退出阎武堂 堂主发话 众多弟子鱼贯而出 最后大厅内除了堂主和长老 便只剩下了十个弟子 任意对着十个弟子说道 你们都依靠自己的实力 获得了秘境资格赛的名额 恭喜你们 接下来的时间 一直到秘境资格赛开启 十位长老会协助你们修炼 有什么需要 你们可以找相应的长老说明 我们会尽量满足你们 争取让你们夺得秘境进入资格 接着又转头对十位长老说道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我还有其他事 就先走了 说完化作清风消失不见 人已走完 一位长老开口说道 你们在修炼上有什么疑惑 都可以来问我们 我们十个长老根据修为 神石 炼体 异警 刀剑 拳掌 身法 暗器 读术 隐匿着十项 依次在甲二号至甲十一号修炼室待着 你们在这些方面的修炼问题 都可以到对应修炼室 找相应的长老询问 当然了 如果没有问题 你们也可以自由修炼 至于资源 从现在开始 每天会给你们提供一百枚夏品原石 直至秘境资格赛开启 原石 你们每天来找对应的长老 领取变形 说完 领着其他长老前往修炼室 众长老走后 徐峰与其他九位弟子 在大厅内面面相去 气氛一时沉默 一道声音 打破了这股沉默 大家好啊 我是身法一官的获胜者 我叫楚英义 请大家多指教 后面参加秘境资格赛的时候 有机会可以互相帮助 一个面容清秀的少年 笑着开口说道 楚英义打开了口子 众人也放开了点 差好二十岁 刚好卡在参加秘境资格赛的限制上 神石一官的获胜者 是个清冷女子 方名叫做苍元 十八岁 一身碧绿长裙 颇为引人注意 练体一官的获胜者 便是徐峰了 一镜一官的获胜者 是一个俊秀少年 名叫风鸿阔 十九岁 不知道参悟的何种意境 有一股生人物净之意 刀剑一官的获胜者 是一个冷力少年 名叫孟浩空 十八岁 腰间跨着一把刀一把剑 浑身散发着一股灵力之意 拳掌一官的获胜者 是一个精壮少年 名叫江澄化 十九岁 一身黑色净装 脸上笑呵呵的 看着挺清静 暗器一官的获胜者 是个俏理女子 双甲有些婴儿肥 身穿彩衣 名叫唐月山 十六岁 是除徐峰之外 年纪最小的 独树一官的获胜者 是个看着挺瘦弱的少年 面无血色 仿佛被风一吹就倒的样子 名叫魏安翔 十九岁 隐秘一官的获胜者 是个身穿白衣的女子 脸上戴着面纱 身材窑窕 名叫庞窑 十七岁 众人互相认识完毕 楚英一又开口说道 你们知道 今年为什么要以这十项 作为考核内容 来选拔参加 秘境资格赛的弟子吗 见无人开口回答 楚英一正想开口解答 却被一道声音打断 将话开在了喉咙 只见孟浩空开口说道 据说今年的秘境资格赛 不再是以往两两桌 对厮杀的擂台赛了 而是设置了这十个项目 每个项目选出最强的五个人 共计五十人进入秘境 徐峰有些疑惑 开口问道 为什么今年才改规则 可有什么说道 张晴宇抢先回答道 这个我知道 听说秘境内不仅存在着妖兽 还有人族部落 不过他们 似乎把从外界进去的我们 当成了域外天魔 对我们喊打喊杀 以往进去的 都是擂台战选出来的 实战能力强的弟子 在里面和妖兽和人族部落 正面硬刚 双拳难敌四手 每次都是死伤惨重 这次打算面面俱到的选拔弟子 进去后最好隐藏起来搜刮资源 将利益最大化 不管怎么说 至少在争夺秘境资格时 我们不会是对手 诸君共勉吧 尽力争取一个名额 张晴宇说道 众人聊天结束后 便各自前往对应的长老处 领取原石或请教问题 徐峰来到成不坏所在的修炼室 看到成不坏正好征一霞的 坐在修炼室中间等着 徐峰向着成不坏走去 来到成不坏面前 说道 成长老 我来领取原石了 成不坏睁眼看向徐峰 笑着说道 好 以你的炼体修为 我也指点不了你什么 这个修炼室很大 你可以在这里修炼 有什么需要可以和我说 我会尽可能满足你 说完拿出了一百枚下品原石 递给徐峰 徐峰接过原石 对着成不坏拱手道 多谢成长老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是否可以将从明天开始 直到秘境资格赛 徐峰的请求 恍然道 哦 你是想借原石之力 修炼原单吧 可以 没问题 还有29天的时间 秘境资格赛才开启 我再给你2900枚下品原石 不过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原石 我可满足不了你了 毕竟原石是舞者修炼的硬通货 徐峰笑着摇摇头 说道 放心吧 成长老 我晓得的 武汤能无偿提供这3000枚原石 我已经很感激了 成不坏 掏出2900枚下品原石 交给徐峰 勉励道 好好修炼 我很看好你 徐峰点点头 接过原石 走到修炼室的一处角落 盘腿而坐 开始吸收原石原力 提升原单大小 修炼不知岁月 一黄眼 便到了秘境资格赛开启的日子 徐峰在修炼室里修炼了一个月 将手上的消耗一空 修为也有了些许长进 徐峰看向面板 满意地点点头 年龄 十六 五道境界 五毫六重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黄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6 登峰造极 13650 2000 秘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二层 200200 三品 昆蓬化神诀 LV 六登峰造极 13008000 四品 天地独尊长 LV 五炉火纯青 1800 5600 四品 炼心霸体 LV 八圣镜 28000 28000 极限 四品 无相风云露 风篇 LV 三驾青救赎 2700 2800 五品 无剑虚空斩 LV 八圣镜 1900 24000 六品 虚空横雨晶 LV 八圣镜 75012000 异境 峰之异境 石成 1000斜杠1000 空间异境 异境 异乘 1% 星辰异境 石成 1000斜杠1000 圆丹 五寸二分 5812000 神石 昆蓬神石 LV 六破线点 三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无剑虚空斩 已经干到了圣镜层次 昆蓬化神诀 也突破了一个层次 也带着昆蓬神石 也提升了一个等级 以自己如今的实力 想来在五宗镜之下 不说无敌 也能撑得上不败吧 徐峰心里感慨到 成不坏的声音 将徐峰的心神拉了回来 徐峰 我们到大厅集合吧 准备前往 秘境资格赛的地点了 徐峰回过神来 看向成不坏 说道 好的 成长老 不知秘境资格赛的地点 是在哪 成不坏解释道 秘境资格赛的地点 就在秘境节点附近 现在我还不能跟你说 到时到了 你便知道了 说完便往外走去 徐峰挠挠头 跟上了成不坏的脚步 来到大厅 只见其余长老 和参加秘境资格赛的弟子 都已经在等着了 成不坏上前 对着众人拱手道 抱歉 我们来晚了 没事 堂主还没来呢 比堂主早就不算晚 一个长老笑着说道 话音刚落 人意的身影 便突然出现在了大厅之中 笑着说道 谁又在编排我啊 我来的也算是时候吧 众人见堂主道来 纷纷行礼道 拜见堂主 人意摆摆手 说道 不用多礼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我们便出发吧 说完便往门口走去 其余长老和弟子 也跟着走 徐峰有些不明 所以待在原地 难道要走过去 徐峰心想 成不坏见徐峰没动 催促道 赶紧跟上 徐峰指的快步跟上去 来到成不坏身旁 问道 成长老 我们是怎么前往秘境地点啊 见徐峰一脸茫然 成不坏一拍脑袋 说道 哎呀 怪我怪我 忘记跟你说这事了 我们会乘坐武堂的非洲前往 非洲速度极快 很快就到了 非洲 那是什么 徐峰好奇问道 也是 你们这些弟子 应该都没见过非洲 除了参加秘境资格赛 会用到非洲 也只有寿朝来临 才会用到了 非洲乃是由大洲之气司 打造出来的宝器 攻防一体 顿速惊人 以往在寿朝来临之际 便会使用非洲 将武者运送到前线抵御妖兽 同时还能借助非洲之力 灭杀妖兽 成不坏解释道 一行人来到了阎武堂门口 任一手一挥 说道 好了 就在这吧 说完 只见他手掐了几个印法 一道白光闪过 一艘巨船 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都随我上船 人一说完便跃身上了船 众人纷纷上船 徐峰也跟着上了船 来到甲板上 只见甲板两侧 并排放着十来个 类似火炮一样的东西 徐峰有些惊讶 一旁的城不坏 见到徐峰的惊讶表情 笑着说道 怎么样 没见过吧 这可是原石炮 威力巨大 一炮下去 六级以下的妖兽 非死即伤 可惜就是太耗费原石了 一炮下去 一百枚上品原石就没了 轻易不敢用 徐峰有些震惊 一百枚上品原石 那可是一百万枚下品原石 难怪由于武宗相当的实力 这一艘船 就相当于好几个武宗级战力了 只见人一手一掐绝 非洲瞬间浮上天空 朝着天水城南边急迟去 几个呼吸的时间 非洲便停下了 停在一处山谷上空 仁一转头对着众人说道 好了 我们到了 这里便是密境资格赛的地点 回丰谷 非洲往山谷中落去 只见山谷中一大片空地上 淋漓着不少楼宇 四周有不少卫兵在巡逻着 都下船吧 仁一说道 带到众人下船后 仁一掐绝将非洲收起 远处一个中年男子 朝着武唐众人走来 带走近了 中年男子对着仁一说道 认堂主 这次来得挺早啊 仁一一脸不善地看着中年男子 说道 怎么 老子以前来得很晚吗 倒是你过来干什么 总不至于让你堂堂的沧海教教主 过来迎接我吧 中年男子便是沧海教教主 佟成福 也是之前被徐丰教训的同父之父 佟成福听到仁一的话 脸上抽了抽 但还是维持住了笑容 说道 你可是天水城武堂堂主 天水城第一战力 就算是让我来迎接你 那也是理所应当的 佟成福的奉承 似乎对仁一起不到什么作用 仁一吃笑一声 说道 别跟我在这虚情假意的 整个天水城 谁不知道 你同大教主的为人 两面三刀 无恶不作 别跟我在这装了 说吧 什么事 其他各家的人都到齐了吗 佟成福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失 沉着个脸 说道 我儿子之前被你们武堂的人打伤了 你是不是该给我个交代 交代 你要什么交代 你儿子那个废物 仗着你的名头 做尽恶事 没被打死 就算是他运气好了 仁一嘲讽到 佟成福一双眼睛 对着一众武堂弟子 四处打量 当看到徐峰的时候 眼睛微眯 说道 你就是徐峰吧 打伤我儿子的那个人 徐峰没有说话 默默催动着炼体霸体 以防佟成福对他出手 似乎看出了徐峰的小动作 佟成福轻蔑一笑 说道 你似乎对武宗的力量 一无所知 我要想对你出手 你再怎么防备也没用 仁一也盯着佟成福 他不觉得 佟成福过来一趟 只是为了说几句话 肯定有着不可靠人的目的 嘿嘿 任堂主 放心 我还不至于对一个小辈出手 佟成福迷着眼笑着说道 说完 佟成福转身欲走 仁一见词也放松了防备 突然之间 一道阴冷的气息 以极快的速度 猛地朝徐峰袭来 那是一道剑气 朝着徐峰的心口射来 看其威势 至少是武宗静的手段 仁一敢知道这股剑气 刚想出手 将其抿灭 却不料 一旁的佟成福 散发出一股气势 将其牵制住了 仁一勃然大怒 爆发出武宗实众的威势 瞬间挣脱了佟成福的牵制 但就是这一瞬的牵制 那一道剑气 已经来到徐峰身前 对着他的心口 狠狠地扎了下去 剑气凌身 一股强悍的力量 猛然爆发出来 徐峰将恋心霸体 催动到极限 全身散发出一阵白光 硬生生顶住了剑气的力量 剑气逐渐消散 瞬间放大 你难道 怎么可能 那小子不是踩武豪金吗 怎么可能能挡住武宗静的一击 虽然徐峰没受什么伤 但仁一仍是被佟成福激怒了 以手握拳 狠狠打向了佟成福 瞬间一道拳印 朝着佟成福袭去 佟成福身躯浮现一道蓝光 生受了这一拳 嘴角一出一丝鲜血 任堂主 我暗算一招 也受你一拳 就当扯平了 如何 佟成福说道 看到佟成福受了自己一拳 仁一的气也消了点 毕竟徐峰也没出什么事 给他一点教训也差不多了 于是仁一看向徐峰 问道 徐峰 你怎么说 徐峰心中怒急 开口说道 佟教主的手段我领教了 将来必有所报 佟成福皮笑肉不笑 说道 那我就等着了 佟成福走后 成不坏对着徐峰问道 徐峰 你真没受伤 徐峰摇摇头 说道 没什么大碍 成长老 你可知道 那道剑气是谁所罚 成不坏沉思乐会 说道 看那样子 应该是沧海教的 阴蛇护法所为 成长老可以给我介绍介绍 这位护法的情况吗 徐峰问道 心里想着 以后一定要找机会 要回这个场子 成不坏说道 这阴蛇护法 是沧海教四大护法之一 武宗进二重 修炼 前隐阴蛇宫 善隐逆暗杀 专门负责沧海教内 偷袭刺杀的伙 徐峰点点头 暗暗记下 一行人在仁一的带领下 来到回风谷中央 一座楼宇处 仁仪指着楼宇 对着众人说道 这里 便是我们武唐 在回风谷的驻地 你们进去 自己找间房间 修整一二 等待秘境资格赛 开启的通知 仁仪说完 身影瞬间消失 不知道去哪了 武唐各长老 带领着众弟子 前往修整 徐峰找了间房间 走了进去 房间内有着各类家具 徐峰来到床边 盘腿坐在床上 看向自己 衣衫破烂的心口处 一阵后 怕袭上徐峰心头 若是自己的炼体修为再弱点 可能就死在那一道剑气之下了 虽说自己还有 不死天残宫的复活机会 但若这样平白浪费点 也是颇为让人光火的 自己与沧海交的仇 算是结下了 秘境资格赛 以及进入秘境后 遇到沧海交的人 下手绝不手软 徐峰暗暗下定决心 换了身衣服 徐峰正打算出去走走 却听门外 传来了成长老的声音 徐峰 出来吧 准备前往赛场了 秘境资格赛要开始了 徐峰推开门 走出房间 看到成不坏站在门口 上前问道 成长老 我们走吧 成不坏点点头 说道 今年的秘境资格赛 分成了十个项目 每个项目十二选五 我相信 以你的炼体修为 获得一个名额不难 不过 我建议你可以适当隐藏一些实力 避免成为众矢之地 徐峰说道 这个道理我明白 不过经过沧海轿袭杀一事后 估计沧海轿对我的实力 也有一些猜测 猜测总归是猜测 他们也不知道 你的真实实力 说到沧海轿 你后面遇到沧海轿的人 给我往死里打 他们可以说是天水城的毒瘤 死不足惜 成不坏说道 徐峰点头应试 成不坏带着徐峰往外走去 徐峰有些疑惑 问道 成长老 我们不等其他人了吗 成不坏回答道 十个项目的比赛地点不同 你们各自前往便可 我带你去练体一项的比赛地点 徐峰恍然 跟在成不坏身后 在成不坏的带领下 徐峰来到了一处擂台 擂台周围 三三两两的站着不少人 看到徐峰和成不坏过来 都将目光移了过来 成不坏眼神扫了一圈 说道 看来 我们是最晚的了 既然都到齐了 那便开始吧 成不坏走到擂台上 大声说道 按之前定下的规则 十二个候选人 在武宗的攻击之下 成到最后的五人 便是进入秘境的五人 由于十二家武宗级势力 都有弟子参赛 为避免偏颇 因此 捕捉了一只六级低阶前期的妖兽 来充当试炼目标 十二位弟子 与妖兽在擂台上厮杀 剩下的五人获得名额 六级以上的妖兽 按实力 可分为低阶 中阶 高阶 圆满 其中 低中高三阶 又可细分为 前期 中期 后期 与武者的实力对应 关系为 六级低阶 前期对应 武宗一重 六级中阶 中期 对应武宗五重 六级高阶 后期 对应武宗九重 六级圆满 则对应武宗十重 由于妖兽生性残暴 为避免弟子 死于妖兽之手 各家长老 可在弟子遇到致命危险时 出手救助 不过出手 便意味着失去资格 解释完毕后 成不坏顿了顿 喊道 众弟子上台 说完便走下了擂台 徐峰听到成不坏的话后 直接一跃 纵身上了擂台 其余弟子 也纷纷上台 带十二位弟子 都上了擂台 成不坏对着 其他势力的武宗级长老说道 好了 可以把妖兽拉过来了 其中一位白须长老点点头 走向擂台不远处的一处山洞 从山洞里 托出了一只妖兽 这只妖兽 看着像一只白猿 不过在泪间生了双翼 双臂修长 食指利爪冒着寒光 满嘴獠 争鸣无比 台上的一个弟子惊呼出声 竟然是双翼飞原 这下可糟了 双翼飞原 六级妖兽 不仅飞顿速度惊人 一双翼爪 更是无误不破 其性情暴力 喜食生肉 尤其是修炼者的血肉 通常掌握有妖术神通 风翼 风翼是将其内间双翼散化成风 双翼飞原 可借此出现再风到达的每一处 类似顺移能力 风翼配合上无坚不摧的翼爪 这对于五宗镜之下的舞者来说 简直的生命收割器 擂台上的不少弟子 脸上露出了犹豫的神色 思考着 是否要退出这次比赛 毕竟与进入秘境相比 还是命中要点 那双翼飞原 施展风翼下的攻击 各大长老可不一定来得及挡下 见此情景 诚不坏笑着说道 放心吧 这双翼飞原的神通之种 已经被取出来了 施展不了风翼 听到这 众弟子才将悬着的心放下 白须长老 拉着双翼飞原 搏梗上的链子 将其拉到了擂台上 随即将其链子解开 脖梗上的链子一解开 双翼飞原原本搭拉着的脸 瞬间变得争鸣起来 一找抓向白须长老 白须长老不疾不徐 一掌压下 一道巨大的掌印 直接将双翼飞原压趴在地 双翼飞原在地上挣扎着 聂畜 忘了谁把你抓回来的了吗 白须长老喝道 双翼飞原似乎明白了局势 不再挣扎 白须长老也走下了擂台 待白须长老走下擂台后 双翼飞原抖擞了一下 站起身来 扭了扭了脖子 一双赤红的双眼 看向擂台上的十二位弟子 舔了舔嘴唇 双翼飞原 环顾了一周擂台上的人 露出轻蔑的微笑 心想 这是在给自己送菜啊 那自己就不客气了 擂台上的众人 见到长老下台后也清楚 考核正式开始了 纷纷运转起 各自修炼的炼体功法 双翼飞原怒吼一声 双翼一阵 朝着离他最近的一名弟子 飞驰而去 右臂一挥 立爪滑过 那弟子买是驻家参赛人员 祝明成 身体泛着金光 显然修炼的是金刚不坏体 祝明成躲闪不及 仓处中 举起手臂抵挡 从祝明成身体金光程度来看 其应该将金刚不坏体 修炼到了第六层次 估计难以挡住双翼飞原的爪击 啊 伴随着撕心裂肺的惨叫 半截手臂飞出掉落在地 鲜血如喷泉般 从断臂处喷尸出 双翼飞原手臂一转 立爪郑玉滑向祝明成的脖子 祝明成 眼见就要 丧命于立爪之下 大胆孽畜 安敢伤我祝家之人 祝家长老祝元化大吼一声 一道气劲发出 直接将双翼飞原击退 救下了祝明成 祝元化怒上心头 郑玉出手斩杀双翼飞原 成不坏咳了一声 说道 祝长老 别忘了 这是考核 既然你出手了 那你祝家弟子 便算淘汰了 听到成不坏的提醒 祝元化出手之势一转 将台上的祝明成 接了下来 考核继续 台上众人见到 祝明成的惨状 纷纷打起十二分的心 防备着双翼飞原 双翼飞原拍着胸膛 仰天怒吼 显然之前 祝元化的一道气劲 并没有对其造成什么伤害 忽然 擂台上刮起了一股风 只见双翼飞原 泪肩双翼逐渐消融 双翼飞原身影护得消失 无数力找光影 在擂台上不断闪现 啊 接二连三的惨叫声 在擂台上此起彼伏 双翼飞原施展着风翼神通 不断出现在众人身旁 以找机攻击着 瞬间又有三人身战鲜血倒地 沧海教长老 辟星蒙长老和英家长老 纷纷出手 将倒地的弟子救回 显然是三家的弟子 泪台上除了双翼飞原 还有八名弟子站着 其中除了徐峰完好无伤 其他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带了点伤 双翼飞原现出身形 泪肩双翼缓缓浮现 一双赤红双眼盯着徐峰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疑惑 为何一个小小的五毫镜 竟然在自己的攻击下 毫发无损 下一秒 双翼飞原出现在了徐峰身前 一找抓向徐峰 徐峰在双翼飞原的攻击临身之前 直接施展空间 瞬移躲开 双翼飞原攻击落空 更加愤怒了 咆哮一声 朝着徐峰的身影 继续攻击而去 徐峰不断以空间瞬移躲闪 双翼飞原怒急 再次施展出 风翼神通 消失在了擂台上 顿时 无数爪击将徐峰包围 徐峰一瞬移离开 那爪击便如影随形而至 徐峰健壮 知道依靠空间瞬移 躲不开双翼飞原这次的攻击了 于是 徐峰直接催动恋星霸体 一记天地独尊掌 猛地打向了周身的着影 碰的一声响 气浪翻滚 双翼飞原现出身形 爪子被徐峰的手掌抵住了 那无误不破的爪子 竟然无法在徐峰的手掌上 留下哪怕一道伤痕 徐峰挡下了这一爪后 一记鞭腿 对着双翼飞原横扫去 这是 无相风云露中的无形神风腿 一腿扫出 不见其行 双翼飞原反应不及 被徐峰一腿扫飞了出去 重重摔落在地 台下重长老 被徐峰的表现惊艳到了 纷纷出声 什么 他竟能与双翼飞原抗衡 这是谁家子爹 看其练体修为 估计不下于武宗了 天水城什么时候出了这样一号人物 老城 这是你们武堂的弟子吧 藏得挺深啊 城不坏微微笑着 没有硬化 相比于台下众人的反应 台上众人更是惊骇 与自己同台竞争的 竟然有这样一号猛人 双翼飞原 可没有众人这样的心思 他被徐峰一腿扫飞 想着自己堂堂的六级妖兽 竟被一个小小的武豪竞武者打退 简直是奇耻大辱 双翼飞原站起身来 双翼不断拍打自己的胸膛 仰天长笑 双目赤红 紧紧盯着徐峰 只见双翼飞原浑身泛起一道红光 这道红光将双翼飞原的皮毛染成了血红色 连那肋尖双翼都红得妖艳无比 双翼飞原肋尖双翼一阵尺 无数血红色的锋刃 瞬间出现在擂台上空 朝着擂台击事来 不好 那双翼飞原竟然狂化了 是否要出手阻止 成不坏看到双翼飞原的模样 猝着眉头问道 无妨 你们分别盯着各自的弟子 以防万一 白徐长老回答道 那无数血色锋润落在擂台上 台上的弟子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或躲避或抵抗着血色锋刃 徐峰则是依靠着 无相风云露中的自在随锋身法 如柳絮般随锋飘飞 躲避着血色锋刃 一时之间 那血色锋刃 竟连徐峰的衣角都摸不到 被动挨打 不是徐峰的风格 看着远处的双翼飞原 凝聚出一道无剑虚空 斩砍了过去 无剑虚空斩 无声无息 伴随着一阵空间波动 一道刀器出现在双翼飞原身前 朝着其身躯滑去 双翼飞原不以为意 任凭刀器打在身上 却不料 这道刀器在其身上 直接滑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 双翼飞原瞬间被鲜血染红了身躯 正所谓 趁他病要他命 徐峰直接一个瞬移 来到双翼飞原上空 全力推动恋心霸体 势大力尘的一脚踏出 朝着双翼飞原的头颅 重重踩下 啪唧 双翼飞原的头颅 如西瓜一般爆炸开来 红色白色肉块溅了一地 随着双翼飞原一死 那血色锋刃也逐渐消失 徐峰看了一周擂台 除他之外 还有四个人站着 分别是万家 竟然能将双翼飞原斩杀 整个场地突然陷入一阵沉默 似乎都在消化着徐峰带来的冲击 徐峰开口 打破了这股沉默 成长老 我看台上只剩五人了 考核应该结束了 是不是该宣布了 徐峰的话 让一众长老回过神来 成不坏跃上擂台 大声宣布道 炼体一项考核结束 通过炼体考核的弟子 分别是五堂徐峰 龙湘君孔飞成万家万荧光 五家五星河 天武门宗星荣 恭喜这五位弟子 获得本次进入蓝空秘境的资格 成不坏高声说道 徐峰听到五星河的名字 神色一动 五星河是五星海的地点 岁数和徐峰差不多大 小小年纪便将炼体功法 修炼到不俗的境界 果然资质不凡 难怪五家会着重培养 成不坏宣布完后退到一旁 对着白须长老说道 老万 接下来交给你了 白须长老乃是万家的五宗镜长老万元德 五宗镜四重 将万家家传的万劫不灭体 修炼到了极深的境界 曾以此越级斩杀过六级中阶后期的妖兽 万元德对着通过考核的五人说道 你们随我前往秘境节点处 待五十人全部选出后 进入秘境 随后徐峰几人便在万元德带领下 来到了秘境节点处 秘境节点位于一处山洞中 徐峰打量了一下四周 加上他们五个人 弟子模样的这里 已有了二十人 其中还看到了张晴宇和风宏阔 显然他们两个也通过了考核 徐峰走过去 与两人聊了会天 没多久 又陆续有通过考核的弟子过来 很快 进入秘境的五十人 就全部到齐了 武堂堂主任仪 与其他各大势力的掌舵人 也都出现在此地 仁仪指着中央一处空队 对着众人说道 要进入秘境的五十名弟子 都到那里等着 随后又对着其余势力的掌舵人说道 各位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便开启秘境吧 说完 掏出一块令牌握在手中 以原理原理 催动令牌 顿时一道白光从令牌中射出 硬在远处地面上 其余势力的掌舵人 也纷纷拿出令牌 催动 顿时十二道白光汇聚一处 白光处 一道门户缓缓出现 仁仪对着要进入秘境的五十位弟子说道 这便是秘境之门 从这进去 你们便到了秘境之中 进去之后 把位置记住 本次秘境开启一个月 一个月后的这个时刻 你们回到同样的位置 我们会开启秘境之门 接你们回来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 你们就只能永远待在里面了 有弟子问道 我们若一个月后来不及回来 不能等三年后 秘境再次开启时 再回来吗 三年后开启的位置便变了 若你们运气好 能找到位置 也可以回来 不过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那个人 是时隔三年回来的 仁仪解释道 好了 废话少说 赶紧进去吧 记住 秘境里面除了你们 其他的皆是敌人 皆可杀之 不要手软 不然死的便是你们了 众弟子从秘境之门鱼贯而入 徐峰也跟着队伍 走进了秘境之门 秘境之门的另一侧 是在一处森林之中 抬头望去 无数枝繁叶茂的大树 映入眼帘 一片郁郁葱葱之景 待五十名弟子 都从秘境之门出来后 只见秘境之门逐渐缩小 直至缩小到米粒之大才停下 米粒大的秘境之门 隐藏在地上一堆杂草中 若不仔细观察 绝难发现 徐峰还在打量着四周的环境 一个人走到了徐峰面前 对着徐峰说道 徐峰 刚才外面五宗镜大佬太多了 不好和你说话 进来这里后放松多了 我就知道你肯定能进来 怎么样 要不要和我们一起走 说话的人是五星海 他也获得了进入秘境的资格 徐峰看向五星海 打句道 你是参加了哪项考核 竟然也获得了名额 五星海听出了徐峰的打句之意 杨怒 说道 你什么意思 难道我的实力不强吗 我随便参加哪项考核 都能获得名额 徐峰一脸微笑地看着五星海 没有搭话 五星海有些心虚 实笑道 嘿嘿 我参加的是拳掌一项的考核 你也知道我精神拳 你也神掌的威力 夺得一个名额 还是不在话下的 徐峰点点头 五星海的拳法 有祸神之效 在不知根底的情况下 确实很占优势 见徐峰没回答自己的问题 五星海又问了一遍 怎么样 要和我们一起吗 你们 是你们五家一行人吗 徐峰问道 见五星海点头 徐峰接着说道 算了 我就不掺和你们家族的事了 我应该会自己一个人走 五星海还想劝劝徐峰 郑宇开口 却被一道声音打断 哥 快点 我们要走了 说话的人是五星河 五星海的地点 五星海听到五星河的话 转头说道 好 我马上就来 说完回过头 脸上带着一丝歉意 对徐峰说道 徐峰 不好意思 我弟在催我了 我得走了 你就算不想和我一起走 我建议你 最好也和五唐的人一起 这秘境比你想得更危险 多谢提醒 我心里有数 徐峰对着五星海点点头 说道 五星海与徐峰说完 便转身朝五星海跑去 带五星海走后 进入秘境的其他几个五唐弟子 连妹来到徐峰面前 此次五唐进入秘境的弟子 总共有八人 是十二个势力中 人数最多的 徐峰看了眼五唐众人 没见到楚英义和魏安祥 显然两人没获得进入的资格 来到徐峰面前的五唐众人 以张晴宇为首 张晴宇对着徐峰开口道 徐峰 我们几个决定 组队一起探索秘境了 你也来吧 徐峰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张哥 还有各位 抱歉 我独来独往惯了 就不和大家一起了 张晴宇听到徐峰的话 有些急了 徐峰 你也看不这个秘境的资料 这里面不乏五宗镜的土著 还有不少六级妖兽 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徐峰听出了张晴宇话中的关心之意 笑着说道 放心吧 我有自保手段 你们不用担心我 倒是你们 人多目标大 一定要多加小心 见徐峰态度坚决 张晴宇也只能无奈离去 各个队伍一一离去 转眼间 此地只剩下了徐峰一人 徐峰拿出从唐主 那堆来的地形分布图看了起来 毕竟要给唐主找法则碎片 还是要好好规划一下 徐峰看向秘境地形图 整个秘境就是一块大陆 上面星星点点 分布着不少土著部落 还有一些妖兽聚集地 每个地点也给出了对应拥有的资源情况 土著部落最早也是外界之人 只不过在秘境内一代代的繁衍 与外界失去交流 早已彻底变成了秘境人 把来秘境搜刮资源的外界来人 视为死敌 徐峰首先找出 有可能存在法则碎片的地点 共有三处 这三处地点都被以红色文字标注了 极度危险 渗入的字样 徐峰叹了口气 就知道这任务不简单 这空间戒指拿着烫手啊 这三处地点分别是圣山 剑谷 血色高原 圣山乃是秘境土著 供奉蓝空五帝的所在 虽然蓝空五帝一死 不过秘境内土著 还是一如既往地供奉着 将众多天才地宝 都收藏到圣山藏宝殿中 剑谷乃是吸食蓝空五帝 一件开辟之所在 古中弥漫着蓝空五帝的法则之力 进入者若不小心被法则之力刮到 不死也重伤 不过正因为法则之力浓厚 圣山乘境秘境斩杀 无数妖兽的血液 将土地染成血色 经久未散 自此成了血色高原 高原上有无数妖兽血脉与遗骨 蓝空五帝死后 蜜境内妖兽来此吸收妖血与妖骨 久而久之 就成了蜜境内最大的妖兽聚集地 蓝空五帝斩杀的妖兽 步伐七级 八级妖兽 都是领悟法则的存在 因此 这里也很大可能存在法则碎片 若以危险度来排序的话 血色高原的危险度 应该是最高的 毕竟高原上到处都是妖兽 一旦被包围 有死无生 圣山应该排在第二 毕竟蓝空五帝供奉之处 常年有武宗境强者守护 剑骨的危险度反而是最低的 只要避着法则之力 在剑骨内便没有太多危险 徐丰想了想 还是先去剑骨看看 若是能找到法则碎片 那就不用再去另外两处 剩下的时间 可以找找自己需要的空间意境时 若是没有 再做打算 看了眼地图 可以瞬间到达剑骨 不过这样贸然前往 有点危险 徐丰想了想 还是决定徒步前往 以他的矫程 半天的时间便可到达 顺便可以在路上 找找有没有资源 也能了解了解秘境的情况 于是 徐丰施展自在随丰身法 化作一缕清风 往剑骨方向飘去 徐丰神识离体 感知着周遭的一切 森林中有不少妖兽 不过大多在三级妖兽以下 在徐丰感知中 不远处有一伙人森林中 采摘着各种草药 这一伙人 应该是秘境土著 修为大多在五十镜之下 徐丰心中一动 或许可以从这伙人中 了解一下秘境的情况 于是 徐丰变换方向 来到了这伙人所在地 徐丰在一侧偷听着 这伙人的谈话 语言可以听懂 看来 秘境内的文字语言 与外界是一致的 伯远 你记下了 这几种草药乃是止血的 另外这几种 则是顾本培源的草药 可以增强体魄 一个长着洛塞湖的中年男子 对着一个有黑少年指点道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强说 有黑少年开口说道 看到此情 徐丰想到了 刚来这个世界没多久 与村里的大家一起 上山捕猎的情景 一时竟有些感慨 回过神来 徐丰现出身形 走向洛塞湖中年一行人 毕竟这伙人实力地下 对自己造成不了什么威胁 而且看着挺淳朴 或许可以从他们口中 了解一些情况 洛塞湖中年 也就是强叔 发现了徐丰的靠近 握紧手中的大刀 戒备道 你是什么人 徐丰露出一个和睦的微笑 说道 我没什么恶意 我只是个过路人 找你们问问路 不知可否 强叔还是一脸戒备 眼睛紧紧盯着徐丰 说道 我们不知道什么路 你不要靠过来 徐丰毕竟也不是什么恶人 做不出胁迫之事 于是说道 我看你们似乎在寻找草药 我知道 不远处有一个地方 长满了各种草药 只要你们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就把那处地点告诉你们 徐丰之前在路上 感知到一处满是草药的地方 便想着 用这个消息 来和他们交换信息 强叔听到徐丰的话 脸色也放松了些 名叫柏远的有黑少年 更是一脸异动之色 他们一伙人中的其他人 也纷纷开口 对着强叔劝道 强叔 我看这少年 也不像什么坏人 出门在外 互通有无 能帮则帮吧 是啊 强叔 如果真有那么多草药的话 那我们村子里一年的生计 都不用愁了 强叔 如果你担心被他骗的话 我们可以让他 先带我们过去 他说的那个长满草药的地方 如果是真的 再回答他的问题便是了 强叔听到众人的话 叹了口气 原本防备的双手 也垂了下来 说道 行吧 便衣你们 接着又对着徐丰说道 你先带我们去 你说的有草药的地方 如果属实 我可以回答你几个问题 徐丰点点头 说道 没问题 你们跟我来 徐丰说完便带着众人 前往了之前赶知道的地方 距离不远 很快便到了 众人来到一处悬崖前面 强叔沉着脸问道 你是在消遣我们吗 你说的草药在哪 徐丰神色不改 说道 别急 那草药长在这悬崖之下 说完用手指了 强叔和伯远 说道 我带你们两个人下去看看 你们便知真假了 说完 一道原力涌出 将强叔与伯远 裹挟向着悬崖下飘去 众人看到徐丰的手段 无不惊骇莫名 被原力裹挟住的 强叔和伯远 更是一脸骇然 很快 徐丰三人便来到了悬崖之下 满地的草药 映入强叔和伯远的眼中 两人脸上原本的惊骇之色 瞬间变为狂喜 没想到这悬崖之下 竟长了如此多的草药 而且还不乏真品 强叔呢难道 徐丰看到两人的神色 笑着说道 如何 这样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吧 强叔见识过了徐丰的实力 一脸小心翼翼的说道 这位前辈 不知道你要问什么问题 我所知不多 也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上你的问题 无妨 讲讲剑谷的情况吧 徐丰说道 剑谷 那可是大兄之地啊 我听说好多人去了 那便一去不回 尸骨无存 强叔听到剑谷 一脸惊骇地说道 哦 把你知道的详细说说 徐丰来了兴趣 说道 强叔沉思了会 似是在组织语言 梁九 开口说道 我们村子离剑谷不远 经常有要前往剑谷的舞者 在我们村子休整 经常听他们提起剑谷 久而久之 我也对剑谷有所了解 剑谷内部有很多修炼资源 不过常人难以进去 基本上都被剑谷 背的两家势力给霸占了 一家是风雷门 一家是千人工 这两家分别站住了 进出剑谷的两个口子 剑谷上空 充斥着法则之力 无妨通过 因此 这两个口子 便是剑谷唯一的门户 进去剑谷 先要给他们交过路费 出来还要把在剑谷内 得到的收获 交给他们一半 而且一旦你的收获足够多 还有引起他们的寂觅之心 直接杀人夺宝 徐峰听了强叔的话 皱着眉头 问道 他们如此行事 没人管吗 谁敢管啊 那风雷门门主 和千人公公主 可都是武宗镜的大高手 在这一带 无人能敌 强叔说道 你可知 他们两人的修为是武宗几重 徐峰问道 强叔摇摇头 说道 这便不知道了 我只是个小小的武师 平常也接触不到那等大人物 都是道听图说而已 既然那剑谷里这么险恶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 要进去剑谷 徐峰追问道 那当然是因为 里面的东西太诱人了 听说里面天才地宝无数 甚至还有能帮助武宗镜突破的宝物 那能不令人疯狂吗 强叔眼中露出一次向往 解释道 徐峰右手斧着下巴 陷入了沉思 看来剑谷中确实有宝物 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屈之若物 既然如此 进入剑谷一世 得好好谋划了 伯远的声音打断了徐峰的沉思 前辈 我们可以采摘这些草药吗 没问题 你们赶紧摘吧 摘完我送你们上去 徐峰说道 听到徐峰的话 强叔和伯远一溜烟 跑到草药从中开始采摘 不一会儿 便将此地的草药采摘一空 装了好几个麻袋 徐峰见他们采摘完毕了 便以原力拖住他们 和挤麻袋的草药 回到了悬崖之上 回到悬崖上后 徐峰直接化为一股风 继续剑谷前进 剑谷 禁谷关爱 一对人马正在巡逻着 徐峰潜在暗中观察着禁谷的流程 只见有三个人 正在禁谷关爱处 与守卫说着什么 接着 三人中为首的 掏出了三枚下品原石 递给了守卫 随后守卫便放行了 看到刺警 徐峰也清除了 禁谷的门票费 是一枚下品原石 随后 徐峰乔装一番 装成一个土著的模样 朝着关爱处走去 过来这边 一个守卫看到徐峰 对着徐峰喊道 徐峰朝着出生的守卫走去 你一个人禁谷吗 胆子倒是不小 拿来吧 守卫对着徐峰说道 徐峰知道他是在索要禁谷费 于是拿出了一枚下品原石 递给了守卫 守卫接过原石后 说道 进去吧 规矩你懂的 收获上交五成 徐峰点点头 走进了剑谷之中 来到谷中 徐峰抬头向上空看去 只见空中无数的灰色丝线 四处流转 只看一眼 徐峰便感受到 丝线中蕴含的强大威能 看来 这便是残余的法则之力了 真是恐怖如斯 徐峰打消了从空中出谷的想法 只能从关爱处打出去了 当务之急 还是先寻找法则碎片 徐峰边走边 以神识进行感知 寻找着法则碎片 或是其他天才地宝 突然 不远处一股原力波动 吸引了徐峰的注意 徐峰直接瞬移来到原力波动处 只见空中一道灰色丝线 滑到了剑谷左侧峭壁处 将峭壁切了开来 露出了一个口子 一股原力从口子中溢散出来 法则细线挡在那口子之前 徐峰不敢贸然上去查看 于是 徐峰催动原力 一记天地独尊掌打出 化作一道巨型掌印 打向了那口子 瞬间 峭壁的口子处崩碎了开来 无数碎石落下 碎石中的一抹晶莹 吸引了徐峰的注意 那是原石碎片 徐峰来到碎石处 将原石碎片找出 拿在手中 仔细观察 这是原石矿碎片 看来那口子里面 有原石矿的存在 不知道存量多少 若是多的话 或许可以将自己的原单 再增大一寸 徐峰心想 既然无法上去 那就打下来 徐峰不断出掌 无数掌印 轰在了那口子处 那口子不断变大 直至那峭壁树直裂了开来 徐峰从裂口处走进去 以神识感知的原力的方向 不断打通前方的岩石 不久后 看到前方一块巨大的 原石矿原石 徐峰狂喜 走到原石矿原石处 将整个原石矿原石 收入了空间戒指中 这块原石矿原石 至少能开出数百枚下品原石 徐峰继续寻找着原石矿 徐峰开矿的声响 在剑谷传了开来 不少人来到了 徐峰开辟处的裂纹处 好大的动静 这里一定出了宝物了 何该归我 一个瘦小的身影 率先来到此处 并朝着裂纹处冲了进去 后来的一些人 看到有人从裂纹处进去 也纷纷效仿冲了进去 徐峰还沉浸在挖矿中 不知道有人沿着他的脚步 也进入到了这原石矿中 只是片刻时间 徐峰便已挖到了 价值上千原石的原石矿原石 徐峰正准备在把脚下的 这块原石矿原石挖出时 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小子 住手 谁让你动我的原石的 赶紧把你挖的原石 给我拿出来 是之前那道瘦小的身影 来到了此处 对着徐峰开口道 徐峰转身 只见面前一个身材矮小 身穿灰色长袍的老头 目露凶光 如同一只捕食前的猛兽 紧盯着他 你是什么人 竟敢大言不惭地 说这是你的原石矿 徐峰警惕地盯着来人 眼神中闪过一丝疑惑与戒备 开口结问道 姐姐 你个小娃娃 竟然不认识老祖 何该有此意见 挥跑老头怪笑道 声音中带着一种 让人不寒而栗的阴冷 挥跑老头说完 抬起了左手 手指轻弹 瞬间 一道气静羞的一声 朝着徐峰射来 徐峰感受到 这道气静的威力并不强大 心中烧定 以自己的强悍肉体 不用催动恋心霸体 也能抵挡 徐峰伸出左掌 挡在了气静前面 气静打在徐峰手掌之上 扑斥一声 化为一道青烟消散了 挥跑老头见状 瞳孔危张 脸上神色凝重了些许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 竟然修为不俗 倒是老祖小瞧你了 挥跑老头开口道 语气中带着一丝惊讶 开口闭口老祖 就你这错样 也学人家称踪到祖 徐峰神色不渝 眼神中闪过一丝轻面 开口讥讽道 挥跑老头身材矮小 平生最恨别人讥讽他的身形 听到徐峰的话 勃然大怒 仗红了脸 双目圆瞪 盯着徐峰 仿佛要将他吞噬 牙尖嘴利的小子 给我死来 挥跑老头怒喊道 随即脚步一转 出现在了徐峰面前 五指成爪 抓向徐峰的脑袋 这一爪威视惊人 似乎要将空间抓破 徐峰不敢大意 催动恋心霸体 迎着爪击一掌拍出 天地独尊掌 徐峰大喝一声 掌风凌厉 带着一股强烈的自信 爪鱼掌的碰撞 爆发出巨大的轰鸣之声 一阵剧烈的震动 将这狭小的矿洞 震得支离破碎 矿洞塌陷 底下露出了大片的原石矿原石 挥跑老头见此 眼中满是贪婪之色 徐峰也有些许震惊 没想到地下还有这么多的原石 挥跑老头 飞身到地下的原石矿前面 挡着徐峰 说道 这都是我的 你别想沾手 说完 只见其右手凝聚出大量原力 将其手掌覆盖 随后五指成爪 朝着徐峰抓了两下 瞬间 两道巨大气径爪击 朝着徐峰抓来 嘿嘿 瞧我的追魂爪 这下看你还不死 挥跑老头凝笑道 徐峰感知着这两道爪击 估摸着 有接近武宗的威力 不敢怠慢 直接使用空间 瞬移离开原地 没成想 那爪击竟也拐了个弯 继续朝着他追来 哈哈 你以为我的追魂爪 是浪德虚名吗 你逃不掉的 挥跑老头大笑道 声音中充满了得意与狂妄 既然不能躲 那就把你摧毁掉 徐峰全力催动恋心霸体 星辰之力覆盖全身 对着袭来的爪击 不断挥拳 硬生生将那爪击打得消散开来 见此情景 挥跑老头眼中露出一丝惬意 但很快被愤怒所取代 突然 不远处的一阵声响 吸引了两人的注意 徐峰眼神看向那声响处 却见三个人从那处鱼灌而出 那三人出来 看见不远处的挥跑老头 惊呼道 岭山上人 他竟然在这里 原来那挥跑老头号为岭山上人 乃是五毫镜十重的强者 一手追魂者 杀人无数 在剑谷内霸占着一处山岭 独享着其中的天才地宝 闪过一丝得瑟 他大笑一声 声音中带着一股不可一世的傲气 指着徐峰对三人说道 你们三人既然识得老祖 便过来帮老祖将此人斩杀 事成之后 老祖有好处于你们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诱惑与自信 那三人听到岭山上人的话 却没有轻举妄动 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忌惮与犹豫 毕竟能与岭山上人这样的五毫镜十重强者搏斗的 肯定不是一语之辈 他们的内心在激烈地交战 一方面是对岭山上人的畏惧 另一方面是对可能获得的利益的渴望 在徐峰的感知中 眼前三人不过是五毫四 五重的修为 对他构成不了什么威胁 于是徐峰没有管这三人 静止朝岭山上人攻击而去 徐峰一个空间 瞬移出现在岭山上人身前 动作快如闪电 一记无形神风腿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如鞭子一般扫向岭山上人的脖子 这一击快得让人几乎无法捕捉 充满了灵力与狠辣 岭山上人见徐峰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慌 想出找抵挡 已来不及 仓促之下 他低头抬肩 以手臂挡住了徐峰这一腿 可岭山上人没料到徐峰这一腿的威力 直接被扫飞了出去 撞在岩壁上 摔落在地 岭山上人被徐峰打飞 自觉丢脸 瞬间恼羞成怒 双目赤红盯着徐峰 怒吼道 可恶的小子 安敢如此欺辱老祖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徐峰不屑地笑笑 对着岭山上人挑衅道 能做到的话 你倒是来啊 徐峰的挑衅 让岭山上人的愤怒更甚 只听岭山上人怒吼一声 随后其身躯不断长大 直至变成了一个 筋肉囚结的三米巨人 你们都要死 变身后的岭山上人大喊道 那三人见岭山三人这副模样 脸上一满惊骇之色 师生道 妖化 岭山上人 岭山上人宁笑道 徐峰乍一见到岭山上人变身的模样 有些惊讶 见三人说出了妖化一词 又有些疑惑 于是 徐峰顺移到三人身旁 问道 什么是妖化 三人还处于惊骇中 一时之间竟说不出话来 岭山上人也听到了徐峰的问话 睁明的脸看向徐峰 见徐峰脸上一丝害怕之意都没有 怒急笑道 你小子真是什么都不懂啊 难怪 无知者无畏 让老祖来告诉你吧 希望你知道后 还能如此淡然 嘿嘿 妖化就是在体内植入妖兽之血 获得一丝妖兽血脉 现在的我 可比之前强了数倍不止 怎么样 害怕了吧 小子 徐峰听到岭山上人的话后 脸色凝重 岭山上人 原本便是五毫十重的强者 实力增强数倍 估计已经比肩五宗一重了 得小心应对了 小子 让我把你撕碎吧 岭山上人宁笑道 岭山上人说完便化作一道灰光 朝着徐峰冲去 瞬间便来到徐峰身前 双手交叉 如大锤般向着徐峰头顶砸去 岭山上人的移动的速度 比之前提高了数倍之多 徐峰反应不及 被一锤砸入地底 还好徐峰始终保持着 练心霸体的状态 强悍的肉身硬生生扛下了这一锤 没受什么伤 徐峰翻身起 扭了扭脖子 对着岭山上人咧开了嘴 说道 这才有点意思 就让你见识见识 火力全开的我吧 说完 徐峰重重地将脚一踏 瞬间碎石飘飞 徐峰将恋心霸体催动到极致 星辰之力覆盖全身 徐峰将星辰之力凝聚于拳头上 整个拳头宛若一颗小太阳 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大量的星辰之力汇聚于拳头之上 拳头周围的空间都被扭曲 岭山上人见此情景 惊骇莫名 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徐峰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笑道 送你上路的人 说完 徐峰瞬间出现在岭山上人面前 包裹着星辰之力的拳头 朝着岭山上人身体打去 岭山上人想要借助身法躲开 却难以动弹分毫 那星辰之力将他紧紧吸附在原地 徐峰的拳头 直直地对着岭山上人的脸打来 岭山上人脸上露出了绝望之色 张大着嘴巴 饶 话还没说完 徐峰的拳头便将岭山上人的头颅打爆 血液如同喷泉般 从岭山上人的脖子处喷涌而出 两久 无头尸体倒在地上 徐峰甩甩手臂 将手上粘到的些许肉块甩开 走到岭山上人尸体处 徐峰俯下身 在其身上摸索了起来 找到了 让我看看一个接近五宗镜强者的身家吧 徐峰找到了岭山上人的空间带 昆蓬神石没入其中 将其中残余的神石瞬间吞噬 徐峰打开了岭山上人的空间带 看到里面放着一本功法 一堆原石 还有一些矿石和灵药 不错 不错 难怪说 杀人放火精腰带 马屋叶草不肥 这波转大了 徐峰将空间带里的物品整理了一下 功法是岭山上人主修的追魂爪 对徐峰来说 没什么用 利用神石将那一堆原石清点了一下 有近五千的夏品原石 矿石和灵药徐峰不太了解 只能等以后找人问问了 清点完毕 徐峰将空间带里的物品 转移到自己的空间戒指之中 随后转身看向之前跑出来的三个人 问道 你们的来历 都说说吧 三人正想开口说话 却被洞口处 这个脸上有着一道刀疤的中年男子 身穿一身黑色镜装 看到眼前的原石矿 惊呼道 好多原石 这下发了 听到这话 徐峰眉头一挑 是谁在寄予我的原石 徐峰转头看去 面色不渝 说道 你是什么人 这是我发现的原石矿 你也想来抢一手 那人见徐峰不过是个少年 一脸稚嫩模样 笑着说道 小弟弟 这里可不是玩耍的地方 乱说话 可是要命的 要命 要谁的命 要你的命吗 徐峰说道 徐峰说完 一记手刀挥出 无见虚空斩 一道斩鸡 瞬间出现在刀疤中年面前 朝着他披斩而下 刀疤中年 见到斩鸡朝他而来 却不慌不忙 身影一转 躲开了这道斩鸡 出现在徐峰面前不远处 小弟弟 一言不合 就下次重手 可不是好习惯哦 刀疤中年调侃道 徐峰打出的斩鸡 威力不俗 直接将矿洞撕开了个口子 刀疤中年健壮 脸上显露出一丝惊讶 对着徐峰说道 你家大人是谁 小小年纪 便有如此实力 看来家学渊源啊 哦 对了 先介绍一下 我叫韩正平 想来你应该认识我 刀疤中年接着说道 徐峰当然不可能 听过韩正平的名字 一脸迷惑 而之前那三个人 却惊呼出口 韩正平 护助会会长 韩正平点点头 说道 不错 正是韩某 接着又对着徐峰说道 小兄弟 我看你实力不弱 怎么样 要不要加入我们护助会 你看那边那几十号人 都是我们护助会的兄弟 在这建谷 除了风雷门和千任公 我们护助会所到之处 无人敢挡 你是武宗吗 徐峰冷不妨开口问道 韩正平一愣 说道 还不是 不过快了 有了此地的原石矿 我至少有八成的把握 突破武宗 不是武宗啊 这样 我加入护助会 这个会长让我来当 如何 徐峰摇摇头 说道 唉 看来小兄弟 还是执迷不悟啊 这样 也怪不得我了 看向洞口出那群人 手一挥 说道 兄弟们 跟我一起拿下 这破天的富贵 给我杀 瞬间一群人冲了进来 朝着徐峰和之前那三个人杀去 不一会儿 那三个人便淹没在人群中 再一看 已成了一地失快 看来这群人 也不是什么擅长 打着护助的旗号 到处烧杀抢掠 徐峰自在随峰身法施展开来 在人群中四处飘飞 五指并拢 以手做刀 手起刀落 一颗接一颗的人头 滚落在地 眨眼间 场上便只剩下了 韩正平和徐峰 徐峰看向韩正平 说道 你喊你的兄弟上 你自己怎么不上啊 你看 这下你的兄弟都死光了 韩正平哈哈大笑 说道 感谢你帮我把这群虫子宰了 不然我还得装着 和他们相亲相爱 和他们分享这些原石 这下好了 这些原石都是我一个人的 徐峰吃笑一声 指着韩正平说道 你还真是个败类啊 杀了你 也算替天行道了 徐峰不想再和韩正平废话了 在他感知中 韩正平也不过才五好九重 连岭山上人都比不上 于是 徐峰直接顺移到韩正平上方 一掌朝着其脑袋拍下 韩正平见徐峰打来 没有一丝惊慌 脸上反而泛起一丝笑容 八舌吞天竹 韩正平伸出手掌 抵在了徐峰的手掌之上 一股犀利猛然出现 将徐峰身体里的原力吸取而出 汇入到韩正平身体之中 徐峰察觉不对 想撤手后退 却不料 那从韩正平手掌传来的犀利 将其紧紧吸住 洞看不得 眼见身体内的原力不断流失 情急之下 徐峰全力催动恋心霸体 星辰之力涌现 覆盖全身 星辰之力将那吸取之力隔断了 徐峰感觉身体一松 浑身的束缚感消失了 徐峰摆脱束缚后 向后退去 一脸凝重地看着韩正平 说道 你不是五好镜 你是五宗 哎呀 被发现了吗 嘿嘿 小子 你不是很狂吗 来杀我呀 韩正平听到徐峰的话 细血一笑 朝着徐峰挑衅道 原来韩正平早已突破五宗镜 却假装成五好镜的武者 在剑谷搜刮资源 以防被封雷门门主 和千任公公主发现 韩正平自存 以自己的实力 还不是封雷门门主 与千任公公主的对手 而如果被他们发现 有五宗镜在剑谷内 定逃不了他们的追杀 面对五宗 徐峰不得不小心应对 徐峰身影一闪 直接瞬移到韩正平身后 星辰之力凝聚与掌 一掌打向韩正平后背 天地独尊掌 徐峰的身影刚一消失 韩正平便已有所察觉 当徐峰的手掌打来之时 韩正平的身体 如蛇一般扭动 八蛇欲须 韩正平的身影瞬间消失 徐峰一掌打空 徐峰环顾四周 寻找着韩正平的身影 心中微沉 没想到 韩正平竟也会空间泪身法 突然 韩正平的身影 突兀地出现在徐峰身侧 一腿横扫过来 八蛇甩尾 徐峰周身的空间凝质感又出现了 空间瞬移无法施展 徐峰整个人 如同被困在泥沼中一般 一举一动都颇为吃力 韩正平一腿扫来 徐峰回首不及 背弃一腿打在胸膛上 腿上传来的距离 直接将他抽飞出去 重重地嵌在岩壁中 一丝鲜血从徐峰嘴角流出 徐峰将自己从岩壁中抽出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那韩正平见徐峰如此狼狈 哈哈大笑 说道 小子 看你这狼狈样子 竟还敢大言不惭说要杀我 哈哈 笑死我了 韩正平说完 身影一闪 又消失在了徐峰眼前 徐峰施展着空间瞬移 在洞中不断变换位置 以防被韩正平偷袭 却不料 韩正平突然现身 双手向下一压 八蛇定语 徐峰的空间瞬移失效了 那韩正平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徐峰身后 徐峰只能施展自在随峰身法 与其斡旋 可惜 在空间类身法面前 其他身法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没多久 韩正平就一掌打在了徐峰背上 八蛇吞天竹 韩正平顾忌重施 施展出了吸取原力的功法 可惜 徐峰全身被星辰之力覆盖 那吸取原力之术 无法建功 韩正平随即一腿 踢飞徐峰 明笑道 你这乌龟壳还挺硬啊 看来 我得先将你的乌龟壳打破 再来好好享受你的原力了 说完 不断地朝着徐峰发起攻击 徐峰如同一颗皮球 被韩正平踢来打去 虽然依靠着恋心霸体 一时之间并无大碍 但面对韩正平武踪进的攻击 时间久了 也难免受伤 随着韩正平势大力沉的一腿 将徐峰重重地踩落在地 徐峰口中喷出一大口鲜血 徐峰知道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再这么下去 要被韩正平活活打死 徐峰看向面板 恋心霸体 一道圣境极限 破线点也有三点 既然如此 那就给我突破吧 徐峰心念一动 三点破线点 投入到恋心霸体之中 一道提示出现在徐峰眼前 是否使用三点破线点 对恋心霸体进行演化 竟然可以演化 演化可以转变成更高阶的功法 徐峰没有丝毫犹豫 给我演化 瞬间 恋心霸体的字样 化作一团混沌 不断旋转 最终演变成了五个大字 星陨不灭体 年龄 十六 五道境界 五毫六重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帝玄黄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境 LV6 登峰造极 13650 2000 秘法 不死天残宫 残 第二层 200200 三品 昆蓬化神诀 LV 六登峰造极 13008000 三品 星陨不灭体 LV 八圣境 22900 32000 四品 天帝独尊长 LV 五炉火纯青 1800 5600 四品 吴湘风云露 封篇 LV 三驾轻救赎 2700 2800 五品 吴剑虚空斩 LV 八圣境 1900 24000 六品 虚空横雨晶 LV 八圣境 75012000 意境 峰之意境 石成 1000斜杠1000 空间意境 意境 1% 星辰意境 石成 1000斜杠1000 圆丹 五寸二分 5812000 神识 昆蓬神识 LV 六破线点 零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随着星云不灭体转化完毕 徐丰身体所受的伤瞬间恢复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徐丰演化完功法之际 那韩正平的身影已经来到徐丰身旁 朝着徐丰一掌按来 徐丰直接催动星云不灭体 瞬间 徐丰周身一散出无尽黑光 韩正平见此 瞬间离开徐丰身旁 那黑光给他一种不祥的感觉 只见那黑光所到之处 将接触到的所有存在吸附住 被吸附住的东西朝着徐丰移动 并逐渐消散 徐丰仿佛化身一颗黑洞 不断吞袭 湮灭着周遭的一切 韩正平见状有些骇然 惊呼出声 这是什么手段 徐丰看向韩正平 手臂一挥 瞬间 无数道黑光朝着韩正平席卷去 韩正平想要施展八舌玉须身法躲开 却不料 整片空间已被定住 难以顿入虚空 只能眼睁睁看着黑光将自己缠绕 见到黑光将韩正平紧紧包裹住 徐丰咧着嘴笑着 抬起手 用力一捏 心爆 瞬间包裹住韩正平的黑光不断挤压 碰 一声巨响 韩正平整个人瞬间湮灭在黑光之中 徐丰有些可惜的叹了口气 自语道 这招强是强 不过没办法留下任何物品 倒是可惜了 韩正平乃门功法 击杀了韩正平后 徐丰继续开采 收集着此地的原石矿 两久 徐丰便将此地大部分的原石矿 收入了空间戒指之中 剩下一些零零散散的 徐丰看不太上了 徐丰走出矿洞 神识感知到各个方向 都有不少人往这边赶来 想来是之前交手的动静太大 很多人都想着 过来看看 是否有好处可见 徐丰无意在一起争斗 于是直接一个空间瞬移 离开了此地 光影扭曲之间 徐丰的身影缓缓浮现 前方是剑谷内一处聚居地 有着小镇规模 或许可以到里面 打听打听法则碎片的消息 徐丰蠢道 小镇是个开放式的小镇 每时每刻 都有人在进进出出 徐丰学着其他 进入小镇的人一样 淡定自若地走进了小镇 小镇内淋漓着各色楼宇 商行 客栈 茶馆等等 一应俱全 徐丰朝着茶馆走去 在茶馆内 随意挑了个座位坐下 茶馆小二 见有客人落座 上前问道 客官 要来点吃喝吗 徐丰回道 我第一次进剑谷 你这有什么吃喝 给我推荐一下吧 小二听了 笑着说道 客官 您既然是第一次来剑谷 那可以尝尝 我们茶馆的特色 锋芒花露 这可是只有在剑谷中 才喝得到 价格也不贵 一壶只需一枚 夏品原石便可 行 那就上一壶吧 说完 徐丰掏出一枚 夏品原石 放在桌上 客官稍等 马上就来 小二将原石收走 往柜台走去 不一会儿 一壶锋芒花露 便放到了徐丰桌上 徐丰蒸了一杯 拿在嘴边轻轻一抿 一股淡淡的甜味 带着一丝花香 在舌尖蔓延开来 确实不错 一枚原石枚白花 徐丰听着茶馆里 众人的交谈之声 看能不能从中了解到一些信息 听说了吗 前段时间 有人在剑气池里 找到了一颗易径石 引来了各路高手的追杀 那人被杀后 其身上的易径石 却消失无踪 如今好多人 都在那人最后出现的地方碰运气 看能不能找到 那颗易径石 吃了算什么 我听说 最近风雷门和千人公的人 都在寻找一种叫做 法则碎片的东西 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 但能让两大势力 费心寻找的东西 肯定不俗 听说两大势力 还开出了悬赏 如果有人找到的话 两大势力的掌门 直接收为青传弟子 传授绝学 这个我倒是知道一些 前段时间 横跟于剑谷上空的 法则之四出现异动 一缕流光 从空中飞向谷中 听说那便是法则碎片 是武宗境强者 突破所需之物 听到这 徐峰眼神中 闪过一丝一色 剑谷中果然有 法则碎片的存在 看来还没被两大势力找到 那自己还有机会 徐峰心想 紧接着 又听到有人说到 好像又到了 域外天魔入侵的日子了 圣山那边 一直对提供 域外天魔的消息 一直有悬赏 要是能发现一个 那就发了 是啊 距离上次域外天魔入侵 也有三年之久 新的一波应该来了 那些天魔 不会错过剑谷的 说不定在我们之中 就有他们的存在 哈哈 说笑了 怎么可能 在座的 大都是知根知底的 茶馆中突然陷入一阵沉默 只有一阵阵的呼吸声 此起批伏 一个壮汉站起身来 扫视着茶馆里的人 看到徐峰的位置 却只见桌上 未喝完的锋芒花露 和一盏还试着的茶杯 徐峰早已施展空间 瞬移离开此地 壮汉对着小二招了招手 指着徐峰之前坐的位置 问道 坐在那里的人呢 小二朝着手指的方向看去 疑惑道 哎 刚刚那个客人还在的 他才刚点了一壶锋芒花露 没见他出门啊 把他的模样告诉我 壮汉目光炯炯盯着小二 说道 小二思考了会 说道 那位客官大概十来岁 一脸平平无奇的样子 但身上却有一股莫名的气质 你这说了 都没说一样 你去画出来 我给你一枚原石 壮汉说道 带小二画完徐峰的长相后 壮汉拿着画像 走出了茶馆 往镇外走去 小镇数十里外 一条小河边 徐峰看着河水中自己的倒影 点点头 心存道 之前在茶馆中 估计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不过我换了这副脸 应该不会被认出来 心允不灭体 有着改头换脸的能力 徐峰为防暴露 将自己的脸 改成了一个普通的中年男子模样 等离开之后再改回来 徐峰神识施展开来 笼罩着周遭的数十里方圆内的一切 徐峰打算 就用这种土办法 在剑谷中 一寸一寸地找过去 就不行 找不到易静石和法则碎片了 徐峰就这样寻找着 突然 神识感知中一股波动 吸引了徐峰的注意 这股波动 很像易静石 仔细感知 有一群人在争夺着什么 徐峰直接瞬移来到波动处 只见其中一个人手里 拿着一颗易静石 其他人正围着他 陆学贞 把易静石交出来 我们还可以留你一命 不然只怕你要死无权尸了 我呸 葛阳云 你个无耻的卑鄙小人 枉我把你当成兄弟 你竟然出卖我 陆学贞双目欲裂 怒视着葛阳云 食食物者为俊杰 易静石 可是风雷门诸位高徒所求之物 你竟然不主动交出来 还藏着掖着 葛阳云对着陆学贞说道 接着对着其余几个人拱手说道 各位风雷门高徒 那陆学贞手中 乃是一枚雷之易静石 这是我亲耳听他所说的 断不会有假 一位风雷门弟子站出来 说道 陆学贞 你开个架吧 雷之易静石是 我们修炼必须之物 我们是势在必得的 不要逼我们出手 陆学贞淒厉一笑 举起手中的易静石 大力甩出 怒吼道 想要就给我去捡吧 徐峰看到那颗易静石 直直地朝自己飞来 愣了愣 正所谓 天与不取 反受其咎 徐峰原力画长 将不远处的易静石 接住并拿到自己身前 原力长消散 徐峰一手接住了易静石 收入空间戒指中 你是什么人 竟敢偷我们的易静石 风雷门弟子 见到徐峰 收走了易静石 怒道 徐峰没有理会他们 看向陆学贞 说道 这枚易静石我收下了 算是救你的报酬吧 你走吧 贼子 竟敢无视我们 风雷门为首之人 朝着徐峰怒喝道 接着对着其身旁之人说道 师弟们 一起上 杀了那贼子 把易静石抢回来 其身旁众人应声道 是 胡师兄 瞬间众人朝着徐峰杀来 那为首的胡师兄 却是一掌杀向了陆学贞 一边喊道 信陆的 我先杀了你 让你坏我的事 那陆学贞见那胡师兄杀向他 怒瞪双眼 指着他叫骂道 真是可笑 胡万 要不是你让葛阳云给我下毒 你有那个胆子在我面前 吟吟狂飞吗 徐峰说过 要救陆学贞 自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 被胡万所杀 徐峰一个瞬移来到胡万面前 手捏剑指 轻轻一挥 无见虚空斩悄然发动 一道气静 对着胡万驳梗划过 人头凌空飞 鲜血如泉涌 胡万 死 其余的风雷门弟子 一时之间 竟无法反应过来 梁九 一人惊恐道 你竟然杀了胡师兄 杀便杀了 又如何 徐峰淡定一笑 走向风雷门弟子 众风雷门弟子 战战兢兢 声音颤抖 你 你不要过来 告诉我 关于法则碎片的消息 我可以饶你们不死 徐峰脚步微顿 什么法则碎片 你休想从我这里 知道任何消息 你死定了 门主一定会杀了你的 一个风雷门弟子叫喊道 反正此地的风雷门弟子不守 少一个也无妨 徐峰手一挥 一个人头落地 有谁想陪他的吗 徐峰指着那无头尸体问道 无人应声 徐峰叹了口气 接着说道 只要你们配合 我也不想多造杀念 一道颤颤巍巍的身影 从风雷门弟子中走出 声音颤抖 我知道法则碎片的所在 我可以告诉你 只求你信守承诺 放过我们 你说吧 我向你保证 徐峰置地有生 前两天 法则碎片就被找到了 不过是被风雷门 和千人公的弟子一起发现的 双方为此大打出手 最后是门主略胜一招 击败了千人公公主 夺得了法则碎片 这两天 门主一直在驻地 参悟那法则碎片 告诉我 你们驻地的位置 还有你们门主的修为境界 徐峰追问 那风雷门弟子 给徐峰讲了 风雷门的详细地址后 祈求的眼神看向徐峰 说道 我们门主的修为 我也只是大概听说过 应该是五宗九重 说的我都说了 你可以放过我们了吧 徐峰点点头 随即手一挥 葛阳云人头落地 徐峰说道 这家伙 不是你们风雷门中人 他的命我要了 我平生最恨这种 卖有求荣的人了 随后摆摆手 说道 你们走吧 不过若是让我发现 你所说有假 那不论你在剑谷何处 我也会找到你 杀了你 风雷门和千刃宫大战 这样的大事 肯定传得很广 徐峰只要稍一打听 便可知真假 风雷门众人听到徐峰的话 如蒙大赦 一溜烟全跑了 徐峰转头看向陆学真 说道 你也走吧 拿了你的意境石 救了你一命 咱们也算两清了 那陆学真 却是感激地看着徐峰 口中不断称谢 看来那风雷门弟子没骗我 不过那风雷门主 买是五宗九重的 以我现在的实力对上 恐怕有点勉强 徐峰心想 徐峰准备 先利用之前寻得的原石矿 提升一下修为 再做打算 徐峰从风雷门驻地退去 找了个僻静的地方 挖了个山洞 在山洞里盘腿而坐 拿出空间戒指中的原石 放于面前 手掌按在原石上 催动天地玄黄绝 吸收着原石中的原力 随着大块大块的原石矿 化为积粉 徐峰的原丹 也在逐渐增大 将空间戒指中的原石矿 消耗一空 徐峰的原丹 达到了十寸圆满之境 修为也突破到了五毫十重 年龄 十六 五道境界 五毫十重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黄绝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6 登峰造极 13650 2000 秘法 不死天残宫 残 第二层 200200 三品 昆鹏化神诀 LV 六登峰造极 13008000 三品 星陨不灭体 LV 八圣镜 22900 32000 四品 天地独尊掌 LV 五炉火纯青 1800 5600 四品 无香风云露 风篇 LV 三驾青旧熟 2700 2800 五品 无剑虚空斩 LV 八圣镜 1900 24000 六品 虚空横雨晶 LV 八圣镜 75012000 一镜 峰之一镜 十成 一千斜杠一千 空间易静 一成 百分之一 星辰易静 十成 一千斜杠一千 圆丹 十寸 圆满 神识 昆鹏神识 LV 六 破线点 零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接下来要考虑一下突破五宗的事宜了 突破五宗需要将圆丹破碎 融入身体 深化圆力 自此生命跃迁 增寿两百载 徐峰只知道五宗境的大概 却不知道具体的突破方法 只能等离开秘境后 再去找五堂堂主或长老询问了 修为陷入关隘 徐峰走出山洞 准备再次前往风雷门驻地 一探究竟 心念一动 徐峰消失在了原地 再一眨眼 徐峰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风雷门驻地外 看着面前的风雷门驻地 徐峰的鲲鹏神识 喷泊出 将其笼罩 顿时 风雷门驻地内的一切事物在徐峰脑海中 先毫避险 一道怒吼 从风雷门驻地深处传出 什么人 安敢窥探我风雷门 一个头顶无发 满脸落腮虎的壮汉 坦胸怒腹 飞上天空 朝着徐峰看来 此人便是风雷门门主上剑夜 徐峰看着飞到空中的上剑夜 开口问道 你就是风雷门门主 不知尊姓大名 上剑夜气笑了 说道 老子便是风雷门门主上剑夜 你不认识 老子竟然还敢来我风雷门驻地撒野 真是找死 上剑夜说完直接朝着徐峰飞来 身影隐隐携带着风雷之势 吃我一掌 上剑夜一掌拍向徐峰 怒喝道 风雷掌 上剑夜一掌打出 隐隐有风雷之声 手掌上电光缠绕 徐峰甚至能闻到空气中丝丝的烧焦味道 见上剑夜来势汹汹 徐峰不敢怠慢 原力激发 星陨不灭体 催动到极致 迎着上剑夜的手掌 一记天地独尊掌拍出 徐峰想借此看看自己的实力 能否和五宗九重的强者抗衡 双掌相交 一声轰隆巨响 徐峰倒飞出去 重重摔落在地 徐峰站起身来 手掌上传来一股麻痹感和刺痛感 是那上剑夜掌力所致 调动原力将手掌的不识感压了下去 徐峰以神识感知手掌的伤势 是峰之意境和雷之意境 双种意境融合的长法 威力果然不俗 徐峰仗着星陨不灭体的强悍 倒是没受什么伤 不过正面对决不太可取 还是得迂回作战 那上剑夜见徐峰像个没事人一样 颇有些惊讶 他清楚自己峰雷掌的威力 能受他一掌而无恙者 在五宗境中也可成强者了 可徐峰在他的感知中 不过是个五毫境的舞者 这如何不让上剑夜惊讶 上剑夜的脸色也凝重了些 上剑夜盯着徐峰 出声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来此意欲何为 徐峰沉思了会 说道 我听闻风雷门门主 乃是剑骨的最强者 我平生最喜欢挑战强者 于是过来领教一二 不知上门主可否指教 上剑夜有些狐疑地看着徐峰 他觉得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不过 以他心高气傲的性格 可不会惯着徐峰 于是开口说道 能受我一掌不死 你足够自傲了 速速离去 饶你不死 上门主莫不是怕了 也罢 我看一把老骨头 也不太精打 我怕我把你打死了 徐峰嘲讽道 小贝 不用在老子面前耍嘴皮子 老子玩这套的时候 你还没出声呢 不过你既然寻死 索性老子便成全了你 上剑夜怒急而笑 说道 上剑夜说完 轻哼一声 瞬间其身体 泛起无数电光 电光之铁 电光闪过 上剑夜的身影 瞬间消失 电光再一闪 上剑夜瞬间出现在徐峰面前 朝着徐峰鸣笑道 去死吧 小子 上剑夜一拳打向徐峰 风雷拳 这一拳的威势 比之前那一掌还重 徐峰不敢应接 一个空间 瞬移移动到上剑夜上空 躲开了这拳 一拳落空 上剑夜脸上泛起一丝亚色 抬头对着徐峰说道 没想到你小子 竟然还掌握了空间类身法 难怪如此有恃无恐 不过 在我这可没什么用 上剑夜说完 握紧双拳 只见无数电光 朝其拳头汇聚 最终在其拳头上 凝聚了两团电光 将其拳头覆盖 电光一闪 上剑夜的身影 出现在徐峰身旁 携带着电光团的拳头 朝徐峰打来 上剑夜怒吼道 尝尝我的定语雷光拳 一拳打出 电光四散 瞬间整个空间 都弥漫着电光 徐峰想以空间 瞬移脱身 却发现虚空门户 已被电光锁住 无法顿入虚空 眼见空间瞬移失效 仓促之下 徐峰施展出 自在随风身法 企图躲过上剑夜的拳头 可惜 那定语雷光拳 快若闪电 连风都来不及反应 自在随风身法失效 上剑夜一拳 打在徐峰胸膛之上 徐峰倒飞而出 一大口鲜血喷出 洒落 徐峰从空中被打落在地 胸口一片焦黑 那雷光之力 还在不断地往其身体侵袭 徐峰艰难起身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上剑夜轻蔑一笑 说道 没想到你还能站起来 只是不知道 还能接下几拳 说完 又是一记定语雷光拳 朝徐峰打来 徐峰见状 全力催动 星陨不灭体 只见徐峰周身 散发出无数黑光丝线 朝着上剑夜捆绑而去 那黑光丝线 接触到上剑夜拳头上的电光团 便被瞬间摧毁 但又有无数的黑光丝线 前扑后继地缠上去 仅是一瞬 那黑光丝线 便将上剑夜整个人团团缠住 正当徐峰想使用星报 将其灭杀时 那黑光丝线爆了开来 徐峰 上剑夜沉声说道 不简单啊 没想到竟然逼得我使出风雷之体 想来你也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留下你的名号吧 风雷之体 不杀无名之人 徐峰痴笑一声 说道 看你浓眉大眼的样子 没想到还挺中二 上剑夜一愣 不知道中二是什么意思 以为徐峰在侮辱他 玄疾大怒 啊 可恶的小子 竟敢如此如我 给我死 上剑夜怒急 电光一闪 出现在徐峰面前 拳头不断挥出 无尽的风雷之力 朝着徐峰涌来 徐峰神色凝重 操控着星陨黑光 在面前聚合成一个盾 挡下了上剑夜的拳头 星陨之下 肉身长存 不灭重生 给我开 徐峰大喊道 催动着星陨不灭体的恢复能力 将之前所受的伤 禁数消除 只要你不能一拳打死我 那你就永远打不死我 这就是星陨不灭体的霸道之处 伤势禁数恢复 徐峰将星陨黑光缠绕自身 宛若穿上了一身漆黑铠甲 禁光甲 黑光盾牌消失 上剑夜拳头打向徐峰身上 却被禁光甲挡在身前 一道尖刺 从禁光甲中生出 刺向上剑夜手掌 直接将其手掌侧对穿 鲜血洒落 上剑夜发出一声闷哼 瞅掌后退 徐峰得势不饶人 欺身而上 覆盖着禁光甲的拳头 不断朝着上剑夜打去 那拳头化作一道尖刺 不断刺向上剑夜身体 发出扑斥扑斥的声音 上剑夜身上出现一道道血洞 满身鲜血 徐峰大手一挥 禁光甲化作一把大刀 握在徐峰手中 徐峰手持禁光刀 对着上剑夜劈砍而下 一条手臂飞起 上剑夜勤急之下 侧身躲避 还是失去了一条手臂 上剑夜的手臂掉落在地 断臂处鲜血狂喷 上剑夜用手捂着断臂 惊恐地看着徐峰 怎么可能区区一个五毫 怎么可能伤得了我 徐峰手持着禁光刀 面无表情 说道 不仅伤你 我还要杀了你 上剑夜长出一口气 调整好了情绪 对着徐峰说道 是我小看你了 接下来 我会把你当成同境界的舞者看待 轻笑了一声 上剑夜接着说道 你不会以为 武宗的手段就这些吧 武宗乃是超脱的起点 与武宗之下 是有天壤之别的 说完 大喝一声 给我宁 只见上剑夜断落在地的手臂 瞬间化为血水 飘向他的断臂处 断肢重生 随着血水的凝聚 一条崭新的胳膊 从上剑夜断臂处长了出来 上剑夜甩了甩心 长出来的手臂 笑着看向徐峰 你的话我还给你 你永远也杀不死我 徐峰轻轻一笑 说道 不知道我若把你全身化为粉碎 你是否还能重生 伶牙利齿 多说无意 手底下见真仗 上剑夜说完 全身电光大作 瞬间无数电光席向徐峰 徐峰将手中的禁光刀 重新化作无数黑光飞 向那无数电光 黑光与电光交替碰撞 湮灭 两人周遭的树木 岩石瞬间化为虚无 电光退去 黑光消散 徐峰和上剑夜对面立 只见上剑夜左手拒雷 右手凝风 两手重重的合理一拍 风 雷汇聚一处 上剑夜大喝道 风雷交加 万物皆末 瞬间无数雷光锋刃 将徐峰笼罩 徐峰心面一动 进光甲上身 那雷光锋刃不断地打在进光甲上 发出 碰碰的响声 带雷光锋任消散后 露出了徐峰的身影 其身上的进光甲已破烂不堪 一丝喜色 刚爬上上剑夜的脸 却见徐峰身上的进光甲 缓缓恢复 最终又变得完好无损 上剑夜脸色沉了下去 心想 这家伙竟如此难缠 徐峰将进光甲散去 凝聚成进光刀握于手中 说道 光矮打不是我的风格 你也吃我一招吧 徐峰将手中的进光刀往上一抛 瞬间在空中分化出无数的进光刀 以神识控制着空中的进光刀 对着上剑夜挥出 看我的无剑虚空斩 无限剑制 瞬间空中的无数进光刀 引入虚空之中 一把接一把 在上剑夜周身出现 砍向上剑夜 上剑夜躲过一把 两把 却躲不过无数把 那无数的进光刀 砍在上剑夜身上 将其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四分为八 最终 无数肉末从空中落下 那是上剑夜残余之物 徐峰来到肉末处 用手在其中摸索了一会 掏出了一枚戒指 果然有空间戒指 不愧是武宗强者 徐峰露出一丝微笑 心想果然有收获 用鲲鹏神识 将空间戒指上残余的神识清除掉 徐峰神识没入其中 上剑夜的空间戒指 和仁仪给徐峰的空间戒指 差不多大 里面分门别类 放着各种修炼资源 有功法 有元石 有灵药 有灵矿 有易静石 当然 也少不了徐峰所要寻找的法则碎片 徐峰神识 探入法则碎片 想要感知一二 神识一入法则碎片 一股烟灭之风 瞬间将徐峰神识吞没 徐峰吃痛 闷哼一声 连忙将神识收回 看来自己的实力 还不足以感悟法则碎片 随即徐峰将目光 看向易静石 总共有三枚易静石 分别是峰之易静石 雷之易静石 以及空间易静石 徐峰大喜 没想到 竟然在上尖夜空间戒指中 找到了空间易静石 这下自己的空间 易静石可以提高了 易静石旁边是一堆原石 搓摸估计有今万枚下品原石 也算不错的收获 零药零矿 有一大堆 不过 徐峰对这没啥研究 出去秘境 找个商行处理了 也能赚不少 再看向功法 有三枚预检 徐峰神识感知了一下 果然是之前上尖夜施展的功法 分别是 风雷之体 风雷手 电光之体 其中 风雷之体 风雷手 是三品功法 电光之体 是四品功法 风雷之体 是 电光之体的进阶功法 而 风雷手 中包含了风雷拳 风雷掌 以及奥义定语雷光拳 清点完收获 徐峰将空间戒指 戴在手中 之前仁义给的空间戒指 被徐峰戴在右手食指 这一枚得自上尖夜的空间戒指 被徐峰戴在了左手食指 一手一枚 相得一张 徐峰抬起手 看着手上的两枚空间戒指 暗自想到 改天再搜集八枚空间戒指 把每个手指都戴上 我也当一当指环王 得了空间异境石和法则碎片 徐峰这一次进入秘境的任务 可以说是圆满完成了 不过 距离秘境关闭的时间 还有很久 徐峰打算 再去别的地方逛逛 看能不能再找到一枚法则碎片 毕竟自己以后突破五尊 也需要用到 在此之前 徐峰打算 先闭关修炼几天 把空间异境 领悟到圆满再说 于是 徐峰找了个僻静的地方 挖了个山洞 准备在山洞里 闭关参悟空间异境 徐峰盘腿坐 将空间异境石拿在手中 以神识探入异境石 感悟异境 面板上空间异境后面的熟练度 不断增加 空间异境也从一成 逐步变成二成 三成 直至十成 修炼了两天 徐峰便将空间异境 领悟到了十成 功成圆满 徐峰走出山洞 剑谷的法则碎片 应该就这一枚了 不然 风雷门也不会和千任公大打出手 看来得到圣山 或者血色高原去看看了 徐峰心想 空间异境达到十成后 徐峰的空间瞬移 已经将范围扩大到数百里方圆了 接连几个空间瞬移 徐峰便来到了剑谷近谷关爱处 这里还不时有人在进进出出 看来上剑叶生死的消息还没传开 徐峰跟着出谷的人一道 走出了剑谷 来到剑谷之外 徐峰拿出地形图 找到圣山的位置 神识沿着圣山方位延伸 空间瞬移发动 不断地瞬移之下 徐峰很快就来到了圣山 出现在徐峰眼前的是一座巍峨高山 一眼望不到头 圣山的上山路有许多人在朝圣 看来就算兰空五帝死去多年 逆境内的人还是将其当成了信仰 徐峰心里也很敬重兰空五帝 因此他没有作用神识扫描圣山这样僭越的事 神识不用 自然也无法空间顺移上去 徐峰只能一步一步走着上去 来到上山路 与上山的人群走在一起 听着他们谈论着最近发生的一些事 听说了吗 有一伙御外天魔跑到万剑城去说要打劫 结果实力不济 被万剑城的人抓住了 说是要送上圣山处决 以井校游 这算啥 我听说有一伙御外天魔 跑到血色高原 去叫嚣着要把血色高原的妖兽杀光 结果你猜怎么着 一伙人全被妖兽吃了 有个更劲爆的消息 前两天 剑谷的蜂雷门门主被人杀了 听说是御外天魔干的 什么 那蜂雷门门主可是五宗九重的存在 竟也死于御外天魔之手 听着谈论 徐峰没想到 同自己一起进入秘境的人 有的死了 有的被捉了 徐峰摇摇头 想来 他们还是太小看 这秘境里的人和妖兽了 徐峰沿着路往圣山之顶走去 以徐峰的角城 也足足走了半天 才看见顶峰的一丝影子 再走一段路 徐峰来到了圣山之顶 只见一座巨大的宫殿 坐落于圣山之巅 许多朝圣者在宫殿外行 三跪九寇之里 远远望去 一片此起彼伏的模样 煞事壮观 徐峰抬头朝宫殿上方看去 只见一个牌匾上写着 蓝空殿 想来 这便是蓝空五帝生前所居住的地方 人亡物在 一时竟让徐峰增了些许感慨 突然 一道声响 让徐峰的心神 从感慨中收了回来 万剑城押送玉外天魔 前来领取赏金 请圣山使者检查处置 徐峰转头看去 只见一个身穿白衣 腰胯常见的俊秀青年 对着宫殿拱手道 其身边有七八个身穿黑色竞装的舞者 押接着五位衣衫蓝绿 身带枷锁的人 那五个人徐峰之前见过 是非宇宫与住家之人 此时 他们全身被一条漆黑的锁链 锁着串在一起 那话音刚落 便见到宫殿大门缓缓开启 一个身穿白袍的老者走了出来 玉外天魔何在 白袍老者问道 白衣青年上前说道 使者好 我是万剑城少主万子良 家父万剑生 此次将来放我万剑城的玉外天魔 送来圣山 请使者处置 说完 首相后一招 那非宇宫与住家之人 便被推到圣山使者面前 只见那圣山使者目光一鸣 看向那五人 煞时间 其背后的宫殿 发出一道金色光芒 将那五人笼罩 片刻后 光芒散去 那被光芒笼罩的五人额头上 出现了一个印记 圣山使者眼睛微眯 说道 他们确实不是本界之人 你压着他们 随我进来 说完 便转身往宫殿中走去 万子良脸上流露出一丝喜色 拉着五人跟着圣山使者往里走去 说时迟那时快 一道剑气突兀出现 朝着万子良握着锁链的手臂 切割而去 那万子良见状 不慌不忙 另一只手 抽出腰间的长剑 对着袭来的剑气 轻轻一挥 一道剑气飞出 与那袭来的剑气相撞 一声爆轰 两道剑气进阶消散 万子良站在原地 目光直视那剑气来源方向 轻笑一声 没想到还有漏网之余 不过既然来了 就别想走了 说完 万子良以眼神示意 那跟随他而来的手下 那几个身穿黑色镜装的舞者 瞬间朝着那剑气来源方向追踪而去 徐丰神识探出 在数十里外一处地方 感知到了之前发出剑气的人 不过却不止一人 而是三人 那三人徐丰之前也见过 一个飞羽公弟子 一个祝家族人 还有一个却是天武门弟子 只见他们在谈论着什么 徐丰一个空间 瞬移出现在附近 潜藏在暗中听着 祝兄 怎么办 再也不出手 我的师兄弟和你的族人都要被杀了 飞羽公弟子交集道 祝家之人安慰道 放心 我特意请了天武门的李飞文李兄过来帮忙 肯定能把我们的人救回来 那天 武门弟子开口说道 不用担心 蓝空秘境内没有五尊强者 以我五毫十重的修为 对上这里的武宗也不在话下 不过 既然来到圣山了 我也不想空着手走 趁着这时候 宫殿大门开着 听说里面藏着很多宝物 我打算进去看看 你们的师兄弟和族人一时半会 也没什么危险 带进去宫殿后 再行解救 听到天武门弟子的后 那飞羽公弟子仍是皱着眉头 说道 李兄 我知道你修为深厚 不过那宫殿内有不少武宗强者 甚至还有实力无限逼近武尊的长老存在 进去就是不是太危险了 我自知实力低微 不欲进入宫殿 可否麻烦李兄 现在帮忙救下人 我就此退去 李飞文叹息一声 说道 哎 行吧 不过 我担心那使者见到人被救走 会将宫殿大门关闭 以我的实力 还无法打开那门 因此 我只出一招 之后 我便会直接进去宫殿之中 你们注意接应下你们的人 他们身上的静缘锁链 我也会一并将其破坏掉 飞羽公弟子 闻言大喜 说道 多谢李兄 只要你把他们身上的锁链破坏掉 那便足够了 徐峰听到李飞文要进宫殿 神色一动 或许自己也可以借着他闹出的动静 偷偷溜进去看看 却见那三人飞升而去 朝着圣山宫殿的方向飞去 不一会儿 便到了宫殿前 徐峰跟着顺移过来 只见李飞文一个加速 出现在万子良面前 一记重拳 朝着其手中的锁链 狠狠打去 万子良反应不及 手中锁链被打中 瞬间一道裂痕 出现在锁链上 裂痕逐渐蔓延 最终整条锁链化为飞灰 之前被锁链锁住的五人 煞时间得了解脱 那飞羽宫弟子 跟在李飞文身后 来到五人面前 说道 快跟我走 说完 朝外跑去 五人瞬间明白过来 跟着那飞羽宫弟子 迅速离开 万子良间自己手中的锁链被毁 勃然大怒 郑玉拔剑杀向李飞文 却听到圣山使者的声音传来 既然天魔一跑 那你等你把他们捉回来后 再入殿吧 话音一落 那宫殿大门缓缓关闭 万子良见状大惊失色 急道 使者 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把他们抓回来 而那李飞文 一拳打碎锁链后 身影便往宫殿大门急迟而去 在那使者话音落下之际 便来到了宫殿大门前 钻了进去 在其身后 一道身影紧随 那是之前的住家族人 看来他也想进去宫殿中 找找机缘 圣山使者见状 满脸怒容 贺道 放肆 没有许可 竟敢偷偷入殿 给我死了 圣山使者一掌朝着李飞文两人打来 李飞文见此神色平淡 身形一转 身影瞬间消失 其身后的住家之人目露惊恐之色 圣山长老一掌直接拍在住家之人头上 将其脑袋拍碎开来 圣山使者杀了住家之人后 往李飞去 似乎去寻找李飞文了 就在宫殿大门即将关闭之际 徐峰神识叹入 身影瞬间消失 一个空间瞬移 徐峰便出现在了大门之后 四下无人 徐峰往前走去 前方出现了一个三叉路口 徐峰选择了右边的道路前进 走了一会 一栋楼宇出现在眼前 楼宇上的牌匾写着藏宝阁 看来此地便是圣山储存宝物之地 徐峰正想往前走进去里面看看 突然一道人影出现在其面前 将其吓了一跳 你是什么人 怎么进来的 一个老头出现在徐峰面前问道 徐峰眼珠一转 说道 实者好 我是押送玉外天魔过来领赏的 老头恍然道 哦 刚才外面说 押着玉外天魔过来的 便是你啊 不错 敢问使者 我可以到藏宝阁中 领取我的奖励吗 徐峰问道 那白老头同意了吗 老头问道 徐峰点点头 想来他问的应该是之前 那个身穿白袍的老头 难怪爱穿白袍 原来是姓白 既然他同意了 那你便进去吧 里面的东西 都有空间静置 是放不进储物道具的 你看种啥拿出来给我 我帮你解开静置 你才能带走 老头说道 记住 只能拿一件 老头补充道 说完便打开了藏宝阁的门 示意徐峰进去 徐峰快步上前 踏入了藏宝阁之中 就在徐峰进入藏宝阁之后 一道巨像从远处传来 紧接着一道灰红声音 传遍整个宫殿 由玉外天魔侵入了蓝空殿 各使者可擒而杀之 那老头听到此 瞬间朝着那巨像之处飞去 徐峰进了藏宝阁 看到摆在面前 琳琅满目的宝物 心仰难耐 要是能都带走该多好 徐峰伸手拿起了一件宝物 神识感知到宝物周遭 被一道空间锁住 想将其收入空间戒指 却没有任何反应 看来这便是空间静置了 不过自己好歹 也将空间意境 领悟到时辰了 或许可以试试 能不能将这空间静置解开 于是徐峰施展出空间意境 将手中的宝物笼罩 意境不断侵入空间静置 那静置在一点点的消磨 徐峰大喜 不过那消磨速度有点慢 徐峰估摸着自己 不可能在藏宝阁待太久 只要那老头与白跑老头碰面后 便知道上当了 徐峰放下手中的宝物 开始在其中寻找了起来 看能不能找到自己 何用的宝物 找了一会 突然 一个宝物吸引了徐峰注意 这宝物的样子 与徐峰之前得到的法则碎片 有些相似 只不过 颜色不太一样 这枚是白色的 空间静置 两久 空间静置消磨完毕 徐峰神识 向着手中的宝物探入 一股空间割裂感 出现在徐峰脑海 徐峰闷哼一声 但脸上却挂满了喜色 竟然是空间法则碎片 这一下真是发了 徐峰呢难道 没想到 竟然在藏宝阁中 找到了空间法则碎片 想来 应该是兰空五帝留下的 毕竟兰空五帝赖已成名的 便是空间法则 和风之法则 将法则碎片 收入空间戒指中 徐峰走到门口 正准备开门出去 突然 徐峰脚步顿住 神识向门外扫去 只见门外面站了好些个人 身上散发的威势 至少都是五宗镜 看来是被发现了 不过之前那老头不在 他们开不了门 正想着 却见之前那老头 怒气冲冲 从远处飞来 徐峰见状 直接瞬移回到之前的三岔路口处 那老头来到藏宝阁门前 将门打开 却没见到人 有些疑惑 对着其他人问道 他人呢 其他人也都一脸茫然的摇摇头 那白跑老头 紧接着飞来 听来藏宝阁老头的话后 又走到藏宝阁内部看了看 说道 看来那小子掌握了空间意境 里面的空间法则碎片消失了 徐峰来到三岔路口 往左边道路飞驰而去 前方出现了一栋楼宇 与藏宝阁布局类似 楼宇的牌匾写着 藏金阁 徐峰企图利用空间 顺移进入藏金阁内部 却不料顺移过去 如同撞在一堵墙上 将其弹了开来 徐峰正思考着 如何进入藏金阁 一道呼啸声从远处传来 呼啸声越来越近 徐峰转头看去 是李飞文的身影 由于徐峰现在还变换着面容 李飞文见到徐峰 误以为他是殿中人 一拳朝起打来 徐峰利用空间顺移躲了开来 说道 李兄 且慢动手 我是武唐徐峰 我易容了 听到武唐徐峰四个字 李飞文神色微动 停下了攻势 说道 徐峰 你怎么进来的 我跟着你身后进来的 刚才我也在宫殿外 徐峰说道 有没有兴趣 联手搞一票大的 李飞文问道 哦 说来听听 我有办法打开藏金阁大门 不过 里面有一个首歌长老 实力强劲 我一个人 恐怕不是对手 你我联手对付他 到时候 将这藏金阁内 功法打包带走 出去之后 收益对半分 如何 什么法子 说来听听 徐峰问道 我带了一枚镇空珠 朝那藏金阁扔去 可以将其周遭空间镇压 这样 藏金阁的空间静置 便会失效 我们便能随意进出了 李飞文说道 徐峰脸上 露出一丝亚色 没想到 还有镇空珠这种东西 思考片刻 徐峰点点头 说道 可以 没问题 不过那藏金阁长老 如何对应 那可是武宗实众的强者 接近武尊敬的存在 李飞文笑了笑 说道 我们兵分两路 看他去追谁 到时只能各安天命了 看来你很有信心啊 不过伦宝命这一块 我还没服过谁 希望你不要后悔 徐峰眯着眼说道 李飞文收起了笑容 正色道 没问题的话 我便准备出手了 见徐峰点头 李飞文掏出了一颗漆黑珠子 抛向那藏金阁上空 李飞文手指掐绝 鹤道 爆 只见那漆黑珠子 瞬间爆炸开来 释放出一道黑光 将藏金阁笼罩 玄机黑光消散 徐峰神识探向藏金阁 果然 那阻挡着外人进入的空间静置 已经消失 徐峰刚想动身进入藏金阁 却见那李飞文 已经朝着藏金阁入口飞去 看着李飞文的身影 徐峰露出一个笑容 旋即施展出空间瞬移 进入到了藏金阁最顶层 蓝空殿的藏金阁 共有九层 在徐峰看来 无疑是第九层 会存放最高级的功法 于是他才毫不犹豫 进入第九层 一阵空间波动 徐峰的身影 出现在了藏金阁第九层中 映入徐峰眼中的 不是整齐排放的功法预见 而是一个盘坐于蒲团上的 独臂老人 就在徐峰出现的一刹那 独臂老人 原本微闭的双眼 瞬间睁开 紧紧盯着徐峰 徐峰惊疑不定 却听那独臂老人开口问道 你是什么人 如何来到这里 徐峰感知着对方伸传来的威势 有些心惊 那是一股不下于人仪的威势 看来此人的修为 离武尊敬 只差临门一脚了 徐峰自敢不是对手 便想空间瞬移离开 独臂老人 似乎看出了徐峰的意图 抬起他那仅有的一只手臂 轻轻一握 一道空间静置 再次升起 将整个藏金阁笼罩 受此影响 徐峰的空间瞬移也失效了 见无法逃走 徐峰对着独臂老人拱手道 前辈 我刚才是见到一个人 破坏了藏金阁的静置 一时心痒才进来看看 绝无恶意 独臂老人仍是盯着徐峰 似乎没听见徐峰说的话 自顾自开口说道 你领悟了空间意境 徐峰回答道 是的 前辈 我看前辈这一手空间静置运用自如 想来前辈的空间意境 已经到了极深的境界 听到徐峰肯定地回答 独臂老人笑了笑 说道 不错 时隔多年 又有一个领悟空间意境的人进来了 不过 我用的可不是空间意境 而是一丝法则之力 徐峰有些震惊 问道 法则之力 敢问前辈可是武尊 独臂老人摇摇头 叹气道 其诧异着 未成武尊 接着又看着徐峰笑道 不过 老天还是很眷顾我的 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徐峰不太明白 独臂老人所说的意思 一时之间 竟不知如何开口 见徐峰沉默 独臂老人 似乎一个人待久了 又自顾自开口道 想我锦阳平无敌一生 却败在了武尊境的关卡前 老天带我 何其宝也 没想到 在我临近大县之时 又给我送来一个机缘 让我看到生的希望 老天带我 何其后眼 徐峰看着独臂老人 在那自言自语的胡说八道 有些摸不着头脑 索性不管他 在四周看了起来 找找有没有离开的出口 见到徐峰的动作 独臂老人停下了感慨 说道 别找了 这第九层没有进出口 只有依靠空间瞬移才能进出 也就是说 只有领悟了空间意境的人才能进来 徐峰听到这话 恍然道 这第九层只有一个功法 是西年兰空五帝的成名功法 便存在我的脑海中 独臂老人微微一笑 对着徐峰招了招手 你想学的话就过来吧 我可以教你 徐峰看那独臂老人 就像个神经病一样 而且还实力高强 可不敢靠近 不用了 前辈 无功不受禄 再说了 这等强大功法 也不是我能觊觎的 徐峰白白手说道 独臂老人的脸沉了下去 五指虚张 朝着徐峰一握 让你过来 你便过来 一股犀利 将徐峰吸向那独臂老人 徐峰不想坐以待毙 催动星云不灭体 静光甲瞬间覆盖全身 将那犀利抵挡住了 独臂老人见一招 无法将徐峰拉到身边 五指朝着徐峰 紧握向后一拉 犀利瞬间增强了数倍 徐峰抵挡不住 整个人朝着独臂老人飞了过去 徐峰见状将静光甲 化为静光刀 握于手中 直接朝着独臂老人砍去 可那独臂老人周身 仿佛有一层无形物质 将静光刀挡住了 独臂老人手指轻弹 徐峰手中的静光刀 瞬间脱手 同时 一道无形的空间枷锁 瞬间将徐峰定在了原地 独臂老人身形一转 出现在徐峰面前一手之巨处 对着徐峰说道 你的身体便交给我吧 说完 一手按在徐峰脑袋上 催动法觉 逆龄夺射大法 只见一道小人 从独臂老人头顶冒出 瞬间从徐峰脑袋钻了进去 那小人进入了徐峰的脑海之中 寻找着徐峰的园铃 企图将其吞噬 可是那小人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瞬间大怒 该死的小子 你的园铃呢 徐峰心面一动 心神沉入脑海 脑海中 那鞋带着面板的珠子浮现 那小人见状一惊 这是什么鬼东西 说完 朝着那珠子摸了过去 将那珠子握于手中 笑道 原来你的园铃 藏在这珠子之中 虽然不知道 你怎么做到的 不过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说完便将珠子往口中一丢 吞了下去 那珠子 被那小人吞入口中之后 瞬间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在那光芒下 那小人的身体 开始逐渐溶解 不可能 这是什么鬼东西 小人惊恐地大喊 小人用手重重地 拍向自己的胸膛 扑的一声 将那珠子吐了出来 可惜 尽管将珠子吐了出来 那珠子的光芒 仍丝毫未解 在那光芒照射下 小人的身体 还在不断溶解 小人见状 想要逃出徐峰的脑海 可惜 那珠子突然释放出 一股强大的吸力 吸向小人 小人在吸力作用下 不断朝着珠子一动而去 最终 小人的身体 紧紧贴着珠子 并化作一道液体 流入珠子之中 待那小人消散 珠子将小人留下的液体 吸收一空 珠子散发的光芒 逐渐消失 又隐没在徐峰脑海中 突然 徐峰的脑海中 传来一股巨大的震动 一道画面 涌入徐峰脑海 那是一个年轻人 在修炼功法的画面 画面中的年轻人 长得与那独臂老人 有些相像 随着年轻人的修炼 一篇功法 出现在徐峰脑海中 山峰无形 空间造影 蓝空一见 皆为积粉 视为蓝空剑爵 这篇功法以蓝空为名 想来便是之前 独臂老人所说的 蓝空五帝的成名功法 将蓝空剑爵 消化完毕 徐峰睁开了双眼 面前的独臂老人 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 徐峰用手在独臂老人身上 轻轻一推 独臂老人的身体 便向后倒去 砸落在地 显然已经没了声息 徐峰想起刚才的情景 还心有余悸 没想到这个世界 竟然还存在着 夺射的功法 要不是那脑海中的 珠子给力 自己估计 已经丧命于那 独臂老人之手了 眼下危险已除 这藏经阁第九层 也没有别人能来 徐峰索性就在这里 闭关修炼 蓝空剑绝 就在徐峰参悟 蓝空剑绝 之时 藏经阁外一阵交手的波动 打断了徐峰的参悟 在那独臂老人死后 这藏经阁的空间静置 也一并消失了 徐峰的神识不受阻挡 直接对着藏经阁外 探之而去 只见那里飞文 正在与一个中年男子交手着 那中年男子 修为在五宗八重左右 打得那里飞文 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四处躲避 不过那里飞文 不断掏出不同的道具 登向那中年男子 阻挡了中年男子的攻势 一时半会 那中年男子 竟拿不下李飞文 就在两人僵持之际 之前的白跑老头 带着一队人马 出现在藏经阁前 看向李飞文 对着身后的人说道 一起上 请拿下那域外天魔 李飞文健壮 脸上露出了一丝慌张 大喊道 徐峰 快来救我 徐峰可不敢出去 面对那么多人 自己也讨不了好 再说 自己和李飞文 也没啥交情 之前也说了 各安天命 只能默默为他祈祷了 李飞文一直喊着 却不见徐峰身影 顿时急了 徐峰 我知道你 还在藏经阁里面 你这是不出来 等他们解决了我 将藏经阁静置恢复了 你就永远出不来了 李飞文喊道 徐峰可不会被这话骗倒 那独臂老人一死 这空间静置 便没人能施展出来了 自己在这第九层待着 反而安全得很 李飞文见徐峰 还是不出来 脸色一沉 暗道 可恶 没想到这徐峰这么能人 随着围着李飞文的人 越来越多 李飞文从空间戒指中 掏出了一枚金色锥子 看着周围的人宁笑道 你们都给我去死吧 说完 将那金色锥子扔了出去 一掐绝 那金色锥子爆炸开来 释放出无数的空间乱刃 将这片空间笼罩 扑齿声不绝于耳 仅是一瞬 那白袍老者带来的人 便以尽数躺在了血泼之中 只剩白袍老者 和中年男子还站着 不过也是满身是伤 李飞文见状 哈哈大笑 怎么样 我这碎空锥威力如何 该死的天魔 给我死了 中年男子 愤怒地朝着李飞文攻击而去 徐峰也被那所谓 碎空锥的威力吓到了 那至少是武宗十重武者 全力一击的威力 这李飞文身上的宝贝 倒是挺多的 李飞文见中年男子攻击过来 不想再做纠缠 于是便往远处跑去 那中年男子受了伤 速度大不如前 一时之间竟追不上 突然 一道巨大的手掌 出现在空中 朝着李飞文的身影压了下去 李飞文抬头一看 惊恐地看着那巨大掌印 掌印瞬间压到李飞文身前 李飞文目自欲裂 大喊道 不 你们不能杀我 可惜那掌印去世为简 在李飞文身上压了过去 瞬间 李飞文的身影 便在那道掌印下 化为飞灰 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一道身影 出现在李飞文死亡之地 中年男子 朝着那道身影拱手道 参见长老 我实力不济 让此天魔 造下了大杀戮 请长老责罚 长老摆摆手 说道 无妨 这不是你的错 长老来到藏金阁前 眼光看向第九层 随即摇了摇头 对着中年男子 和白跑老头说道 你们且去疗伤吧 这几日 便由我来照看藏金阁 是 应了一声后 中年男子和白跑老头 便离开了 长老身形一转 进入了藏金阁一层 坐在里面修炼了起来 徐峰松了一口气 刚才那长老 盯着第九层看的时候 徐峰差点以为自己暴露了 看来自己没暴露 无人打扰 徐峰便继续参悟 蓝空剑爵 两九 徐峰终于将蓝空剑爵 参悟完毕 看向面板 徐峰一经 年龄 十六 五道境界 五毫十重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黄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6 登峰造极 13650 2000 秘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二层 200 200 二品 蓝空剑爵 LV 一出窥门镜 一九百 可强化 三品 昆蓬化神爵 LV 六登峰造极 13008千 三品 星云不灭体 LV 八圣镜 22900 32000 四品 天地独尊长 LV 五炉火纯青 1800 5600 四品 无相风云露 风篇 LV 三驾青就熟 2700 2800 五品 无剑虚空斩 LV 八圣镜 1900 24000 六品 虚空横雨晶 LV 八圣镜 7501 2000 翼镜 峰之翼镜 石成 1000斜杠1000 空间翼镜 石成 1000斜杠1000 星辰翼镜 石成 11000 圆单 十寸 圆满 神石 昆蓬神石 LV 六 破线点 零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蓝空剑爵 竟然是二品功法 而且可以强化 给我强化 徐峰心面移动 面板一道提示探出 是否将虚空横雨晶 和无剑虚空斩 化为资量强化 蓝空剑爵 徐峰没有丝毫犹犹豫 确认强化 只见面板上的虚空横雨晶 和无剑虚空斩 字样逐渐消散 化作两道流光 融入到蓝空剑爵 之中 面板上 蓝空剑爵的熟练度 不断上涨 直至变成了 蓝空剑爵 LV 八圣镜 196013600 直接将蓝空剑爵 推到了圣镜层次 徐峰感受着脑海传来的 关于蓝空剑爵的一切 蓝空剑爵 乃是包含风与空间双翼镜的功法 刚好与徐峰现在拥有的翼镜相契合 周围的空间 在徐峰眼中 不再是难以撼动的 而是如同风一般 任由气揉波 可以轻易地虚空之中行走 也可以将一处空间固化封闭 甚至可以将一处空间切割塔锁 徐峰结束修炼 思考着自己接下来的安排 自己的修为已经到了五毫石重了 下一步便是突破五宗境了 可惜自己并不知道如何突破五宗 或许可以在这藏经阁中 找找有没有关于突破五宗的信息 打定主意 徐峰起身走到第九层的墙壁处 伸出一只手 按在墙壁上 神识探入 瞬间整个藏经阁的一切都在徐峰感知中 之前的那个长老正坐在藏经阁一楼修炼 突然 一楼的长老睁开了双眼 抬头看向上方 开口说道 仅长老以神识探查 可是有什么事 他似乎将徐峰当成了之前的独臂老人 徐峰将神识收缩 只赶制着藏经阁第八层 第八层中放着三枚玉检 徐峰神识探入一看 分别是三门三品功法 与徐峰意境不合 徐峰便没有细看 神识在探入藏经阁第七层 这里除了十来枚玉检外 还有一列书架放着纸质的书籍 那玉检在徐峰感知中 都是一些四品功法 可惜徐峰已经看不上了 徐峰将注意力放到那些书籍上 只见每一本书的题目都大同小异 写着 XXX突破武宗的修炼心得 某某某分别是不同的人名 想到之前那个独臂老人 自称锦阳瓶 于是 徐峰利用神识 在这些书籍中找出了 锦阳瓶突破武宗的修炼心得 用神识翻看了起来 书中介绍了锦阳瓶 在修炼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如何将其溶解化如身躯 我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便寻高人求教 可大部分人却只告诉我 荣丹在于心 在于神 初时我以为他们不愿教我 后来我才明白 他们已经将方法告诉我 用任何外物荣丹的手段 都注定无法突破武宗 只有以大无畏的勇气 心神入丹 自爆元丹 并将其吸收 可称武宗 元丹越大者 越难突破武宗 但一旦突破武宗 也更加强大 我以八寸七分的元丹 突破武宗 一经突破 便可抗衡武宗三重的存在 可见一般 看完后 徐峰将书和尚 若有所悟 将神石收回 徐峰走回蒲团处 谈腿坐 按景杨平所说 心神入丹 应该是将神石融入元丹之中 再通过神石 控制元丹自爆 这其中 需要强大的神石修为 来驱动元丹自爆 还要有足够强大的肉体修为 来抵御元丹自爆的伤害 也难怪元丹越大越难突破 大的元丹自爆威力也越大 没有足够强大的肉体 只能被炸成渣了 徐峰心想 神石 自己有着昆蓬神石 肉体 自己有着心蕴不灭体 想来肉体修为应该是够了 毕竟心蕴不灭体 已经到了盛进层次 不过神石修为 还能再提高 现在才在第六层次 最好再提升一个层次 以备万全 看向面板 昆蓬化神诀 目前的熟练度是LV 六登峰造极 13008000 还差6700点 熟练度才能升级 于是 徐峰运转昆蓬化神诀 修炼了起来 准备接下来的时间 都用来修炼昆蓬化神诀 早日将其突破到 出神入化层次 徐峰不眠不休地 修炼着昆蓬化神诀 一整天可以增加500点熟练度 就这样修炼了14天后 徐峰将昆蓬化神诀 突破到了出神入化层次 面板上昆蓬化神诀的熟练度 已经变成了LV 七出神入化 316000 昆蓬神石也变成了LV 七 还有十来天 秘境之门必要打开了 到时便要离开秘境了 剩下的时间 已不够徐峰 再将昆蓬化神诀进阶一次 于是徐峰打算尝试一下 突破五宗 调整好状态之后 徐峰将神石探入丹田之中 只见丹田之中 一只缩小的昆蓬 正绕着圆丹飞翔 徐峰心面一动 昆蓬神石便往圆丹钻去 那圆丹是何等浓缩之物 昆蓬神石一时半会 竟难以钻入 徐峰突然想起前世的钻头 于是控制着昆蓬神石旋转起来 那硕大的昆蓬之嘴 顿时变成了一个不断旋转的大钻头 对着圆丹不断钻进去 很快 整个昆蓬神石便进入了圆丹之中 瞬间将整个圆丹的每一寸 都显现在心神之中 徐峰深吸了口气 目光一宁 默念道 给我报 瞬间昆蓬神石控制着圆丹自爆开来 强大的爆炸力 冲击着徐峰的丹田 五脏六腑 徐峰口中溢出一丝鲜血 心允不灭体催动 恢复着是身体的伤势 只见那丹田在圆丹自爆之下 已经消失 没有了丹田 圆丹自爆出来的庞大圆力溢散全身 徐峰控制着身体 将这些圆力吸纳 由于那圆力买是圆丹之力 附着着一丝神石之力 很快便与肉体融合在一起 最终 所有的圆力都与身体融为一体 整个身体便是一个巨大的丹田 随手一招便是无尽圆力 徐峰知道自己突破了五宗 也知晓了 五宗为何能断织重生 由于肉体 圆力 神石三者的融合 五宗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血肉之躯 已经具备圆力的特性 可以聚合 可以分散 也因此才能断织重生 徐峰看向面板 圆丹一向已经消失 修为也已经变成了五宗一重 不过在境界下面出现了肉体圆化的字样 后面显示的是无 想来 这应该是对应五宗敬的修炼了 等离开秘境之后 再去询问仁仪堂主吧 记忆突破了五宗 徐峰对于蓝空秘境 已经没有了留恋之意 自己这次进入秘境的收获 已经足够多了 有了二品功法 蓝空剑绝 对于藏经阁中的功法 已经没有想要的欲望了 空间戒指 还躺着两枚法则碎片 一枚给人仪 一枚自己能用 还得了风雷门那么多宝物 已经不需辞行了 徐峰下定了决心 不想在秘境中 到处打打杀杀了 决定回到秘境开启处 等待秘境开启 离开秘境 徐峰准备施展空间 瞬移前往秘境开启处 神石往藏经阁外探去 一直延伸 突然 神石被一堵无形的墙堵住了 这时徐峰有些惊讶 竟然是蓝空殿的禁止 既让外人无法进来 也让内部的人无法出去 蓝空殿乃是出自蓝空五帝之手 不是现在的徐峰能够撼动的 唉 看来还是得做过一场 徐峰叹气 徐峰身影一转 出现在了藏经阁一层 站在那长老面前 感觉到有人靠近 长老瞬间睁开双目 看到徐峰的身影 一惊 瞬间起身后退 你是什么人 长老惊怡不定问道 徐峰拱了拱手 说道 这位前辈 我并无恶意 我只是想请你帮个忙 送我离开蓝空殿 你跟之前那个域外天魔是一伙的 长老开口道 随即四世确定了是得点点头 应该没错了 我从来没见过你 好胆 竟然敢出现在我面前 找死 长老说完 爆发出一股极强的气势 向着徐峰压制而来 徐峰见状 向后退去 往蓝空殿大门急迟而去 长老看见徐峰逃跑 立即追了上去 徐峰见长老追来 空间瞬移施展开来 身影一闪 人便站在了蓝空殿大门处 见徐峰消失 长老神识一扫 便往蓝空殿大门处飞来 束手就擒吧 你逃不掉的 蓝空殿大门不开 没人能从这里出去 长老看见徐峰站在大门处 开口说道 徐峰皱着眉头 问道 你要如何才肯开门 欲外天魔 人人得而诛之 你不要妄想出去了 给我死在这里吧 长老喝道 随即一记大掌印浮现在空中 朝着徐峰打来 徐峰抬头看向那大掌印 手捏剑指 朝上一滑 瞬间一道风锐无比的剑气 朝着大掌印飞去 大掌印被剑气分割消散开来 剑气去世未减 往上空飞去 最终击打在蓝空殿的静置上 发出一阵轰鸣声 长老见到那道剑气 脸色一变 出声问道 你怎么会 蓝空剑诀 你到底是谁 徐峰灵机一动 开口说道 我乃锦阳瓶 快点开门 不可能 锦阳瓶许多年前 在藏金阁九层必死关一期 突破五尊 没突破五尊 是不会出来的 你不过是个五宗镜 不可能是他 长老脸色闪过一丝困惑 旋即摇摇头 说道 突然 长老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是了 你会空间瞬移 想来你是进入了 藏金阁第九层 得了那锦阳瓶的传承 那锦阳瓶 既已留下传承 看来 他突破五尊失败 已经死了 哦 何以见得 徐峰问道 那锦阳瓶平生自负无比 不到死前一刻 不可能留下传承 而以你的实力 也不可能杀得了锦阳瓶 你推测得不错 不过有一点你说错了 锦阳瓶是死于我手中 而不是突破五尊失败而死 长老听到徐峰的话 顿时哈哈大笑 哈哈 你可真是说话不打草稿 那锦阳瓶 乃是邻近五尊的存在 连我都不敢说是他的对手 你竟大言不惭说你杀了他 真是要笑掉我的大牙了 徐峰摇摇头 这年头说真话 也没人信了 顿了顿 长老接着说道 看在你让我这么开心的份上 我会给你一个舒服的死法的 看来是无法说动 他开启蓝空殿大门了 那只能依靠武力手段了 徐峰空间 意境喷波出 四周的空间 都在其掌控之中 徐峰的空间意境 在蓝空间绝的加持下 已经逼近空间法则了 徐峰宛如这片空间的领主 抬起手轻轻一握 一道空间球笼 出现在长老四周 将其围绕 并不断向内挤压 长老感到周身的束缚感 不断增强 仿佛要将自己压成肉泥 长老怒吼一声 给我开 瞬间全身筋肉球结 将周身的空间牢笼 正脱开了些 可惜 徐峰手指重重一握 那空间牢笼 又向内压了进去 徐峰开口道 如何 这滋味不好受吧 只要你答应我把大门打开 我便放了你 如若不然 不仅你会死 蓝空店内其他人也躲不掉 长老仍是一脸怒容 喝道 不要痴心妄想了 就算我死了 也不会开门的 你就给我永远待在这里吧 徐峰痴笑一声 说道 你不开又如何 我看好像其他人也能开 我相信 有人会愿意开的 徐峰说完 手掌重重一握 那空间牢笼瞬间压缩 其内的长老 正想动身 徐峰听到蓝空店外 传来一道声音 古兰部落押送 域外天魔 前来领取赏金 还请使者检查 正好又有人过来领赏 想必等会会有人来开店门 于是 徐峰身容虚空 藏了起来 顺便将那长老的血迹 也清理干净 以免被发现 果然 不一会儿 那之前的白跑老头 便来到店门前 手一掐绝 蓝空店的店门 便缓缓打开 徐峰趁着店门打开之际 神识探出 一个空间 瞬移离开蓝空店 来到蓝空店之外 徐峰看到那所谓的 域外天魔 乃是武唐弟子孟浩空 其身上 同样被用静缘锁锁着 徐峰自然不会见死不救 刚准备出手 却见张晴宇领着武唐 其他人 出现在此地 大喊道 放开孟兄便 张晴宇已出现 便朝着那古兰部落的人冲去 一拳打向那手中 拽着锁链之人 那人见张晴宇冲他而来 轻蔑一笑 小小的武豪镜 在我古兰勇兽面前 也敢出手 真是不知死活 说吧 一手抓向张晴宇 在徐峰的感应中 那古兰勇兽 乃是武宗实众的存在 张晴宇断不是对手 于是 徐峰从虚空中走出 顺移到古兰勇兽面前 一记剑指戳向古兰勇兽的手掌 剑指与手掌相碰 死啦 一声 古兰勇兽的手掌 破了一个口子 向后倒飞而去 古兰勇兽 被突然出现的徐峰吓了一跳 而张晴宇等人 见到徐峰 则是大喜 古兰勇兽站定 对着徐峰问道 你是什么人 张晴宇也对着徐峰说道 徐峰 没想到你竟然也在这里 快帮我们一起救孟兄弟 徐峰转头看向张晴宇 说道 放心吧 张兄 人交给我来救 你们赶紧先走 道门开启处集合 人多力量大 我们一起 徐峰 张晴宇说道 我已突破武宗 可以应付 我怕到时候顾不上你们 徐峰摇头说道 武唐众人皆是一脸震惊 张晴宇更是惊呼出口 已经突破了武宗 古兰勇兽 可不管徐峰等人在叙旧 见徐峰不回答他的话 直接暴怒 身影瞬间出现在徐峰面前 喝道 管你是谁 给我去死吧 古兰勇兽 直接一记重拳 朝着徐峰的脑袋打来 吃我一记蓝羽拳 徐峰健壮 不慌不忙 手指微抬 一道空间屏障 瞬间出现在面前 挡住了古兰勇兽的一拳 古兰勇兽 一拳打在空间屏障上 发出一声闷哼 骨头断裂的声响 从其手臂中传来 古兰勇兽后退 一只手搭拉着 显然已是断了 只见古兰勇兽轻贺一声 其断掉的手臂 瞬间化为一团血水 并重新组合成一只手臂 古兰勇兽断掉的手臂 在武宗境的断肢重生下 又变成了完好的手臂 见徐峰掌握着空间手段 古兰勇兽一时半会 不敢冒进 徐峰伸手朝孟浩空一拉 瞬间便将孟浩空带到身边 剑指一划 孟浩空身上的静缘锁链 便碎落一地 孟浩空正开解脱 对着徐峰行礼道 徐峰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浩空铭记于心 徐峰摆摆手 说道 不用放在心上 你赶紧跟着张兄他们一起走吧 我给你们断后 张晴宇等人见到徐峰刚才的手段 也明白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甚至还可能成为累赘 于是纷纷向徐峰拱手道 徐峰 那我们便先走了 在门开启处等你 你一定要来 见徐峰点头 张晴宇等人便施展身法离开了 古兰部落的人想去追 却见徐峰横开双手 一道巨大的空间墙 横跟在古兰部落身前 阻挡着他们前去追张晴宇等人 古兰勇兽健壮 刚想出手打破 这道空间墙 却见兰空殿的白袍使者 已经一拳打在了空间墙上 发出一道巨大的声波 碰 空间墙在白袍使者的攻击下 仍是完好无缺 白袍使者健壮对着古兰勇兽说道 一起出手 拿下这该死的域外天魔 听到这 古兰勇兽直接飞身冲向徐峰 一腿抽向徐峰 蓝风裂空腿 徐峰见到这一招有些惊讶 竟与蓝空剑爵有些相像 于是徐峰同样一腿踢出 用腿施展出了蓝空剑爵 只见徐峰的腿划过 一道撕裂空间的剑气 便飞向古兰勇兽 古兰勇兽剑撞 亡魂大帽 想抽身已来不及 与那道剑气狠狠地撞在一起 只见剑气将古兰勇兽 从脚到头撕裂成两半 掉落在地上 白袍长老大惊失色 古兰勇兽乃是与他一样的 五宗十重强者 竟然败在了徐峰一腿之下 白袍长老瞬间没了再战的心思 一溜烟回到了蓝空殿内 着急忙慌把门关了 徐峰看向那古兰勇兽的躯体 在断肢重生的作用下 只见古兰勇兽的身体 在不断复原 可惜徐峰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徐峰抬手一挥 空间牢笼出现 将古兰勇兽的身体包裹起来 手掌一握 空间牢笼瞬间压缩 将古兰勇兽的身体化为了肉泥 直至虚无 古兰部落的其他人见古兰勇兽 被徐峰挫骨扬灰 一脸惊恐 浑身站立地看着徐峰 徐峰没想多造杀戮 收起了空间牢 说道你们回去吧 不会试图去追我的同伴 不然下一次 我可不会再留你们一命了 众人听闻 如蒙大赦 瞬间一溜烟跑光了 徐峰哑然失笑 旋即摇摇头 神石施展开来 瞬移离开 秘境门开起处 徐峰正盘腿坐在地上修炼 他毕竟是以空间顺移过来的 速度快很多 张晴宇等人依靠身法 估计还得一会才到 在等待的过程中 徐峰也不忘修炼 过了没多久 张晴宇等人的身影 出现在了徐峰视野中 徐峰站起身来 朝着张晴宇等人招手 张晴宇等人 见到徐峰 便朝他飞来 片刻后 张晴宇等人落在地上 站在徐峰面前 徐峰 没想到 竟然比我们还快来到这里 怎么样 你没受伤吧 张晴宇问道 徐峰笑了笑 说道 我能顺移自然快了 放心吧 我没事 到时你们 怎么跟那古兰部落对上了 张晴宇还没说话 孟浩空便抢先开口说道 哎 这都怪我 我看到古兰部落 有一块蓝金石 一时鬼迷心窍 前往抢夺 没想到 古兰部落长老 竟是武宗十重的强者 一下便被抓了 蓝金石 做什么用的 徐峰不解 问道 这是一种断兵灵才 可赋予兵刃山蓝之力 算是蓝空秘境的特有之物 我本来想着 夺来融入到我的刀剑之中 增添一些威力 却不料被抓了 孟浩空回答道 那蓝金石长什么模样 你以神石传递给我看看 徐峰说道 孟浩空听到徐峰的话 便以神石将蓝金石的模样 传给徐峰 徐峰看到蓝金石的模样后 从空间戒指中 掏出一块矿石 对着孟浩空问道 这是蓝金石吗 孟浩空看到徐峰拿出来的石头 惊道 是蓝金石 没想到你竟然有 徐峰看向自己空间戒指中 一堆的灵矿和灵药 笑着说道 我收获了一堆灵矿和灵药 但却不了解它们具体的用途 你们帮我鉴别一下 我可以给你们一人一样 作为辛苦费 说完 徐峰将手中的蓝金石 递给孟浩空 说道 你这么想要 这没蓝金石便给你吧 孟浩空还想推辞 徐峰摆摆手 说道 不是摆给的 说好的 你要帮我鉴别材料 徐峰说完 将空间戒指中的灵矿灵药 取了出来 放到地上 对着其他人说道 就是这些了 你们帮我认认 每一样分别是什么吧 只要不是孤品 你们想要的 我可以给你们一样 众人见到如此多的灵财 一时愣住了 两久 回过神来 争先恐后地 拿起灵财一一辨认 大半天之后 众人将一一将灵财的名称和用途 告诉了徐峰 徐峰也兑现诺言 一人给了一样灵财 清点完毕 徐峰对着众人说道 我这次进蜜镜 收获够多了 不打算再去探索了 准备在这里修炼 直至蜜镜门开启 你们呢 离蜜镜门开启 还有十几天的时间 其他人毕竟不像徐峰 有这么多的收获 因此 其他人没有一个 要留下来等着的 都准备再出去探索一番 不过 在他们离开前 徐峰嘱咐道 蜜镜内五中镜强者 还是有不少的 你们尽量低调些 不要太明目张胆 不然出事了 我一时半会 也就不了你们 众人纷纷应事 想必经过了蓝空殿一事 他们应该明白 秘境的危险了 众人告别徐峰后 便离开了 徐峰又开始了 沉浸式修炼 很快 十三天便过去了 这十三天里 徐峰主要将心思 都放在了蓝空剑诀 和昆蓬化神诀的修炼上 面板变成了 年龄 十六 五道境界 五宗一重 肉体原化 五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黄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6 登峰造极 13650 2000 秘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二层 200 200 二品 蓝空剑诀 LV 八圣镜 26101 36000 三品 昆蓬化神诀 LV 七出神入化 3550 16000 三品 星云不灭体 LV 八圣镜 22900 32000 四品 天地独尊长 LV 五炉火纯青 1800 5600 四品 无香风云露 风篇 LV 三驾青救赎 2700 2800 意境 风之意境 石成 1000斜杠一千 空间意境 石成 1000斜杠一千 星辰意境 石成 1000 神识 昆蓬神识 LV 七 破线点 一 每个自然越生成一点 两门功法的熟练度都略有长进 破线点也增加了一点 今天便是秘境门开启 离开秘境的日子了 进入秘境的弟子也陆陆续续来到了此地 不过徐峰却发现很多原来四五个人一起走的 现在却只有一两个人回来 估计是蛇在里面了 日上三竿之时 那缩小的秘境之门逐渐变大 直至变成三米方圆 门之外传来一道声音 可以出来了 众人听后 鱼冠而入 没多久 便都离开了秘境 回到了回风谷中 有人欢喜有人忧 一阵悲鸣之音从住家那边传来 祖父 大哥被秘境里的人杀了 沧海教教主同城福 对着出来的唯一一个沧海教弟子问道 怎么只有你一个 其他人呢 都死了 除了武唐之外 其余各家势力进入秘境的人皆有死伤 武唐弟子若不是遇到徐峰 估计会在古兰永兽手下 全军覆没 秘境之门持续开启到夜里 确定没有人再出来才关闭 人仪带着武唐众弟子回到住地 开口说道 按照规矩 你们需要提交秘境内的一半收获 不过 你看 若有人找到法则碎片愿意提交的 那其他收获 你们便自留 同时 我还会给你们大量奖励 除徐峰之外的其他武唐弟子 进阶摇了摇头 没有找到法则碎片 并将自己的储物装备 交给武唐众长老清点 而徐峰则是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了风之法则碎片 看着仁仪说道 唐主 我找到了一枚法则碎片 你看看 说完将法则碎片递给了仁仪 仁仪见到徐峰手中之物 一脸狂喜 快速从徐峰手中接过此物 不错 不错 果然是法则碎片 徐峰 我果然没看错你 你真的找到了一枚法则碎片 说吧 你想要什么奖励 只要我能寻得 我都给你找来 仁仪大笑 说道 徐峰微笑着摇摇头 说道 不需要什么额外的奖励了 武唐对我帮助甚大 再说 唐主之前也给过我不少东西了 我希望唐主能回答我一些困惑便可以了 仁仪欣慰地看着徐峰 说道 你随我到里面来下 说完便往李坚走去 徐峰快步跟上 来到李坚 只听仁仪说道 徐峰 你想问什么 尽管问 我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徐峰稍针灼了一下语言 开口问道 唐主 你可知道 天地玄黄绝 和不死天残宫 这两门功法 人一脸上露出一丝亚色 说道 我自然是知道的 怎么 难道 你想修炼这两门功法 这两门功法都是残片 不仅需要高绝的物性才能领悟 而且 残片根本无法修炼到五尊以上的境界 你的姿势很好 我劝你 还是放弃这个念头 徐峰笑了笑 说道 放心吧 唐主 我不是要修炼 我之前在安乐郡武堂 看过这两门功法的残片 对其后续很感兴趣 便想了解一下 不知唐主可知道其后续 人一臣思了会 说道 安乐郡那的残片 应该只有 天地玄黄绝的黄极篇 和不死天残宫 前三层 天水城这边 也是一样的 不过 其后续我倒是知道一点消息 听说中州的天泉宗 有着天地玄黄绝的玄极篇 和不死天残宫的前六层功法 你倒是可以去看看 天泉宗 这是徐峰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了 之前还是在安乐郡听说的 那安乐郡郡守大公子 便天泉宗门人 徐峰有些疑惑 开口问道 唐主 为何天泉宗有这两门功法 而武堂总部却没有呢 武堂难道不是大洲最强大的武道势力吗 仁仪摇摇头 是笑道 你说的也没错 武堂确实是大洲最强大的武道势力 但天泉宗 却不隶属于大洲 大洲这边土地上 朝代更迭了不知多少次 但天泉宗 却始终屹立不摇 大洲能在这里开国 也离不开天泉宗的帮助 仁仪接着说道 我认识一个天泉宗的长老 跟他也有一点交情 我到时修书一封 你带着去见他 他能把你安排进天泉宗 不过能不能获得这两门功法 便只能看你自己努力了 徐峰文言大喜 忙道 多谢唐主 另外 我还有一些修炼上的疑惑 想向唐主请教 尽管说来 仁仪轻抚下巴说道 徐峰开口说道 我已突破武宗境 想问问关于武宗境的修炼要点 听到徐峰说自己已突破武宗 任一手一抖 不小心拔掉了自己下巴上 所剩不多的胡须 脸微微一抽 仁仪将自己的震惊压在心底 神色淡然地说道 你既突破了武宗 想必已经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吧 徐峰点点头 说道 是的 我感觉我的身体正在趋于原力化 这应该也是武宗境 能够断织重生的原因 不错 肉身原力化 这便是武宗境的修炼 肉身原化一成 便是武宗一重 原化石成 便是武宗石重 因此武宗境的小境界是没有瓶颈的 只要肉体不断吸收原力 便可达到武宗石重 不过要维持住肉身原化的程度 需要强大的神识来镇压 因此神识修为不到 不要盲目地推高肉身原化的程度 不然会彻底被原力同化 成为天地中的一缕原力 徐峰点点头 说道 我明白了 多谢堂主指教 仁仪笑着说道 不用谢 再说 你帮了我大忙了 只是解答你几个问题 便换了你一枚法则碎片 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这样你后面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尽力满足你的需要 徐峰也跟着笑道 行 堂主 以后有需要我一定来找你 对了 近期 我打算回安乐郡一趟 顺便回趟家 突破武宗 是可以回家一趟了 依锦不还乡 如锦衣也行 需要我安排人送你回去吗 仁仪大笑 随即问道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快点 徐峰摆摆手 说道 秘境门关闭的隔天 仁仪便带着武堂众人 回到了天水城中 徐峰向仁仪及其余人告别后 独自启程 准备前往安乐郡了 以徐峰如今的修为 依靠空间瞬移 仅仅片刻便来到了安乐郡 徐峰这次回来安乐郡 便是要向善元郡报当时的仇 不过 善元郡乃是猎妖司指挥使 徐峰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去杀他 因此 徐峰顿入虚空 来到猎妖司驻地 打听丹元郡的位置 准备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掉他 猎妖司驻地 很多猎妖位进进出出 风风火火 看来最近的猎妖任务不少 徐峰想起之前听周正明所说 由于善元郡将很多武唐弟子 排挤出猎妖司 造成现在妖患严重 想来这丹元郡对于猎妖并不作为 或许并不在猎妖司 徐峰直接前往猎妖司中指挥使之府 果然 丹元郡并不在 或许在唐家 想起之前丹元郡与唐家关系匪浅 徐峰打算前往唐家看看 一阵空间波动过后 徐峰出现在了唐家 身形隐在虚空之中 徐峰神识一扫 果然在唐家的一个房间内 发现了善元郡的身影 房间里 善元郡郡与一个中年男子交谈着 唐组长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还是今早下定决心吗 丹元郡开口说道 唉 这毕竟关系到全族人的身家性命 不由得我不慎重啊 唐组长说道 哼 带武唐那三个老家伙 伤势恢复 我便没办法再将安乐郡的消息封锁了 一旦他们到天水城告发 你们唐家全族人头也要落地 善元郡哼了一声 说道 唐组长愁眉不斩 说道 那我们去把武唐的人都杀了 这消息 不就永远传不出去了吗 丹元郡嗤之以鼻 说道 哪有那么简单 那三个老家伙 虽说受了伤 但若他们一心想逃 我也拦不住他们 更何况 你别忘了 王 郡 周三家 可是已经跑了 虽说他们并不了解实情 但也有泄露的可能 丹元郡接着说道 唉 也罢 那妖兽使者 什么时候来 唐组长叹了口气 说道 听到这话 善元郡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说道 这就对了 与妖兽合作 将安乐郡势力大洗牌 你唐家可以彻底坐稳安乐郡第一家族的位置 岂不快哉 突然 善元郡脸色一动 紧接着开口说道 你看 这不是来了吗 只见一只黑猫突兀出现在房间内 口吐人言 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在云梦泽外围聚集了数千妖兽 迫不及待 想要来开婚了 丹元郡笑着说道 黑猫使者 你来得正好 唐组长已下定决心了 今晚便可以行动 是吧 唐组长 唐组长微微点头 说道 今夜子时 我会安排族人打开安乐郡四方城门 放你们进城 你们最好信守诺言 不动我唐家一分也好 放心吧 大王向来众诺 黑猫回道 他要迎来一场浩劫 徐丰从虚空中走出 身影在房间内浮现 两人一兽见到徐丰身影 进阶吓了一跳 徐丰开口 一道宏大的声音 瞬间传遍整个安乐郡 善元郡及唐家勾结妖兽 罪不可设 当诸 说完 徐丰剑指一画 蓝空剑气喷波出 剑气斩向善元郡 唐组长和黑猫 那唐组长不过五毫进修为 在蓝空剑气下 瞬间化为积粉 而那黑猫 被剑气斩成两劫后 净诡异复活了 看来是掌握着重生类的妖术了 丹元郡见剑气袭来 怒喝一声 身躯瞬间变大 一双手 竟变成了胡爪模样 朝着剑气不断抓住 善元郡的爪击 不断消耗着剑气 最终 当剑气斩在其身上时 已不足以将其斩杀 仅是在其身上 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伤口 鲜血横流 复活后的黑猫 愤怒地看着徐丰 口吐人言说道 你是谁 安乐俊可没有你这号强者 徐丰没有理会黑猫 而是看向丹元郡 瞳孔微张 轻呼出声 妖化 丹元郡 看来 你投靠妖兽 不是一天两天了 亏你还是猎妖司指挥使 竟然投靠了妖兽 变身后的丹元郡明笑道 那又如何 只要能变强 只要能长生 妖也好 人也罢 我不在乎 黑猫见徐丰不理他 转头对着善元郡问道 丹元郡 这人是谁 竟然要了老猫一条命 我要活活寡了他 丹元郡紧紧盯着徐丰 仿佛在记忆中 搜寻徐丰的样子 突然 丹元郡瞳孔瞪大 不可置信地说道 你是徐丰 怎么可能 你竟已是武宗 徐丰微微一笑 没什么不可能的 善元郡 我这次回来安乐俊 便是要来取你的狗命的 丹元郡听到徐丰的话 哈哈大笑 哈哈 就凭你吗 只见丹元郡一个顺身 出现在徐丰身前 双臂猛然变大 食指交叉 一记炮锤 从徐丰头上猛然砸下 黑猫见丹元郡出手 身影瞬间消失 一转眼 出现在了徐丰身后 伸出锋利的爪子 抓向徐丰身体 徐丰见状不慌不忙 手指轻勉 一道无形的空间墙 将身体环绕 拦下了善元郡的一锤 和黑猫的一抓 丹元郡全力的一锤 砸在空间墙上 巨大的反振之力 将其手臂震得粉碎 整个人往后倒飞出去 黑猫爪子 则是被空间墙崩碎开来 黑猫痛哭出声 啊 痛煞我也 丹元郡 此人交给你了 我回去禀报大王 今晚行动 说完 黑猫身影便消失了 显然已经跑了 丹元郡勉强站定后 怒吼一声 整个身躯又便大了一圈 连粉碎的双臂 也恢复如初 徐丰看向善元郡 只见其身上 已经见不到人的特征 完全变成了一只猙獰白虎 扇元郡化身的巨虎 朝着徐丰猛扑而来 立爪一抓 瞬间将徐丰身前的空间墙 抓破开来 爪子直直抓向徐丰头颅 徐丰见状微微一惊 这是什么妖兽血脉 竟能如此轻易打破虚空 就在丹元郡爪子临身之前 徐丰身形一转 施展空间 瞬移出现在扇元郡身后 躲开了这一爪 徐丰正欲从丹元郡攻击 却不料 那丹元郡似乎有所察觉 虎尾向上一甩 抽向徐丰 徐丰一时未查 被一尾巴抽飞了出去 狠狠砸落在地 扇元郡见状 哈哈大笑 细血的目光盯着徐丰 怎么样 我这邪魔白虎的血脉如何 这可是妖皇血脉 可以比肩五尊镜的存在 徐丰站起身来 磅礴的神石横扫而去 感知着那黑猫的存在 只见那黑猫正完命地 往城外奔跑而去 徐丰可不会放他离开 正准备前去 可恶 徐丰 你竟敢如此小看于我 我要你死 丹元郑双目赤红 两只眼睛猛然出现了重铜 两道白光从双眼中射出 朝着徐丰射去 徐丰见状 立即一道空间墙 挡在白光前面 企图拦住白光 却不料那白光直接将空间墙穿透 徐丰施展空间瞬移离开原地 想借此躲开白光 可那白光却转换了方向 继续朝着徐丰射来 徐丰躲闪不及 在白光临身之际 微微侧身 还是被白光扫到了胳膊 被白光扫到的胳膊处 血肉瞬间消失 伤口处 一股腐朽之意 久久不散 丹元郑剑撞 嘿嘿笑道 嘿嘿 这可是邪某白虎的神通妖术邪某死光 不好受吧 徐丰想用断枝重生的手段将胳膊恢复 可那股腐朽之意的存在 让其胳膊无法复原 徐丰还想尝试其他手段 可丹元郑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猛然朝他扑来 力爪一抓 徐丰身体向后退去 躲开了这一爪 随后 剑指不断挥出 无数的剑气 斩向善元郑 丹元郑不断挥舞着力爪 将那剑气一一打散 徐丰剑撞 空间一径施展开来 双手合十 朝着善元郑用力一斩 瞬间 整片空间仿佛被冻住了 丹元郑动弹不得 徐丰双手挥下 一道巨大的剑气 出现在空中 对着丹元郑劈卡而下 蓝宇定空斩 蓝空剑决中的一剂杀招 猛然出手 丹元郑惊恐地看着 空中落下的巨大剑气 想要躲开 可惜身体被紧紧束缚住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 那道剑气披落 剑气落下 善元郑身躯被斩成两截 徐丰伸手一握 空间牢笼 瞬间将丹元郑两截身体包覆 徐丰手掌重重一握 空间牢笼不断压缩 将那善元郑的身体 挤压成了肉泥 爆 徐丰轻贺一声 那空间牢笼 瞬间爆炸开来 里面的肉泥 在这爆炸下 瞬间化为积粉 消失无踪 解决了丹元郑 徐丰以空间意境 将胳膊出的腐朽之意收束 放逐虚空 随后 以断指重生的手臂 将胳膊恢复如初 神石展出 徐丰找到了那黑猫的位置 徐丰踏入虚空之中 瞬间出现在了黑猫身前 黑猫在奔跑途中 突然见到徐丰出现在身前 顿时大惊 你怎么在这里 丹元郑呢 徐丰神色淡然 他已经死了 放心 我马上送你去陪他 就是不知道你 还有几条命 黑猫一脸惊恐 他见识过徐丰的手段 徐丰的攻击对他来说 都很致命 黑猫转身 想往别的方向逃走 徐丰健壮 手指微抬 瞬间在黑猫的四面八方 都出现了空间墙 将其围了起来 徐丰向着黑猫走近 问道 你口中的大王是谁 告诉我 我可以让你死得轻松些 黑气 原来的一根尾巴 瞬间变成了五根 只是其中一根尾巴 犹如被切断一般 断了一截 徐丰看着黑猫的样子 又想到他之前的重生手段 沉硬了会 开口说道 九命幽冥猫 你的来历倒是不凡 看你的样子 应该是五级妖兽 有五次复活的机会 刚才被我斩了一次 现在应该只剩下 四次复活机会了 顿了顿 徐丰接着说道 我看你还挺嘴硬的 再斩你两次 想必你的嘴就没那么硬了 徐丰控制着空间墙 不断朝着黑猫压去 黑猫见状凝笑一声 浑身的黑气暴涨 那黑气与空间墙接触 瞬间将空间墙溶解开来 黑猫趁机逃出 只见黑猫伸出利爪画了个圈 一个黑色通道瞬间出现 有名通报 黑猫对着通道钻了进去 瞬间消失了身影 徐丰身影 瞬间出现在通道处 通道内散发着一股不祥的气息 徐丰也不敢冒险深入 徐丰展开神识一扫 却没找到黑猫的身影 看来那黑猫通过这个通道 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空间了 徐丰有些讶异 那黑猫竟然还有这等手段 既然找不到黑猫 徐丰也不再纠结了 得赶紧去武堂 把妖兽的消息告诉三位长老 身影一闪 徐丰消失在了原地 安乐郡武堂 对换处 徐丰的身影浮现 庄成还是坐在那个地方 不过整个人苍老了不少 徐丰走上前去 对着庄成招了招手 庄长老 别来无恙啊 庄成一脸惊喜地看着徐丰 徐丰 你怎么回来了 当时 你走后我们都很担心你 还好后来听到 你到了天水城武堂 我们才放下心来 随后 庄成又愁眉不展地说道 不过 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 善元郑那老狗 杀你之心不死 被他发现的话 就难办了 徐丰笑着摇摇头 说道 放心吧 庄长老 那丹元郑已经被我杀了 庄成听了徐丰的话 诗笑道 徐丰 你别逗我了 那丹元郑可是武宗境 你一个小小的武师 咦 不对 你的修为 徐丰微笑着看着庄成 说道 不错 我已经突破武宗了 我回到安乐郡的时候发现 丹元郑与唐家勾结妖兽 于是出手将善元郑和唐家族长杀了 不过放跑了一只妖兽 那妖兽是一只九命幽名猫 能力诡异 我一时不慎被他跑了 庄成文言 面色凝重 手指轻扣着桌子 九命幽名猫 看来是那只妖虎的手下了 妖虎 徐丰一道 不错 那妖虎买是云梦泽中的一只六级妖兽 盯上了安乐郡 以往来犯安乐郡都是丹元郑在应付 将其挡在郡城之外 这妖虎最近几个月来得尤其频繁 庄成解释道 我与那丹元郑交手时发现 他会妖化 而且变化的还是一只妖虎的形态 想必他以前都是在和那妖虎作戏 只是为什么呢 如果他和妖虎里应外合 攻破安乐郡应该很轻松吧 我们便会启动非洲 将其轰杀 只是动用非洲需要消耗大量的原石 以安乐郡的抵御 估计只有一击之力 那丹元郑应该也是忌惮非洲之力 才不敢明目张胆与妖兽合作 庄成说道 徐丰听到非洲 顿时恍然 那非洲可是能灭杀武宗的大杀器 难怪丹元郑不敢太过造次 庄长老 那善元郑和唐家族长死了 没有人帮助妖兽 想必今夜妖兽应该不会来攻城了 只是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我们是否可以主动出击 前去将那妖兽一锅端了 不知道非洲一击需要多少原石 我身上还是有点原石的 徐丰思索了会 说道 装成脸色凝重 说道 徐丰 你不要小瞧了妖兽 我们若是前去寻那妖兽 到时程内空虚 反而会被妖兽所称 你看着吧 那妖虎今夜肯定会来的 那妖虎想来自负自大 他定下的是断不会不做的 至于非洲需要的原石 还轮不到你来担心 安乐郡各家各户 都会为此贡献一份力量 为今之计 便是做好准备 迎接今夜的妖兽工程 你且随我来 去找吕朝和刘老说下这事 装成说完 带着徐丰 找到吕朝和刘老 将这事告诉了他们 吕朝和刘老刚一见到徐丰 也是满脸惊喜 但听说了这事后 便变得忧心忡忡 吕朝开口说道 我先去找李军首说一下这事 让他做好安排 同时 派人将唐家族人控制住 以防万一 刘老 就麻烦你走一趟烈妖司 临时接管一下 烈妖司的指挥之权了 刘老点点头 飘然而去 见徐丰目录疑惑 装成解释道 刘老以前 乃是安乐郡烈妖司的指挥师 只是因商退役 才来武唐养老的 那单元正也是刘老商退后 朝廷从其他地方 调过来接手的 徐丰恍然 随即出声问道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你就养好精神吧 夜里若拿妖虎过来了 还得你来应付 毕竟 现在只有你一个武宗境 庄成说道 行 那我先去修炼了 有事就叫我 徐丰说完 便前往武唐修炼室修炼了 庄成也自去组织武唐弟子 以待夜里妖兽来临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众人如火如荼地准备着 很快 夜幕降临 安乐郡陷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城外 风吹着树木速速作响 猛然 一阵地动山摇传来 修炼室中的徐丰 感知到这股波动 睁开眼 神石一扫 只见城外数十里处 无数妖兽正朝着安乐郡奔来 重重的四肢 踏在大地上 发出一阵阵的轰鸣声 徐丰以神石 找到三个长老所在地 顺一出现 长老们 妖兽来了 三位长老面色凝重 柳老手一挥 分手下去吧 准备迎接 随着柳老一声令下 安乐郡 犹如一只被拨弄过的齿轮 开始旋转起来 安乐郡四处燃起风火 将整个安乐郡照得一片通明 城墙上 无数列妖卫正严阵以待 武唐弟子四散在城中 随时准备支援 同时防备着妖兽入城侵扰 柳老手一挥 一艘巨州浮现 正是武唐的非洲 早些时候 我已经让李俊首 将府库里的原石 放入非洲内了 另外 列妖司和武唐的原石 也都放入了 我估摸着 有三次出手的机会 不过 不到关键时刻 我不会轻易出手的 毕竟非洲之力 用一次少一次 只能用在刀刃上 所以 徐丰 我希望你能尽可能地 牵制住虎王 刘老说道 徐丰点点头 说道 没问题 交给我吧 随后刘老控制着非洲升空 悬在安乐郡城上空 俯瞰着整个安乐郡城 徐丰则是和庄城 吕朝两人来到城墙上 看着远处浩浩荡荡的妖兽群 又看向城墙淋漓着的烈妖位 庄城感慨道 好久没参与这样的战事了 不知道此战过后 有多少人能活下来 吕朝也是叹了口气 唉 是啊 安乐郡地处偏远 朝廷也不愿意 将太多资源投入到这 毕竟这里紧邻云孟泽 一旦云孟泽大妖苏醒 朝廷估计 也会放弃安乐郡 不想那么多 至少现在 我们要守住安乐郡 庄城提醒道 吕朝定了定神 握紧双拳 是啊 眼下 我们要守住安乐郡 徐丰听到吕朝说的 云孟泽大妖 心有疑惑 但碍于眼下状态 也不好多问 眼看那妖兽 逐渐靠近城墙 装成大鹤一声 都跟我一起攻击 只见城墙上 众人纷纷欲使攻法 无数气静与原力攻击 朝着妖兽群轰去 一声震天轰鸣声后 倒下了一片妖兽 但其他的妖兽 还在源源不断地补充 继续攻击 一道一道的攻击 倾息而下 妖兽们前扑后 记得往前冲着 突然 一道红色光芒 从妖兽群里发出 朝着安乐郡飞来 看那红光的威势 一道剑气 朝着红光扫去 红光与剑气相撞 瞬间爆炸 掀起一阵狂风 两者进阶消散 见有人挡下了自己的攻击 虎王瞬间出现在徐峰面前 双目紧紧盯着徐峰 口吐人言 问道 你便是那个 斩了小猫一条命的人 徐峰看着眼前 一只人立着的巨虎 只见其一身白毛 眼生双瞳 想来便是单元症 植入的妖兽血脉来源 邪眸白虎 从其身上的威势来看 应该是六级高阶出气的妖兽 徐峰开口说道 你就是单元症背后的邪眸白虎 单元症 你是说 那个向我祈求血脉的人族吗 哈哈 你们人族真是有意思 给一点好处 就能背叛族群 虎王笑道 徐峰摇摇头 说道 那种败类只是少数 我也已经清理门户了 接下来就轮到你了 虎王闻言 入出了一口历耻 笑道 就凭你吗 我倒想见识见识 徐峰不再废话 空间瞬移出现在虎王身旁 一掌猛然压下 天地独尊掌 虎王不躲不闪 轻贺一声 白虎站体 开 只见一道金色光芒 笼罩在虎王身上 徐峰一掌打在上面 宛若打在一块无比坚硬的金属上 发出砰的一声 反阵之力 直接将徐峰阵飞了出去 虎王趁势欺身而上 泛着光芒的力爪 朝着徐峰一挥而下 徐峰见状 心念一动 空间瞬移施展出来 躲开了这一击 却见那虎王身影瞬间消失 出现在徐峰背后 宁笑道 早防着你这一手了 虎王两双利爪 交叉滑向徐峰 白虎裂空爪 徐峰刚想踏入虚空 施展空间瞬移 却不料 虎王这一招 将虚空通道撕碎开来 见无法施展空间瞬移 徐峰双臂一挥 哼道 星陨不灭体 给我开 只见晋光甲 覆盖徐峰全身 挡下了虎王的爪击 爪击之力 将徐峰击飞出去 徐峰在空中定住身形 将晋光甲 化为晋光刀 握于手中 朝着虎王飞来 一刀砍出 蓝与定空斩 以晋光刀 施展蓝空见绝招式 空间之力 将虎王定在原地 晋光刀 带着无尽杉蓝之力 朝着虎王劈砍而下 虎王脸上不见慌张 似是对自己的白虎战体 有着极强的自信 晋光刀砍在虎王身上 发出金铁交鸣之声 虎王宁笑道 没用的 我的白虎战体 配合上我的精致意境 五尊以下的攻击 都起不了作用 徐峰身影向后退去 吃笑一声 是吗 我不信 之前像你一样 在我面前嘴硬的 都已经躺在地里了 只见虎王双眸一闪 两道黑光 顿时朝着徐峰射来 徐峰认出了 这是单元正施展过的 邪谋死光 威力其强 而且还有自动制导之能 徐峰握紧手中的晋光刀 微微蓄力 朝着黑光用力一挥 避空炼 出自蓝空剑爵的 一记招式斩出 只见一道剑气发出 所到之处 空间碎裂 剑气碰到黑光 瞬间将黑光周围空间斩碎 与黑光一同陷入 无尽虚空之中 在天地强大的自愈能力下 破碎的空间 很快又恢复正常 不过那黑光 已被放逐到虚空之中 也无法攻击到徐峰了 虎王的脸第一次 露出了惊讶之色 要知道 他的邪谋死光 无往不利 竟然被徐峰一剑搞没了 不由的心惊 一时之间 竟正在原地 徐峰看着虎王 抬起手中的晋光刀 朝着虎王画了个圈 随即一刀刺出 空谷幽兰 蓝空剑爵的杀招 也是昔日蓝空五帝 一剑斩出剑谷的招式 空间之力 夹杂着山蓝之力的一道剑气 不断旋转着 朝着虎王飞速斩去 虎王见识不妙 企图躲开 可惜在这一招之下 空间已陷入停滞 虎王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道剑气 朝自己斩来 剑气穿过虎王的身体 留下了两个孔洞 隐约可见其内的内脏 伤口处的剑气 不断清洗虎王的身体 最终将虎王的身体 绞成了积粉 虎王 死 在虎王倒下的那一刻 攻城的妖兽们 仿佛被无形的重锤击中 动作凝固在空气中 震惊和混乱的情绪 在他们之间蔓延 徐峰在虎王的死亡面前 丧失了战斗的意志 他们的眼神变得迷茫 随后转身 带着对未知的恐惧 仓皇逃离战场 他们的身影 在夜色中迅速消失 只留下尘土飞扬 而另一部分妖兽 虎王的死亡 激起了他们更深的愤怒 和复仇的决心 他们的眼睛中 闪烁着狂热的光芒 攻击变得更加凶猛和疯狂 他们要将怒火和痛苦 发泄在安乐郡的每一个角落 徐峰在斩杀虎王之后 凭借着空间瞬移的能力 不断在战场四处游走 他利用空间瞬移的能力 在战场上如同一道幽灵 无处不在 无所不能 他的目标明确 直指五级妖兽 每一次出现 都带走一个五级妖兽的生命 就在徐峰准备 再将眼前的一只五级妖兽斩杀之时 一道黑气涌现 一双利爪从黑气中扫出 对着徐峰面目而来 徐峰看到利爪袭来 剑指一挥 徐峰对着黑气手臂一挥 杉蓝之力涌现 直接将黑气吹散 露出了其中的景况 只见黑气中央一只黑猫 正正鸣地看着徐峰 徐峰看向黑猫 是之前那只九命幽冥猫 徐峰细血道 上次让你跑了 没想到你这次还专程回来送死了 黑猫滋着牙 口中吐出一团黑气 覆盖在其断爪处 只见在黑气的作用下 那断掉的利爪重新长了回来 黑猫挥了回爪子 猛然朝着徐峰冲来 利爪再次滑下 有名之爪 那利爪夹杂着倒倒黑气 朝着徐峰袭来 徐峰施展出蓝空剑绝 剑气如蓝如雾 缭绕在他周身 挡住了九命幽冥猫的幽冥之爪 黑猫的身影在阴影中闪动 如幽冥之影 周身冒出阵阵黑气 在他的身体周围交织着 形成一道诡异的光环 徐峰凝神聚气 一视蓝空穿云 剑气如风 划破了空间 直指九命幽冥猫的身躯 九命幽冥猫躲闪不及 被剑气撕碎 其身体周围的黑气流转 黑猫身体又恢复了原样 只是身后的尾巴又断了一根 黑气一转 九命幽冥猫陡然出现在徐峰身旁 幽冥只找划破空气 带起一道寒意 蓝空剑绝在徐峰手中 化作一道光幕 抵挡住九命幽冥猫的攻击 九命幽冥猫 还有三次复活机会 还得再杀三次 才能将其彻底灭杀 徐峰再次施展出蓝空剑绝 剑气化作一道流光 直奔九命幽冥猫的心脏而去 九命幽冥猫眼中闪过一丝惊骇 他能感受到徐峰的攻击中 蕴含着毁灭的力量 但已经来不及了 剑光刺穿了他的身躯 九命幽冥猫 发出一声淒厉的嚎叫 身躯破碎 转眼 九命幽冥猫又复活了 不过只剩下了两条尾巴 复活后的九命幽冥猫满脸 出了幽冥通道 钻进去准备逃跑 徐峰上次便让他用这一招逃跑了 这一次自然对此有所准备 只见徐峰空间意境施展开来 双手伸直 狠狠往下一压 近断蓝空 瞬间 方圆数十里的空间 进阶被封锁住了 不远处 九命幽冥猫的身形 从虚空中弹了出来 满脸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 我的幽冥前行怎么失笑了 徐峰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不枉他费大力气 施展出净断蓝空 将这片空间锁住 看向黑猫 徐峰开口说道 这片空间已在我的掌控之中 任何前行功法都不会有效果了 这下看你还怎么跑 黑猫听到此言 目露绝望 随即疯狂地朝着徐峰攻击而来 可惜 其实力完全不是徐峰的对手 徐峰手中蓝空见绝 不断斩出 不一会儿 便将九命幽冥猫剩余的复活次数给耗尽了 只见九命幽冥猫身 后尾巴已经一条不剩 其一脸绝望地看着徐峰 说道 有人会为我和大王报仇的 说完 整个身体自爆开来 一道黑光射出 缠向徐峰 徐峰见黑光飞来 企图躲开 可那黑光如影随形 朝着其身体映来 只见黑光映在徐峰身上 在其手臂上 生成了一个猫头印记 徐峰感知着 自身没有别的一样 索性不管了 等后面再问问看这是什么东西 徐峰身影一转 出现在安乐俊的城墙上 徐峰凝视着周围的妖兽 毫不犹豫地施展出蓝空剑爵 剑气如雾 如蓝 如云 化作一道道流光 在空中舞动 他的身影如电 在城墙上飞驰 剑气划破空气 迎击着妖兽的冲击 妖兽们咆哮着 爪牙挥舞 但他们却难以抵挡徐峰剑下的一击 蓝空剑爵的威力惊人 剑气所致 妖兽纷纷倒下 鲜血染红了城墙下的土地 徐峰身形闪动 如一道流星划过夜空 他的剑法 犹如鬼魅般灵活 每一次挥动 都带着毁灭的力量 妖兽们在他面前 如风中残竹 毫无抵抗之力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随着徐峰的不懈努力 妖兽的攻势 渐渐受到了阻挠 他们开始溃散 逃离城墙 安乐郡众人乘胜追击 将残余的妖兽 一一斩杀 天边浮现一抹白 第一缕 阳光照射在安乐郡众人脸上 每个人脸上 都是一副劫后余生的表情 很难想象 竟然能在这样的兽朝下活下来 庄成等人来到徐峰面前 庄成率先开口 徐峰 这次要不是你 安乐郡可就悬了 我代替整个安乐郡的人 谢过你了 庄成之后 安乐郡一干人等 纷纷朝着徐峰称谢 徐峰摆摆手 这是我应该做 不说我曾是安乐郡列妖位 我现在也是五堂弟子 灭妖是每个五堂弟子的使命 解决了安乐郡的妖兽攻城危机之后 徐峰便有离开的想法了 不过 在离开之前 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徐峰静止前往唐家 找到了唐凌云 他的眼神冷漠 手中紧握着剑 唐凌云看到徐峰 眼中闪过一丝恐惧 徐峰 求求你放过我吧 当时 是我鬼迷心窍了 唐凌云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颤抖 徐峰没有回答 他只是举起剑 一剑将其斩杀 他的心中 没有丝毫的波动 仿佛只是做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情 乐了安乐郡的因果后 徐峰便准备回江原村 看看父母 他找到了庄成等人 向他们告别 三位长老 受朝危机已除 我再留在安乐郡 也没什么事了 我准备离开了 特此前来告别 徐峰的声音 凭借而坚定 庄成点点头 说道 嗯 这次承蒙你的帮助了 安乐郡武堂 永远是你的家 随时欢迎你回来 告别众人 徐峰踏上返回江原村的路 心情有些复杂 正所谓静相勤切 许久未回 一下要回 心里竟有一丝慌张 沿途得风景如画 徐峰却无心欣赏 他不断施展着空间瞬移 很快 江原村的轮廓 便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中 熟悉的房屋和田野 让他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没有惊动任何人 徐峰直接瞬移出现在家里 徐富徐母 正坐在桌子旁吃饭 突然见到徐峰身影出现 先是一惊 随即大喜 徐富开口说道 峰儿 是你吗 你回来了 吃饭了吗 快坐下来一起吃 徐峰眼眶有些湿润 是我 爹 我回来了 徐峰虽然已经闭鼓 但他还是在餐桌旁坐下了 徐母着急的起身 饿了吧 峰儿 我去给你打点饭 很快 徐母便打了一大碗饭 放在徐峰面前 赶紧吃吧 徐母说道 徐峰重重的点头 爹 娘 你们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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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富拿起筷子指了指 三人一边吃一边聊 徐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和亲情的牵挂 他知道 无论他走到哪里 他的根始终在这里 他的家始终在这里 峰儿 你这次出去 接近一年的时间 在外国的可好 徐富问道 徐峰将自己在安乐郡 天水城的经历 挑了一些 讲给了徐富徐母听 听到徐峰加入烈妖丝烈妖 徐母眉头紧皱 一脸担忧 又听到徐峰加入武堂 得传功法 又变得眉头舒展 一脸欢喜 讲完了自身的经历后 徐峰开口问道 对了 爹 娘 我想带你们到天水城定居 你们愿意吗 徐富听到徐峰的话 叹了口气 说道 不了 反而 我和你娘 在这小山村待惯了 我们所熟知的一切 都在这里 去了天水城 也不见得比在这开心 我知道你有你的志向 你不用担心我和你娘 只要你闲暇时回来看看 我们就够了 见徐富态度坚决 徐峰也没有再劝 徐峰将自己的一部分功法 交给了徐富 若村里有人能学 也可传授 另外 徐峰利用篮空见诀 在村子周围布置了一道空间静置 这样即便他不在 村民们也能有一份安全保障 空间静置 如同无形的屏障 能够抵御妖兽的清袭 为江原村 带来宁静和安宁 完成这一切后 徐峰告别了父母和乡亲们 踏上了返回天水城的路 依靠着空间顺移 徐峰很快便回到了天水城 回到天水城 徐峰直奔武堂 他来到堂主仁仪的面前 堂主 我回来了 我准备前往天泉宗看看 仁仪点了点头 他从桌案上 拿起一张早已准备好的信纸 递给了徐峰 这是天泉宗的入宗推荐信 上面有仁仪的亲笔签名 和武堂的印章 徐峰双手接过 心中充满了激动和期待 徐峰 天泉宗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 你将有机会 接触到更高深的舞学 仁仪的语气中带着鼓励 我相信 你一定能够在那里大放一彩 徐峰向仁仪道谢 多谢堂主 对了 堂主 有没有前往天泉宗的地图路线 我还不知道 去天泉宗的路怎么走呢 仁仪笑道 放心吧 给你准备好了 说完掏出了一张地图 递给徐峰 这便是前往天泉宗的地图 你照着走 注意其中标注的 妖兽聚集地 徐峰接过地图 到了升线 然后转身离开 徐峰回到自己住处 简单收拾了一下 便准备离开了 不过在离开之前 还有一件事要做 徐峰的眼神变得深沉 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微笑 他心中涌动着 强烈的复仇欲望 这个仇 他铭记在心 从未忘记 徐峰的身体 引入虚空 悄无声息地 朝着沧海叫的方向飞去 他的步伐坚定而决绝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同城福 你欠我的 是时候偿还了 徐峰以神识感知着 同城福的位置 只见沧海叫 驻地内的一间厢房里 同城福正坐在床上修炼 他的脸上 带着一丝得意的微笑 似乎在享受着 修炼带来的愉悦 徐峰见此 没有一丝犹豫 他的剑指一挥 一道剑气瞬间凝聚 化作一道锐利的剑光 蓝宇定空展 朝着同城福展去 这一剑 凝聚了他所有的愤怒和决心 势必要让同城福付出代价 感应到这股气势 同城福瞬间睁开双眼 看到徐峰 瞳孔一缩 喝道 好胆 他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震惊和愤怒 然而 徐峰的剑光 同城福的修炼 勉强挪动了一丝身子 避免了被一刀两断的下场 但一只手臂 还是被斩了下来 同城福的面色变得苍白 他感受到了徐峰的杀意和决心 然而 以其五宗九重修为 断之重生 对他来说并不困难 瞬间 断掉的手臂 并恢复如初 徐峰不给同城福喘气的时间 瞬间 近断蓝空与空谷幽蓝连招使出 同城福无法动弹 难以抵挡 刹那间 便在空间之力 与山蓝之力的绞杀下 化为飞灰 徐峰手刃同城福后 未曾停歇 如一阵风般 掠过沧海轿的驻地 只留下一地尘埃 和逐渐冷却的尸体 天水城到中洲 遥遥数万里 即便徐峰掌握空间 瞬移的秘术 也无法一蹴而就 但徐峰不急于赶路 他决定 边走边欣赏沿途的风景 领略一下这大好河山 天泉宗 坐落于中洲南部的神秘之地 从天水城出发 沿途会经过诸多城镇 徐峰计划在城镇中稍作修整 恢复体力 以便迎接可能出现的危机 徐峰从怀中掏出地图 目光落在最近的城镇 归原城 他决定在那里暂时驻足 调整状态 然后再继续赶路 徐峰离开天水城 施展空间 顺移往归原城的方向前去 前往归原城的旅途 并不平坦 沿途遭遇了不少妖兽的袭击 这些妖兽或凶猛如虎 或狡诈如虎 但在徐峰的绝对实力面前 进阶被一一斩杀 日落前的最后一缕阳光 洒在归原城的城墙之上 徐峰的身影随着空间的波动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城门外 他的出现 如同一个幽灵 让周围的行人 都没有察觉到一丝异样 归原城 这座位于青州内陆的宁静之城 四周没有妖兽的威胁 显得格外相和 与天水城那种 剑拔弩张的气氛不同 这里的人们 脸上都洋溢着平静和满足 徐峰静止走向城门 那里有几个卫兵懒散地守着 他们对进进出出的人流 视若无睹 显然这里的治安好到了极点 不需要过多的戒备 随着人流 徐峰踏入了归原城 城内的繁华 让他微微一愣 大街上商行林立 摊贩叫卖声此起彼伏 各种林财 林矿 摆放的琳琅满目 但这些对徐峰来说 并无太多吸引力 他的空间戒指里 早已堆满了这些修行者眼中的珍宝 他的目标是 找到一家客栈 好好地休息一下 为接下来的旅程 养精蓄锐 他走在热闹的大街上 目光不断扫过两旁的建筑 寻找着可能的目标 突然 他的目光 被一家看起来颇为古朴的客栈所吸引 客栈的招牌上写着 巨闲客栈 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休憩之地 徐峰决定就是这里了 他加快脚步 朝着客栈的方向走去 走进客栈 里面热闹非凡 各色人等在这里聚集 谈论着各种江湖传闻 徐峰驻足了一会 见没有小二上前询问 便走到柜台处 对着柜台内的掌柜问道 掌柜的 你们这客栈 没有小二吗 掌柜抬眸瞥了眼徐峰 说道 不好意思 客官 客人太多了 小二忙不过来 你看你是要打监 还是住店 徐峰看了眼客栈内的人潮 也理解掌柜所说 于是开口说道 给我准备一间房间吧 没问题 房间在二楼最左边 客官可自行前往 掌柜说完 掏出一把钥匙递给徐峰 徐峰接过钥匙 上楼往房间走去 打开房门 房间空间挺大 放了一张床 一套桌椅 徐峰关上门 走到床边 在床上盘腿坐 运功调息 恢复着不断施展空间 顺移消耗的原力 第二天清晨 徐峰在破晓的第一缕阳光中醒来 他简单地收拾了 一下自己的行囊 然后前往柜台 退还了房间的钥匙 他走出客栈 深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 感受着这座城市 特有的宁静和祥和 徐峰没有多坐停留 他知道自己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再次启动了 空间瞬移的能力 身影在空气中逐渐消失 只留下一阵微风吹过 带走了他存在过的痕迹 瞬移 御妖 斩妖 休闲 这样的循环 成为了徐峰生活的常态 他在不断的战斗和休息中 逐渐接近了他的目的地 四天的时间 转瞬即逝 徐峰终于踏足了 中州南部的天泉宗地界 天泉宗 位于中州南部的神秘之地 是一个历史悠久 实力雄厚的修行门派 他的创建 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 由一位传说中的武神所建立 这位武神 以无上的智慧和强大的力量 创立了天泉宗 并使之迅速成为 中州修行界的重要力量 根据仁仪所提供的资料 天泉宗的内外两门 有着明确的分工和居住区域 内门弟子集中于天泉山 那里是宗门的核心地带 充满了神秘和庄严 而外门弟子则生活在山脚下的天泉城中 他们负责处理宗门的日常事物 和与外界的交流 徐峰站在远处 抬头望去 只见天泉山微额耸立 直插云霄 仿佛是修行者心中 那座永远攀登不上的高峰 山脚下 天泉城如同一座巨大的守护者 紧紧环绕着山峰 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 他启动空间瞬移的能力 身影在城门外显现 他仰望着城墙 这是他迄今为止 见过的最高的城墙 他的高度 甚至是天水城的两倍以上 彰显着天泉城的强大和威严 天泉城的城门敞开着 没有卫兵的巡视 这似乎表明了 天泉城对自身实力的自信 徐峰踏上城门 走进了这座充满传说的城市 徐峰刚一踏入天泉城的城门 便感受到了 这座城市的独特气息 他的目光在街道上快速走过 观察着四周的环境 突然 一个身穿白色长衫的中年男人 静止走到他面前 目光锐利地盯着他 问道 你是什么人 来天泉城有何贵干 徐峰心中一动 他能够感受到 对方身上散发出的强大气息 显然是一位修为不凡的修行者 他微微一笑 抱拳行礼 平静地回答道 在下徐峰 乃是大洲武堂弟子 获得天水城武堂堂主举荐 前来拜入天泉宗 中年男人 审视了徐峰一番 似乎在评估他的实力和诚意 片刻后 他的态度缓和了一些 点了点头 说道 既然是举荐而来的的 那便随我来吧 我是天泉宗外门的长老 你可以叫我白长老 徐峰心中一喜 没想到刚进城 就遇到了天泉宗的长老 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 他跟着白长老 穿过了繁华的街道 向着城内的某个方向走去 一路上 白长老向徐峰 介绍着天泉城的情况 白长老停下脚步 转身对徐峰说道 这里就是我们天泉宗外门的长老院 你随我进去 把你的举荐信交给我 我得拿去和其他长老合一番 看怎么安排你 徐峰跟随白长老进入府邸 来到一间布置雅致的客厅 白长老示意他在此稍等 随后 拿着徐峰的举荐信进入内室 与其他长老商议 徐峰在客厅中环顾四周 见到的是典型的中式布置 一张八仙桌具中 两旁是两列对称的椅子 旁边还摆放着一座精美的屏风 墙上挂着几幅意境深远的山水画 给整个空间增添了几分文雅和生活的气息 他选择了一张椅子坐下 静静地等待着白长老和其他长老的决策 不一会儿 白长老返回客厅 身后跟着四位长老 白长老面带微笑 目光中透露出对徐峰的赞赏 徐峰 仁仪对你的评价很高 而且你已经突破五宗 这等资质 即便在天泉宗也称得上优秀 我们天泉宗有五部 以你的资质加入哪一部都可以 就看你想加入哪一部了 徐峰站起身 抱拳行礼 恭敬地回答 多谢白长老 不知这五部是哪五部 各有什么区别 白长老和其他四位长老 各自找了一张椅子坐下 白长老示意徐峰也坐下 然后开始介绍 你也坐吧 我给你介绍一下 徐峰一言坐下 目光随着白长老的执意 一一扫过在座的四位长老 白长老指着赵长老 这位是赵长老 外门神部长老 神部主修神石 赵长老身穿蓝袍 下巴上的一撮小胡子 让他看起来颇有几分威严 接着是指向林长老 这位是林长老 外门一部长老 一部主修意境 林长老身着绿色长裙 端庄贤淑 给人一种温婉而深沉的感觉 白长老又指向吴长老 这位是吴长老 外门原部长老 原部主修原历 吴长老的国字脸上透着正义之气 显得正直而坚毅 最后是指向七长老 这位是七长老 外门法部长老 法部讲究万法归一 需要修炼很多不同的功法 其长老虽以头发半白 但眼神中透出的金光 显示了他的修为非凡 徐峰站起身 依次向四位长老行礼 然后再次坐下 随后白长老介绍了自己 我是外门深部长老 深部主修肉身 看你个人意愿 想加入哪一部 徐峰有些迟疑 想了想 开口问道 白长老 在我看来 神识 意境 肉身 原历 功法 都是需要修炼的 敢问为什么要将这些分开 不能同时修炼吗 白长老眼中闪过一丝赞赏 显然对徐峰的思考方式 颇为欣赏 他哈哈大笑 回答道 这些当然是都需要修炼的 天拳宗划分这五步 只是为了让天赋 有所侧重的弟子 能更好的发展 毕竟人力有时穷 一个人很难面面俱到 另外 将宗门分为这五步 也能更好地在这五个方面 推陈出新 悟到才能越发强盛 徐峰点点头 表示理解 那就是说 不管我去了哪一步 不同步的功法 我也能学习了 自然 天拳宗可没有必走自真之事 所有的功法 都在一个藏经格里 只要你有足够的贡献值 想学多少功法都可以 白长老笑道 话语中透露出 对天拳宗开放和包容的骄傲 徐峰沉思了片刻 他的目的是寻找 天地玄黄诀 和不死天残宫的其他部分 而法部主修不同的功法 可能会对这两门功法有过研究 或许能从中 获得更多关于这两门功法的消息 他下定决心 开口说道 白长老 我想加入法部 白长老和其他长老交换了一下眼神 似乎对徐峰的选择有些意外 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白长老点头道 好 既然你已经决定 那么从今天起 你就是天拳宗法部的一员了 希望你在法部能够有所成就 为天拳宗带来新的辉煌 接下来的事情 便有法部的七长老带你去办吧 白长老说完便起身离开了 其他长老也跟着离开 最后 客厅内只剩下七长老和徐峰两人 七长老站起身来 对着徐峰说道 徐峰伴一下 其长老说完便往外走去 徐峰连忙起身跟上 路上 其长老一边走一边对着徐峰说道 徐峰 法部是天拳宗五部之一 专注于修炼各种功法 法部的修炼重点在于深入理解和掌握各种功法 最终能够万法同源 开创出自己的功法 法部致力于寻找功法残篇 从功法残篇里推出功法全篇 同时也研究和创新新的功法 以增强宗门的整体实力 徐峰神识一动 问道 敢问长老 法部找到的功法残篇多吗 我之前在武堂看过 《天地玄皇绝》和《不死天残宫》两门残篇 不知道法部对这两门残篇的研究如何 其长老眉头一挑 说道 这两门功法可都不简单 其原本的品级至少都在一品之上 想要将其你推出来 基本不可能 现在法部收藏的也仅仅是寻找得来的残篇 其中 《天地玄皇绝》只有玄皇二篇 《不死天残宫》只有前六层 确定了天泉宗确实有这两门功法的后续 徐峰松了口气 接下来便是想办法去获得这两门功法了 于是 徐峰开口问道 其长老 我想学习这两门功法 不知需要什么条件 其长老摇了摇头 说道 这两门功法 哪怕是残篇 也不是一般人能看到的 其中 《天地玄皇绝》的《黄极篇》和《不死天残宫》 前三层在外门法部存有踏本 任何弟子都可翻阅学习 其长老顿了顿 接着说道 但是 《天地玄皇绝》的《玄极篇》和《不死天残宫》的四肢六层 便只能到天泉山上的藏经阁里去学了 而要上山 至少得是内门弟子 内门弟子 想进藏经阁去学这两门功法 也得耗费不菲的贡献值 内门弟子 不知外门弟子 可有办法成为内门弟子 徐峰问道 自然是可以的 天泉宗每年都有外门大笔 大笔前十名 可入内门为内门弟子 或者内门长老看中你 收你为弟子 那你也可植入内门 更有机会成为那真传弟子 其长老回答道 徐峰与其长老一路交谈 很快便来到了法部驻地 法部驻地 位于天泉城的一处僻静之地 建筑风格与天泉城内的其他建筑有所不同 更加庄重而神秘 法部驻地的大门上挂着一块金色的牌匾 上面刻着法部两个大字 散发着一种古老的气息 徐峰跟随其长老走进法部驻地 发现里面布置得颇为雅致 但又不失严肃 法部驻地内有许多弟子在修炼或交流 他们看到其长老带着徐峰到来 纷纷停下手中的事情 向其长老行礼 其长老微笑着点头回应 带着徐峰穿过驻地 来到一处安静的院落 其长老开口对徐峰说道 徐峰 这里是我们法部大长老居住的小院 带你来此事要让大长老将你的名字刻入法部名部 同时授予你弟子令牌 你且随我进去找大长老 其长老说完 走到院门前 敲了敲门 喊道 大长老 我带新弟子过来领弟子令牌了 话音刚落 院门嘎吱一声开了 其长老抬脚走了进去 转头对徐峰招手道 来啊 跟我进去吧 徐峰随着其长老的指引 走进了法部大长老居住的小院 这个小院显得格外幽静 仿佛与世隔绝 与法部驻地的其他地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院子的中央 一位须发揭白的老者正躺在竹子的躺椅上 他的面容平静安详 仿佛沉浸在一种深深的宁静之中 他的长须随风轻轻飘动 给人一种超然无外的感觉 其长老走到大长老面前 恭敬地说道 大长老 这是新加入法部的弟子徐峰 我来带他来领弟子令牌 大长老缓缓睁开眼睛 他的目光如炬 似乎能够看透人心 他仔细地打量了徐峰一番 然后点了点头 表示认可 紧接着 大长老凭空拿出了一本书册和一支笔 大长老翻开书册 开口说道 徐峰 年龄 其长老看向徐峰 点点头 徐峰回答道 大长老 我今年16岁 大长老动笔在书册上写着 接着又问道 修为 武宗一重 听到徐峰的回答 大长老眼睛微抬 仔细地看了眼徐峰 何方人事 青州武堂弟子 大长老写完和尚书册 又拿出一枚令牌 运纸在令牌上刻印着徐峰的信息 随后将令牌递给徐峰 接着吧 这是你的身份令牌 以后你在天泉宗会经常用到的 徐峰接过令牌 说道 弟子多谢大长老 大长老点了点头 严肃地说道 从今天起 你就是法部的弟子了 这块弟子令牌 代表着你的身份和责任 你必须时刻遵守法部的规矩 不得有辱宗门声誉 徐峰郑重说道 弟子明白 大长老看着徐峰坚定的眼神 微微一笑 然后转身对其长老说道 既然已经完成了手续 你就带他去四处认识一下吧 其长老点头 然后对徐峰说道 跟我来 我带你在驻地里逛逛 顺便给你介绍一下 徐峰在其长老的带领下 依次来到了法部的功法阁 任务处和研法殿等地 对法部的结构和功能 有了更深的了解 首先是功法阁 这是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地方 阁内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功法秘籍 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其长老向徐峰介绍了 功法阁的布局和收藏 徐峰感到十分震撼 这里的功法秘籍之丰富 是他以前从未见过的 不过功法阁里的功法 都需要贡献值才可学习 徐峰现在没有贡献值 也看不了 接着是任务处 这里是法部弟子们 领取和提交任务的地方 同时还可以用贡献值 兑换各种修炼资源 其长老向徐峰介绍了 任务处的运作方式和任务种类 徐峰了然地点点头 基本与武堂大差不离 最后是研法殿 这是一个专门供弟子们 切脱武艺和研究功法的地方 其长老带徐峰参观了 研法殿的各个区域 徐峰也对此有所认识 参观完毕后 其长老带着徐峰 来到了法部驻地的东北角 这里由众多独栋小院组成 每栋小院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布局 其长老指着其中一栋小院 对徐峰说道 行了 徐峰 整个法部驻地的情况 你也大致明白了 这栋小院便是你的住所了 后面你有什么需求 需要靠你自己解决了 弟子住所统一在驻地的东北角 由众多独栋小院组成 行了 徐峰 整个法部驻地的情况 你也大致明白了 这栋小院便是你的住所了 后面你有什么需求 需要靠你自己解决了 其长老说道 徐峰感激地点了点头 其长老说完便离开了 徐峰走进小院 发现院子里种植着一些灵草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气 小院的一角摆放着一张石桌和几张石凳 颇有生活之趣 院子里面是一间房间 徐峰打开房门 房间里有一张大床 床上铺着柔软的被褥 给人一种舒适和放松的感觉 房间的一角摆放着一张书桌 桌上摆放着笔墨纸燕 徐峰满意地点点头 这生活环境比之前五堂的弟子宿舍 好了不止一筹 徐峰走到床边 在床上盘腿坐 思考着接下来的安排 首先是五宗镜的修炼 这需要水魔功夫 不断强化神识和肉身 吸收原力进行原化 其次便是功法了 天地玄皇诀 和不死天残宫的后续 都需要成为内门弟子 才有机会习得 徐峰的眼神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 这两门功法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特别是天地玄皇诀 以他修炼的玄皇之力特性 其他功法根本无法驱使 若是没有办法学到这门功法的后续 自己的修为恐怕要止步不前了 眼下最重要的便是考虑 如何成为内门弟子了 之前听其长老所说 外门大笔前十名可身为内门弟子 这将是他的机会 他必须全力以赴 争取进入前十名 这外门大笔是何情况 或许可以去找人问问 徐峰的眼神中闪烁着好奇和探究 另外 之前其长老所说 即使是内门弟子 想要学习这两门功法 也需要付出不少的贡献值 为了修炼这两门功法 他必须去任务处找点任务做 赚取贡献值 思考清楚了接下来的安排 天色也不早了 徐峰便开始打坐修炼 准备明天再去问问情况 第二天一早 徐峰起身 简单收拾了一番 便走出房门 准备去打听一下消息 顺便去任务处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任务 徐峰朝着法部任务处的方向走去 徐峰正与其他弟子聊得正欢 一副八面玲珑的样子 于是徐峰快步走上前去叫住了他 问道 这位师兄 不好意思打扰你一下 我是法部新晋弟子徐峰 想咨询你一些问题 不知可否 白山弟子转头看向徐峰 有些诧异 不过还是停住了脚步 说道 你好你好 我叫朝文成 大家都是同门 有什么疑惑尽管说 就算我不知道 我们这边这么多人 总有知道的 于是 徐峰便将关于外门大笔的事情问了出来 我入门的时候 听起长老说过外门大笔 便想了解一下 不知道你能和我详细说说吗 朝文成听到徐峰 问道外门大笔的事情 顿时来了兴趣 笑着点点头 说道 没想到你刚入门 就开始盘算 外门大笔的事 倒是有心 顿了顿 朝文成继续说道 外门大笔 乃是天权宗一年一度的盛事 不仅仅是 为了展示外门弟子的修炼成果 更是为内门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 因此 只有30岁以下的弟子 才能参加 大笔的形式 是单人斗法 擂台战 两两对战 考验的是弟子的实战能力 徐峰听得入神 追问道 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准备 才能参加呢 朝文成笑了笑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首先 你需要积累足够的贡献值 外门大笔 虽然对所有弟子开放 但参赛资格 需要贡献值的支持 另外 提升自己的实力 也是重中之重 很多强劲的对手 都会参加 只有具备足够的实力 才能在大笔中脱颖而出 徐峰点了点头 心中暗暗记下这些要点 朝文成继续说道 此外 你还需要了解 其他竞争对手的情况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 很多老弟子 都会有自己的小圈子 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很频繁 你最好 也找几个可靠的朋友 一起备战 徐峰思索片刻 觉得朝文成的话很有道理 他感谢道 多谢朝师兄的指点 我会记住这些建议的 朝文成拍拍他的肩膀 笑道 不用客气 大家都是同门 精彩表现 徐峰接着问道 朝师兄 不知道离下一次外门大笔 还有多久的时间 朝文成回答道 外门大笔在每年的9月 现在才3月 还有6个月的时间 好好准备吧 说完 朝文成便走了 徐峰目送朝文成离去 听朝文成所说 参加外门大笔 还需要一定的贡献值才行 看来 赚取贡献值之事 刻不容缓了 不知道参加外门大笔 需要多少贡献值 还是尽量多赚点 免得错过今年的外门大笔 看来我必须尽快赚取足够的贡献值 不能错过 这次外门大笔 徐峰低声自语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徐峰转身 步伐坚定地 朝着法部的任务处走去 任务处 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徐峰环顾四周 看到了各种宗门弟子 有的洗行余色 显然是完成了任务 获得了贡献值 有的则面色凝重 正在挑选着下一个任务 徐峰走进去 发现任务处内 摆放着一张巨大的公告栏 上面贴着各种各样的任务信息 公告栏四周的弟子们 或是热议着任务的细节 或是专注地填写着任务表格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贡献值而努力 徐峰的目光 被那张巨大的公告栏所吸引 公告栏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任务信息 从猎杀妖兽到功法研究 每一项任务都标注了详细的描述 和相应的贡献值 徐峰走进公告栏 开始仔细阅读 他的目光在众多任务中穿梭 寻找着最适合自己的任务 徐峰心中清楚 选择正确的任务至关重要 这不仅关系到贡献值的多少 更关系到自己的安全 猎杀妖兽的任务虽然贡献值高 但风险也大 徐峰低声自语 眉头微微皱起 这里的规则与武汤的规则一样 只有猎杀不低于自己境界的妖兽 才能获取贡献值 他的目光转向那些公法研究类的任务 这类任务相对安全 但贡献值相对较低 且需要一定的公法理论知识 徐峰现在需要短时间内赚取大量的贡献值 因此对这类任务不太感兴趣 看来还是只能接取猎妖任务了 徐峰心中有了决定 徐峰走到任务接取处 对着负责的弟子开口说道 这位师兄 我想接取猎妖任务 不知可否给我推荐几个 任务处负责弟子姓高 高师兄开口说道 这位师弟 你先告诉我你的修为 我才能给你推荐 徐峰说道 师兄 我的修为是五宗一重 不过我的实力 应该可以比你五宗十重 你看 有合适的猎妖任务吗 高师兄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他上下打量了徐峰一番 虽然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能自诩 实力比你五宗十重 必然有过人之处 五宗一重 实力却可比你五宗十重 高师兄心中暗自私存 这样的实力 在宗门中也是少见的 你说的可当真 徐峰实力 到时候被妖兽所杀 可怪不了我 高师兄问道 徐峰点点头 他有这个自信 高师兄见状 转身走到公告栏前 仔细查看了一番 然后回头对徐峰说 既然如此 我给你推荐几个 适合你的猎妖任务 这些任务难度较高 但对于你这样的实力来说 应该不成问题 高师兄从公告栏上 撕下几份任务书 递给徐峰 这些任务书上的妖兽 都是附近山脉中 较为强大的存在 对于一般的五宗弟子来说 确实颇具挑战 徐峰接过任务书 快速浏览了一遍 发现这些任务的贡献值 都很高 他心中暗喜 知道这是自己 赚取贡献值的好机会 多谢师兄推荐 徐峰向高师兄道谢 然后转身准备离开 高师兄却叫住了他 等等 师弟 这些妖兽都不好对付 你虽然实力强横 但也不要掉以轻心 安全第一 完成任务固然重要 但自己的性命 更加珍贵 徐峰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师兄放心 我会小心的 徐峰离开任务处后 回到了自己在宗门中的小院 他坐在院中的石凳上 从怀中掏出任务书 开始仔细阅读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 洒在他专注的面庞上 显得格外宁静 任务书上所列的妖兽 都栖息在万兽岭中 万兽岭 这个在中周声名显赫的地方 号称有十万大山 每个山头 都有不若于武宗的妖兽坐镇 是妖兽的天堂 也是无数舞者的噩梦 十万大山 每个山头 都有不若于武宗的妖兽坐镇 徐峰轻声自语 眉头紧皱 若是真的 那万兽岭的妖兽 是何其庞大 这任务 看来不好做了 徐峰总共揭取了四份任务 对应了万兽岭的四只妖兽 分别是幻影雕 幽冥狼王 雷翼虎和紫灵蛇 幻影雕 六级中阶中期妖兽 实力等同武宗五重 体型小巧 速度极快 有分身幻影妖术 极其狡猾 幽冥狼王 六级中阶前期妖兽 实力等同武宗四重 是一群幽冥狼的狼王 麾下有数百只幽冥狼 实力从五级到六级低阶不等 雷翼虎 六级高阶中期妖兽 实力等同武宗八重 倍升双翼 能操纵雷电之力 紫灵蛇 六级高阶前期妖兽 实力等同武宗七重 身披紫色鳞片 剧毒无比 这些妖兽 各有特性 特别是这幽冥狼王 竟然统率着数百只的妖兽 这可不好杀 徐丰在心中暗自分析 根据任务书上所述 幻影雕七夕在幽灵峰 幽冥狼王统治着暗月峰 雷翼虎居住在雷霆峰 而子灵蛇 则是藏身于独障峰 这四座山峰 均是在万寿岭外围 不过方位不同 徐丰准备规划一下路线 减少赶路的时间 离天全城最近的是幽灵峰 最远的是独障峰 暗月峰和雷霆峰的距离差不多 于是 徐丰打算按照幽灵峰 暗月峰 雷霆峰 独障峰的顺序 一一前去猎杀妖兽 徐丰简单收拾了一番 根据任务书记载的位置 朝着幽灵峰的方向出发 万寿岭位于中州西部 绵延数万里 天全城离万寿岭最近的地方 也有数千里之遥 天全宗为方便弟子 前往万寿岭 进行猎妖任务 特意安排了非洲接送弟子 来往天全城和万寿岭两地之间 不过 非洲每月只有一班 月初从天全城飞往万寿岭 月末再从万寿岭飞回天全城 如今乃是月中 想要乘坐非洲前往万寿岭 至少得再等大半个月 徐丰可等不及 仗着自己有着空间瞬移之能 徐丰朝着万寿岭幽灵峰 不断瞬移前进 大半天后便已到了幽灵峰山脚下 日上三竿之际 徐丰抵达了幽灵峰的脚下 抬头往幽灵峰看去 只见山中弥漫着浓浓的雾气 哪怕在如此猛烈的阳光之下 也看不清那雾气之中的模样 徐丰小心翼翼往幽灵峰山顶走去 雾气之中 能见度不足三米 徐丰目光勋循 如阴笋般锐利 扫视着四周的每一个角落 幻影雕 以其狡猾和速度著称 稍有疏忽 便可能陷入他的幻影妖术之中 突然 一道影子在不远处的岩石后 一闪而过 徐丰立刻警觉起来 星陨不灭体 激发而出 镜光甲覆盖于身 徐丰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着 搜寻这幻影雕的位置 突然 那道影子再次出现 这一次 他直接朝着徐丰扑来 徐丰瞬间做出反应 剑指一挥 带起一道银色的弧线 然而 那影子在接触到剑气的瞬间 突然消失 只留下一阵清笑 在空气中回荡 分身幻影妖术 徐丰心中一紧 他意识到 自己刚才攻击的 只是幻影 真正的幻影雕 依旧隐藏在暗处 伺机而动 得想办法 把这雾气驱散了 不然根本看不到那幻影雕 徐丰暗道 只见徐丰将镜光甲 幻化成镜光刀 握于手中 风之翼镜 喷波而出 手中的镜光刀 朝着四面八方不断砍出 山风狂舞 蓝空剑绝中的仪式 不断展出 无数剑气 如狂风暴雨般倾泻而出 化作一道道凌厉的锋刃 旋转着撕裂空气 带起阵阵呼啸声 每一刀斩出 都仿佛引动了天地之力 风暴逐渐形成 将徐丰包围在其中心 周围的雾气 在这狂舞的剑气下 迅速被撕裂驱散 露出了藏匿在雾中的景象 在这风暴中心 徐丰宛如风之掌控者 身形飘忽不定 手中的镜光刀 仿佛化作了风之延伸 刀光剑影 交织成一片 每一刀挥出 空气中便传来一阵尖锐的破空声 仿佛整个天地 都在为他的剑舞而颤抖 雾气逐渐消散 徐丰的视野变得清晰起来 他能够清晰地看到周围的一切 每一块岩石 每一片叶子 都在剑气的风暴中 微微颤抖 随着山风狂舞这一世的不断施展 剑气风暴愈发猛烈 竟因因有撼动山岳之势 然而 徐丰并未有丝毫松险 他知道 敌人可能随时会现身 风之意境 在他体内奔腾 他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 这股力量 不仅来自于他自身的修为 更来自于 那融合了风之意境的静光刀 突然 一道暗影 自雾气的深处急速掠来 携带着森冷的沙翼 直扑徐丰而来 然而 这一切都未能逃过徐丰的感知 他猛然转身 静光刀 带着呼啸的风声 迅速劈向那道暗影 山风狂舞 徐丰嘀吓一声 剑气再度暴涨 刹那间 那道暗影 被无数锋刃包围 惨叫一声 便被撕裂成了碎片 徐丰的眼中 闪过一丝冷意 又是幻影吗 幽灵风上的雾气 在徐丰不断展出的剑气下 消散一空 徐丰看到山顶处 一只灰毛巨雕 满目通红 死死盯着徐丰 那便是幻影雕的真身 徐丰手持近光刀 一个空间瞬移瞬间 出现在幻影雕身后 朝着幻影雕 一刀重重斩下 蓝宇定空斩 空间之力 将幻影雕紧紧束缚 蓝空剑气顺掌下 幻影雕咆哮一声 身体瞬间化为一团雾气 在剑气之下 雾气被分为两团 剑气散去 两团雾气 各自凝聚出了一只 小一号的幻影雕 两只小的幻影雕 猛地冲向徐丰 四只利爪不断抓出 利爪抓出一道道雾气 朝着徐丰聚拢 徐丰的身体接触到雾气 感觉仿佛被无数微小的 利刃切割一般 体表不断传来一股股的刺痛感 徐丰深吸一口气 集中精神 手中的进光刀 再次挥舞起来 这一次 他不再是盲目的攻击 而是精准地朝着那些 雾气最密集的地方斩去 每一刀落下 都有一股强大的风之意境伴随 试图将这些雾气吹散 徐丰的每一次攻击 都精准而有力 但他也清楚地感觉到 这两只小幻影雕 并非一语之敌 他们的速度太快 而且似乎能够感知到 他的攻击意图 总是在最后一刻闪避开来 看来还是得用那一招了 徐丰按道 徐丰开始变换位置 不断闪避幻影雕的攻击 在又一次躲过了幻影雕的攻击后 徐丰顺移到空中 进光刀重新变换为进光甲 覆盖余身 伸出双手 猛地下压 镜断蓝空 一股极强的空间之力 瞬间将幽灵风笼罩 两只小幻影雕 仿佛陷入了沼泽之中 一举一动都变得极为吃力 眼见限制住了幻影雕的移动 徐丰猛地冲向其中一只幻影雕 进光刀重新幻化出来 握于手中 徐丰手中握着进光刀 直直地朝着一只幻影雕刺去 那只幻影雕一脸惊恐 企图躲开 可惜身体被周身的空间压制住 难以抽身 只能眼睁睁看着徐丰持刀刺来 另一只幻影雕剑刺 想要救援 可惜其同样被四周的空间压制住 也难以救援 徐丰的进光刀刺中了幻影雕 徐丰大喝一声 包裹住幻影雕的无数进光 猛然压缩 而后爆炸开来 而被包裹住的幻影雕 以尸骨无存 解决了一只后 徐丰将目光看向剩余的另一只幻影雕 剩下的幻影雕一脸惊恐 想要逃走 可徐丰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进光刀重握于手 徐丰朝着幻影雕的位置 猛然劈下 空骨幽兰 一道巨大的剑气 朝着幻影雕斩去 幻影雕一脸绝望 剑气劈下 幻影雕被斩成两截 这次 他没有再变成雾气 随着鲜血的喷出 两截幻影雕的尸体 落在地上 显然死透了 徐丰收工站立 调息片刻 走到幻影雕的尸体旁 将其收入空间戒指中 接下来是暗月风的幽明狼王了 暗月风除了狼王 还有数百只的狼崽子 直接上 恐怕逃不了好 看能不能找个机会偷袭一番 徐丰心想 徐丰的目光转向远方 那里是暗月风的方向 幽明狼王 这个统治着数百只幽明狼的强大存在 将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幽明狼王不仅自身实力强大 而且还有着众多的手下 直接硬碰硬 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徐丰决定 先悄悄接近暗月风 观察幽明狼王和他的狼群的情况 寻找机会进行偷袭 徐丰朝着暗月风的方向 瞬移而去 不久 徐丰的身影缓缓浮现 他已经来到了暗月风的山脚下 徐丰抬头望向暗月风 只见整座山峰高耸入云 其山体主要由黑色的岩石构成 这些岩石在阳光的照射下 反射出一种深邃的幽蓝光芒 给人一种神秘而又压抑的感觉 徐丰小心翼翼的隐藏自己的气息 走进了暗月风 暗月风内充斥着一股腐烂的血肉之味 想必这里面其他的生物 都被幽灵狼群猎杀一空了 路上 徐丰看到不少的幽明狼 或打闹嬉戏 或卧睡余地 周围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和危险 有不少的五级幽明狼在风顶附近巡逻着 徐丰之前不好以神识感应整座暗月风 怕惊动了幽明狼王 不过在这接近风顶处 短距离用一下神识顺移过去 想来狼王也发现不了 徐丰神识穿过巡逻的幽明狼 探到风顶 身形一转 徐丰的身影便已出现在了风顶 风顶处有一片开阔的平台 徐丰在那平台上看到了幽明狼王的身影 此刻的幽明狼王似乎完全放松了警惕 正趴在平台上沉睡 这对于徐丰来说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徐丰没有丝毫犹豫 集中精神 体内的真气迅速流转 他的身体再次变得模糊 然后在一瞬间出现在幽明狼王的上空 徐丰幻化出镜光刀 刀光如闪电般滑破夜空 带着破风之势 直奔幽明狼王 蓝宇定空斩 随着徐丰的低鹤 一道巨大的剑气从天而降 朝着幽明狼王斩下 剑气的波动 瞬间将幽明狼王惊醒 他看着剑气斩来 眼中露出一丝不解 随即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长笑 啊我 幽明狼王的长笑在暗月风中回荡 那些分散在周围的幽明狼 听到狼王的声音 瞬间都朝着风顶狂奔来 他们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着绿色的光芒 如同鬼魅一般 幽明狼王的反应极为迅速 企图躲开剑气 但徐峰这近距离的攻击 如何能让他躲开 幽明狼王来不及躲闪 徐峰的剑气 已经重重地斩在了他的背上 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巨大伤口 鲜血从伤口处喷涌而出 染红了周围的地面 徐峰听到幽明狼王发出的嚎叫 知道自己必须速战速决了 不能等到暗月风的幽明狼群赶到 他将陷入狼群的围攻之中 眼见幽明狼王已经受伤 徐峰正准备趁势追击 却见那幽明狼王猙獰的巨口之中 吐出一团黑气 黑气瞬间将幽明狼王背后的伤口覆盖 在黑气的作用下 幽明狼王背后的伤口逐渐恢复 不一会儿 那伤口便消失了 幽明狼王看向徐峰 猙獰的笑着 口吐人言 人类 你不会以为这样就能伤到我吧 接下来 我要把你的头一口咬碎 说完 幽明狼王的身影突然消失 只留下原地的一团黑气 徐峰认出了 那黑气是幽明之气 幽明猫的经验 自然知道如何对付幽明狼王的手段 徐峰收起进光刀 双掌下压 施展出近段篮空 将封顶的空间封锁住 在徐峰的近段篮空之下 那幽明狼王的身影被空间挤压了出来 幽明狼王一脸惊恐地看着徐峰 不知道徐峰施展了什么手段 将自己从幽明通道中逼出 你做了什么 幽明狼王问道 徐峰面对幽明狼王的惊恐和疑问 并没有直接回答 近段篮空是徐峰掌握的一种 高级空间封锁技巧 他能够暂时扭曲和进骨一定范围内的空间 使得任何空间转移 或特殊能力的施展都变得困难 幽明狼王显然没有预料到 徐峰能够施展这样的手段 因此 当他的身影被从幽明通道中逼出时 他显得异常惊慌 幽明狼王的身体在空间封锁下 无法自由移动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解和恐惧 徐峰知道 这是他击败幽明狼王的机会 你的把戏结束了 徐峰冷声道 他的目光如见 紧紧盯着幽明狼王 徐峰没有丝毫犹犹豫 再次幻化出 静光刀握于手中 朝着幽明狼王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这一次 他的攻击更加迅猛和精准 每一刀都直指幽明狼王的要害 幽明狼王在空间封锁下 无法有效反击 只能被动地承受徐峰的攻击 他的身体上逐渐出现了更多的伤口 鲜血不断流出 徐峰没有给幽明狼王任何喘息的机会 抓准机会 猛然一刀朝着幽明狼王的脖子砍下 幽明狼王健壮 知道自己难以在这一招下存活 只见其口中再次吐出黑气 黑气化成一道薄膜 覆盖其全身 幽明替死瘦 徐峰一刀将幽明狼王的脖子砍断 但幽明狼王的脑袋 却没有掉落在地上 而是飘在空中 那先前的黑气 正在将那断开的脑袋拉向身躯 不一会儿 幽明狼王又恢复如初 而此时 正在朝着风顶奔跑的幽明狼群中 有一只幽明狼突然伸手分离 毫无来由地死去了 这是幽明狼王的幽明替死术 可以将自身的致死伤害转移到狼群之中 徐峰见幽明狼王在脑袋被砍下之后 竟然又恢复如初 知道其有着和九命幽明猫类似的复活手段 心下一沉 转头看向风顶边缘 已经有不少的幽明狼来到了此处 但还被徐峰的禁断篮空挡在外面 禁断篮空的效果大概还能维持一刻钟左右 而其施展需要耗费大量的原力 短时间 徐峰也难以再次施展 看来得在这一刻钟之内将幽明狼王斩杀了 不然 等那幽明狼群进入到封顶 我便只能逃了 徐峰暗道 趁着现在幽明狼王还被限制住 徐峰继续挥刀砍向幽明狼王 随着徐峰的不断劈砍 幽明狼王总是在受到致命伤后又恢复如初 而封顶周围的幽明狼也莫名其妙死了好几只 徐峰观察到周围幽明狼的死状 瞬间明白过来 幽明狼王是以这些幽明狼替死 才能在自己的攻击之下一次又一次地活下来 明白了之后 徐峰直接瞬移到狼群上空 星陨不灭体 催动到极致 无数黑色近光从徐峰的身体飞出 朝着狼群缠绕而去 无数的黑色近光将整座暗月峰的幽明狼一一缠绕 徐峰双手用力一捏 星爆 瞬间 无数黑色近光爆炸开来 将其缠绕住的幽明狼给炸成了一地碎肉 徐峰喘了口气 这一下子杀了这么多的幽明狼 消耗的原力不小 天地玄黄绝一转 无数原力涌入徐峰身体 补充着之前的消耗 恢复得差不多了 徐峰转头看向那幽明狼王 只见那幽明狼王正往山脚跑去 显然看到徐峰将狼群涂入一空 已经胆寒 徐峰可不会放过他 身影一转 出现在幽明狼王身前 剑指挥出 一道巨大的剑气 斩向幽明狼王 蓝宇定空斩 幽明狼王无法躲闪 直接被一道剑气 劈成两半 徐峰盯着幽明狼王的尸体 看看他是否还会复活 等了好一会儿 也不见幽明狼王复活 想来应该是死透了 徐峰走进幽明狼王的尸体 将其收入空间戒指中 还剩下雷翼虎和紫灵蛇 这两只妖兽才是硬骨头 在前往雷霆峰之前 还是先调息一番 恢复一二 徐峰暗道 徐峰在原地盘息而坐 闭上眼睛 开始调息 他的呼吸逐渐变得平缓而伸长 体内的原力在他的引导下 缓缓流动 滋养着他疲惫的身体和心灵 随着原力的恢复 他感到自己的体力也在逐渐恢复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息 徐峰感到自己的状态 已经恢复到了最佳 他站起身来 目光坚定地望向雷霆峰的方向 他没有多做停留 再次施展顺移能力 朝着雷霆峰的方向前进 在夜幕降临之前 徐峰到达了雷霆峰山脚 雷霆峰 这座山峰高耸入云 山体主要由坚硬的岩石构成 给人一种坚不可摧的感觉 山顶处不时有雷霆皮下 整座雷霆峰周围都弥漫着一股强烈的雷电之力 那雷翼虎 在这样的环境下 实力能增强不少 徐峰企图以神石扫描整座山峰 寻找那雷霆峰的存在 但神石在那雷电之力的干扰下 竟难以感应到雷霆峰中的一切 徐峰只能走入雷霆峰中 慢慢寻找雷霆峰的所在 随着徐峰的不断深入 徐峰感觉到周围的空气开始变得紧张 雷电之力在他的皮肤上 引起一阵阵刺痛 雷霆峰山顶处 一只深冒蓝光的叉翅巨虎 一双巨眼朝着徐峰所在的位置看去 显然 雷霆峰早已发现了徐峰的存在 这满山的雷电之力 可以说是雷霆峰的眼线 雷霆峰中的一切 在其眼中无所遁形 徐峰还不知道 自己已被雷霆峰发现 仍是小心翼翼的寻找着雷霆峰的存在 雷霆峰戏谑一笑 只见其一股雷电 从其双翼处激发而出 朝着空中雷云射去 那股雷电进了雷云 发出一声轰隆巨响 寻找着雷霆峰的踪迹 但他并不知道 自己的一举一动 早已被雷霆峰尽收眼底 雷霆峰拥有着操纵雷电的能力 整个雷霆峰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雷霆峰那双闪烁着蓝色光芒的巨眼 如同两颗璀璨的宝石 冷冷地注视着徐峰 雷霆峰已经发现了徐峰的存在 而且他并不打算隐藏自己 对于雷霆峰来说 徐峰就像是一只闯入他领地的小老鼠 而他 则是这片领地无可争议的王者 雷霆峰细屑地一笑 他的双翼轻轻一震 一股强大的雷电之力从中激发而出 直冲天际 准确地击中了空中的雷云 随着雷电的注入 雷云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 整个天空都为之震战 紧接着 一道巨大的闪电从雷云中爆发而出 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朝着徐峰所在的位置披下 徐峰瞬间感受到了来自头顶的巨大威胁 他抬头望去 只见一道闪电如同一条愤怒的巨龙 带着耀眼的光芒和毁灭的气息 直奔他而来 徐峰立刻意识到 这是雷云虎的攻击 他来不及多想 迅速调动体内的原力 施展出星云不灭体 无数黑色晋光笼照全身 晋光甲覆盖全身 闪电劈下 打在徐峰身上 在晋光甲的作用 闪电被传导到地面 消弭于无形之中 雷云虎健壮 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 显然 雷云虎没有料到 徐峰能够抵挡住他的攻击 雷云虎眼中闪过一丝惊光 徐峰的表现激起了他的战斗欲望 雷云虎双翅一阵 朝着徐峰飞去 徐峰感应到一股强大的气势 从空中传来 抬头一看 雷云虎正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 徐峰幻化出晋光刀握于手中 风之翼径 环绕全身 目光冷峻地注视着眼前的强大妖兽 雷云虎 雷云虎体型庞大 浑身闪烁着雷电的光芒 两翼展开实如雷霆般震撼 雷云虎咆哮一声 天空中顿时电光闪烁 空气中充斥着胶着的气味 雷云虎的双翼猛然一拍 无数电光瞬间将其双翼笼罩 这是他的妖术神通 电光翼 无数电光从雷云虎的双翼射出 如利剑般射向徐峰 徐峰不敢大意 手中的静光刀一阵 风之一径瞬间爆发 蓝空剑爵 山风狂舞 他低喝一声 静光刀化作一道道灵力的剑气风暴 迎向空中的无数电光 剑气风暴与电光交织在一起 爆发出炫目的光芒和剧烈的轰鸣 雷云虎的电光翼 发出的电光在剑气的冲击下逐渐消散 雷云虎见状 施展出另一道妖术 雷光爪 只见其爪子无数雷电汇聚 仿佛给其爪子穿上了一道雷电铠甲 他的雷光爪闪耀着刺目的光芒 带着雷霆万军之势 猛然朝徐峰扑来 雷云虎巨大的身躯朝着徐峰冲击而来 雷光爪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直逼徐峰头颅 徐峰面色凝重 这一击的威力不容小觑 徐峰身形一闪 空间瞬移施展开来 迅速躲过雷光爪的攻击 同时反手一刀斩出 一道剑气展向雷异虎后背 雷异虎猛然煽动双翼 试图再次发动电光翼的攻击 但徐峰的剑气已经先一步击中他的左翼 雷异虎发出痛苦的怒吼 身形一致 电光翼的光芒瞬间暗淡了几分 受此一击 伤害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雷异虎的眼中闪过疯狂的光芒 雷光爪再次猛然挥出 雷霆之力再找尖凝聚 带着毁灭性的力量朝徐峰扑来 徐峰如猫系老鼠一般 不断施展着空间 瞬移在雷异虎周围出现 斩出 在雷异虎身上留下一道道伤痕 雷异虎暴怒 仰天怒吼 只见天空中的雷云不断轰鸣 煞奈间 无数雷电从空中的雷云不断披落 整片空间在雷电的轰击下 瞬间扭曲 在这种条件下 徐峰的空间瞬移 难以施展 雷异虎似有所料 雷光爪凝聚 猛然朝着徐峰扑去 徐峰企图顿入虚空 但周围的空间混乱不堪 难以施展 既然躲不了 那就正面迎接 蓝空剑绝 空谷幽兰 徐峰低吼一声 体内的峰之异境 与空间异境瞬间融合 手中的静光刀 带着无与伦比的威势 斩向雷异虎 剑光与雷光 在空中碰撞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 雷异虎的雷光爪 在这一击中 被彻底击溃 他的身躯 被强大的剑气风暴撕裂 雷霆光芒逐渐消散 无数鲜血从空中散落 雷异虎被一刀斩成两半 碰 雷异虎的蚕尸掉落在地 发出一声巨响 徐峰站在战斗的中心 平复着气息 手中的静光刀 化作一道黑光消散 徐峰看向雷异虎的尸体 准备上前收拾 突然空中的雷云 射出一道巨大的雷电支柱 将雷异虎的尸体笼罩 雷异虎的尸体 在雷光中逐渐聚合 最终两截尸体合一 身上的伤痕 也逐渐消失 雷异虎散去 雷异虎猛地睁开双眼 紧紧盯着徐峰 口吐人言 说道 没想到你竟然将我聚拢 多年的生机之雷耗尽了 不将你生吞活泼 难以泄我心头之恨 生机之雷 看来是之前那一道 让其复活的雷光了 徐峰心想 徐峰幻化出 静光刀握于手中 防备着雷异虎的攻击 只见雷异虎嘶吼一声 双翼无数电光凝聚 正当徐峰以为 雷异虎要施展 电光翼弓向自己时 却见雷异虎化作一道电光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后方飞去 徐峰一愣 一时没反应过来 合着这雷异虎是要逃 徐峰可不想前功尽弃 让其跑掉 空间瞬移 还无法施展 于是徐峰以风之意境 配合着自在随风身法 朝着雷异虎追去 那雷异虎速度极快 其身影在徐峰眼中 逐渐变成一颗黑点 眼见就要消失在徐峰的视野中 好在 离开了雷霆峰 周围的空间稳定 可以施展空间瞬移了 徐峰连续瞬移 身影出现在雷异虎前方 雷异虎见状 瞬间转向 往别的地方飞去 徐峰再次瞬移到雷异虎面前 这次 他不想让雷异虎再逃了 双掌瞬间下压 近断蓝空 周围的空间瞬间被封锁住 雷异虎行动变得极为迟缓 雷异虎一脸惊恐 没想到徐峰还有这等手段 徐峰没有给雷异虎反应的时间 进光刀瞬间出现在手中 徐峰握紧手中的进光刀 朝着雷异虎重重一展 蓝宇定空斩 一道巨大的剑气 划过雷异虎的身体 鲜血喷出 雷异虎两节尸体 从空中直直落下 砸落在地 徐峰身形一闪 出现在雷异虎的尸体旁 伏下身在其尸体上摸索着 果然 在其翅膀处和爪子处 找到了电光翼和雷异虎 找的妖术神通之种 徐峰将雷异虎的尸体 和神通之种 收入空间戒指 甩甩手 目光看向独障风的方向 只剩下紫灵蛇了 徐峰自语道 收拾完毕 徐峰再次施展瞬移能力 朝着独障风的方向前进 徐峰到达独障风山脚时 已是深夜时分 徐峰站在独障风的山脚下 夜色如墨 四周弥漫着一种 令人窒息的独障 这种独障 不仅能够侵蚀人的身体 还能干扰人的神志 使得人在其中迷失方向 幽暗的夜空下 独障如同一层厚重的面纱 将整个山峰 笼罩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中 徐峰知道 在这样浓烈的独障中行动 不仅危险重重 而且效率极低 因此 呼吸和心态 他的呼吸 逐渐变得平缓而伸长 体内的原力 在他的引导下 缓缓流动 滋养着他疲惫的身体和心灵 夜色深沉 四周寂静无声 只有偶尔传来的独虫鸣叫声 打破了这一片死寂 徐峰的心神 逐渐沉浸在修炼之中 仿佛与这片独障融为一体 他的体力 在原力的滋养下 渐渐恢复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东方的天空 逐渐泛起雨堵白 夜幕变得稀薄 黎明的曙光 在地平线上悄然显现 徐峰感受到了阳光的气息 体内的原力 也似乎随着这曙光 变得更加聪明 他的精神未知一阵 睁开双眼 徐峰站起身来 深吸一口气 目光望向独障风的方向 独障风中的子灵蛇 是他此行的最后一个任务 完成后便可返回天泉城 徐峰并没有急于进入独障风 御史神石 深入独障风 感知这里面的一切 企图找到子灵蛇的所在 可惜 在独障的影响下 独障风内的情景 在徐峰的神石中 有些模糊不清 眼见无法用神石 搜寻到子灵蛇 徐峰迈开步伐 小心翼翼地 朝着独障风的方向前进 寻找着子灵蛇的身影 随着徐峰里风顶越来越近 独障变得愈发浓烈 独障中的空气 异常沉重 每一次呼吸 都带着剧烈的灼痛感 徐峰运转体内原力 形成一层薄薄的护照 隔绝外界的独障 突然 前方传来一阵低沉的嘶吼声 徐峰停下脚步 平住呼吸 凝神倾听 他知道 子灵蛇已经察觉到了他的到来 静光刀浮现 徐峰准备迎接子灵蛇的袭击 独障中 隐约可见 一道巨大的黑影 迅速逼近 子灵蛇那闪烁着寒光的灵片 在微弱的光线下 显得格外猙獰 来了 徐峰低声自语 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咻 一道紫光 从徐峰身旁穿过 徐峰挥刀砍向那道紫光 只听见枪的一声 静光刀仿佛砍在了无比坚硬的钢铁之上 那是子灵蛇的灵甲 坚硬无比 静光刀竟无法将其斩破 子灵蛇身体一转 张开争鸣巨口 露出巨大的獠牙 朝着徐峰咬下 那獠牙泛着幽光 显然毒性极强 徐峰不敢大意 施展空间 瞬移躲开子灵蛇这一咬 子灵蛇一击不中 瞬间潜入瘴气之中 身影消失不见 徐峰见此情景 手中的静光刀不断挥出 蓝空见绝 山峰狂舞 剑气激起无数风暴 将徐峰四周的瘴气吹散开来 可惜只吹开了一小会 那瘴气又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 重新将此地笼罩 见到这一招行不通 徐峰将静光刀化为静光甲 覆盖全身 小心防备着子灵蛇 突然 无数利刃从四面八方朝着徐峰飞来 徐峰定睛一看 那是子灵蛇的灵片 每一片灵片都泛着幽光 徐峰身着静光甲 那灵片打在甲上 发出枪枪之声 见灵片无法打破徐峰的防御 子灵蛇身影化作一道紫光 朝着徐峰射来 子灵蛇的身影出现在徐峰面前 只见子灵蛇张开巨口 一团黑气从其空中喷出 朝着徐峰拢罩来 静光甲沾到那黑气 发出滋滋作响的声音 徐峰一感知 发现那黑气 具有腐蚀之力 正腐蚀着静光甲 可惜 静光甲乃是由无数静光组合而成 哪怕被腐蚀了一部分 也有无数静光 源源不断地修复 摸清了子灵蛇的攻击手段后 徐峰一个空间 瞬移出现在子灵蛇身旁 一手探出 抓向子灵蛇的身躯 当徐峰一个空间 瞬移出现在子灵蛇身旁 并迅速出手 抓向子灵蛇的身躯时 子灵蛇并没有惊慌 反而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 他似乎早已预料到 徐峰的这一举动 并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就在徐峰的手 即将触及子灵蛇的身体时 子灵蛇张开了 他那巨大猙獰的巨口 朝着徐峰咬来 他的獠牙泛着幽光 显然毒性极强 一旦被咬中 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 徐峰早已预料到 子灵蛇的这一举动 就在子灵蛇的巨牙 即将咬中他时 徐峰身上的静光甲 瞬间化为无数黑色静光 如绳子一般 迅速缠绕在子灵蛇身上 这些黑色静光 将子灵蛇紧紧缠绕 使其无法动弹 子灵蛇在黑色静光的束缚下 挣扎翻滚 企图挣脱 然而 在无数静光缠绕下 子灵蛇的动静越来越小 待子灵蛇全身 被黑色静光包裹住后 徐峰双手虚握 猛的一拉 子灵蛇的灵片和獠牙收起 放入空间戒指 四个猎妖任务都完成了 可以返回天泉城了 徐峰自语道 完成任务后 徐峰施展空间 顺移朝着天泉城不断前进 徐峰到达天泉城时 不过中午时分 从徐峰接取猎妖任务到 将四个猎妖任务都完成 不过耗时两天的时间 这速度不可谓不快 天泉城的街道 熙熙嚷嚷 商贩的吆喝声 行人的交谈声 交织成了一幅繁忙的城市景象 徐峰收敛心神 静止往法部任务处的方向走去 任务处是一座宏伟的建筑 门前悬挂着巨大的任务榜 上面列满了各类任务 每当有弟子完成任务 这里总会引起一阵骚动 徐峰一进入任务处 便引来了不少弟子的目光 不少人一脸疑惑地看着徐峰 毕竟徐峰两天前 才在这里接走了任务 这么快又回来 难不成是想放弃了 徐峰 你怎么来了 是不算做猎妖任务了 想来取消吗 之前任务处的弟子 看着徐峰问道 徐峰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不是 我是来交任务的 那四只妖兽已全部被我斩杀 听到徐峰的话 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笑声 有弟子吃笑道 吃 这小子不会以为用嘴一说 就能买任务完成吧 有弟子附和道 没准人家花大价钱 买了这几只妖兽的部位 想用来鱼木混猪呢 哈哈 现在的弟子都这么聪明的吗 他难道不知道 之前说过 他有进阶五宗十重的实力 若是真的 斩杀这几只妖兽 对他来说易如反掌 别为他开脱了 就算他有这实力 也不可能两天 就从天拳成于万寿岭之间 走了一个来回吧 徐峰对这些议论声 充耳不闻 直接从空间戒指中 掏出了幻影雕 幽冥狼王 雷一虎和子灵蛇的身体部位 放在地上 交给任务处弟子检查 你检查一下吧 这是从那些妖兽身上 采集下来的材料 徐峰指着地上的妖兽材料 对着任务处弟子说道 任务处弟子 看着地上的妖兽材料 逐一检查确认后 脸上露出佩服的神色 徐峰师兄果然厉害 这么短的时间内 完成如此高难度的任务 徐峰微微一笑 不置可否 他心中想着的 是这些任务 所能带来的贡献值 任务处弟子 很快在任务处的记录本上 记录下了他的任务完成情况 接着对着徐峰说道 把你的令牌给我吧 我把贡献值给你登记上去 徐峰取出自己的令牌 递给任务处弟子 随后任务处弟子 在令牌上记录了下 然后将令牌递给徐峰 这是你此次任务的 全部贡献值奖励 总共24.6星贡献值 你可以凭此令牌 到旁边的兑换处进行兑换 徐峰接过令牌 疑惑到6星贡献值 这贡献值是怎么划分的 为何只有24点 任务处弟子一愣 似是没想到 徐峰竟然连这都不懂 听到徐峰的话 心道 才入门几天就有这样的实力 这是个猛人啊 任务处弟子脸上堆满笑容 对着徐峰说道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 天全宗的贡献值等级划分 与妖兽等级划分一致 一星贡献值对应一级妖兽 六星贡献值对应六级妖兽 像你所斩杀的雷翼虎是六级高阶中期妖兽 实力等同五宗八重 可以获得八点六星贡献值 徐峰点点头 明白了这贡献值的算法 完成了任务交接 徐峰没有停留 禁止前往法部的贡献值兑换处 准备看看贡献值能换些什么 贡献值兑换处的负责人 是一个须发揭白的老头 正懒洋洋的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徐峰走上前 恭敬地说道 这位前辈 不知可有贡献值兑换物品的名录 老头眼皮微微一抬 瞟了徐峰一眼 随即嘴朝着旁边的一枚玉碱嘟了嘟 说道 都在那枚玉碱里 自己看吧 徐峰点了点头 拿起玉碱 闭上眼睛 以神识感知 瞬间 一大片的兑换名录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不同星级贡献值的兑换 相邻星级贡献值的兑换比例为100 也就是说 1.6星贡献值 可以兑换100.5星贡献值 其次是各种各样的修炼资源 种类繁多 神丹妙药 灵矿灵草 神兵利器 高级功法 应有尽有 他仔细浏览着这些物品 心中盘算着最优的兑换方案 虽然不知道 报名参加外门大笔 需要多少贡献值 但想来 以自己的猎妖速度 应该不愁 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早日完成肉身原化 好利用法则碎片 突破五尊 徐峰看向名录中的神丹妙药 寻找着能辅助肉身原化的丹药 名录中 一个丹药的名字 让他心动不已 是那所谓的神圆丹 是辅助肉身原化的丹药 可以同时增益神识和原力 以达到快速原化的效果 但神圆丹所需的贡献值 也极为惊人 一枚便需要1.6星贡献值 以徐峰现有贡献值 也不过可以兑换24颗 徐峰打算 先兑换一枚神圆丹 试试效果 若效果不错 接下来就全部兑换神圆丹 做出决定后 徐峰睁开眼睛 将玉碱放回原处 转身对老头说道 前辈 我决定兑换一颗神圆丹 老头文言 贡献值 老头淡淡说道 徐峰点了点头 从怀中掏出贡献值令牌 将其递给老头 老头将令牌在柜台上一走 扣出了相应的贡献值后 将令牌还给徐峰 徐峰接过令牌 对着老头抱拳 道了声谢 多谢前辈 老头点点头 没有搭话 徐峰将神圆丹小心收起 准备回去自己的小院 试试神圆丹的效果 离开贡献值兑换处 徐峰快不往小院走去 到了小院 徐峰走进房间 关紧房门 在床上盘腿坐 拿出神圆丹 一口吞下 徐峰吞下神圆丹 一股清凉之意直窜脑海 同时那丹药化开 一股磅礴的原力 瞬间在徐峰身体中爆发开来 那股清凉之意 激发出徐峰的神石 笼罩全身 牵引着这股庞大的原力 融入身躯 慢慢的 原力逐渐消融于肉身 徐峰感到肉身原化 有了不小的增长 看向面板 肉身原化提升了零 百分之一 也就是说 需要一千颗的神圆丹 才能肉身原化圆满 年龄 十六 五道境界 五宗一重 肉体原化 零 百分之一 修炼功法 秘法 天地玄黄诀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镜 LV六 登峰造极 14650 2000 秘法 不死天残宫 残 第二层 200200 二品 蓝空剑诀 LV 八圣镜 28101 36000 三品 昆鹏画神诀 LV 七出神入化 4550 16000 三品 星陨不灭体 LV 八圣镜 23900 32000 四品 天地独尊长 LV 五炉火纯青 2800 5600 四品 无相风云露 风篇 LV 四融会贯通 14200 意境 风之意境 石成 一千斜杠一千 空间意境 石成 一千斜杠一千 星辰意境 石成 一千一千 神识 昆鹏神识 LV 七破线点 一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一千颗神员丹 那可是一千点六星贡献值 意味着得杀几百只六级妖兽才行 这个目标太过庞大 徐丰暗自皱眉 思索着 如何能快速赚取大量贡献值 他清楚 仅仅依靠猎杀妖兽的方式 效率太低 且风险极大 徐丰决定去拜访法部的旗长老 请教他一些 快速赚取贡献值的方法 旗长老在宗门内经验丰富 或许能给他一些启示 想到这里 徐丰立即起身 朝着旗长老的住处走去 旗长老的居所位于法部的内园 四周环绕着翠竹和幽静的假山 环境清幽 徐丰走到院门前 轻轻叩门 片刻之后 门内传出旗长老的声音 近来 旗长老正在一张石桌旁静坐 手中握着一本古籍 旗长老见徐丰进来 放下书籍 微笑道 是你啊 徐丰 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徐丰恭敬的行礼 然后说道 旗长老 弟子近日在修炼上遇到了一些瓶颈 尤其是关于贡献值的获取 想请教长老 有没有什么 快速赚取贡献值的方法 旗长老沉音片刻 目光中带着一丝深意 缓缓道 快速赚取贡献值的方法有很多 关键是看你是否足够强大 比如 参与一些高风险的宗门任务 或者 加入特定的行动小组 这些任务虽然危险 但回报也极高 徐丰听后 眼中闪过一丝光亮 长老 可否详细说说 这些任务和行动小组 旗长老点了点头 继续道 最近 宗门内有一项大型的联合行动 目标是 倾角一片妖兽聚集地 这片区域内 不仅有大量六级妖兽 还有七级妖兽镇首 任务危险性极高 但若能参与其中 不仅贡献之丰厚 还有机会 获取一些稀有资源 徐丰闻言 心中一动 长老 可否让我参与这项行动 齐长老微微一笑 你有这样的决心很好 不过 这项任务极其危险 稍有不慎 便是生死到消 因此 限制了参加的弟子 修为需在五宗六重以上 以你的修为 恐怕参加不了 徐丰闻言 看向齐长老 说道 齐长老 虽然我的修为才五宗一重 不过我的实力 不输于五宗十重 我刚刚才完成了几个猎妖任务 猎杀的妖兽 都不弱于五宗六重 这样是否可以 哦 当真 齐长老压道 自然 任务处可为我作证 徐丰自信说道 既如此 若你执意参加 那你便拿着我的令牌 去任务处接取任务吧 就说是剿灭行动就行 齐长老点点头 拿出了令牌 递给徐丰 徐丰接过令牌 有些疑惑 这些任务 怎么还需要长老令牌呢 齐长老解释道 这种高危的任务 都需要有长老推荐 才可接取 普通弟子 是无法接取的 告别齐长老 徐丰来到天泉宗的任务大厅 这里人声鼎沸 弟子们忙着接取各种任务 徐丰走向任务处负责弟子 拿出其长老令牌 说道 这位师兄 这是其长老的令牌 我来接取剿灭任务 负责登记的弟子 看了看徐丰 又看了看令牌 略显惊讶地说道 这任务危险性极高 你确定要接吗 徐丰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确定 登记弟子点了点头 递给他一块 记录任务信息的预检 徐丰坚青龙山妖兽巢穴 预计存在七级妖兽 任务完成者可获500.6星贡献值 接取任务者请前往林开宇长老出报道 徐丰心中一动 对着登记弟子问道 请问一下 林开宇长老在什么地方 这任务要求我去找他报道 登记弟子回道 正常 这种都需要召集了足够的人手 才会前往任务地的 林开宇长老所居住的小院 是甲28号 你直接去找就行了 徐丰谢过登记弟子 朝着甲28号小院方向走去 甲28号小院所在地是一片幽静区域 徐丰走到院门前 敲了敲门 不一会儿 门开了 一个身着长袍的中年人走了出来 正是林开宇长老 你是来揭取剿灭任务的 林开宇长老目光扫过徐丰 问道 徐丰点头 子说道 是的 长老 我是爱报道的 林开宇点了点头 示意徐丰进院 院内布置简洁 几名已经报道的弟子 正好征以侠的在院中等待着 林开宇让徐丰 去和其他几名弟子站在一处 接着开口说道 各位 你们也知道 这个任务的危险性 不仅有众多的六级妖兽 还有七级妖兽 而此次任务的五尊级武者 只有我一人 任务期间不一定能顾得上你们 若想退出的 现在还来得及 顿了顿 林长老继续说道 没人退出的话 你们过来这里 登记下你们的修为 擅长的功法 居住的地方 等凑够任务人数后 我会通知你们过来 登记完之后 你们便先回去吧 众弟子一一上前登记 之后离开 徐丰是最后一个登记的 登记完后 准备回到自己的住处 却被林长老叫住了 等会 徐丰 你的修为 怎么才五宗一重 不符合此次任务的要求 哪个长老推荐你来的 真是胡闹 林长老皱着眉头说道 徐丰正色回道 林长老 虽然我的修为才五宗一重 不过我的实力 不属于五宗十重 我猎杀过六级高阶妖兽 任务处可为我作证 口说无凭 证明给我看 林长老说道 如何证明 很简单 我会将实力压制在五宗十重 你只要能在我手下 撑住十招便可 林长老语气坚定 显然不想让任何一个 不合格的弟子 进入这次高风险任务 徐丰点头答应 站到院子中央 深吸一口气 幻化出静光刀握在手中 他知道 这次考验 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更是为了获得长老的信任 能够顺利参与到 这次剿灭任务中 林长老微微一笑 身形一闪 瞬间出现在徐丰面前 一掌拍出 掌风凌厉 带着强烈的压迫感 徐丰不敢大意 身形急转 施展空间 瞬移躲开这一掌 同时挥刀反击 拦空剑绝 山风狂舞 徐丰低喝一声 刀光闪烁 剑气激荡 朝着林长老斩去 林长老眼中闪过一丝赞许 脚步一挫 轻松避开 接着反手一掌 快如闪电 徐丰勉力挡下这一掌 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冲击力传来 身体微微晃动 但他迅速稳住身形 继续攻向林长老 两人交手数招 林长老的每一次攻击 都被徐丰轻松化解 第八招时 林长老突然加大了攻击力度 一掌带着强烈的真元之力 直逼徐丰面门 徐丰眼神一宁 瞬间施展 空间瞬移 出现在林长老身后 刀光如电 只斩长老背心 林长老微微一笑 身体一转 手掌轻轻一拍 击在徐丰刀背上 将他的攻击化解于无形 徐丰剑撞 静光刀瞬间化为无数静光 缠绕向林长老 林长老对着黑色静光 一拳打出 将其消散 徐丰剑指一挥 一道剑气 斩向林长老 林长老双臂横胸 挡下了这一道剑气 十招已过 林长老轻声说道 随后停下了攻击 林长老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不错 你的确有不输于 五宗十重的实力 好 既然如此 这次任务你 也一同参加吧 徐丰心中一松 向林长老拱手道谢 多谢林长老 林长老微笑道 这次任务危险重重 希望你能好好表现 不负你的实力 徐丰点头 告别了林长老 回到自己的小院 开始了修炼 第二天清晨 天刚蒙蒙亮 徐丰便收到了林长老的传信 人已凑齐 准备前往任务地 徐丰简单收拾了一下 前往林长老小院 院中已有几个人在等待 徐丰等了一会 又陆续来了几个人 直到有九人之数时 林长老才开口说道 好了 人齐了 本次任务 由我一名五尊 和你们九名五宗 应该差不多能解决了 我跟你们讲一下任务细节 青龙山妖兽巢穴的情况 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林开宇说道 这次任务 主要是青角其中的妖兽 尤其是那只七级妖兽 任务危险性极高 但完成后 每人将获得五百点六星贡献值 我把你们九个人分成了三组 分别负责不同方位的妖兽青角 七级妖兽 交给我来对应 其他的妖兽 就交给你们了 徐丰被分在第三组 两个队友 一男一女 男的名叫李青山 擅长拳法 实力深不可测 威望颇高 女的名叫张子嫣 擅长远距离攻击法门 林长老再次确认人数后 带领大家 朝青龙山进发 一路上 众人行进迅速 不时交谈着战术和策略 徐丰与李青山 听闻你近来声名雀起 今日能同你并肩作战 甚是荣幸 张子嫣也点头道 这次任务危险重重 但若能顺利完成 对我们每个人 都是极大的提升 徐丰也笑着回道 我们共同努力 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青龙山 位于天泉城北部数千里处 是天泉城与中州核心地带的 必经之路 前段时间 一只七级妖兽 带着一伙六级妖兽 到青龙山占山为王 阻断了这条经商要道 因此 天泉宗才派发下该任务 林长老拿出非洲 让众人上船 遇使非洲 朝着青龙山出发 没过多久 一行人便抵达了青龙山脚下 林长老做出最后的布置 他再次强调了 各组的任务重点 提醒大家 务必小心行事 第三组 负责东侧入口的清角 林长老指示道 东侧入口地势复杂 妖兽多聚集在那里 你们要格外小心 徐丰和组员们点头示意 接着迅速朝东侧入口进发 东侧入口 果然如林长老所言 地形复杂 妖兽气息浓郁 徐与小组成员保持警戒 慢慢推进 忽然 一道黑影闪过 伴随着低沉的咆哮声 几只六级妖兽扑了过来 徐丰与李青山迅速迎战 张子烟则在后方支援 几只妖兽虽然凶猛 但在三人的合力下 很快被斩杀 就在他们松了一口气时 山林深处 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声 地面随之震动起来 只见前方出现了无数的妖兽 领头的几只妖兽 散发的气势 已经不弱于五宗十众 三人面色凝重 徐丰开口说道 看这样子 那五只妖兽的实力 应该已经接近六级圆满了 我应该能对付两三只左右 你们扛得住吗 李青山乃是五宗十众 傲然开口说道 你对付两只 剩下三只交给我 其他的妖兽 便由紫燕应付一二 待我解决了之后再来帮忙 如何 徐丰点点头 我没问题 说完看向张紫燕 张紫燕面色淡然 微微一笑 我好歹也是五宗九重 剩下的妖兽 大部分不过是六级中阶 交给我放心吧 商量完毕 三人朝着妖兽群冲去 李青山迎走了其中 三只六级圆满妖兽 徐丰则是拦住了 剩下了两只六级圆满妖兽 张紫燕立于空中 原力洪流 朝着其他妖兽倾尔下 只一会 地上便堆满了 数不清的妖兽尸体 徐丰对上的 两只妖兽 分别是暗影猎豹 和雷电魔源 其中暗影猎豹 看见麾下的妖兽被屠戮 瞬间暴怒 身形一闪 朝着张紫燕抓去 而雷电魔源 则是双臂 激发出无数雷电 一拳朝着徐丰轰来 徐丰可不会让暗影猎豹 打扰到张紫燕 一个空间 瞬移躲开了雷电魔源的攻击 出现在暗影猎豹身前 进光刀 瞬间出现在手中 朝着暗影猎豹 一刀斩下 蓝宇定空斩 剑气 斩向暗影猎豹 暗影猎豹身形一转 躲开了这道剑气 但也无法继续攻击张紫燕了 张紫燕继续输出着 不断猎杀着其余的妖兽 徐丰身形一动 进光刀武 出道道寒芒 直取两只六级圆满妖兽 山峰狂舞 徐丰大喝一声 蓝空剑爵再度施展 剑气如风暴般席卷而出 将两只妖兽逼退 那两只妖兽怒吼一声 扑向徐丰 蓝爪和獠牙闪着寒光 徐丰脚下一点 迅速避开 同时反手一刀斩下 刀光如同闪电般 劈向妖兽 另一边 李青山也已与三只妖兽交手 他的一双拳头 立大侍臣 每一拳打出都带着破空之声 面对三只实力接近六级圆满的妖兽 他游刃有余 将妖兽的攻击一一化解 战斗愈发激烈 徐丰全身心投入其中 进光刀与妖兽的利爪不断交锋 发出震耳欲聋的碰撞声 暗影猎豹 以速度和敏捷著称 他的身体能够融入黑暗 使敌人难以发现 雷电魔源 则以力量和雷电之力闻名 他的攻击方式狂野而迅猛 每一拳都带着强大的雷电之力 徐丰一刀斩退暗影猎豹 与雷电魔源的合击 随后身影一闪 出现在雷电魔源身后 趁其不备 一刀斩下 空骨幽兰 蓝空剑决的强大剑招展出 一刀巨大的剑气 瞬间将雷电魔源淹没 剑气散去 只见雷电魔源浑身覆盖在雷电之中 挡下了这一击 暗影猎豹 则是趁徐丰不注意 瞬间出现在徐丰身后 一抹灰光在其爪尖浮现 一爪抓向徐丰 徐丰手中的进光刀 瞬间化为无数进光 将徐丰包裹 挡下了暗影猎豹的爪击 只见暗影猎豹一击不中 瞬间往后退去 徐丰感到一股强大的原力波动 从身后袭来 转头一看 只见雷电魔源凝聚了一颗巨大的雷光球 朝着徐丰袭来 见状 徐丰空间瞬移躲了开来 随即双掌下压 空间禁止手段施展开来 近断篮空 瞬间 此地所有妖兽都被定住了身形 暗影猎豹和雷电魔源还能勉强移动 但速度宛若归爬 徐丰重新幻化出进光刀握于手中 身影出现在暗影猎豹上空 进光刀不断斩下 无数血肉横飞 暗影猎豹已被乱刀砍死 徐丰斩杀了暗影猎豹后 又出现在雷电魔源身旁 想要顾忌重施 斩杀雷电魔源 可惜雷电魔源身负雷电铠甲 一时半会 竟无法将其雷铠斩破 雷电魔源 见暗影猎豹被杀后 仿佛被吓破了胆 一心想逃 借着徐丰的攻击往后退去 想跑出徐丰的空间封锁区域 徐丰那能让他如意 操控着空间之力 将雷电魔源禁锢当场 而后利用空间之力 将其身上的雷铠撕碎 待雷电魔源身上的雷铠消散后 徐丰将手中的进光刀甩了过去 进光刀化为无数进光丝线 将雷电魔源紧紧缠绕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剪 雷电魔源在剪中不断挣扎 整个剪一鼓一鼓的 仿佛要被冲破一般 徐丰剑撞 手捏剑指 朝着剪一技重斩 空骨幽兰 一道剑气 瞬间将剪劈成两半 被裹在其中的雷电魔源 自然无可幸免 徐丰收起进光 雷电魔源的两半身体 往下掉落 砸在地上 发出一声闷响 解决了两只妖兽 徐丰转头看向李青山的位置 只见那三只妖兽 虽被徐丰的进断篮空给限制了住了 但李青山的拳头 却无法给他们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李青山一拳一拳地 砸在妖兽身上 但那妖兽皮糙肉厚 一滴血都没流 李青山砸一拳 那妖兽便点一下头 场面看着有些滑稽 徐丰身影一闪 出现在李青山身旁 问道 青山兄 你这是闹哪样呢 李青山见徐丰过来 露出一丝不好意思的神情 说道 抱歉 徐丰 我比较擅长防御 虽然能牵制住这三只妖兽 但我一时半会 也杀不了他们 徐丰失笑道 没事 交给我吧 你去帮子嫣 解决其他的妖兽 李青山点点头 身形飘向那些低级妖兽 拳头不断挥出 瞬间低级妖兽便死了一大片 徐丰见此场景 心中不由感叹 这李青山倒是虐财的一把好手啊 随后徐丰转头看向 另外三只六级圆满妖兽 不再废话 趁着镜断蓝空的效果 还在 镜光刀配合着蓝空剑爵 不断斩出 不一会儿 便将这三只妖兽斩杀当场 解决了六级圆满妖兽之后 徐丰看向张子嫣与李青山的方向 只见那些低级妖兽 在两人的配合下 已经所剩无几 于是 徐丰施展空间 顺移帮忙追杀着剩余的妖兽 不一会儿 此地的妖兽 便没有一直能站着的了 李青山看向徐丰 叹了口气 说道 徐丰 这次多亏你了 我本以为以我的实力 对付六级圆满妖兽 如探囊取物一般 没想到 竟连破防都做不到 徐丰摆摆手 说道 不用放在心上 每个人有每个人擅长的地方 你一个人 能挡住三只六级圆满妖兽 已经很厉害了 张子嫣也附和道 是啊是啊 李师兄 你已经很强了 李青山摇摇头 看到徐丰 我才知道 我一直在坐井观天 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随即 李青山又重拾精神 说道 不说这些了 我们第三组负责的这一块区域 已经倾角完了 接下来 要继续往青龙山深处前进 还是在此地等候 徐丰 你实力最强 你拿个主意 徐丰思索片刻 目光扫过周围 确定所有妖兽已被倾角干净 徐丰沉声道 虽然我们负责的这一块区域的妖兽 已经剿灭 但只要青龙山那只七级妖兽没死 这任务便不算完成 如果林长老斩杀了那只七级妖兽 那自然一切好说 可若不然 这任务便算是失败 顿了顿 徐丰接着说道 我建议 我们还是继续深入 顺便倾角一路上的妖兽 虽然林长老与七级妖兽的战斗 我们帮不上什么忙 但至少我们能避免其他的妖兽 去影响到林长老 你们觉得呢 李青山点了点头 同意道 你说得对 若林长老败了 那不论我们是留在原地 还是深入山中 在那七级妖兽之下 都难逃一死 不如进山一搏 张子烟也表示赞同 再深入一些 或许还能帮上林长老的忙 徐丰的建议 得到了李青山和张子烟的支持 三人迅速整理装备 准备继续深入青龙山 尽管他们知道 前路充满了未知的危险 但他们同样清楚 留在原地 只会让他们处于更大的风险之中 他们沿着山间小道 谨慎前行 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随时警惕着周围的动静 随着他们的前进 山中的气氛愈发压抑 似乎隐藏着无数双窥视的眼睛 突然 前方传来一阵骚动声 几只体型庞大的妖兽 从树丛中窜出 恶狠狠地朝他们扑来 这些妖兽身上带着鲜血 不知道是从哪个方向跑来的 准备战斗 徐峰喝道 手中进光刀 瞬间出窍 三人迅速迎敌 刀光剑迎间 妖兽的嚎叫声 此起彼伏 徐峰的剑气 如同狂风骤雨般席卷而出 斩杀妖兽于瞬间 李青山挥舞双拳 立大侍臣 每一击都带着雷霆万军之势 张子烟则是拿出了一条长鞭 如同毒蛇般游走 精准地击中妖兽的要害 很快 这些妖兽便被三人联手击杀 继续前进 周围的环境愈发恶劣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息 和妖兽的威压 终于 他们远远地看到了战斗的痕迹 地面被炸出一个个深坑 树木被拦腰折断 显然是一场激烈的战斗 刚刚结束 那边有动静 张子烟突然指着前方喊道 他们迅速靠近 看到林长老 正在与一个头生双脚的人激战 徐峰皱着眉头问道 为何与林长老战斗的是一个人 而且 头上还长了脚 李青山解释道 不是的 那头上张脚的不是人 而是妖兽 应该就是青龙山的七级妖兽 七级妖兽 可以将肉身化为人形 还能修炼人族功法 这也是他们难以对付的原因 徐峰文言有些吃惊 这妖兽化成人形的样子 不就是妖族吗 于是徐峰问道 那他们化为人形了 还能称为妖兽吗 称呼上还是可以说是七级妖兽 不过因为 他们已经化去了兽的特征 也可称之为妖族 李青山脸色凝重说道 徐峰点点头 按道果然 你可知道 与林长老战斗的妖族原形是什么 徐峰问道 李青山回答道 看其头生双脚 而且 身体上还有一些鳞片的特征 不出意外 应该是蛟龙一族 只是很奇怪 蛟龙一族 一般都是在水中 不知道这只妖 怎么跑到青龙山 这没有一滴水的地方 在上方与七级妖兽 战斗的林长老 发现了徐峰几个人的身影 瞬间出现在徐峰等人面前 你们三个怎么来了 这里很危险 赶紧走 林长老喝道 徐峰回答道 林长老 我们已经倾脚完 我们那一片的妖兽了 便想着来看看 你这边需不需要我们帮忙 七级妖兽的实力 不是你们能应付的 你们帮不上什么忙的 你们赶紧离开 免得还要让我分信 林长老说道 那七级妖兽 也看到了徐峰等人 闻到了徐峰等人身上 传来血腥味 开口说道 你们三个把本皇的部下都杀了 那你们就给本皇偿命吧 说完 五指成爪样 朝着徐峰等人抓下 瞬间五道爪刃 便飞向徐峰等人 林长老见状 手中的长剑挥出 剑气击尸而出 将那爪刃劈散开来 真是碍事 七级妖兽 看着林长老说道 林长老盯着七级妖兽 小心戒备着 低声说道 你们三个仔细听好了 这七级妖兽 是一只青椒 实力强劲 虽不知他为何来青龙山 但想来 青龙山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 我在此将其拦住 你们趁机离开此地 去搜索整个青龙山 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林长老说完 持剑杀向那七级妖兽 快走 林长老的身影如电 手中的长剑不断挥舞 剑气纵横 逼得七级妖兽连连后退 然而 七级妖兽的防御力极强 每一次攻击 都只能在其灵甲上 留下浅浅的痕迹 徐峰心中一紧 知道林长老虽然强大 但单凭一人 恐怕难以迅速解决 这只七级妖兽 他当机立断 喊道 我们走 李青山和张子燕 毫不犹豫地跟上 三人身影 瞬间暴视而出 往外部飞去 青椒宁笑一声 猛然爆发 一爪打飞了林长老 身影朝着徐峰飞去 你身上沾满了 我麾下几个大将的鲜血 先杀了你 以削我心头之恨 青椒说完 一爪抓向徐峰 徐峰没想到 青椒竟然朝自己追来 眼见那爪子 就要抓到自己身上 瞬间一个空间 瞬移躲开了这一爪 林长老 以我的实力 应该能勉强帮上忙吧 我留下来协助你吧 徐峰对着林长老说道 林长老看到徐峰的空间瞬移 想起了他的实力 也点点头 那青椒见徐峰躲过了自己一爪 想将目标转至李青山身上 可不等他动身 林长老的长剑 已来到起身前 青椒只得把精力 放在林长老的攻击之上 而趁此机会 李青山和张子燕 已经离开了此地 徐峰也趁机施展蓝空剑绝 剑气如同风暴般席卷而出 朝着青椒的方向斩去 青椒集中注意在抵挡林长老的剑 却被徐峰的剑气击中 可惜 徐峰的剑气对于青椒来说 有如青风吹拂 在其身上 连一丝伤痕都留不下 青椒被徐峰的剑气激怒 大喝一声 将林长老的长剑推开 转头怒视徐峰 可恶的虫子 竟敢朝本皇出手 青椒双目赤红 声音中 透出滔天的愤怒和杀意 徐峰毫不示弱 冷笑道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好意思称 黄 青椒听到徐峰的嘲讽 面色战红 愤怒到极点 整个身影猛地朝徐峰飞来 一找重重抓下 虫子 给我死了 徐峰见状 心中一灵 立刻准备施展空间 瞬移躲避 然而 就在他发动瞬移的刹那 脸色骤变 发现空间之力竟被压制 瞬移无法施展 远处的林长老 适时出声提醒到 徐峰 小心 奇极妖兽与武尊一样 都是掌握部分法则的存在 你的空间之力 在法则的压制下 无法施展空间瞬移 徐峰闻言 面色凝重 明白了眼前的困境 既然躲不开 那就只能应接了 他深吸一口气 体内的力量疯狂涌动 全力激发出 心蕴不灭体 无数黑色静光迅速将它包裹 形成了一套厚厚的甲皱 这是加强版的静光甲 青椒的力爪 带着恐怖的力量已经袭来 重重抓在徐峰的静光甲上 静光甲在青椒的爪下瞬间消散 青椒的爪子 直接抓在徐峰身上 爪子从徐峰的肩膀处滑到腹部 直接将徐峰撕成两半 徐峰的两节身体落在地上 似是死了 林长老见状 目自欲裂 徐峰 林长老手提长剑瞬间出现在青椒身后 一剑刺了过去 青椒还沉浸在撕碎徐峰的快感中 没注意到林长老 被林长老一剑刺了对穿 林长老握紧手中长剑 大喝一声 烈火红莲 瞬间 其手中的长剑爆发出无尽烈火 将青椒彻底淹没 火中传来青椒的嘶吼声 嘶哈 一阵暴风在青椒身边升起 天空突然暗了下来 慢慢的 一滴一滴的雨水滴落 呼风唤雨 这是青椒的神通 两只手臂处的鳞片已在烈火下化为虚无 入出其中的血肉 青椒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凶光 盯着林长老 林长老毫不畏惧 再次挥剑迎上 两者的激烈战斗在雷雨中展开 剑气与爪风交织 闪电与雷鸣共舞 整个战场被摧毁的支离破碎 就在这时 原本已经被撕成两半的徐峰 身体竟然开始缓缓蠕动 他的上半身发出微弱的光芒 接着 下半身竟然被光芒重新连接起来 迅速愈合 随着徐峰两节身体的连接 四周的无数元力朝着其身体涌入 慢慢地 徐峰睁开了双眼 徐峰艰难地站了起来 目光坚毅 喃喃自语 不死天残弓的复活能力果然强大 他感到自己的实力又强了一截 好在还有不死天残弓 不然这次就真死了 没想到七级妖兽这么强大 见到林长老与青椒的激战 徐峰不再迟疑 迅速运转兰空剑爵 手中的进光刀重新凝聚 兰空剑爵 空骨幽兰 剑气如龙卷风般席卷而出 伴随着切割空间的力量 朝着青椒身上没有鳞片的地方斩下 青椒正与林长老激战 被这突如其来的剑气击中 痛苦地嘶吼起来 身体在剑气的切割下 冒出无数鲜血 林长老剑撞 抓住机会 长剑猛然刺出 直击青椒的心脏 火指法则 红莲赤眼斩 林长老手中常见 顿时变得通红 刺入青椒的身体 如同切豆腐一般 一抹而入 直插青椒的心脏 青椒的心口处出现了一个大洞 是林长老常见所致 那心脏在那赤眼斩之下 已消失不见 青椒大口大口吐着鲜血 却还是站着 不倒下 只见青椒双爪掐绝 顿时无数生机在其身上涌出 目之法则 生生不息 在这股生机之下 青椒的心脏重新长了出来 那心口处的大洞 也逐渐愈合 林长老可不会坐视青椒恢复 只见他将手中的长剑 抛向空中 双手掐绝 火指法则 无限延展 顿时无数红色剑光 从空中的长剑射出 朝着青椒飞去 在这剑光下 青椒所在的地方 仿佛被离了一遍 而青椒的身体 也四分五裂 散落各地 为避免青椒再次活过来 林长老吐出一口火焰 烧向青椒的残尸 那肉块在火光下逐渐消散 林长老长出一口气 总算是有惊无险 将青椒灭纱 随后看向徐峰 目光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徐峰 你 竟然还活着 徐峰微微一笑 侥幸而已 林长老点了点头 不管怎么说 这次任务总算完成了 你表现得非常好 没让棕门失望 两人休息了会 林长老对着徐峰说道 休息差不多了 我们去把青龙山剩余的妖兽 清理一下吧 徐峰点点头 准备跟着林长老 李青山三人组剿灭一空 西面和南面 由另外两组人马前去清脚 不知战果如何 徐峰和林长老 往西面方向飞了一段路 却见前方一道人影 朝着他们飞来 定睛一看 原来是李青山 两人朝着李青山飞了过去 来到镜前 徐峰开口问道 李兄 你怎么在这 李青山见到徐峰和林长老两人 脸上一喜 说道 林长老 徐峰 我找到了那青椒 来青龙山占地为王的原因了 徐峰和林长老 两人文言面露诧异 林长老更是直接出声问道 哦 说来听听 李青山组织了一下语言 说道 我在前方发现了一处血池 那血池被一股力量笼罩着 难以靠近 但却散发了莫大的威势 我估计 至少是八级以上的妖兽血液 这青椒流在此应该是为了吸收那血池 增强自身 带我过去看看 林长老说道 好 跟我来吧 李青山点头应道 随后 在李青山的带领下 徐峰和林长老来到了血池所在地 如何 这血池的威势不凡吧 李青山问道 林长老手臂一挥 瞬间笼罩血池的无名力量 消失一空 这是青椒之前布下的禁止 我已经将其消除 咱们进去看看 林长老说道 三人走进血池 这血池散发的 竟然不是腥臭味 而是一股清甜的味道 令人食指大动 李青山咽了咽口水 看向血池 眼中闪过一丝渴望 忍不住问道 林长老 我可以喝一口 这血池的血吗 林长老皱了皱眉头 盯着血池深思片刻 神情严肃地说道 这血池的血并非寻常之物 虽有一香 但也可能藏有剧毒或其他隐患 我们在未知情况下 不可轻易尝试 徐峰点头附和 确实 未知的东西 往往伴随着极大的危险 还是小心为妙 李青山虽有些不甘 但也明白 林长老和徐峰的担忧 他勉强按捺住心中的渴望 点了点头 徐峰走进血池 仔细观察了一下血池周围的情况 他发现 血池旁边 有一些奇异的明文刻痕 不知是何用处 于是 徐峰对着林长老说道 林长老 你看这血池周围的明文 可有什么头血 林长老闻言 仔细端向那些符文 脸色渐渐凝重 这明文 看着像是用于保存着血池中的血液不坏 林长老说完 走进血池 俯身用手指沾了沾血池中的血液 放入口中细细品尝 则则 这血液 竟能让我酒味松动的修为屏障 略微波动 看来是大补之物啊 林长老择了两口手指上的血液 感叹道 李青山健壮 急忙问道 林长老 既然这血液乃是大补之物 那我可以喝两口吗 林长老闻言摇了摇头 说道 对我来说是补药 对你来说 却可能是毒药 这血液 应该是八级妖兽之血 其血中蕴含的能量 普通五尊 还能吸收一二 而对于像你这样的五宗 可能会被其能量称道 我建议你要吃的话 最好稀释一下 顿了顿 林长老又说道 以你们的肉身 还不能直接接触这血液 这样 我把这些血液收走 等会天权成后 我将其稀释后 你们再来找我拿 李青山无奈点头 徐峰倒无所谓 毕竟他看中的是贡献值 只要有足够的贡献值 换取神渊丹 便能将修为推进到五宗圆满 不过 既然这血对五尊镜都有用 等自己突破五尊了 应该也用得上 林长老见徐峰和李青山都无意见 大手一挥 将整座血池收入了空间戒指中 好了 我们去清剿剩余的妖兽吧 完了之后 便可返回天权城了 林长老说道 三人飞往青龙山西面 此处的妖兽 已被另一个小组屠露一空 不过小组成员也普遍带伤 正在原地修整疗伤 张子嫣也在其中 徐峰看到他问了声 子嫣 你怎么在这 张子嫣回到 我和李青山分头离开后 来到此地 刚好他们还在与妖兽搏斗 便留下来帮他们了 你们来到此地 看来 那妖兽已经死于林长老手下了 徐峰点点头 说道 不错 林长老已将那七级妖兽斩杀 林长老放出非洲 让他们上船疗伤 徐峰和李青山也上了非洲 随后林长老预使非洲前往青龙山南面 非洲速度极快 片刻便到了南面上空 徐峰等人在非洲上向下看去 只见另一个三人组的成员中 有两个已经满身是血的躺在地上 而另一个人 则是在一只猛马巨像脚下苦苦支撑着 林长老见状 一丝怒涩闪过 手中长剑朝着那猛马巨像甩出 只见那长剑化作一道红色流光 以极快的速度 刺向猛马巨像 死啦 那猛马巨像在剑光之下一分为二 轰然倒地 而那剑光在斩杀猛马巨像后 调转方向回到了林长老手中 林长老控制非洲落在地上 从非洲上下来 说道 徐峰 李青山 你们两个赶紧去看看 那两名弟子的情况 徐峰和李青山两人闻言 一人走向一个弟子 徐峰来到一个满身是血的弟子身旁 俯身查探 没死 还有妾 于是徐峰遇使原历 将这弟子抬起 往非洲方向飞去 林长老 这个弟子还有妾 应该只是历劫晕过去了 休息一下 应该就能醒过来了 徐峰对着林长老说道 林长老点点头 看向李青山 李青山也将另一个受伤的弟子带回来了 皱着眉头开口说道 林长老 这位弟子情况不太妙 全身骨头碎了大半 只见林长老掏出了一枚丹药弹向那弟子口中 这是生机造化丹 只要有一口气在 多重的伤都能痊愈 那弟子吞下了生机造化丹后 身上断掉的骨头瞬间接续起来 伤口逐渐愈合 不一会儿 那弟子悠悠醒来 睁开眼睛 看见林长老等人 亚一道 林长老 您怎么来了 对了 那妖兽呢 林长老安抚道 放心 青龙山妖兽已被剿灭一空 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们准备返回天全城了 随后众人上了非洲 林长老御使非洲往天全城飞去 非洲上 林长老对着众人说道 回到天全城还得一会 你们先调息恢复一下 随后 众人纷纷打坐起来 疗伤的疗伤 修炼的修炼 好了 我们回到天全城了 任务完成情况 我已经传讯任务处了 你们可以去领奖励了 林长老对着众人说道 随后 降下非洲 待非洲上的人下来后 将非洲收起 众人向林长老告辞后 便前往任务处 准备领取奖励了 徐峰和李青山 张子烟走在一起 闲聊着 经过这次任务 我才发现自己的实力还不够看 等领完任务奖励后 我打算出去游历一番 顺便寻找法则碎片 以待突破五尊镜 李青山说道 我还没到五宗圆满 我打算换点资源 先修炼到五宗圆满再说 张子烟说道 徐峰也接着话 我也一样 我离五宗圆满 还有很大的距离 还得接着做任务 赚贡献值才行 对了 你们知道 外门大笔 需要多少贡献值吗 我知道 我去年参加过 报名费用 需要一百点贡献值 不过 我去年第二轮 就被淘汰了 运气不好 遇到了去年大笔的第三名 李青山说道 一百点是吗 那你今年还参加吗 不了 我还是以突破五尊镜为先吧 外门大笔前十名 能进入内门 三十岁前突破五尊 也可入内门 我今天才二十五岁 可以试试 实在不行 三十岁那年 再参加大笔便是了 想来那时候 拿个前十对我而言 一如反掌了 来到任务处 徐峰等人找到任务处负责弟子 上前说道 我们来领取青龙山任务的奖励 说完后 将弟子令牌递了过去 负责弟子 一眼崇拜的眼神看着众人 能参与青龙山任务的人 基本都是强者 负责弟子接过令牌 在旗上操作一番 将令牌还给众人 好了 任务奖励的贡献值 已经记录上去了 徐峰接过令牌 果然 贡献值变成了523 徐峰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我准备去兑换东西 然后回去修炼了 你们呢 徐峰对着李青山和张子烟说道 我和你一块去兑换吧 张子烟回道 我就不去了 我回去收拾一下 便准备出去游历了 下次再见 估计要一段时间了 祝你们五蕴昌龙 李青山说道 祝你此行顺利 徐峰和张子烟回道 告别李青山后 徐峰和张子烟便往兑换处走去 你打算兑换什么 张子烟对着徐峰问道 我前段时间兑换了神渊丹 效果不错 这次打算再兑换一些 徐峰回道 张子烟文言点点头 神渊丹对于五宗镜的修炼 确实效果不错 不过后期有些乏力 我之前也是用的神渊丹 但到了五宗八重之后 效果便微乎其微了 而且我弟的神石 已经到了五宗镜极限了 欠缺的主要是原力 所以 这次我打算兑换一些上品原石 辅助修炼 上品原石 效果好吗 当然了 一枚上品原石 可相当于一万枚下品原石 你也用过下品原石修炼吧 你想想 一万倍的原力浓度 那修炼速度可快了 兑换一枚上品原石 需要多少贡献值 不多的话 我也兑换一枚试试 不算多 十点贡献值 可以兑换一枚上品原石 徐峰文言不由存到 十点啊 若是后面神渊丹 对肉身原化的效果 有所下降 倒是可以考虑兑换 聊着聊着 两人便走到了兑换处 张子烟拿出令牌 兑换了五枚上品原石 把这次的任务奖励都用完了 徐峰想着 先预留一百点贡献值 作为外门大笔的报名费 把剩下的四百二十三点贡献值 全部兑换了神渊丹 兑换结束后 徐峰告别张子烟 回到了自己的小院 拿出神渊丹 进入修炼之中 徐峰运转功法 吸收着神渊丹 肉身原化程度不断提升 99颗神渊丹吸收完毕 肉身原化程度达到了百分之十 修为也突破到五宗二重 再吸收了100颗神渊丹 肉身原化程度达到了百分之二十 修为突破到五宗三重 把所有的神渊丹吸收完毕 徐峰的肉身原化程度达到了四十二 百分之四 修为到了五宗五重 徐峰缓缓吐出一口气 结束了修炼 神渊丹又吸收完了 不过药力还没下降 还可以接着用 接下来继续做任务 赚取贡献值兑换神渊丹 徐峰按道 徐峰起身 准备前往任务处 继续接取任务 走在路上 旁边其他弟子的讨论声 吸引了徐峰的注意 你听说了吗 极大商行准备联合搞一个拍卖会 据说拍品无所不包 各种丹药 天才地宝 神兵神功 应有尽有 我也听说了 听说本次拍卖会上 还有一品功法拍卖 何止啊 听说连定狱石都有 那五尊进阶五圣的必备之物啊 什么 竟然这么大手笔 那不得抢疯了 你以为呢 不过听说拍卖会分成了两场 一场限制五尊进 一场限制五尊进 像这些宝物 估计只有五尊才能争夺了 唉 那可太可惜了 不过 就算我们能参加 也没那个财力去竞拍 听到这些信息 徐峰突然想起 自己空间戒指中 还躺着不少天才地宝 差点把这查忘了 我得先去把我空间戒指里的东西处理一下 徐峰转到前往天泉城中的商行 能在天泉城立足的商行实力都很强劲 包括之前徐峰知道的南北商行 红甲商行 还有徐峰第一次听说的乾坤商行 有件商行 徐峰之前与红甲商行交易过 对其观感不错 于是便准备前往红甲商行 处理自己空间戒指中的东西 红甲商行距离天泉宗法部不过两条街 徐峰走了会便到了 走进商行 一个小二便赢了上来 客观 想买点什么 我们商行从神兵灵要到神宫秘籍 无所不包 我有一些材料想出手 你们商行收吗 徐峰直接说明了来意 收的 收的 客观请一步前面的房间 里面有专人清点 徐峰顺着小两所指方向 走进了一间房间 房间里坐着一个山羊胡老头 看到徐峰进来 起身上前 客观是来出售材料的吧 把你的材料拿出来吧 我清点一番 给你报个价 你放心 我们红甲商行 同搜无期 不会虚报价格的 徐峰点点头 拿出了空间戒指中的材料 在房间中堆了一片 山羊胡老头 见到徐峰 拿出这么多材料 一丝金融闪过 随即上前清点 归原之 大蛇古兰 金刚玄金 客观 你这材料众多 虽有一些珍稀材料 不过大都是 五尊镜以下所用的材料 我这边愿意 以十枚上品原石收购 不知可否 徐峰沉吟了一会 问道 你们这边可有出售神渊丹 神渊丹是五宗镜常用的修炼丹药 我们商行自然是有的 一颗座驾几何 山羊胡老头笑呵呵说道 不贵的 一颗只要十枚中品原石 一枚上品原石 可以换成一百枚中品原石 或者一万枚下品原石 十枚上品原石 可以买一百颗神渊丹 不过也聊胜于无 徐峰开口说道 行吧 帮我全部换成神渊丹吧 山羊胡老头笑开了花 没问题 徐峰走出了红甲商行 手里多了一百颗神渊丹 回到小院 徐峰将这还没五热的神渊丹 吸收一空 肉身圆化程度达到了52 百分之四 修为突破了五宗六重 徐峰收工陷入了沉思 离外门大笔 还有近六个月的时间 或许自己可以在这段时间内 突破五尊植入内门 不需要参加大笔 徐峰手中有着空间法则碎片 只要修为到了五宗十重 便可将其吸收 进阶五尊净 那这贡献值也没必要留着了 直接用来提升实力吧 徐峰出门前往任务处 将剩余的一百点贡献值 都兑换成了神渊丹 兑换完毕后 又回到小院中 将神渊丹吸收 肉身原化程度达到了62 百分之四 修为突破五宗七重 突破后的徐峰 气势显得更加凝重 体内原力流转 如江河奔腾 充满了磅礴的力量 他站起身来 活动了一下身体 感受着体内那股强大的力量 不禁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 接下来便是继续努力 争取早日突破到五宗十重 然后吸收空间法则碎片 进入五尊镜 徐峰心中暗暗下定决心 赚取贡献值最快的 还是像之前青龙山青角任务 那样的联合行动任务 因此 徐峰先去问过其长老和林长老 是否还有贡献值高的联合任务 可惜都得到否定的答案 因此 徐峰只能不断接取普通的猎妖任务 来赚取贡献值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徐峰将重心放在了修炼和任务上 他不断地接取猎妖任务 积累贡献值 同时也在实战中 磨练自己的战斗技巧 每一次任务归来 他都会将所得的贡献值 全部兑换成修炼资源 毫不吝惜地用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这样高强度的修炼和战斗 让徐峰的实力突飞猛进 渐渐地 他在外门弟子中也开始崭露头角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很多人都开始议论 认为徐峰极有可能在外门大笔中夺得佳忌 甚至有望提前进入内门 时间飞逝 转眼间 一个月的时间悄然而逝 在这段时间里 徐峰的修为已经稳步提升到了武宗十重 但肉身原化程度却还没圆满 完成了这次任务 贡献值便又存下了100点了 我的肉身原化程度已经达到95%了 再去兑换一波神原丹 便可将肉身原化圆满了 徐峰按道 徐峰来到任务处 花费50点贡献值 兑换了50颗神原丹 便回到自己的小院 之前张子燕说 神原丹在武宗后期 要力会大打折扣 但在徐峰这好像没有这回事 徐峰把这归功于面板的功劳了 徐峰拿出神原丹 吞入口中 运转功法吸收药力 一颗一颗的神原丹 消失于徐峰口中 徐峰的肉身原化程度 一点一点增加 随着50颗神原丹耗尽 徐峰的肉身原化程度 达到了100%的圆满程度 徐峰长出一口气 总算是圆满了 不完我这段时间 辛苦做任务 接下来 就是突破武尊了 徐峰自语道 他从怀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空间法则碎片 但他坚信 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毅力 一定能成功突破 徐峰盘息而坐 闭上双眼 将空间法则碎片紧紧握在手中 随着心神的沉静 他的意识进入了一片玄傲的空间 在这片空间中 法则之力如同流动的星河 散发着浩瀚的光芒 他开始运转功法 牵引这些法则之力 融入自己的体内 法则之力一旦进入他的经脉 便如同汹涌的洪流 不断冲击着他的肉身和原力 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压力 但徐峰咬紧牙关 忍耐着这股痛苦 努力将这些法则之力化为己用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徐峰的身体逐渐适应了 这股力量的冲击 法则之力在他体内渐渐稳定下来 最终 一个完整的空间法则核心 在他体内形成 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徐峰的肉身 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周围的原力 徐峰小院上空 数百里范围内的无数原力 汇聚成漩涡 朝着徐峰身体中涌来 法部驻地内 无数人惊讶地看着空中的原力漩涡 如此大规模原力汇聚之景 这是有人突破五尊镜了 快查一下 是谁突破五尊镜了 最近没听说有人 在闭关突破五尊镜啊 怎么突然来了一个 其长老看向那原力汇聚的方向 瞳孔一缩 惊道 那不是徐峰的小院吗 这不可能 其长老猛地朝着徐峰的小院飞去 林长老也发现了 原力汇聚之地乃是徐峰所在 不过他倒不惊讶 是去了 在其长老赶到徐峰住所的时候 徐峰还在贪婪地 吸收着周围的原力 其长老在小院外等着 随着空中的原力漩涡逐渐消散 徐峰的修为也巩固完毕 其长老见状 敲了敲小院的门 徐峰 开个门 我有事找你 徐峰听出了其长老的声音 站起身走到院门处 打开了门 果然 其长老正站在门后 其长老 有什么事吗 你突破五尊了 不错 刚突破的 你怎么知道 那么大的动静 整个法部都知道了 动静 你是指 那漫天的原力漩涡 朝着你的房间 涌来 我相信 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 原力漩涡吗 没想到还有这茬 对了 其长老 你还没说找我啥事呢 呃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知道 是你突破五尊 我太惊讶了 便想着过来确认一下 徐峰文言笑了笑 其长老 确实是我突破五尊了 对了 有件事问问你 我之前听说 三十岁以下 突破五尊 可植入内门 不知是否为真 自然是真的 你放心 要不了多久 就有人来找你 把你接入内门了 毕竟你这么年轻 便突破了五尊 资质可称妖孽 内门不会错过你的 其长老回道 徐峰点点头 其长老 那没事的话 我便先进去 巩固一下修为了 你去吧 能亲眼见识 你这样的天才崛起 当福一大白 我喝酒去了 其长老笑着说道 送走其长老后 徐峰回到屋中修炼 巩固这五尊境的修为 徐峰突破五尊的消息 传得很快 果然如其长老所说 仅是过了片刻 便有一个人 找上了徐峰 只见一个身穿静装的 萨爽男子 来到徐峰院门处 敲了敲门 内门弟子郭旭前来 一见新静五尊 徐峰闻言 来到院门处 打开门 看到郭旭 脸上闪过一丝疑惑 随即徐峰收敛神情 看着郭旭说道 郭师兄 请静 郭旭忙摆摆手 师兄不敢当 我不过五宗静 而你已是五尊静 哪怕你还没入内门 也应该是我称 你为师兄 叫我一生失地 已是我的荣幸 徐峰笑了笑 行吧 郭师弟 有什么事进来聊吧 郭旭跟着徐峰来到院中 徐峰指着院中的时宜说道 坐吧 不知此来所为何事 郭旭没有第一时间坐下 而是对着徐峰抱了抱拳 说道 徐师兄 内门听说你突破了五尊 特意传讯我过来领你入内门 徐峰也趁势 把自己的疑惑问了出来 他第一眼看到郭旭 感应到他的修为 不过五宗六重的修为 但却已是内门弟子 郭师弟 冒犯地问一句 你应该不是通过 外门大笔径的内门吧 郭旭闻言 洒脱一笑 这个问题 有好多人问过我了 不错 我确实不是通过 外门大笔径的内门 毕竟 以我现在的修为 参加外门大笔 基本不可能进前世 顿了顿 郭旭接着说道 我是天全宗招募弟子时 所招收的内门弟子 如今也快五个年头了 哦 可以详细说说吗 当然 这些事情 也不是什么秘密 天全宗虽说分内外两门 但每十年一次的招募弟子 会根据弟子的资质 将弟子分到内门和外门 五年前 我参加了天全宗弟子招募考核 我的资质还算不错 分到了内门 徐峰点点头 天全宗 除了弟子的内部晋升 还会定期 从外部招募弟子 这也符合一个宗派的发展 郭师殿 能麻烦你 和我说说内门的情况吗 郭旭露出一丝苦笑 说道 徐师兄 虽然我在内门待了五年了 不过 以我的修为在内门 也不过是底层 对内门的了解 也很有限 不要接 你就把你知道的 和我说一下便可以了 我只是想在进入内门之前 有所了解 不至于像无头苍蝇一般 徐峰说道 行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 内门位于天泉山上 主要的一些地点 包括祖师殿 藏金阁 蒋武堂 通天塔 任务处 藏宝阁 这几个地方 基本是每个弟子 都会去的地方 祖师殿是供奉祖师的地方 每个新弟子 都需要去拜过祖师 才算真正入门 藏金阁是存放 功法秘籍的所在 但是进去需要花费 一定的贡献值 蒋武堂是一些 强大的内门弟子 或者长老们 传经蒋武的所在 每个弟子都可以在里面听讲 不过里面位置有限 所以 一旦有自己想听的 一定要早点去站位 通天塔是一座试炼塔 高百层 是弟子们 检验自己实力的地方 通天塔有一张榜单 按修为境界 将弟子的突破层数 进行排名 宗门对每个境界 排名前十的奖励贡献值 据说还不少 任务处与外门大差不差 都是揭取任务 赚取贡献值的地方 当然也可以自己发布任务 但是 你得提供奖励 藏宝阁的功能 与兑换处类似 可以利用贡献值 兑换各种东西 也可以将自己的东西 换成贡献值 情况差不多便是这样 当然 还有很多别的地方 点点头 说道 多谢 你这说得很详细了 让我对内门的情况 也有所了解了 如果没别的问题了 要不我们现在 便前往内门 郭旭问道 徐丰自无不可 简单收拾了一下 便和郭旭 朝着那高耸入云的 天泉山走去 路上 徐丰与郭旭闲聊着 徐丰问道 郭师弟 我看外门长老的修为 普遍都在五尊镜 不知内门长老的修为 是什么层次 内门长老 我见的不多 不过按我的理解 应该不只是五尊镜 毕竟长老的弟子 可谓真传弟子 而我所知道的 几个真传弟子 便已是五尊镜了 长老作为师父 想来修为 应该更高 郭旭回答道 徐丰点点头 看来那外门的实力差距 还是很大 两人走了没多久 便来到了天泉山山脚下 出现在徐丰面前的 是一条长长的阶梯 郭旭对着徐丰说道 徐师兄 接下来 我们需要 步行走过这段阶梯 这是每个内门弟子的第一课 据当时带我进山的长老所说 这是初代宗主可以留下的 旨在告诫后辈弟子 不要好高骛远 要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的修炼 才能达到至高的五神之境 徐丰闻言 感叹了下先贤的教育官 随后便跟着郭旭 走上了阶梯 一步一个阶梯 走了大半天 两人来到了山腰上 郭旭指着前方无数的 亭台楼阁说道 徐师兄 那边便是内门所在了 我先带你 去找负责的执事 后面的手续 就由他来带你办了 徐丰跟着郭旭 来到一处楼阁前 门口处有个人在 郭旭上前说道 李执事 我照您的吩咐 把人领来了 李执事身穿白色长衫 见眉心目 对着郭旭点点头 说道 你的任务完成了 去领奖励吧 郭旭告退 李执事看向徐丰 问道 你便是徐丰吧 果然是少年天才 如此年轻便突破了五尊 徐丰拱了拱手 多谢执事夸奖 我也只是侥幸而已 李执事文言 笑着摇摇头 不必谦虚 走吧 我带你去祖师殿 完成入门手续 李执事说完 领着徐丰往祖师殿的方向走去 祖师殿是山腰所有建筑的最高处 李执事一边走一边说道 徐丰 你可知道天拳宗的来临 徐丰自是不知道 摇了摇头 李执事健壮 微笑道 那我得好好和你说说了 这是所有天拳宗门人必须谨记的 天拳宗乃是初代祖师天拳老人 所传下的道统 历经一万两千三百四十一年 其间虽历经风雨 但我宗门始终屹立不倒 李执事目光中 透着深深的自豪和敬畏 初代祖师天拳老人 乃是当时修炼界的一代奇才 凭借一己之力 创立了天拳宗 传承无数功法秘术 成就了今日的辉煌 如今 我天拳宗在整个修炼界 也是名声赫赫 强者辈出 门下弟子遍布四方 天拳二字 不仅是祖师的名字 也是宗门的名字 更是祖师对弟子的期望 天地父而我存全 是为天拳 徐峰静静听着 心中对天拳宗的历史和底蕴 更加敬畏 他明白 能在这样的宗门中修炼 自己有着无比的幸运和机遇 天拳宗的传承 不仅仅在于功法秘书 更在于我们对于道的追求和坚守 初代祖师曾言 修道之路 非一朝一夕之功 唯有持之以恒 方能登顶巅峰 所以 不论你在修炼中遇到何等困难 都要牢记祖师的教诲 坚持不懈 礼直师的声音沉稳有力 让徐峰感受到了那份坚定和力量 他默默点头 心中暗自发誓 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回报宗门的栽培 不辜负这份厚望 此外 天拳宗的宗规 也是每一位弟子必须遵守的 无论何时何地 不能做出有损宗门生育的事情 宗门内部 弟子之间要互助互爱 共同进步 外出历练时 务必铭记宗门荣耀 不得滥杀无辜 以正道知名形势 徐峰认真聆听 每一句话都铭记在心 好了 这些便是我今日要告诉你的 希望你能铭记于心 李直师微微一笑 拍了拍徐峰的肩膀 弟子谨记直视教诲 不敢有望 徐峰恭敬行礼 目光坚定 来到祖师殿 李直师对着徐峰说道 徐峰 上前拜过祖师吧 徐峰走上前去 只见墙上挂着众多的画像 中间一幅尤为显眼 那画像中的人 身穿古朴道袍 面容慈祥而威严 双目仿佛穿透了时间的长河 凌视着每一位前来拜业的弟子 这便是天拳宗的初代祖师 天拳老人 徐峰跪在画像前 心中充满了敬畏与崇敬 恭敬地磕了三个头 磕完头后 徐峰站起身来 他明白 这不仅是一种仪式 更是一种传承 是天拳宗精神的延续 李直师微微点头 满意地说道 不负宗门的栽培 弟子谨记 必不负祖师和宗门的期望 徐峰肃然应道 李直师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拍拍徐峰的肩膀 好了 把你的令牌给我吧 我把信息改一下 接下来 你便专心修炼 有什么不懂的 随时可以来问我 徐峰点头 将令牌递给了李直师 感激地说道 多谢李直师 我会努力修炼 不辜负宗门的期望 李直师接过徐峰的令牌操作一番 便将令牌还给徐峰 好了 我带你到处走走 认识一下吧 李直师说完 带着徐峰往外走去 李直师带着徐峰 一一介绍了藏金阁 蒋武堂 通天塔 任务处 藏宝阁等地 这些地方可能会贯穿 你在天泉宗的修炼生涯 你以后会常来的 都说得差不多了 你自去吧 徐峰闻言 忙道 李直师 内门没有像外门那样子的弟子住所吗 李直师说道 没有的 你需要什么样的住所 自行建造 山上地方这么大 随便你用 顿了顿 李直师接着说道 若是你想要原力充沛的洞府 修炼的话 可以去藏宝阁兑换 不过需要的贡献值可不少 徐峰现在手头上 可没多少贡献值 自然不想着兑换洞府了 徐峰告别李直师 寻了个僻静的地方 玉石原力 按照外门小院的布局 造了个小院出来 家具 床等 结为实质 徐峰看了眼自己造出来的小院 满意的点点头 这宗门生活 修炼 什么都需要贡献值 这贡献值 还是得接着转啊 徐峰感叹道 徐峰想起之前郭旭说的 通天塔的榜单 前十名有贡献值奖励 于是决定前往通天塔 一探究竟 通天塔 是天拳宗内 专为弟子 设立的试炼之地 塔内布满了各种强大对手 挑战者需要凭借自身的实力和智慧 闯过重重关卡 徐峰一路向着通天塔前进 塔高耸入云 仿佛与天相接 塔外 许多弟子聚集在此 有的正在讨论闯塔心得 有的则满脸期待 准备挑战 徐峰走到塔前 看到一个负责记录的弟子 便上前询问 师兄 请问这里的榜单前十名 具体有什么奖励 那弟子抬头看了看徐峰 没看出徐峰武尊的修为 达到武宗镜每月榜单前十名 都有丰厚的贡献值奖励 第一名可以获得100.6星贡献值 第二名90点 以此类推 第十名也有10点贡献值 徐峰接着问道 不知武尊镜的榜单奖励什么 那弟子脸上闪过一丝金色 对着徐峰抱拳 正色道 不知是武尊师兄当面 多有怠慢 实在抱歉 徐峰摆摆手 无妨 麻烦你和我说说吧 那弟子回答道 武尊镜每月榜单前十名的奖励 是武宗镜的百倍 第一名可以获得100.7星贡献值 第二名90点 以此类推 第十名也有10点贡献值 徐峰听后心中一喜 按道 如果能进入榜单前十 那贡献值问题 便能解决一部分 他继续问道 那这通天塔的挑战 有什么限制吗 那弟子摇了摇头 通天塔对挑战者的修为没有限制 但每次挑战 都有时间限制 限时一个时辰 且每个月只有三次挑战机会 挑战者需要在限定时间内 尽可能多地通过关卡 得分越高 排名越前 徐峰点了点头 明白了 那我现在可以开始挑战吗 那弟子看了看记录 点头道 可以 你直接进去即可 徐峰不再犹豫 迈步走入通天塔内 塔内空间宽敞 墙壁上布满了各种奇异的符文 四周静谧的 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一道虚影浮现在徐峰面前 检测到挑战者为五尊一重 初始层数 调整为61层 请挑战者准备 挑战开始 话音落下 徐峰面前出现了一只五尊一重的妖兽 朝着他猛扑而来 见状 徐峰只是轻笑一声 脸上没有丝毫的惊慌 突破五尊镜 还没出过手吗 就拿你试试手吧 徐峰自语道 眼神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 他双手一展 食指轻弹 空间法则之力从指尖激发而出 化作十道银色光芒 瞬间射向那只妖兽 光芒闪过 仿佛撕裂了空间 每一道光芒都精准地射入了妖兽的体内 那妖兽甚至还没来得及发出嘶吼声 便已被空间之力撕裂成无数碎片 而后化作一道虚影消失 徐峰站在原地 周围的空气仿佛被他的力量所震慑 变得异常凝重 空间法则果然强大 徐峰低语 感受到体内那股源源不断的力量 心中充满了自信 就在这时 虚影再次浮现 冷冷的声音传来 61层通过 62层开始 瞬间虚影变化成一只五尊二重的妖兽 对着徐峰不断咆哮 这妖兽是一头巨大的双头魔狼 身上的气势 压迫的空气都为之一致 双头魔狼每一个头颅 都散发着恐怖的凶光 仿佛能够吞噬一切 徐峰眼神一宁 他手中幻化出镜光刀 身形如电 直扑双头魔狼 一刀挥下 双头魔狼咆哮一声 喷出两道烈焰 直袭徐峰而来 徐峰身形一闪 避开烈焰 瞬间出现在双头魔狼的身侧 镜光刀挥出一道寒芒 直斩魔狼的脖梗 然而 双头魔狼反应极快 另一个头颅 喷出一道冰霜 挡住了徐峰的攻击 冰火焦织 战斗瞬间进入白热化 徐峰身形不断闪动 空间法则之力 与镜光刀的锋芒 焦香灰映 每一次出手 都带起无数杀机 而双头魔狼 也不甘示弱 火焰与冰霜交替喷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战斗的激烈程度 不断升级 徐峰凭借强大的战斗经验 和空间法则的奥妙 逐渐占据了上风 他身形一闪 出现在双头魔狼的上方 镜光刀高高举起 猛然劈下 蓝空剑绝 山风狂舞 无数剑气化作风暴 瞬间将双头魔狼吞噬 魔狼的两颗头颅 在风暴中被彻底撕裂 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 溅起一片尘土 徐峰稳稳落地 长出一口气 徐影再次出现 冰冷的声音响起 62层通过 63层开始 徐影的声音在空间中回荡 一只妖兽的身影 缓缓生成 挑战即将开始 徐峰目光凝重 调动体内的原力 准备迎战 地面震动起来 沙尘飞扬 远处 一道庞大的身影 逐渐清晰起来 那是一只巨大的赤岩巨蟒 体长超过百米 全身覆盖着火红色的鳞片 眼中燃烧着星红的火焰 巨蟒的气息 强大无比 赫然是五尊三重的实力 赤岩巨蟒张开大口 喷出一股炙热的火焰 瞬间将周围的空气烧得扭曲 火焰直袭徐峰而来 带着无尽的毁灭之力 徐峰不敢怠慢 身形一闪 施展空间 瞬移躲过火焰的攻击 同时 手中进光刀再次划出 直斩巨蟒的七寸 然而 赤岩巨蟒反应极快 巨蟒猛然一挥 带着雷霆之势 扫向徐峰 哼 徐峰身形急退 堪堪避开巨尾的横扫 巨尾砸在地面上 震起一片沙尘 地面出现一道深深的裂痕 徐峰目光一冷 知道不能再拖延 必须速战速决 他迅速调整呼吸 手中的进光刀变幻莫测 空间法则的力量再次凝聚 他猛然一跃 身形化作一道流光 直扑赤岩巨蟒 巨蟒张开血盆大口 再次喷出炙热的火焰 试图将徐峰吞噬 蓝空剑绝 空谷幽然 徐峰大喝一声 进光刀斩出一道 蓝空交加的剑气 直批巨蟒的头颅 剑气划破长空 带着无尽的杀鸡 瞬间斩在巨蟒的头顶 火焰被剑气撕裂 赤岩巨蟒 发出一声淒厉的嘶吼 庞大的身躯 在剑气的冲击下 剧烈颤抖 剑气无情地贯穿巨蟒的头颅 带起一片血液 赤岩巨蟒的眼中 闪过一丝绝望的光芒 巨大的身躯缓缓倒下 发出轰然的巨响 砸在地面上 卷起无数沙尘 徐峰落地 平复着气息 虚影再次浮现 冰冷的声音响起 63层通过 64层开始 随着冷漠的声音落下 徐峰眼前场景一变 他出现在一片荒芜的平原上 四周风声呼啸 天边乌云密布 仿佛即将有一场风暴降临 徐峰全神灌注 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这时 大地突然震动起来 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队 由五只巨大的妖兽组成的队伍 这些妖兽每一只 都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显然不是普通的妖兽 这次是五只五尊四重的妖兽吗 徐峰微微皱眉 心中暗自盘算 他知道 这一层的难度 比前前面要高出许多 但他没有退缩的打算 五只妖兽迅速接近 他们分别是地形龙 炎燕虎 冰霜巨熊 雷翼鹏和黑风暴 每一只都拥有不同的属性 和攻击方式 但他们之间 显然有着默契的配合 地形龙一声咆哮 猛然冲向徐峰 带起一片尘土 炎燕虎喷出炽热的火焰 冰霜巨熊 挥舞巨大的爪子 雷翼鹏在空中盘旋 黑风暴则化作一道黑影 迅速接近 徐峰眼神一凝 手中的静光刀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他身形一闪 躲过地形龙的冲击 迅速接近炎燕虎 静光刀一挥 一道灵力的剑气 斩向炎燕虎的驳梗 炎燕虎发出一声怒吼 猛然跃起 避开剑气的同时 喷出一团火焰 徐峰身形一闪 避开火焰的同时 反手一刀 斩向逼近的黑风暴 黑风暴速度极快 但在空间法则的力量下 还是被徐峰一刀斩中 身形道飞出去 雷翼鹏在空中盘旋 释放出一道道雷电 直袭徐峰 徐峰不敢大意 迅速闪避 反手一剑 斩向雷翼鹏的翅膀 雷翼鹏发出一声惨叫 翅膀被斩断 掉落在地 冰霜巨熊趁机扑上 巨大的爪子 带着寒气直袭徐峰 徐峰身形一闪 避开攻击的同时 一刀刺入冰霜巨熊的胸口 冰霜巨熊发出一声哀嚎 倒在地上 失去了生机 地形龙再次冲上 徐峰手中进光刀一挥 剑气纵横 将地形龙斩成两半 斩杀完妖兽后 徐峰气喘吁吁地站着 虚影再次浮现 冰冷的声音响起 64层通过 时间结束 徐峰感觉到空间一阵翻转 一转眼 自己竟出现在了通天塔门口 没想到 一个时辰的时间竟已经过去 在通天塔中试炼 对时间的感知变得很微弱 既然结束了试炼 徐峰准备去看看榜单排名 看看自己是否榜上有名 徐峰朝着榜单所在处走去 发现周围的弟子 都一脸震惊看着他 徐峰感受到周围弟子们的目光 心中有些疑惑 但他依然保持着平静的表情 静止走向榜单所在的地方 他知道 经过这次试炼 他的实力和名声都会有所提升 来到榜单前 徐峰看到榜单上密密麻麻的名字 他的目光迅速扫过 寻找自己的名字 当他的目光停在榜单的前列时 他的名字赫然在目 第十名 徐峰 64层 徐峰心中微微一震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能够在通天塔的榜单上排名如此靠前 周围的弟子们纷纷议论起来 这不是那个刚进门的徐峰吗 他竟然排到了第十名 是啊 听说他才刚突破五尊 因此才能直入内门 没想到竟然能通过64层的试炼 不愧是妖孽资质 听说他还不到20岁 徐峰看向榜单上的其他人 看看排在自己前面的人都是何种实力 第一名 叶无双 76层 第二名 苏清宇 73层 第三名 陆天峰 72层 第四名 方熙梦 71层 第五名 韩清云 70层 第六名 李穆白 68层 第七名 慕容雪 67层 第八名 赵子龙 66层 第九名 夏侯云 65层 看到第一名的层数 徐峰瞳孔一缩 这可是五尊镜的榜单 而76层对应的可是五升六重的妖兽 竟然能以五尊修为逆法五升六重 真是恐怖如斯 徐峰还在感叹中 旁边一个小胖子挤到徐峰身旁 笑眯眯地说道 徐师兄 想不想了解榜单上人的详细信息啊 我这有本小册子 只需十点六星贡献值便可 如何 徐峰有些异动 拿出自己的令牌 查看了一下 还有五十点六星贡献值 于是徐峰对着小胖子说道 给我来一份 怎么交演 很简单 将你我的令牌放在一起 你以神识控制令牌 便可将贡献值转移给我 小胖子说着 拿出了自己的令牌 放在手中递给徐峰 徐峰接过小胖子的令牌 并自己的令牌放在一起 神识一扫 顿时 徐峰令牌上的十点贡献值 便转移到了小胖子的令牌 小胖子笑呵呵地接过令牌 拿出了一个小册子 递给徐峰 承蒙会顾 我叫孙太初 后面 你需要购买什么消息 都可以来找我 我在内门 还是有口戒备的 徐峰点点头 接过小册子 拿在手中翻看起来 指尖上面罗列了五尊榜单 上前十名的信息 夜无双 通天塔五尊榜第一名 五尊十重 天拳宗的传奇天才 修炼速度惊人 战斗力更是无与伦比 他掌握着天雷剑绝 能够引动天雷入体 威力惊人 几乎没有人能在他手下走过三招 苏清宇 通天塔五尊榜第二名 五尊九重 以兵系功法著称 尤其擅长冰封千里 能够瞬间将敌人冻成冰雕 他的战斗风格冷静沉着 几乎没有漏洞 入天风 通天塔五尊榜第三名 五尊八重 修炼雷系功法雷霆九变 其爆发力和速度令人折舌 他的攻击如雷霆万军 防不胜防 方熙梦 通天塔五尊榜第四名 五尊八重 以精神攻击剑长 修炼幻梦术 能够让对手陷入无尽的幻境 难以自拔 他的精神力之强 令人望而生畏 韩清云 通天塔五尊榜第五名 五尊七重 以火系功法赤炎绝著称 攻击猛烈无比 他的火焰不仅炽热 还带有强大的穿透力 能够瞬间击破敌人的防御 李穆白 通天塔五尊榜第六名 五尊七重 速度极快 擅长风影步和疾风剑绝 使得他的战斗风格迅捷而致命 常常在对手毫无防备时 给予致命一击 慕容雪 通天塔五尊榜第七名 五尊六重 修炼水系功法水月净花 兼具强大的攻击和防御力 他的水系功击如水般柔和 却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赵子龙 通天塔五尊榜第八名 五尊六重 擅长枪法 修炼霸王枪绝 每一枪都有惊天动地之势 攻势如洪水猛兽 难以抵挡 夏侯云 通天塔五尊榜第九名 五尊五重 以土系功法后土绝闻名 防御力极其强大 几乎刀枪不入 他的攻击虽然不快 但每一击都带有极大的破坏力 徐峰 通天塔五尊榜第十名 五尊一重 心境天才弟子 以风系和空间法则见长 他修炼的蓝空 剑绝威力无穷 剑气如风 信节而伶俐 同时 他还掌握着空间法则的奥义 能够进行瞬间移动 和空间切割 使得敌人防不胜防 徐峰看到自己的信息 没想到自己才刚上榜 底子就已经被别人摸清楚了 这孙太初倒是有点门道 徐峰转头看向孙太初 问道 孙师兄 你的消息挺灵通的 有件事情 想向你请教一下 孙太初笑道 你问吧 不过我这里的消息 都是要收费的 徐峰点点头 自然 我理解 不过 我刚入内门 手头上的贡献值不多 现在仅有40.6星贡献值了 若我想了解的消息 超过了这个数 那便算了 没事 你先问 我自会斟酌 你知道 天地玄黄绝 和 不死天残宫吗 自然知道 这两门功法 虽说难以修炼 但一旦炼成 却有逆天之效 但凡有心武道之巅的人 都会有所了解 我之前听说 内门藏经阁 有这两门功法的部分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孙太初沉思了会 说道 可以 这个消息 不是什么隐秘 你要愿意打听 其实花点时间也能知道 这样吧 我收你20.6星贡献值 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 如何 徐峰点点头 说道 可以 随后 徐峰将贡献值 抓给了孙太初 孙太初收到贡献值后 便将其所知的消息 告诉了徐峰 孙太初开口说道 内门藏经阁 藏有 天地玄黄绝 玄黄二篇 以及 不死天残宫 前六层的功法 只需花费贡献值 便可翻阅 其中 天地玄黄绝 黄极篇 需要200.6星贡献值 而玄极篇 需要200.7星贡献值 不死天残宫 前三层 需要100.6星贡献值 前六层 需要100.7星贡献值 内门有一处混元洞 可以辅助修炼 天地玄黄绝 不过就我所知 除了上代宗主修炼成功 便没听说过 还有谁修炼成功了 至于 不死天残宫 倒是有几个修炼成功的 不过如何修炼 他们也是一头雾水 只知道 置之死地而后生 才有可能修炼成功 我所了解的 大概就这些了 前或两弃 后续有需要 可以再来找我 孙太初说完 便向徐峰告别 离开了 徐峰听完孙太初的介绍 心中暗暗盘算着 这些贡献值的数目 他知道这些功法 对自己的修炼极为重要 但所需的贡献值 也极为庞大 仅 天地玄黄绝的玄机篇 就需要两百点七星贡献值 而不死天残宫 前六层 也需要一百点七星贡献值 这些数字 让他感到压力不小 没想到来到这个世界 还是逃不掉打工人的命 得再去接点任务 赚取贡献值了 徐峰心中感慨 徐峰离开此地 往任务处走去 徐峰一路上想着 如何高效地赚取贡献值 脚步匆匆 不一会儿 便来到了任务处 任务处的大厅内 人来人往 墙上贴满了 各种任务的公告 徐峰走到任务公告板前 仔细浏览着 每一个任务的详情 寻找那些高额贡献值的任务 就在这时 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张 新贴出的任务上 探索任务 万寿领天绝山脉 疑似出现秘境之门 特招弟子前往探索 获取秘境之门者 可得五千点七星贡献值 提供秘境之门信息者 可获得一百至五百点七星 贡献值不等 徐峰心中一动 这个任务的贡献值奖励 相当可观 如果顺利完成 可以为它节省不少时间 不过这个任务 需要前往万寿领的天绝山脉 危险度极高 天绝山脉 已经快靠近万寿领的中心了 其上存在着不少的七级妖兽 贸然进入 若被妖兽发现 估计够呛能活命 这个任务皆是可以接 不过去之前 得先把保命手段准备一下 徐峰暗倒 之前青龙山剿灭任务时 徐峰触发了 不死天残宫 第二层的复活之效 也让不死天残宫 进阶到了第三层 想要拥有第三层的复活之力 需要将第三层的熟练度干满 想到这 徐峰打算 先在内门修炼一段时间 把自身功法的熟练度 都提高一下 再前往天绝山脉 至于这个任务 会不会被别人完成 徐峰倒不怎么担心 毕竟若那么容易完成 也不会有那么高的任务奖励 还有一件事 得去问问五尊敬的修炼 如何提升五尊敬的修为 自己可还是一头雾水呢 徐峰转到前往讲武堂 准备找其中的长老问问 来到讲武堂 刚好有个长老在讲课 听的弟子并不多 徐峰找了个位子坐下 长老刚好也讲得差不多了 只见其开口说道 今天的内容大致就讲到这了 有什么问题现在提出来 徐峰见此机会 将自己的疑惑问了出来 长老 我有疑惑 请长老解答 我刚突破五尊敬 请问 如何才能提升五尊敬的修为 长老轻拂胡须 微微汗手 说道 五尊敬修炼的乃是法则之力 因此 当你的法则之力提升 你的修为便会跟着提升 而要提升法则之力 要么通过感悟法则 自行明炼 要么就是吸收法则碎片 徐峰文言 心中明了 对着长老抱拳称谢 徐峰离开讲武堂 准备回自己建造的小院 开始修炼 第一要务 是先把不死天残宫 第三层熟练度炼满 之后才是修炼其他功法 回到自己的小院后 徐峰深吸一口气 坐在修炼师的蒲团上 开始集中精神 进入修炼状态 徐峰仔细回忆着 不死天残宫 第三层的修炼要点 按照功法的指引 调动体内的原力 将其缓缓导入各个经脉 原力流转间 他能感觉 不死天残宫的熟练度 正在一点一点增加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几天的专注修炼 让徐峰对 不死天残宫 第三层的熟练度不断提升 终于 在进入修炼的第七天上午 不死天残宫 第三层的熟练度达到了圆满 第三层终于练成了 徐峰睁开双眼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完成了不死天残宫 第三层的修炼后 徐峰并没有停下 他接着开始修炼 天地玄黄绝的黄极篇 这门功法同样重要 提升后 能大幅增加他的战斗力 徐峰再次投入到紧张的修炼中 不断吸收天地元气 淬炼体内元力 不断运转天地玄黄绝 转化玄黄之力 每一次的修炼 都让他感受到实力的稳步提升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徐峰日复一日的修炼 终于在修炼的第十四天将 天地玄黄绝的突破到了 出神入化之境 他的原力变得更加纯粹 战斗时的威力也更加惊人 看向面板 徐峰点点头 年龄 十六 五道境界 五尊一重 法则之力 空间法则 LV 一 修炼功法 密法 天地玄黄绝 黄极篇 仅能修炼到五尊敬 LV7 出神入化 十四零零零零 密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三层 三三零零 三三零零 二品 蓝空剑诀 LV 八圣境 三零一零一 三六零零零 三品 昆蓬化神诀 LV 七出神入化 六五五零 一六零零零 三品 星陨不灭体 LV 八圣境 二六九零零 三二零零零 四品 天地独尊掌 LV 五炉火纯青 四八零零 五六零零 四品 五香风云露 风篇 LV 四融会贯通 三千四二零零 一景 峰之一景 石城 一千斜杠一千 空间一景 石城 一千斜杠一千 星辰一景 石城 一千一千 神识 昆蓬神识 LV 七 破现点 三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是时候出发了 徐峰自语道 目光坚定 朝着任务处的方向走去 来到任务处 那探索任务 果然还没人完成 于是 徐峰便将其接了下来 接取了探索任务后 徐峰立刻动身 欲空而行 朝着天掘山脉的方向飞去 万寿领天掘山脉 这片地域 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和机遇 传言中的秘境之门 一旦找到 便是巨大的宝藏和资源 难怪宗门会 给予如此丰厚的贡献值奖励 一路上 徐峰不断加快速度 穿越过山巒叠杖 耳边是呼啸的风声 天掘山脉 逐渐显现在他的视线中 那里的天地元气 浓郁而紊乱 预示着 隐藏在其中的不凡之地 到达山脉边缘 徐峰降下身形 缓缓落地 他仔细感应着四周 发现这里的气息 与外围截然不同 灵气流动异常强烈 似乎隐藏着 某种未知的力量 看来传言非虚 这里确实有意 徐峰低语道 警惕地向前探索 随着深入山脉 周围的景象 逐渐变得荒凉 古墓参天 巨石凌寻 不时有妖兽的气息闪现 徐峰小心避开一些强大的妖兽 继续前行 按任务预检所述 借助空间法则之力 可以感应到 那秘境之门节点 此处没见到什么妖兽 便试试看吧 徐峰心想 徐峰以神识预示着 空间法则之力 在周边探索着 忽然 他的神识 捕捉到一丝异常的波动 那是一股若有若无的空间之力 从不远处传来 徐峰心中一动 迅速朝着波动的方向靠近 他穿过一片密林 来到一个隐秘的山谷 这里的空间波动愈发明显 显然是秘境之门的所在 徐峰停下脚步 环顾四周 发现山谷中央有一道若隐若现的光门 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这就是秘境之门了 徐峰心中大喜 准备上前查看 就在这时 周围的空气突然变得凝重起来 一股强大的妖气 从四面八方涌来 徐峰目光一凝 发现几只强大的妖兽 正从山谷的各个角落逼近 徐峰见状 引入虚空 小心隐藏着 三只妖兽化为人形态 聚在那秘境节点处交谈着 看到三只人形的妖兽 徐峰心中一灵 这是三只七级妖兽 定睛一看 分别是黑熊妖 金狮妖和白元妖 徐峰更加小心地隐藏着 隐隐约约能听到妖兽的谈话声 妖帝大人 让我们来此 寻找什么老使子秘境之门 我看这里一片都是树 哪来的门啊 黑熊妖闷声说道 慎爷 妖帝大人 不会无地放逝 仔细找找 肯定有门啊 金狮妖赤道 要不说你们两个蠢呢 秘境之门 是一个空间节点 不是门 白元妖拍了拍脑袋 无奈说道 徐峰隐藏在虚空中 秉息近听三只妖兽的谈话 你们两个不明白 秘境之门 并非肉眼可见 而是一个空间节点 只有感应到空间波动 才能找到 白元妖沉声解释 那我们就得更加 仔细地寻找 不能辜负妖帝大人的期望 黑熊妖斗志十足 三只妖兽分散开来 开始在周围仔细搜寻 企图找到秘境之门的 确切位置 徐峰在虚空中冷静观察 心中暗自思量 这妖帝不知是何方神圣 竟然也知晓了 这个秘境的存在 这下难办了 有这三只妖兽在 我的任务 恐怕难以完成 徐峰心中暗自思索 手握进光刀 准备随时出击 三只妖兽找了一会 没有什么发现 黑熊妖抱怨道 找不到啊 是不是不在这里 不可能 妖帝大人说 在这里就一定在这里 行了 认真寻找 我记得妖帝大人 在我们出发前 叮嘱过这个秘境之门的重要性 你们可悠着点 金狮子点点头 我记得妖帝大人说 这个秘境之门 乃是一个武神留下的 原本是被隐藏在 无尽虚空之中的 好像是最近出现了空间风暴 才让其显现出来 不错 据妖帝大人所说 武神秘境中 或许存在着 能让他更进一步的东西 一点疏忽不得 徐峰这才知道 这个秘境的来历 没想到 天拳宗对这个秘境的了解 还不如这山里的妖兽 不过 既然是武神级的秘境 那只靠徐峰一个人 要将其带走 基本是不可能的事了 徐峰准备将这个消息 带回宗门 看能不能获得一些 贡献值奖励 就在徐峰准备离开的时候 白元妖眼神微动 不对劲 我似乎闻到了一股人的气息 黑熊妖和金狮妖闻言 停下了动作 目光四处军寻着 徐峰见状 定住了身子 以免被白元妖发现端倪 白元妖眼神四处扫了扫 紧接着 瞳孔微微泛光 两道蓝光 从其双眼射出 扫向了四周 徐峰所在的虚空位置 被那蓝光一扫 瞬间破碎开来 徐峰的身影露了出来 白元妖冷笑一声 果然有个小子在偷偷摸摸 话音刚落 黑熊妖和金狮妖立刻反应过来 三只妖兽一起朝徐峰扑来 徐峰心中一紧 知道无法再隐藏 只能迎战 他运转全身原力 双手紧握近光刀 准备迎接三只妖兽的攻击 蓝空见绝 山峰狂舞 徐峰大喝一声 剑气如风暴般席卷而出 试图逼退妖兽 黑熊妖聚找一挥 直接撕裂剑气 力量之强令人震惊 金狮妖张开大口 一道金色光柱喷射出 直逼徐峰 白元妖则是双手结印 一道道蓝色光束 从其手中射出 形成了一个蓝色的球龙 将徐峰困在其中 想困住我 没那么容易 徐峰冷哼一声 静光刀挥舞 切割着蓝色球龙 同时运转空间法则之力 试图破开球龙 然而 这三只妖兽的配合 异常默契 攻守兼备 给徐峰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黑熊妖的力量 金狮妖的攻击 还有白元妖的控制 让徐峰一时间难以脱身 看来必须用全力了 徐峰心中一灵 决定不再保留 他猛然催动全身原力 静光刀上 泛起耀眼的光芒 瞬间斩出数道强大的刀气 直击白元妖的蓝色球龙 哼 球龙应声而碎 徐峰趁机冲出 身形如电 直逼白元妖 白元妖见状 迅速后退 同时双手一挥 两道蓝光射向徐峰 徐峰身形一闪 避开蓝光 静光刀带着灵力的刀气 直斩白元妖 哼 白元妖大吼一声 被刀气斩中 身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然而 黑熊妖和金狮妖也趁机逼近 分别从左右两侧攻击徐峰 蓝空剑爵 空骨幽蓝 徐峰大喝一声 剑气如两条巨龙 迎向黑熊妖和金狮妖 三只妖兽的攻势虽然猛烈 徐峰凭借着高超的剑术和法则之力 与三只妖兽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然而 战斗越激烈 徐峰越感到吃力 他虽然突破了五尊镜 但面对三只七级妖兽 依然感到力不从心 不能再拖下去了 徐峰心中一领 蓝空剑爵 天锋灭世 徐峰怒吼一声 这是蓝空剑爵五尊层次的剑招 剑气如同天锋一般席卷而出 直逼三只妖兽 三只妖兽一时间难以招架 被剑气逼得连连后退 徐峰趁机催动空间法则之力 瞬间出现在白元妖面前 静光刀带着无尽威势斩下 扑哧 白元妖来不及反应 被徐峰一刀斩中要害 鲜血喷涌而出 倒在地上 白元 黑熊妖和金狮妖见状 怒吼着扑向徐峰 徐峰迅速后退 避开两只妖兽的攻击 冷冷地说道 下一个 轮到你们了 黑熊妖和金狮妖的怒吼 回荡在山谷中 他们的眼中充满了凶光 毫不留情地朝徐峰扑来 徐峰稳住身形 迅速调整状态 准备迎战这两只强敌 蓝空剑爵 急风烈焰 徐峰再次挥动静光刀 剑气与烈焰交织 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波 直击黑熊妖和金狮妖 黑熊妖的剧爪如山岳般拍下 想要击溃徐峰的攻势 与此同时 金狮妖的金色光柱 再次喷尸而出 夹杂着毁灭性的力量 嗡 剑气与烈焰 与黑熊妖和金狮妖的攻击 在半空中激烈碰撞 发出震耳欲聋的爆响 徐峰借着冲击波的力量 迅速后退 避开了妖兽的正面攻击 这两只妖兽的力量 不容小觑 必须找准时机 一击致命 徐峰心中暗道 黑熊妖见徐峰后退 怒吼一声 猛地冲了上来 噗哧 黑熊妖巨大的身躯 被刀器斩中 鲜血喷洒而出 但她的防御力极强 伤口并不致命 黑熊妖转身一击 剧爪带着风围之势 狠狠拍向徐峰 蓝空见绝 风神护体 徐峰迅速结印 周身风暴环绕 抵挡住黑熊妖的攻击 哼 剧爪拍在风暴护体上 虽未击中徐峰 却也让她感到一阵距离压迫 金狮妖趁此机会 迅速冲上前 金色光柱 直逼徐峰的胸膛 徐峰眼神一凝 身形一闪 再次避开攻击 蓝空见绝 狂风破 徐峰挥动静光刀 剑气如狂风般席卷而出 直击金狮妖 金狮妖闪避不及 被剑气正中胸口 鲜血狂喷 倒退了树部 徐峰见状 迅速跟上 静光刀再次斩下 扑哧 金狮妖的胸口 被开出一道巨大的伤口 倒在地上 气息微弱 黑熊妖见状 怒吼着扑向徐峰 想要替同伴报仇 徐峰冷笑一声 金光刀 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直劈黑熊妖 蓝空见绝 湮灭至空 徐峰怒吼一声 剑气划过 一道黑洞 出现在黑熊妖的头顶 哄 黑熊妖的头颅 被黑洞贯穿 鲜血四剑 巨大的身躯 轰然倒地 徐峰长出一口气 看着倒在地上的两只妖兽 心中松了一口气 尸体收入了空间戒指 这秘境若是武神留下的 以我的实力 恐怕无法将空间节点带走 还是先回天泉宗一趟 徐峰暗道 徐峰看着眼前 闪烁着微光的空间节点 深吸了一口气 做出了决定 毕竟 以他目前的实力 贸然进入 或尝试带走秘境之门 风险实在太大 要是这秘境 真的是武神留下的 里面的危险 绝对超乎他的想象 还是先回天泉宗 把这个重要消息 报告给宗门 徐峰暗道 他迅速在心中 记下了周围的地形 和空间节点的位置 然后再一次运转空间法则 引入虚空 迅速朝着天泉宗的方向飞去 几个时辰后 徐峰终于回到了天泉宗 他直接前往任务处 找到负责的李直士 李直士 我有重要的消息要报告 徐峰直接开门见山 李直士抬起头 看着徐峰 微微皱眉 徐峰 你不是接了 探索天爵山脉 秘境之门的任务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很可能是秘境之门 李直士眼神一亮 立即站起身来 你确定 徐峰郑重地点头 我确认 那股空间波动 和秘境之门的描述 非常吻合 顿了顿 徐峰接着说道 而且 我在那秘境之门处 遇见了三只七级妖兽 从他们口中得知了 这个秘境乃是武神留下的 李直士文言 瞳孔微微一缩 武神 当真 徐峰点点头 不错 据那三只妖兽所说 他们乃是得了妖帝的命令 前往寻找秘境之门 妖帝 没想到 竟然牵扯到了妖帝 这个任务 已经不是武尊进门完成的了 这样 你随我去见一下周长老 把事情经过说一下 李直士说道 徐峰跟随李直士 来到长老店 那门的长老 若无特殊情况 基本都在长老店里 李直士恭敬地 对着店门高呼 弟子李洪亮 求见周化长老 有天绝山脉秘境的消息禀报 只听一道飘渺的声音 从店中传出 进来 店门缓缓打开 李直士带着徐峰走了进去 进了大殿 只见一个白发老头 正坐在高位 好整以侠地 等待着徐峰二人 这个白发老头 便是天拳宗内门周化长老 乃是一尊武圣存在 说吧 具体合适 周长老开口说道 李直士微微点头 目光转向徐峰 徐峰 把你发现的情况详细说来 徐峰将自己在天绝山脉的发现 详细地描述了一遍 周长老听后 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你叫徐峰是吗 做得不错 接下来 我会前往天绝山脉 验证你所说的消息 若为真 便寄你一宫 徐峰心中一喜 连忙说道 多谢长老 不久后 周长老前往了天绝山脉 来到了徐峰之前 发现秘境之门的地方 周长老感受到了 那股强烈的空间波动 面露喜色 确认了徐峰的发现 他手掐绝 试图将秘境的空间节点收起 可惜没有奏效 以我的修为 都无法收起这个节点 估计真是五神镜留下的秘境 周长老低声自语 回到天绝宗后 周长老再次召见了徐峰 对他说道 你的发现属实 这个秘境估计不简单 关于这个秘境的事情 你不要往外说 随后 周长老拿出一块玉牌 递给徐峰 这是你的奖励 一千点七星贡献值 希望你能继续努力 为宗门做出更多贡献 徐峰接过玉牌 感激地说道 多谢长老 放心吧 秘境的事 我不会外传的 周长老点点头 没事了 你退下吧 徐峰告退后 便准备前往藏金阁 有了贡献值 可以学习 天地玄黄诀 和不死天残宫的后续部分了 来到藏金阁 向藏金阁指示表明来意后 指示拿出了两枚玉检 递给徐峰 并将徐峰的贡献值 划去了三百点七星贡献值 这两枚玉检 分别记录了 天地玄黄诀的玄机篇 和不死天残宫的前六层 只能在藏金阁内参悟 不许带走 藏金阁指示说道 徐峰接过玉检 谢过执事后 便在藏金阁中 找了地方坐下准备参悟 徐峰迫不及待地 将神识探入玉检 开始学习其中的内容 首先 徐峰专心致志地研读 天地玄黄诀的玄机篇 毕竟这关系 到他的进阶之路 天地玄黄诀 黄机篇 只能修炼到五尊敬 对他来说 已经到头了 只有修炼玄机篇 才能继续攀登五道之巅 玄机篇详尽地描述了 如何运转真元 如何将天地元气化为己用 修炼起来 不仅可以大幅提升真元的质量 还能增强战斗时的爆发力 徐峰一边学习 一边运转体内的真元 逐渐感觉到 真元在体内的流转 变得更加顺畅 力量也变得更为明练 果然不愧是 天地玄黄诀 这还只是玄机篇 便已经如此深奥 不知道那地机篇 天机篇又是何等光景 徐峰心中感叹 随后 徐峰又开始研读 不死天残宫的前六层 前三层与自己修炼的是一样的 于是 徐峰着重看第四层至第六层 时间飞逝 转眼间 徐峰已经在藏经阁中 闭关修炼了数天 在这段时间里 他已经彻底地将 天地玄黄诀 玄机篇修炼成功了 并与黄机篇合并成了玄黄篇 面板中的功法也变成了 地阶地书 天地玄黄诀 玄黄片 LV6 登峰造极 28010 3000 天地玄黄诀的品级 由秘法变成了地阶地书 不过熟练度却从出神入化 降到了登峰造极 同时 每一层次的熟练度需求 也增加了 地阶地书 这不知道是何等品级 之前都没听说过 徐峰自语道 功法学习完毕 徐峰将预检归还 离开了藏经阁 功法的问题解决了 修为可以继续提升 徐峰想起了之前 在外门青龙山任务中 获得的血池 当时林长老说 那血池对他的修为有益 或许自己也能用 于是 徐峰准备前往外门 找林长老要一些血池之血 毕竟当时是一起发现的 林长老也承诺过 会给 功法学习完毕 徐峰将预检归还 离开了藏经阁 功法的问题解决了 修为可以继续提升 徐峰想起了之前 在外门青龙山任务中 获得的血池 当时林长老说 一起发现的 林长老也承诺过 会给 徐峰遇空而行 不久便到达了外门 他静止来到林长老的居所 见到了正在院中 修炼的林长老 林长老 徐峰求见 徐峰恭敬的行礼道 林长老睁开眼 看到是徐峰 微笑道 徐峰 你来了 看样子 你在那门的修炼进展不错 多谢长老关心 徐峰说道 我这次前来 是想向长老讨些血池之血 想用来提升修为 林长老点了点头 说道 你有这个想法是好的 血池之血 的确对提升修为有奇效 当初我也答应过 你会给你血 说着 他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个玉瓶 递给了徐峰 当初发现的血池 被我熔炼后 获得了十滴血 我估摸着 应该是妖帝之血 蕴含着庞大的法则之力 对武尊修为的提升 有很好的效果 这瓶子里 有三滴妖帝之血 足够你提升不少修为了 不过 使用食药小心 妖帝之血的能量 极其庞大 切记不可急于求成 需慢慢吸收 林长老叮嘱到 徐峰接过玉瓶 感激地说道 多谢长老 我定当小心使用 林长老微微一笑 去吧 好好修炼 不负自己的天赋 徐峰离开林长老的居所 返回了内门 回到了自己的小院 他取出玉瓶 看着里面那晶莹剔透的血池之血 心中满是期待 看来接下来的时间 要好好闭关 吸收着妖帝之血的力量 徐峰心中暗道 徐峰在小院周围 布下了几道空间静置 确保修炼时不被打扰 然后 他盘膝坐下 打开玉瓶 小心翼翼地 取出一滴血池之血 吞入口中 血池之血 入口即化 化作一股庞大的能量 在体内奔用 徐峰运转功法 引导这股能量 在体内缓缓流转 逐渐吸收 随着血池之血的能量 逐渐被吸收 徐峰感觉到自己的真元 变得更加浑厚 肉身也在这股能量的滋养下 变得更为坚韧 时间一天天过去 徐峰的修为 在血池之血的帮助下 稳步提升 终于 在他吸收完第三滴血池之血后 体内真元翻涌 隐隐有突破的迹象 看来要突破了 徐峰心中一喜 立刻集中全部心神 全力冲击瓶颈 随着一声轰鸣 徐峰的修为 终于突破到了五尊二重 终于突破了 徐峰长出一口气 感受到体内那磅礴的真元 心中满是喜悦 将修为突破到五尊二重后 徐峰没有结束修炼 而是继续闭关 他打算把自己面板上的 功法熟练度提一提 徐峰起身来到院子中 幻化出镜光刀 开始运转 蓝空剑绝 心神与剑翼合一 剑气在周身流转 感受每一剑的韵律与威力 徐峰不断反复修炼 每一次出剑都更加精妙 每一次剑气流转都更加顺畅 时间飞逝 数日后 徐峰终于将蓝空剑绝的层次提升至地境 他感受到剑意与自身的完全融合 剑招一出 仿佛天地为之变色 接下来 徐峰开始修炼 天地玄黄绝的旋迹篇 这门功法博大精深 初入门时感到困难重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逐渐掌握了其中的奥妙 日复一日的修炼 徐峰的体内玄黄之力在 天地玄黄绝的作用下 变得愈发精准 熟练度也稳步提升 达到了出神入化层次 之后 徐峰便开始修炼 星陨不灭体 昆蓬化神诀等功法 转眼一个月过去 徐峰缓缓睁开眼睛 深吸一口气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与强大 闭关多日 他的修为不仅稳固在了五尊二重 整体实力也得到了质的飞跃 徐峰看向面板 满意的点点头 年龄 十六 五道境界 五尊二重 法则之力 空间法则 LV 二 修炼功法 地阶地书 天地玄黄诀 玄黄骗 LV7 出神入化 五百六零零零零 密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三层 三三零零 三三零零 二品 蓝空剑诀 LV 九地径 一零一 七二零零零 三品 昆蓬化神诀 LV 八圣境 五零 三二零零零 三品 星陨不灭体 LV 九地径 九百六四零零零 四品 天地独尊掌 LV 六登峰造极 八百斜杠七千 四品 无香风云露 风篇 LV 五炉火纯青 三千五六零零 易景 峰之易景 石城 一千斜杠一千 空间易景 石城 一千斜杠一千 星辰易景 石城 一千一千 神识 昆蓬神识 LV 八 破现点 四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五尊境界 仅凭打坐吸收天地原力 已经很难突破每一层的小境界了 想要快速提升 只能通过一些天才地宝 或是蕴含法则之力的宝物才行 徐峰站起身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心情和装束 准备前往兑换处 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宝物 毕竟自己身上 还有不少贡献值 走到兑换处 徐峰想着兑换处的负责执事走去 问道 执事 不知可有辅助五尊境修炼的宝物可以兑换 负责的执事是个老头 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 老头抬眼看了徐峰一眼 嘴里哼了一声 朝旁边的玉碱嘟了嘟嘴 都在那枚玉碱里 自己看吧 徐峰拿起玉碱 神识探入 瞬间一大片的兑换名录 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这一次 他特别注意 那些能够提升修为的天才地宝 和蕴含法则之力的宝物 经过一番筛选 徐峰发现了几件 对他目前最为有利的宝物 凌空时 需五百点六星贡献值 一种蕴含空间法则之力的灵石 吸收后 可提升空间法则之力 紫阳丹 每颗需五十点七星贡献值 由多种灵财炼制而成 五尊敬 辅助修炼灵丹 混原果 需一千点七星贡献值 一种极为罕见的灵果 蕴含多种法则之力 能全面提升修士的修为和战斗力 徐峰仔细衡量了一下自己的需求 和现有的贡献值 心中有了决断 他对老头说道 只是 我要兑换一颗明空时 再加上四颗紫阳丹 老头点点头 将徐峰所需的宝物一一取出 明空时通体有黑 散发着浓郁的空间法则之力 四颗紫阳丹 晶莹剔透 散发着浓郁的药箱 徐峰将明空时 放入空间戒指之中 拿出一个丹瓶 将紫阳丹收起 放入空间戒指中 老头核对了一下徐峰的贡献值 记录下来后说道 你的七星贡献值都用完了 还有一些六星贡献值 要一起兑换了吗 徐峰摇摇头 向老头道谢后 离开了兑换处 他准备回到自己的小院 开始吸收这些宝物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修为 回到小院 徐峰首先拿出 装着紫阳丹的丹瓶 倒出一颗 放在手掌心 一股浓浓的要相扑面来 紫阳丹在阳光下 散发出微微的光芒 宛如一颗紫色的宝石 徐峰深吸一口气 将紫阳丹一口吞下 丹药入口即化 化作一股浓烈的药力 瞬间在他的体内扩散开来 他盘膝而坐 运转功法 开始引导这股药力 在体内流转 药力迅速渗透到 他的经脉和丹田中 徐峰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体内的真元 在不断充盈 壮大 他沉心静气 全神贯注地吸收着 紫阳丹的药力 不多时 他感觉到 体内的原力有所增益 接着 徐峰把剩下的三颗紫阳丹 一一吞服 徐峰闭上眼睛 默默运转功法 引导紫阳丹的药力 在体内流转 在药力的推动下 徐峰的修为 开始缓缓提升 他能够感觉到 自己距离五尊三重 越来越近 吸收完紫阳丹后 徐峰拿出了那颗明空石 他将明空石放在掌心 感受到其中的 空间法则之力 心中一动 运转起功法 吸收起来 明空石的力量 瞬间被引导出来 一股强大的空间法则之力 顺着徐峰的经脉 涌入体内 他咬紧牙关 努力控制这股狂暴的力量 将其逐步炼化 空间法则之力 在他的体内肆虐着 但徐峰的意志坚定 不断运转功法 将这股力量 一点一点的炼化吸收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徐峰的额头上 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但他依旧坚持不屑 一点点的吸收着 明空石的力量 咔嚓 一声脆响在徐峰身体内发出 徐峰一鼓作气 冲破了五尊三重的屏障 徐峰继续盘息而坐 稳固修为 徐峰睁开眼睛 深吸一口气 感受着体内充盈的力量 果然还是依靠灵物修炼快 享受过吸收灵物 突破修为的快速 徐峰不想再静静打坐修炼了 不过他现在七星贡献值 已经用完了 想要再兑换辅助修炼的灵物 只能再去做任务了 徐峰起身 往任务处的方向走去 准备去看看 有没有适合的任务 来到任务处 不少弟子 正聚在一处谈论着 这可是五神秘境啊 若是能进入其中 一定能收获不少宝物 你就别想了 别说你进不去 就算进去了 凭你的修为 跟宋司也没什么区别了 你说什么 搞得你多强似的 敢不敢来比划比划 好了 你们不要吵了 努力修炼吧 离秘境开启 还有个把月的时间 或许我们还有机会 徐峰听到他们 在谈论五神秘境 走上前一看 任务板上贴着一幅巨大的告示 近日 宗门于天觉山脉 发现一处五神秘境 应无法将其空间节点 带回 欲派遣弟子前往 进入秘境之中 夺取资源 本次进入秘境处本宗外 还有其他人族势力 和妖兽势力 会一同进入秘境 因此 此次任务危险度极高 五圣境可自行决定是否前往 五尊境及五宗境 以通天塔排名为准 榜单前十名 可自行决定是否前往 进入秘境之中的收获可自留 也可交于宗门兑换贡献值 徐峰看到告示才明白 原来之前自己在天绝山脉 发现的秘境 真的是五神秘境 而且 竟然连宗门长老 都无法将其空间节点带回 除了妖兽知晓 还牵扯上了其他人族势力 看来这个秘境不简单 这个秘境 也算是徐峰发现的 徐峰没有理由不进入 不过 徐峰现在仅仅是五尊修为 想进入 需要在通天塔五尊榜单中 排名前十才行 虽然之前 徐峰便是第十名了 不过想来 秘境消息一出 一定有很多人 会再去挑战通天塔 徐峰担心排名有变 准备前往通天塔处看看 通天塔处 挤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弟子 果然 五神秘境的消息 激起了一众弟子 挑战通天塔的热情 徐峰走向榜单处 在其中查找着自己的名字 第31名 没想到竟然掉了这么多 徐峰感慨道 果然宗门内 还有不少强大的五尊弟子 平常可能对通天塔榜单 不是很看重 这把榜单排名 和进入秘境的资格一挂钩 便纷纷浮出水面 刚好自己修为有所突破 徐峰准备再挑战一回通天塔 看看能排到多少名 因为一个月 只有三次挑战通天塔的机会 徐峰还得预留一次机会到月底 免得到时被别人挤下榜单就不好了 到了通天塔入口 徐峰向首塔的长老表明了意图 长老点了点头 不过告诉他要排队 因为最近挑战的人太多了 徐峰无奈 只能等着 等了大半天 长老向着徐峰招呼 示意他可以开始挑战 徐峰深吸一口气 迈步走入通天塔内 再次进入通天塔 一道虚影出现 冰冷的声音响起 挑战者已通过64层 65层挑战开始 65层的对手 是五只五尊五重的妖兽 咆哮着朝着徐峰冲来 徐峰这一个月的闭关 不仅修为突破了五尊三重 各个功法的熟练度也有大幅提升 特别是蓝空剑爵 已经达到了地镜的层次 徐峰朝着五只妖兽 剑指一挥 施展出了地镜的蓝空剑爵 随着徐峰剑指的挥下 空间波澜不惊 但远处的五只妖兽 却已是首尾分离 瞬间化作了灰气 重新凝聚成了虚影 递进的蓝空剑爵 速度之快 就连空间都已捕捉不到 解决起这些妖兽 就如砍瓜切菜一般简单 65层挑战通过 66层挑战开始 66层的对手 是五只五尊六重的妖兽 同样挡不住徐峰一剑 紧接着67层 68层 69层 徐峰都是快速通过 第70层 看到眼前的场景 脸色终于变得有些凝重 面前站着十只五尊十重的妖兽 他们各个气息强大 目光凶狠 仿佛要将它撕成碎片 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啊 徐峰心中暗道 他深吸一口气 凝神静气 随即展开了攻击 静光刀持于手中 施展出蓝空剑爵 剑气在他手中闪烁 迅速向妖兽们攻击过去 一道道剑光劈向妖兽们 但这些妖兽的反应 速度极快 纷纷避开了剑光的攻击 开始围攻徐峰 面对十只强敌 徐峰也不敢大意 他利用空间法则 顺移到妖兽的身后 避开他们的围攻 同时发动猛烈的反击 蓝空剑爵 以及空间法则的配合 使他在妖兽群中灵活穿梭 寻找战斗的最佳角度 然而 这十只妖兽 不仅仅只是强大 还懂得相互配合 联手攻击 徐峰在应对他们的攻击时 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徐峰知道 若是继续拖下去 恐怕挑战的时间便要耗尽了 他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 迅速解决这些妖兽 于是 徐峰施展出了地镜的星云不灭体 瞬间整片空间暗了下来 一个巨大的黑洞 在徐峰背后缓缓浮现 徐峰双手一甩 一刹那 背后的黑洞 朝着妖兽 射出无数黑色进光 那黑色进光速度奇快 妖兽们反应不及 瞬间被黑色进光缠绕住 徐峰背后的黑洞 一个吞吐 黑色进光将十只妖兽 朝着黑洞的方向猛拉过来 黑洞将妖兽吸入进去 一阵阵碾碎声 从其中传来 虚影再现 七十层挑战通过 七十一层挑战开始 话音一落 一只浑身散发着 五圣镜威式的八级妖兽 出现在徐峰面前 这妖兽模样 是一只浑身冒火的巨大怪鸟 在妖兽的注视下 徐峰近动弹不得 只见怪鸟妖兽 猛地冲向徐峰 眼见就要将徐峰撕碎 通天塔的光芒一闪 徐峰被传送出来 挑战时间已经结束了 他站在塔外 心中感慨万千 没想到八级妖兽镜 如此强大 看来自己还有待提高 徐峰走向榜单 再次查看自己的排名 这次 他的名字 已经跃升至更高的位置 徐峰 七十层 第八名 周围的弟子们 目瞪口呆 纷纷一论 他竟然突破了第七十层 直接升到了第八名 他才入门没多久吧 真是恐怖如斯 徐峰看着榜单 心中没有骄傲 只有更多的斗志 他知道 前路漫漫 他还需要不断努力 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 他整理了一下心情 准备返回小院继续修炼 徐峰正在自己的房间中 打坐修炼 突然院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徐峰 你给我出来 你这个不要脸的阴险小人 别以为这样 你就能获得进入秘境的资格 听到这道声音 徐峰皱着眉头 这是谁在自己门口 吟吟狂吟 徐峰板着一张脸 来到院门口 打开门 门外助力着一群人 其中一个脸色英质的男子 站在众人前面 不断地叫喊 你就是徐峰 男子看到徐峰 双眼喷火 怒气冲冲地问道 徐峰冷静地看着对方 淡淡地问 你是谁 为何在我门口大吵大闹 男子冷笑一声 指着徐峰说道 我是李沧海 我爷爷是内门长老李康盛 你一个刚突破五尊没多久的 竟然排到了通天塔五尊榜的第八名 我心中明白 这是有人故意挑适 但他依然保持冷静 李沧海 就算我用了什么手段 那也是我的本事 与你何干 李沧海突然暴怒 恨声道 与我何干 你偷走的是属于我的名额 你说与我何干 周围的弟子们开始窃窃私语 有的表示支持李沧海 有的则保持中立观望 徐峰知道自己是平实力 通过通天塔的挑战的 根本不怕污蔑 徐峰冷冷一笑 李沧海 你口口声声说 我用了不正当手段 但请问 你有什么证据 若是没有证据 就不要在这里污蔑我 你这样的行为 只会让人看笑话 李沧海被徐峰的冷静 和有力的反驳激怒了 陆鹤道 你少装模作样 今天我要挑战你 让大家看看 你这个卑鄙小人 有多少真本事 徐峰虽然不拒 但也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 去做这种无意义的争斗 于是徐峰说道 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挑战呢 你若觉得我通天塔的战绩 有误 你去找通天塔的长老说 李沧海强压怒意 徐峰 没想到你不仅阴险 还如此不要脸 说吧 你怎么样才肯接受我的挑战 要想让我出手 那得看你能拿出什么踩头了 徐峰随口说道 好 我手中有一瓶紫阳丹 共有十枚 若你赢了我 这紫阳丹你便拿走 不过 若你输了 我要你去跟通天塔长老 承认你的战绩 有误 退出通天塔的排名 如何 徐峰想了想 这李沧海原先有名额 然后被自己顶了 那他现在应该是通天塔五尊榜的第十一名 从通天塔的关卡来看 他应该没通过七十层 那实力也不足为惧 徐峰点点头 冷静地说道 好 既然你要挑战我 那我们就一战定胜负 你的丹药 我就笑纳了 周围的弟子们文言纷纷退后 给两人腾出一片空地 他们都期待着这场战斗 想看看徐峰的真实实力 李沧海拔出一柄长剑 怒气冲天 猛然向徐峰扑来 徐峰则不急不忙 运转攻法 准备迎战 两人的战斗瞬间展开 李沧海招招凶猛 剑光闪烁 似乎要将徐峰压制住 然而 徐峰游刃有余 以剑指施展蓝空剑爵 配合空间法则 灵活躲避李沧海的攻击 同时展开反击 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徐峰的剑光如潮水般涌向李沧海 每一次出手都带着强大的力量 李沧海渐渐感到吃力 面色变得愈发难看 突然 徐峰一视蓝空剑爵斩出 一道强大的剑气 击中了李沧海的长剑 长剑脱手飞出 李沧海被震退束步 狼狈不堪 徐峰冷冷地看着李沧海 说道 你可认输 李沧海脸色苍白 知道自己不是徐峰的对手 但他不甘心 就此落败 李沧海从怀中掏出了一枚红色的丹药 扔入口中 丹药入口 李沧海脸色变得赤红 喘着粗气 哼赤 哼赤 认输 李沧海身上的威势提高了几成 可惜在他看来 也不过是再来一件的事 徐峰心中暗叹 蓝空剑爵突破地镜后 还没有机会用出全力 或许月底的通天塔挑战 可以全力施展 看看地镜的蓝空剑爵是何等光景 徐峰物字沉浸着 李沧海的拳头已到了镜前 徐峰看着李沧海的拳头 一直点出 抵在了李沧海的拳头上 李沧海的拳头被徐峰用手指抵住 净寸净不得 见此一幕 李沧海脸上的疯狂之色 被惊恶之色取代 不可能 你不可能这么强 李沧海喃喃自语 徐峰倾笑一声 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李沧海 抱歉 我就是这么强 随后 玄黄之力喷涌而出 顺着指尖 传递到李沧海的拳头 而后整只手臂 咔嚓 一声脆响从李沧海手臂中传来 显然骨头已断 徐峰屈指一弹 将李沧海弹飞出去 摔落在地 徐峰走到李沧海身边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说道 如何 还继续吗 李沧海一脸痛苦地 捂着断掉的手臂 满眼惊恐地看着徐峰 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徐峰对着李沧海伸出手 拿来吧 紫阳丹 不然 我不保证你另外一只手会不会断 李沧海闻言 着急忙慌地 拿出了一瓶紫阳丹 放到徐峰手中 徐峰将紫阳丹 收入空间戒指 没再看李沧海一眼 转身回到自己的小院中 将门关上 徐峰走后 周围的弟子们纷纷议论 没想到 徐峰竟然有如此实力 要知道 李沧海可是五尊敬五重 而且还服下了一枚暴血丹 实力直逼五尊敬六重 这都败在了徐峰的意志之下 李沧海默默地站起身来 盯着徐峰的小院 眼中满是仇恨 此事估计难以善了了 徐峰回到屋中 谈腿坐 他知道 李沧海对自己已怀恨在心 不过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 也不好下杀手 他后面若是敢再来招惹自己 就别怪自己 心狠手辣了 徐峰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颗紫阳丹 放在手掌心 感受着丹药中浓郁的药力 徐峰一口将紫阳丹吞下 运转功法吸收药力 丹药入口即化 化作一股热流 在他体内游走 最终汇聚于丹田 他感受到体内的真源在不断壮大 修为也在稳步提升 随着十颗紫阳丹吸收完毕 徐峰的修为突破了五尊四重 徐峰没有没有立即出关 而是继续修炼 提升着各功法的熟练度 时间在修炼中飞逝 徐峰沉浸在提升实力的过程中 转眼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参与五神秘境的名单 也即将定下来 停下修炼 准备前往通天塔进行挑战 徐峰心神沉入面板 经过一个月的修炼 面板上各功法的熟练度都有了提升 年龄 十六 五道境界 五尊四重 法则之力 空间法则 LV 四 修炼功法 地阶地书 天地玄黄诀 玄黄骗 LV七 出神入化 15500 6000 密法 不死天残宫 残 第三层 3300 3300 二品 蓝空剑诀 LV 九地境 30101 72000 三品 昆蓬化神诀 LV 八圣境 20050 32000 三品 星陨不灭体 LV 九地境 19000 6400 四品 天地独尊长 LV 七出神入化 5800 14000 四品 无相风云露 风篇 LV 七出神入化 21400 一景 风之一景 石城 一千斜杠一千 空间一景 石城 一千斜杠一千 星辰一景 石城 一千一千 神识 昆蓬神识 LV 八破现点 五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徐峰出门 朝着通天塔走去 通天塔处 仍然是人潮汹涌 大多数弟子都还想着做最后一波 争取几道榜单前十名 徐峰先到榜单处看看自己的排名 果然名次已经下降了 由第八名降到了第十名 虽然还有游名额 不过不太保险 还是得再挑战 这次至少要把71层通过了 才能提高排名 挑战的人大排长龙 徐峰也跟着排队 等了大半天 终于轮到徐峰 进入通天塔后 徐峰立刻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威压 从虚空中压来 一道虚影出现在他的面前 冰冷的声音响起 挑战者已通过70层 71层挑战开始 徐峰环视四周 发现对手是一只五胜一重的妖兽 已然化为人形 悬浮在空中 居高零下地注视着他 这妖兽身披黑色战甲 眼中闪烁着冰冷的光芒 周身散发出凛冽的杀气 五胜境界的妖兽 不简单 徐峰心中暗倒 但脸上却没有丝毫畏惧 那妖兽冷笑一声 区区五尊 也敢来挑战我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五胜的力量 话音未落 妖兽的身影 如同鬼魅般消失在原地 下一瞬间 便出现在徐峰的面前 挥动拳头朝他轰来 拳风呼啸 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 一道道锋利的空间刃 从指尖射出 直逼妖兽而去 妖兽剑撞 冷哼一声 深周瞬间出现一层黑色护盾 挡住了徐峰的攻击 紧接着 他身形一转 手中出现一柄漆黑的长剑 凌空斩下 一道黑色剑气直奔徐峰 徐峰心中一领 迅速后退 同时双手挥动 空间之力 在他面前形成一道屏障 挡住了那道剑气 然而 巨大的冲击力 仍将他震退束部 体内气血翻腾 果然是五胜级别的妖兽 力量果然强大 徐峰暗自心惊 但战意却愈发高涨 他稳住身形 目光冷冽 决定全力以赴 徐峰再次运转功法 体内的真元疯狂涌动 整个人的气势猛然提升 手中长剑一挥 带起一道璀璨的剑光 直逼妖兽而去 妖兽剑撞 目光微宁 挥剑迎上 两人的剑光在空中交织 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和巨大的轰鸣声 徐峰利用空间法则的灵动身法 不断在妖兽的攻击中穿梭 寻找着反击的机会 战斗愈发激烈 徐峰的每一次攻击都带着权力 而妖兽的反击也越来越凶猛 两人的交手不断激起强烈的气流 整个71层的空间都在震动 五胜镜妖兽果然不简单 看来我得拿出权力了 徐峰心中感慨着 在一次猛烈的交锋后 徐峰定住身形 逆境的星陨不灭体 全力施展开来 身后黑洞浮现 无数黑色静光射向妖兽 那妖兽见状轻蔑一笑 双臂一挥 法则之力喷涌而出 瞬间形成一道领域 这是五圣镜才能施展的法则领域 不仅能压制敌人 还能提高自身实力 妖兽的法则领域展开后 徐峰现在其中 一举一动都颇赶吃力 那黑色静光在妖兽的领域中 瞬间烟消云散 那妖兽轻蔑笑道 你这招式不错 可惜没有法则之力加成 在我的领域之中 便如同无根之木一样 转瞬即逝 徐峰深吸一口气 平复了体内翻腾的气血 他知道 在妖兽的法则领域中 普通的原力招式 根本无法奏效 只有法则之力 才能与之抗衡 徐峰目前掌握的法则之力 只有空间之力 既如此 那便用你来试试 递进 蓝空剑决的威力吧 你很荣幸 是第一个见识到这招的妖兽 徐峰说道 妖兽健壮 脸上的轻蔑之色 消失了几分 眼中闪过一丝忌惮 蓝空剑决 递进 看来你还有些本事 徐峰不再多言 整个人的气势瞬间暴涨 他运转体内的空间法则之力 轻蔑剑指 无数空间法则之力 汇聚于剑指之上 蓝空剑决 地空蓝 徐峰低喝一声 剑指骤然斩出 一道犀利的剑光 瞬间划破虚空 带着无尽的空间之力 直逼妖兽而去 那妖兽感受到 剑光中蕴含的强大法则之力 脸色大变 连忙催动自己的法则领域 试图抵挡这道剑光 然而 徐峰的剑光 带着空间法则的独特破坏力 直接撕裂了妖兽的领域 重重斩在他的身上 碰 妖兽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巨大的身体 被剑光斩得支离破碎 鲜血喷涌而出 他的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和恐惧 似乎难以相信 自己竟会败在一个五尊手下 这不可能 我怎么会 败在你手上 妖兽咽喉里 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 最终无力地倒在地上 气息全无 徐峰脸色有些苍白 显然刚才那一击 耗费了他不少的原力和法则之力 但看着妖兽的尸体 他心中却充满了成就感 递竟 蓝空见绝 虽然威力无穷 但也太耗费原力与体力了 徐峰心中暗道 随即盘膝坐下 调膝恢复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 徐峰的状态恢复了不少 他站起身 目光坚定 准备迎接下一层的挑战 随着徐峰斩杀妖兽 一道虚影现出 71层挑战通过 72层挑战开始 话音落下 一道人影缓缓生成 徐峰看向人影 发现这一次的对手 竟然是一名气息深沉的老者 老者身穿灰袍 面色冷峻 眼中透出一股深不可测的威严 徐峰心中一灵 这老者的气息 明显比之前的妖兽强大许多 徐峰 是吧 老者淡淡开口 声音中带着一丝威压 看来你是个不错的后辈 能闯到这里 徐峰抱拳道 前辈过奖 能请教前辈名号吗 老者微微一笑 道 老夫名号不必知晓 只需知道 我是你这层的对手即可 做好准备吧 徐峰点头 神情愈发凝重 他能够感觉到 老者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压迫感 这明显是五胜级别的强者 老者不再多言 身形一闪 瞬间消失在原地 徐峰瞳孔一缩 连忙运转空间法则之力 身形迅速向旁边闪避 就在他闪避的瞬间 老者的攻击已经到达 原地被轰出一个巨大的坑洞 好快的速度 徐峰心中暗道 看来这次的对手并不好对付 老者见义机未重 微微点头 道 不错 有两下子 不过接下来 你还能躲得开吗 说吧 老者身形再度消失 同时 空气中弥漫起一股浓烈的压迫感 徐峰神色一紧 他知道 这次的攻击更加凌厉 空谷幽兰 徐峰不再犹豫 直接施展 蓝空剑决的招式 空间法则之力 骤然爆发 一道锐利的剑光 划破虚空 斩向老者 老者冷笑一声 手掌一挥 一股强大的法则之力爆发 直接迎上徐峰的剑光 两股法则之力 在空中碰撞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强烈的余波 将周围的空间都震得扭曲 不错 竟能掌握空间法则之力 老者的声音 从余波中传出 带着一丝欣赏 不过 这还不够 老者话音刚落 他的身形再度出现 这次 他手中多了一柄古朴的长剑 剑身上 散发着强烈的法则波动 明显不凡 徐峰神色一宁 知道这次的战斗 更加艰难 他不敢大意 体内的空间法则之力 全力运转 来吧 前辈 徐峰低贺一声 率先发动攻击 直逼老者去 老者冷哼一声 手中的长剑迎上 两股强大的法则之力 在空中激烈碰撞 激起无数火花 徐峰只感觉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 手臂一麻 两人身影在空中不断交错 剑光闪烁 法则之力肆虐 整个空间都被撕裂开来 徐峰凭借着空间法则的灵活性 不断闪避和反击 而老者则以强大的力量 和深厚的法则造诣 压制着徐峰 战斗陷入了胶着 双方谁也不肯退让 徐峰的额头 渐渐渗出汗珠 体内的法则之力 也逐渐消耗殆尽 但他依然咬牙坚持 不肯轻易认输 老者健壮 眼中闪过一丝赞赏 不错 能够坚持到现在 已经很了不起了 不过 这场战斗该结束了 说吧 老者手中的长剑 猛然爆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强烈的法则之力 瞬间席卷开来 徐峰只感觉一股巨大的压迫感 迎面来 整个人被震飞出去 重重摔在地上 口中喷出一口鲜血 徐峰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但体内的力量 已经几乎耗尽 他只能无力地躺在地上 眼中却依然带着不屈的光芒 老者缓步走到徐峰面前 低头看着他 淡淡道 你很不错 能够让我动用权力 也算是你的荣幸 不过 今天的挑战到此为止了 说吧 老者身形一闪 消失在原地 通天塔的虚影再度出现 冰冷的声音响起 挑战失败 当前最高通过层数 71层 徐峰苦笑一声 虽然未能通过72层 但这次的战斗 却让他受益匪浅 他知道自己距离更高的境界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调整了一下情绪 徐峰缓缓站起身 走出了通天塔 这次的挑战虽然失败了 但若不是因为在71层 消耗了太多法则之力 无法再次施展 地空蓝 或许还有一丝胜算 徐峰心中暗倒 眼中闪过一丝坚定的光芒 徐峰来到榜单处 寻找着自己的名字 通过第71层 名次回升 来到了第7名 还算不错 毕竟在五尊镜 就具备五胜实力的人 终究是少数 徐峰还有一次挑战通天塔的机会 不过他不急于挑战 打算留着等自己 调出前十名再用 今天的定下名额的最后一天 我得再盯着这榜单 以免被人截胡了 徐峰按道 徐峰在旁边找了个空地 盘腿坐下 恢复起来 趁早恢复原力 以防需要挑战功亏一篑 时间不断流逝 期间有不少弟子进塔挑战 但大多止不于70层 哪怕有通过70层的 也败于71层 直到第二天早上 通天塔长老宣布排名已定 徐峰才放下了心 此次榜单前十名请一部长老店 有长老会告知你们 秘境相关信息 徐峰也在榜中 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凭借着71层的成绩 他成功保住了第七名的位置 稍作整理后 他前往长老店 长老店前 其他九位弟子已经聚集在此 不久后 一名身穿长袍的长老 缓步走出 目光威严地扫过众人 此次秘境探寻关系重大 你们都是宗门的佼佼者 务必竭尽全力 秘境之内危险重重 但机缘与危险并存 你们若能得到机缘 不仅对自身修为有极大帮助 对宗门也是一大贡献 长老顿了顿 继续说道 秘境之内 你们需保持警惕 不要轻易与他人争斗 秘境虽有机缘 但若因此丧命 得不偿失 众人纷纷点头表示明白 长老满意地点了点头 接着道 秘境入口将在三天后开启 你们现在可以自行准备 三天后 我们会在宗门广场集合 然后一起前往秘境 宣布完毕后 长老便挥手示意 众人可以离去 徐峰离开长老店 心中既有期待 又有一丝紧张 三天时间转瞬即逝 徐峰早早来到宗门广场 其他九位弟子也陆续到达 长老们已经在广场上等候 看到众人到齐 领头的长老点了点头 走吧 随我们前往秘境入口 一行人欲空而行 飞往秘境所在的天绝山脉 天绝山脉 五神秘境处 众多势力的人都已再次等候 交谈之声不绝于耳 天拳宗架子可够大的 离得最近 来得最晚 一个光头壮汉大声叫嚷着 话可不能这么说 毕竟天拳宗是最早发现这个秘境的 要不是他们企图将空间节点带走 被天绝山脉的妖兽发现 大打出手 我们都不知道这回事呢 确实 说来我们能参与这秘境的开荒 还得感谢天拳宗呢 众人正聊着 恰好天拳宗一行人 也来到了天绝山脉上空 为首长老听到了下面众人的谈论声 迅速落下 环顾一圈 开口说道 等得不耐烦的可以离开 说来这个秘境 是我天拳宗最先发现 照理应该归属于我宗 更不用说 开启方法 也掌握在我宗手中 你们不过是恰逢其会 说得有理 不过 既然这秘境之地 位于大洲 想来我大洲皇室 应该够资格掺一脚 你说是吧 陆长老 一个身穿蟒袍的中年男子 对着天拳宗为首长老说道 陆长老闻言点点头 朝亲王此言在理 你们其他人怎么说 说完看向光头壮汉 看我作甚 此地与我烂铢寺有缘 就这么简单 光头壮汉 乃是五玄大陆 东南寓意强大宗门 烂铢寺的弟子 法号妙有 在光头壮汉说完之后 一旁的妖兽势力也出声道 这天绝山脉是我家 说来这秘境是我们的才对 还有一伙势力 是南北商行之人 其中一个老头开口说道 老朽舔为南北商行大洲管事 因缘计会参与此事 不过想来 天拳宗应该会给我 南北商行这个面子吧 陆长老点点头 毕竟天拳宗与南北商行 乃是多年盟友 既然大家都认为 有资格参与 那我天拳宗也不小气了 陆长老环视一圈后 环环说道 不过 此次秘境之行规矩 还是由我天拳宗置顶 若有意义可以提出 朝亲王微微一笑 道 陆长老公正无私 我们自然没有意见 光头壮汉 妙有大声说道 规矩得定好 省得有人不服 妖兽一方 则冷哼一声 没有再多言 南北商行的大洲管事 也是微微点头 表示认可 陆长老满意地看到 各方势力都没有反对 便继续说道 此次秘境之行 每方势力自行探索 秘境内所得 各凭本事 秘境内若有争斗 秘境内解决 除了秘境 恩怨皆消 如何 众人纷纷点头 表示同意 这种规矩 也是秘境探索的常态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义 那便准备一下 稍后开启秘境入口 陆长老说道 各方势力开始准备 摩拳擦掌 以待秘境开启 徐峰在天泉宗的队伍中 感受到四周 众多强者的气息 他知道 此次秘境之行 定然不简单 不久后 各方势力的人 都已经准备就绪 陆长老手掐法绝 抛出一枚钥匙状的石头 瞬间秘境入口开启 一道空间裂缝 缓缓显现 各位 秘境开启了 我们便先行一步了 陆长老说道 天泉宗众人率先进入 徐峰一跃而入 其他各方势力的人 也紧随其后 依次进入了秘境 进入秘境的一瞬间 徐峰只觉得眼前一黑 随即一片奇异的景象 展现在眼前 这里灵气充沛 古树参天 远处山巒起伏 宛如仙境 这次秘境之行 一定要小心 徐峰心中暗道 他知道 各方势力 都会在秘境内争夺机缘 稍有不慎 便会丧命 天泉宗的人 很快便分散开来 各自寻找机缘 徐峰也独自一人 开始在秘境中探索 他知道 自己虽然有一些实力 但面对各方强者 必须谨慎行事 行走在秘境中 徐峰警觉地观察着四周 忽然 他感受到一股奇异的波动 从前方传来 徐峰心中一动 小心翼翼地 朝着波动的方向走去 不久后 他来到一片古老的祭坛前 祭坛上方 散发着强烈的灵气波动 徐峰心中一喜 这里显然蕴藏着某种机缘 得小心点 先观察一番 徐峰暗自嘱咐自己 随即隐藏身形 仔细观察祭坛四周的动静 果然 不一会儿 几道身影 也赶到了这里 其中一人 正是庙友和尚 这祭坛上的宝物 我势在必得 庙友冷冷说道 身旁的几名和尚 纷纷点头 显然是他的同伴 徐峰暗自皱眉 他知道自己若贸然行动 必然会与庙友等人发生冲突 不过 他也不想轻易放弃这处机缘 正在这时 祭坛上方 突然闪烁出一道强光 一道传送阵 出现在祭坛之上 没想到 竟然是一道传送阵 你们两个进去看看吧 我先去别的地方找找机缘 庙友说着 指了身旁的两个和尚 那两个和尚得令后 便往传送阵走去 不一会儿 两人的身形 便消失在传送阵之中 庙友和尚看到此景 对着其余人说道 走吧 此地便交给他们两个了 我们去寻找其他机缘 说完便带着一行人走了 带他们走完 徐峰献出身形 看着祭坛上的传送阵 有点犹豫 是否要进去 思考了一会 徐峰下定决心 富贵险中求 既然遇到了 就进去看看吧 反正自己还有 不死天残宫的替命之能 不怕死 徐峰朝着祭坛走去 来到祭坛前面 看着面前的传送阵 微微泛着蓝光 徐峰一脚踩了进去 徐峰踏进传送阵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出现在徐峰面前的 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徐峰朝着宫殿走去 只见宫殿大门已经打开 想来是之前进来的 两个和尚的手笔 徐峰走进大门 没想到一进大门 又是一阵天旋地转 连续的传送 让徐峰有些目眩 甩甩头 徐峰打量了一下四周 出现在徐峰面前的是 一片无垠的虚空 四周不存余物 只有徐峰一人 这是什么鬼地方 徐峰皱眉 突然 一道灰红的话音 响彻整片空间 终于又有人进来了 我等了多少年了 一千年还是一万年 谁在说话 徐峰警觉地环顾四周 我是这片空间的守护者 也是秘境的真正主宰 你可以称我为玄老 徐峰心中一灵 他意识到 这个玄老非同寻常 便恭敬地说道 玄老 晚辈徐峰 敢问这是何处 玄老的声音带着一丝笑意 这里是秘境的核心区域 也是一处试炼之地 只有通过试炼者 才能获得真正的传承与宝物 徐峰目光一宁 试炼 什么样的试炼 你可知道 这秘境的来由 玄老问道 徐峰一正 这我倒不清楚 还请玄老解惑 这座秘境 乃是我的主人 玄于武神所创造的 本来是想借此冲击武神之上的境界 可惜功归一溃 陨落于天节之下 在主人陨落后 我操控着这座秘境 隐藏于虚空之中 每隔一段时间现实 以寻找主人的一波弟子 玄老解释道 顿了顿 玄老缓缓说道 这试炼内容便是考核你 有没有才能成为主人的弟子 徐峰想起 之前还有两个和尚 也进入了传颂阵 于是问道 玄老 在我之前 应该还有两个和尚 不知道你们是否 也进入了试炼之地 玄老吃笑一声 你以为什么人都能进来试炼吗 那两个和尚 连第一条要求都没法满足 自然进不来 哦 不知是何要求 我又为何能进 第一要求 便是身具空间法则之力 那两个和尚 一身活法则之力 连空间法则的边都没摸上 而你 空间法则造一步低 哪怕通过考核的机会渺茫 但对我来说 也是个机会 毕竟我已经找了无数年了 空间法则 难不成这座秘境的主人 也是修炼空间法则的 自然 时间不出 空间为王 自古以来 能领悟空间法则的人 都可称天骄 看你年龄不大 便已是五尊修为 想来资质也不错 或许你有一丝机会通过考核 那我的使命 也算完成了 好了 废话少说 看到你面前的光圈了 走进去 考核便开始了 考核共有三观 分别是悟性 资质 以及意志 你进去吧 玄老催促道 徐峰深吸一口气 朝着光圈走去 一脚踏入 徐峰一步踏入光圈 顿时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将它卷入了另一个空间 眼前的景象骤然变化 它出现在一片书山之中 四周全是高耸入云的书籍山峰 玄老的声音在空中回荡 第一关是悟性考核 在你面前有三座书山 每座书山顶端有一道卷轴 你需要在一个时辰内 领悟这三道卷轴上的内容 并将其完整的背诵出来 徐峰点点头 心中暗自提醒自己 要集中精神 他选了一座书山开始攀登 山路陡峭 但他并未停顿 一步步坚定地向上攀登 到达山顶时 他取下卷轴 展开阅读 卷轴上记载的是一门深奥的法觉 文字晦涩难懂 然而徐峰并未气馁 他仔细研读 用心去领悟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的含义 不知不觉间 他沉浸在卷轴的世界中 周围的一切 仿佛都不存在了 一个时辰很快过去 徐峰完成了三座书山的攀登 和卷轴的背诵 他站在最后一座书山的顶端 大声背诵卷轴内容 每一句都清晰准确 玄老的声音再次响起 很好 你通过了悟性考核 接下来是第二关 资质考核 徐峰眼前一花 场景又一次变换 这次 他站在一片神秘的湖泊旁 湖水碧绿如玉 湖中飘荡着一朵朵莲花 玄老说道 这湖水能够检测你的资质 你只需静坐湖边 专注于自身 湖水会自行显现 你的资质强弱 徐峰按照指示 盘腿坐在湖边 闭上双眼 进入冥想状态 他感受到湖水中 传来的微妙能量 与自己的原力产生共鸣 渐渐的 他的身体 似乎与湖水融为一体 湖面上浮现出一朵金色的莲花 莲花中心 逐渐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玄老的声音带着赞许 最后一关是什么 玄老说道 最后一关是意志考核 在你面前有一条长路 这条路上布满了各种幻象和考验 唯有坚定的意志 才能走到尽头 准备好了吗 徐峰点头 我准备好了 他开始沿着长路前行 刚走几步 眼前的景象骤变 陷入了一个个幻境之中 有的是亲人离别的悲痛 有的是生死搏斗的残酷 还有的是无法抵挡的诱惑 每一个幻境 都考验着他的心智和意志力 然而 徐峰并未被这些幻象击倒 他一步步坚定地走下去 无论是痛苦还是诱惑 都无法动摇他的决心 终于 他走出了长路 眼前的幻象消散 回到了最初的空间 玄老的声音满是欣慰 你通过了所有考核 你的悟性 资质和意志 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恭喜你成为主人的弟子 接下来 我会将相应传承交给你 一道光芒从天而降 落在徐峰手中 光芒散去 是一枚玉剪 这枚玉剪里 记录了主人修行的功法 你拿去吧 玄老说道 徐峰心有不解 问道 玄老 我有一事不明 成为了玄于武神的弟子 是否有什么事 需要我去做 而且照你所说 你已经寻找了近万年 之前难道都没人通过考核吗 玄老的声音 带着一丝叹息回应道 你能通过考核 自然是有缘之人 成为玄于武神的弟子 意味着 你将承载他的遗愿 但你并不需要 立即去完成什么特定的任务 未来自会有机会 了解和完成这些遗愿 他稍作停顿 继续说道 至于为何寻找了近万年 人无人通过考核 这是因为 玄于武神设下的考核极为严苛 要求悟性 资质和意志 都达到极高的标准 你是近万年来 第一个通过全部考核的人 这也说明 你的天赋和潜力 非同寻常 徐峰点点头 心中对未来的道路 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他在问道 玄老 玄于武神的遗愿是什么 玄老缓缓答道 这个事情对你来说还太早 等你到了武神镜之后再来找我 我会告诉你一切 武神镜再来 我到时如何进来呢 天空中一枚钥匙落下 悬浮在徐峰面前 这是这座秘境的空间钥匙 你只需以原力催动 便可传送进来 你收好 玄老说道 徐峰接过悬浮在面前的钥匙 仔细端向了一下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其收好 他对玄老说道 多谢玄老指点 我会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达到武神镜 再来向您请教 玄老的声音再次响起 带着一丝满意 很好 记住 不要浪费任何一个提升自己的机会 现在 我会将你传送回大殿 大殿里有一处单房和一处法则池 对你的修炼应该有点帮助 你自己去寻找吧 玄老话音刚落 徐峰的身影便消失在试炼空间 徐峰又感受到了熟悉的幸运感 再一回神已经出现在了大殿之中 徐峰稳住身形 环顾四周 这次他身处的依旧是那个大殿 但此刻大殿显得更加庄严和神秘 大殿的四周布满了各种古老的符纹和阵法 散发出浓郁的法则气息 徐峰按照玄老的提示 开始在大殿内寻找单房和法则池 很快 他在大殿的右侧找到了一扇古朴的石门 上面刻满了复杂的符纹 徐峰轻轻推开石门 眼前便出现了一间宽敞的单房 里面摆满了各种珍贵的药材和炼丹炉 徐峰走进单房 感受到浓郁的单药香气 心意意地拿起几瓶丹药 仔细查看上面的标签 发现其中不乏一些高品质的丹药 徐峰仔细地将单房中的丹药收进空间借着保存 这里的丹药每一颗都极其珍贵 看来这单房是专门为玄与武神的弟子准备的 徐峰心中暗自感叹 接着徐峰继续探索大殿 在大殿的另一侧 他找到了一个闪烁着淡淡光芒的池子 池子中的液体流淌着一种奇特的光芒 似乎蕴含着无尽的法则之力 这就是玄老所说的法则池 徐峰心中一喜 走到法则池边 感受到那强大的法则气息 徐峰知道 这法则池对自己的修炼大有弊意 便毫不犹豫地盘腿坐在池边 开始运转功法 吸收法则之力 池中的法则之力 源源不断地涌入徐峰的身体 让他的修为和法则感悟迅速提升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徐峰全神贯注地修炼着 他感受到体内的法则之力越来越强大 修为也稳步提升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 徐峰终于感觉到自己的修为达到了一个新的瓶颈 他知道 是时候突破了 徐峰全力运转着功法 随着功法的运转 五尊五重的门槛瞬间被徐峰跨过 徐峰没有停止修炼 而是继续不断地吸收着法则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法则池的帮助下 徐峰的修为不断升高 五尊五重圆满 而后突破五尊六重 五尊七重 五尊八重 五尊九重 五尊十重 最终 徐峰达到了五尊十重的圆满境界 缓缓呼出一口气 徐峰睁开眼睛 看向法则池 法则池仍是满满的法则之力 似乎并无损耗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了 没想到 竟然一举突破到了五尊十重 接下来 该考虑突破五尊的事了 徐峰心道 突然 玄老的声音又传了出来 没想到 短短的七天时间 你竟然突破到了五尊十重 果然资质不凡 而且 你的功法我竟然看不透 不过品阶肯定不低 不然 吸收法则之力的速度 不会这么快 紧接着 玄老又说道 你这功法的品阶 估计不弱于主人的功法 或许你不必转修功法 可以着重学习其中的功法手段 徐峰闻言 神色一动 开口问道 玄老 我修炼的是 天地玄黄绝 不知你可听过 天地玄黄绝 你竟然修炼成功了 这不可能 这功法修炼一个死一个 你怎么可能活着 玄老大惊道 徐峰解释道 我也是因缘巧合 才修炼成功 若不是靠着 不死天残功 我早就死了 不死天残功 难怪 这个功法 号称有重生之能 不过修炼难度极高 没想到 你连这也修炼成功了 玄老说完 陷入了沉默 整片空间落真可闻 两久 玄老又开口说道 或许这两门功法 本来就应该一起修炼的 也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修炼成功 天地玄黄诀 你既然修炼了 天地玄黄诀 那便不用改修 我给你的功法了 天地玄黄诀 不是此界之物 品阶不可估量 你能修炼成功 便是你的机缘 这件事 你以后尽量不要其他人说 若被有心之人知道 恐怕会让你伸出险境 徐峰文言正色道 好的 我明白了 多谢玄老 对了 玄老 我手头上的 天地玄黄诀 只有玄黄二片 但我感觉 应该还有后续 不知道你是否了解 这我倒是听说过一些 天地玄黄诀 分天地玄黄二部 天地玄黄四片 是一部可以修炼的 五道极限的功法 至少玄黄一部 便可以修炼到 五神之上的境界 而天地一部 则是对应后续境界的修炼 不过具体什么境界 我也不清楚 毕竟我的主人 便是陨落在 突破五神之上的天界下 不知玄老 有无天地一部的线索 在我主人还活着的时候 我有听说过一些消息 可以四字盖之 不在此界 难不成还有别的事件 我们有办法去吗 自然是有的 不过想离开此界 至少也要五神境的修为 对你来说为时尚早 对了 玄老 我已经到了 五尊十重圆满之境 但对于突破五圣境 没有半点头绪 不知道你能否给我解解惑 一道虚影 在徐峰面前缓缓浮现 这虚影便是玄老化神 玄老开口道 想来 你应该领教过五圣的手段吧 五圣的一大杀招 便是法则领域 因此要突破到五圣境 最重要的 便是要凝聚出 自己的法则领域 顿了顿 玄老接着说道 法则领域的凝聚之法 在我给你的那枚预检中有 你可以参悟一二 以你的悟性资质 突破五圣境 应该不难 徐峰听了玄老的话 心中一喜 连忙拿出玄老给他的预检 准备参悟 多谢玄老指点 徐峰拱手致谢 心中感激万分 玄老点点头 继续说道 凝聚法则领域 需要极高的悟性 和法则感悟 你在法则池中修炼 已有一段时间 法则感悟应有所提升 现在 你需要静心参悟预检中的内容 将自身的法则之力 与天地法则结合 才能成功凝聚出 属于自己的法则领域 徐峰听罢 深吸一口气 心中对突破五圣境 有了更清晰的方向 他就在法则池旁边 盘腿而坐 闭上双眼 开始细细参悟预检的内容 预检中详细描述了 凝聚法则领域的步骤 和注意事项 徐峰一边参悟 一边在脑海中 模拟法则领域的构建过程 逐渐理解了其中的奥妙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徐峰完全沉浸在 对法则领域的参悟中 法则之力 在他的体内缓缓流动 与天地间的法则产生共鸣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对法则领域的感悟 越来越深 体内的法则之力 也愈发凝炼 终于 在一次次的尝试和调整后 徐峰感觉到 体内的法则之力 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他心中一动 集中全部精力 按照预见中的指导 将法则之力向外扩散 试图凝聚出自己的法则领域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徐峰身上散发出来 周围的空间 仿佛都在这一刻变得凝重 徐峰紧闭双眼 全神贯注地 控制着法则之力的流动和扩散 逐渐形成一个 初具规模的领域 随着法则领域的逐渐成型 徐峰体内的法则之力 不断涌入领域之中 与天地间的法则 交织融合 终于 一个稳定的法则领域 在徐峰身周凝聚而成 徐峰睁开双眼 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 他站起身 感受到体内澎湃的法则之力 知道自己 已经成功凝聚出了法则领域 距离突破五圣镜 只有一步之遥 玄老 我已经初步凝聚出了法则领域 但感觉还差一些火候 请问 接下来该如何继续提升 徐峰恭敬地问道 玄老的虚影再次出现 微笑着说道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接下来 你需要不断磨练和稳固自己的法则领域 使之更加完善和稳定 当你将法则领域扩展到三丈方圆时 利用神识将法则领域拉入十海之中 与自身融为一体 便可突破五圣 此所为领域加深 无所不能 徐峰点头表示明白 感激地说道 多谢玄老指点 说吧 徐峰再次投入到修炼中 不断吸收着法则池的法则之力 来巩固和提升自己的法则领域 向着五圣镜不断迈进 法则池的法则之力 缓缓流入徐峰的法则领域 随着要力的不断注入 徐峰感觉自己的法则领域愈发稳固 领域内的每一寸空间 都充斥着强大的法则之力 时间一天天过去 徐峰沉浸在修炼中 几乎忘记了外界的存在 在徐峰的权力吸收下 法则池的水位也略有下降 在徐峰修炼的第三十天 徐峰心有所感 睁开了眼睛 法则领域施展开来 果然已经突破了三丈的界限 徐峰明白 突破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深吸一口气 凝神静气 全力催动神石之力 将整个法则领域覆盖 就是现在 徐峰心中一动 体内的神石爆发出来 与法则领域完美融合 而后神石猛地一拉 将整个法则领域 往石海中拉去 在法则领域 触及石海的那一瞬间 徐峰感觉自己的力量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整个人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 一道璀璨的光芒 从徐峰身上爆发出来 照亮了整个大殿 他的法则领域 在这一刻彻底稳固 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徐峰知道 自己已经成功突破到了五圣境 玄老的虚影再次出现 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 很好 徐峰 你果然不负我所望 成功突破到了五圣境 从今以后 你将拥有更强大的力量 和更广阔的天地 记住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坚持自己的道 永不放弃 徐峰站起身 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 心中充满了信心和决心 他恭敬地对玄老说道 多谢玄老的指点和帮助 我一定会牢记您的教诲 继续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成为 像玄与武神那样的强者 玄老点点头 微笑道 很好 突破了五圣 你在秘境之中 也有了自保之力 你可以去秘境之中探险 也可以继续在这修炼 你自行决定 你若想前往秘境探险 可以从前面那个传送阵进去 这次秘境的显现 是由于空间潮汐的作用 我估计再过两个月 空间潮汐便结束了 到时秘境之门便会关闭 玄老 这空间潮汐 结束了 会影响我用秘境钥匙进出吗 会有部分影响 现在利用钥匙进出 没有限制 到时候 要是消耗的能量更多 估计一年只能用一次了 还可以用就行 那我到不着急去探索秘境了 我先在这修炼吧 你倒是聪明 说实话 整个秘境最重要的东西 都在这了 你就算出去探索了 估计也找不到 比法则池更好的宝物了 徐峰点点头 这法则池 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在这修炼 可谓是一日千里 对了 玄老 五圣经的修炼 能给我讲讲吗 玄老没好气地笑道 你小子可真够懒的 给你预检都不会好好看吗 里面记载了一条 直通五神的修炼之路 你所有的疑惑 都能在其中找到答案 徐峰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这不是有着 见多识广的玄老在吗 我想着问你更快一点 行吧 那我就给你说说吧 不过 这是最后一次了 徐峰点头称谢 玄老便讲述了起来 五圣经的修炼 便是法则领域的增大 五尊一重 可将法则领域 修炼到二十里方圆 突破此界限 便是五圣二重 五圣二重将法则领域 突破到四十里方圆以上 便是五圣三重 每一重境界法则领域的限制 均为两倍之差 当你达到了 五圣十重圆满之境 法则领域可覆盖万里方圆 而增大法则领域的方法 便是不断吸收法则之力 同时也要提高自身神识 避免法则领域崩溃 了解了五圣经的修炼 徐峰在法则池边盘腿而坐 修炼了起来 徐峰静静地盘腿 坐在法则池边 他的呼吸平稳深沉 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他的双眸紧闭 心神沉浸在修炼之中 徐峰运转着功法 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他体内流转 他能感觉到 法则池中的法则之力 如同潮水般涌来 顺着他的经脉进入身体 这些法则之力 蕴含着无尽的奥秘 他们在徐峰的体内逐渐融合 与他的法则领域相互交融 随着法则之力的不断吸收 徐峰的法则领域 开始缓慢地扩张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力量在逐渐增强 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每一次扩张 都让他离武圣境更进一步 然而 随着法则领域的扩大 一股难以言喻的胀痛感 从他的脑海中传来 这种感觉就像是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挤压着他的神识 让他感到痛苦不堪 徐峰知道 这是因为 他的神识修为还不够强大 无法支撑法则领域的进一步扩张 徐峰知道 这是自己的神识修为不够 无法继续支撑 法则领域的扩张了 为了避免石海被撑爆 徐峰果断地停下了 法则之力的吸收 他深吸一口气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 然后开始修炼起 昆蓬化神诀 徐峰的心神 沉浸在昆蓬化神诀的修炼之中 他能感觉到 一股清凉的力量 在他的脑海中流淌 这股力量 不断地滋养着他的神识 让他的胀痛感逐渐减轻 随着修炼的深入 徐峰的神识变得越来越强大 他感觉自己 又能吸收法则之力 时间一天天过去 徐峰就这样交替 进行着神识修炼 与吸收法则之力 徐峰的法则领域 逐渐从几张方圆 扩展到了一里方圆 两里方圆 直到法则领域 扩张到十里方圆 徐峰才有感到石海的胀痛感 不知不觉 又修炼了一个月了 徐峰停下修炼 看向面板 年龄 十六 五道境界 五圣一重 法则之力 空间法则 LV 十 法则领域 空间 实力 修炼功法 地阶地书 天地玄黄诀 玄黄骗 LV7 初神入化 15500 6000 密法 不死天残宫 残 第三层 3300 3300 二品 蓝空剑诀 LV 九地境 30101 72000 三品 昆蓬化神诀 LV 九地境 20005 6400 三品 星陰不灭体 LV 九地境 19000 6400 四品 天地独尊长 LV 七初神入化 5800 14000 四品 无相风云露 风篇 LV 七初神入化 21400 神识 昆蓬神识 LV 九 破现点 七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此时面板中的昆蓬化神诀 已经达到了地境 接下来神识的提高 便是一个水魔功夫 只靠修炼功法 短时间很难有大幅度的提升 徐峰想起自己之前 在丹房里面找到了不少丹药 不知道其中是否有提高神识的丹药 他将空间戒指中的丹药一一取出 摆在面前 徐峰拿起一瓶丹药 打开瓶带 一股浓郁的药箱扑边来 徐峰小心翼翼地倒出一颗丹药 放在手心 这颗丹药呈现出一种深邃的蓝色 表面有着细腻的纹路 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徐峰将丹药放入口中 丹药入口即化 化作一股清凉的气流 仿佛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洗礼着 然而 徐峰并没有感受到神识的明显提升 他皱了皱眉头 心中有些疑惑 难道这颗丹药并不是提高神识的 还是说 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发挥作用 徐峰没有轻易放弃 他又拿起了另一瓶丹药 这颗丹药呈现出一种鲜艳的红色 散发着炽热的气息 徐峰将丹药放入口中 丹药瞬间化作一团火焰 在他的体内燃烧起来 徐峰的身体一阵颤抖 他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他的体内涌动 这股力量似乎想要冲破他的身体 让他感到一阵剧痛 但是 徐峰咬紧牙关 坚持着 他知道 这是丹药在发挥作用 他必须承受住这种痛苦 随着时间的推移 火焰逐渐熄灭 徐峰的身体也恢复了平静 他感受到自己的神识 有了一丝提升 虽然不是很明显 但这已经让他感到非常兴奋 徐峰继续尝试着其他的丹药 每一颗丹药 都给他带来了不同的感受 有的丹药 让他感到寒冷 有的丹药 让他感到燥热 有的丹药 则让他感到平静 徐峰试完药后 将其中有提升神识效果的丹药 放到一边 将其他丹药 重新收入空间戒指中 徐峰仔细地数了数那些 能够提升神识的丹药 一共有五瓶 每瓶里面有十一颗丹药 加起来 总共有五十一颗 如果把这些丹药 全部都吃完 想必我的神识 应该能够得到 不小的提升吧 徐峰暗自私存着 心中充满了期待 他拿起一颗丹药 毫不犹豫地放入口中 然后开始运转功法 炼化这颗丹药 丹药入口即化 化作一股清凉的气流 顺着他的喉咙流入体内 这股气流在他的体内游走 滋养着他的神识 徐峰感觉到 自己的神识 在逐渐变得强大 他的感知范围 随着丹药的炼化不断增加 见此 徐峰更加兴奋了 他更加努力地炼化着丹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徐峰炼化的丹药越来越多 他的神识 也变得越来越强大 终于 所有提升神识的丹药 都被徐峰炼化一空 徐峰吐出一口长气 睁开眼睛 一道莫名的白光 从其眼中射出 这是神识之力异散的表现 看向面板 昆蓬化神诀 已然达到了递进极限的层次 尽无可尽了 神识的提升 让徐峰又可以吸收法则之力了 于是 徐峰运转功法 吸收着法则驰的法则之力 提高法则领域的范围 随着法则之力涌入徐峰的身体 徐峰的法则领域不断扩张 从十里范围逐渐增大 十一里 十二里 最终达到了五圣一重的极限 二十里方圆 徐峰继续吸收着法则之力 企图冲破五圣二重的屏障 天地玄黄绝 全力运转 徐峰仿佛化身一只饕贴巨兽 不断吞吸着法则驰中的法则之力 只见法则驰驰水汇聚成一只水龙 朝着徐峰喷涌去 一瞬间 无尽的法则之力涌入徐峰身躯 徐峰感受到身体一阵阵的撕裂感 不过他还是咬紧牙关 一鼓作气将这股法则之力 灌入法则领域中 法则领域在这个力量的助力下 仿佛打破了一道屏障 突破了二十里的极限 多出了一丈方圆 虽然只是增加了一丈 但徐峰却感觉到 对法则领域的掌控力倍增 徐峰知道自己达到了五生二重镜了 徐峰睁眼看向法则驰 只见驰水叫原来已经少了大半了 这驰水应该还给我修炼一段时间 刚好离密镜关闭的时间 还有一个月左右 差不多能吸收完 徐峰自语道 徐峰看向面板 眼下 昆蓬化神诀的熟练度 已然达到了三品 昆蓬化神诀 LV 九地镜 6400 6400 极限 可破线 破线点已经有七点之多了 应该够破线了 徐峰将心神集中在 昆蓬化神诀上 默念道 给我破线 只见面板上破线点 瞬间减少了三点 三道流光 没入昆蓬化神诀中 面板上 昆蓬化神诀 被三道流光绞碎 化成一片混沌 逐渐演化 最终一道新的功法 在面板中生成 一品 无量神诀 LV 九地镜 45800 8000 徐峰试着运转了一下 无量神诀 顿时感觉到 一股清凉之意 涌入石海之中 滋润着他的神识 原来的昆蓬神识 也被新的神识取代 徐峰仔细一看 那道神识的模样 与自己一般无二 徐峰将神识散出 感应范围较之前 增加了一倍有余 同时 神识之力也强了不少 徐峰满意地点点头 神识的突破 让徐峰可以极限 吸收法则之力 扩展法则领域 于是 一个月的时间 眨眼急过 随着法则池中的池水 被徐峰彻底吸收 他的法则领域 已经扩展到了四十里方圆 达到了五胜二重镜的界限点 徐峰正想一鼓作气 突破五胜三重 却不想 那法则之力无以为继 让徐峰功亏一篑 徐峰睁开双眼 深吸一口气 看向法则池 果然法则池已经干涸 没想到 已经将法则池吸收完了 可惜 就差一点 就能突破五胜三重了 不知道距离秘境关闭 还有多久 徐峰对着虚空喊道 玄老 你还在吗 秘境还有多久关闭啊 我闭关都忘了时间了 徐峰话音刚落 玄老的身影 便出现在徐峰面前 不错 不错 看你的样子 已经快到五胜三重了 看来 你突破五神的那一天 不会太遥远了 玄老先是感慨了一番 随后接着说道 秘境还有一天 就要再次引入虚空了 之前和你一起 进入秘境的很多人 都已经离开了 正在秘境外等着呢 不知道可有死伤 徐峰问道 自然是有的 虽然这座秘境的生灵 都已经随着玄与五神 一起陨落在天结之下 但我关你们 此番进来的人 似乎来自不同的势力 互相之间的争斗 混乱不堪 大多数的死伤 都是这些争斗导致的 天拳宗可有人缘死伤 徐峰追问道 玄老贪贪手 说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 毕竟我也不知道 哪些是天拳宗的人 好了 你是要离开秘境 还是要留着 我可提醒你 要是留下的话 你想出去 便只能借住秘境钥匙了 这样的话 你再想进来 就得等一年了 玄老提醒道 徐峰想了想 法则池原有的法则之力 已经被自己吸收完了 现阶段留在秘境 没太大帮助了 于是徐峰说道 我还是先离开吧 对了 玄老 这法则池的池水 是怎么来的 这法则池 对修炼的帮助太大了 徐峰忍不住问道 玄老解释道 这法则池也是一件宝贝 可以自行凝聚法则之力 时间久了 凝聚多了 就成了池水的模样 徐峰一脸一动 那玄老 这法则池生成一池水 需要多久 我等他满了 再进来吸收一番 玄老失笑道 没那么快的 一年半载 能生成一个池底 都算不错了 你之前吸收的那一池 可是留了很久的 徐峰有些失望 好吧 那麻烦玄老 将我送出秘境吧 玄老点点头 说道 行 别忘了五神经再来找我 说完手一挥 徐峰的身影便消失在原地 转眼之间 徐峰便被玄老传送到了秘境之外 徐峰的身影从虚空现出 发现自己站在天绝山脉的秘境之门处 扫了眼四周 徐峰发现在此地的人 比进去前的人要少了不少 特别是烂陀寺和妖兽势力 人数骤减一大半 其中烂陀寺的几个和尚 双目赤红地盯着朝清王一行人 而朝清王一行人 却是风轻云淡 浑身喜意 溢于眼表 南北伤寒的人还算齐全 一脸平淡 天绝宗的大部分人也都在 徐峰天全宗大部队走去 陆长老看到徐峰走来 对着徐峰点点头 笑着说道 我记得你 你是徐峰吧 看你的样子 在秘境中应该收获不小 一身实力 都快赶上我这个老家伙了 徐峰文言笑笑 说道 哪能呢 陆长老 您的实力我可万万不及 随着徐峰的接近 天绝宗其他人才明白了 陆长老所说的意思 他们能明显感觉到 徐峰身上的气势 已经达到了五胜境界 这如何不让他们震惊 进入秘境短短两个月 徐峰竟从五尊突破到了五胜 徐峰也有些无奈 他也不想过于展示自己的实力 但由于吸收太多法则之力 突破速度太快 他还无法将自己的修为收敛起来 徐峰站在天全宗人群中 和其他人一样 等着秘境之门的关闭 每家势力都在等着自家的人出来 过了没多久 那庙友和尚 猛地从秘境之门冲了出来 只见庙友和尚一出秘境 便将目光锁定在朝亲王一行人身上 满脸怒容 朝着朝亲王咆哮道 鸡巢 你这个卑鄙小人 竟然暗算于我 我与你不死不休 说吧 庙友和尚一拳轰向朝亲王 庙友和尚的怒吼声如雷鸣般 响彻在场所有人的耳中 他那带着滔天怒火的一拳 裹挟着强大的气势 直奔朝亲王而去 朝亲王眉头一皱 迅速抬手 一道璀璨的金光 在他面前形成一道金色屏障 挡住了庙友和尚的攻击 庙友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朝亲王的声音冰冷 带着一丝不屑 庙友和尚怒目原争 声如红中 你在秘境中暗算于我 今日我必要与你一决高下 周围的人群也纷纷看向这边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各大势力的强者 都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这时 天拳宗的陆长老 上前一步 站在两人之间 陈生说道 两位道友 请暂时收手 这秘境之门 正处于关闭的关头 空间极其不稳定 现在还有一部分人 在里面没有出来 两人的交手 可能导致这秘境之门 提前关闭 这可就害了 还在秘境之中的人了 朝亲王冷笑一声 收回了手掌 金光屏障随之消失 他看向庙友和尚 淡淡说道 今日我不与你计较 但你要记住 在秘境中的事情 都是凭本事 若你说了 只能怪你既不如人 庙友和尚满脸怒色 但见到周围各大势力的强者 都看向自己 最终还是压下了怒火 冷哼一声 不再追击 就在此时 秘境之门再次闪烁 更多的人从秘境中走了出来 天泉宗的弟子们 也陆续归队 所有人都出来了 天泉宗的陆长老扫尸一圈 满意地点了点头 大家准备一下 我们可以回踪了 陆长老对着天泉宗众人说道 随后 陆长老对周围的各大势力 拱了拱手 道 诸位道友 秘境之行已结束 我天泉宗先行告辞 想走 没门 妖兽势力中 一只妖圣出声说道 随后其长笑一声 只见四面八方 涌来众多妖兽 顿时将人族各大势力的人 围在了中央 那些妖兽 各个凶猛异常 气息汹涌 显然是准备发起攻击 陆长老目光一寒 手中长剑一挥 冷声道 等于作何 那只妖圣宁笑道 把你们在秘境里找到的宝物 都给我留下来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陆长老知道 此刻不能示弱 他运转真元 剑上光芒大圣 喝道 天泉宗弟子听令 随我斩妖 天泉宗弟子们纷纷拿出武器 与妖兽对峙着 徐丰也站在其中 心中暗自戒备 准备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大洲皇室 南北商行等人 也纷纷摆出了战斗姿态 妖圣健壮 冷笑一声 看向妙友和尚 出声说道 妙友 你还不动手吗 是要等到什么时候 妙友和尚文言 哼了一声 不满地看向那妖圣 开口说道 我可不是你的下属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随后妙友和尚 看向朝亲王一行人 大洲皇室一行人 舅舅交给我了 天泉宗和南北商行 由你们对付 事成后 战利品 我要拿一半 众人听到妙友和尚的话 纷纷露出金融 随即大怒 没想到烂陀寺一行 竟然勾结了妖兽 妙友和尚说吧 带着一众和尚 朝着朝亲王一行攻击而去 集朝 今天你的命我收了 你就安心地死在这里吧 妙友和尚 对着朝亲王叫嚣道 就凭你吗 还差点意思 朝亲王不屑道 妖圣健壮 冷笑一声 示意手下妖兽们 发动攻击 请客间 四周妖兽同时扑向天泉宗 和南北商行等人 陆长老挥剑迎敌 一道道剑气 从他剑上击射而出 将扑来的妖兽击退 他沉声说道 各位 生死在此一搏 若能逃出去 回到宗门 禀报此事 徐丰与其他弟子 一起抵挡妖兽的进攻 他的神识散开 敏锐地捕捉到 每一只妖兽的动作 指挥弟子们 有条不紊地进行防御和反击 尽管妖兽众多 攻势凶猛 但在天泉宗众弟子的 齐心协力下 妖兽也难以建功 徐丰利用自己 刚刚突破的法则领域 将攻击力提升到极致 一道道剑气和法则之力 不断击退妖兽 稳住了阵脚 就在这时 陆长老突然感到 一股强大的气息逼近 猛然回头 看到那只妖圣 正凝聚强大的力量 准备发出致命一击 小心 陆长老提醒道 徐丰也感应到了 那股危险的气息 立刻集中精力 将法则领域全力展开 准备迎接妖圣的攻击 妖圣凝笑一声 双掌猛然推出 一道黑色光柱 直射而出 带着毁灭般的气息 直逼天拳宗众人 关键时刻 徐丰以天地玄黄诀 催动法则之力 将法则领域集中在一点 迎上了那道黑色光柱 两股力量在空中激烈碰撞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整个空间仿佛都在震动 片刻之后 黑色光柱逐渐消散 徐丰成功挡住了妖圣的攻击 那妖圣目光中 露出一丝惊讶 没想到自己的攻击 竟被徐丰挡住了 陆长老见状 目光中闪过一丝赞赏 他也没想到 徐丰的实力竟然能挡住一只 妖圣十重妖兽的攻击 妖圣健壮 再次长笑一声 瞬间数只妖圣级妖兽 朝着天拳宗众人攻击而来 陆长老刚想出手逼退 却被那领头妖圣缠住了 一时之间难以救援 只得大喊道 五圣级长老 给我拦住他们 天拳宗各长老得令 纷纷朝着飞来的妖圣级妖兽迎了上去 战成一团 缺少了五圣级长老的帮助 众弟子对着一众妖兽的攻击 变得有些力不从心 徐丰健壮 大声喊道 五圣级以下弟子都到我身后来 众人闻言 想到徐丰已经突破了五圣 于是纷纷来到徐丰身旁 只有一个白衣弟子不为所动 还在那不断斩杀着妖兽 叶无双 你快过来 妖兽太多了 别逞强 徐丰身后 一个弟子朝着那白衣弟子喊道 原来那人便是通天塔五尊榜第一名的叶无双 难怪有如此实力 叶无双文言 露出一个笑容 说道 无妨 我还能支撑一二 多少可以给你们减轻点压力 徐丰见叶无双的样子 似海有余力 于是便没有劝他 徐丰看向四面八方涌来的妖兽 法则领域施展开来 笼罩着四十里方圆 随后伸出双手猛地下压 地 近断蓝空 地近的近断蓝空与法则领域叠加 瞬间领域内的妖兽纷纷爆炸开来 化作无数血雨从空中落下 众人见状 无比震惊 徐丰只是出了一招 就造成了一片妖兽真空地带 那领头妖兽见状愤怒不已 朝着徐丰怒吼道 可恶的小子 我要生死了你 可惜他被陆长老缠住了 也无法对徐丰出手 于是他看向了一旁与朝亲王站在一起的妙友和尚 大喊道 妙友 帮我杀了那个小子 战利品多给你一成 妙友和尚听到那领头妖兽的呼唤 眼中闪过一丝贪婪的光芒 他看向徐丰的目光充满了凶狠和欲望 记住你的话 明郎妖圣 妙友和尚说道 只见妙友和尚一拳逼退朝亲王 全身轻轻爆起 身形不断变大 嘴里长出了獠牙 双臂变粗 毛发浓密 双掌变成了爪子 朝亲王惊惑道 妖化 妙友你竟然走了妖舞者 一道 烂驼四当面 嘿嘿 只要把你们都杀了 又有谁会知道呢 妙友宁笑道 妖化后的妙友和尚 实力暴涨 身形一闪 出现在朝亲王身旁 一爪抓下 先杀了你以报秘境之仇 朝亲王连忙抵挡 可惜对上妖化后的妙友和尚 还是被一爪 划出了道道口子 妙友乘胜追击 一双利爪 不断抓向朝亲王 不一会儿 朝亲王便满身鲜血 倒在了地上 大周皇室其他人 赤红着眼 朝着妙友攻击而来 可惜都不是妙友的一和之敌 请天泉宗长老 舅舅我家殿下 大周皇室必有后报 一个大周皇室的人 朝着天泉宗众人喊道 其他长老都抽不开手 只有徐丰 有办法帮忙了 徐丰也不想做事 朝亲王死于妙友之手 不说他原来是大周列妖位成员 现在也是大周武堂议员 成了大周的情 另外 他也懂纯王齿寒的道理 若是大周等人被杀 他们便得同时应付妖兽和烂驼寺了 于是 徐丰身形一转 出现在朝亲王前面 直面妙友和尚 妙友和尚哼哧哼哧笑着 没想到 你小子到自己送上门来了 说吧 妙友故技重施 利爪朝着徐丰抓去 徐丰瞬间幻化出进光刀 不断挥刀 挡住妙友的利爪 刀 找香蕉 不断发出 枪枪的响声 见自己的攻击没有作效 妙友全身旋转了起来 化身风暴 朝着徐丰席卷而去 找击风暴 徐丰见状 手中的进光刀 不断挥出 蓝空剑绝 山峰狂舞 无数剑气宛若山峰 朝着妙友化身的风暴 不断打去 活生生抑制住了 风暴的前进趋势 妙友和尚见状攻势一转 双臂冒出了黑气 缠绕在爪子上 猛地朝着徐丰 重重滑下 无声明爪 那黑色爪刃 朝着徐丰飞来 徐丰不敢大意 直接使出了 蓝空剑绝的杀招 双手握住进光刀 重重劈下 蓝空剑绝 地空蓝 只见一道巨大的剑光 带着无尽的空间法则之力 朝着妙友和尚射去 那剑光将那黑色爪刃 泯灭于虚无 威力不见继续飞向妙友 妙友企图躲闪 可惜 浑身仿佛被定住了死的 动弹不得 妙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惊恐 双目死死盯着那飞来的剑光 就在妙友生死关头之际 那领头妖圣口中吐出一团黑气 将妙友和尚覆盖 剑光看在黑气之上 发出滋滋的响声 随后 剑光与黑气都消敏于无形 一道巨大的伤痕 出现在妙友和尚的身上 鲜血直流 在那黑气消失之后 那领头妖兽的气息 变得有些萎靡 陆长老剑壮 穷追猛打 将那妖兽打得鲜血淋漓 那妙友还正正地待在原地 徐峰没有放过这个好机会 顺移到妙友身旁 一刀筒向妙友的心口 那妖兽剑壮 大喊道 妙友 你在干什么 妙友听到妖声的喊声 回过神来 见徐峰一刀筒来 慌忙扭转身子 躲过了致命的位置 但还是被徐峰一刀捅了的对穿 妙友强忍伤痛 迅速后退 徐峰趁势追击 星陨不灭体 全力施展 一颗巨大的黑洞 在徐峰身后生成 无数进光射出 将妙友紧紧包裹 妙友企图挣脱 可惜伤势的影响 让其无法施展出全力 被黑色进光越裹越紧 徐峰大喝一声 无尽星报 只见那包裹着妙友的黑色进光 不断爆炸开来 里面的妙友在爆炸下 血肉横飞 进光散去 里面的妙友一紧 不成人形 吊着一口气 苟延残喘了 徐峰准备给妙友致命一击 可惜其他妖圣及妖兽见此情景 都摆脱开其他五圣长老的纠缠 朝着徐峰飞来 徐峰见状 进光刀幻化于手 无量神觉施展开来 将法则领域极尽压缩 融入进光刀中 只见进光刀闪烁着一丝一样的光芒 徐峰朝着飞来的妖圣 手中刀一挥 一道极尽浓缩的法则 见光猛地射出 那见光速度极快 那妖圣反应不及 被见光划过 只见那妖圣的身躯 在见光划过之后 身形逐渐消失 脸上神情惊恐无比 仿佛见到了世间最恐怖的事 最终其身形如风中尘土一般 消散于无形 徐峰不断挥刀 飞来的树枝妖圣 都在这一刀下化为飞灰 领头妖圣一脸难以置信 随后声音颤抖的大声喊道 先撤退 众多妖兽在其指挥下纷纷退去 领头妖圣还想救援妙友 可惜徐峰始终盯着他 他也不敢冒进 无奈之下 领头妖圣也随着一众妖兽退去了 徐峰见状 来到妙友和尚身旁 一刀砍下 妙友和尚瞬间失去了生息 看到一众妖兽退去后 众人将矛头指向了剩余的烂陀四弟子 很快 在众人围剿之下 烂陀四弟子便被屠戮一空 陆长老来到朝亲王身旁 看着躺在地上浑身是血 人是不知的朝亲王 陆长老拿出了一颗丹药 送入朝亲王口中 然后对着一旁照顾朝亲王的人说道 好了 这一刻九转生死丹 可以保住他的生机 你们赶紧带他回去吧 随后 陆长老转身对着一众天权宗弟子说道 众弟子 随我回宗 接着又对着大洲皇室 南北商行等人说道 各位 后会有期 我等先到辞了 随后 陆长老飞向天空 带着一群弟子往天权宗飞去 徐丰也在其中 紧紧跟随 本以为此行可以安稳地回到天权宗 却不料 刚走到半路 从天绝山脉的方向 飞来了无数妖兽 如黑云鸭城般密密麻麻 陆长老见此情景 皱着眉头 对着众人说道 不好 那妖兽忘我之心不死 加快速度 尽快回宗 徐丰心中一领 看着密密麻麻 如黑云鸭城般飞来的妖兽 知道这次危机非同小可 陆长老的指示 让他更加警觉 立即加快了飞行速度 与其他弟子 一起朝天权宗的方向 急速飞去 众人一路急行 陆长老在前方开路 不断发出强大的法则之力 阻挡那些试图靠近的妖兽 徐丰和其他弟子 则紧紧跟随 保持队形 不敢有丝毫懈怠 然而 妖兽数量实在太多 他们如潮水般涌来 一波接一波 似乎无穷无尽 尽管众弟子全力应对 但形势依然十分紧张 在飞行过程中 徐丰突然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后方逼近 他转头一看 发现是一只 武圣巅峰的妖兽 正迅速向他们靠近 陆长老 有强大的妖兽逼近 徐丰大声提醒道 陆长老回头一看 神色一沉 立即吩咐道 所有弟子继续前进 武圣巅长老所有断后 陆长老 我们也能斩药 一众弟子喊道 你们还年轻 未来交给你们 现在就交给我们这些老家伙吧 陆长老心未到 好了 听陆长老的 你们赶紧走 时间不等人 另一个长老也出声说道 陆长老目光看向徐丰 而后说道 徐丰 你掌握着空间瞬移 我要你现在迅速施展空间 瞬移回宗 向宗门禀报此事 速来救援 徐丰点点头 随后施展空间瞬移 不断靠近天拳宗 众弟子迅速按照陆长老的指示 继续往天拳宗飞去 那只武圣巅峰的妖兽 发出一声震天怒吼 带着狂暴的气息 扑向众人 陆长老率先迎战 挥动长剑 与妖兽激烈交锋 徐丰不断施展着空间瞬移 以他如今的空间法则造诣 不过 片刻变到了天拳宗 徐丰迅速前往长老殿 找到了指手长老 着急说道 长老 前往天拳山脉 武神秘境一行人 现在正在被无数妖兽围攻 赶紧召集人马前往救援 指手长老听到徐丰的话 目光一宁 你说的可是真的 自然 陆长老携疑众长老 正在为弟子们断后 再不 赶紧过去 帮忙就晚了 你且稍等 恰好宗主已经回宗 我去禀报一二 徐丰焦急地等着 不过几个呼吸时间 指手长老 与一个气宇轩昂的白袍中年 一起出现在徐丰面前 指手长老对着白袍中年说道 宗主 消息 是这位名叫徐丰的弟子带回来的 原来白袍中年 便是天拳宗的宗主 袁天璐 你叫徐丰是吗 目前众长老与一众妖兽 在何处战斗 你给我指个方向 白袍中年说道 徐丰对着袁天璐行礼道 是 宗主 在那个方向 徐丰说着 指了一个方向 袁天璐目光朝着徐丰所指方向看去 看了一会 目光收回 说道 却有此事 且情势不容乐观 我先行一步 你召集人马随后过来 指手长老得令后 便去召集人手了 袁天璐说完 身影瞬间消失 显然已前往战场 徐丰见此情景 也赶忙施展空间 顺移往战场方向前进 很快 徐丰便来到了战场 只见一众长老各个带伤 袁天璐早已到了此地 将一众长老护持在身后 对着一众妖兽说道 且退去吧 此事到此为止 领头的一只妖兽 宁笑着说道 退去 不可能 袁天璐 你们的人杀了我们 众多妖圣级的族人 他们必须长命 袁天璐皱着眉头说道 九头妖帝 秘境之事 本事各凭本事 何来长命之说 九头妖帝怒吼道 废话少说 给我死了 随后带着一众妖兽 朝着天拳宗众人攻击而来 哎 又要遭杀孽了 袁天璐叹息一声 而后抬起右手轻轻挥下 瞬间万籁俱进 若真可闻 那无数妖兽 顿时被定在虚空中 同时 无数白光 从袁天璐手中射出 朝着一众妖兽飞去 九头妖帝一脸惊骇 你难道 不可能 已经突破了五神 眼看一众妖兽 就要死在那白光之下 一只巨爪 从天觉山脉的方向探出 帮一众妖兽 挡下了这一击 随后一道身影 出现在一众妖兽前面 那身影缓缓浮现 是一个头伸双脚 身穿青袍的老人 多谢妖神大人 一众妖兽 朝着青袍老人跪拜道 是你 青蛟妖神 此事是你主导 袁天璐惊讶地看着青袍老人 问道 青蛟妖神摇摇头 说道 不是 我只是恰逢其会 不过 却不能做事 你屠戮这些妖兽 我也不想多造杀念 既然你出面了 不若此事作罢 各自退去 如何 可 接下来的三年内 我会作证万兽领 妖兽不出万兽领 人族也不可入万兽领 如何 可以 希望你能约束好妖兽 不然 万兽领恐怕要不存于事了 谈拢后 双方各自退去 徐丰也跟着众人 返回了天泉宗 在与其他人的交谈中 徐丰也了解到 原来元天璐之前 只是五帝境界 由于万兽领 有着众多妖帝 因此屡次来犯 这次突破五神 本想秘而不发 寻找机会 一举青蛟妖神 没想到那青蛟妖神 竟然现身了 估计也没机会了 回到天泉宗 徐丰修整了一番 随后便听说 宗主发布命令 取消了万兽领的 猎妖任务 这意味着 往后贡献值的获取 更加难了 徐丰现在处于 五神二重的境界 正需要大量的贡献值 换取修炼资源 来增进修为 却不想获取贡献值的渠道 瞬间没了一大半 没了猎妖任务 其他的任务 估计都抢破头了 徐丰想着 还是先前往任务处看看 来到任务处 果然领取任务的弟子 大排长龙 徐丰想了想 不打算跟其他弟子 抢任务了 他准备离开宗门 出去游历一番 顺便看 能不能找到一些机缘 打定了主意 徐丰来到长老殿 准备把自己离宗游历的事 向长老报备 长老殿今日值班的长老 恰好是陆长老 看到徐丰过来 陆长老露出笑容 对着徐丰说道 徐丰 你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吗 徐丰拱了拱手 说道 陆长老 我打算离宗出去游历一二 特此过来报备 陆长老闻言 点点头 说道 你年纪轻轻便已突破五胜 是该出去走走 沉淀沉淀心静 我听说 你是来自大洲武堂 不错 我原来是大洲武堂的学子 那我建议你前往 大洲黄都的武堂总部 或者是猎妖司 在其中历练一二 毕竟 红尘最识练人心 多谢长老建议 我也有次打算 徐丰对陆长老的建议表示感谢 再次行礼后 便离开了天泉宗 离开宗门后 徐丰朝着中州大洲黄都的方向 一路急行 不久便来到了大洲黄都 黄都的繁华和热闹 让他感到耳目一新 街道上人来人往 各种店铺临次至比 显得生机勃勃 徐丰先前往武堂总部 拜见了几位武堂的长老 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武堂长老们 见徐丰乃是武圣修为 便想让徐丰担任武堂的长老 不过徐丰对他们解释自己 同时也是天权宗弟子 不太适合担任武堂长老一直 武堂长老们知道后 也打消了让徐丰担任 武堂长老的打算 不过他们 还是对徐丰的来访表示欢迎 并将他安排在武堂内 暂时居住 在武堂总部休整了几天 徐丰决定先前往烈妖丝 那里任务更多 奖励也更丰厚 徐丰找武堂长老 说明了自己的打算 武堂长老闻言笑道 徐丰 你想进入烈妖丝 那还不简单 这样 你且先在武堂待着 我却将此事 与烈妖丝阵服使说下 看他怎么安排 徐丰道谢 随后 武堂长老便离开了 没多久 武堂长老回来了 手里还拿着一纸任命书 徐丰 烈妖丝阵服使知道 你想加入烈妖丝 特意让我拿回这封任命书 封你为烈妖丝指挥使 好让你便宜行事 长老说着 将任命书递给徐丰 徐丰收下任命书 忙对长老称谢道 多谢长老 长老摆摆手 随后 徐丰告别长老 前往烈妖丝 来到烈妖丝 徐丰走完了入职流程 便前往了任务处 徐丰指挥使 这里有几项任务 您可以选择 直视拿出几卷任务卷轴 递给徐丰 徐丰展开卷轴 逐一查看 任务一 剿灭黑山妖狼群 任务难度 中等 任务内容 黑山妖狼群在中州北部黑山肆虐 伤害百姓 请前往剿灭 确保周边村庄的安全 任务二 在采药过程中失踪 请前往寻找 确保其安全归来 任务三 清剿殷尸门余孽 任务难度 高 任务内容 殷尸门余孽 在中州东部活动频繁 祸害百姓 请前往清剿 彻底铲除其势力 徐丰思索片刻 最终选择了难度较高的 清剿殷尸门余孽任务 殷尸门这听着 便有一股阴间气息的名字 不知是何种门牌 徐丰打算去见识一二 我选择任务三 清剿殷尸门余孽 徐丰对执尸说道 执尸点点头 将任务卷轴交给徐丰 并附上一些任务所需的情报和地图 徐指挥时 这个任务的风险较高 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如果有任何情况 请及时联系列妖司 我们会派人支援 多谢提醒 我会谨慎行事的 徐丰接过任务卷轴 拱手道谢 随后 徐丰按照地图上的指引 前往中州东部殷尸门活动的区域 在赶往任务地点的途中 徐丰经过一片密铃 忽然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杀气 他立即警觉起来 迅速隐藏身形 静观其变 不远处 几名黑衣人正在围攻一个年轻女子 女子虽然伸手不凡 但寡不敌众 逐渐落入下风 那几个黑衣人浑身冒着一股阴冷的气息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徐丰心中一动 决定出手相救 他运转篮空见绝 身形如鬼魅般闪现到黑衣人身后 迅速出手 挤到剑光闪过 黑衣人纷纷倒地 那名女子见到救星到来 心中大喜 迅速推到徐丰身后 传袭着说道 多谢这位公子相救 敢问尊姓大名 在下徐丰 天全宗弟子 姑娘无需多理 先看看你有没有受伤 徐丰说道 女子点点头 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伤势 发现并无大碍 他感激地对徐丰说道 小女子名叫林若兰 是林耀谷的弟子 刚才那伙人是殷尸门的爪牙 多谢徐公子出手相救 原来是林姑娘 我正在执行猎妖丝的任务 清剿殷尸门余孽 不知林姑娘可知道 这殷尸门余孽的所在 徐丰问道 林若兰听了 点头说道 当然知道 我就是误入了他们的据点 才被他们追杀 既然这样 可否请林姑娘为我带路 徐丰问道 你救了我一命 我还不知道 怎么报答你呢 区区带路这种小事 自然没问题 徐丰与林若兰 向殷尸门的老巢进发 走了一段时间 他们终于抵达了殷尸门的老巢 一片殷森恐怖的废墟 这里遍布着浓浓的阴气 四周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死气 徐丰目入不解 看向林若兰 林姑娘 你怎么会找到这种地方 林若兰解释道 这种充满死气的地方 通常会有幽冥草的存在 我是过来找要 无意中发现殷尸门的 随后 林若兰指向废墟的位置 说道 那些人便是从那里出来的 徐丰运转无量神诀 将神识散开 发现废墟深处 有一道隐蔽的通道 那里有一条隐秘的通道 我进去看看 你在外面等我 林若兰点点头 在周围找了个地方 小心隐蔽着 徐丰朝着通道不断前进 通道蜿蜒曲折 四周布满了殷尸门的阵法和机关 徐丰运用无量神诀的强大神识 轻松破解了一道道机关陷阱 最终顺利到达了通道尽头 在通道尽头 是一间宽敞的地下大厅 大厅中央有一个巨大的法阵 法阵周围站着数十名殷尸门弟子 正在进行着某种邪恶的仪式 徐丰眼神一鸣 按道看来他们正在进行某种重要的仪式 必须阻止他们 徐丰前行至大厅边缘 选定了最佳的攻击位置 瞬间徐丰出手 剑光闪烁间 数名殷尸门弟子便被击倒在地 其余殷尸门弟子反应过来 纷纷拔出武器 朝徐丰攻击而来 徐丰施展出天地玄黄诀 法则领域展开 形成一片强大的能量场 瞬间压制住了数名敌人 就在徐丰要将殷尸门的人 涂入一空时 大厅深处突然传来一阵阴冷的笑声 一个身穿黑袍的老者 缓缓走出 正是殷尸门的门主 殷爵老人 没想到竟然有人能找到这里 看来你有些本事 殷爵老人冷笑道 徐丰目光如炬 冷冷说道 你便是殷尸门的老大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殷爵老人哈哈大笑 眼中闪过一丝杀鸡 小子口气倒是不小 就让我看看 你有什么能耐 话音未落 殷爵老人双手结印 顿时整个大厅 被一股强大的殷气笼罩 形成一个巨大的殷尸领域 殷尸门弟子们 在这领域中 战力大增 纷纷朝徐丰扑来 看那殷尸领域笼罩的范围 这殷爵老人的修为 至少是五生六重的存在 徐丰不敢大意 全力撑开法则领域 这些妖兽尸体从地下爬了上来 这些妖兽殷尸 散发着强烈的殷气 气势进阶不弱于妖圣境 而且数量还不少 嘿嘿嘿 看到了吗 我的殷尸大军 接下来 我会把你变成他们中的一员 殷爵老人冷笑着对徐丰说道 眼中闪烁着邪恶的光芒 徐丰看向那些妖兽殷尸 眉头紧锁 心中暗道 这些妖兽殷尸的气势如此强大 看来今天的战斗有些棘手 他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幻化出镜光刀 朝着最近的一只妖兽殷尸砍去 镜光刀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带着无尽的风锐 瞬间斩向那头妖兽殷尸 妖兽殷尸的反应速度极快 他挥动聚爪 迎向徐丰的攻击 两者在空中相撞 发出一声巨响 力量的碰撞激起了漫天尘土 徐丰运转天地玄黄绝 体内玄黄之力涌动 镜光刀的威力瞬间暴涨 妖兽殷尸被斩成两半 然而更多的妖兽殷尸紧随其后 朝徐丰围攻而来 看到围过来的妖兽殷尸越来越多 徐丰没有犹豫 镜光刀一转 一记剑招使出 蓝空剑爵 山峰狂舞 无数剑气充斥着整个大厅 不断切割着大厅中的妖兽殷尸 一片片的妖兽殷尸 在这剑气切割中倒下 英爵老人见状 不再做事 可恶的小子 竟敢如此伤害我可爱的殷尸 我饶不了你 英爵老人身形如烟般消散 再一转眼人 已出现在徐丰身旁 一爪朝着徐丰心口抓来 英爵掏心爪 徐丰不慌不忙 手中镜光刀一撤 挡住了英爵老人一爪 镜光刀刀锋一转 徐丰用力挥出 蓝空剑爵 蓝宇定空斩 空间法则喷泊出 将英爵老人的身影定在当场 蓝空剑气从英爵老人手臂划过 带走一片血肉 可恶 你竟敢伤我 我决定了 我不要把你制作成英尸了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已谢我心头之恨 英爵老人怒道 英爵老人双手结印 英气狂涌而出 朝徐丰扑去 徐丰看着英气涌来 不慌不忙 静光刀猛然挥出 蓝空剑爵 空谷幽兰 一道巨大的剑气 瞬间将黑气冲破 并朝着英爵老人斩下 英爵老人看着剑气目自欲裂 大喝一声 万师不死身 只见那英爵老人 被剑气切成两截 而后两截身体 又瞬间融合在一起 嘿嘿 你杀不死我的 我的万师不死身是无敌的 英爵老人疯狂大笑道 徐丰见状 轻吐一口气 收起静光刀 沉下心神 默念无量神爵口诀 神识之力迅速凝聚 伸出双手 猛地下压 地 静断蓝空 徐丰大喝一声 空间领域 瞬间冲破英诗领域 英爵老人脸色大变 口中喷出一口鲜血 身形摇晃 英诗领域瞬间崩溃 徐丰抓住机会 静光刀浮现 一刀刺穿了英爵老人的心脏 啊 英爵老人发出一声惨叫 倒在地上 气息迅速消散 随着英爵老人的死亡 所有的妖兽英诗 瞬间失去了力量 纷纷倒地 化作了腐朽的尸体 徐丰走到英爵老人尸体旁边 神识在英爵老人身上扫了一圈 找到了 徐丰蹲下身 从英爵老人身体上 拿出了一枚空间戒指 而后神识探入其中 只见空间戒指中 放着不少妖兽和舞者的尸体 应该是英爵老人 准备用来制作英诗的材料 徐丰将其中的舞者尸体拿出 并焚烧干净 其他的妖兽尸体 倒是可以拿出买点赚点原石 收拾完之后 徐丰往外走去 找到林若兰 说道 林姑娘 英诗门一灭 我准备回黄兜了 你有什么打算吗 林若兰一脸崇拜地看着徐丰 没想到 徐丰进单枪匹马 将殷尸门覆灭了 我和你一起 去黄兜吧 刚好去找看看我师父 随后 徐丰和林若兰 朝着大洲黄兜的方向走去 回到黄兜 徐丰对着林若兰说道 林姑娘 我准备回烈14提交任务了 就此告辞 后会有期 徐丰说完准备离开 林若兰连忙叫住了他 等等 徐丰 我会暂时在城中的单胜堂落脚 你有空可以来找我玩 徐丰点点头 我现在暂时住在舞堂里 你有需要帮忙的 也可以来找我 林若兰文言露出了笑容 那就说定了 到时候我来找你 你可别躲着我 徐丰告别了林若兰 独自前往列14的任务处 将任务完成的情况如实禀报 负责任务处的长老 仔细合对后 确认了任务完成的真实性 给予了徐丰800点八星攻击点 800点八星攻击点 还算不错 徐丰看着令牌中的攻击点 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随后前往兑换处 准备看看能换些什么 增进武圣修为的宝物 兑换处的弟子见到徐丰 恭敬地迎了上来 徐指挥时 请问有什么需要兑换的吗 我需要一些 能增进武圣修为的宝物 不知你们这里有什么推荐 徐丰直接说道 那弟子微笑着说道 徐指挥时请随我来 这边是我们猎妖丝 专门为武圣进强者准备的宝物区 徐丰跟随弟子来到宝物区 只见各类宝物琳琅满目 令人眼花缭乱 那弟子指着几样宝物说道 徐指挥时 这些都是对武圣进修为 有极大帮助的宝物 比如这枚玄天丹 武圣五重以下 可以提升一重境界 不过只有第一次服用有效 这件法则玉 内含强大的法则之力 可以帮助扩展法则领域 还有这本神识秘点 对提升神识有极大帮助 徐丰细细查看每样宝物 心中暗自权衡 这枚玄天丹要多少攻击点 徐丰问道 玄天丹需要600点八星攻击点 那弟子回答 徐丰点点头 又问道 法则玉和神识秘点呢 法则玉需要400点八星攻击点 神识秘点需要500点八星攻击点 那弟子答道 徐丰思索片刻 自己目前已经处于突破五胜三重的临界点了 没有必要浪费玄天丹的突破机会 于是 徐丰决定兑换一枚法则玉 用于突破五胜三重 决定好后 徐丰说道 给我来一枚法则玉 那弟子恭敬地说道 好的 徐指挥时请稍等 他转身去取了法则玉 交给了徐丰 徐丰支付了攻击点后 收起法则玉 心中感到一阵满足 虽然攻击点消耗不少 但这枚法则玉 应该能帮他突破至五胜三重 多谢你了 徐丰对那弟子说道 不客气 徐指挥时 如果还有其他需要 随时可以来找我们 那弟子微笑着说道 徐丰离开兑换处 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他盘腿而坐 取出法则玉 握于手中 开舌修炼 徐丰运转着天地玄黄诀 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法则之力 从手中的法则玉扩散出来 被徐丰吸入 融入到法则领域之中 随后徐丰运转无量神诀 神识将这股法则之力 不断压入法则领域 随着手中法则玉 越变越小 五胜三重的屏障 也被徐丰悄然冲开 最终法则玉消散化为虚无 徐丰的法则领域 也扩张到了41里的方圆 徐丰感受到 自己的法则领域逐渐扩展 心中一阵畅快 法则玉的力量 帮助他突破了五胜三重的屏障 他的修为也随之提升 终于突破了 徐丰睁开眼睛 眼中闪烁着精芒 他站起身来 感受着自己体内澎湃的力量 和更加广阔的法则领域 心中充满了自信和期待 既然已经突破五胜三重 可以再去接点任务座了 徐丰喃喃自语 徐丰起身前往猎妖丝 往任务处走去 准备看看 有哪些适合的任务 徐丰来到猎妖丝的任务处 任务处指示迎了上来 徐指挥时 您来了 可是要接取任务 徐丰点点头 说道 有什么任务 拿出来看看 指示拿出几卷任务卷轴 递给徐丰 徐丰展开卷轴 逐一查看 其中上次看到的 剿灭黑山妖狼群 和寻找失踪的灵药师 这两个任务 也还没有完成 同时还多了两个任务 分别是 保护商队 有一支商队 需要穿越大洲边境 前往大前 需雇佣五圣进舞者护送 以确保安全 任务奖励 是相当可观的一笔原石 追捕逃犯 一名逃犯 曾是大洲皇室的叛徒 现藏匿于某个隐秘地点 需要五圣级别的舞者 前往追捕 具体任务细节 需揭取任务后 与皇室沟通 任务奖励 可与皇室协商 徐峰思索片刻 决定选择剿灭 黑山妖狼群的任务 这不仅能获得 大量的攻击点 妖兽尸体 还能售卖换取原石 倒是把英爵老人空间 戒指里的妖兽尸体 一起卖了 买点增进修为的丹药 或是宝物 徐峰随即将任务领取了下来 领取任务后 徐峰没有停留 立即动身 前往任务地点 根据任务说明 黑山位于中州北部 那里环境恶劣 有一群妖狼在其中横行 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 徐峰终于到达了黑山的边缘 眼前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阴暗潮湿 充满了未知的危险 看来 这里就是妖狼所在黑山了 徐峰低声说道 随即踏入密林 向着深处进发 他的神识扩散开来 警惕地感应着四周的动静 准备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 进入密林后不久 徐峰便感受到了一股浓重的妖气 这股妖气 令他不由自主地提高了警惕 他继续深入 法则领域也时刻准备着 应对突如其来的袭击 突然 几道黑影从林中窜出 直扑向徐峰 徐峰冷笑一声 法则领域瞬间展开 强大的法则之力 将那些魔兽瞬间震飞 他手中的进光刀闪烁着寒光 一刀斩出 几头妖狼硬山倒 一步步深入 徐峰渐渐接近了黑山的核心 他能感受到 这里的妖狼越来越强大 徐峰看向四周 无数双视血的眼睛 从四面八方环顾而来 显然 徐峰已经被妖狼群包围了 徐峰深吸一口气 握紧手中的进光刀 周身法则领域迅速扩展开来 他知道 面对这群妖狼 必须速战速决 否则很可能陷入险境 看来 这将是一场恶战 徐峰自语道 眼神变得凌厉起来 忽然 一头体型特别庞大的妖狼 从狼群中走出 他的双眼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看着徐峰 开口说道 人族舞者 退出黑山 饶你不死 徐峰神识 探测了下妖狼首领的修为 不过是妖圣五重 吃笑一声 说道 好大的口气 就凭你吗 妖狼首领 有些被徐峰激怒了 嘀吼一声 周围的妖狼 立即开始逼近徐峰 徐峰心神一领 法则领域猛的一压 强大的压力 瞬间让前排的几头妖狼 难以动弹 他手中的进光刀 闪烁着寒光 一刀斩出 一道刀芒横扫出 树头妖狼应声倒地 妖狼首领见状 怒吼一声 率先扑向徐峰 他的速度极快 身形如同鬼魅一般 瞬间逼近徐峰 徐峰不敢大意 法则领域全力展开 与妖狼首领交战 两者速度极快 在密林中不断闪动 刀光与狼颖交织 发出阵阵轰鸣 妖狼首领的力量和速度 都异常惊人 徐峰一时间 也难以完全压制 但他心中 却没有丝毫畏惧 反而战役更胜 就在此时 更多的妖狼 从四面八方 向徐峰扑来 徐峰心面一动 法则领域扩展到极限 将所有狼群所在区域 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 近断篮空 徐峰低贺一声 法则领域 瞬间爆发出强大的压制力 周围的妖狼 纷纷被压制得难以动弹 徐峰趁机挥动近光刀 刀芒如雨般洒落 妖狼群瞬间溃败 妖狼首领见状 眼中闪过一丝惊恐之色 但他依然不愿退却 再次扑向徐峰 徐峰冷笑一声 迎面上 两者再次交战在一起 战斗持续了许久 徐峰终于抓住一个破绽 一刀斩在妖狼首领的脖梗处 妖狼首领哀嚎一声 倒在地上 渐渐失去了生命的气息 看到首领被斩杀 剩余的妖狼顿时失去了斗志 纷纷溃逃 徐峰长输一口气 收回法则领域 环顾四周 确认再无危险 随后 徐峰地上的妖狼尸体 收入空间戒指 准备回去后 卖给商行 稍作修整后 徐峰以神识 不断探测着整座黑山 毕竟他的任务 乃是剿灭黑山妖狼 哪怕留下一只这任务 都不算完成 徐峰不断绞杀着黑山中 四散逃跑的妖狼 没过多久 便将整座黑山的妖狼 完全肃清 确认没有妖狼残存 徐峰便返回了大洲黄都 徐峰先前往了猎妖四任务处 将剿灭黑山妖狼群的任务提交了 获得了500点八星攻击点 这样 徐峰手头上便有了900点八星攻击点 可以兑换玄天丹了 于是 徐峰往兑换处走去 花了800点八星攻击点 兑换了一枚玄天丹 徐峰郑重地将玄天丹收入空间戒指 妥善保存 接下来可以去找尖商行 把空间戒指里的妖狮材料处理了 想到这 徐峰离开了猎妖四 往城中商行所在位置走去 徐峰走出猎妖四 沿着熟悉的街道 向城中的商行走去 黄城的街道熙熙攘攘 来往的人群络绎不绝 作为大洲的黄都 这里强大的舞者云集 黄城内各种资源和服务 应有尽有 是各方势力和舞者们的交易重地 徐峰很快来到了 黄城最大的商行 天宝阁 天宝阁建筑宏伟 门前装饰华丽 两旁站着几名气息强大的护卫 徐峰静止走入天宝阁 迎面来的是一位身穿华丽服饰的侍女 她笑容满面地迎上前来 这位公子 请问有什么需要 侍女礼貌地问道 我要处理一些妖兽材料 徐峰简单明了地说道 好的 请随我来 侍女领着徐峰走向商行内的 一间宽敞的交易室 交易室内陈设精致 桌椅整齐 墙上挂满了各种妖兽材料的样本 侍女让徐峰坐下后 便去请来了 负责妖兽材料交易的管事 不多时 一位年长的管事走了进来 他目光锐利 身上散发出一股强者的气息 管事对着徐峰微微一笑 坐在了对面 这位公子 我是天宝阁的管事 您可以叫我李老 不知道公子带来了什么妖兽材料 李老问道 徐峰将空间戒指中的妖兽材料 一一取出 放在了桌上 这些材料 除了他在猎妖任务中得到的 还有便是从英爵老人的空间戒指中得来的 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高阶妖兽材料 李老仔细检查了一遍这些材料 眼中露出了一丝赞赏之色 公子 这些妖兽材料品质极高 尤其是这几块妖兽金盒和妖兽骨骼 价值不菲 我天宝阁愿意以公道的价格收购 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妖兽金盒买是六级以上的妖兽 将妖术神通凝炼后才能生成 其中蕴含着妖兽的神通法则 是辅助修炼的一大妙物 价值不菲 请李老开个价 徐峰说道 李老沉吟片刻后 爆出了一个价格 十枚枚极品原石 如何 徐峰心中暗自盘算 觉得价格还算公道 便点头同意了 好 那就按这个价格交易吧 徐峰说道 李老点点头 随即拿出一张契约 写上了交易的内容和金额 递给徐峰 徐峰看了一眼 确认无误后 在契约上签了名 李老则从储物戒指中 取出一袋原石 交给了徐峰 公子 这是交易所得的原石 请收好 李老说道 徐峰接过零石 点了点头 多谢李老 公子客气了 不知道公子可有打算买点东西 我们天宝阁商品繁多 总有一样能入你的眼 李老微笑道 交易完毕 徐峰手中拿着原石 没有急于收入空间戒指 听到李老的话 徐峰点点头 说道 我确实想买点东西 你们这有能够提升 武圣修为的丹药 或是灵物吗 李老闻言 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随即微笑道 公子果然是石货之人 请随我来 咱们天宝阁 有专门的高阶丹药和灵物区 保证你满意 徐峰跟随李老 穿过几道走廊 来到天宝阁的高阶丹药和灵物区 这里的装饰更加华丽 每一个展示柜都精心布置 里面放置着各类珍惜的丹药和灵物 李老带着徐峰来到一个陈列柜前 指着里面几种丹药和灵物介绍道 公子请看 这几种丹药和灵物 都是我们天宝阁的真品 这里有玄天丹 智元丹 九鼎环丹 都是能够提升武圣修为的灵丹 这边还有龙血玉叶 季都兰 前者蕴含强大的龙族精血 可以增强体魄和修为 后者则是蕴含了丰富的法则之力 徐峰仔细打量着陈列柜中的物品 心中暗自权衡 玄天丹自己已经有了一枚了 再多也没有作用 可以考虑考虑其他两种丹药 李老 可以说说 智元丹九鼎环丹的功效和价格吗 徐峰问道 李老微笑道 自然 智元丹是五圣镜中提升修为效果最好的丹药 可以直接提升五圣镜一个小境界 哪怕是五圣九重 服下丹药 也能突破至五圣十重 不过每个人只有服用一颗 多了无效 价格在五百枚几品原石左右 九鼎环丹虽说也能提升五圣镜的修为 不过效果比智智元丹弱了不少 需要服用较多数量 才有可能突破一层小境界 每瓶需要一枚几品原石 一瓶中有十二颗 徐峰听了价格 心中略微盘算了一下 智元丹他是不想了 价格太高了 短时间不可能买得起 于是 徐峰准备先买一瓶九鼎环丹 试试效果 给我一瓶九鼎环丹吧 效果好的话 我下次再来买 徐峰说道 李老点头称是 立刻让侍女将丹药出 交给徐峰 徐峰付了原石 将丹药收入空间戒指中 多谢李老的推荐 徐峰说道 公子客气了 能够为您服务是我们的荣幸 助公子修为精进 早日更进一步 李老笑着拱手说道 徐峰点点头 告辞离开了天宝阁 他准备回去自己的住所 试试九鼎环丹的效果 回到住所 徐峰在床上盘腿坐 拿出了那瓶九鼎环丹 从中倒出一枚 至于掌心 手掌一甩 九鼎环丹朝着口中飞去 徐峰张嘴将其吞入 九鼎环丹入口即化 瞬间化作一股温暖的药力 在体内迅速扩散开来 徐峰闭目凝神 运转天地玄黄绝 引导着这股强大的药力 在经脉中流转 逐渐融入到每一寸血肉之中 他感受到体内法则之力和原力 逐渐增强 法则领域 也在这股药力的滋养下 慢慢扩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徐峰体内的原力愈加充盈 法则领域 也在不断稳固扩展 与此同时 他的神识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感知范围更广 灵敏度更高 徐峰心中一喜 知道九鼎环丹的药力 尚未完全消化 于是他继续引导剩余的药力 尽量将其化为己用 约某一个时辰后 药力终于完全吸收 徐峰感受到 自身修为稳步提升 法则领域达到了42里方圆 一丝笑容出现在徐峰嘴角 没想到 一颗九鼎环丹 竟然能提升一里方圆的法则领域 这效果倒是不错 突破五胜四重 需要将法则领域 扩展在80里方圆以上 依靠九鼎环丹修炼的话 只需再服用39颗 便可冲破五胜四重的界限 接下来 徐峰将剩余的11颗九鼎环丹 一一吞服 练化 将法则领域 扩展到了53里方圆大小 手中的九鼎环丹用完后 徐峰前往了天宝阁 又买了三瓶 共36颗九鼎环丹 这些应该够我突破五胜四重了 徐峰自语道 徐峰不断吞服 练化着九鼎环丹 三天后 徐峰的法则领域 已经扩展到了 80里方圆的临界状态 他感觉到 体内的原力 已经达到饱和 正是突破的好时机 接下来就突破五胜四重吧 徐峰心中暗自决定 他再次拿出一颗九鼎环丹 放入口中 丹药入口即化 化作一股磅礴的药力 在体内汹涌澎湃 徐峰迅速运转天地玄黄诀 引导药力在经脉中循环 逐步融合到每一寸血肉和原力之中 随着药力的深入 徐峰感受到体内的法则之力 逐渐变得更加精纯 他的法则领域 也在不断稳固和扩展 与此同时 他的原力不断凝聚 开始向更高层次的境界冲击 徐峰咬紧牙关 集中全部精神 控制着体内的法则之力和原力 冲击五胜四重的屏障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丹田中的漩涡越转越快 原力和法则之力不断融合 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猛烈冲击着瓶颈 哄 突然间 徐峰感觉到体内一阵轰鸣 瓶颈被彻底冲破 法则领域瞬间扩展到了百里方圆 原力也在瞬间暴涨 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徐峰体内的原力变得更加浑厚 法则之力更加精纯 整个身体也仿佛脱胎换骨般 强大了许多 他缓缓睁开眼睛 目光中闪烁着金光 感受着体内充沛的力量 徐峰知道自己 终于突破到了五胜四重 他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 感受到体内澎湃的力量 心中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终于突破了五胜四重 接下来可以服用玄天丹了 徐峰自语道 玄天丹可以让五胜四重 直接突破到五胜五重 是不可多得的灵丹 徐峰之前在猎妖丝兑换处 兑换了一枚 此时正好可以用上 在服用玄天丹之前 徐峰决定先稳固一下 刚刚突破的五胜四重修为 他盘腿而坐 闭目调息 运转天地玄黄绝 让体内的原力和法则之力 在经脉中稳定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修为渐渐稳固 法则领域也更加坚实 现在 开始吧 徐峰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玄天丹 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决心 他将丹药放入口中 猛地吞下 玄天丹入口即化 瞬间化作一股炽热的能量 在体内奔涌 徐峰迅速运转天地玄黄绝 引导这股强大的药力 在经脉中循环 将其逐步吸收融合 随着药力的深入 徐峰感受到体内的原力 和法则之力 再次开始暴涨 好强的要力 徐峰心中暗叹 同时更加专注地控制着体内的能量 冲击五圣五重的屏障 丹田中的漩涡再次加速 原力和法则之力 在体内迅速融合 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徐峰咬紧牙关 全力以赴地冲击着瓶颈 时间一点点过去 他的身体 在这股强大的能量冲击下 不断变得更加坚韧和强大 哼 突然间 徐峰感觉到体内一阵轰鸣 瓶颈被彻底冲破 法则领域 瞬间扩展到了200里方圆 原力也在瞬间暴涨 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他缓缓睁开眼睛 目光中闪烁着金光 感受着体内充沛的力量 徐峰知道自己 终于突破到了五圣五重 他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 感受到体内澎湃的力量 心中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终于突破到了五圣五重 想要突破五圣六重 得将法则领域 扩展到320里方圆的临界状态才行 徐峰自语道 手头上还有八颗九顶环丹 徐峰将其吞幅练化 结果发现 现在需要两颗九顶环丹 才能将法则领域 扩展一里方圆 效果大打折扣 将八颗九顶环丹都练化完毕 也不过是将法则领域 扩展到了204里方圆 离界限职 还有很长的距离 徐峰还沉浸在修炼中 突然门外传来了一阵声音 徐峰听出是武唐直视的声音 徐峰 朝廷有旨意降下 速速出来接旨 徐峰有些茫然 旨意 自己应该跟朝廷扯不上关系吧 突然徐峰想到 自己现在是猎妖丝的指挥师 也算是有官身的人了 于是徐峰从床上下来 走到门外 看到武唐直视 和几个身穿朝廷官服的人站在一起 徐峰上前说道 直视 不知有何旨意 直视还未开口 既旁边的官员便开口说道 徐指挥师 听说你来自天水城 见徐峰点头 那官员接着说道 有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你 天水城前几日被妖兽攻破 生灵涂炭 听到此消息 徐峰瞳孔一缩 怎么回事 无相海妖兽大军袭击天水城 天水城众人 依靠着城墙静志 与非洲之力勉力支撑 可惜妖兽那边 出现了妖圣镜的妖兽 一举攻破城墙 无奈之下 城中之人 只能各自逃生 整座城池 现在已被妖兽占领 徐峰紧握拳头 心中涌起强烈的愤怒和悲痛 他众多的朋友都在天水城生活 经此一遭 生死难料 徐峰皱着眉头 出声问道 我有一事不解 天水城仅挨着无相海 为何却无五圣镜以上的强者坐镇 官员文言露出一丝苦笑 解释道 大洲开国之初 与无相海妖兽势力有过协议 以海岸线一百海里为限 人族不得出 妖兽不得进 多年以来还算安稳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妖兽越发猖狂 屡次进翻一百海里之线 朝廷本来也在打算 安排五圣镜以上的强者坐镇天水城 可惜还未定下人选 妖兽便率先发难 你此行前来找我 可是让我前往天水城击退妖兽 徐峰问道 官员拿出了来自大洲朝廷的旨意 说道 不错 圣上之道 徐指挥使出自天水城 便下了旨意 封徐指挥使为征东大将军 前往收复天水城 并深入无相海 回击妖兽 收复天水城 与我而言 不算难事 不过 深入无相海 仅凭我一个五圣 估计难以做到 已经有支援部队前往天水城 目前正在与妖兽大军交战 但形势依然严峻 同时 朝廷也正在调遣其他五圣镜以上的强者 前往天水城 不过也请徐指挥使理解一二 朝廷大部分五圣镜都在西部边境 抵御着大宣朝的进攻 那官员回答道 徐峰文言有些不解 照理说 妖兽是人族的共同敌人 为何大宣朝 不将精力放在对付妖兽上 而要来进攻大洲呢 于是 徐峰将自己的疑问问了出来 官员听到徐峰的问题后 解释道 大宣朝与我大洲不同 乃是妖武者统治的国度 其内的普通人被当作妖兽的口粮 而妖兽提供精血 给妖武者用以提升修为 或者培养新的妖武者 大宣背后乃是西域万妖国 野心勃勃 企图将整个东南域都收入囊中 我大洲首当其冲 多年来与大宣的战事不断 相比于部分妖兽的侵袭 大宣的危害更甚 因此 朝廷的精力主要放在抵御大宣上 这次遇到妖兽的大举进攻 有些始料未及 一时之间也难以抽掉人手 刚好圣上听说了你的存在 知道你最近都在猎妖寺中接取任务 于是便选中了你 前往天水城 当然了 正所谓皇帝不差恶兵 圣上知道 你在寻找提升武圣修为的灵物 也给你准备了一些 官员说着 掏出了几瓶丹药 接着说道 这里有一颗致圆丹 及几瓶九顶环丹 是圣上所赐 若你能完成圣上吩咐的事 还另有奖励赐下 徐丰从官员手中接过丹药 抱拳道 多谢圣上所赐 我必将天水城收复 好 我预祝徐指挥师此行顺利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非洲 同时在其中安排了一对精兵 修为君在武尊镜 可以帮指挥师对付一些低级妖兽 官员面目舒展 说道 徐丰点点头 我立即前往天水城 徐丰坚定地说道 带我去非洲所在地 片刻后 徐丰来到非洲之上 只见其中二十个披甲职兵的甲士 正在非洲上修炼 看到徐丰过来 纷纷起身行礼 将军好 徐丰点头致意 随即控制非洲 往天水城方向飞去 来到天水城附近 徐丰看到远处的天空 被战火染红 天水城内外 均被妖兽占领 惨烈的战斗声 不绝于耳 不时有人隐于妖兽之口 他的心中怒火中烧 立即飞身冲向战场 无向海的妖兽 徐丰如同一柄利剑 穿梭在妖兽大军之中 所过之处 妖兽纷纷惨叫着倒下 他的法则领域与强大的修为 使得周围的妖兽 根本无法抵挡 就在徐丰冲进天水城 斩杀妖兽时 非洲上的甲士也没有闲着 他们操控着非洲 不断轰击着天水城周围的妖兽 一炮下去 便有一片妖兽倒下 妖兽也不是带在羔羊 煞世间 众多的七级妖兽飞向非洲 意图摧毁他 非洲上的甲士们迅速反应 开启了非洲的防护罩 同时集中火力轰击逼近的妖兽 激烈的战斗在空中展开 炮火与妖兽的吼叫声混杂在一起 场面异常惨烈 徐丰看见非洲被围攻 心中一紧 他知道非洲一旦失守 天水城的守军将陷入更大的危机 于是 他加快了斩杀地面妖兽的速度 然后飞升而起 直奔空中的战场 非洲上的兄弟们 坚持住 我来助你们 徐丰大声喊道 随即挥舞着进光刀 冲入妖兽群中 一道道刀光闪过 妖兽们纷纷倒下 徐丰的法则领域也在空中展开 将非洲周围的妖兽束缚住 为甲士们赢得了喘息的机会 全力反击 不要让妖兽靠近非洲 徐丰朝着非洲大喊道 甲士们闻言 纷纷操控非洲上的原力炮 集中火力轰击被束缚的妖兽 在徐丰和甲士们的配合下 妖兽们的攻势逐渐被遏制住 那些七级妖兽虽然强大 但在徐丰的压制下 也难以靠近非洲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 空中的妖兽终于被清理干净 非洲上的甲士们 纷纷向徐丰投以感激的目光 甲士们纷纷拱手说道 多谢徐指挥使相助 若非有你 我们非洲恐怕难以保全 徐丰点点头 不必客气 这是我分内之事 接下来 我们要彻底清理天水城内的妖兽 我会进入城中猎杀 你们便在城外 见到逃出来的妖兽便杀之 一只也不要放跑 甲士们纷纷地点头 明白 我们会全力配合 徐丰随即飞升而下 进入天水城 他的身影如闪电般 穿梭于各个街道和建筑之间 寻找残余的妖兽 城内的景象一片狼藉 建筑倒塌 街道上到处都是妖兽肆虐的痕迹 城中时不时有战斗爆发 这是原天水城的人 在与妖兽们战斗 城破之后 他们便和妖兽打起了游击战 徐丰运转无量神诀 将神石散开 迅速定位了隐藏在城中的妖兽 他挥动着进光刀 每一击都精准而致命 妖兽在他的刀光下 纷纷倒下 逐渐清理出一片片安全区域 大家不要慌 我是来救你们的 徐丰一边斩杀妖兽 一边大声对着天水城的幸存者说道 待在原地 我会将妖兽尽数斩杀 与此同时 城外的甲士们也没有闲着 他们操控非洲和灵炮 将试图逃离城外的妖兽 一一击毙 妖兽们试图冲破封锁 但在甲士们的强大火力下 无疑幸免 徐丰在城中不断穿梭 他的身影无处不在 所到之处 妖兽纷纷倒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天水城内的妖兽 逐渐被清理干净 城中的幸存者 也被集中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 最终 徐丰站在城中央 看着已经恢复平静的天水城 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甲士们也相继进入城内 与徐丰会合 徐指挥时 城内的妖兽 已全部清理完毕 一名甲士会报道 做得好 大家辛苦了 徐丰点头说道 接下来 我们要安抚城中的居民 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同时要加强防范 防止妖兽再度袭击 甲士们纷纷表示同意 开始着手恢复城中的秩序 徐丰看着忙碌的众人 心中却仍然没有放松警惕 他知道 这次的胜利 只是暂时的 妖兽的威胁依然存在 徐丰朝着幸存者们走去 看了一圈 没见到他认识的人 于是他开口问道 此地可有武唐的人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没有人之声 徐丰重新问道 此地可有原天水城 三思四宗武家的人 听到这 幸存者中有一个走上前 对着徐丰说道 大人 我是武家之中的龙家之人 我叫龙红义 不知大人有何吩咐 徐丰点点头 说道 你和我说说城破之后的事情 各家势力 有多少人逃脱了妖兽的追杀 龙红义眼中泛红 回答道 大人 城破之后 我们各家势力拼死抵抗 但妖兽来势汹汹 损失惨重 三思之中 只有烈妖丝的部分精锐逃脱 龙湘郡全部战死 武唐唐主战死 其余人员几乎全灭 四宗武家也损失惨重 我龙家如今只剩下十几人 其余各家情况也不容乐观 徐丰听后眉头紧锁 那其他幸存者现在在哪里 龙红义继续说道 大人 我们在城破时 设法分散逃亡 如今 一些幸存者 藏匿在城外的密林中 尚未敢返回 还有一部分人 被安置在地下密道中 徐丰点点头 好 我会安排人手 去救援城外的幸存者 你和其他人先留在这里 等到安全后 再回去找他们 对了 住在南城郊的人 伤亡情况怎么样 你可知道 徐丰想起 之前周正王三家 都租在南城郊 于是开口问道 因为妖兽 乃是从东面港口清洗而来 大部分在妖兽破城之前 便已经跑了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伤亡 徐丰点点头 想来周正王三家 应该逃回了安乐郡 随后 徐丰转向随行的甲氏们 指示道 你们分成两组 一组继续守卫城内 确保没有残余的妖兽 另一组随我出城 搜寻并接应 藏匿在城外的幸存者 甲氏们迅速分组 一部分留守城内 另一部分 跟随徐丰 离开天水城 前往密林 搜救幸存者 在密林中 甲氏们的到来 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大家不要怕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徐丰对藏匿的人群说道 跟我们走 我们会带你们 回到安全的地方 幸存者们感激地 跟随徐丰和甲氏们 返回天水城 一路上 徐丰始终保持警惕 确保没有妖兽袭击 回到城中 徐丰将幸存者们 安置在一处安全的区域 并安排甲氏们 提供食物和医疗 在徐丰的指挥下 各家势力的人 被搜救并带回天水城 他下达了 重建城市的命令后 便不再过问具体事务 天水城的废墟上 人们忙碌地工作着 各家势力联合起来 共同努力 让这座城市 重新焕发生机 在几家势力的联合下 天水城也重新运转起来了 期间 徐丰也了解到 之前攻城的那只 妖圣竟妖兽 在攻破天水城后 便消失无踪 因此 各家势力才有办法 逃走一部分人 不然 若是妖圣竟出手 整个天水城 应该无人能活 收复了天水城后 徐丰下一个目标 便是深入无向海 回击妖兽 不过徐丰可不想 一个人前往 太危险了 他想等朝廷的 五圣竞之园到了 在一起前往 在等待朝廷 五圣竞之园的同时 徐丰开始了闭关修炼 他准备先将 之前大洲人皇的赏赐消化了 提升一下修为 徐丰手头上 共有五瓶九顶环丹 共六十枚 以及一枚致圆丹 徐丰 徐丰首先拿出了九顶环丹 开始吞服 炼化 七天后 徐丰将所有的九顶环丹 都炼化完毕 法则领域 扩展到了234里 徐丰结束修炼 到天水城中走了一圈 城中被妖兽摧毁的建筑 大部分都已修缮完毕 各行各业 也恢复了生机 不过 朝廷的五圣竞 还是没有来 徐丰只能继续等待 九顶环丹用完了 至元丹得等到 五圣九重之时使用 才能将效果最大化 没有丹药辅助 短时间也难以提升 法则领域了 接下来就提升一下 各个功法的熟练度吧 徐丰心想 就在徐丰沉迷修炼之时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终于 一个月之后 三道身影如流星般 从天水城上空划过 最终降落在天水城之中 三人走向天水城 原来城主府的位置 也是现在征东将军府 徐丰作为征东将军 在收复天水城之后 同管天水城一切军政 于是便将城主府 改为了征东将军府 不过徐丰不怎么管事 将管理事项 都委托给了之前的 二十个假事 他更专注于 修炼和对抗妖兽的准备 三人来到征东将军府门前 其中一人上前一步 对着府衙开口 声音如雷鸣般响起 大周边军供奉荣红光 麻飞雨 袁正珍 求见徐将军 声音恢弘 传遍了整个将军府 徐丰的修炼 被这道声音打断 于是他停下了修炼 朝廷的五圣镜 总算来了 徐丰长舒一口气 等了这么久终于来了 徐丰起身来到门外 看到三人 脸上露出了微笑 伸出手开口说道 三位好 我便是徐丰 请靖府详谈 徐丰将三人领到大厅之中 各自坐下 徐丰开口问道 三位应该知道此行的任务吧 需要深入吴向海 因此 我们最好能够了解一下 各自的修为与手段 以便做好分工 容鸿光开口说道 徐丰将军所言极是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容鸿光 五圣三重 主修雷之法则 一身手段 以雷法为主 容鸿光 一副瘦小老头的模样 不过一双眼睛 确实炯炯有神 接着容鸿光的话头 马飞宇开口说道 容老说完了 那我也说说吧 我叫马飞宇 五圣二重 主修风之法则 比较擅长刀法 马飞宇身穿一身白色长衫 是个面容沧桑的中年男子 五官端正 依稀可见 年轻时的风流倜傥 紧接着 袁正真也开口说道 我是袁正真 也是五圣二重 主修水之法则 在海中可占五圣三重 三人说完后 徐峰点点头 说道 既然你们都说完了 那我便来介绍一下自己 我的名字 想必你们都清楚了 修为的话 目前是五圣五重 主修空间法则 也有一手不俗的剑法 介绍完之后 徐峰紧接着又说道 既然大家都已经互相了解了 那接下来 我便安排一下 深入无象海之行中 每个人负责的事项吧 徐峰看向眼前的三位强者 心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 他清了清嗓子 说道 戎卯 马飞宇 袁正真 接下来的任务分配如下 戎红光 主修雷之法则 雷法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和控制力 在行动中 作为负责打击妖兽的主力 特别是那些高阶妖兽 利用雷法 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同时 也可以提供远程支援 保护队伍的安全 马飞宇 主修风之法则 擅长刀法 行动迅速灵活 负责侦查和突袭任务 利用风法的速度优势 先行探查无向海的情况 并处理一些隐蔽的威胁 另外 也可以作为先锋队 清理前方的障碍 确保队伍的安全前进 袁正真 主修水之法则 在海中作战能力极强 我们进入无向海后 你的任务是负责水下战斗 和探查任务 利用水法的优势 侦查海底的情况 消灭海中潜伏的敌人 并确保我们的水路畅通无阻 和突发事件的处理 我会在需要时 使用空间法则 进行顺移和空间封锁 确保我们能够在最短时间内 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同时 我会随时准备支援你们 确保每个人的安全 徐峰环视了一圈 继续说道 我们的目标 虽然是深入无向海回击妖兽 但同时也要彻底消灭 近海区那些威胁天水城 和周边地区的妖兽 这次任务凶险异常 但只要我们同心协力 必定能够完成 容洪光 马飞宇和袁正珍 听完徐峰的安排 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容洪光说道 徐将军的安排很合理 我全力配合 马飞宇也说道 没问题 我会尽力侦查 并清理前方的障碍 袁正珍则笑着说道 在海中 我会让那些妖兽知道 什么叫做水下霸主 徐峰满意地笑了笑 好 那我们收拾一下便出发吧 目标无向海 一行人整装待发 向着无向海进发 一行人整装待发 向无向海进发 一进入无向海 海面四周 便出现了众多妖兽 徐峰说道 大家小心 前方妖兽密集 随时准备战斗 容洪光 马飞宇 袁正珍各自施展法则之力 警惕地注视着四周 就在这时 一阵低沉的嘶吼声 从远处传来 紧接着 无数妖兽 从四面八方涌来 开始行动 徐峰一声令下 众人立即展开战斗 容洪光运转雷法 双手挥舞间 雷电交织 轰击在妖兽群中 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雷电的力量 瞬间将几头妖兽 劈成焦炭 震慑住了其他妖兽 马飞宇化作一道白色闪电 迅速穿梭在妖兽群中 手中的长刀 如疾风般挥舞 每一次出刀 都带走几头妖兽的性命 他利用风之法则的速度优势 不断切割妖兽的阵型 为队伍开辟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袁正珍则潜入水中 利用水之法则 在海底展开战斗 妖兽试图从水下偷袭 却被袁正珍的水法所阻挡 水中利刃 如同龙卷风般搅动 将靠近的妖兽 尽数撕碎 鲜血染红了整片海域 徐丰则在空中俯瞰全局 运转空间法则 顺移到最危急的地方进行支援 他挥舞进光刀 剑光如虹 斩杀一头又一头妖兽 同时利用空间封锁术 将一些强大的妖兽困在原地 防止他们对队友造成威胁 战斗持续了几个时辰 妖兽的数量逐渐减少 但剩下的妖兽 也变得更加狂暴 突然 一头巨大的妖兽首领出现 身形如山 气势汹涌 徐丰神识一扫 是一只八级妖兽 大家小心 这头妖兽首领不好对付 估计不下于妖圣镜五重 徐丰大喝道 容红光 麻飞雨 袁正珍 纷纷聚集到徐丰身边 准备迎战这头妖兽首领 我来牵制他 你们寻找机会攻击 徐丰说道 说吧 徐丰身形一闪 瞬移到妖兽首领面前 挥舞进光刀 向他斩去 妖兽首领怒吼一声 挥爪迎击 两股强大的力量在空中碰撞 激起滔天的波浪 容红光 麻飞雨 袁正珍见状 立即从不同方向展开攻击 容红光施展雷法 雷电如同长龙般 轰击在妖兽首领身上 麻飞雨则利用风之法则 不断在妖兽首领周围游走 寻找其破绽 袁正珍则在水中制造巨大的水龙卷 试图将妖兽首领卷入其中 削弱其力量 妖兽首领怒吼连连 身上的鳞片闪烁着妖异的光芒 抵挡住了众人的攻击 就在这时 徐丰突然发现 妖兽首领的左眼处 有一处鳞片缺失 露出了血肉 他立即大声提醒道 他的左眼是弱点 其中攻击那脸 容红光 麻飞雨 袁正珍听道后 立即调整攻击方向 将所有力量 集中在妖兽首领的左眼处 妖兽首领显然意识到了 自己的弱点被发现 疯狂地反击 但徐丰等人配合默契 不断压制他的反击 逐渐将其逼入绝境 终于 在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 妖兽首领的左眼 被彻底击穿 发出一声惨烈的哀嚎 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 成功了 徐丰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虽说若是自己全力出手 一招便可将此妖兽斩杀 不过却起不到 锻炼他们三人的作用 这次自己仅是牵制和指挥 便让他们成功击杀一只 妖圣五重的妖兽 等后面遇到更强的妖兽 他们配合之下 应该也能帮上自己的忙 大家辛苦了 不过这次战斗 仅仅是开胃小菜 随着深入无相海 遇到的妖兽 只会更强 你们要做好准备 徐丰说道 接下来 我们原地修整 将妖兽材料收集一下 便继续深入吧 众人修整一番 便继续前进 途中 徐丰下令道 捉几只妖兽逼问一番 看之前 是哪只妖圣攻破的天水城 三人得令 迅速行动 容红光施展雷法 将几只妖兽垫得动弹不得 麻飞雨则利用风之法则 将一只妖兽瞬间封住 原正真则用水法 将另一只妖兽 束缚在水龙卷中 徐丰走到被捉住的妖兽面前 冷声问道 我问你答 否则死 前些日子 是哪只妖圣攻破了天水城 那妖兽被徐丰强大的气势所震慑 不敢反抗 颤抖着回答 是吴向海的大力金圣 好像是他有子嗣 被人族猎杀 盛怒之下 出手将那天水城覆灭 大力金圣 徐丰目光一寒 他现在在哪里 妖兽继续说道 大力金一族 基本都生活在吴向海深处的神经岛中 想必大力金圣也在其中 神经岛 其中有多少妖圣镜 有没有妖圣镜之上的存在 把你知道的都说说 徐丰说道 妖兽接着说道 神经岛 据说是大力金一族的妖神镜存在所建立的 不过多年过去 那妖神镜存在早已不知所踪 现如今 神经岛上连妖帝镜也没有了 最强者便是大力金圣 他是如今大力金一族的族长 据说乃是妖兽十重的存在 只差一线便可突破妖帝 听到这 徐丰沉思片刻 随后 转身对容红光 马飞宇 袁正珍说道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大力金圣 彻底解决这个威胁 准备前往神经岛 三人点头英语 再次整装待发后 徐丰问出了神经岛的位置后 手一挥将几只妖兽尽数斩面 随后带领三人 朝着神经岛的方向前进 终于 他们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岛屿上空 岛中隐隐传来妖兽的低吼声 和嘶鸣声 前方应该就是神经岛了 徐丰低声说道 大家小心 准备战斗 容红光 马飞宇 袁正珍 各自施展法则之力 警惕地注视着四周 他们缓缓前行 很快便看到了 大批精类妖兽 聚集在前方 徐丰示意众人停下 他运转空间法则 隐蔽身形 悄悄靠近观察 在一处高台上 徐丰看到了一只巨大的妖兽 浑身散发着妖圣镜的气息 想必那就是大力金圣 他正在吞吸着天地元力 同时异散的元力 落入到其他的精类妖兽身体中 徐丰迅速返回 向众人汇报了情况 大力金圣 就在前方高台上 此时应该在修炼之中 我们可以出其不意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容红光 马飞宇 袁正珍 听了徐丰的话后 各自思索了一下 随即点头表示同意 徐丰见状 立即开始布置行动计划 容老 马兄 元兄 我们要趁着大力金圣 没有防备时 尽量将其重创 容老 你使用最强的雷法 轰击大力金圣的头颅 马兄 你从侧翼突袭扰乱 以刀法窃其大覆 元兄 你使用水法 牵制住其他精类妖兽 我也会同时施展最强杀招展向大力金圣 徐丰低声说道 众人纷纷点头 迅速准备行动 容红光率先行动 他运转雷之法则 强大的雷电轰击在大力金圣脑袋上 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大批精类妖兽见此情景 纷纷看向雷电来源处 看到了容老 顿时大怒 又敌然 随后准备冲向容老 马飞宇同时化作一道白色闪电 利用风之法则 迅速突袭大力金圣 长刀出鞘 一记重斩 从大力金圣身躯划过 切割出一道巨大的口子 鲜血飞剑 元正真双手一挥 制造出巨大的水龙卷 将众多的妖兽卷入其中 禁锢住 徐丰利用空间法则 顺移到大力金圣附近 手中禁光刀 闪烁着寒光 他知道这是关键一击 必须全力以赴 法则领域瞬间展开 他调动体内所有的法则之力 灌注入禁光刀中 朝着大力金圣 一刀重重斩下 大力金圣 似乎察觉到了异常 缓缓睁开眼睛 但为时已晚 徐丰手中的禁光刀 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直刺大力金圣的核心位置 爹 空蓝 一道巨大的剑气 对着大力金圣的身体 重重劈下 大力金圣发出一声嘶吼 身体在这道剑气 被一刀两断 不过他还未死去 他双目赤红地盯着徐丰 随后 一道巨大声响 从大力金圣身体中传来 只见其两半身体瞬间消散 一道人影缓缓浮现 人影开口说道 竟然消耗了我的腰身 你们该死 没想到 大力金圣竟已练就双身 这是妖兽的特殊手段 在化形为人后 可以将自己的腰躯 炼制成自己的身外化身 不过真能做到的妖兽 却是屈之可数 不说炼制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天才地宝 最重要的是 需要将自己的灵魂分割 才可能炼制成功 看来这大力金圣也是个狠人 竟能承受住 分割灵魂的痛苦 思绪一转 徐丰立即开口大喊道 速退 我来断后 容老三人听到徐丰的话 身影瞬间往岛外飞去 大力金圣目视着这一切 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只见其双手一抬 瞬间一道水之莲幕 将整座神经岛覆盖住了 容老三人一时之间 竟无法破开水之莲幕 被堵在了神经岛中 小的慢 去将那三人给我撕碎 大力金黄对着其他的 金类妖兽命令到 随后看向徐丰 露出一个残忍的笑容 至于你 斩杀了我的妖身 我会慢慢折磨你 让你痛不欲生 徐丰健壮 知道情况紧急 他必须想办法 打破这道水之莲幕 同时拖住大力金圣 为容老三人争取时间 他冷静地 看向大力金圣 双手握紧进光刀 法则之力不断凝聚 你想折磨我 那就试试看 徐丰冷冷地回应道 随即全身气势骤然暴涨 空间法则和剑法的力量 完美融合 手中进光刀挥动 倒倒剑气 朝着大力金圣攻击而去 大力金圣冷笑一声 双掌挥动 巨大的水流 如同狂暴的海啸 将那剑气一一覆灭 水流去世不减 朝着徐丰喷声来 徐丰运用空间法则 迅速闪避 同时不断寻找机会 攻击大力金圣 在闪避的过程中 徐丰发现 大力金圣的脚扎根在地上 没有动过分毫 徐丰猜测 这道水之莲目 乃是由大力金圣一脚发出 从地面传导到整座岛屿 实现神经岛的全面覆盖 思绪一闪 徐丰一个瞬移 出现在大力金圣背后 朝着大力金圣的腿 一刀横斩 大力金圣无奈之下 一个纵身躲过了这一刀 不过在大力金圣离开地面之后 覆盖神经岛的水之莲目 也逐渐消失 果然没错 徐丰看向荣卯三人 喊道 荣卯 你们赶紧走 大力金圣气急败坏 对着旗下属金兽怒吼道 追到天涯海角 也要给我杀了他们 随后大力金圣一双赤木 紧紧盯着徐丰 一拳轰出 赴海重拳 拳势如排山倒海一般 硬生生将徐丰禁锢当场 眼见徐丰就要被那重拳击中 徐丰怒吼一声 静断篮空 给我破 空间领域浮现而出 将那重拳挡在了徐丰身前三丈处 随后徐丰身形一转 出现在大力金圣身侧 忽左忽右 不断挥刀 每一刀挥下 都在大力金圣身上留下了一道伤痕 却见大力金圣聚拢海水覆盖几身 形成一副水甲 身上的伤势也逐渐恢复 大力金圣嗤笑一声 在这大海之上 你是伤不了我的 徐丰神色如常 是吗 也罢 能让我使出这招 你也足够自傲了 闭关修炼多日 徐丰早已将 蓝空剑绝 忽视领悟出来了 这一招 号称是蓝空武帝 逆法武神的终极杀招 只见徐丰对着天空伸开双手 眼睛微闭 一股莫名的波动 瞬间蔓延开来 徐丰轻声开口 蓝空中视 蓝镜 燕空 归葬 瞬间整座神经岛 仿佛陷入了末日一般 无尽风暴肆虐 空间破碎 陆地消沉 看到此景 大力精盛满目惊恐 想要逃离这座 充满死亡气息的岛屿 可惜 此时的神经岛法则紊乱 原力失控 大力精盛一丝原力 也无法调动 宛若一个普通人 惊慌失措 随后 整座神经岛 逐渐粉碎消散 也带着在其中的 大力精盛和徐丰 都被这鼓力量撕碎 两久 风暴消失 原神经岛的位置 已被蔚蓝的海水取代 空中一道人影缓缓浮现 徐丰从虚空中出来 看着脚下的景色 不由感叹 这一招的威力 可惜也搭了自己一条命 蓝空中事 乃是与敌同归的招式 若不是徐丰 有着不死天残功的替命之能 他可不敢用 徐丰在原地等待了会 确认大力精盛 没有在复活后 便展开神石 寻找荣老三人的位置 在徐丰的感应中 荣老三人此时 正被一群精兽包围 三人身上各带伤势 徐丰神色一宁 迅速施展空间 顺移朝荣老三人所在的位置移动 他知道他们需要立刻支援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片刻后 徐丰便赶到了战斗现场 荣老三人正苦苦支撑 眼看形势愈发不妙 看到徐丰的到来 三人眼中燃起了希望的光芒 徐丰没有片刻犹豫 迅速加入战斗 他运转空间法则 施展领域 将大量精兽笼罩其中 大家坚持住 我来助你们脱困 徐丰大声喊道 手中的进光刀迅速挥舞 将一头接一头的精兽斩杀 在徐丰的帮助下 三人逐渐稳住了阵脚 容红光施展雷之法则 雷电轰鸣 不断击退靠近的精兽 马飞与身法迅捷 刀光闪烁 迅速斩断敌兽的攻势 袁正真则以水法则凝聚水刃 配合徐丰的攻击 随着战斗的持续 精兽的数量逐渐减少 最终 四人合力 将所有精兽尽数斩杀 疲惫不堪的三人 松了一口气 纷纷坐倒在地 喘息着 徐丰站在一旁 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确保没有新的威胁 他缓步走向三人 关切地问道 你们没事吧 容红光勉强笑道 多亏你及时赶到 否则我们真的危险了 马飞鱼点头说道 确实 徐丰你的实力 让我佩服 刚才若非你 我们恐怕难以脱身 袁正真也感激地说道 是啊 徐丰 多亏你我们才能保住性命 徐丰摆摆手说道 大家都是队友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现在 我们需要尽快离开这里 回去休整 三人点头表示同意 徐丰运用空间法则 感知着周围的环境 确保没有新的妖兽威胁后 带领着三人 迅速离开此地 四人往天水城的方向 不断飞去 好一会儿 四人才回到了天水城 四人朝着城中 将军府落去 落定后 徐丰开口说道 我们此行将攻破天水城的元凶斩杀 同时还诛灭了大力精一族 想来也可以对朝廷交代了 接下来 你们有什么打算 荣老隐隐是三人之首 他开口说道 徐将军 后续 我们三人应该会继续坐镇天水城 这也是朝廷对我们的安排 徐丰点点头 有你们三人在 再配合城墙法镇 普通妖圣镜 也难以攻破天水城了 既然如此 我也没必要再在天水城多呆了 听到徐丰此言 荣老忙道 徐将军还请多留些日子 至少等待将城墙法镇修缮完毕再离开 毕竟若是此时有强大的妖圣来袭 我们三人恐怕难以抵挡 徐丰估算了一下 城墙法镇的修缮应该还需一个月的时间 自己再在天水城修炼一个月也无妨 于是答应道 可以 我会在将军府中修炼到城墙法镇修缮完毕 期间若有你们应付不了的妖兽 可来换我 荣老等人听后 纷纷松了口气 对徐丰的留守表示感谢 徐将军的仗义相助 天水城上下感激不尽 荣老由衷地说道 徐丰淡然一笑 点了点头 大家不必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们尽快修缮城墙法镇 我会在将军府闭关修炼 有需要随时通知我 于是 徐丰回到将军府 选择了一处安静的房间 开始他的闭关修炼 在闭关期间 徐丰每日晴修不错 他不断运转天地玄黄绝 提升自身的法则领域 徐丰的努力没有白费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法则领域愈发稳固 修为也更加精进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 城墙法镇的修缮工作终于完成 这一天 荣老带着城中几位高层 亲自来到将军府 向徐丰汇报 徐将军 城墙法镇已经修缮完毕 如今天水城的防御力大大增强 普通的妖圣镜妖兽 已经无法轻易攻破 徐丰点了点头 满意地说道 很好 既然如此 我也该告辞了 荣老等人一听 连忙道 徐将军若是有时间 不妨再多留几日 我们也好 为您设宴送行 徐丰微笑着摇了摇头 多谢好意 不过 我还得回去黄都汇报一下此事 就不多留了 荣老见状 也不再多劝 只得深深一礼 徐将军一路顺丰 我们会为你守好天水城将军府的 徐丰回礼后 转身离开了天水城 非洲在天际滑出一道长虹 朝着黄都的方向飞去 非洲速度很快 没多久 徐丰便回到了黄都 徐丰回到黄都后 首先前往武堂总部稍作休整 丰走进武堂大厅 一位中年执事看到徐丰 上前行礼 徐大人 您回来了 不知此行是否顺利 徐丰回答道 可以说圆满完成了 中年执事看了看徐丰 点点头说道 徐将军此行在天水城立下了不少功劳 相信圣上定有不少赏赐赐下 徐丰也很期待大洲朝廷的奖励 于是他说道 麻烦执事将此事想上汇报一二 我接下来的世界会在武堂修炼 有事情都可以来武堂找我 中年执事听后点了点头 说道 好的 徐将军 我会尽快将您的功劳上报圣上 圣上的赏赐一旦确定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您在武堂修炼期间 如有任何需要 也可以随时来找我 徐丰拱手道 多谢侄 那我先到辞了 徐丰禁止走向自己的修炼房 这间修炼房 是他曾经在武堂时常用的地方 环境熟悉 让他感到安心 他盘腿而坐 开始运转天地玄黄诀 调息内息 稳固修为 第二天 中年执事来到了徐丰修炼室之外 大声说道 徐将军 圣上知道你回城了 招你进宫 现在跟我一起进宫面圣马 徐丰起身跟随中年执事来到了皇宫 进入了一座庄严的殿堂 殿内 大周人皇坐在龙椅上 身边站着几位朝廷重臣 徐丰感受到 大周人皇身上 传来一股深不可测的气息 与他之前在天拳宗宗主身上 感受到的有些类似 估计大周人皇也是五神镜的存在 大周人皇看到徐丰 脸上露出了赞赏的神色 徐丰 你在天水城立下了大功 不仅收复了天水城 更是将大力精一族覆灭 朕甚是欣慰 徐丰攻身行礼 这是陈英镜的职责 不敢拘攻 圣上微笑着点头 你谦虚了 朕听说 你在搜寻五神镜的修炼灵物 有功当赏 此次朕赐你识评圣元丹 以及一枚法则之精 以助你修炼 圣元丹是和九鼎环丹类似的丹药 不过效果更甚 而法则之精 则是蕴含着庞大的法则之力 乃是五圣镜修炼的圣物 徐丰双手接过赏赐 心中激动不已 多谢圣上 圣上摆了摆手 这是你应得的 希望你继续为大周效力 保卫疆土 徐丰坚定地说道 沉定不负圣上厚望 领取赏赐后 徐丰回到了武堂 准备闭关修炼一段时间 将圣元丹和法则之精吸收消化 十瓶圣元丹共有120克 不知道效果如何 徐丰盘腿坐在自己的修炼房中 缓缓地取出一瓶圣元丹 倒出一颗含在口中 圣元丹入口即化 化作一股纯净的能量 迅速在体内扩散开来 徐丰运转天地玄黄诀 引导这股能量 融入丹田和经脉中 同时 徐丰拿出法则之精 将它置于掌心 开始感受手中的法则之精 这枚法则之精 散发出浩瀚的法则之力 徐丰闭目尽心 一道一道的法则之力 融入徐丰身体 时间缓缓流逝 一个时辰后 一枚圣元丹的药力 已被徐丰吸收完毕 在法则之精的辅助下 一枚圣元丹 对法则领域的扩展 达到了二立方圆 徐丰继续拿出圣元丹 吞服炼化 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炼之中 圣元丹提供的强大能量 以及法则之精 所蕴含的法则之力 则不断扩展着他的法则领域 增强着他的实力 在闭关修炼的第四天 徐丰感受到体内的力量 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法则领域也达到了 五圣五重的界限值 三百二十里方圆 徐丰猛然睁开双眼 双手猛地一合 法则之力迅速凝聚 体内的气息爆发开来 他的法则领域 从三百二十里 迅速扩展到了四百里 修为也突破到了五圣六重 终于突破了 徐丰感受到体内澎湃的力量 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满足 圣元丹还没用完 法则之精也没怎么消耗 接着修炼 徐丰继续闭关 一日复一日 徐丰在修炼中度过了十天的时间 在这期间 他不断吞服圣元丹 同时吸收着法则之精的力量 稳步扩大和稳固自己的法则领域 十天的时间将手头上的 一百二十枚圣元丹消耗殆尽 徐丰的法则领域 也扩张到了五百五十四里方圆 修炼完毕 徐丰站起身来 活动了一下身体 感觉整个人充满了力量 他走出修炼房 接下来 再去雷一四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任务吧 徐将军 您终于出关了 可把我等苦了 一个面白无须的中年男子 一脸委屈地看着徐丰 说道 徐丰一脸疑惑 你是谁啊 徐将军 我是宫里服侍圣上的一介奴才 此番是圣上有旨意于你 原来是大洲人皇派来的太监 徐丰心想 徐丰抱拳道 不知圣上有何吩咐 奴婢一见奴才 哪敢揣测圣上的心思 还请徐将军 速速进宫面见圣上 太监低头说道 既然是圣上召见 那就请你带路吧 徐丰对那太监说道 心中暗自猜测 大洲人皇 找他究竟所为何事 那太监递上一封密信 低声说道 圣上有令 请徐将军 速速进宫面见 太监点点头 脸上露出一丝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徐将军 请跟我来 他们一路前行 很快便来到了皇宫 宫门前的守卫 见到太监和徐丰 恭敬地让开一条路 进入宫中 徐丰感受到浓厚的黄泉威压 和庄严的气息 太监将徐丰带到了一处大殿前 低声道 徐将军 圣上在内等候 请您稍后片刻 说完 太监便匆匆走入大殿禀报 不久 太监返回 对徐丰说道 徐将军 圣上有请 徐丰迈步进入大殿 看到大洲人皇 端坐在龙椅之上 目光威严 四周站着几位大臣 徐丰行礼道 陈徐丰参见圣上 圣上微微点头 语气温和地说道 徐将军不必多礼 朕这次召见你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想要交给你处理 徐丰抬起头 神情专注地听着大洲人皇的话 想必你也清楚 大洲边境 与大宣的战事不断 那大宣与妖兽勾结 屡次进犯我大洲边境 最近 朕的探子探查到大宣朝 派出了不少强者 潜入我大洲 企图与大洲境内的 妖兽势力联合 乱我山河 大洲人皇顿了顿 接着说道 朕得到确切消息 西北荒原的妖兽 被一名大宣的妖武者说动 不断进犯西北地区的城池 造成死伤无数 朕派去的几位将领 都未能彻底平息此事 你武艺高强 又有丰富的烈妖经验 朕希望你能前往西北 彻底平定妖兽之乱 你可愿意 徐峰听罢 心中明白 此次任务非同小可 开口问道 圣上 不知那妖武者 与西北荒原妖兽的修为 大概在什么层次 陈唯恐自身实力不济 反落了我大洲的脸面 大洲人皇说道 不必担忧 那妖武者 不过五胜七重 荒原妖兽最强者 也不过妖胜九重 你击杀过妖胜十重的大力精盛 想来此行对你来说 易如反掌 了解了情况后 徐峰便郑重回答道 臣愿领命 定不负圣上所托 圣上满意的点点头 好 徐将军果然忠勇 正会命人准备一些资源 以助你此行 希望你能早日凯旋 徐峰再次行礼道 多谢圣上 臣一定竭尽全力 徐峰接下剿灭 西北荒原的任务后 大洲人皇面露喜色 高声说道 来人 你指 大殿内 随着大洲人皇的高声命令 一名身着锦衣的内侍 快步上前 手持金笔 等待人皇的旨意 人皇清了清嗓子 郑仲说道 经西北荒原妖兽猖獗 饶我边江安宁 特命徐峰率众 前往剿灭 平定妖乱 护我大洲百姓 封徐峰为征妖大将军 截至西北军马 全权处理西北事务 内侍恭敬的江照旨写好 随即交予一旁的侍从 人皇转向徐峰 脸上满是期待 徐将军 此番任务 关乎国御名声 望你不负众望 徐峰深吸一口气 拱手道 陈定当全力以赴 竭尽所能 早日平息西北妖乱 人皇点点头 随即挥手示意 好 另外 正在赠你十瓶圣元丹 以及一柄神兵 一副宝甲 随着人皇的招呼 三名内侍 各自拿着一样东西 从门外走来 一个用托盘 托着十瓶丹药 另外两个 各自捧着一把刀 和一件金丝软甲 大洲人皇指着三样东西 对徐峰说道 圣元丹 我就过多介绍了 这一把刀名换龙鳞宝刀 乃是以妖神镜的龙鳞制作而成 无坚不摧 另外 这一件软甲名换 酸泥甲 同样是以妖神镜的 碧眼酸泥的毛发制作而成 可挡武帝一击 徐峰收下三样物品 对着大洲人皇抱拳道 多谢圣上赏赐 大洲人皇点点头 随即 一名内侍 取出将军应信 郑重递给徐峰 这是将军之印 可凭此调动边军 同时 该印还有储物之能 在其内部有一艘非洲 攻你驱使 事不宜迟 你现在便出发吧 大洲人皇说道 徐峰接过印信 点点头 是 陈现在便前往西北荒原平腰 离开皇宫后 徐峰神识探入将军印中 只见其中空间广阔无比 一艘巨大的非洲 在其中静静躺着 徐峰将非洲取出 上了非洲 控制着非洲 朝着西北方向飞去 非洲在空中 划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徐峰站在船头 俯瞰着下方的山川河流 心中暗暗下定决心 要将西北荒原的妖兽 一举剿灭 西北荒原 距离皇城极远 哪怕以非洲之宿 也要连续飞顿十来天 徐峰拿出那酸泥甲套在身上 一股暖流 从甲中传来 不断滋养着徐峰的身躯 没想到这宝甲 竟还有如此功效 这波转了 徐峰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随后 徐峰拿出了龙龄宝刀 此刀无翘 一股寒意从刀身上传来 看得久了 竟有一股锋锐之意 直刺脑海 不愧是杀伐利器 果然不凡 紧接着 徐峰便在船头坐下 拿出圣元丹和法则之精 开始修炼 十天过后 十凭圣元丹 便又被徐峰吸收一空 徐峰的法则领域 达到了640里方圆的大小后 再吃圣元丹 也无法扩大一分 这也导致徐峰的修为 卡在了五胜六重极限 只差一线 便可突破五胜七重 修为陷入瓶颈 徐峰便将时间 投入到各个功法的熟练度提升上 终于 在第十二天时 非洲来到了西北荒原的上空 徐峰也结束修炼 站在船头 向下看去 只见荒原上妖兽四女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妖气 徐峰没有立即落下非洲 而是将心神沉入面板 年龄 十六 五道境界 五胜六重 法则之力 空间法则 LV 十 法则领域 空间 640里 LV7出神入化 38000-6000 密法 不死天残宫 残 第四层 6600-6600 一品 无量神诀 LV 九地境 57800-8000 二品 蓝空间诀 LV 九地境 53101-72000 三品 星陨不灭体 LV 九地境 41500-6400 四品 天地独尊长 LV 八圣境 12800-28000 四品 无相风云露 风篇 LV 八圣境 10500-28000 破限点 6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之前与大力金圣同归于境 消耗了不死天残宫的复活效果 将不死天残宫进阶到了第四层 这一段时间也将其熟练度干满 又有了一次复活机会 徐丰心头大定 徐丰将目光移向下方的荒原 找了个位置 心神一动 非洲朝下落去 徐丰将非洲停在一处高地上后 从非洲上一跃而下 随后将非洲收入将军印之中 此地乃是妖兽势力 妖兽众多 还是小心为上 徐丰心道 随后小心隐藏着自己 往荒原中走去 荒原上风沙弥漫 天空昏暗 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徐丰小心翼翼的前行 时刻警惕周围的动静 走了不久 突然前方传来一阵低沉的吼声 徐丰停下脚步 仔细聆听 很快 一只巨大的妖兽 从远处冲了过来 带起一阵狂风 徐丰手中龙龄宝刀闪现 猛地迎向妖兽 龙龄宝刀一刀斩在妖兽身上 宛如切豆腐一般 瞬间将那妖兽一分为二 妖兽发出一声惨叫 倒地身亡 随着妖兽惨叫声传开 无数的妖兽 从远处朝着徐丰跑来 众多妖兽的践踏在地面上 形成一阵一阵的波动感 徐丰知道自己行踪一落 索性也不再隐藏 空间瞬移施展开来 不断出现在妖兽身旁 手中龙龄宝刀不断挥下 每一刀都会带走一只妖兽 渐渐地地面血流成河 徐丰的身上也沾满了妖兽的血液 宛若一个血人 徐丰如同一只游龙 身形在妖兽群中穿梭 每一次空间瞬移都精准无比 每一次龙龄宝刀挥下 都带着凌厉的杀意 妖兽们根本无法反应过来 只能在他的刀下纷纷倒下 好 一只巨大的妖兽发出怒吼 身形如山月般压来 徐丰身形一闪 出现在他的身后 龙龄宝刀猛然劈下 将其头颅一分为二 血液喷洒在徐丰的身上 他却毫不在意 继续向前杀去 妖兽们的怒吼声 惨叫声混杂在一起 形成一片混乱的战场 徐丰如入无人之境 所过之处 妖兽无不退避三射 然而 妖兽的数量实在太多 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 徐丰知道 必须速战速决 否则自己体力不支 必然陷入困境 蓝空见绝 空谷幽兰 徐丰嘀喝一声 手中的龙龄宝刀光芒大作 猛然劈出一道巨大的刀光 瞬间将前方的妖兽斩成两截 随着刀光挥洒 妖兽们被成片成片地斩杀 地面上的血流已经汇聚成河 徐丰的身形依旧灵动 仿佛这片血海中的沙神 就在这时 一只通体漆黑的妖兽 突然出现在徐丰面前 双目星红 周身散发着强大的妖气 徐丰眼神一灵 知道这是一只妖圣级别的妖兽 终于来了个像样的对手 徐丰冷笑一声 身形一闪 赢了上去 黑色妖兽嘶吼一声 猛扑向徐丰 徐丰挥刀迎击 龙龄宝刀与妖兽的利爪 在空中碰撞 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强大的冲击力 使得两人同时后退几步 地面被震出深深的裂痕 妖圣级别的妖兽 显然不同反响 他没有给徐丰喘息的机会 再次扑了上来 徐丰不慌不忙 利用空间瞬移闪避 同时寻找着对方的破绽 找到了 徐丰眼神一亮 身形一晃 出现在妖兽的身后 龙龄宝刀狠狠斩下 扑哧 妖兽的脖梗处 喷出一道血柱 巨大的身躯轰然倒地 徐丰稳稳落地 喘了口气 随即继续向前杀去 经过一番激战 徐丰终于将所有的妖兽斩杀殆尽 地面上堆积着无数妖兽的尸体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 徐丰站在一片尸山血海中 浑身染满鲜血 宛如一尊从地狱中走出的修罗 突然 一阵鼓掌声在身后响起 徐丰迅速转身看去 只见一个身穿黑袍的阴翼男子 不疾不徐地朝着徐丰走了过来 徐丰眼神一宁 紧握龙龄宝刀 紧惕地盯着那名黑袍男子 对方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气息 显然不是寻常之辈 真是精彩的表演 黑袍男子停下脚步 轻笑一声 没想到大周朝竟然出了 你这样一个天才 你是谁 徐丰冷冷地问道 神识全开 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情况 我叫叶无常 黑袍男子慢条斯理地说道 你可以称我为叶老鬼 像你这样的天才 却要死在这里 真是令人惋惜 叶无常 徐丰皱眉 你便是大宣派来 大周捣乱的妖武者 哦 没想到 我们的计划 竟然已被大周知晓 叶无常冷笑道 不过无所谓 把你这样的天才杀了 比涂灭几个城池 都要令人痛快 说完 叶无常身形一闪 瞬间出现在徐丰面前 手中黑光一闪 一柄利刃 直刺徐丰的心口 徐丰反应极快 瞬间发动空间瞬移 躲开了这一击 与此同时 龙龄宝刀已然挥出 直奔叶无常的要害 叮 叶无常的利刃 和徐丰的龙龄宝刀 在空中碰撞 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两人的速度 都快如闪电 眨眼间已交手数次 你的实力果然不凡 但这还不够 叶无常冷笑道 身形猛然暴涨 黑袍烈烈作响 周身笼罩着一层黑色的雾气 徐丰不甘示弱 运转全身原力 龙龄宝刀光芒大作 整个天地 仿佛都被刀光所笼罩 两人再次交手 空气中 并发出一阵阵剧烈的能量波动 地面不断震动 尘土飞扬 数招过后 徐丰对叶无常的实力 已有所了解 修为估摸着在五胜八重 比大周人皇所说的五胜七重还要高 好在没有出现五胜九重的妖兽 应付起来应该不难 徐将军 今天你必死无疑 叶无常大笑道 黑色的雾气突然化作无数利刃 向徐丰激势来 徐丰面色如常 迅速发动空间瞬移躲避 随后身形一转 出现在叶无常身后 徐丰深吸一口气 猛然运转天地玄黄绝 将龙灵宝刀高高举起 刀上光芒闪烁 蓝空见绝 蓝宇定空斩 徐丰低贺一声 龙灵宝刀带着无匹的威势 直奔叶无常劈去 叶无常脸色一变 迅速凝聚全身力量 黑色的雾气形成一道厚厚的屏障 挡在身前 哄 一声巨响 刀光和雾气碰撞在一起 激起一阵狂暴的能量波动 地面被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尘土飞扬中 两人的身影若隐若现 当尘土渐渐落下 徐丰的身影显现出来 手中的龙灵宝刀 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而叶无常则狼狈地退后几步 脸色苍白 显然受了不清的伤 这不可能 叶无常咬牙切齿 你居然能破开我的防御 徐丰冷笑一声 此刻的他充满了战意 妖无者也不过如此 叶无常 今天你休想逃脱 战斗再度爆发 徐丰和叶无常的身影 在荒原上闪烁 两人的交手 仿佛要将整个天地撕裂 徐丰凭借着空间瞬移 和龙灵宝刀 在叶无常身上 留下了一道道的伤痕 又是一次碰撞后 叶无常站在原地气喘吁吁 看向徐丰 徐丰还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叶无常瞬间暴怒 哎呀呀 可恶 我要你死 只见叶无常浑身冒出黑气 身形不断拔膏 黑气在其背后凝聚 生成了一双羽翼 叶无常的脑袋也逐渐变化 最终变成了鸟头的样子 不得不说你真的是个天才 不过是五生六重的境界 竟能逼得我用出叶霄真身 我会用我最强的实力来回报你 嘿嘿 叶无常一脸疯狂 笑道 叶霄真身 也是 运动久了 是时候来点叶霄了 徐丰扭了扭脖子 嘲讽道 不要妄想用语言激怒我 我不是那些弱智妖兽 叶无常吃笑道 话音刚落 叶无常双翅一盏 瞬间飞到空中 只见其双翼大盏 双手张开 一股黑影从其身上扩张开来 叶霄领域 开 原本阳光普照的大地 瞬间陷入一片黑暗 没有一点光亮 徐丰的眼前一片黑乎乎的样子 目不可视 于是徐丰神识探出 可惜在叶无常的叶霄领域中 神识也无法起到作用 感知中只有一片黑暗 徐丰知道自己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局面 黑暗中无法看见 也无法通过神识 感知对手的位置 这种情况下 他必须依靠其他感官和直觉来应对 这叶霄领域果然厉害 无法依靠眼睛和神识 只能靠其他感官 徐丰心中思索 双手握紧龙领宝刀 耳朵竖起 仔细聆听四周的动静 嘶嘶 突然 耳边传来一阵诡异的响声 徐丰立刻敏锐地 感知到危险的灵境 他迅速侧身一闪 闲闲躲过了一道黑色的利刃 叶无常在黑暗中占据优势 必须打破这种局面 徐丰心中暗道 他迅速运转空间法则 准备展开反击 徐丰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叶无常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 带着浓浓的嘲讽和杀意 徐丰不为所动 只是小心防备 叶无常一个顺身 手中利刃滑向徐丰 徐丰躲闪不及 身上的衣服被切割开来 露出了穿在其中的酸泥金丝甲 叶无常的利刃 无法击破酸泥甲的防御 徐丰趁此机会 手中的龙龄宝刀朝着叶无常砍去 叶无常双翅一阵 瞬间飞离开来 徐丰目不能视 一时之间也难以追上 没想到你还身穿保甲 不过接下来 我会瞄准你的脑袋 我就不信 你的脑袋和那保甲一样坚硬 叶无常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 徐丰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空间领域瞬间施展开来 挤压着叶霄领域 试图破开叶霄领域 可惜叶无常不会给徐丰这样的机会 不断出现在徐丰身旁 用利刃攻击着徐丰 徐丰只得不断挥动龙龄宝刀 阻挡着叶无常的攻击 难以将心神聚集在空间领域上 没有了徐丰的操控 空间领域难以击破叶霄领域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徐丰明白 一直这样被叶无常缠着 最终难逃一败 行允不灭体 给我开 只见无数黑色静光从徐丰身体中冒出 那黑色静光如同一条条绳索 在徐丰身旁不断摇荡 叶无常袭来 那黑色静光瞬间出现在叶无常身旁 将其缠绕 叶无常被那黑色静光缠住 一惊 这是什么鬼东西 随后双手握住黑色静光 一拉 瞬间将黑色静光扯碎开来 不过徐丰也趁此机会摸清了叶无常的位置 瞬间一倒到黑色静光朝着叶无常缠绕而去 虽然叶无常随手一击便可粉碎一片黑色静光 但架不住黑色静光数量无数 因此 徐丰依靠着黑色静光也能实时感应到叶无常的所在 徐丰身影瞬间出现在叶无常身后 龙龄宝刀麾下 蓝空剑绝 空谷幽兰 一道巨大的剑气切实打在了叶无常的背后 将叶无常打落在地 徐丰趁此机会 空间领域大开 给我破 徐丰怒吓一声 身旁闪现耀眼的光芒 瞬间将周围的黑暗撕裂 一道强烈的白光从徐丰的身体逐渐向外扩散开来 照亮了四周的黑暗 徐丰借助空间法则领域的力量 终于将叶无常的夜宵领域破了开来 叶无常脸色大变 他没想到 徐丰竟然能破开他的夜宵领域 他双翼一阵 试图逃离 但徐丰速度更快 瞬间出现在他身前 龙龄宝刀狠狠劈下 哼 刀光与黑影再次碰撞 激起一阵剧烈的能量波动 夜无常被震退树部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徐丰 你竟能破开我的领域 夜无常惊怒交加 眼中闪烁着狠力的光芒 你的夜宵领域虽然强大 但并非无懈可击 徐丰冷冷说道 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话音刚落 徐丰再次发动攻击 龙龄宝刀带着无匹的威势 直奔夜无常劈去 夜无常见状 发出一声尖笑 银 销声匿迹 夜无常的身影瞬间消失不见 徐丰神石扫出 探寻着夜无常的所在 徐丰神石迅速扩展 扫尸四周 试图找到夜无常的踪迹 然而 这片刻的空隙 却让他感到一股强烈的不安 夜无常的身影 突然从空气中显现 像一只幽灵般 出现在徐丰的背后 你以为这样就能杀死我 夜无常的声音 阴冷刺骨 带着一种诡异的笑意 徐丰瞬间反应过来 龙龄宝刀 旋即转身劈去 然而 夜无常的身影再次消失 化作无数黑影在周围飘动 仿佛整个空间都充斥着他的存在 哼 故弄玄虚 徐丰冷哼一声 心念一动 空间法则之力猛然扩散开来 强大的空间波动将黑影震散 夜无常的身影被迫显现 脸色变得阴沉 他再度展开双翼 试图冲天起 然而 徐丰的速度更快 龙龄宝刀已经劈至他的身前 哼 刀光如同雷霆 直击夜无常的胸膛 夜无常发出一声惨叫 身影被震飞出去 重重摔在地上 口中喷出大量鲜血 你 你竟然能够如此运用空间法则 夜无常眼中露出一丝恐惧 今天 你逃不掉了 徐丰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龙龄宝刀再次高举 就在此时 夜无常突然阴冷一笑 嘴角流露出一丝阴毒的微笑 他艰难地抬起手 双眼闪烁着疯狂的光芒 徐丰 你以为你赢了吗 你太天真了 夜无常嘶哑的低语 身影骤然爆发出一股强烈的黑光 徐丰感到一股剧烈的危机感 连忙运转全身法力 瞬间施展空间防护 然而 黑光却迅速蔓延 将它完全包围 哄 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 黑光吞噬了一切 片刻之后 黑光逐渐散去 徐丰从中缓缓现身 衣衫略显破碎 但却毫发无损 他冷冷地看着地上的夜无常 知道对方已是回光返照 生命力在迅速流逝 最后的挣扎也无济于事 徐丰冷然道 走到夜无常身前 龙灵宝刀高高举起 你 夜无常眼中充满了不甘于怨毒 但他的声音已变得微弱 死吧 徐丰一刀斩下 夜无常的身影瞬间消散 化作一缕黑烟 消散在空气中 随后 徐丰在夜无常尸体上摸索了一番 找到了一枚空间戒指 徐丰将其戴在手指上 晚点再看看其中的收获 徐丰站在原地 缓缓收起龙灵宝刀 看着四周恢复平静的荒原 这妖武者手段果然妖异 难怪大洲将大部分人手 都不知在边境 抵御大轩的进攻 接下来 便是清理剩余的妖兽 徐丰振作精神 展开身影 朝着妖兽聚集的方向飞去 继续完成他的任务 按照大洲人皇所说 应该还有妖圣九重的荒原妖兽 于是 徐丰便继续在荒原中搜寻了起来 徐丰在荒原上空飞行 神识不断扩展 仔细搜寻着 隐藏在此地的强大妖兽气息 经过一段时间的搜寻 他终于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妖气 远比之前遇到的妖圣 更为恐怖 这股妖气 至少是妖圣九重 徐丰心中一领 立即向着妖气的方向飞去 飞行了约摸半个时辰 徐丰来到了荒原深处的 一片黑色森林前 这里的空气中 弥漫着浓重的妖气 四周的植物 也显得异常诡异 他小心翼翼地降落在森林边缘 谨慎的前行 突然 一道强大的妖气 从森林深处袭来 徐丰迅速躲闪 身影在空中连连闪烁 避开了这道攻击 紧接着 一个巨大的身影 从森林中缓缓显现 仿佛一座小山般庞大 这是一个巨大的妖兽 通体漆黑 双眼如同血月般 闪烁着红光 周身环绕着强大的妖气 这妖兽看起来 像是一只变异的巨蟒 但背上却生有一对巨大的福音 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人类 你居然敢踏入我的领地 找死 巨蟒妖圣低吼道 声音如雷 震动四方 徐丰冷冷一笑 龙林宝刀出现在手中 战役盎然 你就是荒原的妖圣九重 今日 我便取你性命 巨蟒妖圣大笑一声 身形一晃 巨大的身体 瞬间如同闪电般 冲向徐丰 徐丰毫不畏惧 身影一闪 迎了上去 两者瞬间交战在一起 恐怖的力量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巨蟒妖圣速度极快 双翼展开时 掀起阵阵狂风 同时 巨尾如同钢鞭般横扫而来 徐丰手持龙林宝刀 身影如鬼魅般 在空中闪烁 几次显之又显得避开了致命攻击 并找准时机反击 一时间 两者站得难解难分 周围的森林 被波及得支离破碎 巨蟒妖圣怒吼连连 身上的鳞片闪烁着寒光 仿佛铜墙铁壁般 肩不可摧 徐丰不断催动法则之力 龙林宝刀上 闪烁着无匹的锋芒 每一击都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蓝空剑绝 空谷幽兰 徐丰怒吼一声 空间法则瞬间爆发 周围的空间 仿佛裂开一般 形成无数道空间裂缝 向巨蟒妖圣席卷而去 只见那巨蟒妖圣背后扶翼一阵 一阵波动蔓延开来 将那空间裂缝 一一抚平 那波动逐渐朝着徐丰所在的位置传来 徐丰能感受到 那波动里传来的强大的能量 徐丰寻找着 能避开波动攻击的位置 可惜 这波动呈现一圈一圈的放射状 将整片空间都覆盖了 无法躲避 只能应接 徐丰催动星云不灭体 近光甲覆盖全身 哼 那波动的冲击力席卷而来 猛烈地撞击在徐丰的身上 酸泥金丝甲和近光甲 在这一刻 发挥了极限防御的作用 但徐丰依旧感觉到 一股巨大的力量 冲击着自己的身体 五脏六腑 都仿佛被震得翻腾不已 巨蟒妖圣剑一击 未能重创徐丰 双眼闪烁着胸光 再次震动服役 身形如同幻影般 瞬移到徐丰身旁 巨尾带着凌厉的风声 徐丰被震得连连后退 脚下在地面 划出一道深深的痕迹 再来 徐丰怒吼一声 瞬移至巨蟒妖圣头顶 龙领宝刀 带着恐怖的空间法则力量 狠狠斩下 巨蟒妖圣顿时感受到 强烈的危机感 双眼猛然一震 试图逃离空间裂缝的范围 然而 徐丰早已看穿了他的意图 瞬移至其背后 龙领宝刀 化作一道耀眼的刀芒 狠狠斩下 扑哧 巨蟒妖圣发出一声惨叫 背上的鳞片被劈开 鲜血如泉涌出 哎呀呀 可恶的人族舞者 你激怒我了 巨蟒妖圣大怒 张开争铭巨口 大喊道 只见巨蟒妖圣张着巨口 一道道蓝色光圈 从其中生出 不断向外飞出 朝着徐丰的方向飞来 徐丰施展空间 瞬移躲开 没想到那蓝色光圈 竟有追踪之能 继续朝着徐丰的方向飞来 徐丰不断瞬移 躲避着蓝色光圈 而那巨蟒口中的光圈 还在不断生出 整片空间存在的蓝色光圈 越来越多 徐丰的身影 被蓝色光圈覆盖 必无可避 眼见徐丰 就要被蓝色光圈击中 徐丰手中龙龄宝刀 猛然挥下 近断蓝空 瞬间 空间领域浮现 将所有蓝色光圈 都定在原地 徐丰身形一转 出现在巨蟒妖圣身旁 大刀一斩 巨蟒妖圣感受到致命的威胁 猛然一扭身躯 试图避开这一击 可惜 空间已被徐丰控制 一时无法脱身 徐丰的刀光 如闪电般劈下 直接斩在了他的脖梗上 鲜血喷涌而出 巨蟒妖圣 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身体剧烈颤抖起来 徐丰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接连数刀斩出 龙龄宝刀每一击 都带着无匹的锋芒 将巨蟒妖圣彻底压制 终于 在一声震天的怒吼中 巨蟒妖圣庞大的身体 轰然倒地 气息迅速衰弱 最终归于沉寂 徐丰喘了口气 收起龙龄宝刀 走到巨蟒妖圣的头颅前 确认他已经彻底失去了生机 然后 他从巨蟒妖圣的体内 取出了一枚巨大的妖盒 妖盒蕴含着极其强大的能量 闪烁着射人的光芒 总算解决了 徐丰低语道 将妖盒和巨蟒尸体 收入空间戒指中 他环视了一圈四周 确认再无其他强大的妖兽存在后 心中松了一口气 任务总算完成了 该回去了 徐丰心念一动 召唤出非洲 踏上非洲 朝着黄兜的方向飞去 非洲在天际 划出一道长虹 徐丰站在船头 手指抹撒着的 自夜无常的空间戒指 回去黄兜还得十来天 先看看夜无常的空间戒指中 有没有辅助修炼的丹药或灵物吧 徐丰将神识探入夜无常的空间戒指中 发现其中的空间 比他预料的还要宽广 里面堆满了各种物品 仔细检查一番后 他发现了不少珍贵的丹药和灵物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瓶精致的玉瓶 徐丰取出一瓶 打开瓶塞 一股浓郁的要相扑面来 这是圣元丹 专门用于提升修为的高级丹药 可惜已经对徐丰不起作用了 接着 他发现了一些灵物 这些灵物各个散发着强烈的灵气 其中包括几株珍贵的灵草 和一块闪烁着微光的金石 这是元丹 没想到这夜无常竟然有元丹 虽然只是夏品元丹 但哪怕是夏品元丹 其中蕴含的元丽也难以估计 或许可以借助这枚元丹 尝试冲击五圣七重的瓶颈 元丹乃是元丽浓缩精华 一枚夏品元丹可兑换一百枚极品元石 一般来说 只在五神和强大的五帝之间流通 也是五神和五帝修炼的绝佳辅助物 除了这些修炼资源 徐峰还在戒指中 发现了一些妖兽材料和几枚玉碱 徐峰将玉碱拿出 以神识查探 发现上面记载的是 妖武者的修炼之法 其中一枚正是夜无常修炼的夜霄容身 需要沐浴夜霄精血 并以密法吸纳夜霄血脉 炼成之后可拥有夜霄血脉神通 不过自身会受到精血源头妖神的控制 徐峰微微皱眉 此等协议不宜流传 还是将其毁掉吧 徐峰五指用力一握 瞬间将那玉简化为积粉 徐峰将这些东西一一分类整理 这次从夜无常的空间戒指中得到了元经 也算不需此行了 将这些东西收好后 徐峰便开始盘腿做 拿出元经 至于手中 他运转天地玄黄绝 不断吞吸着元经中的庞大元力 元经中的元力 源源不断地涌入徐峰的体内 仿佛一股澎湃的潮水 在他的经脉中激荡 徐峰运转天地玄黄绝 将这些庞大的元力迅速转化为自身的灵力 并引导其冲击五圣七重的瓶颈 随着元经的炼化 徐峰感受到自身的气势逐渐攀升 灵力在体内的流动 也变得更加顺畅而强大 瓶颈在强大的元力冲击下 逐渐开始松动 还差一点 徐峰心中暗自说道 他知道突破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 便更加专注地运转功法 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突破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元经逐渐变小 直至完全消失 化为虚无 就在这时 徐峰体内的灵力猛然一阵 一道无形的屏障被彻底击碎 他的修为瞬间突破到五圣七重 成功了 徐峰感受到体内的力量变得更加澎湃 法则领域也随之扩大 达到了八百里方圆 他缓缓睁开双眼 目中金光闪烁 整个人的气质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变得更加沉稳而有力量 元经果然非同凡响 没想到 能让我这么顺利的突破 徐峰嘴角微微翘起 境界的突破 总归是件开心事 突破五圣七重 不过用了大半天时间 剩下的时间 徐峰便又开始修炼功法 提升熟练度了 非洲在空中急迟 徐峰沉浸在修炼之中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十二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当徐峰再次睁开眼睛时 各项功法的熟练度 都有了不小的提升 收起心神 徐峰站起身来 他走到非洲边缘 眺望着逐渐接近的黄都 快到黄都了 等会先去黄宫汇报一下情况 非洲在天际划出一道长虹 最终停在了黄都的上空 徐峰收起非洲 身影一闪 便向黄宫的方向飞去 再次来到黄宫 徐峰跟宫门处的内侍说明来意 那内侍听徐峰说是 汇报西北荒原之事后 便火急火燎地进去禀报了 不一会儿 那内侍又快步走了过来 徐将军 圣上请您进去 就在义士殿 义士殿便是徐峰上次来见 大周人皇的地方 徐峰点点头 静止前往义士殿 义士殿中 大周人皇正与几位大臣交谈着 见到徐峰过来 大周人皇露出一丝笑意 开口说道 看徐将军一脸春风 看来此行颇为顺利 徐峰行礼后达到 回禀圣上 此次剿灭西北荒原妖兽的行动 非常顺利 妖圣九重的巨蟒妖圣 已被臣斩杀 荒原妖兽基本肃清 另外 那来自大宣的妖武者 也已被斩杀 大周人皇文言大喜 微笑着点头 徐将军果然不负阵望 辛苦了 随即转头对身旁的大臣说道 徐将军立下如此大功 诸位有何建议 一位身穿紧袍的老臣站了出来 说道 圣上 徐将军此次功勋卓著 臣以为应赏赐丰厚 以示恩宠 另一位大臣附和道 不错 徐将军不仅剿灭了妖兽 还斩了大宣的五圣禁妖武者 实在是我大周的栋梁 大周人皇点点头 微笑着看向徐峰 徐峰 朕知前锋你为征妖大将军 截至西北军马 全权处理西北事务 不知你可有意前往西北边境坐镇 徐峰想了想 说道 圣上 臣恐怕难以久留西北边境 臣一心追求武道之巅 须不断历练修炼 然而 臣愿为大周效力 可暂时前往西北边境 帮忙抵御大宣的进犯 待情况稳定后 再请圣上安排其他将领接替 大周人皇微微点头 表示理解 徐将军忠心可嘉 朕一知你志在武道之巅 既然如此 朕同意你的提议 你先前往西北边境的平顺城镇守 待局势稳定 朕再令则梁将接替你 徐峰拱手行礼 多谢圣上谅解 臣定当竭尽全力 护我大周疆土 大周人皇露出满意的笑容 很好 朕相信你必能不负所托 待你返回之时 朕将另有重任相受 随后 大周人皇转向一旁的内侍 传令下去 即日起 徐峰为平顺城镇守大将 兼任镇北大将军 截至西北军马 全权处理西北事务 内侍功身领命 是 圣上 大周人皇再次看向徐峰 徐峰 朕看你已经突破了五胜七重 接下来的修炼 一些寻常的丹药 已经起不到帮助的作用了 唯有制圆丹 还有点用 这样 正次你一枚制圆丹 作为你剿灭西北荒原的奖励吧 徐峰听到 要以制圆丹作为奖励 盲出声道 圣上 臣已有一枚制圆丹 不知可否换成别的东西 大周人皇闻言笑了笑 哈哈 你小子还和朕讨价还价起来了 也罢 你自己说吧 你想要什么赏赐 徐峰想了想 说道 臣想要一些法则至今 大周人皇微笑着点头 你先回去休息 朕稍后会派人 将封赏送到你府上 是 臣告退 徐峰再次行礼后 转身离开了议事殿 大周人皇将西城区一座大院子 赐给了徐峰 作为将军府 徐峰也算在皇都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回到府中 徐峰稍作休息 不久 便有个宫里的内侍 将大周人皇的赏赐带了过来 徐将军 这是圣上给您的赏赐 一共是三份法则至今 您收好了 徐峰接过法则至今 收入空间戒指 说道 多谢 对了 圣上还说了 徐将军若无其他事的话 最好尽快前往平顺城 那边的情况不太好 内侍说道 徐峰点点头 说道 我明白了 我明日便赶往平顺城 内侍文言露出笑容 说道 徐将军果然忠心爱国 咱家会如实禀报圣上 说完 内侍便向徐峰告辞了 待内侍走后 徐峰简单收拾了一番 便出府 准备前往城中的商行 将空间戒指中的妖兽材料处理一下 大周境内最出名的商行有三家 除了南北商行和红甲商行 还有便是大周皇室一族所开的基石商行 徐峰之前有和南北商行和红甲商行做过交易 印象都不错 之前在天掘山脉外 还和南北商行的人并肩作战股 因此 徐峰打算前往南北商行 徐峰踏出府门 静止朝南北商行的方向走去 南北商行位于皇城的繁华地段 建筑宏伟 商行门口悬挂着金灿灿的招牌 熙熙攘攘的行人进出不息 走进商行 徐峰便感受到一股浓厚的商业气息 各类奇珍一宝 琳琅满目 弹药 兵器 福禄 灵财 应有尽有 一名穿着华丽的伙计 见到徐峰 连忙上前招呼 这位大人 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徐峰点点头 我要处理一些妖兽材料 有没有专门负责这类交易的 伙计恭敬地说道 请随我来 大人 这边请 他带着徐峰来到一个宽敞的交易大厅 那里设有专门处理妖兽材料的柜台 徐峰将空间戒指中的妖兽材料一一取出 整齐地摆放在柜台上 负责评估的掌柜仔细查看了一番 入出满意的神情 这些妖兽材料质量上成 大人出手果然不凡 这些材料 我们商行愿意以高价收购 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徐峰微微一笑 价钱公道即可 掌柜点头 迅速估算出一个合理的价格 这些材料 一共可换取250枚几品原石 大人可满意 徐峰满意的点头 可以 就按这个价格交易 掌柜立即安排人手 将原石交付给徐峰 交易完成后 徐峰在商行内逛了一圈 随后开口问道 你们商行可有原金出售 掌柜文言摇摇头 说道 本月的原金份额 已经销售一空 大人若有意购买 可在下月初一来本店抢购 徐峰文言 神色一动 抢购 具体说说 本店每月有十枚下品原金的出售份额 先到先得 不过 原金毕竟是武帝和武神的修炼物资 价值珍贵 买到的机会 也挺渺茫的 徐峰点点头 可惜自己马上要前往西北边境的平顺城镇守了 不然倒是可以试试抢购看看 买不到原金 只好看看 有没有别的修炼灵物了 于是徐峰问道 那你们这店里 有没有什么辅助武圣修炼的灵物 丹药之类的 就不用说了 掌柜文言沉思了会 开口说道 除了丹药 本店其他能辅助武圣修炼的灵物 还有法则之精 净神叶 以及金身露 法则之精 可提升武圣的法则领域 净神叶和金身露 分别可以提升武圣的神石和肉体 都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分别作价几何 徐峰问道 法则之精一枚需要100枚几品原石 净神叶一瓶需要50枚几品原石 而金身露一滴 便要10枚几品原石 客观可要来点 徐峰想了想 自己手头上还有4枚法则之精 暂且够用了 倒是可以买点净神叶和金身露 于是 徐峰开口说道 给我来两瓶瓶净神叶和15滴金身露 好嘞嘞 客观稍等 掌柜脸上露出了大大的微笑 刚到头还没捂热的几品原石 又花完了 不过能换到两种修炼物资倒也不错 徐峰将净神叶和金身露收入空间戒指 便往回走 回到府中 徐峰准备试试净神叶和金身露的效果 徐峰盘腿做 拿出一瓶净神叶 往口中倒入一小口 一股清凉的液体滑入口中 瞬间化作一道清流 沿着徐峰的经脉流转 最终会入神石之海 徐峰运转 无量神爵吸收着这股清流 一个时辰后 徐峰将这股清流吸收完毕 感到脑海一阵清明 原本有些疲惫的神石 顿时如同清风拂面般 舒爽无比 神石范围也有所扩展 果然是好东西 徐峰心中赞叹道 看向面板 无量神爵的熟练度 竟然提升了100点 徐峰欣喜不已 或许可以借此将无量神爵 这金身露金光闪闪 犹如一滴液态黄金 它将其小心翼翼地送入口中 瞬间 一股浓烈的精纯原力 在体内炸开 沿着经脉快速扩散 徐峰忙运转心蕴不灭体 吸收这股原力 徐峰感觉身体每一处 都在被这股力量锤炼 洗涤 肉体的强度 在一点点提升 仿佛在锻造一件神兵力气 随着金身露的力量 逐渐被吸收 徐峰感觉 身体比之前更为坚韧 力量也更为充沛 面板上的心蕴不灭体熟练度 竟然暴涨了一千点 果然如掌柜所说 这金身露是提升肉体的绝佳灵物 徐峰心满意足地想着 不知不觉 东方一抹鱼堵白浮现 竟已到了第二天的清晨 这一夜 徐峰都在吸收炼化成静神叶和金身露 可惜 马上要前往平顺城 这静神叶和金身露还剩下大半 只能在路上再吸收了 徐峰暗到 徐峰起身 微微吐出一口气 拿出非洲跃身而上 操控着非洲往西北方向飞去 非洲划破长空 徐峰站在船头 眺望着逐渐远去的黄都 平顺城是大洲朝西北边陲的一座要塞 地理位置重要 常年受到妖兽骚扰和大宣朝的进犯 在飞行途中 徐峰继续吸收静神叶和金身露 每一次修炼都让他的神石和肉体更上一层楼 十余日的飞行之后 平顺城的轮廓终于出现在徐峰的视野中 徐峰结束修炼 看向面板 十余日的修炼 将镜神叶和金身露都消耗一空 总算把无量神诀和星陨不灭体 修炼到极限了 一品无量神诀 LV 九地镜 八零零零零 八零零零零 极限 可破线 三品 星陨不灭体 LV 九地镜 六四零零零零 六四零零零 极限 可破线 面板中两门功法都显示了可破线的字样 同时 破线点也已经来到了七点的数量 徐峰将意识集中在无量神诀上 一道提示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是否消耗四点破线点 对无量神诀进行破线 徐峰没有进行破线 而是将意识集中在星陨不灭体上 得到的提示是 破线 星陨不灭体 需要消耗三点破线点 自己现有的七点破线点 刚好够两门功法的破线 看着平顺城的轮廓 逐渐接近 徐峰按耐下心思 眼下不是破线的时间 还是先进平顺城 熟悉一二 平顺城城城墙高耸 城门外有一条长长的护城河 城内一片繁忙景象 军士们来回巡逻 气氛显得紧张有序 徐峰控制非洲 落在城门外 随后将非洲收起 拿出大洲人皇的守谕 和将军令 向守城的军事亮明身份 军士们见到徐峰手中的将军令 立即肃然起敬 迅速将城门打开 进入城内 徐峰禁止前往平顺城的军营 平顺城的最高指挥官 是一位名叫梁继的将军 他早已接到皇宫的命令 得知徐峰将来此坐镇 梁将军 久仰大名 徐峰拱手道 梁继是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 脸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疤 显得十分威武 他抱拳回礼道 徐将军 欢迎来到平顺城 这里情况复杂 劳烦你多多费心 梁将军客气了 我来此便是为了守护边疆 保卫大洲的子民 徐峰说道 梁继点点头 说道 我以为你准备好了一处住所 就在军营旁边 方便你随时指挥 多谢梁将军安排 徐峰说道 对了 梁将军 麻烦你和我说说 平顺城的情况吧 梁继听到徐峰的话 臣思了会 开口说道 徐将军 平顺城 位于大洲与大宣的交界处 是抵御大宣 妖武者和妖兽的重要门户 城内驻扎有三万精锐军士 修为军在武林境之上 常年对抗妖兽和妖武者的侵扰 城墙高约十丈 设有多处瞭望塔和箭楼 防御攻势坚固 在徐将军来之前 一直是由我代为军队指挥 我的修为是五胜五重 在我之下 还有十位总兵 分别统率三千军马 修为 都在五胜一重至五胜四重不等 梁继继续说道 徐峰有一些不解 于是开口问道 梁将军 照理说 平顺城如此重要 为何朝廷不派武帝境的强者 来此镇守 甚至连高阶武圣都没有一个 梁继文言 露出一丝苦笑 徐将军 你有所不知 朝廷武帝近以上的强者 大都在各大妖兽聚集地镇守着 如云孟泽 吴湘海 万寿林等地 其中 妖帝妖神不知反几 若不是有着其他势力的帮忙 仅凭大洲的武帝武神 也难以抵挡 平顺城虽然重要 但毕竟远离黄都 而且 大宣朝的武帝武神 不敢轻易离开大宣朝的国都 他们现在正被大前狠狠揍着呢 梁继眼神看向边境处 接着说道 大宣进来屡次进犯大洲 便是企图把大洲 作为他们的后路 若他们连国都都被大前打下 那时他们才有可能 把精力放在大洲上 现在他们还是以抵御大前为主 听完梁继的解释 徐峰这才明白了点 不过这大前朝竟如此强大 竟能将与妖兽联合的大宣强势压制 于是 徐峰接着问道 你可知道大前的情况 梁继答道 我也是听说的 边境这边 有时也有大前的舞者过来 和他们聊天中 我对大前的情况有所了解 据说大前朝人人习武 开设了舞蹈学堂 从娃娃就开始教授舞蹈 而且他们竟然没有皇帝 说是国家大事 都是一个教议会的机构来决定的 与大洲这边差别甚大 徐峰文言 心中有些震惊 没想到这个世界 还有这般先进的政治体制 有机会倒是可以去大前看看 徐峰心道 与梁继聊完天 徐峰便前往了自己的住所了 至于平顺城的军权 徐峰还是交由梁继代为指挥 毕竟徐峰不想长期再次镇守 没必要引入太多变化 只是让梁继若有妖兽或妖舞者来犯 便来喊他 接下来便将功法破现了吧 徐峰如此想着 进入房间中 弹腿坐 徐峰将意识沉入面板 集中在无量神诀之上 给我破现吧 心神一动 破现点瞬间消失了四点 化作四道流光 投入到无量神诀之中 只见面板上无量神诀的字样 爆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随后字样前面多了一个前缀 神 无量神诀 功法等级赫然变成了秘法 同时 功法层次也进入了新的层次 秘法 神 无量神诀 LV 石神镜 1 176000 随着无量神诀破现完毕 徐峰的识海之中一阵翻腾 一股强大的神识 猛然从徐峰识海中爆发出来 将平顺成方圆数千里 进阶囊括在内 这数千里方圆内的场景 在徐峰的脑海中 先毫避险 没想到 一下子就将神识范围 扩展到了数千里之远 这下可以更快地提高法则领域的范围了 徐峰心中一阵欣喜 破现完 无量神诀 徐峰紧接着开始破现 星陨不灭体 星陨不灭体 丢破现 徐峰心情激荡 默念道 只见三道流光 没入到面板上 星陨不灭体的字样中 字样被流光击碎 化作一团混沌 混沌不断翻腾 最终生成了新的字样 暴星无极圣体 只见面板上圆 星陨不灭体的位置 已被新的功法所替代 一品 暴星无极圣体 LV 久地镜 45800 8000 原三品的功法 破现成了一品的功法 随着功法破现完毕 徐峰感觉到 体内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 仿佛每一个细胞 都被重新锻造了一般 随着 暴星无极圣体的破现完成 他的身体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肉身强度 大幅度提升 仿佛浑身充满了 爆炸性的力量 甚至每一拳每一脚 都能引起空间的震荡 体内的气血 如同滔天巨浪 源源不断地涌动 充斥着全身 徐峰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 只见上面闪烁着淡淡的金光 肌肉线条更加清晰 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 这就是 暴星无极圣体的力量吗 徐峰心中暗自惊叹 感受到体内的力量翻腾 隐隐有种一拳破天的感觉 他站起身来 微微活动了一下身体 发现每个动作 都比以前更加性结有利 如今 他的防御力和恢复力 也大幅度提升 哪怕是在激烈的战斗中 也能快速恢复 保持最强战斗状态 迫现出新的功法 徐峰又陷入到了 甘熟练度的无我之境中 过了几天 就在徐峰 还沉浸在修炼中时 突然 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徐将军 大事不好 门外传来梁继焦急的声音 听到梁继的声音 徐峰结束修炼 起身开门 看到梁继脸色凝重 便问道 出了什么事 梁继急忙说道 探子来报 大宣朝的妖武者 率领妖兽大军 已在十里之外集结 随时可能进攻平顺城 徐峰眉头一皱 问道 有多少妖兽 妖武者有多少 有多少妖圣境 妖武者中有多少武圣 梁继回答道 大约有三万妖兽 妖圣有三只 分别是血眼狼王 烈焰虎王 和寒霜巨猿 妖武者只见到两人 都是武圣境 不过其中一位威势惊人 修为恐怕不下于武圣九重 徐峰听完梁继的报告 眼中闪过一丝凝重 既然敌人如此强大 必须全力以赴 梁将军 立即传令 全军戒备 布置城防 将城内所有武者调动起来 准备迎战 梁继点头应道 明白 我这就去安排 徐峰转身看向城外 心中盘算着对策 三万妖兽大军 三只妖圣境妖兽 两名武圣境妖武者 其中甚至有一位武圣九重的妖武者 确实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他心中暗自决定 那位武圣九重的妖武者 恐怕只能由自己来应付 不知道梁继和其他人 能否挡得住另外的妖武者和妖兽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远处的地平线上 逐渐出现了一片黑压压的妖兽大军 铺天盖地般向平顺城涌来 城墙上的军士们 也紧张地握紧了手中的武器 等待着战斗的开始 徐峰站在城墙最高处 凝视着前方 随着妖兽大军越来越近 他拔出龙领宝刀 刀锋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 平顺城的将士们 今日一战 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 捍卫我们的家园 徐峰大声喊道 声音在城墙上空回荡 激励着所有人的斗志 梁将军 徐峰大声喊道 那位武圣九重的妖武者交给我 你们全力抵挡妖兽大军 和另外一位妖武者 但我解决了他再回来帮你们 梁继眼神坚定 回应道 徐将军放心 我们一定坚守称池 徐峰点点头 随即施展空间法则 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 直奔那位武圣九重的妖武者而去 片刻之后 他出现在妖武者面前 那人身材高大 满脸猙獰 气息如同深渊般恐怖 你就是大洲的徐峰 我而叶无常 便是死于你手 妖武者冷笑道 今天 我要将你斩于此地 为我报仇 此人乃是叶无常之父叶伦 在知道叶无常死后 便一心想着报仇 这次找了一伙妖兽 合力准备攻破大洲防御 进入大洲内部寻找凶手 没曾想 恰恰遇到了徐峰 徐峰冷哼一声 毫不退缩 原来你是叶无常那鸟人的老子啊 看来你也是个鸟人 我这便送你 去和叶无常团聚 叶伦宁笑道 希望等会你 还能如此牙尖嘴利 战斗瞬间爆发 两人犹如两道闪电 在空中不断碰撞 刀光剑影 法则之力交织在一起 每一次交手 都震荡着周围的空间 妖武者的攻击 凌厉而狂暴 但徐峰凭借空间法则的灵动 和精妙剑法 始终不落下风 与此同时 平顺城内 梁继率领的军队 也在奋力抵挡妖兽大军 和妖圣境强者的攻击 虽然敌人凶猛 但平顺城的军士们 却毫不畏惧 誓死守卫家园 血眼狼王 烈焰虎王 和寒霜巨猿三只 妖圣境妖兽 联手进攻 压力极大 梁继和其他将领们 分散火力 全力防守 不断与妖圣 展开激烈的搏斗 鲜血洒满了城墙 战场上充满了厮杀的声音 时间一点点过去 徐峰和叶伦 依然在激战 徐峰身上出现了几处伤痕 但他的战役愈发高涨 龙领宝刀挥舞之间 带着无尽的杀意和力量 叶伦同样伤痕累累 但他的眼神中 却透着一丝疯狂和决绝 夜霄领域 夜伦怒吼道 我要你死 徐峰冷冷一笑 眼中闪过一丝灵力的光芒 夜霄领域已被我破过 对我没用了 话音未落 徐峰体内的力量 瞬间爆发 空间法则在他周围 形成了一片特殊的领域 龙领宝刀 带着无匹的威势 化作一道闪电 直奔夜伦而去 夜伦感受到那股致命的威胁 脸色骤变 急忙抵挡 但已经晚了 空谷幽来 徐峰怒吼一声 刀光瞬间穿透了夜伦的防御 直击其心脏 夜伦的眼中 闪过一丝惊恐和不甘 随即倒在地上 气绝身亡 徐峰喘着粗气 望着倒下的夜伦 心中松了一口气 但他知道 战斗还没有结束 平顺城的战士们 还在奋力抵挡妖兽大军 他迅速从夜伦身上 搜出一枚空间戒指 随即返回战场 支援梁继和其他人 徐峰的回归 大大提振了士气 梁继等将领们 奋力反击 在徐峰的协助下 血眼狼王 烈焰虎王 和寒霜巨猿 逐一被击败 妖兽大军失去了指挥 开始溃散 和夜伦一起来的 另外一位妖武者 眼见夜伦王于徐峰之首 惊骇欲绝 迅速逃离战场 往远处飞去 徐峰怎么可能任由其逃离 在解决了三只妖圣进妖兽后 吩咐梁继等人 将剩余妖兽斩杀 便朝着那逃走妖武者的方向追去 徐峰紧随其后 施展空间法则 顺移追踪那逃走的妖武者 天空中 两道身影迅速穿梭 速度极快 妖武者飞速逃窜 不断变换方向 但他感受到徐峰的气息越来越近 心中愈发恐慌 片刻之后 徐峰已经逼近到了他的身后 别想逃 徐峰冷声喝道 龙龄宝刀在手 空间法则在他周围凝聚 妖武者脸色苍白 猛然转身 想要做最后一波 他怒吼道 徐峰 你不能杀我 我爷爷乃是大宣十二驻国之一 你敢杀我的话 他不会放过你的 徐峰冷笑一声 既然踏上战场 就该做好丧命的准备 他毫不犹豫地挥刀劈下 刀光如虹 直逼妖武者 妖武者怒吼着全力抵挡 但徐峰的攻击 势如破竹 瞬间击破了他的防御 哄 刀光撕裂了空间 妖武者惨叫一声 被徐峰一刀斩成两半 血洒长空 徐峰缓缓收刀 冷冷地看了一眼妖武者的尸体 确认他已彻底死去 接着在其身上摸索了起来 找到了一枚空间戒指 随即转身返回平顺城 当他回到平顺城时 梁继等人 已经将剩余的妖兽清理干净 城中将士们 看到徐峰凯旋归来 纷纷欢呼雀怨 梁继迎上前来 脸上满是敬佩之情 徐将军 若不是你的到来 平顺城此次恐怕难以幸免 徐峰淡然一笑 摆摆手道 这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我只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接着徐峰转头对梁继说道 这只是开始 大宣朝的妖武者还会卷土重来 我们必须加强防备 做好随时迎战的准备 梁继点头应道 我明白 徐将军 我会安排好平顺城的守备 同时也会派出探子 前往前方查探 大宣那边一有风吹草动 立马来报 徐峰点点头 随后返回自己的住所 开始修炼 之前从叶无常的空间戒指中 得了一枚圆金 这叶伦修为更强 说不定也有圆金 而且另外一名妖武者 说是什么大宣十二祝国之孙 想必有不少宝贝 徐峰如此想着 拿出了斩杀两位妖武者后 获得的空间戒指 神识探入 在叶伦的空间戒指中 徐峰发现了大量的原石 和各种修炼资源 其中不乏几枚品质极高的法则之金 让他欣喜的是 他还找到了十余枚夏品元金 这叶家人真是我的福星啊 我正缺少修炼资源 他便上赶着给我送 徐峰心道 在那名自称是大宣十二祝国孙子的 妖武者的空间戒指中 徐峰同样收获不小 戒指中除了灵药和原石之外 同样有着两枚夏品元金 和两枚法则之金 除此之外 他还找到了一枚玉剑 徐峰将神识探入玉剑之中 片刻后 徐峰将玉剑放下 眉头微微皱着 没想到大宣情势已到如此境地 恐怕再过不久就要举国南下了 徐峰从预见中了解到 大宣在大前的攻势下步步后撤 已经抛弃了国都 目前只控制着大宣四分之一的范围了 恐怕再过不久大宣全境 都要落入大前手中 这妖武者的爷爷 乃是大宣十二祝国 是一尊五帝境的存在 不想自身家族 尽数莫于大前之手 便派遣自己的孙子 往大洲这边寻求退路 可惜出世卫截身先死 若是大宣亡国 此事还是早点禀报大洲人黄伟好 徐峰拿定主意 于是徐峰差人将梁记叫来 准备和他说说这件事 没过多久 梁记便来到了徐峰的府上 徐将军 您找我 梁记问道 徐峰点点头 不错 我从被我斩杀的妖武者 身上得到了一些消息 事关重大 我想让你找一个靠谱的人 将此事带回黄兜禀报圣上 随后 徐峰将从预检中得到的消息 告诉了梁记 梁记听后 脸色一沉 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徐将军 此事非同小可 我会安排最幸的过的人 尽快赶回黄兜 徐峰点头 这样最好 我们必须让圣上提前做好准备 看能否派前武帝强者过来 以应对可能的大宣朝武帝的进犯 梁记立即召集了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将 该将领在军中 有着极高的威望 和丰富的情报传递经验 梁记向他交代了 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并让他全速赶回黄兜 在老将出发后 徐峰和梁记进一步商讨了平顺城的防御措施 徐峰建议加强城墙和防御阵法 增派巡逻队 并建立更多的瞭望他 以便及时发现和应对潜在的威胁 梁记对此表示赞同 并立即开始部署相关工作 徐峰则在城中继续巡视 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 尽管如此 徐峰心中依然隐隐有些担忧 毕竟若是大宣武帝及强者前来 恐怕自己也难以抵挡 于是 徐峰决定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 以便在关键时刻 能够应对更强的敌人 他回到府中 拿出此前收获的元经和法则之经 开始修炼 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自身修为 徐峰心中暗道 这些元经和法则之经 足以让我在修为上更进一步 徐峰运转天地玄黄诀 缓缓吸收元经之中的元力 同时 神识释放开来 将法则之力牵引至法则领域之中 随着元力不断注入体内 徐峰感觉到 自身的力量在不断增强 体内的元力池逐渐饱满 他的修为也在稳步提升 法则领域也在不断扩张 时间飞逝 转眼已是一个月后 徐峰终于结束了这次闭关 睁开双眼 只见他的气息比之前更加深沉稳重 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柄出窍的利剑 锋芒毕露 没想到五胜七重之后 每一重的突破 需要这么多的修炼资源 我手头上的元金和法则之金 吸收完毕 也才堪堪突破至五胜八重 看来得想点办法 搞点修炼资源了 徐峰暗道 徐峰站起身来 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 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笑意 我的修为 已经稳固在了五胜八重 或许能在一些低阶五弟手下 讨得几招 随后徐峰想到一个月前 让梁记派人 前往黄都禀报消息 算算时间 够走一个来回了 应该把大洲人黄的回信带回来了 于是 徐峰准备去找梁记问问 徐峰走出房间 来到梁记的住处 梁记见到徐峰 连忙迎上前来 徐将军 您出关了 徐峰点点头 是的 梁将军 圣上的回信应该已经到了吧 情况如何 梁记从怀中取出一封信函 递给徐峰 这是圣上的回信 信使已经带回来了 徐峰接过信函 打开仔细阅读 信中提到 圣上已知悉大宣的局势 并且调遣五弟敬强者 前往平顺城镇守 同时指示徐峰 继续镇守平顺城 密切关注局势 并随时汇报最新动向 看完信件 徐峰点了点头 看来圣上已有所安排 不管那个五弟敬的镇守什么时候来 接下来 我们要继续加强防御 确保平顺城的安全 梁记点头同意 徐将军所言即逝 接下来 我会继续加强城防 确保万无一失 徐峰考虑片刻后说道 这段时间内 我也会加紧修炼 尽力提升修为 不过目前 我五圣境的修炼资源 大多已经消耗完毕 本来想到商行买点 但我在平顺城 却没看到一家商行 这是为何 梁记解释道 徐将军 您有所不知 由于平顺城战事不断 各大商行的掌柜 也不愿再次提心吊胆 因此早些年间 各大商行 便都从平顺城撤走了 城里的物资 乃是由朝廷统派 每三个月运送一次 算算时间 也应该快到了 朝廷派送的物资有哪些 徐峰问道 除了给低阶舞者的粮食外 剩下的便是一些丹药 武器装备 还有用于补充原石炮的原石 梁记回答道 可有辅助武圣修炼的物资 有的 大部分是九鼎环丹 还有小部分的圣元丹 徐峰微微皱眉 叹息道 哎 可惜这些丹药 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 梁记听到徐峰的叹息 连忙说道 徐将军不必太过担心 除了朝廷派发的物资外 每次运送物资时 各大商行 也会跟随运送部队一起前来 到时可以将我们所收获的 妖兽材料卖给他们 也可以从他们那里 购得一些修炼资源 徐峰文言 眼神一亮 说道 那运送部队还有多久可到 大概还有五天左右 好 等他们到了 记得通知我 徐峰说完便告辞了 离开梁记的住所后 徐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决定 利用这段时间继续修炼 有几门功法的熟练度 即将达到极限 趁这几天 将其熟练度干满 徐峰沉迷修炼 时间也不知不觉 过去了五天 徐将决 运送物资的部队过来了 梁记在徐峰府外大喊道 梁记的声音打断了徐峰的修炼 徐峰睁开眼睛 吐出一口长气 来了吗 随后徐峰看向面板 面板上几门功法 都已到了极限层次 需要破线了 可惜 目前只有一点破线点 起不了作用 年龄 十六 五道境界 五胜八重 法则之力 空间法则 LV 十 法则领域 空间 一千三百里 修炼功法 地阶地书 天地玄黄诀 玄黄篇 LV8 圣境 一 12000 密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四层 6600 6600 密法 神 无量神诀 LV 十神境 16001 176000 一品 暴心无极圣体 LV 九地境 61800 8000 二品 蓝空剑诀 LV 九地境 72000 72000 可破线 四品 天地独尊长 LV 八圣境 28000 28000 极限 可破线 四品 无湘风云路 风篇 LV 八圣境 28000 28000 极限 可破线 破线点 一 每个自然越生成一点 徐峰起身来到府外 见到梁继 说道 多谢梁将军前来通知 麻烦你带我过去 他们所在的位置 没问题 跟我来 梁继说着 便领着徐峰往前走去 运送物资的部队 抵达了平顺城 城内顿时热闹起来 各大商行的商人 也随之而来 带来了不少珍贵的修炼资源 梁继将徐峰 领到了物资交接的地点 刚到那里 徐峰就看到了熟悉的 南北商行 和红甲商行的旗帜 商行的掌柜 见到徐峰 都热情地迎了上来 南北商行的掌柜 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笑着说道 徐将军 这次我们带来了不少珍贵的资源 您可以看看 有没有需要的 徐峰点点头 跟随掌柜 来到商行的摊位前 查看他们带来的物资 他看见了法则之精 这是他所需要的 可惜没有援金 徐峰拿出一枚空间戒指 递给南北商行掌柜 说道 掌柜的 你看看这枚空间戒指 及其中的物品 能换多少的法则之精 徐峰拿出的空间戒指 买是之前从斩杀的敌人身上搜来的 他将叶无常 叶伦等人空间戒指中的灵物 丹药 都转移到其中 打包出售 掌柜接过空间戒指 神识探入细细检查 良久 掌柜的眼睛露出一丝惊异之色 开口说道 徐将军 这空间戒指 及其内物品 我可以做主 给你一千枚几品原石 可换十枚法则之精 徐峰点点头 说道 可以 换了 掌柜笑着点头 迅速为徐峰办理了交易手续 徐峰也获得了十枚法则之精 完成交易后 徐峰回到住所 准备开始闭关修炼 有了这些资源 我应该能在五胜八重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 甚至有可能突破到五胜九重 徐峰心中暗自决定 虽然没有原金 不过徐峰的空间戒指中 有着大量的中下品原石 虽说原力浓度比不上原金 倒也聊胜于无 配合上法则之精 也能提高点修炼速度 徐峰拿出原石 在房间中堆满了一座小山 随后拿出一枚法则之精 握于手中 盘腿而坐 运转功法 吸收起原石中的原力 和法则之精的法则之力 随着原力和法则之力不断涌入 徐峰感受到体内的力量 在不断增强 法则之精的力量 直接作用于他的法则领域 使得他的法则领域不断地变大 修炼室内原力波动愈发剧烈 徐峰的气息也随之变得愈加沉稳 每一次吸收原石中的原力 他的丹田和经脉 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淬炼和扩展 使得他在五胜八重的基础上 稳步提升 几日后 徐峰手中原本握着的法则之精 已经被其吸收一空 徐峰的法则领域 也扩展到了1400里方圆的大小 忽徐峰睁开眼睛 微微吐出一口浊气 一枚法则之精 提升了100里方圆的法则领域 把剩下的9枚都吸收了 差不多能将领域范围 扩展到2300里方圆 这样的话 离五胜八重的极限 2560里也就不远了 徐峰心道 只要自己突破到五胜九重 届时便可以利用制原丹 直接突破到五胜十重 面对五帝也就更有底气 正当徐峰准备拿出一枚新的法则之精 继续修炼时 梁继的声音将其打断 徐将军 朝廷派来的五帝大人到了 现在正在军营中 拆我过来叫你去见见 徐峰原本紧绷的闲 微微松了点 五帝进的到来 至少能帮忙抵挡一下大宣的五帝 自己的压力也大减 徐峰起身来到府外 与梁继打了声招呼 便一同往军营走去 梁将军 这次过来的五帝是哪一位 能麻烦你 和我介绍介绍吗 徐峰一边走着 一边对着梁继问道 梁继一边走一边回答道 这次派来的五帝是镇北侯李战天 他之前也是平顺城的镇守将军 早年曾与大宣多次交手 战功赫赫 实力非凡 不过几年前 圣上将其调到北境镇守大雪山 从那之后 平顺城便再也没有过五帝进的镇守 徐峰听后 点点头 继续问道 不知道李战天大人是何等修为 听说是五帝五重 李战天大人还曾经灭杀过大宣的五帝 镜妖舞者 其实力在五帝镜中也不算弱者了 梁继达道 两人来到军营 远远便看到一位身披铠甲 气势威严的中年男子站在营帐前 周围的将士们都恭敬地站在一旁 不敢有丝毫怠慢 梁继快步上前 指着徐峰对着李战天恭敬地说道 李战天大人 这位便是徐峰徐将军 李战天转过身来 打亮了徐峰一眼 微微点头道 果然少年英才 早闻徐将军之名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徐峰连忙抱拳行礼 谦逊道 李大人过奖了 能有您前来相助 是平顺城的福气 李战天摆摆手 笑道 大家同为大周效力 不必客套 此次大宣势力蠢蠢欲动 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带来了五千精锐 实力进阶在五宗境之上 还有一些上好的修炼资源 接下来 我们要齐心协力 抵御外敌 徐峰听到这话 心中更为安定 有了这些支援 平顺城的防御力量 将大大增强 李大人 接下来 您有何安排 李战天神色一正 说道 接下来继续加强城防 加强巡逻 确保平顺城千里之外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知晓 城墙进法加固 原力炮 给我死命填充原石 等那大轩的妖人过来 给我狠狠打他一炮 徐峰点点头 随后问道 李大人 您说带了些修炼资源 不知可有辅助 五圣境修炼的灵物 我目前突破在即 若有资源的话 我可以在短时间内 突破到五圣十重 也能在与大轩的战斗中 多发挥一丝战礼 李战天文言 瞳孔大张 说道 当真 你要什么修炼资源 优先供应你 徐峰说道 可有元经和法则之经 法则之经好说 带过来了不少 元经虽说有一些 不过基本都是 我的修炼份额 也罢 这些元经短时间 也无法让我突破 若你能突破五圣十重 倒也是不小的壁住 这样 我留一部分 用于战斗时恢复所用 剩下的 便先给你拿去修炼吧 李战天说完 拿出了一个袋子 递给徐峰 你拿去吧 这里有五十枚下品元经 和五十枚法则之经 想来够你用了 李战天豪爽说道 徐峰大喜 接过这一袋元经 对着李战天谢道 多谢李大人 这些元经算我接的 来日必还 李战天文言笑了笑 别想那么多 挡住了大宣才有以后 你现在回去抓紧修炼吧 告别李战天等人 徐峰回到住所 准备继续修炼 借助法则之经和元经 争取在大战到来之前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修为 毕竟 只要突破到五圣十重 凭借自己高境界的各门功法 与五帝一战并非难事 徐峰盘腿坐 一手握着法则之经 一手握着元经 心神再次沉入修炼状态 天地玄黄绝 徐峰的修为稳步提升 他能够感受到 自己离五圣九重的境界 越来越近 终于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 徐峰睁开了双眼 眼中闪过一道金芒 他感受到体内的元力 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差不多了 再来一次冲击 徐峰深吸一口气 心神沉入体内 集中全力运转天地玄黄绝 元力和法则之力 在体内急速流转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能量漩涡 他能够感受到 距离五圣九重的屏障 已经极为薄弱 只差最后的一次冲击 他拿出了几枚元金和法则之金 直接捏碎 庞大的能量 瞬间涌入他的体内 徐峰迅速将这些能量 融入自己的元力和法则领域中 向着最后的瓶颈发起冲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徐峰的额头 渐渐渗出汗水 但他的神色 却越来越坚定 终于 在他的权力冲击下 那层薄弱的屏障 终于被突破 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在他体内爆发开来 成了 徐峰低声自语 感受到自己体内澎湃的力量 他终于突破到了五圣九重 他站起身来 整个人的气质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变得更加沉稳而锐利 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原力 和更加深厚的法则之力 徐峰知道 自己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接下来 就是稳固境界 尽快将五圣九重的力量 完全掌握 徐峰暗自决定 不久之后 徐峰睁开双眼 整个人焕然一新 五圣九重已经巩固 接下来可以吞服制圆丹 一举突破到五圣十重了 徐峰心道 徐峰从空间戒指中拿出制圆丹 感受着丹药散发出的浓郁原力气息 徐峰盘腿坐 深吸一口气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然后将制圆丹放入口中 丹药入口即化 化作一股澎湃的力量 在体内迅速扩散开来 天地玄黄绝 运转 徐峰心中默念 功法瞬间全力运转 将制圆丹化开的药力迅速吸收 融入到自身的原力和法则领域之中 强大的原力在体内奔腾咆哮 法则领域不断扩展着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徐峰不知疲倦地运转功法 吸收制圆丹的药力 不断提升着修为 体内的原力越来越浓厚 法则领域也在逐渐变大 随着制圆丹药力的吸收 徐峰感到五圣十重的屏障开始松动 他知道突破的时刻已经来临 就是现在 徐峰心中大喝一声 集中全部的原力和法则之力 猛然向着那层屏障 发起最后的冲击 强大的力量如同洪流一般 瞬间冲破了五圣十重的屏障 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 在徐峰体内爆发开来 原力和法则之力迅速提升 整个人的气息也发生了质的飞跃 他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终于突破到了五圣十重 徐峰继续运转功法 稳固刚刚突破的境界 将体内暴增的原力和法则之力完全掌控 经过一番调息 他感到自己的力量比以前强大了数倍 整个身体仿佛充满了无尽的力量 五圣十重 终于达到了徐峰低声自语 感受到体内澎湃的力量 心中一阵欣喜 徐峰感应着自己现在的法则领域 笼罩范围已然达到了六千里的方圆 十里比之前增强了数倍 不过离五圣十重的极限值十万里方圆 还有很大的差距 虽然还有剩余的元经和法则之经 可供修炼 不过徐峰已经闭关了不少十日了 不知道城中现在情况如何了 便想着出去看看 徐峰推门而出 阳光洒在他的身上 仿佛为他镀上了一层金光 他深吸一口气 整个人显得精神抖擞 他来到军营 再次找到李战天和梁继 抱拳说道 李大人 梁将军 我已经突破到五圣十重了 不知这段时间那大宣可有进犯之举 李战天和梁继听到徐峰突破五圣十重 都露出了欣喜的神色 李战天拍了拍徐峰的肩膀 笑道 好 果然是天才 名不虚传 梁继也满脸喜色 对着徐峰说道 恭喜徐将军突破五圣十重 这也是我凭顺诚之福啊 紧接着 李战天又说道 这段日子 大宣那边是不是有一小撮人马过来 不过 实力大都在五圣境之下 很好解决 近日 探子来报 大宣边境有大规模人员聚集 我估计 接下来有硬仗要打了 徐峰点点头 神色凝重地说道 看来大宣已经做好了全面进攻的准备 我们必须严阵以待 李战天接着说道 徐峰 虽然你现在突破到了五圣十重 不过五地境的力量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样 你和我过上几招 体会一下五地境的力量 我也根据你的实力判断一下 你是否能与大宣的五地交手 徐峰微微一愣 但随即点头答应 好 李大人 请赐教 两人来到军营外的空地上 周围的士兵 纷纷停下手中的活 围观这场难得一见的对决 徐峰与李战天对视片刻 然后徐峰先行出手 挥动龙灵宝刀 带着凛冽的刀器 直劈向李战天 李战天微微一笑 身形一动 轻松避过这一击 反手一掌推出 一股强大的原力扑面而来 徐峰感受到这股原力的压迫 迅速运转天地玄黄绝 身体周围 顿时形成一道护盾 硬生生地接下了这一掌 好 再来 李战天笑着说道 身形如电 瞬间逼近徐峰 连续几掌拍出 每一掌都蕴含着磅礴的力量 徐峰不敢大意 全力应对 手中的龙灵宝刀 捂出一道道刀光 与李战天的掌力 交织在一起 两人你来我往 瞬息间已经交手数十招 周围的空气 因两人的战斗 变得炽热 地面也被震出一道道裂痕 渐渐地 徐峰开始感受到 李战天的力量深不可测 尤其是 他对法则之力的运用 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每一招每一事 都蕴含着玄妙的法则 给徐峰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李大人的法则之力 果然强大 徐峰心中暗道 身形一展 施展出暴心无极圣体的力量 整个身体 仿佛化作一颗炽热的星辰 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向李战天冲去 李战天眼中闪过一丝赞赏 赞道 好 话音未落 李战天的气息骤然提升 一掌推出 一道强大的掌风 夹杂着无尽的法则之力 直击徐峰而来 徐峰全力应对 但在李战天的强大压力下 还是被震退了数步 用出你最强的招式攻击我 李战天说道 徐峰心领神会 法则领域 瞬间覆盖而出 暴心无极圣体 全力施展开来 无尽原力 涌入手中的龙领宝刀中 徐峰双手高举龙领宝刀 朝着李战天大力挥下 暴心无极 蓝空一梦 斩 一道巨大的剑气 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 朝着李战天斩下 李战天面色凝重 轻横道 内天地 开 只见李战天周身树杖之地 一阵扭曲 万物进阶凋零消散 连那道剑气也无法进身 便已消散 徐峰还想接着进攻 却听李战天说道 可以停下了 徐峰 我大概了解你的实力了 徐峰文言止住了攻势 走向李战天 说道 请李大人指教 徐峰 你可知道 五圣镜突破到 五帝镜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李战天问道 见到徐峰摇头 李战天接着说道 五帝镜与五圣镜最大的不同 便是将法则领域内化于身 开辟出内天地 一朝一世 皆有内天地法则加持 威力无比 同时 五帝中的强者 还可以将内天地外显 实力倍增 你刚才所见的场景 便是我的内天地造成了 我所修法则为死亡法则 因此 我开辟出的内天地 为逝者之剑 一经施展 便会将覆盖范围内的精气 原力等等 进阶吞噬 在内天地面前 五圣的法则领域 已经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 顿了顿 李战天接着说道 不过 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内天地外显极其困难 我现在也不过是能外显武装的方圆 一些五帝一二重 甚至都无法将内天地外显一分一合 在我的感受中 你的实力 已经堪比五帝二重了 对上这种 无法外显内天地的五帝 你还是有胜算的 徐峰点了点头 心中暗自思索着李战天的话 他深知五帝境的强大 但从未想过 其中蕴含如此玄妙的变化 李战天所说的内天地和法则加持 给他带来了全新的理解 多谢李大人指教 晚辈受教了 徐峰恭敬地说道 李战天微笑道 修炼无止境 每一步的突破 都是全新的体验 你现在已经非常出色 但仍需不断精进 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李大人所言极是 徐峰点头回应 心中更加坚定了 不断修炼 追求突破的决心 这时 远处传来一阵喧哗声 一名探子 急匆匆跑来报告 报 大宣人马已在边境处集结 正往平顺城而来 李战天面色一沉 沉声道 传令全军准备迎战 随后 李战天转头对徐峰说道 徐峰 边境离平顺城 也不过数千里地 我估摸着 要不了两天 大宣军队便会来到城下 届时 若有五帝境的敌人 由你和我来牵制 徐峰点头应是 又听到李战天说道 现在 你先回去养好精神 将自身恢复到最完美的状态 以带来敌 大宣军队进入平顺城 五百里范围时 我会让人去通知你 徐峰点头答应 随后转身离开军营 回到自己的住所 他知道 接下来的战斗会异常艰难 必须以最完美的状态应对 回到住所后 徐峰盘腿坐下 开始运转功法 稳固自身修为 同时调整气息 让自己尽快恢复到巅峰状态 夜晚 徐峰进入深层修炼状态 确保体内原力充沛 法则之力圆容无瑕 两天后 天刚破晓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徐将军 大宣军队 已经进入平顺城五百里范围内 李大人命我前来通知您 一名士兵急忙说道 徐峰迅速起身 整理好衣装 戴上龙领宝刀 随着士兵奔赴城头 到达城墙后 徐峰看见李战天和其他将领 已经在此不防 远处 隐约可以看到 大宣军队如潮水般涌来 声势浩大 李战天看见徐峰 点头示意 徐峰 准备迎战 徐峰站在李战天身旁 目光坚定 手握龙领宝刀 准备随时迎接敌人的到来 大宣军队逐渐逼近 战鼓雷鸣 气势磅礴 李战天高声喊道 传令下去 全军戒备 准备迎敌 城墙上的弓箭手和原石炮手都已就位 战士们紧握兵器 目光如炬 紧盯着来势汹汹的敌军 徐峰感受到空气中的紧张气氛 深吸一口气 调动体内的原力和法则之力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大宣军队逐渐逼近城墙 战斗一触即发 李战天大喝一声 放箭 弓箭手们齐齐放箭 密集的箭语 如同暴风骤雨般射向敌军 顿时倒下一片 原石炮也随之发射 巨大的轰鸣声响彻云霄 能量光柱 直击敌军阵列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然而 大宣军队不为所动 继续向前推进 妖兽和妖武者们怒吼着冲向城墙 准备迎敌 梁继大声喝道 战士们纷纷举起兵器 准备近身作战 徐峰站在最前线 龙龄宝刀挥动 刀气纵横 斩向冲上来的妖兽和妖武者 他身形如电 李战天也在战场上游走支援 凡是进入其范围的敌人 在其一击之下 尽数化为飞灰 给敌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就在这时 一股强大的气息逼近 徐峰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他抬头望去 只见大宣军队中 有两名气势不凡的武帝近妖武者 正向城墙逼近 李战天目光一灵 沉声道 徐峰 随我一通迎战 徐峰点头 和李战天一起迎向那两名武帝近的妖武者 只见那两名武帝近的妖武者 一人身穿黑袍 身材矮小 另一人则是袒胸漏肚 顶着个大光头 绑大腰圆 看到李战天和徐峰身影飞来 黑袍武帝冷笑道 李战天 又见面了 多年之前的仗 是时候算算了 李战天不屑地冷哼一声 手下败将 上次让你逃了 这次 你别想再逃 随即向徐峰传音道 徐峰 这个黑袍人 是我的老对手了 实力与我在伯仲之间 一时半会 我可能照料不了你 不过 我看那光头武帝 不过武帝一重的修为 想来以你的实力 能抗衡一二 你且先拖住他 带我解决了这黑袍人 再来助你 徐峰点点头 示意明白 他深吸一口气 集中注意力 目光锁定在那光头武帝身上 两人相对而立 气势互相碰撞 战斗一触即发 李战天与黑袍武帝早已动手 两人的内天地展开 法则之力交织在一起 周围空间为之震荡 激烈的战斗场面 让人心惊胆战 光头武帝冷笑道 小子 敢与我交手 不怕死吗 徐峰握紧龙领宝刀 冷静回应 怕死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来吧 光头武帝怒吼一声 双拳带着雷霆万军之势 砸向徐峰 徐峰眼神一灵 手中龙领宝刀猛然挥出 剑气纵横 与光头武帝的全劲硬碰硬 两股力量相撞 发出震耳欲容的巨响 空间仿佛都被撕裂 光头武帝一招未能得手 脸色微变 开口说道 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武圣镜 竟然能挡住我的攻击 刘你不得 接着再次一拳朝着徐峰猛攻而来 只见光头武帝拳头包裹着一股黑光 全势如山青 徐峰周围的空间都被其所射 一时之间竟无法施展空间瞬移 徐峰怒吼一声 运转 暴心无极圣体 全身爆发出炽烈的光芒 宛如一颗燃烧的恒星 龙灵宝刀在手中猛然挥出 一道璀璨的刀芒撕裂虚空 与光头武帝的全径猛烈相撞 两股力量在空中碰撞 迸发出震耳欲容的巨响 强大的冲击波将周围的地面撕裂开来 徐峰只觉双臂一麻 心中暗叹对方的力量之强 但他并不退缩 反而激发了更强的战役 还不够 徐峰咬牙 龙灵宝刀再次批出 刀芒化作一道光柱 直奔光头武帝而去 与此同时 他全身的法则之力汇聚到刀锋之上 形成了一股无法抵挡的威势 光头武帝冷哼一声 双拳连连挥动 黑光缠绕的全径 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 大烟黑天拳 随着光头武帝不断挥拳 徐峰周围为之一案 似乎所有光线 都被光头武帝的拳势夺走 伸手不见五指 徐峰一时抵挡不及 被光头武帝一拳打在胸膛上 飘飞出去 只见徐峰嘴角微微流出一丝血迹 胸前被击中的地方 一物以尽数消失 就连那能抵挡武帝一击的 酸泥金丝甲 都在这一拳下碎裂开来 徐峰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徐峰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眼中闪过一丝冷力 他知道对方的实力非同小可 但他并不打算退缩 调整呼吸 体内的原力迅速修复着伤势 同时他运转 暴心无极胜体 全身再次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想要打败我 你还不够资格 徐峰冷声说道 龙灵宝刀在手中再度挥舞 刀芒如虹 直击光头武帝而去 暴心无极 蓝空一梦 斩 光头武帝看到徐峰的刀芒 眼中闪过一丝忌惮 连忙运转大烟黑天拳 试图再次将徐峰的攻击化解 然而 这一次徐峰并未给他任何机会 刀芒瞬间突破了全境的防御 直逼光头武帝的要害 光头武帝大惊失色 急忙侧身避让 但依旧被刀芒划破了肩膀 闲血飞剑 他咬牙忍住疼痛 怒吼道 该死的 竟然敢伤我 徐峰没有停手的意思 刀锋一转 再次攻向光头武帝 这一次 他将全身的法则之力都注入到了刀芒之中 威力更胜以往 光头武帝感受到徐峰的威势 心中一沉 知道再这样下去 自己必败无疑 不得不承认 你很强 但我不会说 光头武帝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的身形猛然暴涨 全身笼罩在一层黑光之中 全境变得更加狂暴 黑天毁灭 光头武帝怒吼一声 双拳如同陨石般 砸向徐峰 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徐峰面对这一击 毫不退缩 他全身的法则之力 疯狂涌动 龙龄宝刀在空中 划出一道璀璨的弧线 与光头武帝的全境 猛烈碰撞 两股强大的力量 在空中交锋 爆发出震耳欲容的巨响 周围的地面被撕裂开来 碎石飞剑 两人的攻击 在空中激烈交锋 宛如两头巨兽在搏杀 徐峰逐渐找到对方的破绽 眼中闪过一丝金芒 他猛然加速 身形化作一道闪电 瞬间出现在光头武帝的侧面 龙龄宝刀 带着灵力的刀芒 光头武帝的防御薄弱之处 带出一道鲜血 可恶 光头武帝怒吼一声 猛然发力 将徐峰震退几步 但徐峰并未停下 身形一转 再次逼近 刀锋直指对方要害 两人的战斗 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徐峰的刀法越发凌厉 每一招每一事 都带着无穷的威势 光头武帝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他发现自己 渐渐处于劣势 心中生起一丝恐惧 这不可能 你不过事武圣境 怎么会有如此力量 光头武帝震惊地说道 徐峰冷笑一声 刀锋猛然加速 直取对方咽喉 光头武帝拼尽全力抵挡 但依旧被徐峰的刀芒 逼得连连后退 身上多处伤痕累累 在这一瞬间 徐峰体内的力量达到了巅峰 他的眼中 闪过一道坚定的光芒 龙龄宝刀猛然向前刺出 直接贯穿了光头武帝的胸膛 光头武帝脸色骤变 低头看着贯穿自己身体的刀锋 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 他的力量迅速消散 身体无力地倒了下去 徐峰看着倒下的光头武帝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 解决了光头武帝 徐峰迅速转身 向李战天那边看去 只见李战天与黑袍武帝的战斗 依旧激烈 但李战天已经逐渐占据了上风 眼见李战天不需要自己的帮忙 徐峰将目光看向 正在与大宣军队交手的梁继等人 梁继等人虽然拼尽全力 但大宣军队的妖兽数量众多 战况十分激烈 徐峰迅速飞掠到战场中央 双目如电 扫射着战场的局势 他知道 自己必须迅速做出决定 才能扭转战局 梁将军 坚持住 我来助你 徐峰大喝一声 手中龙龄宝刀一挥 刀芒如雷霆般 劈向前方的妖兽群 顿时 数十头妖兽被刀芒斩杀 鲜血洒满战场 梁继见到徐峰前来支援 精神一振 喊道 兄弟们 徐将军来助我们了 大家拼尽全力 杀敌 徐峰没有停下攻击 他运转 暴行无极圣体 全身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身形如电 刀锋所致 无妖兽能挡 徐峰如同一把利刃 狠狠地插入了大宣军队的阵型中 迅速将敌军撕裂开来 瞬间便有无数的妖兽 和大宣妖舞者 死在徐峰手下 眼见徐峰 如入无人之境 疯狂杀戮 一只身形巨大的妖兽 突然从侧翼冲来 带着狂暴的气息 直扑徐峰 徐峰目光一凝 迅速挥刀迎击 刀锋与妖兽的利爪碰撞 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好 妖兽怒吼一声 力量竟然丝毫不弱于徐峰 徐峰心中一灵 知道这是一只妖圣级的妖兽 区区妖兽 也敢放肆 徐峰冷哼一声 体内原力猛然爆发 刀锋再次闪过一道璀璨的光芒 直接将妖兽的利爪斩断 妖兽惨叫一声 身体向后退去 徐峰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身形一闪 瞬间出现在妖兽面前 龙龄宝刀猛然劈下 将妖兽的头颅斩下 妖兽巨大的身体 轰然倒地 建起一片尘土 经过这只妖圣级妖兽的拖延 大宣几位武圣级妖舞者 也来到了徐峰的身边 企图牵制住徐峰 见状 徐峰眼中寒光一闪 冷冷说道 来得正好 他毫不犹豫 立即展开攻势 龙龄宝刀再次出窍 刀锋如雷霆般 迅速斩向来袭的妖舞者 第一个迎上来的妖舞者 是个瘦削的中年人 手持一柄长剑 剑气纵横 然而 他的剑气刚刚靠近徐峰 便被龙龄宝刀的刀芒彻底压制 长剑断裂 瘦削的中年人 惊骇欲绝 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一刀劈成两半 剩下的几名妖舞者见状 顿时心生畏惧 但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围攻 他们纷纷施展各自的武技 企图联合起来对抗徐峰 然而 徐峰以一敌多 丝毫不落下风 一名魁梧的妖舞者 挥舞着巨斧 猛然劈向徐峰 试图借助力量优势 将徐峰压制 徐峰冷哼一声 龙龄宝刀迎上巨斧 两股距离相撞 发出震耳欲龙的轰鸣声 徐峰的刀锋猛然一转 巧妙地卸去对方的力量 随即反手一刀 将魁梧的妖舞者胸膛滑开 鲜血喷涌 另一名妖舞者 见机不妙 立即施展顿术 企图逃走 然而 他刚刚动身 便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杀意笼罩来 徐峰一声怒吓 刀锋一挥 一道璀璨的刀芒划过长空 瞬间斩断了那名妖舞者的退路 将其斩杀当场 剩下的妖舞者见状 彻底丧失了斗志 开始四散逃窜 徐峰并未放松警惕 迅速追击 将这些逃跑的妖舞者逐一击杀 战场上再无一名妖舞者敢靠近他 徐峰眼光在战场上 搜寻着五圣镜的妖舞者 以及妖圣镜妖兽 依靠着空间瞬移 不断收割着大宣一方武圣级的实力 没过多久 便将其屠戮一空 徐峰找到梁继 说道 梁将军 敌人的五圣镜都已被斩杀 剩下的便交给你和其他几位将军 我去助理大人一臂之力 梁继重重点头 说道 放心吧 交给我们了 你赶紧去助理战天大人斩杀那黑袍五帝 徐峰点点头 身形一闪 迅速朝李战天与黑袍五帝的战斗方向飞去 他知道 虽然李战天已经占据上风 但斩杀一名五帝竞强者并非易事 自己的到来或许能加速战斗的结束 李战天看到徐峰赶来 眼中闪过一丝欣慰 传音道 徐峰 你来得正好 我已经重创了这黑袍五帝 我们一起合力 将他彻底解决 黑袍五帝健壮 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 他怒吓一声 拼尽全力 施展出最强的攻击 然而 面对李战天与徐峰的联手 他的反击显得无力而徒劳 徐峰与李战天配合默契 龙龄宝刀与李战天的死亡法则 交相辉印 威力倍增 黑袍五帝在两人的猛烈攻势下 逐渐力竭 防御漏洞百出 终于 在一个破绽出现的瞬间 徐峰的龙龄宝刀 猛然一挥 斩中了黑袍五帝的右臂 黑袍五帝惨叫一声 神形亮翘 李战天抓住机会 爆发出权力 一掌击中黑袍五帝的胸膛 将他彻底击飞 黑袍五帝重重摔在地上 口中鲜血狂喷 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与绝望 徐峰与李战天并未给他任何机会 迅速上前 合力将其彻底斩杀 随着黑袍五帝的死亡 大宣军队士气大错 残余的妖武者和妖兽 彻底崩溃 四散逃命 平顺城的守军 在梁济等将领的指挥下 乘胜追击 将敌人彻底击溃 战斗结束后 徐峰与李战天回到了平顺城内 受到将士们的热烈欢迎 徐峰虽然感到有些疲惫 但内心却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李战天拍了拍徐峰的肩膀 赞许道 徐峰 这次的战斗你表现得非常出色 斩杀了不少敌人的五圣镜强者 为我们减轻了不少压力 徐峰谦逊地说道 多谢李大人夸奖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努力 李战天点头说道 这次胜利只是暂时的 大轩一方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未来的战斗会更加艰难 我们要尽快恢复状态 做好下一场战斗的准备 徐峰深以为然 他知道 这一波进攻 只是大轩的一小部分力量 待他们彻底放弃 与大前的争斗 全力南下进攻大洲 到时候来犯的五帝数量 起码得翻个几番 甚至可能有五神出手 不过想来 大洲将李战天派过来 应该会有所准备 战后打扫战场中 徐峰获得了那光头五帝 和其他几名五圣镜 妖武者的空间戒指 从中获得了不少的修炼资源 特别是徐峰迫切需要的 圆金和法则之金 几个空间戒指中 共找到了87枚圆金 和122枚法则之金 算是大收获了 徐峰看向李战天 说道 李大人 此番我收获不小 这些圆金和法则之金还给你 感谢你的帮助 徐峰数出50枚圆金 和50枚法则之金 递给李战天 李战天也知道 徐峰获得了那光头五帝的空间戒指 想必从中获得了不少资源 于是接过徐峰递来的圆金 和法则之金 说道 好 那我就先收下了 我此番消耗不小 确实需要一些圆金恢复12 徐峰还完债后 浑身轻松 告别李战天等人 回到住处 准备将剩余的圆金 和法则之金吸收了 提升实力 回到住所后 徐峰立即进入修炼状态 他拿出从光头五帝的空间戒指中 得到的圆金和法则之金 分别握在双手 开始运转 天地玄黄绝 修炼起来 随着圆金和法则之金的力量 不断涌入体内 徐峰感受到自己的元力迅速提升 法则领域也逐渐扩张 徐峰不断巩固着五圣十重的修为 法则领域一里一里地不断增加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徐峰手中的圆金和法则之金越来越少 最终 全部消耗完毕 徐峰睁开双眼 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这次获得的这些资源 竟然将他的法则领域 推进到了七千里方圆的境地 徐峰缓缓吐出一口气 结束了这次修炼 这时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徐峰起身打开门 看到梁继站在门外 神色有些紧张 徐将军 李大人有事找你 情况紧急 请你速去军营 梁继说道 徐峰点头 迅速跟随梁继前往军营 来到军营 徐峰见到李战天 正与几位将领商议 李大人 发生什么事了 徐峰问道 李战天神色凝重地说道 探子来报 大宣朝集结了更多的武帝竞强者 正向平顺城集结而来 看来 他们这次是下了决心 要一举攻破我们 徐峰闻言 心中一紧 随后看向李战天 问道 朝廷那边可有增援 李战天摇了摇头 说道 朝廷已无力支援 不过 为传讯预检向圣上禀报了情况 圣上只是 可带领平顺城人员 后撤至千里之外的剑门官驻守 剑门官中首遇禁法三严 且有四尊武帝常驻 应该可以与大宣抗衡一下 听到李战天的话 梁济一脸担忧 说道 可是剑门官负责镇压的黄沙平原中 妖帝竞的存在 万一他们和大宣合力 那可怎么办 李战天神色如常 说道 放心 圣上已传讯剑门官四位武帝 让他们全力出击 将黄沙平原的两尊妖帝 尽数斩杀 免去后顾之忧 想来 这回应该已经行动了 见众人再无意义 李战天下令道 既然无意义了 那便安排一下 利用非洲 将平顺城所有人员 尽数带到剑门官 今天就走 几位武圣镜的将军 都有着非洲 另外 还有物资对待来的非洲 装下整个平顺城的人口 还是绰绰有余的 李战天根据个人的非洲大小 对应分配了 需要携带的人数 徐丰也被分配了5000人 李战天分配完毕 众人便根据指示 前往集合人员 徐丰立刻开始组织自己 被分配的那5000人 主要是西城区的人员 他带着一队士兵 迅速前往平顺城西城区 通知居民 准备登上非洲 每个人都被要求 携带必要的物资 和随身物品 尽量轻装上阵 平顺城的居民们 虽然有些惊慌 但在徐丰和其他士兵的安抚下 很快就紧然有序地集合起来 老弱妇孺 优先被安排登上非洲 徐丰亲自监督 确保每个人都能安全上船 随着时间的推移 平顺城的居民们 陆续登上了非洲 徐丰和他的士兵们 不断忙碌 确保没有任何遗漏 终于 当最后一批居民 登上非洲后 徐丰确认 所有人都已经安全上船 他回到自己的非洲上 见到所有安排都已妥当 徐丰操控非洲 前往集合地点 集合地点 已经有非洲在等待 徐丰神识一扫 发现那艘非洲的控制者是梁继 于是便和他打了个招呼 梁将军 没想到你竟然比我还快 梁继笑了笑 那当然了 毕竟我在平顺城中 算资历最老的了 不过徐将军 你速度这么快 我倒是没料到 两人正闲聊着 陆续又来了几艘非洲 没过多久 一艘巨大的非洲 也来到此地 赫然是李战天 所操控的非洲 李战天扫了一眼 场中聚集的非洲 确认了一下数量 随后说道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便出发吧 说完 李战天控制着非洲 往剑门关方向飞去 其余非洲 也紧随其后 徐峰也驾驭着自己的非洲 缓缓升空 跟着前面的非洲飞去 非洲队伍 在李战天的带领下 朝着剑门关的方向飞去 天空中 非洲排成整齐的队列 宛如一条巨大的长龙 浩浩荡荡地穿行在云海之间 徐峰操控着自己的非洲 跟随在队伍中断 确保所有人都平稳前行 他不时巡视周围 确保没有非洲调队 或遇到意外情况 梁济则在旁协助 时刻关注非洲的飞行状况 飞行了一整天后 非洲队伍终于抵达了剑门关 这里的防御攻势高大雄伟 城墙上布满了剑楼和炮台 显然经过了多次加固 城门前 早已驻扎了大批士兵 整装待发 剑门关的四大五帝 目前并不在剑门关内 而是在黄沙平原 清扫着妖兽 不过李战天和四大五帝间 有传讯的预检 四大五帝让李战天 暂待剑门关守备之责 李战天率先降下非洲 其他非洲也陆续在指定区域降落 士兵们迅速开始引导居民下船 并安排他们的住宿 徐峰和梁济负责指挥各自队伍 确保所有人都能有序下船 在安排好居民们的安置后 徐峰和梁济来到李战天身边 汇报了情况 李大人 所有人都已经安置妥当 接下来 我们需要做什么 徐峰问道 李战天点头赞许 说道 很好 接下来 我们要立刻进行防御布置 徐峰 你负责城墙上的防御布置 确保每个角落都有人看守 梁济 你负责城内的后勤和物资调配 确保所有士兵都有充足的补给 两人立即领命 迅速展开行动 徐峰带领一对士兵巡视城墙 检查每一个防御攻势 确保所有弩炮 箭楼和陷阱都能正常运作 梁济则在城内忙碌 调配物资 确保每个士兵都有足够的食物和水 以及必要的武器和装备 夜幕降临 剑门关内灯火通明 士兵们整装待发 随时准备迎接敌人的到来 一夜无话 天亮后 探子来报 大勋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平顺城 不过 目前正在平顺城中休整 并无继续南下的打算 继续探查 有任何情况立即来报 李战天说道 在剑门关的防御攻势紧张进行的同时 黄沙平原上 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正在进行 四位身穿将军袍的强者 正围攻一条数百米长的百足蜈蚣 这四人正是镇守剑门关的四大武帝 赵无极 王天恒 李清云和段天涯 百足蜈蚣的每一只脚都仿佛巨大的刀锋 每次挥动都带起狂风与沙尘 强大的毒素和锋利的攻击让人心惊 然而 四大武帝的攻势如潮水般不间断 每一招每一事都蕴含着极强的法则力量 不远处 一只巨大的沙歇妖帝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显然已经被四大武帝击败 只是尚未断气 赵无极和王天恒两人分手东西两侧 不断施展法则攻击 阻止百足蜈蚣的逃脱 李清云和段天涯则是轮番上前 近身搏杀 找准机会进行致命打击 赵无极挡住他的退路 别让他逃了 王天恒高声喊道 手中的长枪带起一片枪影 刺向百足蜈蚣的头部 明白 赵无极回应道 双手一挥 一道道雷霆之力 如天罚般降临 将百足蜈蚣的退路封死 李清云趁机飞山上 双剑交织出璀璨的剑光 直取百足蜈蚣的要害 断天涯则是运转空间法则 将周围的空间压缩 使百足蜈蚣的行动更加迟缓 百足蜈蚣的嘶吼声震耳欲聋 他试图挣脱四大武帝的围攻 但无奈受伤过重 再加上四大武帝的强大合击 让他无法找到任何生机 就在这时 李清云找到一个破绽 双剑如垫 一道灵力的剑光 直插百足蜈蚣的头部 将其头颅劈开 巨大的身躯 顿时轰然倒地 四大武帝互相看了一眼 纷纷松了一口气 总算解决了 断天涯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语气中带着一丝疲惫 赵无极点点头 目光转向奄奄一息的杀些蜈蚣 说道 我们得尽快回去 剑门官还需要我们的支援 王天恒赞同道 是啊 剑门官现在正面临大宣的威胁 不能有丝毫懈怠 四大武帝迅速处理了妖兽的尸体 将有用的妖兽材料收集起来 准备乘坐非洲返回剑门官 却见赵无极身体一顿 拿出了一枚传讯预检 对着其他三人说道 有人传讯过来了 先等等 剑门官内 李战天正在通过传讯预检 联系赵无极等人 将目前紧急的情况告知他们 并询问他们的归期 片刻之后 预检中传来回应 四大武帝表示 他们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预计在半天之内 便能抵达剑门官 得到了四大武帝即将赶来的消息 李战天的心情稍稍放松了一些 他转身对徐峰和梁继说道 四大武帝已经在路上 半天之内就会到达 我们要尽快布置好防线 并在他们到达前 做好迎敌准备 徐峰点头表示明白 继续指挥士兵们 加紧防御攻势的布置 梁继也在城内协调物资调配 确保所有防线 都能得到充分的补给 半天后 四大武帝终于抵达剑门官 李战天带着徐峰等人过来 见过四大武帝 战天 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再次重逢 又是并肩作战的时候 李清云笑着拍了拍李战天的肩膀 说道 是啊 自从我们各自镇守一地 不知不觉都已经过了七八年了 李战天也感叹道 一旁的赵无极大笑道 知道你们两个亲人见面 分外高兴 但眼下不是叙旧的时候 先讨论正事吧 李战天与李清云 同为大洲李族之人 李族是大洲的名门望族 先祖更是与大洲初代人皇 并肩作战过 大洲建国后 被封为武安侯 李清云乃是李战天的族兄 修为也是五帝五重 擅长剑法 在剑门官 已镇守多年 赵无极出身于大洲的五道世家赵家 修为达到了五帝六重 精通拳法 号称拳皇 是剑门官的最强者 王天恒 则是来自大洲北方的王家 修为是五帝四重 以霸道的刀法闻名于世 断天涯乃是散修出身 依靠自身的天赋与努力 一路修炼到五帝三重 断天涯也笑着说道 不错 我们现在首要任务 要怎么应对大轩的进反 李战天点头说道 赵兄说的对 不知各位有什么意见 是巨守剑门官 还是反其道行 前往平顺城 打大轩一个措手不及 赵无极说道 若是大轩来到平顺城的五帝不多的话 倒是可以前往平顺城 将其围杀 具体还得等探子探明情况 再做决定 眼下先确保剑门官首遇的完备 以防万一 李战天点头说道 赵兄所言有理 既如此 不若各位前往城墙看看防御布置 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众人一同前往城墙 查看防御布置 赵无极和王天恒 仔细检查了原石炮的位置 和防护措施 李清云和断天涯 则仔细查看了 各个防御攻势的细节 赵无极满意的点头 防御布置得很完善 特别是这些原石炮的位置 安排得非常巧妙 能够覆盖整个战场 王天恒也赞同道 是的 若是敌人攻城 我们的火力 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李清云观察了一会儿 说道 不过 我们还需要加强一下城墙的防御 特别是要防范敌人的五帝级别攻击 断天涯点头道 不错 我会布置一些 法阵来增强城墙的防御力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剑门关的防御布置更加完善 李战天站在城墙上 目视远方 陈生说道 大轩的进攻随时可能到来 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做好一切准备 与此同时 大轩军队已经占领了平顺城 并迅速向剑门关推进 大轩军队的行军速度非常快 一天之内便能抵达剑门关下 探子不断传来敌军的动向报告 李战天 徐峰和四大五帝聚在一起 商讨应对策略 敌人占领了平顺城 下一步便是攻打剑门关 李战天沉生说道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关城的地形优势 阻止他们的进攻 四大五帝之一的赵无极说道 我建议我们分成两组 一组负责正面防御 另一组则前往前方埋伏 尽量减少大轩的力量 赵无极的提议得到了众人的认同 徐峰由于掌握空间规则 激动性强 被分到了埋伏组 与他一组的 还有赵无极 李清云和李战天 可以说是除了徐峰外 剑门关最强三人组了 赵无极看向徐峰 说道 徐峰 虽然你的修为还不到五帝 但我听战天说 你已有五帝实力 还曾斩杀过大轩的五帝境 所以 我便将你分到埋伏组了 不过 若你不愿 也可留守剑门关 徐峰文言一笑 说道 放心吧 赵将军 论保命能力 我还是很有自信的 更何况只论速度 你们可不一定比得上我 赵无极哈哈一笑 说道 好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我们的任务是伏击大轩军队 尽可能消灭他们的力量 因此 到时候有什么杀招 尽量使出来 李清云则拍了拍徐峰的肩膀 叮嘱道 行动实务必小心 不要逞枪 实在不行 你就先跑 我们几个老家伙店后 徐峰点点头 我明白 李战天接过话头 好了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义 那我们就按照计划行事 埋伏地点 选在建门关以西的那片密林中 那里的地形复杂 适合我们隐蔽行动 四人迅速制定了详细的埋伏计划 并与其他守军将领 做好了战斗准备 夜幕降临 四人趁着夜色悄然出发 迅速潜伏到预定的埋伏地点 徐峰利用空间规则 不断侦查敌情 将大轩军队的动向 及时传回给李战天等人 大轩军队 是由妖武者和妖兽组成的联合军 其中领头的是五名五帝近妖武者 和四只妖帝近妖兽 众多巨型妖兽 驮着众多妖武者不断前进 随着大轩军队 逐渐逼近徐峰等人埋伏的密林 徐峰也不由得紧张起来 眼看大轩踏入了密林之中 赵无极低声道 大轩军队已经进入埋伏圈 准备动手 李清云握紧了手中的长剑 眼中寒光闪动 等他们再靠近一些 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李战天沉声道 记住 我们的目标是 主要是那五帝和妖帝 一击之后迅速撤离 徐峰点头 心中默默调动其体内的原力 随时准备爆发出致命一击 随着大轩军队逐渐靠近 四人的杀气也愈发浓炼 当大轩军队进入最佳伏击位置时 赵无极一声令下 动手 四人如离弦之剑 瞬间出击 赵无极的全境 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 李清云的剑光闪烁 迅疾如雷 李战天的掌风 迅速施展手段 抵徐峰等人的攻击 在徐峰四人的攻击下 一尊妖帝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斩杀 血光四剑 其身后众多的低阶妖舞者和妖兽 也在攻击之下化为飞灰 见到自己等人的攻击奏效 赵无极立马喊道 先撤回去 随着赵无极话音落下 徐峰等人迅速往剑门关方向撤退 徐峰不断施展 空间瞬移 不一会儿便到了剑门关内 徐峰对着剑门关内的王天恒等人喊道 大宣军队已在路上 准备迎战 徐峰的喊声迅速传遍整个剑门关 城内的将士们纷纷动员起来 紧张而有序地准备迎战 王天恒等几位武帝迅速集结 将防御布置的指令下达到各个队伍 王天恒沉声道 各位将军 传令下去 所有弓箭手和原石炮准备 就位待命 弓箭手集中火力 对准敌军前锋 原石炮优先攻击夭兽和武帝竞的敌人 过了没多久 赵无极 李清云和李战天三人也回到了剑门关 看到徐峰在他们之前回到剑门关 三人都是一脸诧异 没想到徐峰的速度真的这么快 没过多久 远处传来震天的战鼓声和沉重的脚步声 大宣军队的前锋已经逼近剑门关 徐峰眯起眼睛 看到大宣军队阵列整齐 前排是密密麻麻的夭兽 后方则是众多武圣和武帝级别的妖武者 气势汹汹地向剑门关推进 大宣一方还有八位帝级战力 而剑门关算上徐峰也才六位帝级战力 因此 必须有人拦住大宣的多位帝级战力才可 随着距离的拉近 战斗一触即发 王天恒高喊一声 弓箭手 准备 放箭 随着命令 数千箭矢如雨点般射向大宣军队的前锋 妖兽们发出怒吼 试图躲避箭矢 但仍有许多被射中倒下 然而 这些妖兽生性凶猛 伤亡并未减缓他们的进攻速度 接着 断天牙下令 原石炮 开火 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炮声响起 树道光束直冲向敌军阵列 巨大的爆炸在敌军中引起混乱 大宣的妖武者和武帝近高手 不想再眼睁睁看着手下人被原石炮屠杀 于是开始反击 各种法术和攻击手段向剑门关袭来 见到大宣一方的帝级战力出手 剑门关内的武帝也纷纷出手 与大宣帝级站在一起 大宣的五个妖武者中有两个武帝五重 两个武帝四重和一个武帝三重 妖兽中原来有三位妖帝 不过有一位在埋伏中被杀了 剩下两位妖帝分别是妖帝近五重和妖帝近三重 赵无极修为乃是武帝六重 他一人便拖住了大宣的两位武帝五重 赵无极的拳镜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出 带着武匹的力量 与两位武帝五重的敌人交手 每一拳都震得天地颤动 李战天同样不遑多让 他一人拖住了两位武帝四重 李战天的掌风凌厉 每一掌都仿佛携带着无尽的威压 将两位武帝四重的敌人逼得节节后退 李清云则是妖帝近五重的妖帝站在一块 剑气横飞 在妖帝身上留下道道伤痕 王天恒和段天涯分别拦住了大宣的武帝四重和武帝三重 剩下一尊妖帝近三重的妖兽 则由徐峰对付 徐峰则在战场上如鬼魅般穿梭 他的身形快如闪电 龙领宝刀每一次挥动 都会在那妖帝近三重的妖兽身上 撕开一个口子 随着战斗的激烈 众人也都拿出了压箱底的本领 只见赵无极大喝一声 雷之天地 我为主宰 瞬间赵无极周身十丈之地 被无尽雷霆覆盖 大宣的一位武帝五重的妖武者 躲避不及 被雷霆淹没 化为飞灰 另一位与赵无极战斗的妖武者 惊骇欲绝 这是那天地外险 没想到 竟然能显化十丈之地 赵无极咧着一张嘴 露出一口白牙 大宣的狗崽子 今日就叫你有来无回 随着赵无极发动那天地外险 战场形势骤然变化 赵无极的雷之天地内 雷霆肆虐 空气中弥漫着胶着的气味 李战天也不甘示弱 他大喝一声 逝者之戒 现 他周身的黑暗扩展开来 形成了一片逝者之剑 笼罩着与他对战的两位武帝四重的妖武者 黑暗中仿佛有无数的亡魂在地狱 让敌人感到毛骨悚然 徐峰健壮 心中一动 也不再隐藏实力 他高喊一声 暴心无极圣体 开 瞬间 他的身体如同化作一颗恒星 散发着无尽的光芒和力量 龙灵宝刀在他手中爆发出刺眼的刀芒 李轻云也发动了自己的那天地 剑之领域 破 他周围的空间充满了无数剑气 每一丝剑气都充满了灵力的杀意 仿佛要将一切撕裂 王天恒和断天涯 虽然无法显化那天地 但也隐隐占据上风 那位惊骇的妖武者 试图逃跑 但在赵无极的雷霆之下 无论他怎么躲闪 都无法逃出石杖之地 最终 他被雷霆击中 全身焦黑 惨叫一声 化为飞灰 李战天的逝者之界中 两位武帝四重的妖武者 不断被黑暗侵蚀 原力和精气迅速流失 最终被李战天一掌击毙 李清云的剑之领域中 无数剑气 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出 敌人在这片剑气中 根本无处可逃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被剑气撕裂 徐峰与妖帝不断交手 暴心无极圣体的力量 让他如虎添翼 配合上蓝空剑爵 不断在妖帝身上 制造新的伤势 徐峰抓住一个机会 顺移到那妖帝身后 暴心无极圣体 催发到极致 空间领域之力 注入到手中的龙领宝刀中 朝着妖帝重重一展 暴心无极 蓝空断胜 随着龙领宝刀斩下 空间被撕裂成两半 那妖帝的身躯 也随着空间裂开 而被裂成两半 无数空间之力 在其两节身体上不断肆虐 最终将其身体湮灭 与此同时 李战天与李清云 也逐渐占据了上风 李战天的掌风 不断压制着 两位武帝四重的敌人 李清云则以灵力的剑法 将敌人逼得毫无还手之力 随着敌军中强者接连被击退 大宣军队的士气逐渐低落 王天恒健壮 果断下令 全军出击 乘胜追击 大洲将士们一声喊杀 冲出城门 与大宣军队展开白刃战 徐峰再次发挥他的速度优势 不断在战场上游走 斩杀敌军首领和妖兽 为大洲军队开辟道路 在几位武帝和徐峰的联手下 大洲军队不断追杀着大宣军队 无数的妖兽和妖武者死在了路上 突然 远处天空一道巨型掌印 朝着大洲军队压了下来 赵无极健壮 飞身而出 双拳击聚雷光 对着掌印轰出 扑 只见赵无极被掌印击中 抛飞而出 口中吐出一大片的鲜血 快逃 是武神 赵无极瞪大了双眼 惊骇大喊道 赵无极的话音刚落 众人皆心头一震 武神 那是超越武帝境的存在 凭借他们现在的力量 根本无法抵挡 李战天脸色大变 急忙传音道 全军撤退 所有人迅速撤回剑门关 徐峰也意识到情况紧急 立刻运转空间瞬移 与此同时 李清云和段天涯等人 也纷纷施展身法 迅速撤离战场 然而 蝶的攻击并未停止 天空中 一道身影缓缓显现 那是一位威严无比的中年男子 眼中闪烁着冷酷的光芒 他正是大轩的武神 轩无敌 轩无敌俯视着下方 慌乱撤退的大洲军队 冷笑一声 抬手再次拍出一道掌印 掌印迅速变大 遮天蔽日 压向大洲的军队 眼看着掌印即将落下 李战天咬牙冲天起 双手合十 身后隐隐显现出 适者之界的虚影 他怒吼一声 大家快走 我来挡住他 徐峰健壮 心中焦急无比 他知道 李战天根本无法抵挡武神的权力一击 他迅速运转 暴心无极圣体 身形如电 冲向李战天 就在掌印即将落下的一刻 徐峰和李战天合力迎上了掌印 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 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 震得四周的地面都剧烈颤抖 然而 掌印的威力太过强大 徐峰和李战天双双被震飞出去 口中鲜血狂喷 轩无敌的力量实在是太过恐怖 他们根本无力抵挡 走 快走 徐峰强忍剧痛 大声呼喊 他知道 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大洲的将士 不能让更多的人牺牲在这里 就在这时 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道红亮的声音 助手 伴随着声音的出现 一道金色的光芒 划破长空 直奔轩无敌而去 那是一位身披金甲的男子 他的出现 仿佛给所有人带来了希望 是大洲的武神 有人惊喜地喊道 是镇北王 他来了 李战天惊喜喊道 这金甲男子便是大洲镇北王 武神境的存在 曾一人独占三大妖神 是大洲的传说级人物 金甲男子迅速冲到轩无敌面前 两人瞬间交手 激烈的碰撞声不断传来 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 李战天和徐峰趁机撤退 迅速将伤员和将士们带回建门关 此刻 金甲男子和轩无敌在高空中激战 两位武神的战斗 让整个天地都为之变色 徐峰检查了一番伤势 仅仅是武神的随意一击 便让他闲死还生 五脏六腑都受了不小的伤势 李战天同样如此 他承受了较多的伤害 肋骨都断了几根 而赵无极在被徐峰带回来后 人无法起身 全身骨头碎了大半 好在都是皮外伤居多 凭借强大的肉身恢复能力 休息几天也能恢复 天空中 镇北王雄魂的声音在战场上空响起 轩无敌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轩无敌健壮 冷笑一声 镇北王 你终于来了 今天我们就一决生死 镇北王没有多言 直接冲向轩无敌 两位武神的对决 再次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 天空中的能量波动震撼着大地 整个战场瞬间变成了两大强者的战场 镇北王挥动手中的巨斧 带着无尽的力量砍向轩无敌 每一斧都仿佛能劈开天地 而轩无敌则以掌为兵 掌劲如韬 一波接着一波 反击着镇北王的攻势 战斗的余波 让周围的低阶舞者和妖兽难以靠近 只有远远地观望着两大强者的对决 镇北王与轩无敌的战斗愈发激烈 巨斧与掌劲不断碰撞 激起无数的能量风暴 两大强者你来我往 战斗的余波 让周围的山石崩裂 天地为之变色 忽然 镇北王大喝一声 天府斩 他手中的巨斧 化作一道巨大的金光 展向轩无敌 轩无敌脸色微变 立即运转全身原力迎击 然而 这一副的威力超乎想象 竟将轩无敌的防御层层破开 直接斩在了他的肩膀上 轩无敌口吐鲜血 身形击退 却不肯示弱 强行稳住身形 再次反击 无敌掌 两大强者的战斗 进入白热化 彼此都不肯退让 就在此时 远方天际又一道光芒闪烁 紧接着 一位身穿银甲的英俊男子 出现在战场上 银月王加入战斗后 迅速锁定了镇北王 战场上的局势 再次发生了变化 银月王手持银色长剑 身形如电 直接冲向镇北王 与其展开激烈的交锋 镇北王 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银月王冷声道 剑光如虹 直刺镇北王的要害 镇北王不甘示弱 手中巨斧横扫 强劲的抚风 迎上银月王的剑光 两大强者的碰撞 瞬间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 整个战场为之震动 在剑门关上空 轩无敌与银月王的联手攻击 让镇北王压力骤增 轩无敌掌力灵力 银月王剑光如虹 两人的配合 天衣无缝 几乎没有给镇北王 任何喘息的机会 镇北王运转全身真气 挥舞着巨斧 不断抵御 但两位武神的联手攻击 还是让他逐渐落落下风 就在大洲的防线 岌岌可危之时 天机再次传来一道雄魂的声音 众将士 随我杀爹 紧接着 又一道金光闪烁 一位身披金甲的男子 出现在战场上 他的出现 让大洲的将士们 士气大振 这人正是大洲的另一位武神 武安侯李长风 也是李战天和李清云 两人所在家族的组长 是家族 他老人家竟然来了 李战天惊讶到 李清云同样一脸惊讶 随即大喜 大洲有两位武神在此 那便不惧大宣的两位武神了 武安侯的到来 让整个战场气氛为之一震 大洲将士们纷纷高声欢呼 士气大增 轩无敌和银月王 见到李长风出现 身形顿时一致 轩无敌眼中露出了忌惮之色 这下可不好了 银月王 凭我们两个 恐怕对付不了李长风 和镇北王两人 要不先退吧 银月王痴笑一声 吃亏你还叫无敌 遇到强敌就想退 如何助就无敌之心呢 轩无敌面色战红 哼 我可不打必败之仗 你想留着便留着吧 我先退走了 说完 轩无敌便往后方飞去 银月王见状 咬了咬牙 也跟着轩无敌退走了 李战天和李清云 看着家主的身影 心中既是惊讶 又是欣喜 武安侯李长风 作为李族的家主 修为深不可测 是武神境的老牌强者 在大洲乃至整个大陆 都是赫赫有名 李长风悬浮在空中 目光锐利地扫射着战场 随后冷冷地盯住了 正在撤退的轩无敌和银月王 你们逃得了吗 李长风冷哼一声 身形如电 瞬间追向两人 轩无敌和银月王本以为逃出生天 见到李长风的出现 心中顿时一沉 两人对视一眼 同时转身迎战 他们知道 此刻已经无路可退 李长风双手一挥 无尽的金光 如同天罗帝王一般 笼罩住轩无敌和银月王 两人竭力反击 但在李长风强大的压迫下 显得无列苍白 看来 今日你们难逃一简 李长风大喝一声 金光骤然爆发 化作无数金色剑影 将轩无敌和银月王死死困住 镇北王也跟着李长风身后 来到两人面前 手中巨斧重重劈下 在两个人的联手攻击下 轩无敌和银月王渐渐支撑不住 身上的伤势不断出现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必须撤退 银月王咬牙说道 眼中闪过一丝决然 轩无敌点头 猛然一掌拍向地面 地面瞬间裂开一道巨大的深渊 两人借机飞身而起 试图逃离战场 李长风冷笑一声 身形如电 再次追了上去 金光剑影再次爆发 轩无敌和银月王在空中 被金光剑影包围 根本无从逃脱 今日 你们必死无疑 李长风冷冷说道 金光剑影骤然收紧 轩无敌和银月王在无数金光中惨叫一声 随后化为飞灰 随着两位武神的陨落 大战的军队彻底溃败 纷纷四散逃亡 大洲的将士们乘胜追击 将残余的敌人彻底击溃 战斗结束后 李长风和镇北王缓缓降落在地 李长风目光扫视着众人 点了点头 今日之战 大家都辛苦了 李战天和李清云上前 恭敬地说道 家主 多亏您及时赶到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李长风摆了摆手 你们两个做得不错 打出了我李家的风采 不过大轩那边 估计不会善罢甘休 据说 大前已占领大轩全境 估计不久 大轩的剩余部队将会南下 到时才是麻烦之时 镇北王也皱着眉头 说道 不错 圣上也是忧虑此事 此番让我前来 也是打算 让我继续再次镇守 不知武安侯是否也是要留下来镇守 李长风点了点头 说道 接下来的战斗 便是武神静之争了 后续圣上 也会再抽掉一些武神过来 势必要将大轩挡在剑门光之外 战斗结束后的几天 剑门关 弥漫着紧张忙碌的气氛 受伤的将士们 都在集中精力恢复身体 徐丰在一间静室内 盘膝而坐 静心调息 他脸色苍白 但双眸中透露出坚韧不拔的神色 这天 徐丰决定去找李长风和镇北王请辞 他走到大仗前 见李长风和镇北王正在商议战后事宜 便恭敬地行了一礼 说道 李家主 镇北王大人 这次战斗 虽然取得了胜利 但我的伤势还需要时间恢复 而且我已经突破到五胜十重 准备冲击五帝境 因此 请两位大人允许我暂时离开剑门关 回皇都复命 李长风抬头看了徐丰一眼 神色温和地说道 徐丰 你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色 已经为大洲立下了赫赫战功 你的伤势需要时间恢复 突破五帝境更是重中之重 我们自然不能强留你在这里 你放心回去 好好休养 并做好突破五帝境的准备 镇北王微微点头 笑着说道 徐丰 你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 我都看在眼里 你回去后 好好恢复 带你突破五帝境 未来的战斗 还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徐丰心中感激 眼中微微湿润 郑重地行了义礼 说道 多谢李家主和镇北王大人的谅解 等我突破五帝境 一定会再回来 继续为大洲效力 李长风拍了拍徐丰的肩膀 鼓励道 好好修炼 未来的路还很长 大洲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镇北王也点头说道 保重 期待你的归来 随后 徐丰去见了李战天 李清云 赵无极等战友 刚好李战天和赵无极 都受了不小的伤 也准备返回国都一趟 于是 三人便准备同行返回国都 李战天拍了拍徐丰的肩膀 笑着说道 徐丰 我也准备回国都一趟 等到了国都 有空可以来找我喝酒 赵无极也微微一笑 露出那标志性的白牙 说道 同归同归 徐丰 等你突破五帝了 一定要和我切磋切磋 徐丰笑着点头 三人随即便启程前往黄都 一路上 徐丰的心情颇为复杂 夕阳西下 他站在山坡上 望着远处的黄都轮廓 心中涌起一股豪情壮志 这次的战斗 让他看到了 自己和真正强者之间的差距 也坚定了他突破五帝境的决心 回到黄都后 徐丰与李战天和赵无极告别后 便立即前往大洲皇宫复命 将此次剑门关的战斗情况 详细汇报给大洲人皇 徐丰看着殿上的大洲人皇 行李说道 臣实力不济 以致平顺城失守 请圣上责罚 大洲人皇看着徐丰 笑着说道 徐丰 你做得不错 斩杀了大宣多位武圣 还越境斩杀了妖帝 战功赫赫 大扬我大洲国威 虽然平顺城被大宣占领 但那并非你之过 徐丰再次说道 臣愧不敢当 有功当赏 徐丰 朕绝不令戏对你的嘉奖 大洲人皇微笑着 目光中带着赞赏 你为大洲立下了赫赫战功 朕理应重赏 大洲人皇手指轻轻抹撒着下巴 思索片刻 开口道 徐丰 朕听说你准备着手突破五地镜 这样 朕便赏赐你一些修炼灵物 助你突破 大洲人皇挥了挥手 旁边的太监立即上前 展开了一道圣旨 大洲人皇高声宣读 徐丰杀敌有功 赏赐下品元金一千 画戒时一刻 殿内众人听到这份赏赐 无不露出羡慕的神色 画戒时乃是开辟那天地的辅助灵物 有了化戒时 徐丰便可以借此 将自己的法则领域化作一戒 开辟出自己的那天地 这对于即将冲击五地镜的徐丰来说 实在是无价之宝 徐丰接过圣旨 感激地说道 多谢圣上厚爱 陈定不负所望 大洲人皇微笑道 徐丰 你为大洲立下了赫赫战功 这些赏赐是你应得的 接下来 你便专心修炼 早日突破五地镜 正期待你再立新宫 陈一并竭尽全力 徐丰再度行礼 心中充满了感激 离开皇宫后 徐丰迅速回到自己的住处 心中充满了紧迫感 此次闭关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 必须尽快将修为推进到五圣极限 在利用化戒时 一举突破至五地镜 他坐在床边 取出大洲人皇赏赐的夏品元经 和自己在平顺城及剑门关的战利品 深吸一口气 进入了深度修炼状态 徐丰看了看自己的面板 法则领域已经扩展到七千里方圆 虽然距离五圣极限的十万里方圆 还有不小的差距 但他相信 这次的资源足以弥补这个缺口 现在开始 全力吸收元经和法则之经 扩展法则领域 徐丰心中默念 双手快速结印 周围的元经如同潮水般涌入他的身体 法则之经的法则之力 不断融入法则领域中 时光荏苒 徐丰一连数月不眠不休地修炼着 体内的力量不断积聚 法则领域也在稳步扩大 一天夜里 徐丰盘息而坐 双眼微闭 体内的力量已然达到一个临界点 突然 他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屏障阻挡在前 这是法则领域向十万里方圆推进的最后关卡 也是突破五圣极限的关键所在 就是现在 徐丰心中一灵 从空间介质中取出众多元经和法则之经 放置于自己身旁 徐丰运转功法 一股作气将身旁所有的资源全部吸收 刹那间 一股磅礴的能量涌入徐丰身体 徐丰只感觉到 体内的法则领域如同受到巨大的推力 猛然向前扩展 成功了 徐丰心中一喜 感觉到自己的法则领域已经扩展到了十万里方圆 终于达到五圣极限了 他深吸一口气 感受着庞大的法则领域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徐丰缓缓睁开眼睛 微微吐出一口气 这次闭关可够久的 整整三个月 不眠不休的修炼 好在付出总有回报 总算是将法则领域扩展到五圣的极限了 接下来 只见这块宝石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仿佛蕴含着无尽的能量 他的光泽如同沉袭中的露珠 晶莹剔透 映射出徐丰坚定的面容 他的心情既紧张又激动 双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好 开始吧 徐丰深吸一口气 感受到空气中的微微颤动 他小心翼翼地将画介石放在面前 双手迅速结成复杂的硬绝 体内的真气如同激流般运转开来 随着功法的运行 一道金光从画介石中溢出 逐渐扩散到整个房间 仿佛置身于金色的海洋中 徐丰闭上眼睛 集中精力感受着体内的变化 画介石的力量如同春风画雨 温柔而又强大的融入到他的法则领域中 那股力量仿佛有生命一般 轻柔地触碰着他体内的每一个角落 带来一阵阵舒适的温暖 渐渐地 他感觉到法则领域开始发生质变 仿佛天地初开 万物复苏 一片新生的景象在他心中栩栩展开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 徐丰感受到自己的法则领域 从虚幻逐渐变得真实 那天地的轮廓开始显现 如同宇宙出生时的混沌逐渐分离 光明与黑暗开始明确分界 法则在他体内重新排列组合 构筑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个过程如同一场浩瀚的宇宙诞生 每一刻都充满了神圣与庄严 就是现在 徐丰心中一领 体内的力量在这一刻达到了巅峰 他猛然睁开眼睛 双手一推 化解石的力量完全融入到他的内天地中 刹那间 一股磅礴的能量从他体内爆发出来 整个房间被一股无形的气场所笼罩 仿佛一座无形的屏障 将他与外界隔离开来 成功了 徐丰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前所未有的强大 内天地已经完全成形 法则领域转变成了内天地 那片内天地在他心中 犹如真实存在的世界 充满了无尽的可能性和无穷的力量 徐丰知道 自己已经成功突破到了五地境 成为了真正的强者 徐丰将神识探入内天地之中 只见这片由空间法则构筑而成的世界 到处充斥着空间通道和空间碎片 是不是还有空间风暴闪现生出 若不是徐丰是这片天地之主 恐怕也难以在其中生存 这片世界是基于空间法则生成的 除了空间再无他物 便称之为羽界吧 徐丰自语道 徐丰在羽界中四处查看 十万里方圆的世界中 没有一丝生机 若是能够将内天地外显 这无疑可以成为徐丰的一大杀招 查看完内天地后 徐丰收回心神 沉思着自己接下来的安排 他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 内天地的存在 如同一片崭新的世界 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突破了五地 接下来便是五地境的修炼了 徐丰心中默念 他知道 五地境的修炼 并非仅仅依靠力量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 对内天地的掌控和运用 内天地作为五地境的重要标志 如何在其中修炼和提升 才是关键所在 五地境的修炼 估摸着与这内天地有关 具体如何 或许可以回天权宗问问 徐丰思索着 他想到了天权宗 那里有众多的前辈高人 也许能够解答他心中的疑惑 再者 自己已经突破到五地境 回天权宗 也能够让宗门知道自己的进展 并获取更多的修炼资源和指导 徐丰站起身来 准备返回天权宗 向宗门请教五地境的修炼方法 先去见见李站天和赵无极吧 得跟他们道别一声 顺便将这次突破的消息 也告知他们一声 徐丰想着 迈步走出房间 朝着李站天的住处走去 外面的阳光明媚 微风拂面 仿佛在为他的突破而庆贺 来到李站天的住处 徐丰轻轻敲了敲门 片刻后 门开了 李站天看到徐丰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是你啊 徐丰 好久不见了 我之前去找过你 听说你在闭关突破五地 现在看你出关了 想必已经突破成功了吧 李站天笑着问道 徐丰笑着点点头 说道 是好久不见了 李将军 我确实突破了五地境 这次来是向你告别 我准备回天权宗一趟 你小子果然是个天才 快进来 我们好好聊聊 李站天大笑道 招呼徐丰进屋 两人落座 徐丰将自己突破五地的经过 简单讲述了一遍 李站天听后 点了点头 满是赞赏 你现在已经是五地境的高手 接下来的修炼 确实需要更多的质疑 回天权宗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里有着深厚的底蕴 和丰富的资源 相信能够帮助你 更好的理解和掌控那天地 李站天说道 正是如此 我也有次打算 徐丰点头应道 那就尽早动身吧 后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告知我 能帮的 我一定帮 李站天拍了拍徐丰的肩膀 语重心长地说道 徐丰心中一暖 感激地点了点头 他与李站天又聊了一些 修炼上的心得和经验 然后告辞离开 准备去见赵无极 赵无极得知徐丰突破的消息 同样感到高兴和欣慰 两人交流了一番修炼心得 赵无极也给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和指点 徐丰 等你后面有闲了 一定要和我切磋一场 我还没和掌握空间法则的人交过手呢 赵无极一脸稀奇地看着徐丰 徐丰笑道 赵将军 你放心 等我从天泉宗回来 便和你切磋一场 赵无极听到徐丰的话 高兴地大笑着 好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你可不能反悔 徐丰点点头 随后便向赵无极告别 不过在临走前 赵无极叫住了徐丰 低声说道 徐丰 如果可能的话 你最好在天泉宗待久一点 大轩被大前锁灭 剩余力量朝着大洲侵略而来 大洲境内的妖兽也不太安稳 接下来 估计又是多事之秋了 徐丰闻言 心中一沉 他知道赵无极的话并非无地放逝 他也明白 此时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自身足够强大 才能在接下来的动荡中立于不败之地 多谢赵将军提醒 我会尽快提升实力 若有需要 定会回来 助大洲渡过难关 徐丰坚定地说道 赵无极拍了拍他的肩膀 叹了口气道 你有此心便好 保重 告别了赵无极后 徐丰回到住处 整理了一下随身物品 他的住处不大 但仅仅有条 几件简单的行囊已经打包完毕 徐丰环顾了一下 这个住了不短时间的地方 心中生出几分不舍 收拾妥当后 徐丰走出房间 锁好门 深吸了一口气 向着天泉宗的方向迈出了步伐 外面的阳光温暖 空气中带着初夏的清新气息 街道上 行人来来往往 一切看起来和平而美好 但徐丰知道 这份宁静只是暂时的 希望我能尽快提升实力 为大洲的未来尽一份力 徐丰心中默念 脚步坚定 朝着天泉宗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 徐丰不断思索着赵无极的话 大轩被大前锁灭 余波未平 大洲境内的妖兽 也蠢蠢欲动 这一切都预示着 未来将有更多的战斗等待着他 而他需要做的 就是尽快提升自己 迎接即将到来的风暴 经过几日的跋涉 徐丰终于到达了天泉宗的山门 天泉宗位于一座巍峨的山峰之上 山门高大雄伟 气势磅礴 徐丰看着这熟悉的地方 心中涌起一阵亲切感 天泉宗 我回来了 徐丰轻声自语 迈步走进山门 向着宗门深处走去 进入山门 徐丰立即前往宗门大殿 拜见掌门袁天路 他将自己的经历 和突破五帝的过程一一禀告 袁天路听后 欣慰地点了点头 徐丰恭敬地行礼 多谢掌门 我确实有问题 想请教一二 袁天路点了点头 目光温和 尽管说来 徐丰整理了一下思绪 拱手说道 我对于五帝竟如何修炼 突破了五帝境 该说不说 你的运气不错 他目光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语气中带着一丝调侃 但更多的是鼓励和肯定 徐丰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运气确实是有些成分 但更多的是靠掌门和宗门的培养 袁天路微微点头 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你突破了五帝境 对内天地也了解一二了吧 你觉得 你的内天地 与我们所处的世界 有什么不同 徐丰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回答道 我的内天地中 除了空间法则的显化之外 再无其他 而我们所处的世界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法则显化 这应该是最大的不同 袁天路拍了拍手 笑容加深 不错 你能观察到这点 看来还是有点悟性的 他顿了顿 继续说到五帝境的修炼 最重要的是 对内天地的掌控和完善 我们所处的世界 包含了无数法则的显化 每一种法则 都在维持这个世界的运转 你的内天地 也需要逐步引入这些法则 形成一个完整的小事件 徐峰眼中闪过一丝领悟 掌门的意思是 我需要在修炼中 逐步引入其他法则 构建一个更完善的内天地 袁天路点头 正是如此 每一种法则 都有其独特的作用 空间法则 只是其中之一 你需要不断探索 和掌握其他法则 将它们融入到你的内天地中 这样 你的内天地 才会更加稳定和强大 顿了顿 袁天路接着说道 只要在你的内天地中 融入足够多的法则 那突破五神经 也便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虽然你离五神经还早着 但是我还是先和你说一下 免得到时候 你又稀里糊涂 突破五神经 五神经 与其他境界不同 突破前掌握的法则越多 突破五神后越强 不同的五神之间的差别 可能比五神和五帝的差别还大 这一点你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尽可能多的 在你的内天地中 融入不同的法则 这也关系到你 未来的修炼 徐峰听完 接着问道 我之前遇到了一些五帝 他们能做到所谓的内天地外险 这是如何做到的 请掌门指教 徐峰听完 接着问道 我之前遇到了一些五帝 他们能做到所谓的内天地外险 这是如何做到的 请掌门指教 袁天璐微微一笑 眼中透出一丝欣赏 你的观察很敏锐 内天地外险 确实是五帝境的一大特征 简单来说 这是将内天地的力量外放 形成一个临时的小天地 徐峰听后 点了点头 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内天地外险听起来玄妙无比 他的原理是什么呢 袁天璐略微沉吟 解释道 当五帝境的修炼者 对自己的内天地 掌控到一定程度后 便可以将其暂时外放 就像你在对战时 使用的法则领域一样 只是内天地外险 更为复杂和强大 内天地不仅包含了法则 更有空间 能量和规则的相互作用 徐峰眼中闪过一丝领悟 掌门的意思是 内天地外险 不仅仅是法则领域的扩展 更是将自己所掌握的 世界外放出来 袁天璐满意地点头 正是如此 内天地外险 需要强大的精神力 和对内天地的精妙掌控 通过这种方式 五帝可以在战斗中 占据绝对的优势 不仅增强了自身的防御和攻击力 还能影响敌人的行动和感知 徐峰沉思了一会儿 问道 那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呢 袁天璐耐心地说道 首先 你需要对内天地的每一个细节 都了如指掌 从法则的运转到空间的变化 再到能量的流动 其次 需要通过不断的修炼和实战 增强对内天地的掌控力 最后 还需要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 才能支撑内天地外险 听完袁天璐的解答 徐峰恭敬地点头 多谢掌门的指点 我会努力修炼 早日掌握内天地外险 袁天璐微微一笑 拍了拍徐峰的肩膀 你的天赋和毅力都很出众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到 记住 修炼之路没有捷径 但只要你坚持不懈 总会取得突破 徐峰心中充满了感激 我一定会铭记掌门的教诲 继续努力修炼 袁天璐点头 接着说道 你现在已经武帝进了 在宗内可为长老 每一个长老在宗门内 都会负责一些内容 祖师殿 藏经阁 蒋武堂 通天塔 任务处 藏宝阁这几个地方 你想去哪一处 徐峰听完 问道 不知道具体需要负责什么内容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去藏经阁 顺便找一些不同法则的功法修炼 领悟不同的法则 提升修为 袁天璐露出一丝 果然如此的神情 说道 藏经阁的职责主要是管理 和维护宗门的典籍 同时还负责为宗内弟子 提供指导和帮助 你想找不同法则的功法修炼 这确实是个好选择 徐峰点头道 多谢掌门 那我便选择藏经阁 袁天璐微微一笑 继续说道 藏经阁内藏有宗门历代 先贤所留的各种功法和秘籍 其中不乏高深的法则功法 不过 这些点集 多数都需要一定的权限才能阅览 身为长老 你自然可以阅览更多的点集 但仍需 谨守宗门规矩 不得随意外转 徐峰郑重其事的点头 弟子明白 定当遵守宗门规矩 袁天璐满意的点头 很好 我会安排你去藏经阁任职 具体事务 会有专人引导你 至于你想要修炼的法则功法 可以在藏经阁内自行挑选 不过 记住一点 修炼法则不仅需要天赋和悟性 还需要心无旁骛 切勿急功近利 徐峰拱手行礼 掌门教会 弟子铭记在心 袁天璐手中甩出一枚令牌 飞向徐峰 说道 这是你的长老令牌 你拿着他 去找藏经阁镇守长老周有先 他会安排你 随后挥了挥手 让徐峰离开 徐峰接过令牌 向袁天璐行了个礼 便告退了 告别了袁天璐 徐峰朝着藏经阁走去 走了一段路 他便看见一座气派宏伟的建筑 正是藏经阁 藏经阁门口 有几名弟子正在守卫 徐峰上前出示了自己的长老令牌 说道 麻烦通报一声 我来次找周有先长老 几位弟子 见到徐峰的令牌 立刻上前行礼 拜见长老 请长老稍等 我进去通报一声 徐峰点了点头 其中一名往藏经阁中走去 没等多久 一名中年男子缓步走来 面容和善 眼神中透露着智慧的光芒 看着徐峰说道 这位便是徐长老吧 我是周有先 负责藏经阁的日常事务 徐峰拱手行礼 周长老 久仰大名 周有先微微一笑 不必客浅 掌门已经传讯给我 说你会来藏经阁任职 请随我来 我带你熟悉一下 这里的环境和规矩 周有先带着徐峰 在藏经阁内走动 详细介绍了各个区域的用途和管理方式 藏经阁分为多个楼层 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分类 从基础的武技到高深的法则功法 应有尽有 藏经阁的功法 基本都是以玉碱的形式保存 因此 整座藏经阁里保存了数以万计的功法 和各种各样的典籍 这里是法则功法的区域 周有先停在一排书架前说道 这里收藏了宗门历代先贤所创的法则功法 非常适合你这样的武帝境修炼者 徐峰点头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感激地说道 多谢周长老 周有先继续说道 你作为长老 可以自由阅览这些典籍 但需谨守规矩 不得随意外转 若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尽管找我 徐峰拱手道 明白 多谢周长老 周有先摆摆手 说道 不用谢 对了 平常的话 你就在藏经阁里面镇守 有事外出的话 提前和我打个招呼 徐峰点头称是 随后在周有先的引导下 徐峰熟悉了藏经阁的各个角落 走过一排排书架 徐峰看着众多的功法 心中激动不已 曾几何时 自己还在未获得一本低级功法 想方设法 而如今 却有无数的功法 等着自己去修炼 周有先指着一排 特别厚重的书卷说道 这些是历代武帝 所撰写的心得体会 详细记录了他们 在修炼过程中的感悟和经验 对于你这样的 新进武帝进修炼者 有很大的帮助 徐峰点了点头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感谢道 多谢周长老 周有先微笑道 你有这个觉悟很好 希望你在这里 能有所收获 好了 在一排排书架上游走 感受到这些典籍中 蕴含的无穷知识 他伸手取下几部武帝心的 心中暗自决定要好好研读 徐峰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 盘膝坐下 开始研读其武帝心得 第一部武帝心得 详细记录了前辈 在突破武帝近时的 种种感悟和经验 那天地的形成 如同心生世界 法则的编织 是其核心 徐峰轻声念着 心中对那天地的理解 更加深刻 他闭上眼睛 试图将这些感悟 与自身的那天地对比 找出不足之处 第二部武帝心得 则重点讲述了 那天地外显的技巧 那天地外显 不仅仅是将力量释放出来 更是将自身的领域具象化 要做到这一步 需要深刻理解自身的法则 将其与现实世界紧密结合 徐峰皱了皱眉 这一段 让他意识到 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 随着一页页的翻阅 徐峰沉浸在这些前辈们的 智慧海洋中 每一段文字 更加透彻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徐峰几乎忘记了外界的一切 全身心地投入到 这些心得的研读中 他的法则理解不断加深 那天地的稳定性 也在逐渐提升 几天后 徐峰终于放下了 手中的最后一本武帝心得 他闭上眼睛 感受着脑海中 不断涌现的各种感悟与灵光 心中充满了满足感与成就感 这些前辈们的经验 真是宝贵 给了我无尽的启示 徐峰难难道 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他知道 这些心得 不仅让他对武帝境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更为他的修炼之路 指明了方向 徐峰站起身来 活动了一下 有些僵硬的身体 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 接下来 是时候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了 他心中暗自决定 准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将自己所学的一切 融会贯通 提升自己的实力 徐峰看向面板 除了空间法则之外 自己所学功法中 还有涉及峰之法则 星辰法则等 于是 徐峰打算 先将这些法则 融入到自己的那天地中 不过在此之前 得先将这些法则掌握才行 炼板中 蓝空剑诀 天地独尊掌 和 无相风云路 都已到了极限层次 需要破线才行 自己目前只有 两点破线点 还远远不够 因此 徐峰将修炼打算 先将 天地玄黄诀 神 无量神诀 和 暴星无极圣体 修炼到极限层次 同时积累一些破线点 以待后用 于是 徐峰便在藏经阁中 开始赶起了熟练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徐峰面板上功法的熟练度 不断升高 一个月后 暴星无极圣体 突破到神境层次 伴随着这一突破 一股星辰法则 悄然出现在徐峰的那天地中 这股星辰法则 在那天地中 显得格格不入 仿佛一颗璀璨的星辰 突然降临在一片平静的湖泊中 起起层层涟漪 徐峰能清晰地感觉到 这股星辰法则 与他原本的空间法则 产生了微妙的冲突 这股力量竟如此强大 但为何会与我的那天地不协调 徐峰自语道 眉头微皱 他深吸一口气 闭上眼睛 开始引导星辰法则的力量 与那天地中的其他法则 进行融合 星辰法则 如同一条桀骜不驯的龙 在徐峰的那天地中 肆意翻腾 激起阵阵波澜 徐峰细心地引导着他 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他全神贯注地 操控着那天地中的力量 心无旁骛地 进行着法则的融合 随着他的努力 星辰法则 逐渐与空间法则 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整个那天地 开始变得更加稳固 终于有些眉目了 徐峰睁开眼睛 松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一丝疲惫的笑容 他感受到那天地中的变化 星辰法则 虽然依旧显得格格不入 但已经不再像最初那样 剧烈的冲突了 看来 我需要更多的时间 来磨合这些法则的力量 徐峰心中暗想 他明白 法则的融合 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耐心和细致地引导 徐峰看向面板 暴星无极圣体 离神境极限 还有一段距离 于是 徐峰接着修炼暴星无极圣体 以壮大那天地中的星辰法则 又过了两个月 徐峰终于将暴星无极圣体 修炼到了神境极限的层次 那天地中的星辰法则 这样可不行 得想想办法 将星辰法则与空间法则融合了 徐峰自语道 他知道 若不能将这两种法则融合 自己的那天地 将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徐峰闭上眼睛 开始认真思索 他回想起 之前在藏经阁中读过的那些五帝心得 脑海中闪现出各种 关于法则融合的见解和方法 也许 我可以尝试 将星辰法则 引入空间法则之中 利用空间法则的包容性 将两者融合 徐峰心中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决定付诸实践 徐峰再次盘系而坐 进入冥想状态 他全神贯注地 操控着那天地中的力量 缓缓地将星辰法则 引导至空间法则的领域 两种法则 在他的引导下 逐渐靠近 但并没有立刻产生融合 反而激起了微弱的抗拒 不行 得更细致一些 徐峰心中暗自提醒自己 他加深了对星辰法则 和空间法则的感悟 进一步调整自己的引导方式 时间缓缓流逝 徐峰的额头 再次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他感受到星辰法则 和空间法则之间的微妙变化 仿佛在进行一场 旷日持久的谈判 要有耐心 不能急于求成 徐峰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 尽量保持平和 他相信 只要坚持下去 总能找到 两种法则融合的契机 在徐峰的不断努力下 星辰法则和空间法则之间的抗拒 逐渐减弱 他感受到两种法则的融合 带来的变化 他全神贯注地引导着这种变化 仿佛在编织一幅精美的画卷 将星辰法则和空间法则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随着两种法则的逐渐融合 徐峰的内天地 变得更加稳固和广阔 星辰法则和空间法则 在他的内天地中 交相辉映 形成了一幅壮丽的景象 整个内天地 化作了一片星空 无数星辰闪烁其中 令人目眩神明 成功了 徐峰睁开眼睛 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他感受到内天地的巨大变化 法则的融合 不仅让他的内天地更加稳固 也使得他的力量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徐峰看着内天地中 星河璀璨的光景 一时之间竟有些失神 这片天地 是星辰法则 与空间法则融合所化 便称之为星空之地吧 随着空间法则 与星辰法则的完美融合 徐峰的内天地范围 扩张了一倍方圆 瞬间达到了 五帝一重的圆满境地 他能够感受到 自己实力的显著提升 内天地的每一个角落 都充满了星辰和空间法则的力量 按之前看的五帝 修炼星德中所说 内天地融入两道法则 为五帝一重圆满 只要再融入一道法则 达到三重法则的程度 便可突破五帝二重 徐峰心道 回想起自己在藏经阁中 读到的五帝心得 他知道自己现在的任务是领悟 并融入第三道法则 徐峰目光坚定 心中已有了打算 接下来便融入风之法则吧 他想到了自己修炼的兰空剑爵 这门功法不仅蕴含着空间法则 还有风之法则 徐峰看向面板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修炼 兰空剑爵的境界 已经到了地境极限层次 二品 兰空剑爵 LV 九地境 720072000 极限 可破线 现在已经有五点破线点了 可以对兰空剑爵 进行破线了 徐峰看着面板自语道 徐峰深吸一口气 平静自己的心绪 随后集中一念 将心神集中面板上 蓝空剑爵字样上 给我破线吧 蓝空剑爵 徐峰默念道 徐峰正准备破线 面板却弹出了一道提示 是否将无相风云露 封篇 投入到蓝空剑爵的破线中 徐峰有些惊讶 没想到还能双功法合一 进行破线 估计是因为两者都有风之法则的缘故 徐峰默念 是 给我破线吧 只见面板上的五点破线点 和《无相风云露》 《风篇》的字样 瞬间化作一团道流光 迅速没入了蓝空剑爵的字样中 插奈间 一股强大狂暴的能量 如同绝地的洪水一般 在徐峰的体内 汹涌澎湃地涌现出来 与此同时 徐峰的脑海中 浮现出了种种奇异 而震撼的画面 在这些画面中 无数的狂风 肆无忌惮地肆虐着 仿佛要将整个世界 都撕裂成碎片 狂风所过之处 一切都被摧毁殆尽 化作了一片片 支离破碎的空间碎片 四处飘散 面板上的蓝空剑爵 字样也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门 全新的功法 神风烟空剑爵 徐峰凝视着面板 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 又是一门秘法级的功法 真不错 秘法 神风烟空剑爵 LV 实地镜 29500 17600 此时 神风烟空剑爵 已经达到了神境层次 徐峰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风之法则 得到了极大的强化 他的整个那天地 都被一股猛烈的狂风所填满 徐峰缓缓闭上眼睛 全神贯注地感受着 这股强大的变化 破线后的剑爵 不仅使他的剑技 更加精妙绝伦 风之法则 也变得更加纯粹和强大 徐峰将神识探入那天地 眼前的景象 让他为之震撼 那天地中 风之法则与星辰法则 空间法则相互交织 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在无垠的星空下 无数的神风呼啸而过 掀起了一阵阵 惊心动魄的空间涟漪 这些神风 仿佛拥有着无穷的力量 能够摧毁一切 阻挡在他们面前的事物 那天地已经融入了三种法则 徐峰借机准备冲击 五第二重的瓶颈 徐峰感受到 那天地中星辰法则 空间法则和风之法则的完美融合 他知道这是冲击五第二重的最佳时机 那天地中 星辰法则 空间法则 风之法则得共存 让他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也让他对舞蹈有了更深的理解 徐峰盘息而坐 深吸一口气 心神沉入那天地 感受着那股浩瀚而强大的力量 他开始缓缓运转体内的原力 引导这股力量 向五第二重的瓶颈发起冲击 随着原力的运转 那天地中的三种法则也开始活跃起来 星辰法则在天空中 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空间法则如同一层无形的屏障 将整个那天地包裹其中 而风之法则则在其中自由地流动 带动着那天地的法则流转 徐峰的身体微微震动 一股强大的能量在他体内汇聚 他知道这是突破的关键时刻 心中一灵 徐峰集中全部精神 继续引导原力冲击那层瓶颈 那天地中的三种法则 仿佛感应到了主人的意图 纷纷朝着瓶颈处而来 星辰法则的光芒愈加耀眼 空间法则的屏障愈加坚固 而风之法则则在其中不断地呼啸 掀起一阵阵的能量波动 徐峰的额头开始渗出汗水 脸上也显现出几分紧张之色 突破的过程不仅需要强大的力量 还需要无比的耐心和毅力 任何一丝的松懈都可能导致失败 不能放弃 徐峰在心中对自己说道 眼神中闪过一丝坚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 瓶颈处的阻力越来越小 徐峰感觉到突破的希望愈加明朗 他心中一喜 继续加大元力的运转速度 那天地中的三种法则也愈加活跃起来 终于在一声清响中 徐峰感觉到那层瓶颈被突破 一股强大的能量瞬间在他体内爆发出来 他全身的元力如同绝地的洪水 疯狂地涌向四肢百骸 徐峰的身体在这一刻仿佛变成了一座能量的海洋 那天地中的三种法则也在这一瞬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星辰法则 空间法则和风之法则在那天地中相互交织 形成了一幅更加宏伟的画卷 成功了 徐峰心中一喜 感觉到自己的实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天地中的力量变得愈加澎湃 他知道自己已经成功地突破了五第二重的瓶颈 达到了新的境界 徐峰缓缓睁开眼睛 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徐峰结束修炼后 站起身来 活动了一下筋骨 他知道突破五第二重只是一个开始 想要达到五第二重的圆满境界 还需要再融入一种法则才行 回想起刚才的突破 若不是三种法则的力量大小无差 估计自己也难以突破 因此要想更进一步 第四种法则也得修炼到 跟其他三种法则差不多的境地才行 总算突破五第二重了 要达到五第二重 圆满得再融入一种法则才行 我身上的破线点也用完了 想要在短时间内将一门一品功法 修炼到神境层次也不现实 或许可以去问问宗主或其他长老 看有没有别的法则领悟法则 徐峰心道 徐峰决定先去找周友仙问问情况 周友仙常年驻守在藏金阁顶层 于是徐峰朝着藏金阁顶层走去 到达藏金阁顶层 徐峰看到周友仙正在整理一些点击 周友仙见到徐峰 感应到徐峰身上五第二重的境界 露出一丝笑意 道 徐峰 看来你突破了五第二重 恭喜你 徐峰拱手行礼 道 多谢周长老 其实我还有些问题想请教 周友仙放下手中的点击 走到徐峰面前 点了点头 说吧 有什么问题 尽管问 徐峰直接切入主题 我现在已经突破了五第二重 但要达到二重圆满 还需要再融入一种法则 但是通过修炼功法 领悟法则 在短时间内 很难再将一门一品功法 修炼到神境层次 请问长老 有没有其他方法 能更快领悟新的法则 周友仙成因片刻 道 通过修炼功法来领悟法则 是比较稳妥的办法 只要将功法修炼到圆满 对应的法则之力 便也能达到圆满 境界也能跟着突破 像宗门内大部分的五弟 都是常年闭关修炼的 动辄便是三五年的 你的修炼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你还年轻 按你的修炼速度 我估计 不出五十年你 便能达到五弟圆满之境 到时你便可冲击五神了 徐峰皱着眉头说道 长老 对我来说 五十年太久了 实不我待 若长老知晓其他办法 还请长老告知 徐峰感激不尽 周友仙叹了口气 说道 也罢 就算我不告诉你 你在宗门内打听一下 估计也能知道 在宗门内 确实有几处特殊的地方 可以帮助你领悟法则 徐峰眼睛一亮 急切地问道 是什么地方 周友仙微微一笑 解释道 第一处是通天塔 这是我们宗门内 一座极其特殊的试炼之地 通天塔内 蕴含了各种法则的力量 弟子们通过挑战塔内的关卡 不仅可以提升实战经验 还能在实战中领悟法则 徐峰听到这 打断了周友仙的话 周长老 我之前也进入过通天塔试炼 但是并没有领悟到 任何的法则力量 这是怎么回事 周友仙笑道 第一是你之前的境界低微 还无法分辨出法则之力 第二便是你所在的通天塔 层数太低了 几乎没有法则之力 要想在通天塔内 领悟法则之力 至少也要在通天塔的 80层以上才行 81层对应的对手 是五帝一重的存在 每高一层 对手便提高一重小境界 90层便是五帝十重的强者 掌握了至少20种法则 你要是经常和他交手 对法则的领悟 便是一日千里 顿了顿 周友仙接着说道 第二处是雾道牙 那是一块奇异的山牙 据说是由上古大能的道场 一流成 牙上有无数法则痕迹 弟子们可以在上面进修 感受并领悟法则 不过这个很考验悟性与运气 有的人哭坐三年 也领悟不到一丝法则 而有的人坐下上面不到半天 便能领悟一种法则 徐峰听得心动不已 连忙问道 那我可以去这两处地方修炼吗 周友仙点头道 当然可以 你是宗门的长老 有权使用这些资源 不过通天塔的挑战 有一定危险 你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于通天塔80层以上 在战斗中 是有可能死亡的 毕竟五帝镜和五神镜的力量 堪比一介了 因此 塔林也不一定能在你危险时 及时将你传送出来 因此 我建议你可以先去悟道牙试试 虽然不一定能领悟 但至少没什么风险 徐峰坚定地点了点头 道 多谢周长老指点 我先去悟道牙试试 不行我再去通天塔 周友仙微笑道 好 你先去准备一下 随时可以出发 如果有任何需要 随时可以来找我 请问周长老 那去悟道牙的路怎么走 我打算现在就去看看 徐峰问道 周友仙将前往悟道牙的路线 告诉了徐峰 徐峰拱手道谢 随后转身离开了藏金阁 走出藏金阁 徐峰静止朝着悟道牙的方向走去 到达悟道牙后 徐峰抬头看了一眼 这块奇异的山崖 悟道牙高耸入云 牙壁上刻满了各种法则的痕迹 散发着古老神秘的气息 徐峰深吸一口气 感觉到这里的原力异常浓郁 仿佛每一寸空气中 都蕴含着无尽的法则力量 悟道牙前面 零零散散坐着不少的人 也在领悟着法则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宗门的五弟镜 徐峰有些震惊 没想到宗门内 竟然有这么多的五弟 不过可能 也是他们的长期闭关 才显为人知 徐峰找到一处平整的石台 盘膝坐下 闭上眼睛 开始静心冥想 他知道 要在悟道牙上领悟法则 需要的是 心无旁骛的专注 和对法则力量的敏锐感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徐峰仿佛进入了一个 无比宁静的世界 他的意识 逐渐被那悟道牙所吸引 无数法则之力 在其上交织缠绕 忽然 他感觉到 一道微弱的法则波动 从悟道牙的某处传来 徐峰心中一动 顺着那道法则波动的方向 他的意识 渐渐触及到一种全新的力量 这是一种 他从未接触过的法则 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仿佛春天的生长 和万物的复苏 这是什么法则 徐峰心中暗自惊讶 但他并未惊扰 这股法则波动 而是耐心地感受着他的存在 随着徐峰 感受着这股法则波动 这股法则波动 也逐渐朝着徐峰靠近 并没入到徐峰的内天地之中 渐渐地 他的内天地中 开始出现一丝绿意 那是木之法则的出现 徐峰继续静心感受 逐渐将这股木之法则的力量 融入到内天地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内天地中的木之法则 越来越浓郁 仿佛整个天地 都被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所笼罩 徐峰的内心充满了欣喜 他知道 自己领悟了一种新的法则 如果能够将这股法则 完全融入内天地 他的修为必然能够再次提升 达到五第二重的圆满境界 徐峰静静地端坐在雾道牙上 他的身姿挺拔如松 双眸紧闭 心神沉浸在自己的内天地中 他的呼吸平缓而深沉 与周围的法则痕迹 似乎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共鸣 仿佛他已经与这片天地融为一体 在这三天三夜的时间里 徐峰完全沉浸在沉思与领悟之中 他忘却了时间的流逝 强大而神秘的能量在他的体内涌动 如同一股清泉在他的经脉中流淌 这股能量的出现 让他心中涌起一阵狂喜 因为他知道 这是木之法则的波动 开始在他的内天地中显现了迹象 终于成功了 他轻声自语道 声音中充满了感慨和欣慰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经过长时间的感悟和探索 他终于触摸到了木之法则的门槛 他的目光转向面前的面板 看到内天地一栏后面 除了原本的空间法则 星辰法则 和峰之法则外 又多了一个木之法则 10%的显示 这个数字虽然不高 但对于徐峰来说 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这10%应该就是 我目前对木之法则的掌握程度了 徐峰在心中暗自评估道 只要我坚持不懈地努力 将木之法则的掌握程度 提升到100% 我就能够达到 五第二重圆满的境界 想到这里 他的心中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徐峰深吸一口气 感受着体内涌动的强大力量 心中涌起一股豪情 并不断成长壮大 他闭上眼睛 再次沉浸在木之法则的感悟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徐峰对木之法则的理解 越来越深刻 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呼吸 试图与木之法则的波动相契合 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身体和灵魂 都得到了极大的滋养和提升 然而 徐峰也发现 随着他对木之法则的领悟不断深入 面板上木之法则的进度增长 却显得异常缓慢 而艰难 几天的努力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能需要耗费数年的时间 果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不过 这里对于领悟新的法则 倒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徐峰不禁轻叹一声 他开始思考自己接下来的修行计划 既然木之法则的领悟进展缓慢 那么他是否可以尝试 在雾道牙上领悟其他法则呢 徐峰的思路发生了转变 他决定在雾道牙上 尽可能多地领悟一些新的法则 然后再去通天塔 看看提升的速度 如果通天塔的效果更好 他就可以依靠通天塔 来提升法则的领悟 想到这里 徐峰站起身来 来到雾道牙的另一侧 找了一个安静的位置坐下 闭上眼睛 再次专注地感受着 雾道牙中弥漫的法则气息 这一次 他不再局限于木之法则 而是尝试着吸收和理解 其他可能的法则波动 希望能够多掌握几种法则 为自己的修行之路 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徐峰沉浸在雾道牙的法则海洋中 无数的法则丝线在他的眼前划过 如同璀璨的星光 他的神识探出 试图牵引着外部的法则 进入自己的那天地 然而 法则的力量是无比庞大而神秘的 徐峰的神识在法则面前 瞬间被碾成粉碎 哼 徐峰闷哼一声 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显然神识的受伤 对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他意识到 在雾道牙领悟法则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看来在雾道牙领悟法则 果然没有竭尽可走 还是老老实实的感悟吧 不要妄想牵引法则了 徐峰在心中暗暗告诫自己 他调整了一下呼吸 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然后将自己的心神放空 不再刻意追求法则的牵引 而是让自己像一条鱿鱼一样 在法则的海洋中 自由自在地徜徉 在机缘巧合之下 徐峰进入了一种 无念无想 无无无我的境界 在这个境界中 他仿佛与法则融为一体 无数的法则丝线朝着他奔涌而来 一股强大的法则洪流 瞬间冲入徐峰的内天地之中 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仿佛在承受着某种巨大的洗礼 这是 徐峰心中涌起一丝疑惑 但他还来不及细想 就被这股法则洪流淹没了 在法则洪流的冲击下 徐峰的内天地 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模糊不清的法则纹路 变得清晰起来 如同明刻在虚空中的神秘符文 牧之法则的力量 在他的内天地中生根发芽 茁壮成长 与其他法则相互交织 形成了一个复杂 而又和谐的法则网络 不知过了多久 法则洪流渐渐平息 徐峰缓缓睁开眼睛 眼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 他感受到内天地中 涌动的强大力量 心中充满了震撼 这是 法则的共鸣 徐峰感受到内天地中 涌动的强大力量 心中充满了震撼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在无意间 引发了法则的共鸣 让他对木之法则的领悟 瞬间提升了一大截 同时还领悟多种不同的法则 看来 在悟道雅领悟法则 还是要顺其自然 不能急于求成 徐峰在心中暗自感慨道 他明白 法则的领悟需要时间和耐心 不能强求 只有在合适的时机 才能真正领悟到 法则的真谛 徐峰看向面板 只见内天地一览 多出了土之法则 金之法则 水之法则三种法则 看着面板上显示的信息 徐峰心中一喜 没想到那莫名的状态 竟然如此强大 不仅将木之法则 推进到百分之五十的层次 还额外领悟了三种法则 若是多来几次 自己都可以直接修炼到五地始虫了 徐峰深吸一口气 缓缓收敛心神 他明白 悟道雅对他的修行帮助极大 但凡事皆有度 过犹不及 如果他不能尽快将现有的法则 领悟到百分之百的层次 那么 那天地内的法则失衡 可能会导致那天地紊乱 甚至破灭 因此 继续留在悟道雅领悟法则 已经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徐峰站起身来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决定前往通天塔看看 以他目前的实力 想必能进入八十层以上 进行挑战 或许在那里 他能够找到 进一步提高法则领悟的方法 想到这里 他的心中 涌起一股强烈的期待和挑战欲望 徐峰迈步离开悟道雅 目光坚定地朝着通天塔的方向前进 他知道 通天塔内的挑战 将是对自己的一次真正考验 要想在短时间内 提高法则的掌握程度 必须在实战中 不断磨砺自己 而通天塔 正是最佳的场所 经过一段时间的行走 徐峰终于来到通天塔前 这座高耸入云的建筑 充满了神秘与威严 每一层都象征着一个新的高度与挑战 塔门前 几名弟子 正在低声议论着什么 看到徐峰走来 纷纷恭敬地行礼 徐长老好 徐峰微微点头 直接走向了通天塔 随着徐峰进入通天塔 塔林的声音浮现 挑战者为武帝二重 重置挑战层数为82层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徐峰出现在82层的战场上 这里的景象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低层 四周充满了浓烈的法则波动 仿佛每一寸空间都在震战 一名身披战甲的武帝二重强者 站在对面 目光如炬 浑身散发出强大的战役 挑战者 请做好准备 挑战即将开始 塔林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徐峰点了点头 目光坚定 战意凛然 战斗一触即发 对面的强者猛然发动攻击 瞬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徐峰不敢怠慢 迅速催动体内的法则力量 与对手展开激烈的交锋 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 每一招每一式都蕴含着法则的力量 空气中弥漫着震撼的能量波动 徐峰全力以赴 努力在实战中 领悟对手的法则变化 他不断调整自己的战斗方式 寻找最佳的破绽 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 击败对手 随着战斗的进行 徐峰渐渐感受到 自己的法则掌握程度 在不断提高 他的攻击越来越凌厉 防御也更加稳固 仿佛每一次交手 都能从对手身上 汲取到新的法则灵感 目之法则 封之法则 星辰法则 空间法则 徐峰在心中默念 逐渐将这些法则的力量 融会贯通 形成一种全新的战斗风格 他的内天地 也随之稳定下来 法则之间的平衡 变得更加牢固 经过一番激烈的交锋 徐峰终于成功 击败了82层的守观者 塔林的声音再次响起 恭喜你 挑战者 通过了82层的挑战 你可以选择 继续挑战更高层数 或者暂时休息 徐峰感受到 体内法则力量的提升 知道此刻 正是继续挑战的最佳时机 他的法则掌握成度不断提高 内天地也变得更加稳固与强大 通天塔内的挑战 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徐峰的实力 在实战中不断突破 每一层的对手 都成为他领悟法则的最佳教材 渐渐的 他的法则掌握成度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目之法则的进度 也在不断提升 当徐峰成功通过85层的挑战时 他的目之法则掌握成度 已经达到了90% 此时的他 已经近乎完全掌握了 目之法则的精髓 并将其与其他法则完美融合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战斗方式 还差最后一步 徐峰喃喃自语 目光中充满了坚定 他知道 只要再进一步 自己就能彻底掌握目之法则 达到5第2重圆满的境界 徐峰没有停下脚步 他继续挑战着通天塔更高的层数 每一次战斗 都是对他实力与智慧的考验 也是对他法则掌握成度的最终验证 当他站在86层的传送阵前 感受到那股强大的法则波动时 他知道 自己即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战斗 86层的对手 将是一个掌握了至少12种法则的5第6重强者 想必可以从他身上领悟到不少法则 来吧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徐峰目光如炬 踏入了86层的战场 对面的强者早已准备就绪 浑身散发出无与伦比的威压 战斗一触即发 徐峰全力以赴 体内的法则力量瞬间爆发 他的攻击如同狂风暴雨 将对手逼得步步后退 然而 对手的实力也非同小可 每一次反击都蕴含着强大的法则力量 让徐峰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两人你来我往 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徐峰不断调整自己的战斗方式 寻找对手的破绽 将木之法则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他的内天地也在战斗中不断扩展 法则之间的平衡变得更加牢固 木之法则 星辰法则 风之法则 空间法则 徐峰在心中默念 逐渐将这些法则的力量融会贯通 形成一种全新的战斗风格 他的内天地也随之稳定下来 法则之间的平衡变得更加牢固 最终 经过一番激烈的交锋 徐峰成功祭拜了86层的守观者 他感受到体内法则力量的提升 徐峰心灵神志 此时正是突破之时 徐峰停下了挑战 盘腿坐下 不断以神识梳理着内天地的法则 两久 徐峰睁开双眼 吐出一口长气 总算突破了 五帝二重圆满 徐峰看向面板 其中木之法则赫然已经圆满 而且金 土 水三种法则也达到了50%层次 徐峰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这通天塔果然是提高法则的好地方 周长老倒是没有骗我 不过这86层已是五帝六重的强者了 我若想再提高法则领悟度 只能继续往上挑战 不仅五帝时重 甚至还有五神镜强者 稍有不慎可能便身死盗销了 还是谨慎一点好 徐峰心道 虽说谨慎行事 不过徐峰自视有 不死天残弓 傍身 还是决定继续挑战 看能不能把金 土 水三种法则也修炼到圆满 徐峰对着塔林喊道 我要继续挑战 话音落下 徐峰便被传送到了87层 这里的对手是一尊五帝七重强者 其威势如玉 令人心惊 战斗一触即发 徐峰全力以赴 体内的法则力量瞬间爆发 他的攻击如同狂风暴雨般席卷而出 试图压制对手 然而 对手却并非一语之辈 瞬间施展出了内天地外显 那外显的内天地 如同一座巨大的世界 直接压向徐峰 徐峰在这股强大的压迫力下 竟无一点反抗能力 他感到自己的法则力量 在对手的内天地面前 显得微不足道 仿佛被吞噬在无尽的黑暗中 那外显的内天地 不仅仅是对力量的压制 更是对意志和精神的全面碾压 难道就这样失败了吗 徐峰心中闪过一丝不甘 但身体却无法动弹 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住 就在此时 塔林及时出现 将徐峰传送离开 离开时 徐峰耳边还回荡着塔林那冰冷的声音 挑战者挑战失败 传送离开 徐峰被传送回到了通天塔的入口处 心中充满了挫败感 他知道 自己在87层的挑战中 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敌 对手的实力远超他的想象 那股强大的威压 让他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和差距 看来 我还需要更多的魔力和提升 徐峰深吸一口气 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他明白 失败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 失去信心和勇气 徐峰回到了藏经阁 这次他打算闭关将内天地外险修炼出来 只有具备内天地外险的能力 才有可能击败87层通天塔 藏经阁 是宗门内藏书和修炼典籍最为丰富的地方 汇集了无数前人留下的珍贵经验和智慧 徐峰知道 要想修炼内天地外险 必须从理论上彻底理解其原理和方法 才能在实践中取得突破 徐峰走进藏经阁 找到五帝境相关预检处 他走到一排排书架前 寻找着与内天地外险相关的点集 很快 他找到了几枚关于内天地外险的预检 名字分别是 内天地外险详解 大能知道 内天地外险的奥秘 以及五帝境内天地研究 徐峰拿起这些点集 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 开始专心研读 他知道 内天地外险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 才能真正掌握 内天地外险详解 中详细描述了 内天地外险的基本原理和修炼方法 徐峰中提到 内天地外险是一种将自身的内天地 投射到外界的高深技艺 通过这一技艺 武者可以将自己的内天地力量外险 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和防御能力 大能知道 内天地外险的奥秘 则更为深入地探讨了 内天地外险的奥秘和技巧 预解中介绍了许多 前人修炼内天地外险的心得和体会 徐峰从中受益匪浅 明白了 内天地外险不仅仅是力量的外放 更是心境与意志的体现 武帝境内天地研究 则是深入分析了 武帝境强者的内天地结构和特性 徐峰通过这枚预解 进一步理解了 内天地外险的原理和技巧 为自己的修炼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藏经阁中研读了数日 徐峰将这些理论知识融会贯通 并且开始在心中构思 内天地外险的具体修炼方法 他决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闭关修炼 将这些理论转化为实际的战斗力 徐峰离开藏经阁 来到一片宁静的山谷 这片山谷是宗门内少有人制的地方 环境幽静 灵气充沛 是修炼的绝佳之地 徐峰盘腿坐在山谷中 闭上眼睛 开始专心修炼 他首先回顾了一遍 自己在通天塔中的战斗经历 特别是87层的挑战 他清楚地记得 那位武帝七重强者 施展内天地外险时 自己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那种压迫感 让他深刻体会到 内天地外险的强大 内天地外险 必须将自身的内天地力量 彻底掌握 并且通过心境和意志的引导 将其外险到外界 徐峰在心中默默念叨 他开始按照 内天地外险详解中的方法 尝试将自身的内天地力量 集中于一点 然后通过意念 将其外放 初始的几次尝试 徐峰都以失败告终 内天地的力量 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束缚 无法顺利外险 看来 还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技巧 徐峰并不气馁 继续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方法 他开始专注于 内天地的每一个细节 感受其中的每一道法则波动 和能量流动 通过不断的观察和感悟 他逐渐发现了 内天地外险的关键所在 一定要将心境与内天地的力量 完美融合 通过意念的引导 将其外放 徐峰暗自提醒自己 一次次的尝试和失败 让徐峰逐渐摸索出了 内天地外险的门道 他发现 内天地的力量外险 需要通过一种特殊的心境 和意志的引导 才能顺利进行 终于 在经过数次的尝试之后 徐峰感受到了 内天地力量的微弱外险 他的内天地力量 开始在外界 形成一道淡淡的光芒 虽然还不够强大 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徐峰没有停下修炼 而是继续通过 不断的实践和调整 逐渐提升 内天地外险的效果 他的心境 也在这种修炼中不断提升 逐渐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日复一日 徐峰的内天地外险的距离 越来越大 他的战斗力 也在这种修炼中不断提升 终于 徐峰感觉到 自己的内天地外险 已经在自身三丈方圆处 达到了一个稳定的状态 足以在战斗中 发挥强大的作用 他决定再次挑战通天塔 这一次 传送阵 选择了87层的挑战 传送光芒一闪 徐峰再次出现在87层的战场上 对手依旧是那位武帝七重强者 他浑身散发出的威势 如同山岳般压迫而来 但这次 徐峰没有被对手的气势所吓倒 他站的笔直 目光如炬 内天地的力量 在体内涌动 随时准备外险 战斗一触即发 对手再一次施展出了 内天地外险 强大的威压 如同巨浪般冲击过来 徐峰没有退缩 而是深吸一口气 心面移动 内天地的力量瞬间外险 形成了一道淡淡的光芒 将它整个包裹在内 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天地 显化而出 碰撞在一起 发出一股巨大的波动 无数空间连一 从碰撞处不断散发而出 徐峰感受着对手 外险的内天地传来的法则之力 十来种法则之力 交织在一起 爆发出了一股绝强的力量 徐峰在其中感受到了 自身已经领悟了的 风之法则 木之法则 土之法则 金之法则 水之法则 不过没有空间法则 和星辰法则 另外还有几种徐峰 没领悟的法则 徐峰趁着这个机会 感悟其中法则 来吧 徐峰嘀吼一声 体内的法则力量 全力爆发 与对手的内天地抗衡着 虽然徐峰掌握的法则 数量比对手少 不过他却掌握了 空间法则和星辰法则 这两种罕见的法则 一时之间 两人的碰撞 竟陷入了僵持的状态 87层的守官武帝 见内天地外显 无法将徐峰击败 立马收身 高举双手 口中念念有词 朝徐峰麾下 蔑视天灾 熔岩火海 刹那间 徐峰所站立的地面 化为一片岩浆之地 灼热的熔岩喷涌而出 瞬间将整个战场 化为一片炽热的火海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硫磺气味 炽热的高温 让人几乎无法呼吸 不只是一种法则 徐峰想起 之前学习内天地外显时 所看的典籍中所述 五帝境的攻击手段 主要是法则之力的显化 从最简单的一种法则之力 到多种法则之力融合 显然 这道攻击 只好蕴含了火之法则 和土之法则 威力不可小缺 面对这股滔天的热浪 和岩浆的侵袭 徐峰毫不迟疑 迅速调动体内的法则之力 风之法则 他低喝一声 体内的风之法则力量猛然爆发 一道道狂风 自他体内涌出 形成一个巨大的风盾 将他与岩浆隔绝开来 狂风在岩浆中激烈地搅动 试图将其驱散 然而 熔岩火海的威力极其强大 岩浆喷涌不止 甚至将狂风逐渐吞噬 看来单靠风之法则还不够 徐峰暗自思索 迅速调整战术 他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再次调动体内的法则力量 水之法则 随着他的低喝 空中无数巨大的水珠落下 落在周围的岩浆地面上 发出滋滋的声音 水火焦风之间 无数水气生成 也有部分岩浆凝固 徐峰见状 再次调动法则之力 用力一踩 行之法则 瞬间 原本的岩浆地面 转换成了钢铁地面 这是指地成钢的手段 在徐峰的三种法则合力下 那熔岩火海逐渐消弥于无形 然而 守观武帝的攻击 显然不止于此 他冷笑一声 再次高举双手 口中念念有词 只见一道五彩眩光 在其身旁生成 不断旋转 守观武帝手一挥 那五彩眩光 如同洪流般 涌向徐峰 五行轮转 五色神光 在那五色眩光的照射下 徐峰的金之法则和水之法则 瞬间消散 那被浇灭的岩浆岩浆 瞬间又死灰复燃 狂暴的熔岩火海 朝着徐峰涌来 徐峰见此情景 顿时想到了 前世风神榜中 孔轩的成名绝技 号称五行之内 无物不刷 无物不破的五色神光 徐峰不敢大意 也不敢再用五行类的法则 那便只剩下空间法则 星辰法则 和风之法则可用了 空间法则 空间封锁 徐峰低喝一声 体内的空间法则力量 猛然爆发 倒到空间屏障 将熔岩火海限制住 无法外移 趁此机会 徐峰一道攻击 打向守观武帝 空间法则 瞬移斩首 他的身影 瞬间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他的身影 出现在守观武帝的背后 手中凝聚着 强大的法则之力 狠狠地轰向对手 守观武帝 显然没有料到 徐峰会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但他反应极快 迅速转身迎击 两人的攻击 在空中激烈碰撞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徐峰感受到 对手的强大压力 但他没有退缩 那天地外显的力量 在他体内涌动 不断增强他的攻势 星辰法则 流星剑气 徐峰低含一声 体内的星辰法则力量爆发 无数星光在他周围闪耀 形成一道道星辰剑气 朝守观武帝击事儿去 星辰剑气 如同雨点般密集 每一击都蕴含着 强大的法则力量 直逼对手的要害 守观武帝健壮 神色凝重 他感受到 徐峰的攻势 越来越凌厉 逐渐显露出破绽 然而 他依旧不甘示弱 施展出全身的力量 与徐峰激战 两人的战斗 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内天地的力量 在空中激烈碰撞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徐峰咬紧牙关 集中全部精力 内天地外显的力量 在他体内运转到极致 他知道 这是最后的决战时刻 只有全力以赴 才能击败对手 随着他的攻势不断加强 守观武帝的防御 逐渐显露出破绽 就是现在 徐峰心中一动 抓住了对手的一个破绽 内天地的力量 瞬间集中于一点 爆发出惊人的威力 形成法则 流星坠 他的攻击如同雷霆万军 直接击中了对手的要害 守观武帝的那天地外 险在这一击之下 瞬间崩溃 他的身体 被强大的冲击力震飞出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 塔林的声音再次响起 挑战者通过87层 是否继续挑战 击败了87层守观武帝后 徐峰感到自身消耗巨大 不适合继续挑战 他选择了不继续挑战 而是在原地盘腿而坐 开始调戏恢复 他闭上眼睛 缓缓地调整呼吸 让体内的法则力量逐渐平复 在调戏过程中 徐峰回想起刚才的战斗场景 特别是对手那招熔岩火海带来的震撼 那股炽热的火焰和岩浆 仿佛让他亲身体验到了火之法则的奥秘 他心神一动 开始专注于对火之法则的感悟 徐峰沉下心神 感悟火之法则 感受着周身遗留的火之法则的气息 火焰的炽热 岩浆的奔涌 这些都是火之法则的体现 他感受到体内的一丝丝火之力量在涌动 这股力量在他的引导下 逐渐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法则之力 火之法则原来如此 徐峰喃喃自语 他感受到那天地中 火之法则的力量在逐渐增强 虽然这只是初步的感悟 但已经让他受益匪浅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徐峰的身体逐渐恢复了原本的状态 他体内的法则力量也变得更加稳固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息 他不仅恢复了消耗的力量 还初步掌握了火之法则 徐峰看向面板 这次战斗不仅让他掌握了火之法则 还将土之法则 金之法则和水之法则掌握程度 推进到了80% 离圆满也不远了 徐峰睁开眼睛 微微吐出一口气 站起身来 感受着体内澎湃的法则力量 知道自己的实力 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虽然目前火之法则的掌握还不够深 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这下 我的五行法则也聚齐了 或许可以试试看 能不能领悟出那招五色神光 徐峰自语道 之前的五色神光 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 现在有机会领悟那等招式 让他心仰不已 看来 我需要闭关一段时间 好好梳理一下这些法则了 徐峰心中暗自思索 他决定 暂时不再继续挑战通天塔 而是回到藏经阁 闭关修炼 将法则的掌握程度巩固一下 同时看看法则融合的相关点集 徐峰走出通天塔 回到了藏经阁 他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开始闭关修炼 他的那天地中 木之法则 风之法则 星辰法则 空间法则等各种法则 在他体内交相辉映 形成了一幅壮丽的法则图景 徐峰专注于火之法则的修炼 他闭上眼睛 心神沉浸在那天地中 感受着火之法则的每一丝变化 他的那天地仿佛变成了一片火海 炽热的火焰在其中燃烧 展现着火之法则的威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 徐峰对火之法则的掌握逐渐巩固 他开始思考着 法则融合的攻击手段 于是徐峰起身寻找介绍 法则融合手段的点集 藏经阁内 点集浩如烟海 各种珍贵的秘籍和古籍 陈列其中 徐峰找了一圈 终于找到了 专门介绍法则融合的区域 他拿起一枚预检 神识探入 点集名称 浮现 法则融合之道 这是一本记载了古今大能 对法则融合经验的珍贵点集 徐峰翻开书页 细细研读起来 书中详细阐述了 法则融合的基本原理 和各种实战应用 还附带了一些 古代强者的修炼心得 和战斗经验 徐峰看到 这些大能者 通过不同的法则组合 创造出了许多威力无比的攻击手段 有些甚至能够改变天地知识 威力惊人 徐峰仔细阅读 反复思考 试图将这些理论 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他知道 书中的理论 只是基础 真正的关键在于自己 如何将这些法则融合的知识 运用到实战中去 经过数天的研读 徐峰逐渐掌握了 法则融合的基本概念 和一些简单的融合技巧 他决定自己动手试试 将这些理论知识 转化为实际的战斗力 在外界进行法则融合 动静太大了 于是 徐峰打算在内天地中进行 他将心神沉入内天地 再一回神 他的神石小人 已经出现在内天地之中 感受着自身 对这片天地的绝对掌控 徐峰微微一笑 接下来就让我来试试 这法则融合吧 在内天地中 进行法则融合的誓言 不仅可以随心所欲 还没有生命危险 可谓击家 徐峰开始尝试 将自己所掌握的法则 进行融合 他首先将火之法则 和风之法则 结合在一起 火与风本身就有着天然的共性 风筑火势 火界风力 两者相辅相成 徐峰感受着两种法则的力量 缓缓引导他们 在内天地中交汇 只见内天地之中 无数火焰和风力逐渐融合 形成了一道道火焰风暴 这些风暴在空中肆虐 威力比单纯的火焰或风力 要强大数倍 徐峰控制着火焰风暴旋转起来 逐渐形成了轮子模样 徐峰见状一笑 这招就叫做风火轮吧 徐峰满意地点了点头 继续尝试其他法则的融合 接下来 徐峰尝试将木之法则 与火之法则融合 木能生火 但同样需要精妙地控制 否则很容易导致法则的冲突 徐峰将心神集中 缓缓引导木之法则 与火之法则的力量 在内天地中交汇 这一过程比预想得要复杂得多 但徐峰并没有气馁 他耐心地调整着法则的融合方式 经过多次尝试 徐峰终于成功地将木之法则 和火之法则融合在一起 只见木之法则与火之法则融合后 一道巨大的火海瞬间浮现 这道火海无比庞大 生生不息 既有木之法则的生机 又有火之法则的炽热 攻击力极为强大 不错 这可以说是大范围攻击的神迹了 就叫做燎原火海吧 徐峰难难道 徐峰在融合法则的过程中 深刻体会到了其中的艰难与奥妙 他明白 法则融合不仅需要对各个法则的深刻理解 还需要极高的控制力和灵感 每一次的成功融合 都让他的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也让他对未来的战斗充满了信心 接下来的四个月时间里 徐峰便一直在藏金阁闭关修炼 除了试验不同法则融合的手段 也会抽空修炼面板上的功法 提升其熟练度 经过数月的刻苦修炼 徐峰终于初步掌握了 几种法则融合的攻击手段 大大增强了实力 他的那天地中 强大的数倍 四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徐峰在这段时间里 不仅修炼了法则融合的手段 还积累了四点破线点 他看着面板上的四点破线点 心中一喜 知道自己终于可以将 暴心无极圣体破线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徐峰心中激动不已 他将心神集中在面板上 暴心无极圣体的字样上 心念一动 给我破线吧 瞬间 面板上弹出一个提示 是否将天地独尊长 作为资粮参与破线 徐峰一愣 随即大喜 资粮的参与 意味着破线后的功法 将会更加强大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没有丝毫犹豫 心中默念 是 丢破线 煞奈间 面板上的暴心无极圣体 和天地独尊长 开始融合 功法的字样交织缠绵 仿佛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 四点破线点 化为一道流光 冲入两门功法的融合处 整个过程显得极为神秘和庄严 徐峰只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涌入体内 他的内天地开始剧烈震荡 仿佛在进行某种深层次的蜕变 他闭上眼睛 感受着体内的变化 每一寸肌肤 每一个细胞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暴心无极圣体 和天地独尊长的融合 不仅仅是简单的功法叠加 而是一种全新的创造 这种创造带来了质的飞跃 让徐峰的体魄和内天地 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他感觉到自己体内的力量 变得更加狂暴和雄浑 同时也更加稳固和持久 渐渐的 徐峰的身体变得透明 仿佛可以看到 无数的星辰 在他的体内闪烁 这种感觉极为奇妙 仿佛他整个人都化为了 宇宙中的一颗星辰 拥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当融合结束 徐峰睁开眼睛 眼中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他看向面板 发现暴心无极圣体 已经变成了星辰独尊圣体 而天地独尊长 也不见了踪影 显然是完全融入到了新的功法之中 年龄 十七 五道境界 五第二重 内天地 空间法则 星辰法则 风之法则 木之法则 土之法则 百分之八十 金之法则 百分之八十 水之法则 百分之八十 火之法则 百分之二十 修炼功法 地阶地书 天地玄黄诀 玄黄篇 LV8 圣境 20120 12000 密法 神风焉空见诀 LV 十地境 47500 17600 密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四层 6600 6600 密法 神 无量神诀 LV 十神境 3400117 6000 密法 星辰独尊圣体 LV 十神境 376000 破现点 零 每个自然越生成一点 徐峰感受到体内澎湃的力量 知道自己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轻轻挥动手臂 空气中竟然出现了一道道星光闪烁的痕迹 仿佛星河流转 这正是星辰独尊圣体的独特 特效果 让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星辰的力量 这就是破现后的效果吗 徐峰感慨道 果然非同反响 他没有立即离开藏经阁 而是继续熟悉新功法的效果和特点 经过几天的修炼 他逐渐掌握了星辰独尊圣体的精髓 不仅体魄更加坚韧 而且 每一击都带有星辰的力量 攻击力大幅提升 是时候再次挑战通天塔了 徐峰心中暗自决定 他站起身来 走出了藏经阁 准备再一次踏上挑战之路 这一次 有了新的功法和新的法则融合手段 想必可以挑战更高的层数 徐峰决定不再等待 准备再次挑战通天塔 来到通天塔前 徐峰心中充满了坚定和自信 他知道 只有不断地挑战自我 才能在这个强者如灵的世界中 立于不败之地 他深吸一口气 走上传颂阵 选择了更高层次的挑战 传颂光芒闪烁 徐峰的身影消失在光芒中 进入了通天塔的第88层 88层的对手 是一尊武帝八重的强者 气息如鸳 威势如玉 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战斗一触即发 徐峰全力以赴 那天地外险 新陈独尊圣体 催发到极致 新陈法则化作无数流星语 砸向88层的守官武帝 守官武帝同样不甘示弱 也施展出了那天地外险 一道剑锋划过 将空中无数流星击碎 徐峰神色凝重 没想到 这88层的守官武帝 竟然掌握了剑织法则 这可是杀伐极绝的法则 徐峰不敢大意 立刻运用起 自身所掌握的空间法则 和新陈法则 顿时一片星空横跟天穷 宛如一幅壮丽的画卷 守官武帝感受到莫名的威压 抬头看向那无垠的星空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但很快被坚定取代 徐峰站立空中 手臂一甩 大鹤道 星陨焉空 这正是徐峰在之前闭关时 他的声音落下 整片星空瞬间向守官武帝砸去 星空中无数星辰爆炸开来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 一处处的空间也随之破碎 陨石夹杂着空间风暴 在守官武帝周围肆虐 守官武帝不敢大意 瞳孔微缩 手臂抬 鹤道 剑之法则 剑刃风暴 顿时 无数剑气从守官武帝身体中散发出来 犹如狂风骤雨般飞向空中的陨石 将陨石一一粉碎 然而 那剑刃风暴却难以将空间风暴抚平 无数空间利刃 在守官武帝身体上切割 留下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疤 徐峰见攻击奏效 准备乘胜追击 没想到守官武帝身体绿光一闪 身上的伤势瞬间恢复如初 徐峰心中一灵 知道对方定然掌握了强大的恢复法则 单靠星云烟空 恐怕难以取胜 他迅速调整策略 决定试探守官武帝的极限 他一边继续施展 星辰与空间法则的攻击 一边默默运转体内的其他法则力量 准备寻找对方的弱点 守官武帝冷哼一声 身体骤然爆发出更加猛烈的剑气 形成了一道剑气护照 将周围的空间风暴暂时隔绝开来 他目光冷烈 直视徐峰 显然对这场战斗已经升起了强烈的战役 挑战者 你的攻击确实很强 但想要击败我 还差得远呢 守官武帝冷声道 徐峰没有回应 而是默默凝聚起更多的法则力量 将星辰独尊圣体 催发到极致 接着 他双手一合 大喝道 星辰爆破 这是他从星辰独尊圣体中 新悟出的杀招 结合了星辰法则 和火之法则的力量 威力更加惊人 只见无数星辰 在他的掌心汇聚 化为一颗巨大的光球 随后猛然投向守官武帝 守官武帝目光一鸣 迅速施展出剑之法则 剑破九天 无数剑气 汇聚在他手中 形成了一柄巨大的虚空剑 迎向那颗光球 光球与虚空剑 在半空中相遇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能量冲击 整个通天塔的空间 都在剧烈震荡 徐峰和守官武帝 都被这股强大的力量 震退了几步 周围的空间 也随之破碎 化为无数的空间碎片 徐峰深吸一口气 稳住身形 知道自己必须全力以赴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他迅速调整状态 体内的法则力量 也感受到了徐峰的强大 他凝聚其体内的所有力量 准备施展最后的杀招 挑战者 你很不错 值得我使出我的最强一击 守官武帝对着徐峰说道 两人对视一眼 战役熊熊 周围的空间 似乎因为他们的战斗 而变得更加狂暴 徐峰大喝一声 身形骤然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在守官武帝的身后 他双手合十 猛然施展出 星云烟空的最强形态 与此同时 守官武帝也全力出手 只见十数种法则 在其身旁环绕 散发出强烈的威压 守官武帝伸出剑指 在身前画了个圆 低声涌叹道 剑界化声 生死轮转 戒灭剑 斩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他身旁的法则之力 瞬间化为无数剑影 如同万剑齐发般 向徐峰袭来 这一招的威力之大 甚至连周围的空间 都为之扭曲变形 两人的攻击 在半空中猛烈碰撞 爆发出更加恐怖的能量冲击 整个通天塔的空间 都为之震动 剑影所过之处 星辰不存 空间粉碎 徐峰的法则之力 在其面前 尽无一丝抵抗之力 眼看的剑影 就要打在身上 徐峰连忙催发 星辰独尊圣体 浑身散发着璀璨的星光 仿佛一尊星辰战神 那些剑影 打在徐峰身上 留下一道道深深的伤痕 血液飞溅 但凭借着 星辰独尊圣体的 强大防御力 徐峰终究是挡下了这一招 尽管如此 徐峰的脸色 也显得有些苍白 显然刚才的攻击 对他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他咬紧牙关 迅速调动体内的力量 试图修复身上的伤势 同时 他的目光 也变得更加坚定 心中暗暗决心 这一战无论如何 也要取得胜利 守观五帝见徐峰 竟然挡下了自己的强大攻击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但很快被更为凛然的杀意取代 他冷哼一声 再次聚集其体内的法则力量 准备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势 徐峰深吸一口气 体内的星辰法则和空间法则 再次运转起来 他知道 单靠防御是无法取胜的 只有主动出击 才能有一线生机 他迅速调整状态 凝聚其体内的所有力量 准备施展出最强的一击 星陨烟空 徐峰再次施展出这招融合剂 整个星空瞬间向守观五帝压去 一层楼 守观五帝健壮 眼中闪过一丝凝重 他知道 这次的攻击 绝非等闲之辈可以抵挡 他猛然一声爆喝 身形骤然爆发出 更加猛烈的剑气 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剑气屏障 试图将徐峰的攻击挡在外面 然而 徐峰的攻击如同滔天巨浪 瞬间冲击在剑气屏障上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剑气屏障 在这股强大的力量下逐渐裂开 最终彻底崩溃 守观五帝的身形被冲击的连连后退 显然也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徐峰健壮 迅速抓住机会 继续发动攻势 他的身形如同闪电般冲向守观五帝 体内的法则力量运转到极致 准备给予对手致命一击 守观五帝虽然受伤 但战役未减 他咬紧牙关 迅速调整状态 准备迎接徐峰的攻击 两人再次在半空中展开激烈的对决 拳脚相加 法则之力不断碰撞 爆发出更加恐怖的能量波动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 徐峰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法则力量 逐渐占据了上风 他的每一次攻击都带有星辰的力量 对手的剑气逐渐被压制 终于在一次猛烈的对碰中 徐峰找到了守观五帝的破绽 猛然一击 将其彻底击败 守观五帝的身形化为光芒 消失在通天塔中 塔林的声音也适时出现 挑战者成功调整88层 他选择了不少 他选择了不继续挑战 打算先将这场战斗的感悟吸收了 他知道 这场战斗不仅提升了他的实力 也让他更加明白了 法则融合的重要性 他盘腿而坐 迅速调息 恢复体力 从这场战斗中 徐峰不仅战胜了强大的对手 还领悟到了更多的法则奥秘 看向面板 其中赫然多了剑之法则 剑状 徐峰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调息完毕 徐峰离开通天塔 回到了藏金阁闭关处 在静谧的环境中 徐峰开始回顾刚才的战斗 每一个细节 每一次交锋 都在他的脑海中反复重现 他细细体会着 其中蕴含的法则之力 特别是守官武帝所施展的剑之法则 那种凌厉的剑气和无匹的威势 让他印象深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徐峰体内的伤势逐渐恢复 力量也慢慢充盈起来 在这过程中 他感受到 自己对剑之法则的理解越来越深 仿佛有一层窗户只被捅破 整个世界都变得明朗起来 他的那天地中 剑之法则的痕迹逐渐显现 形成了一道道锐利的剑气 终于 当他睁开眼睛时 面板中赫然多了剑之法则的显示 看到这一幕 徐峰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剑之法则终于领悟了 他喃喃自语 心中充满了喜悦 徐峰站起身来 感受着体内充盈的力量 心中充满了信心和斗志 徐峰决定继续修炼 将所学的法则融合起来 形成更加强大的攻击手段 于是 他再次进入修炼状态 开始尝试将星辰法则 空间法则 火之法则和剑之法则融合在一起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徐峰的修炼也越来越深入 他的那天地中 各种法则的痕迹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 在这篇画卷中 星辰闪耀 空间扭曲 火焰燃烧 剑气纵横 每一种法则 都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徐峰不断地尝试和调整 终于 他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力量 在体内涌动 这股力量 将各种法则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攻击手段 星火剑狱 徐峰低声难难道 这正是他在修炼中 领悟到的全新招式 星火剑狱 顾名思义 是将星辰法则 火之法则和剑之法则 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强大的攻击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 无数星辰和火焰剑气 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片毁灭性的火海 任何进入其中的敌人 都会被瞬间湮灭 徐峰对这个新招式 充满了期待 他决定找个机会 好好试试他的威力 不过在此之前 他需要将这一招彻底掌握 确保在战斗中 能够完美地施展出来 于是 徐峰继续修炼 不断地尝试和调整 逐渐将星火剑狱的运用 变得得心应手 随着他的不断努力 他的实力也在不断地提升 终于 徐峰感觉自己 已经彻底掌握了星火剑狱 他的心中充满了自信和期待 他决定再次挑战通天塔 这一次 他要用新的力量 来征服更高的层次 徐峰回到通天塔 眼中充满了坚定的光芒 他深吸一口气 走上传送阵 选择了89层的挑战 他知道 这将是一场更加艰难的战斗 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传送阵的光芒闪过 徐峰出现在89层的空间中 迎接他的是一尊强大的对手 一个身披金甲 手持巨剑的五帝九 虫抢者 对方的威势 如同山岳般压来 让人感到窒息 也没想到你一个五帝二重 竟然能登上通天塔89层 想必你也是这个时代的天之骄子 守官五帝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开口说道 徐峰闻言 心中一动 开口问道 前辈难道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守官五帝失笑道 我不过是本尊留在此地的一丝园林 用以帮助宗门弟子精进修为 说来 我已经不知道 在此地待了多少年了 千年 还是万年 前辈还记得以前的事吗 我有些问题 想向前辈咨询 徐峰说道 说来听听吧 能回答的 我会回答的 徐峰整理了一下语言 说道 前辈可知道 天地玄黄绝 和不死天残宫 这两门宫法 守官五帝闻言 神色一变 陈生说道 想知道的话打败我 我会将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你 若不然 你也没资格知道 说吧 守官五帝凝聚出一把刀 朝着徐峰砍下 雷炎斩 只见守官五帝手中的刀 散发出一股雷炎之力 朝着徐峰所在的位置 劈斩而下 星火剑狱 徐峰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施展出星领悟的招式 瞬间 整个空间被一片炽烈的火海 和璀璨的星辰所笼罩 无数的剑气 在其中肆虐 形成了一片毁灭性的领域 雷炎斩 与星火剑狱 在空中剧烈碰撞 雷电与火焰交织 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守官五帝的雷炎斩 力量强大 刀器中夹杂着雷电与烈焰 威势凛然 然而 徐峰的星火剑狱 同样威力无比 星辰与火焰交融 剑气纵横 毁灭一切 两股强大的力量 在空中交汇 整个空间都为之震战 火焰与雷电 在空中激烈对撞 爆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雷炎斩的力量 逐渐被星火剑狱吞噬 火焰与星辰的威力 逐渐占据上风 守官五帝 眉头紧锁 显然没有想到 徐峰的攻击如此强大 他的身体 被火焰与剑气包围 雷炎之力 被逐渐削弱 徐峰见状 心中暗血 知道自己占据了上风 再来 守官五帝怒吼一声 身上的雷炎之力 再次爆发 手中的刀 凝聚出更强的力量 准备发动新的攻击 雷炎三重斩 雷炎三重斩的力量 瞬间暴涨三倍 强大的雷炎之力 如同滔天洪水般 涌向徐峰 星火剑狱虽强 但在这狂暴的攻击下 也难以支撑 瞬间被击破 火焰与星辰的力量 被彻底撕裂 徐峰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冲击力 迎面扑来 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飞退 徐峰在空中迅速稳住身形 他的那天地外险瞬间扩展 空间法则和星辰法则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片新的领域 星辰万象 蜂火共鸣 徐峰低贺一声 双手挥动 体内的力量迅速凝聚 星辰与空间的力量再次显现 与风之法则和火之法则结合 形成了一片新的战场 无数星辰在空中闪耀 蜂火之力在其中肆虐 形成了一片毁灭性的领域 手观五帝见状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但随即冷笑一声 手中的刀再次挥动 雷炎之力在他身上凝聚 形成了一片雷炎的海洋 雷电与火焰交织 形成了一股无与伦比的毁灭力量 雷炎天地 焚尽一切 手观五帝大喝一声 雷炎之力瞬间爆发 整个空间被雷电与火焰所笼罩 形成了一片雷炎的世界 雷电如同怒龙般在空中肆虐 火焰如同狂涛般涌向徐峰 两股强大的力量在空中激烈碰撞 整个通天塔为之振动 星辰与风雷之力 与雷炎之力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片毁灭性的风暴 空间在这股力量下不断破碎 形成了一道道巨大的裂缝 余波过后 徐峰与手观五帝相对而视 手观五帝脸色凝重 开口说道 小心了 接下来这一招 你可能会死 只见手观五帝双臂轮转 口中念念有词 灭神之雷 消骨之风 焚身之火 三灾显化 手观五帝的声音 如雷鸣般 在整个通天塔回荡 他双臂轮转 三种强大的法则力量 在他周围迅速凝聚 雷电如同狂龙在空中咆哮 狂风如刀刃般 在空间中切割 火焰如烈焰般熊熊燃烧 三灾显化的力量不断增强 整个空间都被这股毁灭性的力量所笼罩 手观五帝怒吼一声 三股强大的法则力量迅速融合 形成了一片毁灭性的领域 雷电在空中咆哮 狂风在其中肆虐 火焰在其中燃烧 形成了一股无与伦比的毁灭力量 徐风健壮 眉头紧锁 知道这一招的威力非同小可 他迅速调动体内的力量 星辰与空间法则迅速显现 形成了一片新的战场 他双手挥动 星火箭玉再次爆发 火焰与星辰的力量迅速交织 形成了一片新的领域 星火箭玉 极限爆发 徐风大喝一声 体内的力量瞬间达到巅峰 星辰与火焰再次显现 与风雷之力结合 形成了一片新的战场 无数剑气在其中纵横 形成了一片毁灭性的领域 两股强大的力量 在空中激烈碰撞 整个通天塔为之震动 雷电与狂风在其中咆哮 火焰在其中肆虐 形成了一股毁灭性的风暴 星辰与火焰在其中交织 形成了一片新的领域 徐风的星火箭玉 在守观五帝的三灾之下 瞬间湮灭 那三灾之力 直接打在徐风身上 顿时间 徐风身削古戎 徐风就这样死在了 守观五帝的三灾之下 守观五帝见状 微微叹息 我提醒过你了 怨不得我 突然 一道蓝光闪过 徐风的身形逐渐凝聚 还好激发了 不死天残宫的复活之能 不然 这回就真凉了 徐风心有余悸 没想到 守观五帝这招 竟如此强大 正所谓 生死之间有大恐怖 在那生死一刻 徐风竟领悟了生死法则 同时还将守观五帝的 雷之法则领悟 这下 徐风也凑齐了三灾法则 领教过守观五帝的 三灾之力后 徐风一样化葫芦 将雷锋火三种法则 凝聚于身旁 只见那灭神之雷 削古之风 焚身之火 在徐风身旁不断环绕 守观五帝见状 眼神中闪过一丝赞赏 同时也有几分无奈 他知道 此刻的徐风 已经具备了 与自己平分秋色的实力 于是 守观五帝微笑着说道 停下吧 我认输了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告诉你 徐风愣了一下 随即明白 守观五帝的用意 点了点头 缓缓说道 告诉我 天地玄黄绝 和不死天残宫 全篇的下落 守观五帝叹了口气 显他点了点头 缓缓说道 你想知道的这些信息 确实不容易获得 但既然你赢了 我会告诉你 天地玄黄绝 和不死天残宫 乃是界外天书 在不知多少年前落入此界 分别被两位强者所得 其中 天地玄黄绝 被当时的玄黄老人所得 不死天残宫 则是被天残老人所得 玄黄老人 凭此开创了玄黄宗 并将玄黄宗 推至本界第一大宗 而天残老人孤身一人 但凭借着 不死天残宫的复活能力 纵横此界无敌手 他顿了顿 继续道 天地玄黄绝的全篇 据说被藏在玄黄宗的禁地中 这个地方 只有宗门的掌门 和极少数高层 知道具体的位置 至于不死天残宫 全篇 它的下落更加神秘 据传 这功法的全篇 藏在一处名为九天秘境的地方 这九天秘境每隔百年 才会开启一次 里面危险重重 但也充满了无数机缘和宝藏 你若想得到 不死天残宫 全篇 就必须找到 进入九天秘境的方法 除此之外 便只能前往界外去寻找了 徐峰点了点头 这些信息 比他预想得要详细得多 他感激地对守官武帝说道 谢谢你的信息 这对我非常重要 守官武帝微微一笑 你的实力让我折服 希望你能顺利找到 这些功法的全篇 提升你的修为 徐峰告别了守官武帝 心中暗自计划着 接下来的行动 首先 他必须找到 进入玄皇宗的方法 然后设法进入九天秘境 虽然这些任务 看起来极其艰难 但他坚信 只要有决心和实力 一切困难都能克服 他深吸一口气 决定先去探查 玄皇宗的情况 于是 徐峰离开了通天塔 回到藏经阁 准备找找 关于玄皇宗 和九天秘境的信息 在藏经阁中找了一圈 徐峰找到了 关于玄皇宗 和九天秘境的两枚预检 分别是 玄皇宗密文 和九天秘境探秘 徐峰首先翻阅 玄皇宗密文 书中记载了玄皇宗的历史 宗门结构 以及一些重要的点击和功法 其中有一段描述 玄皇宗的禁地 提到那里 是宗门最为神秘 和重要的地方 只有宗门的掌门 和极少数高层 知道具体的位置 果然如守官武帝所说 天帝玄皇绝的全篇 极有可能就在这禁地之中 徐峰心中暗自思索 他知道 进入玄皇宗并不容易 必须赢得他们的信任 才能有机会 接触到这些秘密 徐峰继续翻阅 试图找到更多有用的信息 突然 徐峰脸色一变 典籍上说 玄皇宗早已泯灭在历史之中 就连其禁地所在 也已无人知晓 这让他心中一沉 玄皇宗的消失 意味着寻找 天帝玄皇绝 全篇将变得更加艰难 他仔细研读典籍中的每一个字 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典籍上提到 玄皇宗的最后一位掌门 曾在一场浩劫中 带着宗门的珍贵典籍 和秘宝离开 传言说 他最终消失在一片古老的森林中 尽管这些记载模糊不清 但徐峰知道 这可能是找到 玄皇宗禁地的唯一线索 看来必须去那片古老的森林 一探究竟了 徐峰心中暗自思索 决定按照点击上提供的线索 前往那个神秘的地方 寻找玄皇宗的遗迹 接着 徐峰翻阅起 九天秘境探秘 这本书详细描述了 九天秘境的开启规律 内部环境 以及一些知名的探险故事 书中记载 九天秘境 每隔百年 才会开启一次 而下一次开启的时间 恰好就在几年之后 这对徐峰来说 无疑是个好消息 意味着 他有足够的时间 准备和提升自己的实力 九天秘境的入口 每次开启 都会在五玄大陆的大地上 随机显现 具体位置 每次都会不同 要找到入口 必须依靠一种名为 九天图的古老法器 这种法器 能够感应到秘境的开启位置 九天图 看来 这是进入九天秘境的关键 徐峰心中暗自记下这个信息 决定在寻找玄黄宗遗迹的同时 留意九天图的下落 关于九天秘境的内部环境 书中描述的非常详尽 那里危险重重 有无数强大的妖兽和机关陷阱 但同时也充满了无数机缘和宝藏 据说 许多古老的传承和失落的功法 都藏在九天秘境之中 这让徐峰心中更加坚定了 要进入九天秘境的决心 徐峰继续翻阅 试图找到更多关于 不死天残宫的信息 果然 书中提到了一些关于 不死天残宫的传闻 据说 这部功法的全篇 藏在九天秘境的某个隐秘之地 需要通过特殊的试炼才能找到 看来 这九天秘境不容小觑 不仅充满了危险 也充满了无数的机缘 徐峰心中暗自思索 他知道 要想进入九天秘境 并找到 不死天残宫的全篇 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了解了玄黄宗和九天秘境后 徐峰没有急于动身出去寻找 毕竟仅凭一个古老的森林提示 去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 更何况 九天秘境 还有几年的时间才开启 这段时间 可以再搜集搜集玄黄宗 和九天秘境的一些线索 当务之急 还是先提升修为 毕竟现在可不安全 大宣与大周症 打得如火如荼 前两天听长老们说 大宣和大周的几名武神 大打出手 又陨落了两位武神 徐峰不过五地境 这时候出去浪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 徐峰不是在藏金阁修炼 就是在通天塔挑战 由于徐峰的目的是提升法则修为 并不是为了通关通天塔 因此 他在挑战九十层的时候 总是在最后一刻 认输退出 这样 他就能无限挑战九十层了 九十层的守官武帝 是一位掌握了二十种法则的 五地十重强者 徐峰一开始 撑不过十招 便落败了 九十层的守官武帝 是一位掌握了二十种法则的 五地十重强者 徐峰一开始 撑不过十招 便落败了 但他并不气馁 每次失败后 他都会反思自己的不足 并加以改进 通过不断的挑战和领悟 他的法则修为稳步提升 每一次挑战 都是一次磨练 徐峰不断总结经验 调整自己的战斗策略 起初 他连守官武帝的攻势 都难以抵挡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徐峰逐渐摸索出了 对方的弱点和攻击规律 慢慢能够撑过十招 百招 九十层进一步磨练自己的法则 他明白 只有不断突破自我 才能在未来的战斗中 立于不败之地 通过不断的挑战和修炼 他对各种法则的理解和掌握 越来越深 尤其是雷 风 火三种法则的融合运用 更是达到了 如火纯青的地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徐峰的修为稳步提升 他将土之法则 金之法则 水之法则 火之法 和剑之法则等法则 都修炼到了圆满层次 同时 他从九十层守官五帝身上 领悟到了光之法则 与暗之法则 并且将其修炼到圆满之境 徐峰的修为 也突破到了五帝七重之境 不过之后 便无法再在九十层五帝身上 提升任何法则的力量了 看来羊毛已经薅尽了 一年的时间 才将十四种法则圆满领悟 突破到五帝七重 真是不容易啊 徐峰结束修炼 叹了口气 这一年的时间里 他基本都在藏金阁和通天塔两点一线 哪怕他拥有钢铁般的意志 也有点身心俱疲 不过好在成果是喜人的 不仅修为有突破 面板上除了天地玄黄诀 其他各项功法的熟练度 都达到了极限状态 如今 徐峰手握十二点破线点 倒是可以将功法破线一下 这段时间里 徐峰也没有放松 对玄黄宗和九天秘境的调查 通过藏金阁的点击 和长老们的指点 徐峰逐渐拼凑出了更多的线索 他了解到 玄黄宗的禁地 可能与一座名为玄黄古庙的遗迹有关 而九天图 则可能在大前的一处密地之中 刚好徐峰早有打算 前往大前游历一番 可以顺路去找找九天图 至于玄黄古庙 具体位置无人知晓 只能到处去碰碰运气了 有了这些新的线索 徐峰的目标变得更加明确 这次出关后 他便打算离开天泉宗 到处去游历 不仅是为了寻找玄黄古庙 和九天图 同时也是为了看看这个世界 增长自身见闻 以此来感悟更多的法则 徐峰思索了一番 决定先将破线点用了 之后再去悟道牙一趟 看能不能再离开前 再领悟一些新的法则 徐峰看向面板 思索着该破线哪门功法 年龄 十八 五道境界 五第七重 那天地 空间法则 星辰法则 风之法则 木之法则 土之法则 金之法则 水之法则 火之法则 剑之法则 雷之法则 生之法则 死之法则 光之法则 暗之法则 修炼功法 地阶地书 天地玄黄诀 玄黄篇 LV9 地境 32021 240000 密法 神风烟空见诀 LV 十地境 176000 176000 极限 可破线 密法 不死天残功 残 第五层 8800 密法 神 无量神诀 LV 十神境 176000 176000 极限 可破线 密法 新尘独尊圣体 LV 十神境 176000 176000 极限 可破线 破线点 12 每个自然月生成一点 神风烟空见诀 与风之法则 和空间法则有关 这两种法则我都已掌握 而 新尘独尊圣体 与新尘法则有关 我也掌握了 剩下便是 神 无量神诀了 这门功法 乃是神识功法 不知道具体与什么法则相关 倒是可以破线看看 徐风心道 决定了之后 徐风将新神集中在面板上的神 无量神诀 上 心中默念 破线 面板上 五点破线点 瞬间化作一道流光 冲入 神 无量神诀的功法之中 徐风只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 涌入脑海 神识空间仿佛被无尽的能量所充盈 片刻之后 徐风感觉自己的神识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仿佛可以穿透虚空 探测到极为遥远的地方 这就是破线后的力量吗 徐风心中惊叹不已 他感觉自己的神识力量 已经突破了原有的极限 变得异常强大 随着神识力量的提升 他对天地间的法则感悟 也更加清晰了 徐风闭上眼睛 开始细细体会 这股全新的力量 一股莫名的法则波动 从徐风身体中传来 看来功法破线后 真的让他领悟了一种新的法则 他感受到一股奇异的力量 在体内流转 这股力量仿佛穿透了他的身体 直达灵魂深处 徐风知道 这一定是破线后所带来的变化 他看向面板 只见其中多了一种法则 灵魂法则 同时 神 无量神诀 也变成了神灵诀 人皆地书 神灵诀 LV 十神境 320132000 灵魂法则 竟然是灵魂法则 徐风心中一阵激动 这种法则极为罕见 与神识 精神力 息息相关 能够极大提升他的战斗力 和修炼速度 他细细感悟 灵魂法则的奥妙 发现这种法则 不仅能增强他的神识力量 还能增强对敌人的压制力 徐风知道 灵魂法则的威力 远不止如此 只是他现在对其的理解 还不够深 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探索和领悟 随着灵魂法则的领悟 徐风的修为 也突破到了五第八重 也算是灵形前的一点小惊喜 徐风走出藏经阁 往雾道牙方向走去 不久 徐风来到雾道牙 这里 还是一如既往 很多人在此地领悟法则 徐风找了个僻静的位置坐下 抬头看向雾道牙处 细细感悟 哭作了一会 没什么收获 徐风运转 神灵觉 神识探出 灵魂法则加持 瞬间 徐风眼前的景色变得不同 无数光线在雾道牙处流转 想来这些光线 正是法则的巨线 在灵魂法则的加持下 徐风能清晰地 看到这些法则的脉络和运转方式 雾道牙上的法则光线 仿佛有了生命 流动之间带着玄妙的韵律 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静其中 徐风凝神静气 专注地观察这些法则光线 他发现 每一道光线 都代表着一种不同的法则力量 有些法则他已经熟悉 如星辰法则和空间法则 而有些 则是他从未接触过的新法则 随着神灵觉的运转 徐风的神识 逐渐与这些法则光线产生了共鸣 他感受到 自己的灵魂在不断壮大 对法则的理解 也越来越深入 尤其是那些 他未曾涉足的法则 在灵魂法则的辅助下 徐风竟然也能初步感知到 他们的奥妙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徐风完全沉浸在 对法则的领悟中 他的神识 在悟道牙上不断探寻 试图抓住每一丝法则的精髓 灵魂法则的加持 使得他的领悟能力大幅提升 许多曾经晦涩难懂的法则 在他眼中变得清晰可见 渐渐的 徐风的周围 被越来越多的法则光线所包围 他的灵魂 在这些光线中不断壮大 对法则的领悟 也越来越深刻 终于 徐风感受到一股 极为强大的法则力量 这是他从未接触过的法则 这道光线带着无尽的威压 仿佛蕴含着天地之间 最原始的力量 这是混沌法则 徐风心中一惊 他知道 这种法则极为罕见 是所有法则的起源和终极 他小心翼翼地引导这道光线 试图将其融入自己的法则体系中 混沌法则的力量极其强大 徐风能感受到 这道光线中蕴含的无尽微能 但在灵魂法则的辅助下 徐风逐渐掌控了这股力量 将其缓缓吸收入体内 随着混沌法则的融入 徐风的身体 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能感觉到 自己的每一寸肌肤 每一根骨骼 都被这股力量所强化 整个人仿佛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混沌法则 果然强大 徐风心中充满了敬畏和欣喜 他知道 这种法则不仅能增强他的战斗力 还能让他在未来的修炼中 更上一层楼 领悟了混沌法则之后 其他法则的领悟 对徐风来说 便是小事一桩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 徐风又领悟了毁灭法则 命运法则 时间法则和创造法则 都是难得一见的强大法则 徐风领悟的法则数量 也达到了20种之多 不过心领悟的这几种法则 还处于较低的层次 因此 徐风修为 还是五帝八重 待他将这些法则 修炼到圆满之境 便可突破到五帝是重了 七天过后 徐风站起身来 离开了雾道牙 回到藏金阁 徐风找到周长老 说道 周长老 我准备外出游历一番 特来向你辞行 周长老闻言 眼皮微抬 盯着徐风 问道 游历 现在外面可挺危险的 不说五帝了 就连武神 都有陨落的危险 你还要出去游历 徐风神色如常 点点头说道 不错 紧急生动 我在宗门内 待得有点久了 而且 我也有一些事情 需要出去办一下 既然你都明白 那我就不劝你了 在外面万事小心 不要逞强 周长老叹了口气 周长老的叹息中 带着些许不舍和担忧 但他也知道 像徐风这样 天资卓绝的弟子 终究是要经历风雨 才能真正成长 徐风恭敬地行了一礼 谢谢周长老的教会 我一定会谨慎行事 不辜负宗门的期望 周长老点了点头 从怀中取出一枚玉符 递给徐风 这是护身玉符 关键时刻 可以救你一命 记住 保重 徐风接过玉符 心中感激不已 多谢长老 辞别周长老后 徐风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收拾了一下行囊 便准备动身 关于玄黄宗禁地 徐风有个猜想 之前得到的线索 是一片古老的森林 大周境内 与之相符的 便是云梦泽了 云梦泽乃是次方天地初开 便存在的地狱 其中灵木森森 也符合森林的特点 徐风心中有了明确的目标 先前往云梦泽 找找玄黄宗的遗迹 探寻天地玄黄绝的线索 之后再前往大前 寻找九天图 云梦泽位于青州 离天全宗数万里之遥 不过对徐风来说 也就是几个空间瞬移的事 在将空间法则修炼圆满后 徐风一个瞬移 便可走出万里之远 徐风朝着云梦泽的方向 施展空间瞬移 几个呼吸之后 便来到了云梦泽上空 徐风探出神识 在云梦泽中细细搜寻 在修炼了神灵绝后 徐风的神识覆盖范围 也已经有万里方圆了 因此找起来很快 没过多久 便将整个云梦泽都扫了一遍 唉 果然没那么简单 徐风找了一圈 还是没找到 与玄黄宗禁地有关的线索 突然 云梦泽中 妖兽孝声不断响起 原来是徐风的神识搜寻 惊动了云梦泽中的妖帝与妖神了 刹那间 一个头生双脚 三丈多高的人 出现在徐风面前 问道 你是什么人 为何如此大张旗鼓 以神识探查云梦泽 徐风从对方身上散发的气势 判断对方应该是一尊妖帝 修为还不弱 徐风也不想惹事 于是抱拳说道 在下徐风 无意冒犯 只是在寻找一些重要的线索 妖帝冷哼一声 眼中闪过一丝警惕 重要的线索 这里是我妖族的地盘 你的线索关我妖族何事 你的无理行为 已经惊动了妖神大人 不想死就快走吧 徐风心中暗道糟糕 没想到会惊动妖神 他思索片刻 决定实话实说 我在寻找玄黄宗的境地 不知其可藏于云梦泽中 妖帝闻言 眉头微皱 玄黄宗 那个早已泯灭在历史长河中的宗门 你为何对他感兴趣 玄黄宗的天地玄黄诀 对我至关重要 我必须找到他的全篇 徐风坦言道 妖帝沉思片刻 道 玄黄宗的事 我也只听闻过一些传说 他们的境地 确实在云梦泽中 不过 现在 那也算是我们妖族的底盘 不可能让你随便进去 你若想进去 必须为我们妖族做一件事 徐风心中一动 问道 不知是什么事 妖帝说道 玄黄境地中有一种果子 名为玄黄果 你进去后 帮我们全部摘出来便可 徐风沉音片刻 问道 为何你们不自己进去摘呢 照理说 玄黄境地就在你们控制之中 进去摘个果子 应该很简单吧 妖帝闻言 面色一沉 说道 玄黄境地 是你们人族玄黄宗所设 只限人族进入 不然 那还需要你呢 徐风露出原来如此的神色 接着问道 不知这玄黄果有何功效 玄黄果对你们人族来说 没啥大用 不过是种观赏性的东西 但是对我们妖族来说 却有天大的作用 它可以让我们妖族完美化形 妖帝解释道 徐风沉音片刻 点头道 好 我答应你 妖帝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 随后带着徐风 迅速朝着玄黄境地的方向飞去 随着接近目的地 徐风看到 有众多的妖帝 买至妖神盘踞于此 徐风有些心惊 这要是被群起而攻之 自己估计要凉在这了 到了 这玄黄宗境地便在此处 带路的妖帝对徐风说道 徐风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很寻常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于是开口问道 入口在哪 我怎么没看出来 等一会 要用钥匙的 妖帝回答道 妖帝说完 便从怀中取出一块古朴的钥匙 钥匙通体成玄黄色 上面刻满了复杂的纹路 徐风目光紧紧盯着那钥匙 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好奇 妖帝将钥匙插入一块 看似普通的巨石中 只见巨石表面光芒一闪 随后静缓缓打开 入出一个幽深的洞口 妖帝对徐风说道 这便是玄黄宗禁帝的入口 进入后要小心 里面有很多机关和守卫 徐风点点头 对妖帝表示感谢 然后一步跨入洞口 洞口内 昏暗的光线和潮湿的气息 让徐风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压迫感 他运转神时 小心翼翼的前行 随着深入 洞穴的空间逐渐变大 四周的墙壁上刻满了古老的符纹 徐风仔细观察 发现这些符纹 似乎隐藏着某种机关 他运用灵魂法则 轻松破解了几个简单的陷阱 突然 前方出现了一座巨大的石门 石门上镶嵌着玄黄二色的宝石 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徐风知道 这扇石门后 可能就是玄黄宗真正的境地所在 他走到石门前 伸手轻轻触摸石门上的宝石 宝石瞬间发出刺目的光芒 石门缓缓打开 徐风一步跨入门内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宽阔的大厅 大厅中央 悬浮着一块古老的石碑 上面刻满了文字 徐风心中一喜 走上前仔细阅读石碑上的内容 没过多久 徐风便将石碑上的内容读完了 也了解了这个境地的相关信息 原来这个境地 乃是玄黄宗用于存放物资的所在 玄黄宗末代宗主 将玄黄宗的典籍 也都搬到了此处 并留下这个石碑 不久后便死去了 据石碑上所述 玄黄宗乃是灭于一伙 疑似来自界外的一族 玄黄宗宗主 希望后人继承了玄黄宗的一切后 可以找出毁灭玄黄宗的幕后黑手 为玄黄宗报仇 徐风深吸一口气 感受到了一股沉重的责任 他知道 自己不仅要继续提升修为 还要肩负起 为玄黄宗复仇的使命 他再次环顾四周 只见石碑后方有一间石室 石室两旁 各有一棵果树 树上结了不少果子 想来 这便是那妖帝想要的玄黄果了 徐风推开石室的门 走了进去 发现石室内存放着大量珍贵的典籍和修炼资源 显然是玄黄宗宗主为后人准备的 石室内 陈列着许多古老的卷轴和宝物 但是随着徐风走近 这些卷轴和宝物便化为飞灰 消散开来 竟然已经腐朽成灰了 也不知道在此地放了多久了 唉 看来这天地玄黄绝的后续部分 只能到界外去寻了 徐风叹了口气 所谓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本以为找到玄黄宗禁地 那天地玄黄绝便可到手 却不想都以化为飞灰 就在徐风准备离开时 他忽然注意到石室的一角 那里放置着一个不起眼的小盒子 徐风走上前 打开盒子 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块古老的玉佩 玉佩上可有玄黄宗的标志 似乎是某种信物 徐风将玉佩收入怀中 心中猜测 这可能是玄黄宗宗主留下的关键物品 或许以后会用上 玉佩底下是一块石板 徐风拿出石板一看 只见石板上写着天地玄黄绝 徐风瞬间大喜 没想到这天地玄黄绝 竟然存于这不知什么材料制作而成的石板上 保存无数年还完好如初 徐风将神石探入石板之中 瞬间一篇功法涌入徐风脑海 这便是天地玄黄绝的后续部分 片刻后 徐风将功法吸收消化完毕 但其眉头却皱了一下 没想到这玄黄宗的天地玄黄绝 也是不全的 补全只能到界外才有可能了 徐风自语道 徐风看向面板 只见面板上天地玄黄绝的信息变了个样 人阶天经 天地玄黄绝 天地玄黄天 LV8 圣境 50021 2000 功法等级提升到了人阶天经 层次降到了圣境 熟练度也有了变化 不过总而言之 应该是变强了 徐风心道 徐风将石板收入内天地 只见石板一进入内天地 内天地中的所有法则 便围绕在石板周围 一道光芒从石板射出 在光芒的笼罩下 徐风的法则 竟有了些许长进 徐风一喜 没想到这石板 还有这等功效 仅此一向 此行便不亏了 徐风走出石室 将门口两棵树的果子摘下 一共十六颗 徐风拿出一颗放入嘴中 三两下将其嚼碎吞入腹中 味道一般啊 感觉就是一般的果子 看来 那妖帝没骗我 徐风将剩下的玄黄果 收入空间戒指中 随后往回走 没多久 徐风便走出了禁地 返回到妖帝所在的位置 妖帝看到徐风平安归来 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徐风将收获的玄黄果 交给妖帝 妖帝接过玄黄果 点头道 不错 果然是玄黄果 想必你也找到你要的东西了 没别的事 赶紧离开此地 徐风点点头 向妖帝一抱拳 说道 告辞 随后施展空间 顺移离开此地 离开了云梦泽 徐风心中一片平静 他没有片刻停留 现在秘境开启时 能够第一时间进入 大前疆域广袤 徐风飞行了数日 终于来到了大前境内 大前作为修炼界的重镇 拥有丰富的资源 和繁荣的修炼文明 徐风一边飞行 一边观察周围的景象 大前与大洲不同 全民习武 因此民间武风浓郁 随处可见强大的舞者 徐风进入大前境内后 找了个城市 进入其中 打听消息 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听 徐风对大前也有了一些了解 大前的习武组织 主要是书院 书院中无偿传授功法 这也是大前强大的原因 没有壁肘自贞 打听到任何人都可进入书院后 徐风便准备前往书院 找找九天图的线索 毕竟书院传承久远 其中点击无数 消息最全 九天图的线索 极有可能藏在这些古老的地方 经过几番打听和搜寻 徐风来到了大前的一处古老书院 乾坤书院 乾坤书院 据说是大前最古老的书院之一 拥有众多古籍和珍贵的历史记载 徐风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 关于九天图的线索 书院的大门敞开 徐风一进入 便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 书院内的学子们 正在认真读书和修炼 几位老学者在讲坛上 讲解着古老的修炼知识 徐风礼貌地向一位学者打听 关于九天图的事 这位学者神情一变 显得有些神秘 九天图 学者低声道 这可是传说中的宝物 据说与九天秘境有关 但具体下落 恐怕只有书院的镇院之宝 乾坤秘典里有记载 徐风一听 连忙请求学者 带他前往查看 乾坤秘典 学者思索片刻 点头同意 带领徐风来到书院的藏书阁 在一层层书架中间 学者从最深处 取出一部厚重的古书 正是乾坤秘典 徐风翻开秘典 仔细阅读其中的内容 果然 在秘典的一页中 他找到了关于九天图的记载 徐风细细阅读 关于九天图的一切 看完之后 徐风不仅了解了九天图的所在 也对九天秘境 有了更深的认识 根据秘典上的记载 九天图共有九份 九份齐聚可开启九天秘境 九份九天图 分别藏在九个不同的地方 而其中一块 据说就藏在大前东部某处古老遗迹中 记载中九天秘境 共有九重天阙 每一重天的环境与收获皆不同 徐风所关注的 不死天残宫 就藏在其中第五重天 第五重天环境 为森林之境 其中林之无数 当年天残老人 进入九天秘境第五重天后 便没再出来 其随身携带的 不死天残宫 原本也跟着他一起 遗落在第五重天之中 徐风记下了这些信息 感谢了学者 随后离开书院 前往大前东部 开始寻找那处古老遗迹 经过几天的探索 徐风终于找到了遗迹的入口 这处遗迹 隐藏在一片茂密的森林中 入口隐秘 周围布满了古老的阵法 徐风走近一看 发现此地阵法 已被人为破坏 眉头一皱 看来此处遗迹 已被人探索过了 不过想来也是 这记载在书院秘典中 什么人都能查看 也不是什么秘密 估计早被人拿走了 徐风心道 来都来了 总得进去看看 于是徐风朝着遗迹入口走去 进入遗迹后 呈现在徐风眼前的是一片破败之际 无数残缘断壁 徐风朝着自己 靠近两人所在的地方 刺耳倾听 迪伟齐 将九天图交出来 饶你不死 一个满脸凶悍的洛塞湖男子 恶狠狠说道 你想得美 尤扬周 这九天图 是我平时里拿到的 你想让我交出来 未免有点影响天开吧 对面一个身穿白袍的俊秀男子 失笑一声说道 这人应该便是尤扬周口中的迪伟齐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自己找死 怨不得我 徐风小心地隐藏在一旁 观察着眼前的情形 眼前的争斗 显然围绕着九天图展开 这无疑是他所需要的重要线索 只见那满脸凶悍的洛塞湖男子 尤扬周一声怒吼 手中凝聚出一道强大的法则之力 直奔迪伟齐而去 迪伟齐则不甘示弱 手中白光闪烁 一道法则迎向尤扬周的攻击 两股力量在空中碰撞 激起一阵波动 徐风心中暗自私存 看来这两人实力不俗 正好让我从中欲裂 显然都是为了夺得九天图 两人一时难分高下 周围的环境也被他们的战斗波及 变得更加破败不堪 徐风剑时机成熟 悄然前行至战斗场地的边缘 随时准备出手 就在尤扬周和迪伟齐 体力渐渐不知时 徐风猛然现身 迅速出手 他的动作快如闪电 一道神风烟空剑气 展向尤扬周 令其措手不及 尤扬周勉强抵挡 却被徐风的强大力量 震退树部 口中喷出一口鲜血 迪伟齐健壮也想逃跑 但徐风早有准备 另一道剑气 直逼迪伟齐的要害 迪伟齐躲闪不及 被剑气击中肩膀 倒地不起 你们两个都不是我的对手 现在将九天图交出来 我可以饶你们一命 徐风冷冷说道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尤扬周和迪伟齐对视一眼 知道自己绝非徐风对手 尤扬周咬牙切齿地说道 九天图我可没有 你要的话找他要 看他给不给 随后用手指向迪伟齐 迪伟齐面色不改 说道 阁下手段高强 我不是对手 这九天图 你要便拿去吧 说完从怀中掏出一物 扔向徐风 徐风伸手欲接 却听迪伟齐轻贺一声 爆 徐风知道有诈 迅速后退 只见迪伟齐扔出的物品 瞬间爆炸开来 转眼间便将一处空间湮灭 那迪伟齐和尤扬周 趁此机会迅速逃往一击入口方向 徐风见状叹了口气 何必呢 随后 徐风施展空间 瞬一瞬间 出现在迪伟齐和尤扬周两人面前 手臂一挥 一道空间牢笼 瞬间将两人笼罩 把九天图交出来 我可以放你们走 徐风对着迪伟齐说道 迪伟齐看着徐风 说道 我观阁下 也不像大恶之人 为何行此恶事 徐风摇摇头 说道 九天图对我至关重要 我势在必得 迪伟齐见徐风样子 突然神色一动 说道 只要阁下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愿将九天图双手封上 你先说说是什么条件 徐风问道 阁下进入九天秘境后 帮我寻找一枚九死还生果 带出来给我 如何 你可能答应 迪伟齐问道 九死还生果 这是什么果子 长得什么样子 徐风不解 九死还生果 乃是续命之果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服下后所有伤势尽消 是一种疗伤圣物 迪伟齐解释道 你可知道 这果子在九天秘境哪一重天 我只会前往第五重天 寻找我要的东西 其他重天我不一定会前往 徐风说道 迪伟齐神色一喜 刚好那果子便在第五重天 对你来说也是顺路之事 如何 徐风沉思片刻 点点头说道 可以 不过我主要精力 还是会放在 寻找我自己的东西上 若有余力 才会帮你找 迪伟齐连忙开口说道 自然 以你的事情为重 在你寻找你要的东西路上 若有见到九死还生果 便帮我扎一枚出来 没问题 把九天图拿来吧 徐风应道 迪伟齐从怀中取出一块散发着古老气息的图卷 递给了徐风 这便是九天图 你拿去吧 徐风接过九天图 随后 对着迪伟齐问道 我若是找到了九死还生果 如何给你 迪伟齐紧接着又拿出一枚玉剪 递给徐风 这是我的传讯玉剪 你若找过果子便传讯给我 到时 我会去找你拿 徐风点点头 接过玉剪 放入空间戒指之中 随后 徐风将空间牢笼散去 放走了两人 两人走后 徐风便施展空间瞬移 迅速离开了这片遗迹 回到安全的地方 徐风细细研究手中的九天图 图卷上的纹路和符文 似乎在隐隐透露着某种指引 他默念起神灵诀 用神识探查张图卷的奥秘 不久后 徐风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模糊的地图 似乎在指引他 前往下一个九天秘境的所在地 不过其位置不显 估计还没到秘境开启的时间 于是 徐风便将此事按下 执展空间瞬移 迅速返回了天泉宗 回到宗门后 他第一时间前往周长老的住处 向其说明自己准备闭关修炼的决定 周长老 我已经找到了九天图的一部分 但九天秘境的开启 还有时间 在此期间 我打算闭关修炼 以提升自身实力 确保在秘境开启时 能够应对各种挑战 徐风恭敬地说道 周长老闻言 欣慰地点了点头 不错 有这样的打算是对的 秘境之行凶险万分 只有实力足够强大 才能在其中立足 你尽管去闭关修炼 宗门会全力支持你 徐风感谢的一抱拳 多谢周长老的支持 回到自己的住处 徐风便开始准备闭关修炼所需的一切 他将修炼资源整理妥当 选定了一个灵气充沛的密室 作为闭关之所 进入密室后 徐风盘膝坐下 深吸一口气 开始运转 神灵觉 他的神识迅速扩展 进入了一种无我无物的境界 灵魂法则的力量在体内流转 让他的修为逐渐稳固在五第八重的境界 在混沌法则与内天地中 记载天地玄黄觉的石板帮助下 徐风对各种法则的领悟速度倍增 他各种领则的领悟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徐风的法则领悟不断提升 三个月后 徐风将灵魂法则领悟到圆满之境 又三个月 徐风将毁灭法则领悟到圆满之境 他的修为也达到了五第八重圆满之境 并隐隐有突破至五第九重的迹象 徐风的领悟的法则数量 已经足够突破五第九重 于是徐风直接运转天地玄黄觉 强大的原力瞬间将五第九重的关爱冲破 徐风也一跃成为五第九重的舞者 修为突破后 徐风拿出九天图 感应了一下 九天秘境仍然没有开启的迹象 于是徐风便继续闭关 又过了六个月 徐风将创造法则和命运法则 都领悟到了圆满之境 修为也到了五第九重圆满 徐风便直接突破到了五第十重 徐风又感应了一下九天图 仍是感应不到九天秘境开启地点 看来还得再等 徐风继续闭关 用了半年的时间 将剩下的时间法则和混沌法则 都领悟到了圆满之境 修为也到了五第十重圆满 接下来便是考虑突破五神了 具体如何突破 还是先去问问周长老 徐风走出密室 沐浴在晨曦的阳光下 感受到一种久违的舒畅 徐风整理了一下衣物 向周长老的住处走去 不久 他来到周长老的居所 周长老正在院中打坐 感受到徐风的到来 睁开了眼睛 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徐风 你出关了呀 看来进展不错 周长老温和地说道 徐风恭敬的行礼 周长老 我在闭关期间 将所有的法则都领悟到了圆满之境 修为也达到了五第十重圆满 现在我感觉已经触摸到了 突破五神的门槛 但具体如何突破 还需要您的指点 周长老点了点头 缓缓说道 突破五神 首先需要你将内天地内所有的法则之力 完全掌握 之后将你的内天地 在外界中完全显化 只要能抗住外界的天结 那你便是五神了 若抗不住 便滑为飞灰 五帝与五神的最大区别 就在于将自身的内天地化为一界 可使用完整的世界之力 他继续道 所以突破五神 只有生与死两种结果 成则生 不成则死 你有这个觉悟吗 徐风有些心惊 没想到五神境的突破 竟然要命 之前境界的突破 哪怕不成功 也不过是下次再来 这五神境竟然只有一次机会 看来得好好准备了 徐风开口问道 周长老 这天结是什么样子的 不知可有什么消结之法 周长老沉思片刻 缓缓说道 天结是一种极为恐怖的天地之力 它包含了雷风火水等多种法则力量 是天地对修行者的一次全面考验 每个人的天结各不相同 但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无比凶险 他继续道 至于消结之法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绝对有效的办法 关键在于你自身的实力和准备 只有你的法则之力足够强大 内天地足够稳固 才能有更大的几率通过天结 徐风点点头 内心虽有些紧张 但更多的是坚定 我明白了 周长老 请问 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周长老微微一笑 突破五神 不仅需要你自身的强大 还需要一些外物的辅助 比如一些防身之物 或是一些救命之物 这些都能在关键时刻提供帮助 他说道 此外 你还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进行突破 一般来说 原力充足 环境稳定的地方最为适合 还有一点 你要确保在突破过程中 不受外界干扰 否则很可能会前功尽弃 徐风感激地点了点头 谢谢您的指点 周长老 我会好好准备 争取一次性突破成功 周长老拍了拍徐风的肩膀 语众心长地说道 徐风 你是我们天权宗的骄傲 也是未来的希望 希望你能够顺利突破 成为真正的武神 徐风坚定地说道 我会的 周长老 告别了周长老 徐风开始为突破武神做准备 他首先搜集了一些 增强法则之力的灵药和法宝 以备不时之需 接着 他选择了一个灵气充沛的山谷 作为突破之地 并设置了一些阵法 以确保突破时 不受外界干扰 一切准备就绪后 徐风再次闭关 调整自己的状态 确保在最佳状态下 迎接天杰的到来 几天后 徐风感到自己 已经达到了最巅峰的状态 他决定开始突破 他坐在山谷中央 运转体内的法则之力 将自己的那天地 完全显化 顿时 天地间风云变色 一股强大的威压 笼罩在整个山谷之中 天际乌云密布 雷声轰鸣 预示着天杰的到来 徐风深吸一口气 目光坚定地看向天际 他知道 接下来将是一场生死之战 唯有全力以赴 才能冲破这最后的稚骨 成为真正的武神 天杰开始了 无数雷电从天而降 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 向徐风劈来 徐风全力运转法则之力 抵挡住雷电的攻击 随着雷电的不断轰击 徐风的内天地 逐渐变得稳固 他的法则之力 也在不断增强 然而 天杰的力量 也在不断增强 接踵而来的火焰 冰霜 风暴等自然力量 轮番向徐风袭来 徐风咬牙坚持 他知道 只要能够挺过这一关 他就能成为真正的武神 时间一点点过去 徐风的身体和内天地 都受到了巨大的考验 但他依然坚持不懈 终于 在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声中 天杰的最后一道雷电屁下 徐风的内天地彻底稳固 他的身体 也在这股巨大的能量 冲击下发生了蜕变 当最后一道雷电消散 天际的乌云 也逐渐散去 阳光再次洒在山谷中 徐风站在原地 感受到体内那股 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知道自己终于成功了 他抬头望向天空 感慨万千 终于突破了 修行记载 终于达到了 人间至巅武神境 徐风一时之间有些恍惚 徐风将内天地显化出来 一道世界虚影顿时显现 一股掌控世界的感觉 油然而生 这便是世界之力吗 徐风握了握拳 只觉得 拳中蕴含无限的力量 比之前强大了 不知多少倍 收拾好心情 徐风离开了山谷 回到藏经阁 徐风找到周长老 询问武神境的修炼方法 周长老看着徐风 一脸惊讶 说道 你这就突破武神境了 这才几天啊 徐风点点头 说道 差不多五天时间吧 我收拾了一下 便读天节了 度过了 便成武神了 周长老有些正正 一时之间 竟说不出话来 两久 周长老才开口说道 武神境的修炼 主要是内天地的修炼 当你将你的内天地 修炼到 如我们所处的这方天地一般 你便到了武神之巅了 据说武神之上还有境界 不过具体如何 我也不甚了解 武神境的修炼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毕竟每个人的内天地都不一样 如何完善自身的内天地 也只有自己知道 周长老接着说道 武神境 已经没有小境界的划分了 因此 虽然都是武神境 但实力有可能天差地别 你以后遇到武神境 一定要小心应对 徐风点点头 问道 那武神境 还是要继续修炼法则吗 完善内天地 是指不断往内天地中 添加新的法则吗 周长老解释道 这是一条路 不断融入法则 最终万法合一 可谓至尊武神 另外 我还知道 一条路是以身合戒 将内天地融入身躯 唯我独存 万劫不灭 这两条路 是武神中比较强大的路 其他一些路 像是炼戒围棄 或是豢养不重 在我看来都是小道 徐风若有所思 点了点头 感激地说道 谢谢周长老的指点 这两条路 我会好好考虑的 周长老笑了笑 拍拍徐风的肩膀 你天资卓越 已经是我们天权宗的骄傲 不管选择哪条路 都要走得坚定 不要迷失了自己的本心 徐风郑重地点头 我明白了 周长老 告别周长老 徐风开始着手规划 自己未来的修炼之路 他决定 先稳固自己的武神境界 然后再根据自身的情况 选择一条最适合自己的修炼之路 徐风又闭关了几天 将武神境彻底巩固后 便出关了 既然到了武神境了 可以前往玄瑜武神秘境 寻找玄老了 徐风心道 徐风想起之前 在武神秘境 答应过玄老 等到了武神境之后 要回去武神秘境 完成玄瑜武神的遗愿 徐风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武神秘境的钥匙 以原力催动 瞬间徐风的身影 便消失在了原地 徐风的身影 在一片光芒中消失 下一刻 他出现在一片陌生的空间 这是他第二次 进入玄瑜武神秘境 但这次的感受完全不同 他已经是武神境强者 能够更深刻地感受 这里的天地法则 和灵气波动 他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站在一片辽阔的广场上 四周布满了古老的建筑和雕像 显然是一个久远的武神遗迹 玄老 我来了 徐风心中呼唤 不久 一道苍老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徐风 你终于来了 看来你已经突破到了武神境界 一道虚影出现在徐风面前 正是玄老 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欣慰和期待 是的 玄老 我已经达到了武神境界 徐风恭敬地说道 请问 玄瑜武神的遗愿是什么 我愿意尽力完成 玄老点了点头 示意徐风 跟随他进入宫殿 宫殿内部布满了古老的符文和阵法 气氛庄严肃木 两人来到一座巨大的石碑前 玄老说道 这座石碑 记载着玄瑜武神的遗愿和他的传承 只要你将手放在石碑上 便能知晓 徐风深吸一口气 走上前 将手放在石碑上 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力量 涌入他的体内 他感受到一股浩瀚的意念和记忆 后背 若你能看到此处 说明你已经突破到了武神境 我的遗愿很简单 我希望你能守护这片天地 抵御界外异族的入侵 若你能做到 我的传承便是你的 徐风心中一震 看来玄瑜武神 也是知晓界外异族的威胁 才会留下这样的遗愿 他坚定地回应道 前辈放心 我会竭尽全力守护这片天地 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庞大的信息流 徐风感受到 玄瑜武神的传承 正不断涌入自己的意识中 他的脑海中 闪现出玄瑜武神的战斗技巧 法则感悟 以及关于界外异族的种种信息 从玄瑜武神的传承中 徐风了解到 原来玄瑜武神之死背后 也是界外异族的阴谋 当时玄瑜武神 已经修炼到了武神境的巅峰 准备尝试突破到武神境之上的境界 却不想在突破过程中 受到界外异族的偷袭 最终功亏一篑 突破失败 也因此而身影 传承结束后 徐风睁开眼睛 看向玄老 开口问道 说道 玄老 你可听说过界外异族 玄老听徐风说道界外异族 面露宁众之色 说道 自然 玄瑜武神便是死于界外异族之手 顿了顿 玄老接着开口说道 徐风 你可知道 此方世界为何会存在妖兽 徐风神色一动 说道 难不成妖兽也是来自界外 玄老点点头 不错 界外天地百足灵力 各族之间纷争不断 人族在其中也算得上是一大族 不过经常受到其他各族的侵扰 妖族便是其中之一 玄老继续说道 妖族为夺取此界 将众多妖族精血洒入此界 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妖兽 不断蚕食着人族的生存领地 徐风皱着眉头问道 难道我人族就没有大能能够抵御界外异族的侵蚀吗 玄老叹了口气说道 此方世界名为五玄界 乃是由五玄大尊所开辟 五玄大尊是一位武神之上的存在 他独自开辟了这一方世界 并将其作为人族修炼和发展的圣地 可是 界外异族亏似已久 他们不仅派遣妖族潜入 还不断谋划干涉五玄界的安宁 玄老的语气充满了沉重与担忧 他继续说道 五玄大尊创立五玄界 本是希望人族能够再次繁衍生息 避免与界外异族的无尽纷争 然而 界外异族贪婪不止 始终不肯放过这里 你所知的玄皇宗 玄与武神等 都是因为抵御界外异族而陨落的 徐风听到这里 心中生起一股怒火 同时也感受到 肩上的责任更加重大 他坚定地说道 玄老 既然界外异族如此阴险 那我定要为玄与武神 和所有牺牲的前辈 讨回公道 玄老看着徐风 眼中闪过一丝赞赏 有你这样的决心 我相信 五玄界的未来 一定会更加光明 记住 你现在已经是武神 肩负的责任更重 要时刻警惕 界外异族的动向 保护这片天地 徐风接着问道 玄老 我人族应该还有别的生存世界吧 不可能只有五玄界一界 其他世界 可能帮我五玄界化解 界外异族入侵的危机 自然是有的 玄老回答道 我人族掌控着数十玄界 五玄界的实力 在其中 其实排不上号 最强的玄界 乃是天玄界 是我人族的发源之地 其中 大能 强者无数 若是他们能够帮忙 那我五玄界的危机 立马可解 可惜 五玄界与外界的沟通 被妖族封锁了 无法将消息传出去 自然无人来帮忙 玄老说着 看向徐峰 目光中带着一丝殷切 徐峰 如果你有机会 绕过妖族的封锁 到了界外 一定要去天玄界求助 助我五玄界托此你找 徐峰点了点头 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使命感 他知道 保护五玄界 抵御界外异族的入侵 不仅仅是自己的责任 也关乎整个世界的未来 他向玄老郑重地说道 我一定会尽全力 完成这个使命 如果有机会 绕过妖族封锁 时刻准备着 只要你强大到 足以抗衡界外异族 你就能保护这片天地 徐峰离开了秘境 心中对未来 充满了决心和责任 他知道 五神境 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前方的道路 依然艰险而充满挑战 回到宗门后 徐峰继续前行修炼 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 他深知 只有将自身实力 提升到极致 才能真正面对 界外异族的威胁 为五玄界 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 徐峰在天泉宗的藏经阁中 安静地坐在一个 隐蔽的修炼地 室内光线柔和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灵气 这种环境 极为适合深度修炼 他的目光凝视着面前的虚空 思考着自己 在五神境的修炼方向 经过长时间的闭关 他已经达到五神境的巅峰 并具备了更高的修炼目标 现在的我已经在五神境中 站稳了脚跟 那天地 也已经愈发稳固 或许 是时候尝试一下 万法合一的道路了 徐峰自言自语道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尽管他已经掌握了混沌法则 并且拥有破线点的帮助 使他在领悟法则方面 具备了巨大的优势 但他知道 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他决定将修炼的重心 放在不断领悟和融合法则上 徐峰明白 万法合一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他需要将那天地不断完善 逐步将各种法则融入其中 直至将那天地演化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他的目标是通过这种方式 使自己在五神镜的力量 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徐峰开始运转 神灵觉 调动体内的法则之力 他将自己的意识 深入到那天地之中 细细感受每一种法则的流动 每当他尝试将一种新的法则 融入到那天地中时 那天地的构建 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而惊细 这种感觉 宛如在编织一张巨大的网 每一种法则 都是网中的一根丝线 最终将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世界 在修炼的过程中 徐峰不仅仅是在吸收新的法则 更是在不断优化和完善已有的法则 他的那天地 如同一个不断扩展的宇宙 吸纳着各种力量 每一次法则的融入 都让他的那天地变得更加稳固 仿佛在构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世界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 徐峰的那天地 已经接近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以前那种逐步显现的变化 如今已经变得更加明显 那天地中的法则已经趋于圆满 徐峰感受到 自己体内蕴藏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 他的每一次呼吸 每一次心跳 似乎都在为他即将面对的更高层次的挑战 做好准备 徐峰在闭关的修炼地中 专注地领悟法则 将其融入那天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那天地逐渐展现出玄界的特征 宛如一个初步成型的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 徐峰感受到自身修为的显著提升 同时也体验到万法合一的真正奥义 日月星辰的光辉 在那天地中交替出现 仿佛真实的天体运转一般 彰显出时间的流转 金、木、水、火 图五行的法则 在那天地中交融 形成了完整的五行体系 呈现出一种和谐而又充满力量的景象 生与死的交替 枯荣的变化 都是那天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它们让这个微观世界更加生动和真实 徐峰的星神如同一面明镜 映照出那天地中的一切变化 那天地中的灵光跳跃 宛如万千星辰在夜空中闪烁 它的心灵也在这一刻与那天地融为一体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深邃和力量 山川、森林、水泽、大洋等自然风光 在它的那天地中逐一显现 每一种景象都在告诉它 这个世界正在不断演化和完善 这便是万法合一 造化玄界的手段吗 徐峰喃喃自语 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和对现状的满足 万法合一的修炼 不仅让它掌握了无尽的法则 还让它在那天地中创造出了一个仿若真实的世界 它深刻地体会到 这种造化玄界的手段 不仅仅是力量的体现 更是对天地自然的深刻理解和掌控 随着那天地的不断完善 徐峰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 它能够感受到那天地中那种潜在的力量 它们仿佛在等待着某个契机 爆发出更为强大的威能 每一次法则的融入 都让它的那天地变得更加坚实和广袤 仿佛一个正在逐渐扩展的宇宙 此时 徐峰的那天地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修炼空间 而是一个具备了玄界特征的微观世界 他的每一次呼吸 每一次心跳 都在与这个世界的运转 保持着一种奇妙的同步 他感受到自己与那天地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这种感觉让他对未来的修炼充满了信心 徐峰站起身来 感受着那天地中充盈的力量 他知道 这条万法合一的道路虽然艰难 但却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他决心继续修炼 进一步完善自己的那天地 以便在未来的挑战中更加从容自信地应对 玄界出城 想来以我如今的实力 在五神镜中也不算弱者了 也不知那九天秘境开启了没有 想到此处 徐峰拿出九天图 运起神灵觉 运转体内的原力 调动神识来探测九天图中的信息 随着神识的覆盖 九天图中的地图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之前模糊的细节开始显现 徐峰的心跳微微加快 他知道 这张地图将指引他前往九天秘境的准确位置 地图的中心位置标记着一个古老的遗迹 而周围则是一片迷雾缭绕的区域 根据记载 九天秘境的开启条件是九份九天图齐聚 因此 如今图中的变化可能表明秘境即将开启 看来 这便是九天秘境所在地了 徐峰低声自语 心中对即将到来的探险充满期待 他知道 九天秘境不仅仅是修炼的圣地 更是蕴藏着无尽机遇和挑战的地方 徐峰仔细查看了九天图上的细节 随后在藏经阁中找出了五旋大陆的地图 与九天图上的标记进行比对 随着两张地图的重叠 他发现了九天秘境的确切位置 没想到这九天秘境所在地 竟在那极西之地的万妖国中 这倒是有些麻烦 徐峰眉头微皱 心中略感沉重 万妖国 位于五旋大陆的极西之地 是妖族的核心区域 这个地方自古以来被妖族所掌控 妖兽成群 妖气弥漫 危险重重 徐峰知道 以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万妖国背后应该是戒万妖族 不可小缺 徐峰思索到 他深知万妖国的妖族实力强大 如果贸然进入 极有可能遭遇危险 思索片刻后 徐峰出门前往周长老的住处 准备向周长老打听打听万妖国的消息 徐峰找到周长老 恭敬的行礼 周长老 我正在准备前往九天秘境所在地 发现那个地方在万妖国中 万妖国的妖族实力强大 我希望能从您这里了解一些 有关万妖国的消息和注意事项 周长老文言 眉头微微皱起 显得有些凝重 万妖国确实是妖族的重要领地 妖族在其中掌握着强大的力量 这个国家不仅妖兽众多 而且有不少妖帝 妖神级别的强者 对于人族而言 万妖国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地方 他继续说到 进入万妖国之前 务必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首先 你需要了解 万妖国的妖族习性和地理环境 尤其是其中的禁忌和重要区域 其次 你最好能够找到一些可靠的盟友 或许可以寻求一些盟友的帮助 以增强你在万妖国中的生存能力 周长老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一卷地图 递给徐峰 这是我手中 关于万妖国的一些资料和地图 上面标注了重要的地理位置 和妖族的活动范围 你可以带上这份资料 以备不时之需 徐峰接过地图 感激地说道 多谢周长老的帮助 我会小心谨慎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周长老点点头 在万妖国中 最好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也不要轻易与妖族发生冲突 尽量隐藏自己的实力和目的 寻找合适的实际行动 徐峰郑重地表示理解 随后告别周长老 回到了藏经阁中的修炼处 徐峰盘息而坐 拿出周长老给的资料看了起来 过了一会 徐峰将资料收起 目光一亮 没想到这南北商行 在万妖国也有分布 或许可以找他们借借力 心中有了主意后 徐峰迅速起身 离开了藏经阁 他准备前往天泉城中的 南北商行问问情况 徐峰知道 南北商行是一家遍布 五旋大陆的大型商行 实力雄厚 消息灵通 与各方势力关系密切 若能借助南北商行的力量 他进入万妖国的风险 将会大大降低 没多久 徐峰便来到了天泉城中 静止走向南北商行 在天泉城的分布 徐峰没有掩饰自己五神经修为 直接跨步 走进了南北商行的大门 南北商行的掌柜 见到有五神经的强者 来到自己的店里 毕恭毕敬的迎上前 小心翼翼的问道 这位大人 可有什么想要购买的 小老可以为您介绍一二 徐峰神色淡然 摆了摆手 看向掌柜 说道 掌柜的 我听说 你们在万妖国有分布 不知是否属实 掌柜的听到徐峰的话 神色恶然 顿了顿 开口说道 大人 我们确实在万妖国有分布 不知您有何贵干 神经的威压 一股庞大的气势 顿时涌向南北商行的掌柜 掌柜的额头 顿时渗出了密密麻麻的汗水 掌柜的赶忙 用手擦了擦汗水 神色惊恐地看向徐峰 说道 大人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掌柜 这等大事我也做不了主 如若您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向我们的大掌柜 问问情况 掌柜的话音一落 只听闻后堂一个声音传了出来 不知何方强者利临 老朽有失远迎 还望见谅 话音落下 只见一个白发苍苍 面色红润的老者走了出来 掌柜的见到老者出来 立马神色恭敬的行礼 徐峰顺着话音看去 微微皱眉 问道 你是 老者哈哈一笑 说道 老朽裴新叶 铁为南北商行的大掌柜 不知贵客来自何处 徐峰回答道 我来自天泉宗 铁为长老一职 有些事来此请教一二 顿了顿 徐峰接着问道 我想前往万妖国 你们可有办法带我进去 裴新叶文言说道 不知贵客前往万妖国 有何贵干 我们是可以带你进去 但是也要承担着 带你进去的后果 若您进去 是做一些引起冲突的事情 那恐怕我们无能为力 徐峰沉思了片刻 开口说道 我进去乃是找寻一处秘境 并不会与当地的妖族起冲突 这你大可放心 裴新叶文言开口说道 既然如此 那倒是可以让你 随着我们的商队一起进去 徐峰问道 不知要嫁几何 裴新叶文言笑了笑 多个朋友多条路 带您进去 只不过是顺手为之 无需什么报仇 就当是交个朋友 徐峰文言点了点头 按道 这南北商行如此会做事 难怪能够开遍整个大陆 在详细商讨后 南北商行决定派出一支 熟悉万妖国情况的商队 带着徐峰悄然进入万妖国 徐峰混入商队 一路隐匿气息 在安然度过万妖国边境的盘查后 便进入到了万妖国之中 万妖国乃是妖兽的天堂 其中虽也有些人族生活 不过都是最底层的奴隶 一路上 徐峰见到不少妖族 妖兽 在使欢 鞭打人族奴隶 南北商行的人 对着徐峰说道 徐大人 这在万妖国 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您可别因此而暴露了自己 徐峰虽心中有些不愤 不过想起自己答应了南北商行 不与此地妖族起冲突的事 他还是点了点头 若以后 能解决界外一族的威胁 我必来此清算 解放这些被压迫的人族 徐峰心中暗道 徐峰跟随着南北商行 一行人走了一段时间 终于来到了南北商行分部 徐峰也向南北商行等人辞行 既已进入了万妖国 接下来的事情 他一个人去做编购了 告别后 徐峰拿出九天图 与万妖国的地图 仔细比对一二 确定了九天秘境的方向后 徐峰不动声色地 前往九天秘境的所在地 九天秘境的所在地 在一处高原之上 位于万妖国的西北角 徐峰一路小心谨慎 经树日的前行和绕道 他终于成功抵达目的地 只见高原上 一座秘境的入口 耸立其中 没想到这九天秘境 竟然已经开启了 看来这所有的九天图 都已现实了 虽说晚了点 但也算赶上了 如此想着 徐峰毫不犹豫 迈进了九天秘境之门 凭借着九天图的引导 他顺利地进入了 九天秘境第五重天 一进入九天秘境第五重天 徐峰便感受到了 一股浓郁的木枝气息 扑面而来 这里仿佛是一个 被无尽绿色覆盖的木枝世界 草木繁茂 古树参天 藤蔓交错 生机盎然 刚一踏足 无数的木枝法则 便如潮水般 涌入他的内天地 瞬间使得他的内天地演化 更进一步 仿佛整个内天地 都被赋予了一层新的生机与力量 这里果然不凡 徐峰感叹道 随即开始在第五重天中 寻找他所需的 不死天残宫 后续 他小心翼翼地穿行 在这片广袤的木枝世界中 凭借着敏锐的感知 和强大的实力 躲过了各种凶兽 和危险的法阵 终于 在一片隐秘的古墓森林深处 他发现了一株奇异的灵树 这灵树上 接着几棵泛着淡淡金光的果实 徐峰眼前一亮 仔细辨认 确定这是罕见的九死还生果 一种能大幅提升生命力 和恢复能力的天才地宝 九死还生果 果然 不愧是传说中的灵物 他心中暗喜 收取了果实 继续向前探索 不久后 徐峰在一片古老的遗迹前 停下了脚步 遗迹中隐约闪动着些许光芒 他踏步进入其中 果然发现了一卷陈旧的残叶 翻开残叶 徐峰的心跳 不由地加快了几分 那正是不死天残宫的后续残卷 徐峰仔细参悟了残卷 两久 一丝笑容出现在徐峰脸上 少了这么久 总算是将不死天残宫补全了 这次的收获真是不小 徐峰不由地微微一笑 他知道 这不死天残宫的后续功法 若能彻底掌握 必将使他的实力更上一层楼 特别是在面对界外妖族 和更强大的敌人时 能够极大的增强他的生存能力 徐峰将残卷和九死 还生果收好 继续向着秘境的更深处进发 徐峰在九天秘境的第五重天中 不断深入探索 周围充满了浓郁的木枝法则气息 秘境中的环境 仿佛是一个无尽的森林 古树参天 灵草遍地 每一步都让他感受到 法则之力的充盈 这种充实的力量 使得徐峰的内天地 不断得到滋养 演化愈发完善 在他的四处搜寻下 不少天才地宝 被他收入囊中 每一件都散发着浓厚的灵气 为他的修行 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随着探索的深入 徐峰突然被眼前的荧幕震撼住了 一株高耸露云的参天大树 出现在他面前 这棵巨树的树干 宽厚如山 树棺遮天蔽日 甚至看不到尽头 它的树皮 犹如古老的青铜铠甲 泛着深绿色的光泽 透着古朴而神秘的气息 徐峰不禁感叹道 如此高大的树木 恐怕就算是传说中的剑木 也不过如此了 他细细打亮着这棵巨树 心中充满了敬畏 就在他沉浸在震惊中的时候 几道锐利的目光 从巨树的底部射来 带着浓烈的敌意 徐峰紧觉起来 迅速回过神 朝着目光的方向望去 只见树下 站着几名妖族舞者 他们身上 散发着强大的妖气 显然实力不凡 这些妖族中 为首的一个妖族 面容冷峻 目光冰冷 一看便知 是这些妖族的首领 他们盯着徐峰 眼中充满了敌意和杀意 是人族 他是怎么进来的 为首的妖族皱眉 显然对徐峰的出现感到意外 他随即转头 对着身旁的 一名马脸妖族吩咐道 马六 你去解决了他 别让他坏了我们的好事 那名马脸妖族 身材高大 浑身散发出凶悍的气息 他应了一声 遵命 少主 我这就去拧下他的头颅 说完 他宁笑着向徐峰走来 脚步沉重 每一步踏出 地面都振战不已 仿佛大地 也在为他的凶猛而站立 马六的凶猛气势 扑面而来 他的妖气 在空气中 汇聚成一头 争鸣的妖兽虚影 伴随着他的步伐 向徐峰扑去 徐峰健壮 心中一灵 这马脸妖族的实力 不容小觑 显然是五神镜的强者 他迅速运转内天地的力量 法则之力 在体内流转 与马六的妖气对峙 而不落下风 马六一声怒吼 猛然挥动手中的巨斧 斧头上妖气弥漫 直取徐峰的头颅而来 这一击势大力尘 携带着撕裂空气的呼啸声 仿佛连空间 都被劈开了一道裂缝 徐峰不敢怠慢 他迅速施展身法 身影如同幻影般闪避开来 同时 手中凝聚出一团法则之力 反手朝马六劈去 两股力量在空中猛烈对撞 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徐峰的攻击刚猛无比 而马六的巨斧 则带着妖族特有的凶悍 两者僵持不下 一时间 整个空间 仿佛都被这股激烈的能量波动所撼动 四周的树木 在这股冲击下 纷纷倒塌 尘土飞扬 马六眼见一击未果 怒火更胜 手中的巨斧连连挥动 每一斧都带着极强的破坏力 是要将徐峰当场斩杀 徐峰沉着应对 内天地的力量不断涌动 凭借着玄界雏形的加持 他的身体在攻击中灵活穿梭 避开了马六的最强攻击 同时不断寻找对手的破绽 战斗越发激烈 马六的攻击 渐渐显露出疲态 而徐峰的内天地 在对抗中不断运转 吸收秘境中的法则之力 使得徐峰的力量愈发强大 就在马六入出一个致命的破绽时 徐峰果断出手 一掌拍出 直接凝聚出一股玄界之力 化作一道灵力的光芒 直接轰中了马六的胸口 马六闷哼一声 身体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 狠狠地撞在了巨树的树干上 吐出一口鲜血 显然受了重创 徐峰并未给他喘息的机会 他的身形如同鬼魅般迅速逼近 手中玄界之力再度汇聚 一掌击向马六的头颅 马六惊恐地睁大双眼 然而 他已经无法再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击 随着徐峰的一掌落下 马六的身体猛然一颤 眼神逐渐涣散 最终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失去了生机 见到马六被徐峰一掌击杀 其余的妖族面面相去 显然没料到 这位看似年轻的人族舞者 竟然如此强悍 竟敢在我面前杀我手下 今日你休想活着离开 妖族少主挥手示意 剩下的妖族舞者立刻围拢过来 将徐峰团团包围 徐峰却毫无畏惧 他站在巨树下 目光如电 冷冷扫视着这些敌人 玄界之力在体内不断涌动 区区妖族也敢挡我的落 徐峰冷笑一声 身形再度抱起 他的攻击如同疾风咒语般席卷而出 内天地的力量在每一击中 发挥到极致 将敌人一一击退 巨树下的战斗再度掀起 尘土飞扬间 徐峰的身影宛如战神 敌人接连倒下 妖族少主看着手下被徐峰一一击败 脸色铁青 骂道 真是一群废物 连个人族都对付不了 随后妖族少主看向徐峰 说道 人族 你实力不错 只要你臣服于我 我可饶你一命 徐峰闻言 失笑道 真是大言不惭 就凭你 也妄想我臣服 做什么春秋大梦呢 妖族少主气急 怒道 果然是愚蠢的人族 既然你想死 我便成全你 说完 妖族少主瞬间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妖气 只见其脑袋上瞬间长出了两只牛角 随后 妖族少主身影一转 出现在徐峰头顶上方 势大力沉的一脚踏下 蟒牛踏天 给我死了 只见一只巨大的牛角虚影 浮现在徐峰上方 朝着他压迫而下 徐峰不敢大意 玄界之力运转 覆盖于双拳之上 对着牛角虚影 双拳猛地挥出 拳脚相交 爆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徐峰脚下所占之地 瞬间化为一片虚无 那牛角虚影也逐渐消散 徐峰立于虚空 看向前方的妖族少主 甩了甩手臂 咧嘴笑道 这就是你的手段吗 也不咋地啊 妖族少主健壮 脸色更加阴沉 他盯着徐峰 眼中寒意凛然 显然徐峰的反击 彻底激怒了他 在这场对决上 哼 别以为挡下我一击 就有狂妄的资本 我可是妖族天骄之一 妖族少主怒吼一声 全身妖气暴涨 宛如一团黑云笼罩 在他身中 空气中的灵气 仿佛被强行抽离 形成了一个恐怖的真空领域 徐峰感受到了一股 强大的威压 仿佛无数座大山 向他压来 令人窒息 妖族少主怒目圆争 双手一挥 天空中突然出现了 无数黑色闪电 声音如同雷鸣般震耳 既然你不知好歹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妖族真正的力量 雷牛破天 伴随着他的怒吼 一头巨大的牛型虚影 出现在他的背后 这头牛型虚影通体 覆盖着雷霆闪电 浑身散发着毁天灭地的气势 随着少主一声令下 那牛型虚影 咆哮着向徐峰冲去 速度快如闪电 雷光闪烁间 整个空间仿佛被撕裂了一般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强大攻势 徐峰目光锐利 毫不退缩 他身之妖族少主这一击的恐怖 立即催动内天地的力量 玄界之力涌动间 一道道法则之力 环绕在他的身中 将他保护在气中 徐峰深吸一口气 浑身气势猛然爆发 如同一轮烈日升起 混沌法则和玄界之力 在他体内不断交织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领域 混沌破须 徐峰爆喝一声 双拳猛然轰出 他的拳头携带着浓郁的 混沌法则之力 宛如两颗星辰在空中相撞 雷霆与混沌法则纠缠交织 化为一道道刺目的光芒 令周围的妖族舞者纷纷避退 难以直视 徐峰的攻击势如破竹 混沌法则之力 如同狂风暴雨般 轰击在雷牛虚影上 那雷牛虚影虽强 却也逐渐被徐峰的力量所压制 身形在震荡中变得摇摇欲坠 徐峰趁事上 双拳再度轰出 玄界之力如同汪洋大海般涌动 直接撕裂了雷牛虚影的身躯 将他彻底击溃 雷牛虚影崩溃的瞬间 妖族少主身体剧烈一阵 口中喷出一口鲜血 显然是受到了极大的反噬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徐峰 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与不甘 怎么可能有如此力量 徐峰站在虚空中 双拳收回 当然道 你以为你妖族的所谓天骄 就能压我一头吗 你们自诩天生强大 却不知 这天地间真正的强者 是不断打破极限的人 区区雷牛 怎能撼动我的那天殿 妖族少主眼中闪过一丝狠辣 他咬牙切齿道 徐峰 今日之如 我绝不会忘记 他日必定让你十倍奉还 说完 他迅速捏碎了一块玉符 顿时被一道光芒包裹 身影渐渐变得虚幻 瞬间消失在徐峰面前 徐峰冷哼一声 并未追击 他知道 以妖族少主的背景 想要彻底击杀他 并不容易 但今日一战 已足够让他铭记于心 徐峰收敛气息 朝着那巨木走去 来到巨木跟前 看着那宽广无比的巨木 徐峰不由地感叹道 真是壮观啊 不值得多少年 才能长成这样 说完 徐峰伸出手掌 按在巨木之上 想要感受一下 这来自远古之物的触感 就在徐峰的手掌 附在巨木之上时 一股惊讶之色 出现在徐峰脸上 一道提示出现在徐峰脑海 发现可吸收原力 是否吸收 面板久违地发出了提示 这是徐峰没意料到的情况 这原力是何物 面板竟然还可以吸收外物 没有一丝犹豫 徐峰按道一声 吸收 瞬间一股强大的吸力 从徐峰手中出现 不断吸收着 从巨木之上传来的奇异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徐峰感觉到 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 在体内迅速凝聚 那股力量 仿佛带着无穷的生机 与浓郁的木之法则 每一丝力量 都蕴含着强大的造化之力 这股力量 源源不断地 涌入它的内天地中 使得内天地的演化 更上一层楼 这原力到底是什么 这股力量 似乎比我以往所接触的 任何力量 都更加精纯 徐峰感受到 内天地中的山川河流 日月星辰 愈发真实 几乎要化为实体 玄界的雏形更加清晰 空间的稳定性 也大幅提升 它能明显感受到 内天地中的生机 巨木表面逐渐失去了光泽 原本充满生机的枝叶 也开始变得枯黄 徐峰察觉到这一变化 心中有所触动 他感知到 这颗巨木 似乎在经历着一场 前所未有的衰竭 而这一切 正是因为 他在吸收巨木的原力 巨木的光芒逐渐暗淡 生机也在不断流失 徐峰闭上双眼 神识内视 体内的变化 让他心中充满惊喜 他的内天地 已经变得愈发完整 仿佛再进一步 便能从虚幻走向真实 那股掌控天地的感觉 愈发清晰 忽然 徐峰感受到 一股磅礴的力量 从内天地深处涌出 那是由原力 凝聚而成的全新力量 这股力量 不再是单纯的木之法则 而是一种 更为高级的造化法则 能够赋予万物生机与形态 徐峰的心神 在这一刻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名境界 他感悟到了一丝 关于天地造化的本质 仿佛看到了 玄界的最初起源 这就是造化之力 徐峰心中豁然开朗 这股力量 让他的内天地 脱胎换骨 从一个不完整的虚幻空间 逐渐向一个真正的玄界转化 山川大河 草木花鸟 生灵万物 仿佛都在徐峰的意念下苏醒 每一个法则的波动 都极为自然 仿佛他已经成为了 内天地的主宰 与此同时 徐峰的修为 也在不断攀升 原本只是五神镜前期的他 已经悄然达到了五神镜中期 徐峰感受着内天地的变化 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满足 这次在九天秘境的收获 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不仅得到了九死还生果 和不死天残功的残隽 还借助那神秘巨目的原力 大幅度推进了 内天地向真实世界的演化进程 没想到 这次进入秘境 竟还有意外之喜 直接将我内天地的进程 推进了这么多 徐峰感慨到 他能够明显感受到 自己体内的天地 已经具备了玄界的特征 甚至隐隐有了 爆发出更加恐怖的力量 沉浸在对力量的掌控中 徐峰将心神沉入脑海 准备查看自己的面板数据 自从得到这个面板以来 他一直是徐峰最大的助力 帮他不断突破瓶颈 提升实力 然而 当他调出面板时 却看到了一行令人意外的提示 升级中 暂时无法使用 看着面板上这突如其来的提示 徐峰愣了一下 随即心中掀起一阵波澜 面板竟然还能升级 徐峰有些不敢相信 他回想起 自己刚刚吸收原力时 面板那主动的提示 心中渐渐明白了过来 看来是那原力的作用 没想到这原力 竟然能够让面板升级 真是意外之喜 徐峰暗自私存 面板作为他最大的底牌之一 如今能够提升 意味着未来的路上 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虽然暂时无法使用面板 但徐峰并不着急 眼下 提升了实力的他 更需要稳固自己的境界 消化这次 得到的诸多收获 尤其是那不死天残功的残卷 蕴含着极为深奥的生命之道 若是能够完全掌握 将会对他的战力 产生巨大的增幅 面板升级倒是其次 眼下最重要的是 赶紧离开万妖国 那老十字少主出去后 不知道会做什么妖 要是被他揪及人马 在秘境外埋伏我 我恐怕逃不了好 徐峰心中明白 此时最重要的是 迅速脱身 不让自己陷入险境 他稍微调整了一下心绪 迅速将身上的气息收敛起来 往秘境出口的方向走去 经过刚才的激战 他深知自己已经收获颇丰 不死天残功的残卷 九死还生果 甚至巨木的原力 这些都让他的实力大幅度提升 然而 贪心是修行者的大忌 若因一时不慎 被那妖族少主带人堵在秘境外头 便是徒增风险 得不偿失 徐峰调整了一下心绪 便毫不犹豫地 朝着离开秘境的方向走去 尽管他内心 仍然对秘境的更深处 充满好奇和期待 但他深知 贪多嚼不烂的道理 尤其是 在敌人虎视眈眈的情况下 贸然前行 无异于自投罗网 徐峰以最快的速度 穿过秘境内的障碍和险地 一路飞驰 最终顺利抵达了出口 然而 当他踏出秘境的那一刻 空气中弥漫的杀意 骤然袭来 徐峰心中一紧 抬眼望去 只见周围早已聚集了一群妖族强者 其中为首的 赫然正是那位妖族少主 少主眼神阴冷 满是杀意 身后跟随的妖族舞者 也都虎视眈眈 杀气腾腾地 将徐峰团团包围 果然是你 徐峰面色微沉 但并未露出惊慌之色 事实上 他早已料到 对方不会善罢甘休 只是没想到 会来得如此迅速 妖族少主宁笑一声 挥手示意 手下将徐峰围困住 你以为跑得了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妖族少主冷声道 他身后的妖族强者们 也齐齐怒吼 武神镜的气息 压迫而来 如同狂风暴雨般 席卷制 徐峰眉头微皱 他虽然已经实力大增 但面对如此众多的 武神镜强者 依然感到一丝棘手 战斗瞬间爆发 徐峰身形如电 玄界之力 与内天地的力量 不断交织 每一招每一事 都爆发出惊人的威势 然而 敌人实在太多 妖族少主 更是亲自出手 联合众多武神镜强者 对徐峰进行围攻 在这股排山倒海的攻势下 徐峰逐渐感到力不从心 体力和内天地的力量 消耗剧烈 他的身影 也开始显得有些吃力 呵呀 妖族少主猛然出手 一拳击中了徐峰的胸口 将他震飞树杖 徐峰口吐鲜血 脸色苍白 身上的气息 瞬间萎靡下来 妖族少主宁笑连连 带着强烈的杀意步步逼近 人族 受死吧 就在徐峰身受重创 难以支撑之时 一道光芒 忽然从他的体内绽放开来 那是来自不死天残弓的力量 在死亡的瞬间激活 瞬间将徐峰包裹其中 妖族少主 还未来得及反应 就看到徐峰的身体 开始发生惊人的变化 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原本消耗殆尽的力量 再次充盈体内 甚至比之前更为强大 徐峰猛然睁开眼睛 眼中闪烁着灵力的光芒 他的气息急剧攀升 仿佛突破了某种极限 妖族少主 和众多妖族武神镜强者 皆是面露惊恐 他们显然没有料到 徐峰竟然还能起死回生 更没料到 复活后的徐峰 竟然如此恐怖 这怎么可能 妖族少主惊呼出声 然而 徐峰已不给他们再发问的机会 玄界之力全面爆发 徐峰宛如战神降临 速度之快 力量之强 已非先前可比 每一拳每一脚 都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威势 敌人根本无法招架 破 妖族少主还未能躲避 便被徐峰一拳打中胸膛 巨大的力量将他的五脏六腑 尽数震碎 妖族少主瞪大了双眼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 但却再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整个人倒在血泊中 再无声息 其余的妖族强者健壮 更是心胆剧烈 纷纷四散而逃 徐峰冷哼一声 毫不留情地 将这些逃窜的妖族逐一斩杀 血流成河 妖族强者们的尸体 横七竖八地倒在徐峰脚下 他的身影被鲜血染红 宛如从血海中走出的沙神 战斗结束 徐峰助力于战场中央 感受着体内无比充沛的力量 他清楚 这不仅是因为不死天藏宫的神器 更是因为自己在生死一线中 突破了自身的极限 徐峰仰头望向远方 心中坚定无比 他知道自己距离真正的强者之路 又进了一步 界外一族 妖族 终有一天 我要让你们为所有的罪行付出代价 徐峰握紧了拳头 内心燃起熊熊的斗志 他收敛气息 转身踏上了归途 经过几日的长途跋涉 徐峰终于成功穿越了万妖国的境地 回到了天泉宗境内 看着远处熟悉的山川河流 徐峰心中一松 终于感觉到一丝安全 天泉宗 我回来了 徐峰深吸一口气 感受着久违的宗门气息 心中涌起一股归属感 尽管过程充满了艰险 但他成功完成了此行的目标 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道心 徐峰返回天泉宗后 迅速闭关 消化在九天秘境中的种种收获 内天地的演化 因为内剧目的原力 而大大推进 而不死天残宫的参悟 也让他的生存能力更上一层楼 闭关之中 徐峰尽心参悟 不死天残宫的真谛 这门功法 不但能让他在绝境中涅槃重生 更能借此提升实力 甚至有望在未来 打破自身的极限 就在徐峰全心闭关之时 万妖国中 却掀起了轩然大波 妖族少主的尸体被发现时 已经是一片狼藉 凶手并未留下丝毫线索 周围所有的妖族强者 也无一幸免 全数毕命 此事震动了整个万妖国 无论是妖族高层 还是普通妖族 都愤怒无比 他们怎能容忍如此挑衅 消息传回万妖国 整个国度一片愤怒 妖族少主身份尊贵 乃是界外擒天妖王之子 此事很快被传到了 万妖国国主耳中 这位妖族国主性情暴力 对人族本就充满敌意 如今得知 来自界外的贵客 死于秘境 更是怒火中烧 为了给妖族少主报仇 万妖国主迅速下令彻查此事 全力搜寻凶手 然而 徐峰在秘境中 已经将所有相关人员 尽数灭杀 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万妖国的搜查行动 陷入僵局 找不到凶手的踪迹 万妖国国主愈加狂怒 是此事为对整个妖族的侮辱 为了给妖族少主祭奠 妖族国主扬言要灭一国人族 以此来震慑所有感对妖族不敬之徒 这一决定 立刻在万妖国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妖族士气高涨 纷纷磨刀霍霍 准备展开大屠杀 徐峰在闭关中也听到了这一消息 他眉头紧锁 心中暗觉不妙 深入打听之后 他了解到 那妖族少主 竟是界外一族擎天妖王之子 擎天妖王实力强横 乃是妖族所辖混妖界界主 手下强者无数 徐峰明白 这件事若是牵扯到界外一族 事情将更加复杂 甚至会牵动整个五旋界的局势 原来那妖族少主背后 竟然还有界外一族的背景 怪不得万妖国会如此大动干戈 徐峰喃喃自语 心中对未来的局势发展感到一丝担忧 他知道界外一族的插手 意味着这场争端 不再是单纯的与万妖国的冲突 而是整个五旋界面临的严峻考验 为了应对可能的威胁 徐峰决定抓紧时间提升自己的实力 他在闭关中继续参悟不死天残宫的奥妙 将这一功法的潜力进一步激发出来 他明白 唯有不断变强 才能在未来的风暴中立于不败之地 保护自己在意的一切 与此同时 万妖国开始调动大量兵力 准备对人族发起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一时间 五旋界中各大势力风声鹤唳 人族各国纷纷戒备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妖族进攻 战火即将燃起 五旋界的局势瞬息万变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一股压抑的气息 在万妖国的影响下 大洲境内各大妖兽巢穴开始躁动 云梦泽 吴向海 万寿林等地的妖兽集体暴动 这些妖兽平日里虽与人族偶有摩擦 但如今似乎受到了某种指引 纷纷越界进犯 直扑大洲境内各大城池 短时间内 大洲的防线频频告急 数座城池被妖兽攻破 城中百姓流离失所 整个大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天泉宗作为大洲的守护者之一 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宗主迅速召集宗门弟子 派遣大量强者下山灭妖 力图稳住大洲境内的局势 各大长老纷纷亲自出手 带领弟子前往各地支援 作为天泉宗的顶尖站立 徐丰更是被围以重任 被派往妖兽肆虐最为严重的万寿林 万寿林 这片地势险峻 妖兽众多的地域 如今已成为了妖兽暴动的核心 无数妖兽从山岭中涌出 像潮水般冲击着大洲境内的村庄与城池 面对这些凶猛的妖兽 徐丰毫无巨色 他站在万寿林的边缘 冷眼注视着那群妖兽的狂潮 玄界之力在他的体内奔腾 他的那天地在不断演化 法则之力在周身环绕 使得他的气息无比强大 徐丰冷静地扫视着眼前的战场 一口气 双目中闪过一道灵力的光芒 他脚下猛然一塌 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 冲入妖兽群中 那天地的力量爆发开来 他的每一击都蕴含着无穷的威力 拳风过触 妖兽纷纷被撕裂成碎片 血雾弥漫在空气中 妖兽们凶狠异常 但在徐丰面前却显得如此脆弱 他的身影在妖兽群中穿梭 每一次挥拳 每一次踢腿 都伴随着妖兽的惨叫与鲜血 徐丰的战斗风格如同狂风暴雨 迅猛而致命 万兽岭的地面在他的脚下振战 无数妖兽在他的怒火中灰飞烟灭 面对着无尽的妖兽巢 徐丰没有丝毫退缩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守护大洲 守护人族 在这片妖兽横行的战场上 徐丰的身影宛如战神一般 所向披靡 他的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每一拳 每一击 都像是打在妖族的脸上 尽管战斗无比激烈 但徐丰依旧沉着冷静 他不仅要灭杀妖兽 更要寻找这场暴动的源头 凭借着对法则的敏锐感知 徐丰逐渐锁定了一个强大的气息 那是万兽岭中最强的妖兽首领 他正指挥着这些妖兽 发动进攻 找到你了 徐丰冷笑一声 身影瞬间爆起 直扑万兽岭身处 那里 一头庞大的妖兽 正在山巅上俯视着战场 他身形如同山月 通体布满坚硬的灵甲 双目中透着凶狠的光芒 他感受到了徐丰的逼近 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周围的妖兽 立刻疯狂涌向徐丰 试图将他淹没 那庞然之物 赫然便是万兽岭的统治者 妖神静的存在 山领巨妖 山领巨妖的双眼 如火炬般盯住徐丰 仿佛对入侵者 充满了无尽的愤怒 他张开血盆大口 嘶吼一声 天地为之震动 周围的妖气 汇聚一股狂暴的气流 朝着徐丰席卷而来 徐丰立刻激发内天地 玄界之力 如同无形的屏障 将那妖气抵挡在外 果然不凡 徐丰目光威宁 感受到这妖神身上 强大的气息 看来这才是万兽岭 真正的主人 山领巨妖不再等待 他抬起巨大的爪子 猛然拍下 空间仿佛都被这一爪撕裂 威势无可匹敌 徐丰不敢大意 他身形一闪 避开山领巨妖的正面攻击 同时运转玄界之力 整片天地在他的掌控下 开始剧烈震战 山领巨妖的攻势固然狂暴 但徐丰的内天地 同样不容小觑 凭借对法则的深刻掌控 徐丰将内天地的力量不断压缩 化作一柄无形的利剑 直刺山领巨妖的要害 神风烟空剑绝 徐丰一声低贺 手中利剑 骤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剑气如风般 无形无相 却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随着徐丰剑绝挥出 那股风锐之气 顿时撕裂虚空 直扑山领巨妖而去 山领巨妖发出震天的怒吼 猛然挥动巨爪 想要阻挡 然而 剑气却如同无形的风般 绕过他的防御 瞬间切入他的灵甲之中 山领巨妖的灵甲 坚不可摧 但在徐丰的神风烟空 剑绝面前 依然如指般脆弱 剑气从他的胸膛贯穿而过 带起一片血液 山领巨妖痛苦的咆哮 庞大的身躯 在剑气的撕裂下 逐渐崩溃 徐丰的攻势毫不留情 神风烟空 剑绝连绵不绝 每一剑都精确无比地 切割着山领巨妖的生命力 渐渐的 山领巨妖的动作 变得迟缓 原本不可一世的强大气息 开始迅速衰弱 最终 山领巨妖的身躯 在徐丰的剑气绞杀下 轰然倒地 化作无数碎片 消散在天地间 徐丰站在妖神的尸体前 呼吸略微急促 这场战斗虽然激烈 但他凭借内天地和神风 烟空见绝 最终还是成功斩杀了 这头强大的妖神 他低头看了看 地上残留的妖神尸体 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庞大能量 徐丰没有浪费 将妖神的尸体 收入内天地之中 用以滋养和强化自己的世界 斩杀了万寿岭的妖神后 徐丰站在那片山岭之巅 俯瞰着整片土地 此时的万寿岭 已然陷入了一片死寂 再没有妖神的威压和执意 剩余的妖兽 如同无头苍蝇般 四散奔逃 徐丰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这片妖兽横行的领地 曾经给大洲境内 带来了无尽的灾祸 如今是时候 将这一隐患彻底铲除 徐丰身形一晃 犹如一道流光 徐丰在山岭间迅速穿梭 他的每一次落脚 都会引发地洞山摇 玄界之力扑展开来 将四周的妖气驱散殆尽 那些原本肆意妄为的妖兽 在徐丰的力量面前 无意能幸免于难 无论是身披厚重灵甲的巨蟒 还是拥有锐利爪牙的猛虎 在徐丰的神风烟空剑爵面前 都如同纸壶般脆弱 被轻易斩杀 徐丰的那天地完全展开 笼罩了整个万寿岭 他的每一步都如同裁决 那些妖兽 无论藏在何处 都被他精准无误地找到 徐丰仿佛化身为审判者 冰冷无情地清除着 这片山岭上的一切敌意 随着一只又一只妖兽被清理 原本遍布妖气的万寿岭 开始逐渐恢复宁静 每一次挥见 徐丰都感受到 自身力量的流转 和法则的交织 内天地中的玄界之力 不断涌动 随着妖兽的陨落 而愈发强盛 那些妖兽的尸体 也被徐丰收入内天地中 成为他演化世界的养分 每清除一个妖兽 他的内天地便得到一次强化 规则的稳固程度 也随之提升 清理过程中 徐丰不断感悟着 不死天残宫与玄界法则的奥妙 妖兽的疯狂反扑虽猛烈 但在徐丰面前 皆如土鸡娃狗 他的攻势 如风暴般席卷整片山岭 无以妖兽能够逃脱 每当妖兽的利爪 力齿逼近时 徐丰总能迅速闪避 并给予致命一击 他的动作干净利落 毫无多余 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狩猎 这些妖兽若任其生长 迟早会成为祸患 徐丰冷冷道 剑锋指向前方 他继续前行 万兽岭的每一寸土地 都被他仔细探查 每一头残存的妖兽 都在他的剑下扶珠 最后 当最后一头妖兽 倒在他的剑下时 整个万兽岭彻底安静了下来 徐丰站在山岭的最高处 遥望着远方的天际 这里的妖兽 再也无法威胁到大洲境内的百姓 而徐丰的内天地 也因为这场清除战役 而更加壮大 万兽岭已无妖害 徐丰收回剑锋 轻声说道 他深吸一口气 感受着空气中的血腥味 渐渐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久违的宁静 解决了万兽岭的妖兽后 徐丰没有丝毫停留 立即转身 朝云梦泽进发 云梦泽是大洲境内 另一处妖兽横行的危险之地 面积广袤 沼泽密布 环境极为复杂 自从万妖国的异动 影响到大洲境内 这里的妖兽也开始频繁暴动 给附近的城镇和村庄 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虽然天拳宗的众多强者 已纷纷下山支援 但云梦泽内 妖兽数量众多 实力强大 剿灭工作进展艰难 徐丰一路急行 片刻不停 来到云梦泽边缘时 便见到了 正在与妖兽奋力厮杀的人族强者 妖兽们仿佛被无形的力量驱使 不断从沼泽深处涌出 每一只妖兽 都浑身裹挟着浓郁的妖气 嘶吼声此起彼伏 徐丰目光一扫 便看到了 几名天拳宗的弟子 正在与一头巨型蟒蛇击战 那蟒蛇浑身鳞片 宛如铁甲般坚硬 张口便喷出剧毒 逼得几名弟子连连后退 徐丰双目微眯 身形一闪便出现在众人身前 只见他手中神风烟空剑绝 瞬间爆发 剑气如虹 直接斩向那头巨型蟒蛇 巨蟒嘶吼一声 巨尾甩动 企图将徐丰扫飞 但剑气在瞬间洞穿了他的防御 直接将其头颅斩下 鲜血飞剑中 巨蟒身躯轰然倒地 剑气大片泥水 徐师兄 见到来人是徐丰 几名天拳宗弟子露出欣喜之色 他们虽是宗门中的精英弟子 但面对云梦泽中的强大妖兽 依旧力不从心 徐丰的到来 无疑是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 师兄 小心些 这里还有其他强大的妖兽 一名弟子提醒到 徐丰微微点头 神情镇定 他没有片刻迟疑 立即投身于剿灭妖兽的战斗之中 他的剑光不断闪烁 每一次挥剑都带走一头妖兽的生命 云梦泽中那些原本无惧生死的妖兽们 在徐丰的强大力量面前 纷纷溃败 徐丰的那天地在云梦泽展开 将四周的妖气压制得死死的 那些妖兽无法再肆意行动 犹如被关入了一个巨大的囚龙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徐丰逐步深入云梦泽 妖兽们的数量虽多 但在他强大的剑爵与玄界之力下 几乎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他的锋芒 徐丰的身影如电 来去如风 每一次出手都干净利落 剑气在沼泽之上掀起层层涟漪 连同那些凶残的妖兽一起卷入其中 他一路斩杀 直至来到云梦泽的中心地带 这里盘踞着一只实力堪比武神镜的妖兽 云梦巨鳄 此妖兽乃是云梦泽的霸主 体型庞大如山岳 全身富满厚重的灵甲 拥有极强的防御力和攻击力 面对徐丰 这只云梦巨鳄显然感受到了威胁 发出低沉的咆哮 巨尾一甩便卷起滔天巨浪 向徐丰拍来 云梦巨鳄乃是云梦泽的主宰 其实力堪比武神镜 他的体型庞大如一座山岳 浑身覆盖着厚重的灵甲 防御力惊人 徐丰刚踏入他的领域 巨鳄的眼睛便缓缓睁开 透出凶狠的光芒 整个沼泽仿佛都因他的苏醒而颤动 吼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 云梦巨鳄从泥潭中 翻起巨大的身躯 巨尾一甩便卷起漫天的泥水和巨浪 仿佛要将徐丰吞没 徐丰眼中寒光一闪 毫不畏惧 他的身形如电 瞬间闪避到一侧 同时 手中长剑横扫而出 神风烟空剑绝 在空中划出一道炫目的剑芒 神风烟空 剑动八方 剑芒灵力无匹 宛如巨风骤起 直斩云梦巨鳄的身躯 云梦巨鳄怒吼一声 巨大的身躯 以惊人的速度翻滚 躲过了剑芒的风位 但他的灵甲 仍然被徐丰的剑气 撕裂出一道深深的裂痕 鲜血喷涌而出 见到这一幕 徐丰双目微眯 玄界之力在体内运转 他将内天地的力量 灌注于神风 烟空剑绝之中 剑气愈发凛冽 云梦巨鳄感受到了威胁 巨大的尾巴再次挥动 带着呼啸的镜风 砸向徐丰 徐丰冷哼一声 身形闪烁间 避开攻击 玄疾腾空而起 手中长剑高高举起 玄界之力 开 随着徐丰一声低吓 玄界之力在他周身蔓延 形成一个无形的领域 将云梦巨鳄牢牢笼罩 云梦巨鳄在 玄界之力的压制下 动作明显迟缓 他的巨尾再次挥动 但在玄界的压迫下 那原本无间不摧的尾姬 却显得力不从心 徐丰没有给云梦巨鳄喘息的机会 神风烟空剑 绝如疾风咒语般连续批出 剑芒纵横 斩向巨鳄的各处要害 巨鳄奋力挣扎 巨口猛张 喷出腥臭的毒物 试图逼退徐丰 徐丰眼神冷冽 身形如闪电般 穿梭于毒物之中 神风烟空剑绝 在玄界之力的加持下 威力倍增 给我破 徐丰大喝一声 剑光骤然一胜 化作一道璀璨的剑红 直刺云梦巨鳄的头颅 巨鳄的灵甲再度破裂 剑气贯穿了他的防御 刺入了他的脑海 云梦巨鳄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 巨大的身躯剧烈挣扎 但在徐丰的剑下 他的挣扎渐渐无力 最终 云梦巨鳄庞大的身躯重重倒下 掀起一片滔天巨浪 徐丰站在他的尸体旁 长剑轻颤 剑尖低落的鲜血 融入泥潭之中 云梦泽的主宰终于陨落 沼泽中的妖兽也失去了最后的支柱 纷纷四散奔逃 徐丰收起长剑 站在云梦泽的沼泽边缘 目光深邃地望向远方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 云梦巨鳄的陨落 彻底解决了这片区域的妖幻 云梦泽的危机终于得以平息 周围的妖气逐渐散去 四周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云梦巨鳄已除 云梦泽的妖幻也该告一段落了 徐丰喃喃自语 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战果 他感到内心的责任已经不分完成 但同时 他也意识到 还有更多的战斗在等着他 想到吴向海的情况 徐丰的目光变得沉稳起来 吴向海那边 宗主亲自过去了 应该问题不大 徐丰略做思考后点了点头 宗主的实力深不可测 亲自出手解决妖幻 徐丰对他的能力毫无疑问 接下来 该是直面万妖国的时候了 徐丰眼神坚毅 朝着万妖国的方向遥望了一眼 随即转身踏步离去 当徐丰行至万妖国边境时 眼前的景象让他眉头紧锁 几个毗邻万妖国的小国 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妖族的铁蹄 肆无忌惮地 踏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战火在城池之间蔓延 曾经平静的村庄 变成了废墟 家园被焚毁的景象 触目惊心 人族的哭喊声 求救声 此起彼伏 空气中弥漫着硝烟与血腥的味道 曾经宁静的边境 如今已然化作战场 到处都是逃难的百姓 和奋战的士兵 妖族简直是肆无忌惮 徐丰目光冷冽 紧握双全 内心涌起 振振怒意 万妖国主的疯狂报复行动 已然超出了任何理智的范畴 无数无辜的人族百姓 正因为这场毫无意义的复仇而丧命 徐丰知道 这不仅仅是妖族与人族之间的争斗 更是界外一族 对五玄界秩序的公然挑衅 这场屠杀必须停止 徐丰在心中默默发誓 他不会再让更多无辜的人受害 也绝不允许妖族的恶行继续蔓延 徐丰感受到体内涌动的玄界之力 他的力量在不断积聚 这不仅是为了应对眼前的危机 更是为了替那些逝去的生灵讨回公道 徐丰神色凝重 不乏坚定地朝着万妖国皇宫的方向急行 一路上 他已将无数妖族强者斩杀于剑下 鲜血染满了他的衣袍 风中弥漫着战斗后的血腥味 但他并未因此停下片刻 他知道 今日此行的目标是万妖国主 只有斩杀这个罪魁祸首 才能平息这场灾难 将人族从血海之中解救出来 天空被阴沉的乌云遮蔽 仿佛预示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即将爆发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四周的山巒与丛林一片沉寂 连妖兽的笑声也被徐峰的剑威吓得尽数隐去 徐峰握紧了手中的神风烟空剑 心中波澜不惊 却充满了杀意 万妖国主 你今日命该如此 血债必须以血偿 徐峰心中默念 脚下的速度陡然加快 眼前的景象逐渐清晰 远处万妖国的皇宫 巍峨耸立 犹如一头沉睡的巨兽 散发着恐怖的压迫感 然而 徐峰的脚步没有丝毫迟 他知道 万妖国主 便是此刻的终极目标 万妖国背后 还有更为恐怖的界外一族 而眼前这一战 将是决定这场战斗走向的关键时刻 皇宫的正门前 数百名身穿甲胄的妖族守卫 已经严阵以待 他们的眼中充满了敌意与杀气 见徐峰一人而至 领头的妖族统领 冷哼一声 手中长脊横指徐峰 贺道 擅闯皇宫者 死 徐峰眉头微醋 眼中冷光一闪 剑未出鞘 一股灵力的剑翼 已经冲天起 剑气如红斑 划破天际 刹奈间 那妖族统领 连同他身后的重妖守卫 竟在瞬息之间 化为血舞 消散在徐峰的剑气之下 把我者 死 他的声音冰冷 充满了不容质疑的威严 收起神风燕空剑 徐峰继续朝皇宫深处走去 沿途妖族强者 纷纷涌出 仕途阻拦 但无一例外 全都在徐峰的剑下 化为尘埃 面对这些寻常妖族 他根本不需多费心力 见光一闪 万物俱灭 步入皇宫 殿内华丽的陈设 与庄严肃木的气息 映入眼帘 金色的柱子 高耸入云 雕刻着古老的妖族图腾 殿堂四周 悬挂着巨大的妖兽骨架 犹如宣示着妖族的无上权威 然而 此刻在徐峰的眼中 这一切都不过是虚幻的象征 大殿深处 万妖国主 正端坐在他的王座之上 双目如炬 散发着射人心魄的气势 此刻的万妖国主 已经感知到徐峰的到来 眼中闪过一丝冷力的光芒 他的身形高大猙獰 犹如巨兽般的身躯 裹挟着无尽的妖气 脚下的大地 仿佛因他一人之力而颤动 人族小辈 竟敢独闯我万妖国皇宫 你这是找死 万妖国主语气冰冷 带着不可一世的霸道与杀意 他的声音宛如雷鸣 震得整个大殿回荡不止 威压更是扑天盖地的压向徐峰 徐峰手握长剑 毫不畏惧 冷冷回应 今日 你万妖国屠杀无辜 罪孽深重 我来此 便是要了结 你这滔天罪孽 狂妄 区区五神镜 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万妖国主冷笑一声 目光愈发阴寒 身上的妖气滚滚如潮 周围的空气 仿佛都被冻结一般 他站起身来 双臂张开 一股恐怖的力量 在他周身涌动 吞噬天地 万妖国主猛然咆哮 顿时整个空间扭曲起来 四周的天地 仿佛在这一刻 被无形的力量拉扯 万物都开始朝着 他的方向疯狂涌动 那股力量 带着无尽的吞噬之力 欲将一切生灵与空间 尽数吞入腹中 徐峰周围的空间 剧烈震动 强大的吞噬之力 仿佛要将他连同那天地 一同吞噬殆尽 他的身躯 被这股力量牢牢定住 仿佛被困在 无尽的漩涡之中 寸步难移 眼前的一切 变得模糊不清 周围的空气 如同扭曲的水波 逐渐被吸入 万妖国主的体内 哼 徐峰冷哼一声 心中暗自运转 天地玄黄绝 那天地之中 漠然升起一股 玄黄之气 这股玄黄之气 充满了 亘古不灭的力量 徐峰的身影 在瞬间变得 稳如磐石 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 任凭万妖国主 如何施展神通 也难以动摇分毫 给我破 徐峰低喝一声 玄黄之气 从他体内猛然爆发 犹如一道闪电 划破长空 瞬间冲破了 万妖国主的吞噬神通 空间的扭曲 在玄黄之气的冲击下 逐渐恢复平稳 四周的力量 如潮水般退去 万妖国主大吃一惊 他没想到 徐峰竟能轻松 破掉他的吞天鼠一族神通 他的脸色阴沉如水 眼中闪过一丝争鸣 看来 我小瞧你了 万妖国主冷笑 双手再次挥动 妖气翻涌间 他的身躯迅速膨胀 瞬间化作 一只庞大的妖鼠 身长竖掌 犹如一座小山般 屹立在大殿之中 那妖鼠争鸣可怖 口中散发出 令人心悸的妖气 四周的空间 仿佛在他的气息下 不断震战 天地似乎都被他 吞噬之力笼罩 徐峰没有任何畏惧 目光冷静坚毅 他心中明白 今日之战 必须全力以赴 不容有丝毫保留 他手中神风烟空剑 骤然挥出 剑光如龙 带着毁灭的气息 直逼万妖国主 神风烟空剑绝 蔑视 徐峰一声怒吓 剑光破空而出 瞬间撕裂了虚空 剑光如同风暴般席卷而起 四周的空间 在剑光的冲击下 不断湮灭 仿佛整个天地 都在他的剑下崩塌 万妖国主 被徐峰的剑气 逼得连连后退 庞大的妖躯 也在剑光的撕裂下 渐渐崩裂 他愤怒地咆哮 巨大的爪子 猛然拍向徐峰 欲将他一击毙命 然而 徐峰的剑光 却快如闪电 几乎在瞬间 斩落在万妖国主的身上 啊 万妖国主发出一声惨叫 他的妖躯 在剑光中被撕裂 妖气在剑气的冲击下 迅速崩溃 他那庞大的身躯 渐渐化为无数碎片 最终在徐峰的剑下 彻底瓦解 万妖国主的咆哮声 渐渐消失 整个大殿陷入了一片死寂 徐峰收起长剑 长舒一口气 望着已经化为尘埃的万妖国主 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接下来 界外一族该动手了吧 徐峰喃喃道 徐峰望着万妖国主的尸体 在脚下逐渐化为黑烟 内心没有一丝放松 他深知 斩杀万妖国主 只是平息了眼前的危机 然而背后的阴云并未散去 四周的空气 依旧弥漫着肃杀之气 整个万妖国宫殿 被笼罩在一层诡异的黑暗中 仿佛连大地都在低声乌液 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 徐峰抬头看向阴沉的天空 心里默默盘算着下一步 他清楚 界外一族 不会轻易罢休 特别是 在他杀了万妖国主后 必然会引来更为强大的对手 然而 就在此时 天际忽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呼啸声 打断了他的思绪 徐峰抬起头 目光骤然一鸣 只见三道黑色流光 从远处天边划过 宛如利剑般直逼而来 这是 界外妖族的气息 徐峰心头一灵 手中神风烟空剑 微微震动 仿佛感应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 流光落地 三道高大的身影 赫然出现在他面前 徐峰只觉一股沉重的压迫感 迎面来 周围的空气 瞬间变得粘稠起来 仿佛连呼吸都变得艰难 这三名妖族强者 散发出的气息 丝毫不弱于万妖国主 显然也是五神镜中的顶尖存在 左侧的妖族 生有双翼 犹如黑鹰般的目光锋利如刀 中间的妖族强者 魁梧如山 浑身覆盖着黑色灵甲 双眼如赤裂的火焰般燃烧 右侧的妖族 全身笼罩在黑雾中 虚幻不定 仿佛随时都能融入虚空 三位界外妖族的强者 徐峰微微皱眉 握紧了手中的剑 内心虽有戒备 但更多的是一股战意在胸中燃烧 中间的妖族强者 微微仰起头 轻蔑地扫视着徐峰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 真是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五旋戒 竟然能有人斩杀万妖国主 不过 也就到此为止了 万妖国主 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棋子 死了也就死了 不过 你竟敢杀我们界外妖族的人 今天 你必死无疑 左侧那被生双翼的妖族 露出讥笑 双眼中满是轻视与杀意 呵 没想到 你们界外妖族 也会为了一个棋子 大动干戈 徐峰冷笑一声 丝毫不被他们的气势压倒 他的心中 早已做好了准备 无论来者如何强大 他都不会退缩 右侧的阴森妖族 冷冷开口 废话不必多说 杀了他 结束这场闹剧 话音未落 三人同时爆发出恐怖的妖气 宛如汹涌的潮水般 朝徐峰压来 四周的空间仿佛被撕裂 天空一片昏暗 风云翻滚 仿佛末日降临 徐峰只觉周围空气骤然凝固 仿佛整个天地都在挤压他的身躯 他不敢有丝毫大意 体内的玄界之力瞬间运转 那天地的玄黄之气迅速扩散 抵御着四周汹涌的妖气 玄界之力 中间的妖族强者目光微微一凝 似乎有些惊讶 徐峰能够抵挡住他们的威压 不过是些小伎俩 受死吧 左侧的双翼妖族猛然震翅 瞬间化作一道黑翼 朝徐峰袭来 他的速度极快 犹如一道黑色闪电 带着无比凌厉的沙翼 徐峰神色不变 脚下轻踏 整个人如同幻影般消失在原地 下一瞬间 他手中的神风烟空剑 爆发出璀璨的剑光 直刺那双翼妖族的胸膛 雕虫小剑 双翼妖族冷笑一声 身形灵活如鹰 轻松躲过了徐峰的剑光 随即一道黑色气刃 从他掌中爆发 直扑徐峰的面门 徐峰心中冷静无比 神风烟空剑绝 在他手中捏动 顿时剑气如风 轻松化解了对方的攻势 然而 另一边 右侧那阴森的妖族猛然出手 手中的黑色雾气 瞬间化作无数条毒蛇般的影子 直袭徐峰 徐峰一瞬间便感觉到 这些雾气带着强烈的腐蚀性 若被其沾染 必定会受到重创 他内天地的玄黄之气 迅速涌出 形成一道屏障 将黑色雾气阻挡在外 玄界之力果然不凡 但你以为这样就能赢 那阴森妖族冷笑一声 手中的黑色雾气 越发浓烈 几乎要将徐峰彻底包围 杀 中间的魁梧妖族 怒吓一声 双拳猛然击出 空气瞬间爆裂开来 仿佛天地都在这一拳下颤动 恐怖的力量 如飓风般席卷 直逼徐峰而来 徐峰毫不示弱 神风燕空剑决的力量 彻底爆发 剑光如狂风骤雨般 席卷四方 与三名妖族强者 激烈交锋 每一次碰撞 都带来巨大的轰鸣声 整个万妖国皇宫 仿佛都在这场战斗中崩塌 神风燕空剑决 烟灭 徐峰怒吓一声 手中的剑光骤然暴涨 犹如风暴般 笼罩了三位妖族强者 那灵力的剑气 仿佛能撕裂天地 带着无与伦比的威势 直逼三人而去 三位妖族强者 脸色骤变 没想到徐峰的实力 竟然如此恐怖 他们连忙运转妖力 试图抵挡 这股毁灭性的剑光 然而 神风燕空剑决的威力 远超他们的想象 剑光如龙 瞬间撕裂了他们的防御 啊 中间的魁梧妖族 首当其冲 被剑光贯穿胸膛 发出一声惨叫 庞大的身躯 在剑气的冲击下 瞬间崩溃 化为无数碎片 该死 左侧的双翼妖族面露惊恐 背后双翼猛然震动 试图逃离剑光的范围 然而 剑光速度极快 瞬间追上他 将他彻底湮灭 右侧那阴森的妖族强者见状 眼中闪过一丝绝望 企图施展神通逃顿 但为时已晚 剑光如影随形 将他彻底撕裂 一阵狂风过后 天空渐渐恢复平静 地面上只剩下一片狼藉的废墟 三位妖族强者的身影 已经消失不见 徐峰收回长剑 站在原地 神色依旧冷峻 战役未退 他知道 这一战虽胜 但界外妖族中真正的大人物 还未出手 威胁远未消散 这次斩杀了他们的人 估计后面会被他们 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了 不过 徐峰没有畏惧之意 远方眼中燃烧着熊熊战役 徐峰斩杀界外妖族的消息 不进而走 迅速传遍了整个五旋界 各方势力 纷纷震惊于他的实力 尤其是在这场战争的关键时刻 徐峰凭借一己之力 击杀了强大的界外妖族强者 令许多五旋界的修士 心生敬佩 天拳宗一时声名雀起 整个五旋界的人 都意识到了徐峰的重要性 尤其是那些 在界外妖族 威胁下瑟瑟发抖的势力 更是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很快 许多门派和散修强者 纷纷涌向天拳宗 想要投靠徐峰 联合起来 共同抵御界外妖族的入侵 徐峰主 请务必收下我们 界外妖族如此猖獗 若是再不联合抵抗 恐怕整个五旋界 都将陷入黑暗 徐峰大人 我们愿意追随你 驱除一族 保卫五旋界 天拳宗的大殿前 人群络绎不绝 各种强者 宗门长老 纷纷前来拜见徐峰 他们的目光中 带着敬畏 也充满了希望 许多人甚至愿意 放弃原本的身份 成为天拳宗的一员 为了共同的目标战 面对这股汹涌而来的支持 徐峰也深知 他不能再孤军奋战 他的实力虽强 但要真正抵御 界外妖族的入侵 单靠他一个人是 不可能的 他需要人手 强者的力量 是不可或缺的 既然诸位愿意相助 那我徐峰也不推辞 从今日起 所有愿意加入天拳宗之人 皆为我天拳宗的一员 我们同心协力 共同驱逐外敌 徐峰站在大殿前 声音洪亮 目光坚定 随着徐峰的话音落下 前来投靠的强者 纷纷跪拜 誓死效忠 他们知道 只有跟随徐峰 才有可能 与界外妖族抗衡 而徐峰则借此机会 迅速整编了这些强者 将他们分配到 天拳宗的各个战斗部门 短短数日 天拳宗的实力 大幅度提升 成为五旋界 最为瞩目的存在 然而 界外妖族 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得知族中强者 被徐峰斩杀后 界外妖族的高层 震怒不已 徐峰的崛起 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成为了 不可忽视的威胁 为了彻底铲除 这个心腹大患 界外妖族 迅速派遣了更多的强者 亲自赶往五旋界 意图将徐峰 连同天拳宗 一同毁灭 不久后 界外妖族的强者大军 便抵达了五旋界 黑压压的妖气 笼罩在天拳宗的上空 仿佛一场毁灭性的风暴 即将降临 天拳宗四周的山脉 被恐怖的妖气侵蚀 草木枯萎 山石崩裂 空气中 弥漫着浓烈的杀意 与压迫感 徐峰 杀我族人 今日必让你血债血偿 天空中 一道洪亮的声音 如雷鸣般乍响 一名身披黑甲的妖族强者 从天而降 目光中 带着无尽的仇恨 他身后 是无数妖族战士 各个身形魁梧 妖气滔天 仿佛能吞噬天地 徐峰站在天拳宗大殿前 面色冷峻 眼神如电 他目光扫过天空中 聚集的妖族大军 神情平静 仿佛毫不畏惧 天拳宗的强者们 也纷纷聚集在他的身后 准备迎接这场 前所未有的大战 你们界外妖族 胆敢入侵我五旋剑 杀害我族人 今日也别想活着离开 徐峰的声音低沉而冰冷 透着一股无形的微压 他的手紧握神风掩空剑 体内的力量 在迅速运转 随时准备迎战 天际的乌云翻滚 仿佛天地间的气氛 都因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凝固 界外妖族的气息 如潮水般涌动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 双方的对峙 充满了紧张与肃杀 哼 徐峰 再强的剑 也挡不住我们界外妖族的力量 今日 我要让你亲眼见证天拳中的毁灭 黑甲妖族强者凝笑一声 手中黑气翻涌 整个天地仿佛都被他的腰力扭曲 是吗 徐峰冷哼一声 玄黄之气从体内涌出 包裹全身 散发出令人敬畏的光芒 他双眼微眯 冷冷盯着黑甲妖族强者 杀 一声令下 双方瞬间爆发出恐怖的力量 战斗一触即发 天拳中的强者们 在徐峰的带领下 冲锋陷阵 与妖族大军 展开了激烈的厮杀 空气中 剑气纵横 妖气汹涌 整片天地都仿佛陷入了无尽的杀戮与混乱之中 徐峰的身影 如电般穿梭在战场之上 手中的神风烟空剑 如流星般闪烁 每一次出剑 都带走了数名妖族强者的性命 黑甲妖族强者怒吼一声 双拳猛然砸向徐峰 拳峰如山崩地裂般席卷而来 仿佛要将整个天地摧毁 徐峰不闪不闭 手中的长剑 带着滔天的剑影 迎上了那一击 剑气与拳峰相撞 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强烈的冲击波 瞬间席卷了整个战场 四周的山石被震得粉碎 空气中弥漫着恐怖的能量波动 玄黄之气 破 徐峰低吼一声 玄黄之气如滔天巨浪般涌出 瞬间将黑甲妖族强者的攻势彻底化解 随即 他的剑光骤然爆发 如同雷霆般击穿了对方的防御 剑气直逼黑甲妖族强者的胸膛 啊 黑甲妖族强者发出一声惨叫 庞大的身躯被剑光撕裂 鲜血洒落天际 化为无数残破的妖气消散在空气中 随着黑甲妖族强者的陨落 妖族大军的士气顿时崩溃 许多妖族战士纷纷惊恐地后退 然而 天拳宗的强者们士气高涨 在徐峰的带领下 迅速追击那些败退的妖族 战场上到处都是妖族强者的尸体 战斗持续了数个时辰 最终 以徐峰和天拳宗的全面胜利告终 界外妖族大军全军覆没 天拳宗再次屹立不斗 成为了五旋界的希望与支柱 这只是开始 界外妖族不会就此罢休 徐峰站在战场中央 目光坚定 内心深知 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 他必须变得更强 带领五旋界的修士们 抵御即将到来的更大风暴 天空渐渐恢复平静 但徐峰的心却无法平静 他知道 接下来 界外妖族再派过来的强者 估计便是五神镜之上的存在了 自己若无法突破到五神镜之上 那么 下一次妖族来袭 整个天拳宗都难以幸免 徐峰斩杀界外妖族强者的壮举 使得五旋界各大势力和强者 对他愈加敬佩 他不仅成为了 人族抵抗外敌的领袖 更是在无数人心中 树立了不可动摇的威望 与此同时 徐峰也在不断思索 自己的五道之路 已经走到五神镜的巅峰 若想继续突破 便需要更多的领悟与启示 为了寻找突破的契机 徐峰决定召集五旋界的各大五神 共同商讨 在这场关乎未来的会议中 他希望能通过 各方强者的见解与经验 找到突破五神镜的灵感 天拳宗的主殿 气氛凝重而肃穆 主殿内 天拳宗宗主 大洲国主 以及各大门派的顶尖强者 皆以齐聚一堂 每一个人的气息都浩瀚无边 都是五旋界屈指可数的五神强者 徐峰身着一席轻衣 站在众人中央 目光深邃 他环顾四周 缓缓开口 诸位 今日召集大家前来 我们并非无敌 尤其是界外妖族的入侵 已让我们意识到 仅靠五神镜的力量 无法守护我们的人族 长久平安 天拳宗宗主 身形伟岸 气息沉稳 他点了点头 徐宗主所言极是 五神镜虽强 但在更高的层次面前 依然有无法逾越的限制 尤其是那些界外妖族的强者 他们的力量 显然超越了我们所认知的极限 大洲国主也微微皱眉 接着说到 我曾经在某古籍中 读到过一段记载 据说在五神镜之上 确实有更高的境界存在 但那段古籍破损严重 记载模糊 只提到一种称为 开天镜的境界 至于具体如何突破 却从未有详细描述 开天镜 徐峰的眼神微微一亮 不知国主可否详细说明 大洲国主沉阴片刻 缓缓道 所谓开天镜 传说中 此境界可开辟属于自身的玄界 在这一境界 修士不仅可以运用自身的力量 还能调动整个玄界的天地之力 一旦玄界成形 修士在其中 便如同创世神明 掌控一切 甚至能够轻易镇压五神镜的强者 听到这番话 殿内的众人 不由得面露震惊 开辟玄界 掌控天地 简直如同传说中的神灵一般 若真能达到这种境界 确实能够超越五神镜的智谷 徐峰的心中 也泛起了一阵波澜 他思索着 若这开天镜真的存在 那自己是否有可能 通过自身的内天地 去开辟一个独立的玄界 天拳宗宗主沉生道 我也曾听闻过 关于开天镜的传说 但传闻中 开天镜的突破 极其凶险 若稍有差池 便会导致修士的内天地崩溃 修为尽废 甚至走火入魔而亡 徐峰点了点头 心中却没有丝毫畏惧 修行之路 本就是逆天而行 每一步都是挑战与贤祖并存 如今 他已经踏上五神镜的巅峰 若要更进一步 自然要迎接更大的挑战 开天镜的突破之法 目前仍然十分模糊 徐峰缓缓说道 但我有一种感觉 或许通过我所修的天地玄黄诀 我能找到突破的关键 大洲国主略带疑惑地看向徐峰 天地玄黄诀 徐峰微微一笑 天地玄黄诀 乃是我修行的根本功法 这门功法 可以让我调动天地的本源之力 而我体内的内天地 或许正是开天的关键所在 若能在内天地中 领悟出天地法则的本质 或许就能从中找到 开辟玄界的契机 众人文言 揭露出赞同的神色 他们都清楚 徐峰的天赋与实力 若说 有人能够在短时间内 突破五神境 达到传说中的开天境 徐峰无疑是最有可能的人 天权宗宗主陈四片刻后说道 既然徐宗主已经有了方向 那不如就借此机会 闭关冲击此境界 我等将守护天权宗 迎面界外妖族趁机作乱 徐峰点了点头 心中已经下定决心 多谢诸位厚爱 我闭关之时 界外妖族的威胁 可能愈加破镜 还需诸位多加防范 若有任何异动 立刻通知我 大洲国主沉声应道 放心 天权宗有我们在 界外妖族若敢来犯 必让他们有来无回 在众人的支持下 徐峰决定立即闭关 冲击开天境 他选择了天权宗的一处秘境 那里灵气充沛 是极佳的修炼之地 而他心中明白 这一次闭关 不仅关乎他个人的突破 更关乎整个五旋界的未来 当徐峰进入秘境 盘膝而坐 体内的玄黄之气 开始缓缓流转 他的内天地随着修炼 而逐渐变得更加稳固 整个空间中 天地法则的力量 渐渐浮现 开辟玄界 真正的天地之道 徐峰闭上双眼 心神沉入内天地 他的意识 仿佛进入了一个 无边无际的空间 那是他的内天地 一片虚无的宇宙 他能感受到 天地法则的存在 却依旧无法真正 触及到他们的本质 玄黄之气 如江河奔涌 在他的体内流转 他的内天地中 万物生息 仿佛已经具备了 玄界的雏形 徐峰将心神 完全沉入其中 感悟天地的脉动 试图寻找到 开天的契机 时间一天天过去 秘境外 天拳宗的气氛 也愈加紧张 界外妖族 似乎察觉到了 徐峰闭关的消息 逐渐加大了 对五玄界的侵袭 大洲国主 天拳宗宗主等人 亲自率领强者抵御 双方的冲突 愈演愈烈 而在秘境中的徐峰 依旧全神贯注于 自己的修炼 他的意识越来越深入 渐渐与内天地融为一体 某一刻 他突然感觉到了 一股玄妙的力量 那是一种 来自天地本源的气息 这是 天地法则的核心 徐峰的心中一震 他知道 自己已经触摸到了 真正的开天之道 随着这股力量的感应 徐峰的内天地 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 虚空中 一股无形的力量 开始凝聚 仿佛要从虚无中 开辟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玄黄之气 在内天地中翻涌 化为无尽的光芒 整个空间 仿佛在这一刻 变得真实 而充满生命力 开天 徐峰心中一声低河 内天地猛然一震 仿佛一片混沌的天地 被瞬间劈开 一股磅礴的力量 自他的体内爆发 整个玄界彻底成形 这一刻 徐峰终于迈入了 传说中的开天境 他的双眼缓缓睁开 目光中 带着无尽的深邃与威严 体内的玄界 运转如意 他感受到 自己如今的力量 已远远超越了过去 只需抬手间 玄界之力 便可轻易镇压 一切武神境强者 武神境之上 果然是开天境 徐峰轻声自语 心中充满了 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喜悦 这场闭关 终于圆满成功 面对界外一族 也有了一丝自保之力 徐峰在突破开天境后 心中感到一阵欣喜 仿佛整个世界 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回到了天泉宗 众多舞者们围了上来 目光中充满了期待与崇敬 徐宗主 您真的突破了开天境 一名年轻的舞者激动地问报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突破的感觉如何 能否分享一些经验 另一位长老满脸期待 心中对突破的渴望 愈发强烈 徐峰微微一笑 深吸一口气 准备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 突破开天境 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需要不断地积累力量 理解天地法则 关键在于 你必须突破自我的限制 才能真正感受到 开辟玄界的奥妙 众人纷纷点头 眼中流露出佩服的神色 仿佛从他的话中 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正当他们在讨论 突破的要点时 天空中突然传来 阵阵嘶吼声 妖气渐渐逼近 龙后的杀气 如黑云般压来 压得众人喘不过气 妖族大军来了 有人惊呼 众人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纷纷看向徐峰 徐峰心中一紧 抬头看去 远处已然出现了 一支庞大的妖族军队 只见领头的是一位魁梧男子 头上长着两根大牛角 浑身散发着 令人窒息的威压 显然是开天境的妖族 开天境妖族的目光 如同寒冰 冷冷地扫视着众人 最后将目光定在徐峰身上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 人族的小家伙 听说你最近风头无凉 不知道以你的实力 能否取悦本大眼 开天境妖族强者大声挑衅 声音如同雷霆 震动四方 这开天境妖族 乃是晴天妖王麾下先锋 来五玄界 准备拿徐峰的人头回去 徐峰心中一寒 知道接下来的战斗 将是无法避免的 他轻蔑一笑 心中暗道 这一次 绝不能被动防御 入死水手尚未可知 来吧 我正好想看看 你有多少本事 徐峰的声音清晰而坚定 传遍整个战场 妖族强者的面色 微微一变 随即又露出凝笑 好 我倒要看看 你能撑多久 双方在空中对峙 气氛如同弓弦一般紧绷 随时可能引发剧烈的碰撞 忽然 妖族强者身形一闪 便如离弦之剑冲向徐峰 巨大的身影 在阳光下投下阴影 似乎将整个空间 都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徐峰凝聚内力 剑光在手中闪烁 默念着神风烟空剑决 赢了上去 两者瞬间交锋 强大的气浪席卷而来 震得周围的树木 纷纷折断 碰 随着一声巨响 徐峰被妖族强者的一拳击中 强大的力量将他击退几步 但他迅速调整身形 剑光再次挥出 直指妖族的心口 有点实力 但这点力量 在我眼里毫无意义 妖族强者轻蔑一笑 挥手间 但我绝不会退缩 徐峰心中暗自计算着战局 想方设法寻找对手的破绽 他知道 只有保持冷静 才能找到获胜的机会 就在这时 妖族强者的一个大招突然袭来 巨大的拳影 如同山月一般压来 令人窒息的气势 让徐峰一时无法躲避 持我这一招 妖族强者狂笑 拳头正要击中徐峰的胸口 空气中的温度仿佛骤降 四周一片死寂 无论如何 我也绝不会退缩 徐峰心中闪过一丝坚定 暗道 时机到了 徐峰调动起全身的玄界之力 凝聚见识 瞬间爆发出惊人的威力 剑光直逼妖族的拳头 正面迎进去 哄 这一击仿佛撕裂了空间 直接将那开天境妖族打飞了出去 激起一阵狂风 卷动周围的尘土与树木 犹如一场小型的风暴 牛大力稳住身子 脸上浮现一丝惊讶之色 倒是我小瞧你了 你有资格知晓我的名字 记住了 本大爷叫做牛大力 等会见了 也忘记得帮我问声好 他的话语中带着浓浓的自信 甚至还有些细血 话音刚落 牛大力的身子瞬间消失在原地 留下一道模糊的残影 在天上 徐峰心中一惊 迅速抬头望去 果见一只巨牛从天而下 硕大的牛体子如同一座山岳 朝着他猛砸而来 那一瞬间 空气中仿佛都能听见 牛体下压迫而来的轰鸣声 找死 徐峰眼神一冷 心中燃起斗志 他迅速运转体内的玄界之力 准备应对着突如其来的攻击 脚下猛的一蹬 徐峰纵身而起 迎着牛体而去 剑光在他手中闪烁 如星河流转 来吧 他低喝一声 剑势如虹 迎着巨大的牛体披下 仿佛要将这天地间的一切都斩断 哼 两者撞击在一起 震耳欲聋的声响响彻四眼 巨大的能量波动 将周围的一切都震得摇摇欲坠 飞沙走时 树木纷纷倒下 浑身散发出愈加强烈的妖气 双眼通红 浑身肌肉爆起 似乎要将所有力量都集中在这一击上 徐峰心中一震 意识到眼前的对手并非一语之辈 牛大力的力量不仅仅体现在肉体上 更在于他那身后的妖族气息 令他充满了无法匹敌的气势 再来 牛大力怒吼着 毫不留情地再次冲向徐峰 拳头如同山崩 猛然击出 徐峰瞬间调整呼吸 心中凝聚全力 剑光在他手中闪烁 剑势如红 再次迎接去 冲 两者再次交锋 空气在这一刻变得凝重 仿佛整个天地都为之颤抖 徐峰的剑势 犹如滔天巨浪 冲击在牛大力的拳头上 牛大力也被这一股力量震得向后退去 但他并未停下 继续向前冲来 你这小子倒是挺有意思 继续吧 牛大力的狂笑声在空中回荡 似乎对于这场战斗充满了兴致 徐峰心中一灵 这牛大力的实力果然超乎想象 他明白 若继续被动防守 迟早会被对手消耗掉 他必须寻找到反击的机会 趁此时机 将这妖族强者斩于马下 我可不会给你机会 徐峰心念一动 施展出他修炼多时的神风烟空剑绝 剑光瞬间化为树道剑影 密密麻麻地向牛大力冲去 哼 区区剑招 也想对我造成威胁 牛大力不屑地一笑 挥动俱全 瞬间将剑影击碎 但就在此时 徐峰的剑势已然变幻 直逼他的心口 找死 牛大力心中愤怒 想要避开 却已来不及 徐峰的剑光如同闪电般掠过 划破空气 直刺而来 咔 一声脆响 徐峰的剑光刺中牛大力的肩膀 鲜血狂拍出 牛大力惊恶地退后 脸上的表情从轻蔑变成了震惊 这怎么可能 他难以置信地捂住受伤的肩膀 心中对徐峰的实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我说过 你不是我的对手 徐峰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继续追尽而去 此刻 他已然把握住了战局的主动权 牛大力心中恼怒 他从未在战斗中受过如此重创 仇恨涌上心头 我不会输给你 他怒吼着 再度聚集力量 向徐峰冲来 这一招 我来见识见识 徐峰也不甘示弱 运气全力 见识再次暴涨 直指牛大力 两者的力量在空中交汇 仿佛要将天地撕裂 周围的战斗也愈加激烈 妖族与人族的士兵 纷纷卷入这场决战 强者的交锋 如同雷霆 响彻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你逍遥 牛大力吼着 浑身妖气狂涌 似乎要将徐峰淹没 冲破天际 徐峰心中一声怒吼 见光如红 迎着牛大力的攻击 直刺而去 哄 伴随着震耳欲龙的轰鸣声 强大的力量在空中迸发 形成一道无形的波动 将周围的妖族和人族 都震退树部 随着巨大的冲击波 尘土飞扬 仿佛天地都为之颤抖 最终 牛大力被这一击击退 面目扭曲 鲜血狂喷而出 眼中满是惊恶与不甘 你这个人族小子 他怒吼着 随即再也无法支撑 身体轰然倒下 轰想回荡在战场上 今天的胜利 属于人族 徐峰昂首立于战场中央 见光闪烁 散发出无与伦比的威严 周围的士兵纷纷振奋 仿佛看到了希望与未来 随着牛大力的陨落 妖族大军的士气开始动摇 纷纷退却 徐峰心中激荡 知道这是他必须抓住的机会 他高举长剑 喝道 人族 冲啊 人族的舞者们 在徐峰的鼓舞下 士气高涨 紧随其后 向妖族发动了冲锋 战斗的胜利曙光 渐渐在他们眼前浮现 在牛大力被斩杀后 徐峰带领众人 全力倾脚来袭的妖族 战斗的余波 在万妖国的边境回荡 此时 战场上硝烟弥漫 满目狼藉 然而 妖族的威胁 终于被彻底消灭 徐峰站在高处 俯瞰着刚刚结束的战斗 心中涌起一阵波澜 他的内心不仅是满足 还有着深深的思考 刚才的战斗 让他意识到 若是对方再来几位开天境的妖族 或是更高层次的存在 自己将无力抵抗 他心中默念 这武玄界的局势愈发严峻 唯有众人共同进步 才能抵挡即将到来的危机 这时 田泉宗的弟子急匆匆跑来 满脸紧张地说道 宗主 有大乾国的武神前来拜访 徐峰一愣 心中暗道 大乾国 武神众多 实力强劲 若能联手 或许能增强抵御敌人的力量 他迅速带领众人前去迎接 在山脚下 大乾国的武神们已然聚集 其中一位身材魁梧 气势如红的男子 正是大乾国第一强者 夏侯精 他走上前 脸上挂着微笑 眼中却透着一丝威严 徐峰 听闻你刚刚斩杀了牛大力 实力非凡 今日特意前来与你交流 徐峰恭敬地回道 夏侯前辈 您过奖了 今日不过是为了保卫武玄界 力所能及而已 两人相视一笑 随即转入正题 夏侯精民重地说道 我知道你最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界外一族的侵袭 让五玄界陷入危机 我们虽然身处大乾国 但也不能袖手旁观 决定派出多位武神前来支援 徐峰感激地点头 心中暗想 大乾国如此坚定的态度 必定会增强人族的士气 抵挡即将来临的风暴 夏侯精继续说道 不过有一事 我需要提醒你 虽然五玄界受到渗透 但人道仍在 开天境之上的界外一族 无法轻易进入五玄界 我们要利用这一点 加强内部团结 迎接未来的挑战 徐峰听后 心中稍微松了一口气 他的目光透过夏侯精 看向远方逐渐暗淡的天际 暗自私存 开天境之上 虽然未能进入 但若是突破口 出现在我们这边 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 我建议你召集众人 尽快开展开天境的突破研究 夏侯精语气坚决 我们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尽快提升实力 以应对将来的挑战 徐峰认真的点头 我会尽快安排 这时 众人围上来 纷纷询问徐峰 突破开天境的要点 大家的热情 瞬间被点燃 徐峰微微一笑 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突破开天境 最重要的是 内心的坚定 与对力量的渴望 他道 在这个过程中 心境与体境的双重提升 至关重要 众人纷纷表示明白 场面一度热闹 徐峰感受到大家的斗志 内心也暗暗鼓舞 他知道 这一切的努力 都是为了将来更强大的团结 然而 徐峰的思绪 被一声刺耳的警报声打断 弟子们惊慌失措地奔跑而来 妖族大军又再度来袭 可恶的妖族 全不知死活 徐峰心中怒火中烧 我们不能让他们再得逞 准备迎敌 众人迅速回归严肃 整装待发 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徐峰深吸一口气 眼中燃起坚定的火焰 这次 我们一定要给妖族 一个彻底的教训 在紧张的气氛中 徐峰和众人迅速集结 准备迎接 即将来临的妖族大军 天拳宗的修士们 纷纷展现出 斗志昂扬的精神 剑把弩张的气息 弥漫在空气中 徐峰站在高处 俯视着众人 心中感慨万千 他知道 眼前的战斗 不仅是对妖族的反击 更是对人族士气的考验 他轻声 对身边的夏侯经说道 这次妖族的来袭 可能会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夏侯经点头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我们大前国的武神们 也已做好准备 若妖族来袭 必将以最强的姿态迎击 不远处 弟子们正在调动灵气与法宝 气氛紧张凝重 徐峰抬头望向天际 隐隐约约的看见了乌云压顶 妖气如潮水般涌来 远处的地平线上 妖族的身影开始显现 来了 一名弟子大声喊道 众人的心瞬间绷紧 徐峰用力握紧了拳头 感受着内心澎湃的力量 随着妖族大军的逼近 徐峰清晰地看到 领头的是一位高大如山的妖族将领 浑身散发着强烈的妖气 眼中闪烁着凶狠的光芒 周围的妖族士兵如潮水般涌动 数量之多让人不寒而栗 人族的强者们 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 妖族将领的声音如同雷霆一般 震撼人心 他的眼神扫视着徐峰 嘴角扬起一抹冷酷的笑容 我会将你们一个个送上阎王殿 徐峰不甘示弱 回应道 妖族的嚣张不屑一顾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人族的强大 就在此时 战斗的号角已然吹响 万妖国的妖族强者们 如潮水般扑向天泉宗 强大的气势 令整个大地都为之颤动 徐峰一声令下 所有人准备迎战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众多修士迅速分散开来 形成一个巨大的阵型 准备迎接这场即将到来的战斗 徐峰则迈不向前 心中默念着自己所掌握的剑角 调动起全身的玄界之力 剑光闪烁之间 已然准备好 与那妖族将领一较高下 杀 妖族将领大吼 指挥着大军向天泉宗发起冲击 周围的妖族士兵如同潮水般涌来 瞬间便包围了徐峰和他的伙伴们 战斗的瞬间 徐峰仿佛置身于一片混沌之中 四周的声音 气息与光影交织 形成了一幅巨大的画面 他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保护同伴 绝不退缩 哼 战斗在瞬间爆发 妖族的攻势如同洪水般倾泻而下 徐峰迎着狂暴的攻击 纵失而起 手中的剑光闪烁 化作一道流光 狠狠劈下 你以为仅凭这点力量 就能对抗我 妖族将领冷笑 浑身妖气涌动 挥动巨大的拳头 迎向徐峰 两者相撞 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波动的气浪 将周围的妖族士兵纷纷先飞 徐峰心中一灵 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但他并不畏惧 反而愈加坚定 接着 他再次调动那天地之力 剑势如红 扑向妖族将领 与此同时 周围的战斗 也在激烈展开 各路强者们 都投入到了这场战斗之中 天泉宗的弟子们 不要退缩 奋勇向前 徐峰大声喝道 声音如同红钟般 在战场上响起 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的身影 如同一座不动的山峰 在妖族的狂潮中 屹立不倒 众人受到鼓舞 齐心协力 迎着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勇敢地迎上去 徐峰的剑光 在战场上闪烁 宛如一道耀眼的光芒 划破了妖族的黑暗 这场战斗 不仅是力量的较量 更是信念的碰撞 在不断的交锋中 徐峰愈战愈勇 感受到内心的力量 在不断增强 心中那股强烈的意志 促使他不断突破 最终 经过无数的交锋 徐峰终于与妖族将领 展开了最后的对决 他调动全身的力量 剑光璀璨 剑势如虹 直逼妖族将领 今天就让你 剑势剑势人族的力量 徐峰怒吼 剑光划破天际 犹如闪电般落下 哼 一声巨响 剑光与妖族将领的攻击 在空中交汇 宛如星辰碰撞 周围的空间 仿佛多位置振战 随后轰然崩溃 最终 徐峰的剑光 随即被强大的剑势碾压 化为一片光影 消散于天地之间 战斗终于落下帷幕 徐峰喘着粗气 四周的妖族 也在这场决战中败下阵来 胜利的喜悦涌上心头 徐峰回头看向身边的同伴 眼中闪烁着坚定得信念 这只是开始 未来的路还很长 我们必须继续前行 妖族袭击结束后 徐峰站在高处 目光环视四周 战场上的硝烟 还未完全散去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 经过一番短暂的整理后 天拳宗的修士们 将战场上的尸体 残破的兵器 铠甲一一清理干净 众人虽然经过了一场苦战 但士气依然高涨 尤其是见到徐峰 斩杀开天境妖族强者后 每个人的眼中 都充满了对未来胜利的期盼 徐峰迈步走到人群中 召集众人道 这次妖族大军的来袭 只是开始 未来的战斗将更加艰难 界外妖族的威胁也越来越大 我们需要更强的力量 来应对接下来的挑战 徐峰顿了顿 抬眼望向众人 眼神中透着一丝沉思与决心 今天 我将把自己突破开天境的心得 传授给大家 希望能帮助你们 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话音刚落 众人纷纷围拢过来 眼神中满是期待 徐峰自突破开天境以来 实力已是超凡入胜 成为了众人心目中的榜样 尤其是那些 一直苦修于武神境的强者们 早已渴望突破峙谷 追求更高的境界 徐峰开始详细讲述 自己突破开天境的过程 从如何凝聚那天地 如何感悟玄界的本质 到最终突破开天境的关键 玄界的自成一体 他并没有保留 将所有的心得一一到来 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这股力量的神秘与磅礴 在徐峰的讲解过程中 众人的心神完全沉浸其中 仿佛亲身体验了一次 开天境的突破之旅 他们的眼神愈发坚定 仿佛在这段讲道中 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找到了突破的方向 此时 大前国的第一强者夏侯金 也在默默地感悟着 徐峰的每一句话 他闭上双眼 体内的气息渐渐涌动 突然 一股强大的气势 从他体内爆发出来 众人一惊 纷纷转头望向夏侯金 只见他的身体 周围出现了一片玄黄之气 那天地开始渐渐形成 力量涌动如潮 夏侯金前辈 他 他要突破了 有人惊呼出声 所有人都屏息凝神 看着夏侯金 只见他浑身气势越来越强 整个人如同一座 即将崩裂的山岳 玄黄之气笼罩其身 宛如天地的出使之力 在他的身躯中汇聚 突然 天地间爆发出一道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夏侯金的身体 猛的一震 随即睁开双眼 目光如电 气息稳如磐石 开天见 夏侯金缓缓吐出这几个字 声音低沉有力 透着无比的自信 见到夏侯金成功突破 现场的气氛 瞬间达到了高潮 众人心中 升起了无比的信心 纷纷赞叹道 夏侯金前辈 果然不愧是 大前国第一强者 竟在徐峰宗主的讲解下 突破了开天境 徐峰健壮 心中也颇为欣慰 他知道 夏侯金的突破 将极大的鼓舞士气 让更多的强者看到希望 也为接下来的行动 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徐峰缓缓道 既然夏侯兄已突破 我们的力量 又增一份 现在 也到了该反击的时候了 众人纷纷点头 神情振奋 准备前往剿灭万妖国 徐峰站在众人前方 眼神锐利 冷冷到万妖国 一直以来残害人族 如今 到了该清算的时候 现在 我们便前往万妖国 将这妖族的老巢 彻底铲除 一声令下 徐峰率领众强者 朝着万妖国进发 众人飞速行进 天空中 见光闪烁 化作无数道流光 直逼万妖国而去 途中 不少妖族感应到了 徐峰等人的气息 纷纷避让 不敢正面交锋 当他们终于抵达万妖国时 只见万妖国的城墙之上 妖族士兵严阵以待 妖气滚滚 空气中充满了肃杀之气 万妖国的妖族 显然早已得知 人族强者来袭 早早布下了天罗地网 徐峰 一声怒吼 从城墙之上传来 只见万妖国的妖族降临走上前 面色阴沉 目光如毒蛇般盯着徐峰 你胆敢杀我万妖国主 今天就是你们人族的末日 徐峰冷冷一笑 手捏神风 燕空剑爵 剑指指向万妖国的方向 声音冰冷且坚定 今天 万妖国必亡 杀 一声令下 人族强者们纷纷发动攻击 各种招式光芒四射 剑气纵横 整个万妖国 瞬间陷入了战火之中 妖族也不甘示弱 发动了疯狂的反击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厮杀 在战斗中 徐峰一马当先 神风燕空剑爵爆发开来 剑光闪烁间 数名妖族强者 瞬间被斩杀 他的玄界之力 铺天盖地般 压向妖族 犹如灭世的风暴 将妖族大军席卷其中 夏侯金也不甘示弱 刚突破的开天境之力 大放异彩 一拳轰出 开天之力 横扫千军 妖族节节败退 但战斗依然激烈 特别是界外妖族的加入 给人族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那些来自界外的妖族强者 气息恐怖 手段诡异 一时间 给人族造成了不少伤亡 然而 徐峰与夏侯金联手 犹如两座不可逾越的山峰 站在战场的中央 他们两人宛如战神一般 所到之处 妖族如同秋风扫落夜般 被斩杀殆尽 尤其是徐峰 他的每一剑 都带着无尽的威势 将界外妖族的强者 接连斩杀 彻底打破了万妖国的防线 战斗持续了数个时辰 最终 随着万妖国的城墙 轰然倒塌 妖族彻底溃败 徐峰一剑劈开了万妖国 最后一位强者的头颅 万妖国的大旗 从此被彻底掀翻 战斗结束后 万妖国的残余妖族 四处逃窜 人族终于获得了 这场战斗的最终胜利 徐峰看着眼前废墟般的万妖国 心中却没有丝毫喜悦 反而多了几分沉重 他知道 真正的敌人还在界外 那些更为强大的界外妖族 迟早有一天会卷土重来 在灭掉万妖国后 徐峰与众人开始清理战场 初秋的傍晚 天边的晚霞如火焰般燃烧 照亮了被硝烟笼罩的战场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 与焦土的气息 残破的铠甲 断裂的武器散落在地上 死去的妖族与人族的尸体 交错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悲壮的画面 尽管经历了一场苦战 天拳宗的修士们 却在胜利的喜悦中 神情高昂 目光中 透着对未来的期待 清理战场的时候 小心那些妖族的暗器 徐峰微微皱眉 眼中闪烁着认真与警惕的神色 他走过战场 耳边听到弟子们低声交流 徐宗主真是太厉害了 连开天境的妖族都能斩杀 是啊 若不是他 我们还不知要承受多少损失 他们的讨论 让徐峰的心中 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感 既有自豪感 也有些许沉重 他知道 眼前的胜利只是暂时的 真正的挑战 还在后方潜伏 在经过一番短暂的整理后 众人聚集在万妖国的皇宫宝库中 宝库内部空旷而阴暗 墙壁上挂满了妖族的战利品 与古老的壁画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古老而神秘的气息 徐峰在宝库深处 发现了一道闪烁着神秘光辉的传颂阵 心中不由的一景 这就是传说中的远古传颂阵 下侯经低声自语 走到徐峰身边 目光沉迷在那道阵法上 他的声音透出 一丝敬畏 传颂阵连接的地方 不会是简单之地 确实 徐峰点头 心中暗自警惕 他知道这是妖族的底盘 若此阵真的通往界外妖族的领地 他们必然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我们不能贸然进入 这个传颂阵 可能通往不可预知的地方 必须谨慎行事 众人默默点头 心中的期待与紧张 交织在一起 妖族的阴影 始终笼罩在他们的心头 若能找到连接人族的传颂阵 或许能够寻得五玄界的出路 若是能找到更多的传颂阵 就有可能找到人族大能 解救我们 徐峰继续道 眼神坚定 因此 接下来 我们要在五玄大陆上 全力寻找这些传颂阵 可是 传颂阵的线索 从何而来 众人中有人提出 万妖国的情报 已经枯竭 有古籍记载 许多古老传颂阵 都埋藏在古老遗迹 或禁忌之地 可能需要我们深入探险 徐峰回答 声音中带着不可动摇的决心 我会亲自带队 去寻访那些古迹 夏侯经紧随其后 显露出强烈的意愿 这场战斗的胜利 让我感受到了一种 强烈的使命感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天拳宗的弟子们 匆匆赶来 面色凝重 宗主 前方的妖族残余 正在集结 他们似乎不甘心失败 准备发起反击 反击 徐峰的眉头皱起 随即转向众人 声音沉稳而有力 我们必须加快行动 确保周围的安全 同时 分出一部分人手 守住这座皇宫 避免让妖族卷土重来 众人迅速分工 徐峰则开始仔细观察那道传颂阵 涉图从中找出一点线索 他的心中暗自想着 如果能借助这道传颂阵 不仅能找到人族的援助 还能在未来的战斗中 占据主动 当夜 营地篝火旁 众人为座 氛围逐渐变得凝重 星空璀璨 映衬着他们紧绷的神情 每个人都清楚 未来的路充满未知与风险 徐峰站起身 声音沉稳而有力 我们所追寻的 不仅是五旋界的安宁 更是人族的未来 每一次的探险 都可能面临生死 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便没有无法克服的困难 对 众人齐声应喝 士气瞬间高涨 或者不容置疑的决心 明日一早 我们将开始探寻 众人心中燃起希望的火焰 驱散了夜晚的寒冷 徐峰深吸一口气 眼神中透出坚定的光芒 内心暗自下定决心 无论前方的挑战 有多么艰巨 他都要带领众人 走出一条光明的道路 第二天 朝阳冉冉升起 天际的光芒 洒在万妖国的废墟上 照亮了他们前行的道路 徐峰与众人整装待发 气氛中弥漫着紧张与期待 夏侯金走在徐峰身边 陈生说道 这次寻找传颂阵的行动 需要小心行事 若有妖族突袭 我们必须做好应对 几天后 众人四处奔波 在数个古老的境地中 进行探索 每到一个地点 他们都要经历艰难险阻 有的境地被诡异的阵法 和妖兽环绕 危机四伏 但在徐峰与夏侯金的带领下 他们逐渐掌握了 寻找传颂阵的技巧 一路行进 周围的景象逐渐变得荒凉 废墟与野草交织 昔日的繁华已然不在 妖族的残余 似乎已不再是威胁 然而 未知的恐惧 却在每个人心中滋生 前面有一个废弃的古遗迹 一名弟子指着远方的轮廓 眼中闪烁着好奇与忐忑 徐峰带头走进古遗迹 残破的墙壁上布满青苔 似乎在诉说着悠久的历史 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气味 令人感到一丝不安 这里的传送阵 应该就在这附近 徐峰低声说道 心中隐隐感到一阵不安 他能感觉到 这个古遗迹 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或许也埋藏着潜在的危险 众人开始仔细搜索 徐峰走到一处隐蔽的角落 突然发现 地面上有一道细微的裂缝 微微颤动着 心中一阵 他立刻意识到 这可能是通往传送阵的入口 看 那里 一名弟子惊呼 指向不远处的亮光 徐峰与夏侯精迅速前往 只见一座古老的传送阵 隐匿在黑暗中 周围布满了藤蔓与碎石 阵法闪烁着微弱的光辉 似乎在呼唤着他们的到来 这是 传送阵 夏侯精惊讶地低声说道 脸上满是激动 我们终于找到了 徐峰心中一喜 旋即又警惕道 但我们必须先探查 这道传送阵的功能 确保安全 众人围住传送阵 徐峰仔细观察阵法的每一个细节 思索着可能的用途 他知道 这可能是通往人族的希望 或是又一个未知的危机 经过一番琢磨 他终于发现了阵法的线索 根据阵法的能量波动 这道传送阵 可能是连接五旋界与人族的某个秘境 徐峰总结道 脸色逐渐坚定 我们必须慎重考虑 是否要启动它 若能通往人族的领地 我们必须尝试 一名弟子激动地说道 声音中透着一丝渴望 徐峰看着众人充满期待的目光 内心陷入了深思 他明白 这道传送阵 不仅是一次冒险 更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好 他最终决定 我们将尝试启动这道传送阵 但必须做好 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 众人默默点头 随即齐心协力 开始准备启动阵法 随着阵法的光芒愈发强烈 徐峰心中紧张而兴奋 未来的命运仿佛就在眼前 就在此时 周围的空气开始剧烈震动 传送阵的光芒突然增强 宛如一颗即将爆炸的星辰 逐渐将整个禁地照亮 众人目睹这一幕 无不屏息一待 心中既期待又忐忑 准备好了吗 徐峰转身对众人问道 声音如同战鼓 震撼人心 准备好了 众人齐声回应 坚定的声音在荒凉的禁地中回荡 徐峰与众人踏入传送阵 光芒一闪 周围的景象瞬间变化 眼前的世界似乎被浓郁的绿色笼罩 参天古树高耸入云 枝叶交错 阳光透过缝隙 洒下斑驳的光影 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息 和淡淡的花香 无数鸟鸣声在耳边回响 宛如乐曲班月尔 在传送阵旁边 矗立着一块古老的石碑 上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刺激斑驳 却依稀可变 众人围上前去 心中充满了好奇 徐峰伸手轻轻抚摸石碑的表面 感受到一股温暖的力量流淌而过 他凝神细毒 心中逐渐明朗 此地乃人族起源之地 玄黄界 徐峰的声音在密林中回荡 激动之情异于言表 玄黄界 众人面面相去 眼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 传送阵乃是五玄大尊 开辟五玄界时设立的 目的就是为了将玄黄界的人族 带到五玄界进行开荒 徐峰解释道 声音渐渐高昂 这意味着 五玄界并非孤立无援 或许我们能找到昔日的强者 获得援助 五玄界有救了 人群中有人兴奋地叫道 情绪激动地 几乎要欢呼出来 快 咱们得尽快找到人族的领点 另一名弟子急切地说 眼中充满了渴望 众人心潮澎湃 走出密林 眼前豁然开朗 清新的空气迎面来 周围的景象也愈发壮丽 高耸的山脉 奔流的河流 处处都是生机盎然的景象 仿佛进入了一个人间仙境 然而 就在他们沉浸在这片美丽土地的同时 突然 有一群身着粗不一长的守灵人 从林中走出 面色警惕 目光如炬 直盯着徐峰等人 徐峰心中一紧 意识到 这些守灵人 似乎并不友善 你们是谁 为何出现在这里 领头的守灵人 声音低沉 带着几分威严 徐峰微微一愣 迅速整理思绪 打算解释他们的来意 就在这时 另一名守灵人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指着徐峰身上的气息 他是开天镜强者 开天镜强者 领头的守灵人眉头紧锁 似乎在衡量着什么 跟我们走 徐峰心中一沉 但他知道 此事也无从反抗 只能点头 示意众人跟上 随着守灵人的引领 众人被带到了一处更为开阔的地方 四周绿树成荫 流淌着清澈的小溪 似乎是个隐秘的村落 在这片村落中 气氛虽然宁静 但却隐隐透出一股压迫感 徐峰注意到 村落中央 矗立着一座石塔 塔身上 镌刻着古老的符文 散发着微弱的光辉 似乎在守护着这片土地 这里是玄黄界的守护之地 未经允许 不得随意闯入 领头的守灵人冷冷说道 目光如炬 充满警惕 我们是来自五旋界的人 来此寻求帮助 徐峰坚定地回答 心中暗暗思索 如何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 五旋界 守灵人微微一正 神色渐渐松动 但紧绷的眉头 仍然未放松 若你们真的是 来自五旋界的人 一事便知 随我来吧 他的语气中透出一丝犹豫 但徐峰却没有多加揣测 心中一紧 暗自私存 这是一个转机 守灵人转身 迈不向前 徐峰和众人紧随其后 心中充满了期待与不安 他们穿过一条幽暗的小径 四周的树木 如同屏障般环绕 遮挡了外界的光线 偶尔传来的鸟鸣声 显得格外清脆 随着他们 接近一处小房间 徐峰注意到 四周的空气 渐渐凝重起来 仿佛隐藏着某种秘密 走进房间 守灵人取出一个特殊的仪器 形似圆盘 上面布满了复杂的符文 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这是识别仪器 能够确认你们的身份 他冷冷说道 语气中 透着一丝不容质疑 徐峰心中紧绷 众人纷纷站定 平住呼吸 守灵人将仪器放置在中央 开始施展法觉 随着他的咒语响起 仪器中的光芒愈发明亮 笼罩着众人 一时间 房间内的氛围变得异常明重 仿佛时间都在这一刻停止 徐峰的心跳声在耳边回响 眼神坚定 尽管面前充满未知 但他知道 这一切都关乎他们的未来 几夕之后 仪器的光芒渐渐平息 守灵人的面色稍显松动 确认 你们的确是来自五玄界的人族 听到这句话 众人心中如释重负 紧张的情绪瞬间化为欣喜 徐峰微微一笑 心中暗自庆幸 守灵人的态度也随之变得温和 似乎对他们的来意 有了更多的信任 我们来自五玄界 现如今面临着界外妖族的威胁 希望能求助这里的人族强者 帮助解决五玄界的危机 徐峰迅速向守灵人 陈述了他们的来意 语气中充满了懇切与急迫 守灵人听后 五玄界的情况 我也听说了一二 不过你们要知道 玄黄界虽然实力强劲 但也在抵御着 其他强大种族的入侵 抽出人手去五玄界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空气中瞬间凝重起来 众人面面相去 心中不由地感到一丝失落 徐峰暗自私存 若不能获得帮助 他们的希望将变得渺茫 他深吸一口气 鼓起勇气继续道 但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 面对这股威胁 最终受害的只会是人族 你们的情势我能理解 守灵人的语气稍微缓和 但仍显得谨慎 但你们可知 玄黄界与五玄界之间的联系 已然被隔绝 这里的人族 也并不全然信任外来的力量 我明白这点 徐峰认真的点头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我们并不想强行要求什么 只希望能与你们共同抵御外敌 让五玄界与玄黄界的力量结合 共同捍卫人族的未来 守灵人微微沉吟 似乎在权衡利弊 他知道 这个年轻人的眼神中 有一股难以动摇的信念 而这种信念 或许正是人族所需要的 好吧 我会将你们的请求上报 守灵人终于下定决心 语气中带着几分郑重 但我需要你们再次稍作等待 长老们会对此进行讨论 守灵人转身从房间里 取出一块传讯预检 手中释放出灵气 将信息传递出去 徐峰注视着守灵人的每一个动作 心中充满了期待与不安 难道他们的命运 将由这块预检决定 不久 守灵人收回预检 晨音片刻 似乎在等待回复 徐峰等人 则在一旁默默等待 内心却早已波涛汹涌 徐峰终于开口 声音低沉而坚定 若不能找到帮助 五旋界将面临毁灭的危机 守灵人目光一灵 深吸一口气 似乎被徐峰的话语所触动 就在此时 房间的空气中 忽然传来一阵微弱的波动 守灵人脸色一变 手中的预检发出亮光 仿佛有了回应 上面传来了消息 他冷静地说道 面露紧张之色 我们的长老 决定和你们见一面 众人心中一阵 纷纷抬头 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你们需再次等待片刻 长老会亲自前来 守灵人补充道 语气中多了几分缓和 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这里的规矩十分严格 我们会遵从 徐峰点头 尽量保持镇定 但内心的期待与紧张交织 让他难以平静 在等待的时光中 徐峰望向窗外 阳光透过树叶 洒下金色的光芒 仿佛预示着希望的降临 周围的环境 明鉴祥和 唯有他心中的波澜 无法平息 过了不久 房间的门缓缓打开 几位身着古朴一袍的长者 走了进来 气息沉稳 目光如炬 众人心中一阵 知道这便是玄皇界的人族强者 你们是来自五玄界的强者 为首的长者开口 声音低沉 似乎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是的 我们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急需你们的帮助 徐峰迈不上前 坚定地表述着自己的来意 五玄界的情况 我也知晓一二 不过玄皇界 目前大部分强者 都在外进行跨界远征 一时之间 也找不到人手 前往五玄界解决该事 为首的长者微微汗手 叹了口气 语气中 带着深深的无奈与忧虑 徐峰的心中一沉 看来他们的请求 并不容易得到满足 他暗自思索 正当他准备再次发言时 长者接着说道 不过 我可以为你们提供几个解决方案 一是等待玄皇界强者回归后 再去解决五玄界的问题 二是 让你们自行解决 但我会提供一些修炼资源 助你们提升实力 等着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徐峰心中一紧 便将目光投向了大火 见到众人眼中流露出的期待 他知道自己不能轻易放弃 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 妖族的威胁不容小觑 若是选择等待 或许就再也没有机会 这时 旁边的夏侯精突然开口 他的声音沉稳有力 我支持徐峰的决定 与其等到强者归来 不如趁现在 加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主动出击 才是明智之举 听到两人的坚定表态 长者的目光闪烁了一下 似乎在琢磨 他点了点头 最终做出决定 既然你们如此坚定 那我就支持你们的选择 我们将提供修炼资源 帮助你们增强实力 但你们必须在短时间内 展现出足够的能力 谢谢您 长老 徐峰连忙拱手致谢 心中对未来的希望 愈发强烈 就在此时 徐峰的面板升级完成 显示出新功能的提示 看到这一刻 他心中猛的一阵 恍如抓住了救命稻草 正好借此机会 提升他们的实力便是 长老 您说可以提供修炼资源 那是否可以在这期间 给予我们足够的时间 和空间来提升实力 徐峰立即询问道 眼神中充满期待 长者点头 你们可以在这里修炼 资源也会及时送到 不过 你们的修炼 需要有方向 我建议你们 尽量探索自己的潜力 寻找适合你们的修炼方式 我们会的 徐峰的心中 闪过一丝激动 面板这时候升级完成 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那我便不打扰你们 若需要任何帮助 随时可以找我 长者说完 便缓步退去 留下徐峰与众人商讨 接下来的计划 长者走后 徐峰将心思放在了 升级完成的面板上 发现面板变了个样 宿主 徐峰 静剑 开天镜 修为 一介之力 可破现 技法 神风焉空剑爵 LV 石神镜 极限 可破现 秘术 不死天残宫 残 第五层 8800 8800 体数 星辰独尊圣体 LV 石神镜 极限 可破现 徐峰看着面板 思绪万千 这一段时间 不断地战斗与修炼 他所有的功法 都达到了神镜极限了 不过原来的破现点 居然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原力 徐峰将心神 集中在面板上的原力上 顿时便明白了原力的作用 原来神镜之后 破现点便起不了作用了 需要世界之源所化的原力 才能让功法再次突破 徐峰的五点原力 还是之前在九天秘境中所获 这五点原力 不知道能不能让天地玄黄绝突破 徐峰心念一动 将心神集中在天地玄黄绝之上 顿时一道提示 出现在其脑海 是否消耗三点原力 对天地玄黄绝进行破现 徐峰嘴角微翘 果然可以 给我破现 徐峰心中默念 瞬间 面板上的原力扣出三点 天地玄黄绝 徐峰心中一阵激动 眼看着面板上的原力 从五点降到两点 而天地玄黄绝 也在瞬间被一道 强烈的光芒包围 哼 随着一声低沉的响动 天地玄黄绝 在他心中发出一阵震荡 徐峰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内心深处涌出 仿佛整片天地 都在回应他的呼唤 功法的能量不断凝聚 天地玄黄绝的境界 似乎在瞬间被跋升 突破了 徐峰忍不住欢呼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他能感觉到 自己与天地之间的联系 变得更加紧密 仿佛能操控自然的力量 接下来 神风烟空剑绝 也要突破 徐峰心念一动 聚焦在神风烟空剑绝上 果然又弹出提示 是否消耗二点原力 对神风烟空剑绝进行破线 来吧 徐峰毫不犹豫 再次下定决心 心念一动 瞬间再次扣除二点原力 剑绝也在他的心中 激荡起强烈的能量波动 剑气横扫四方 整个空间 仿佛都被撕扯的 一阵剧烈的颤动 这就是力量的提升 徐峰的心中充满了自信 他感受到剑法的精髓 似乎在一瞬间 被他领悟得更加透彻 此时 他的身体 仿佛被一层光辉包裹 浑身上下散发着微压 守灵人带着徐峰一行人 穿过浓密的树林 逐渐来到一处隐秘的山谷 谷中流淌着清澈的溪水 四周被高耸的悬崖环绕 空气中弥漫着灵气的芬芳 仿佛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世外桃源 这里是我们玄黄界的一处修炼秘境 守灵人微微一笑 指着四周的草木 秘境内蕴藏着丰富的天才地宝 能够助你们快速提升修为 希望你们能在这里有所收获 徐峰的心中顿时充满了期待 他环顾四周 看到青葱的植物上 挂满了闪烁着光芒的果实 色彩斑斓 似乎每一颗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快去看看吧 一名队员兴奋地说道 迫不及待地朝着那些果实走去 这些果实是灵果 含有丰富的灵气和原力 对修炼大有帮助 守灵人解释道 眼中满是欣慰 徐峰走进一棵硕大的灵果树 轻轻摘下一棵晶莹剔透的灵果 顿时感受到一股温暖的气息 从果实中传来 仿佛在呼唤着它 它心中一动 将灵果放入唇间 果实瞬间化作一阵甘甜的枝叶 流入它的体内 嗡 伴随着灵果的化解 徐峰的身体被温暖的力量包围 原力的波动在它体内不断扩散 刚刚吸收的一点原力 瞬间增强 变得无比充盈 心中更是惊喜连连 这果实竟然有如此效果 徐峰心中兴奋不已 随后将目光转向其他宝物 发现周围的灵草 灵石 甚至是水中流淌的灵泉 都是如此珍贵 它四下寻找 终于在一块光辉闪烁的灵石旁边 发现了更多蕴含原力的宝物 徐峰心面一动 迅速将这些宝物逐一吸收 仿佛在享受着一场无与伦比的盛宴 叮 面板上出现了新的提示 原力增加 当前原力 十 原力 现在居然有这么多 徐峰心中狂喜 眼前的资源 简直是它的福音 它迅速将这十点原力 分配到自己掌握的功法上 第一时间选择了突破星辰独尊圣体和神灵诀 消耗三点原力 对星辰独尊圣体进行破线 面板上弹出提示 徐峰毫不犹豫地点下确认 心中燃起一股豪情 破线 他默念着 顿时感觉到一股热流自体内涌出 仿佛无数星辰在他的身体周围旋转 散发着炫目的光芒 那力量在他的四肢百骸中穿梭 瞬间将他体内的限制 尽数打破 哼 随着一声沉闷的响动 徐峰感觉到自己全身的力量在一瞬间暴涨 仿佛化身为一颗闪耀的星辰 强大的能量在体内汹涌澎湃 再来 神灵诀 他迫不及待地继续消耗原力 心中充满了期待 消耗三点原力对神灵诀进行破线 提示再次浮现 徐峰面带微笑 心中充满信心 就在他选择确认的瞬间 神灵诀的力量如潮水般涌动 仿佛无数神灵在他的周围欢物 这就是力量的感觉 他低声自语 却都平息下来 徐峰缓缓睁开眼睛 感觉到体内的变化 他的修为已然大幅提升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强烈的气势 仿佛无所畏惧 还有原力剩余 给我继续破线 徐峰无法抑制心中的激动 几乎要欢呼出来 他紧接着将心神集中在功法上 心中默念 天地玄黄绝 破线 是否消耗四点原力对天地玄黄绝进行破线 提示声响起 来吧 徐峰毫不犹豫地确认 在这一瞬间 徐峰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 他的心脏似乎与天地相连 天地之间的灵气也在他体内奔涌 似乎要将他重新塑造 功法的力量不断膨胀 涌入他的每一个细胞 突破了 他暗自欣喜 心中充满了力量的感觉 仿佛自己已成为这片天地的主宰 刚到手的十点原力又瞬间消耗一空 徐峰眼睛扫向面前的一大片灵果 开始疯狂修炼起来 随着徐峰不断吸收灵果 徐峰看向面板 自己的境界竟然不知不觉间 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宿主 徐峰 境界 踏天境 修为 三界之力 原力 五 心法 天地玄黄诀 道境 祭法 神风焉空剑诀 道境 秘书 不死天残宫 残 第五层 八八零零 八八零零 体数 星辰独尊圣体 法境 踏天境 原来开天境之后便是踏天 徐峰轻声自语 脸上露出一丝兴奋的笑容 他感觉体内的力量如同奔腾的江河 似乎能够撼动整个天地 随着这一境界的提升 他不仅修为大增 更是对五旋界的危机 有了更强的自信 我如今的实力 或许能够解救五旋之危 他目光坚定 内心的斗志如火焰般熊熊燃烧 此时 守灵人感知到徐峰的修为暴涨 惊骇地瞪大了眼睛 满脸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 你这么快就突破了 他难以置信地问道 语气中透着震惊与敬畏 这是我在秘境中吸收资源的结果 徐峰微微一笑 心中涌起一阵自豪 这些天才地宝与原力的结合 成就了我的突破 感谢你们提供的资源 接下来 我准备回五旋界把势了 徐峰通过传送阵返回五旋界 一回到五旋界 徐峰便往天空飞去 直至飞到了星空中 五旋界的天外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 整片五旋界的外围竟被妖族团团围住 妖族如同潮水般涌动 凝笑着伺机而动 徐峰目光如鹰 仔细观察 发现围困五旋界的妖族中 大部分都是开天境的存在 这就是妖族的封锁吗 他心中暗道 不由自主地紧握住剑柄 面对此情此景 徐峰的内心却没有一丝畏惧 反而燃起了战意 来吧 妖族 他高声吼道 声音如雷 穿透四周的阴霾 在他的挑衅下 妖族们纷纷朝他扑来 凝笑着露出锋利的爪牙 试图将这个闯入者撕成碎片 然而 已突破踏天境的徐峰 面对这些开天境的妖族 毫无畏惧 扎恩 他一声怒吓 瞬间化作一道流光 手中剑光如红 向妖族猛扑而去 剑光在空气中 划出一道道弧线 仿佛是一条条细丝 瞬息之间 便将数十名妖族斩于剑下 徐峰的剑势如红 每一击都伴随着无形的力量 令那些妖族 如同纸壶般 轻易被撕裂 哼 这点实力 也敢与我动手 他冷冷一笑 心中升起一阵快意 然而 就在他将一众妖族斩杀殆尽时 突然从妖群中 走出一位踏天境的强者 身形如同山岳般高大 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那强者阴沉的面容 透着无尽的凶狠 浑身被黑色的妖气笼罩 令人感到窒息 你就是五旋界的强者 真是不自量力 踏天境妖族冷笑 声音如同轰鸣的雷霆 朕的空气都微微颤抖 不自量力 我倒是想看看 谁才是自不量力 徐峰毫不示弱 剑势再度攀升 迎向那妖族强者 两者之间的气势 瞬间交织在一起 空气仿佛凝固了 四周的妖族都纷纷退避 生怕被波及 徐峰的剑光 在此刻闪烁出万丈光芒 仿佛有无数星辰 在他手中汇聚 来吧 试试我的剑 徐峰一声怒吼 剑光如电 直刺向妖族强者 找死 那踏天境妖族冷哼 挥手间 凝聚出一团黑色妖气 向徐峰撞去 两者的力量 在半空中猛烈碰撞 发出震耳欲容的响声 整个空间 似乎都被撕裂开来 徐峰的剑势如红 剑光纵横 逼迫对方不断后退 哼 真以为踏天境就无敌了 徐峰怒吼 手中剑势再度加强 直逼那妖族强者 然而 那踏天境的妖族强者 也不甘示弱 面对徐峰的攻击 他逐渐凝聚起妖气 反击的力量更为强大 两者之间的交锋 如同狂风骤雨 瞬息万变 惊天动地 周围的妖族 看到强者相斗 纷纷发出惊恐的叫喊 心中暗自忌惮 徐峰的强大 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尤其是他的剑势 仿佛能撕开天地 令人心生俱意 哼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真正的踏天境是什么 徐峰咬牙切齿 眼神中燃起熊熊斗志 灰剑上 剑光四射 气势如红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强大 踏天境妖族 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眼中闪过一丝忌惮 但他并不打算退缩 妖气更为凝聚 准备迎接徐峰的攻击 就在此时 徐峰的剑光如破竹之势 再次劈下 劈向那踏天境妖族的心口 妖族强者慌忙抵挡 但却已来不及 去死吧 徐峰大鹤 剑势化为一道耀眼的光芒 瞬间划破妖族的防御 狠狠地刺入了他的心口 伴随着一声惨叫 那妖族强者 如同破碎的风筝 瞬间被击飞 鲜血狂喷而出 带着无尽的不甘与怨恨 化为漫天的黑雾 消散在空中 至此 五玄界再次回到了人族的掌控 徐峰也成为了五玄界的守护神 全书完